结婚一年,陆金川对宋黎的评价只有两个词,乖巧和无趣。 而宋黎人前是高高在上的陆太太,人后却不过是他怀念白月光的假替身。 他以为只要用爱,总有一日能捂热丈夫的心。 但当他痛失孩子苦苦求救时,只看见他迫不及待牵起别的女人的手。 宋黎万念俱灰,他在那一刻终于明白,他连赝品都不是。 他只是陆金川的耻辱,是他颓败感情的见证者,是他急于销毁的残次品。 而当他想离婚时,男人却在夜半疯狂扼住他的细忧。 阿力,你乖一点。 第一章,离婚协议。 绿城相线。 主卧的卫生间里,有流水声。 宋黎拖着又酸又软的身体,从床上坐起,陆金川回来的晚。 他的秘书苏兰提了一句,说他晚上应酬,没有吃什么东西。 时针停在凌晨一点钟上,这个时间,佣人应该都睡了。 陆金川还没吃什么东西。 宋黎下了楼,去厨房简单做了个汤,端着上来。 主卧里一片昏暗,卫生间里没有了声音,房间里也没了人。 他刚进去,就听到了脚步声,下意识回头, 看见走廊里走来的陆金川光线迷离,虚化了他的五官。 雪白的衬衫勾勒了出来他近视的腰线, 因为刚洗过澡的雾气,将他整个人描绘的性感之余,交金丛生。 结婚一年,他依旧宛如神之,同床共枕。 可是,他还是会带给他渴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我包了汤。 陆金川直起身,居高临下看了他一眼。 声音静住,陆家家大业大,家里庸人环似,陆金川不止一次说过, 让他不要做这些事情。 对上他弹幕的眸光,宋黎歪着头,笑着说。 我听苏兰说,你晚上没吃饭,不用麻烦。 陆金川说着,把手里的文件递了过来。 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就签了。 宋黎并没有多想,虽然他们相处的时间不久, 可是陆金川这一年来,对他可谓是有求必应。 从来没让他受过任何委屈。 把汤放在室内的桌子上,他笑着边接边问。 什么啊? 宋黎掀开第一页,脸上的笑容一瞬间维持不住。 离婚协议书。 陆金川给他的是离婚协议书。 宛如当头棒喝,他猛地抬头, 阿川,你要和我离婚。 阿川,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宋黎的眼眶微热,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不是做了决定,陆金川不会把协议带到明面上。 他从来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他正正地看着陆金川,他俊美无仇, 尤其是一双眼眸漆黑, 看过来的时候总让他觉得他的眼里只有他。 那深情的感觉一向戳心。 宋黎伸手去拉陆金川, 男人伸手松了松领口,刚好躲开他的手。 你有什么条件? 可以随便提。 苏兰的联系方式你有。 苏兰是他的秘书。 他擦着肩越过他,往楼下走去。 路过他时,带起一片空气浮动, 似乎寒风过境。 为什么呀? 宋黎追了两步, 他伸手拉住了陆金川的手臂。 这一年, 陆金川情绪内敛, 虽然从来没有说过爱他, 可是也是无微不至。 就在三天前, 他从美国出差回来, 还给他一块百搭匪币的手表作为礼物。 这么突然提出离婚, 宋黎六神无主, 只剩下发自肺腑的抵触。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他秋水般的同仁礼, 一瞬间蓄满眼泪, 陆金川的视线挪到他的脸上, 大概三十秒。 宋黎以为他要回心转意的时候, 男人忽然倾笑, 带着三分凉薄。 他挑起他的下巴, 明明是夏天, 可是他的手指凉得入骨。 你想要什么答案? 要我告诉你, 我腻了吗? 宋黎瞳孔缩了缩, 嫁给陆金川之前, 闺蜜曾经不止一次阻拦。 他的话还在耳边, 阿里, 你知道他是谁吗? 陆金川, 你嫁给他, 如果受了委屈, 谁能帮你撑得起药? 可是当时陆金川给他宠爱足够, 助长了他的自信, 他以为被顽腻这种事情, 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他以为陆金川是正人君子, 不会欺骗无知少女。 这一刻, 他甚至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听错了。 你说什么? 陆金川挑唇, 微微一笑, 依旧是最好的模样, 似乎冰雪出容, 阳光碎裂。 这一笑, 没能如同一年前将他迷住, 反而让他后知后觉。 心底里的羞耻随着他的笑幅了上来, 他耳根开始发烫, 逐渐蔓延到了他的脸上, 恼羞成怒盖过了伤心, 他鼻尖又酸又涩。 陆金川,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混蛋! 一句谩骂, 并未伤到陆金川, 他垂眸看了一眼万表, 英俊的面孔被水晶灯散发出来的光, 折射出几分漫不惊心, 他淡淡开口。 好去好散, 我的陆太太, 在我还有耐心的时候, 你想要的, 我都能给。 言外之意, 只能给他能给的, 除此之外, 都是妄想。 我还有事, 如果陆太太要面子开不了口, 我会让苏兰自己看着办, 绝对不会亏待你。 说完, 陆金川下了楼, 脚步声渐渐远去, 宋黎捏着文件的手紧了紧, 他睁大眼睛。 一年的婚姻, 宛如南科一梦。 宋黎看了一眼桌子上的汤, 似乎是一场肆无忌惮的笑话, 他垂了垂眼睫, 一颗泪珠从眼角滚落, 心脏里似乎哽着一个铁球。 如果不是身体上的疲软感, 还如影随形, 他真的要以为, 刚刚发生的一切, 不过似乎一场噩梦, 醒了就散了。 鼻翼间飘来一股汤的香气, 宋黎忽然觉得恶心, 冲进卫生间, 扶着洗手迟吐了出来。 五分钟, 他脱离靠在门口, 不知道想到什么, 宋黎飞快走到床边, 打开了日历。 第二天, 宋黎做了简单的防晒, 刚下楼就被不速之客 堵在了绿城香榭大门口楚月。 陆金川的表妹, 凌晨出了名的顶级名媛, 背靠楚家和陆家, 走到哪里都众心捧月, 没人敢得罪。 他身后跟着的是陆金川的秘书, 苏兰。 看见苏兰, 他呼吸微微平住, 绵密的刺痛从心口传了过来, 虽然不至于痛得离谱, 可是还是不是。 楚月踩着高跟鞋, 身上穿着香袋最新款夏季套裙, 微微昂着头, 上下打量宋黎。 这是要干嘛? 不会是我哥要和你离婚, 不打算面对, 想要临阵脱逃吧。 宋黎心里更加难过, 现在看来陆金川要和他离婚这件事, 他大概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楚月一脸不屑, 这种让人厌恶的表情, 硬是让他生动的五官压住, 依旧漂亮明媚。 凌晨总共就这么打, 宋黎, 你以为你能逃到哪里去? 第二章, 离婚条件。 我确你还是识相一点, 签了离婚协议, 拿了钱, 把不属于你的位置腾出来, 还给主人。 宋黎心里一动, 楚月伸出手, 苏兰递过去一张支票, 他单手捏着, 素质鲜鲜, 然后在宋黎脸上甩了甩, 低声说, 宋黎, 你别忘了, 你就是我哥在路边捡回来的, 要不是你这张脸, 和我哥欣赏人有些像? 你以为你凭什么当了上路太太? 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成不了真的。 楚月说完, 撞着她的肩膀上了楼, 支票飘落在地上, 宋黎看向苏兰, 她长得漂亮, 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太太, 陆总让我来跟你谈一下离婚条件。 宋黎脸色瞬间苍白了下来, 陆金川真的把她当成了那种 随便用钱就可以打发的人。 宋黎先了先唇半, 我什么都不要, 你转告她, 办离婚手续而已, 我一个闲人, 随时可以, 我还有事, 可以出去了吗? 宋黎很漂亮, 琥珀色的同仁清澈明亮, 此刻看着苏兰一点情绪都没有。 苏兰一笑, 太太, 嫁给陆总一年, 你应该对她有所了解, 既然她选择了离婚, 就代表着她和你不会再有什么瓜葛了。 聪明的女人要为自己考虑, 如果我是你, 钱房子, 车子我都要, 因为在婚姻上我已经吃了亏, 不能以后连生活保障都没有, 不是吗? 宋黎也跟着苏兰笑, 可惜我不是你。 她绕过苏兰往别墅外走, 截然一身的人, 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她不想被上流社会里金币辉煌的坟墓掩埋, 迷失自己, 司机已经在等了, 绿城香蟹虽然位置偏僻, 但是占地面积极大, 半个山头, 只有绿城香蟹一座别墅。 如果不是宋黎出来, 司机险些以为自己来错地方了小姐, 住这种地方, 有这种人做朋友, 还需要叫车。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过来, 眼神微妙。 宋黎笑了一下, 以前不需要, 可能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以后了。 上了车, 司机又问, 小姐, 去哪儿? 宋黎舔了一下唇角, 凌晨哪里比较好找工作? 一个小时后, 凌晨最大的肖金窟夜色迷离大门口, 司机停了车。 到了, 宋黎站在台阶上, 鼻尖是和欢浅淡的香味, 烈日炎炎, 但是他心里一片冰冷。 他又想起了司机那个微妙的眼神, 后知后觉, 原来是把他当成了女公关。 十米开外的距离, 一个大富翩翩的男人穿着考究, 怀里一位一个高出他三四公分的女孩, 早上那种反胃的感觉一瞬间席卷上来。 宋黎没忍住, 捂着嘴跑到垃圾桶旁吐出来不少酸水。 喂, 你是新来的? 叫什么? 呕吐的动作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他一把推开了怀里的女人, 大步朝宋黎走了过来, 眼底轻赤裸。 宋黎往后退了一步, 大腿撞到了垃圾桶的棱角, 痛楚传来, 脸色骤然苍白了下来。 这样的他, 更多了几分楚楚动人的娇柔美, 眼前的男人眼睛更亮。 李总, 李总仿佛听不见女人的叫声, 挑着眉, 成色不错嘛, 跟着我, 待会儿我就去给你买包。 李总边说, 手边朝宋黎伸了过来, 宋黎想也不想, 一把把她的手拍开。 别碰我, 李总脸上的笑容淡了, 什么意思? 跟我玩贞结, 猎女那套。 就是, 你别不识抬举胆, 你知不知道李总是谁? 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 女人附和着, 爷还就看上你了, 不跟也得跟。 李总骂了一句, 大步上前, 伸手攥住了宋黎的手臂。 她力道很大, 猛地往前拽了一下, 宋黎人往前栽了一下, 差点摔到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惊吓的原因, 宋黎心如雷骨, 连带着小腹也隐隐作痛。 你再这样, 我要报警了。 宋黎色力内忍, 李总文言大声笑了起来。 你报警啊, 我到时候就说, 你是夜色迷离的交际花, 是你勾引我, 别到时候偷鸡不成十八米, 把自己折腾进警局。 报警之前, 先跟我好好玩玩。 说着, 李总硬拽着她就要往车上走。 宋黎心里更怕, 她挣扎着空着的手去拿包里的手机, 但是李总带的女人动作更快, 一把将她刚拿出的手机抢了过去。 好姐妹, 要我说你还是好好跟着李总, 可以少奋斗多少年呢? 到时候, 你想要什么没有? 是吧? 女人挑着唇角浅浅一笑, 把宋黎的手机塞到了自己的包里。 宋黎有些绝望。 夜色迷离消费比较高, 能来这里消费的大多是凌晨有头有脸的人, 大门前没有几个人她是陆金川的妻子, 可是凌晨人知道她, 却不知道她。 宋黎心灰意冷的时候, 一辆车子驶来, 她眸光亮了亮, 这辆车她认识。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宋黎一把甩开李总, 朝车子跑去。 陆金川刚下车, 怀里就扑进来一个人, 熟悉的浅淡香甜的枝子味, 她微微醋眉, 把人从怀里拉出来。 阿川, 救救我, 你告诉那个人我不是这里的小姐。 她眼睛里含着泪, 其实她很少面对。 在她眼里, 陆金川是她的神秘。 宋黎紧紧地攥着陆金川的衣袖, 眼底都是依赖。 李总带着女人很快过来, 宋黎和陆金川的称呼亲密, 她自觉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对着陆金川点头哈腰。 陆总,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我不知道这位小姐和您的关系, 吓到她了, 对不起对不起。 陆总务必给我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这样, 今晚上陆总的开销都记在我账上。 她小心翼翼地试探。 凌晨, 无人敢得罪陆金川。 几瓶酒, 陆总不是消费不起, 嚷嚷。 说话的人, 宋黎认识是陆金川的高级助理, 圣兰。 和陆金川似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像是一块融化不了的尖兵, 冷得吓人。 宋黎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圣兰伸手勾住了她肩膀。 还有你, 宋小姐。 第三章, 怀孕五周。 被她拉开, 陆金川一眼没看宋黎, 像是一片不堪入目的垃圾。 男人单手插兜, 阔不离开, 圣兰也为这一词, 将陆金川的车子开走。 宋黎心脏跌了跌, 陆金川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 离婚前她都是陆太太, 她就任由她被人欺辱。 李总, 您看见了吧? 这位小姐看不上您, 人家的心底天还要高呢? 只是咱们陆总在凌晨 是出了名的洁身字号, 而且深情得很。 要我说, 李总还是劝劝这个小妹妹, 少做点白人梦。 女人的声音刺耳又讽刺, 不仅是在讽刺她, 就连李总也面上无光。 男人在女人面前, 天生要强。 李总一张油腻的脸沉着, 英雄救美的戏码是不错, 但是可惜唱不下去, 怎么? 仗着自己和林家大小姐相似, 就像飞上枝头, 既然你知道内情, 就该知道陆总对林大小姐的感情有多重。 李总上前猛地攥住了她的手腕, 连拖带拽地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宋黎的意识还沉浸在林大小姐寺的字里, 被李总一抓, 忽然反应过来, 她拼命挣扎。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 这种事情, 她在网上看到过, 万万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那些自救的本领在绝对的力量前, 似乎都变得空白了起来, 宋黎心里只有灭顶般的惊惧。 她被李总拖到了车前, 女人拉开了车门, 李总拽着她的头发, 想把人拖进去。 头皮一阵剧痛, 小夫也跟着一阵一阵疼了起来。 她心灰意冷, 要放弃挣扎的时候, 一只手伸了过来, 轻轻松松制住了李总。 黑色衬衫袖口, 精致的袖扣, 宋黎想要看清楚她的脸, 仰慕望去, 只有一个高大的轮廓, 反而是眼前越来越模糊, 意识归于黑暗前, 一股蛋香弥漫到鼻翼间, 似乎有些说不出来的熟悉。 宋黎再醒来, 是在医院。 手腕上还吊着针, 鼻尖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宋黎猛地起身, 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衣服。 是她早上出门穿的那身, 刚松了一口气, 就听到一个很凶的声音。 干什么? 躺好, 试个护士。 宋黎下意识地躺下, 护士再给她拔针, 怀孕五周都没有感觉。 胎像不太稳, 出院之后回家好好养着。 护士嘴里不停, 交代着注意事项。 宋黎狠狠掐了自己一把, 痛楚让她猛然间回神。 不是做梦, 她怀孕了, 巨大的惊喜瞬间将她淹没, 她要有血脉相连的人了。 但是这种狂喜, 在想到陆金川在夜色迷离前的反应后, 宛如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心脏冷了个彻底。 不论是李总还是楚越, 都在给她透露出来一个信息, 陆金川当初和她在一起, 是因为她长得像灵山。 灵山是灵家千金, 五年前大火, 国内无人不知, 她和灵山长得像这句话, 宋黎听过很多次。 她不得不相信, 她是灵山的替身, 因为这几分相似, 能给陆金川的生活带来几分慰藉。 多离谱啊, 电视剧里霸总玩替身游戏的戏码, 发生在她身上。 护士, 送我来的人在哪里? 我想当面谢谢她。 你说南总, 他把你送来, 交了医药费就离开了。 护士的话, 一瞬间将她心底最后的息息都浇灭了。 南总, 不记得陆氏有这么个人。 自嘲一笑, 他竟然还在奢望陆金川会回来救她。 一年夫妻, 只有她自己亲情投入, 反正要离婚了, 陆金川根本不在乎这一顶绿帽子。 那么, 我要费多少? 护士报个一个数字, 各种检查, 占用SVIP病房, 加上掉的水, 零零碎碎不到两千块。 宋黎默记住这个数字, 想着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还。 楚越是来医院找苏承物的, 她多少有些制服控, 占据这陆金川和苏承物是多年好友的关系, 加上医院某种程度上算是陆金川的产业, 不然, 对方并未看见她, 镜子去了一楼药品区领药。 楚越双手环间微微眯了眯眉眸, 喊住了一个护士, 她怎么在这里? 是不是死皮赖脸黏着她哥, 遭报应了? 楚越满怀恶意, 楚越是医院的熟面孔, 老板的表妹, 院里面的医生护士基本上都认识她。 闻言, 护士看了一眼宋黎, 笑着说, 楚小姐, 她是男总送过来, 刚从三楼下来, 应该是怀孕了, 你们认识啊? 楚越一愣, 脸上立刻晴转多云, 她舔了一下唇角, 眯着眼睛看向宋黎离开的方向。 好像认错人了, 不认识, 陈屋哥哥呢? 苏医生在办公室, 您直接上去就好了。 楚越微微一笑, 点点头往电梯的方向走, 走了两步, 还是调转方向, 出了医院。 山姐姐人已经回来了, 这个世界上最爱她哥的人就是林山姐姐, 同样的, 她哥哥也深爱山姐姐。 相爱的人待在一起, 陆太太这个位置, 怎么能让宋黎一个乡下来的? 父母不详的野种站着。 楚越想也不详, 给林山打了一个电话。 对方人在化妆室, 她是国际名模, 马上要走一场分量不小的秀, 看到是楚越的电话, 还是接了。 山姐姐, 怎么了月月? 林山的声音很柔, 像是白云缭绕, 让人听一下就沉醉其中, 宋黎不仅长得和林山有些像, 声音也出奇的相似。 大概是光环作祟, 楚越就喜欢林山说话, 觉得山姐姐说话是大猪小猪若玉盘, 而且宋黎大抵是一身穷气, 声音就算是像林山, 也不会让楚越觉得高贵。 楚越一直觉得, 陆金川会娶宋黎, 就是因为这些相似太多, 但是赝品替代不了正品, 同理也没人会想要一个赝品。 山姐姐, 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聚一下。 林山看了一下行程, 最近三天, 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了。 大抵是她没有应下来, 楚越了然, 浅笑一声, 低声说, 我来医院找橙武哥哥, 见了我表嫂, 她是从妇科下来的, 护士说她可能怀孕了。 第四章, 我有分寸, 电话里的声音忽然就没了。 林山和陆金川将近十年的感情, 就因为她要去国外打拼, 一年时间她多了妻子, 如果这是对她任性的惩罚, 她认了, 可是她唯独忍不了陆金川和别的女人有孩子。 所有的好心情, 因为楚越这句话毁于一旦, 她攥紧手指。 山姐姐, 这次的麻烦事, 我帮你处理, 不过我还是要劝劝你, 不要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 多抽出来时间陪陪我哥。 林山你没? 月月, 你准备怎么处理? 不要做不理智的事情, 送离是阿川的妻子。 他们, 有孩子是正常的事情。 这半句话林山如梗在喉, 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有分寸。 楚越并不介意她后面没出口的话, 只是笑笑, 随后挂了。 林山看了一眼手机, 里面一片盲硬。 楚越就是一个疯子, 她是个自由人, 想做什么都好, 但是做的事不能和她有什么关系, 更不能打着为她解决麻烦的名义。 林山在化妆间坐了一会儿, 给苏承武打了一个电话, 苏承武正在忙, 听到之后笑了一下, 楚越是陆金川的表妹。 这一年来, 陆金川对送离宠爱有加, 现在送离怀孕了, 就算是楚越不高兴, 敢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说实话, 苏承武觉得林山的担心是多余的。 唯一让她觉得稀奇的是林山, 竟然担心送离这个名副其实的情敌。 他们姗姗, 什么时候这么大度了? 珊珊, 你想多了吧, 宋离怀了阿川的孩子, 那么他们夫妻之间会商量好孩子的去留, 如果阿川不要, 宋离根本留不住。 如果阿川想要这个孩子, 就算是一百个月远, 也伤害不了宋离。 林山如耿在喉, 有苏承武这句话, 哪怕林山知道孩子无辜, 他仍旧可耻地在心里想, 陆金川会不会为了他, 选择不要这个孩子。 这个念头一瞬间占据了他所有的心神。 林山摇了摇头, 甩掉那些不好的想法, 就当帮我一个忙, 提醒一下阿川这个消息。 苏承武了然于心, 应了一声, 掐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 夜色迷离, 陆金川谈完合作刚出包厢, 就看见迎面而来的男人, 在五彩缤纷的彩灯下, 那张脸出奇的俊美。 苏承武站定, 笑着看着陆金川。 巧了, 陆金川从不信任何巧合。 有事, 苏承武一笑, 阿川, 你藏得挺深, 要做爸爸了, 也不请搁几个热闹一下。 陆金川拧眉, 他逆了一眼苏承武, 他一向敏锐又聪明, 闻言谋光瞬间按了下去。 苏承武知道, 陆金川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 知道宋里有了孩子。 阿川, 珊珊已经回来了, 你们之间近十年的感情, 如果你对宋里没感觉, 还是早点让人把孩子打掉, 不要耽误人家以后的生活。 陆金川谋光越过纸醉精迷, 落在苏承武的脸上。 承武, 你是谁的说客? 你可以理解是宋里, 也可以理解是珊珊。 这个答案, 陆金川显然不怎么满意, 他痴笑一声, 出了夜色迷离。 圣兰已经把车子开出来了, 他俯身上车, 靠在柔软的椅背上, 半合着眼瞼, 但声问, 阿里人呢? 陆总, 我出来的时候, 太太和李承人已经不在了, 我调过监控了。 蓝总的人拦下了李承, 李承就是李总, 可是圣兰口中没有了后续。 陆金川, 回去。 圣兰一路把车子开到了绿城乡线, 别墅里灯火通明, 管家听到声音从房间出来。 先生回来了。 嗯? 管家拿出一个档案袋。 先生, 太太让我把这个给你。 陆金川拆开, 是那份他昨晚丢给他的离婚协议书, 以方的位置, 牵着他的名字, 恭恭整整, 带着点他独有的秀气。 人呢? 管家反应了一会儿, 才明白陆金川问的是宋黎, 说。 太太回家之后, 换了身衣服就出去了。 他没敢说, 宋黎换的衣服, 是一年前他来绿城香蟹时穿的那件, 洗得发白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先生和太太之间应该是出了问题。 一瞬间, 偌大的客厅瞬间变得凝重而又逼则, 连带着温度都下降了两个度。 盛特主, 盛兰往前一步。 陆总, 一个小时找到人, 带过来。 盛兰是在路边找到的送礼。 天已经黑了, 他蹲坐在绿化带边, 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 再掰药板, 抠出来一颗放在烟红的唇瓣里, 抿了一口水。 凌晨的风热中带着潮气, 盛兰看了几分钟, 才认出来送礼。 嫁给陆金川, 他被他养得满是娇气, 身上的衣服从来没有下过七位数。 骤然穿着价值五十到一百, 不等的地摊货蹲在路边时, 就连那令人眼前一亮的漂亮脸蛋, 也似乎蒙的一层灰。 可是这层灰, 到底掩盖不住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光。 陆金川要和宋黎离婚的事情, 他不是不知道, 可是在盛兰的认知里, 宋黎是从乡下来的, 没什么见识, 肯定不能同意。 为了不离婚, 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有可能, 为此这一周, 他想了各种各样帮陆金川解决这个麻烦的办法。 一千种方案, 在看到宋黎签的名字之后, 一向聪明的脑袋有片刻的茫然。 盛兰顾不上多想, 下了车走到了宋黎面前。 身上覆盖了一个黑影, 宋黎抬头, 对上盛兰的目光, 一下子攥紧了手里的矿泉水平。 他下意识地站起来想要走, 两个保镖拦住了他的去路。 什么意思? 宋黎问, 太太, 陆总有请。 第五章, 为了孩子。 宋黎冷笑, 现在是太太了。 夜色迷离前, 盛兰可不是这么喊的。 我已经在他给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 盛兰和保镖都没动, 态度决然, 显然是不带他回去不罢休的姿势。 盛特助, 我不会跟你回去, 强制带我上车可是违法的。 你也不想明天凌晨的娱乐头条是陆氏总裁高级助理, 路边杰是神秘女子吧。 她唇半苍白, 眼底是抗拒, 柔弱又可怜, 像是对抗恶势力, 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可怜。 盛兰想, 依赖大树而生得兔丝花, 骤然失去依靠, 能活多久。 希望宋小姐不要让我为难, 如果您不肯和陆总见面, 我只好回同镇找您的养父母和陆总见面了。 宋黎气笑了, 他确实也被威胁到了。 车门已经被保镖拉开, 宋黎上去, 车子进了绿城香榭, 别墅里开满了花, 还有一片薰衣草花田。 正是花期, 大片梦幻子, 灿烂盛开。 宋黎无心欣赏, 跟着盛兰到了客厅。 陆金川人坐在楼下, 水晶灯散发着暖光, 脚映在他身上, 冷硬的表情没有半点柔化。 楚越也在, 没有正行半躺在沙发上打着游戏。 从上了车, 宋黎的包就被盛兰拿走了。 几分钟之后, 孕简单到了陆金川的手上, 怀孕五周, 还小。 陆金川看着, 目光深邃, 他一向感情内敛, 至少这一刻, 宋黎看不出来他的真实情绪。 只是宋黎清楚, 他怀孕, 他应该高兴不到哪里去。 他身体很疲惫, 护士也说过, 他胎像不太好, 要好好休息。 宋黎没打算委屈自己, 他在沙发上坐下, 低声问, 陆先生, 大费周章把我叫过来, 要谈什么? 陆金川还没开口, 楚越丢开手机冷笑, 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哥找你谈什么? 你心知肚明。 说吧, 怀了我哥的孩子, 你打算到哪里去? 我们一个个倒是都小瞧了你啊, 都要离婚了。 你还是不死心? 当初进门的时候干净地进来, 走的时候, 想带着我哥的孩子离开, 三四年后, 靠着孩子轻轻松松拿到陆家的一份股份, 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吗? 宋黎的手不自觉地捏紧了裙摆, 他天生轻轻圆薄, 养父母不待见他, 亲生父母又不清楚是谁,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想要一个独属于自己家的人了。 文言, 宋黎不自觉地抚摸着小腹, 他就说, 按照陆金川恨不得立刻划清界线的样子, 怎么可能再让盛婉把他带回来? 宋黎脸色微微白了起来, 处约那些谩骂的话, 宋黎似乎没有听到, 一双澄澈眼眸盯着陆金川。 你想做什么? 一瞬间, 无数个念头在宋黎的脑海里闪过, 他会怎么对待怀孕的他, 强制性让他剁掉。 陆金川看着他, 他对他第一次用这么防备的眼神, 抚摸着小腹的样子都是保护戒备的姿态。 这句话该我问, 陆太太, 怀着孕, 你打算做什么? 他闲适地坐在沙发上。 但是, 有些人天生气场强大, 一如陆金川, 运筹帷幄, 屁腻众人。 一句话, 他反客为主, 宋黎瞪大双眸, 他能做什么? 想下来的, 肯定是想借着怀孕先同意离婚。 孩子生下来之后, 再找你要钱。 楚岳站起身, 一把拽住宋黎, 把人强行扯到了陆金川的面前。 说吧, 你到底想要多少钱? 现在说清楚, 拿到钱之后, 把孩子剁掉, 出国, 永远不要回来打扰我哥现在的生活。 宋黎咬住唇角, 因为楚岳那些羞辱性极强的话, 他本能愤怒, 小腹隐隐作痛。 他捂住心口, 不能气。 宝宝要紧, 合同上签订的那些条件, 我都可以不要, 我可以尽身出户。 孩子我是不会打掉的, 如果你担心我生下来, 孩子以此要挟你的话, 你可以找律师, 和我签订合同。 宋黎脸色肉眼可见的白, 管家万分着急。 他年龄大了, 又是陆家老夫人送过来照顾陆金川的, 当然是以老夫人的想法为主, 老太太早就想要抱上重孙, 做梦都想。 看楚岳伸手拽宋黎, 他猛地变了脸色, 陆金川无意是抬了一下手, 攥住了他, 把人扯到身边。 他身躯高大, 站在他身侧, 自成一个保护圈。 已经到这种情形了, 宋黎可耻地, 依旧能从他身上感觉到安全, 这种安全在下一秒消失殆尽。 陆金川的声音凉薄, 宋黎, 我不需要私生子, 也不会有私生子。 宋黎猛地捏住了陆金川的衣角, 所以, 他态度明了, 是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也不允许他要。 哪怕是知道哭没有用, 可是宋黎还是红了眼, 我不会打掉的。 他下意识地想要推开, 男人铁掌力道极大, 他神色晦暗, 漆黑的毛子, 深沉如海。 那就生下来, 一时间, 偌大的客厅落真可闻。 宋黎, 楚岳, 包括管家都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没有人会觉得陆金川愿意留下孩子。 宋黎抓住陆金川的衣袖, 似乎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你说什么? 一把拦住他的腰, 陆金川重复了一遍。 我说, 生下来。 陆金川没在这件事情上纠结太久, 转头看向管家, 去准备适合他吃的东西。 哎? 管家赶忙地应了一声, 进了厨房。 陆金川来了电话, 他转身要上楼, 楚岳反应过来, 恶狠狠地瞪了宋黎一眼, 跟着陆金川上楼。 宋黎脑子里嗡嗡乱响, 他完全想不明白陆金川是什么意思。 不要撕生子, 又要让他生下来。 他的意思是不离婚。 不等宋黎想明白, 管家就把做好的营养餐端了上来, 非常的丰盛。 管家的手艺很好, 色香味俱全, 宋黎味同嚼辣, 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 在楼下坐着管家问。 太太, 您不上去吗? 宋黎低着头, 陆金川应该不想看见我。 自从他提了离婚之后, 宋黎就开始对绿城相泄有了陌生感, 不想和陆金川共处一室, 没有任何归属感。 尤其是在陆金川对他遭遇危险视而不见之后, 他恨不得立刻逃离这里。 更何况, 他还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心上人。 管家看出来宋黎的游移, 道, 太太, 先生心里是有你的, 就算是为了孩子, 你们也不该怄起啊。 为了孩子? 管家这四个字, 直击宋黎心灵最深处。 陆金川不要私生子, 又想要孩子, 唯一的办法当然是不离婚, 但是不离婚是暂时的, 生下来孩子就可以继续离婚。 宋黎心脏似乎被针扎了一下, 猛然刺痛。 在凌晨,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陆金川, 一年后离婚, 他怎么可能拿得到孩子的抚养权? 不行, 他要找陆金川说清楚。 他走了一半, 被哒哒哒的高跟鞋生拦了下来, 宋黎抬头, 对上楚越充斥着鼻翼的眸光。 怎么, 又想恬不知耻的上去找我哥? 你不会真的以为怀孕就可以赖上我哥吧? 楚越慢吞吞的下楼, 他脸上带着似水笑意, 看他的目光像是打亮一件物品, 说出口的话也冰冷入骨我哥说的对, 你挺乖的, 乖乖的就解决了他的麻烦。 你还挺会掐时机的, 山姐姐有心脏病, 陈武哥哥早就说过, 他生产风险太大, 可是我哥是陆氏唯一的继承人, 不能没孩子。 楚越一个字都没说他廉价, 可是又字字都让他觉得自己低贱。 短短两句话, 生生击碎了他上楼的所有勇气。 第六章, 架子挺大, 宋里舔了一下唇绊, 他忽然笑了笑, 伸手拉住了楚越。 月月,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不过阿川什么意思, 我会自己问他, 我不信他是你所说的那种一关禽兽。 他伸手帮楚越整理了一下领口, 接着说, 你也不用挑拨离间, 如果阿川真的想让人帮临山生一个孩子, 那么,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女人精英比我好, 我一定会生下孩子, 和阿川一起把他抚养长大的。 楚越脸色微微有些泛青, 闻言一把拍开宋离的手, 那就走着瞧吧, 你一个香巴佬还想和山姐姐比。 哼, 他挥开宋离, 大不出了别墅。 宋离抿了一下唇, 这些话只能气气楚越, 说起来他自己都不信。 他上了楼, 二楼拐角处, 陆金川背靠着栏杆, 唇盼擒着一根烟, 手里拿着打火机正要点燃。 听到脚步声, 他抬起头, 留下重重的阴影。 那些想说清楚的话, 如梗在喉。 宋离后退半步, 对这种美色视而不见, 滴滴地开口。 可以不抄吗? 陆金川收了打火机, 烟依旧禽在嘴里, 这种脾气将他身上的冷尘柔化不少。 宋离险些以为, 那个对他摆一摆顺的陆金川回来了。 早点消闲, 他要走, 宋离看着他的背影喊道, 我会打掉孩子。 陆金川步伐顿住, 却没回头。 我想通了, 你喜欢的人回来了, 既然要断, 就断个干净。 他终于有了反应, 侧过头, 灰暗如海, 忧尘难辨的眸光落在他身上, 机遇洞穿他真实的目的。 陆太太, 你耍我。 刚才在楼下, 如果我没听错, 你说你不会打掉? 嗯。 陆金川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好听, 宛如玻璃珠落在地面上, 砸在他的心头, 一时间, 他心跳难控。 我。 他骤然靠近, 把人拉到怀里, 独属于男人的蛋香, 充斥在他鼻翼间, 他一抬头, 就是男人精致的下汗。 这个姿势, 这一刻没有任何的温馨和暧昧。 他一靠近, 就感受了陆金川身上的冷尘, 寒冷刺骨。 我陆金川的孩子, 不是你说要就要, 说不要就不要的, 懂吗? 陆太太, 宋离茫然。 所以, 他在陆金川心里, 到底算什么? 高兴时, 捧在手心怕话了, 厌倦时, 任由他凌落成泥, 也视若罔闻。 如今, 一点他的意愿都不顾, 让他生下这个孩子。 所以他, 真的是为灵珊着想, 夸张且离谱。 他想不明白, 唇绊一重, 陆金川粗利的手指 摁在他的唇珠上, 揉了两下。 他用了力, 唇绊活辣辣的, 仰中还有些刺痛。 陆金川阴色迷迷, 在他耳边诱哄。 阿丽, 不要再说那些我不想听的话。 似乎是警告, 似乎情话。 宋离攥住衣衫下摆, 心脏骤然悬空, 再也落不下去。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怀孕失睡, 宋离恐惧陆金川, 坐在楼下的沙发上, 到底没有坚持住, 昏昏沉沉睡过去。 身体腾空, 那个抱着他的怀抱, 明明那么熟悉, 可是宋离仍就是惊醒。 他攥住陆金川胸前的衣服, 男人似乎感觉不到, 抱着他稳稳上楼, 进了卧室, 把人放在主卧的大床上。 宋离身体微微僵硬, 陆金川居高临下看着他, 失笑一声, 愣着干什么? 等着我帮你洗澡换衣服吗? 看不出来, 怀孕后的陆太太架子还挺大。 宋离面上一热, 拉开衣柜拿出睡衣, 飞快地冲进浴室。 等他洗完, 陆金川才进去。 宋离躺在床上, 刚当的睡衣因为陆金川跑了得干净, 他瞪着眼睛, 忽然听到细微的声音。 宋离毛骨悚然, 和窗帘后面冒出来的猫似目相对, 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险些尖叫出声。 不错, 宋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怕猫。 偏偏陆金川养了一只, 法国鹰短, 还是一瞳。 猫咪颜值极高, 左眼灰蓝, 右眼深绿, 眸子里似乎装着星辰大海, 一举一动都透着与陆金川如出一辙的金贵优雅。 换任何一个女孩都抵抗不住猫咪的漂亮。 可是, 宋离怕得白了唇半, 似乎感觉到了宋离的可怕, 猫咪一步一步逼近, 渐渐泛红, 猫咪一跃跳到床上, 距离宋离仅仅是两个小碎部的距离, 胸腔里似乎揣了一个小鹿, 随时都可能跳出来, 下一秒, 一只大手捏住了猫咪的后颈。 楚楚, 我说过, 不许到二楼。 楚楚, 是猫的名字。 喵。 陆金川拎着猫后退, 拉开安全距离, 宋离身体回温, 恍然间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黏黏腻腻, 很不舒服。 陆金川喊来了管家, 安排好楚楚, 回到室内, 因为害怕, 他脸上残存着几分苍白。 陆金川回来时端了一杯水, 他在床上坐下, 扶着宋离的后颈, 把水杯递到他的嘴边, 抚一靠近宋离, 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下汗紧绷着, 背齿紧紧地咬着唇绊, 雪白的手臂缩在被褥里, 捂着小腹。 陆金川放下水杯, 掀开被子, 一把将宋离打横抱起, 阔步往楼下走。 管家知道宋离怕猫, 安排好楚楚, 上楼看宋离, 正好看见陆金川抱着他, 先生, 太太怎么样? 被车。 圣兰也在, 等陆金川到门口。 车子已经在台阶上等着了, 陆金川把人塞在车厢里, 俯身进来。 圣兰车技很好, 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圣兰四十分钟将宋离送到医院。 宋离本来就胎像不稳, 受了惊吓, 小腹很痛。 护士给宋离掉了点滴, 巧了, 掉水的护士是下午在医院凶他的护士。 陆金川这张脸在凌晨, 没人不认识, 哪怕如此, 他还是掀了掀眼皮, 口吻很冷。 我下午说过, 不能生气, 要好好在家里养着。 如果不想要这个孩子, 直接找医院预约人留手术就好了, 没必要折腾, 意外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更大。 第七章, 我弟太太。 陆金川面色沉了下去, 他半合着眼瞼, 对这个孩子他还有很多想法, 即便是没有, 陆金川这样的天之骄子, 应该也不想听护士的冷言冷语。 护士将诊断证明递过去, 要家属签字, 你可以给你父母打个电话。 宋离捏着床单, 他没有父母, 养父母不在凌晨。 结婚一年, 陆金川并未对外公布婚姻, 即将离婚, 陆金川应该更不愿意, 因此折损名声。 宋离抬眸, 要去接住院单, 一双大手伸过来, 他捏着诊断书上面带着笔, 在上面签了字, 递给护士。 陆先生, 这要清楚, 她是我的太太, 我签字, 有问题吗? 陆金川眸光急沉, 唇盼满是沉冷, 有问题让苏承武来找我。 护士愣了愣, 陆金川结婚可不是小事, 但是他们可没有听到风声。 他伸手接过, 盛兰黛的手续比较齐全, 核对身份的事情就交给他。 病房里只剩下宋离和陆金川, 男人明显不悦, 如损般的视线压在他身上。 出戏, 一只猫下进医院, 宋离小声顶嘴, 我又没有你管。 不用我管, 陆太太想让谁管, 要我去RL请南淮送你来医院吗? 南淮算是一根刺, 在夜色迷离门口, 他对他施以援手, 一个自己丈夫对手公司的男人, 还能给他一点善意。 相比较起来, 陆金川的冷漠更是直戳人心。 他沉默了下来, 陆金川态度缓和了下来, 在病房里坐下, 困了就睡, 他们之间本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宋离侧过头, 看向窗台, 他住的是SVIP病房, 环境很好, 窗帘是淡青色, 窗口摆放着一株君子兰, 夜色苍翠, 含着包, 很漂亮。 这种漂亮和医院的环境格格不入, 像他, 他迷迷糊糊睡着, 再醒来是被吵醒的。 病房里乱糟糟的, 宋离先太严谨, 就看见楚越冷笑着, 对盛岸说楚楚是黏人了点, 但是要把人下进医院, 也有些太夸张了点吧。 宋离不就是仗着自己怀孕, 针对楚楚吗? 他怎么知道楚楚是山姐姐送给我哥的? 宋离胸腔发紧, 他怕猫陆金川是知道的, 但是婚后陆金川没让楚楚靠近过他, 尽管看到楚楚他不舒服, 可是他懂事的没有提送走一事。 他真的以为这一年时间陆金川是爱他的, 但是有的人就是那么可笑, 做尽了爱他的事, 心里却毫无他的位置, 给了他无数的希望, 偏偏让他坠落天堂。 楚月眼角的余光看到宋离醒了, 也一眼看到了宋离眼底的泪光。 他不屑地冷笑, 总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不装了呀, 陈兀哥哥已经说了, 你屁事没有, 可以出院了。 楚月趾高气扬, 这次回到绿城湘县, 你又打算怎么作妖? 月月, 我说过很多次, 不要说脏话。 一个男人推门进来, 他的声音很温柔, 站在穿着高跟鞋的楚月身边, 还要高出来很多, 俊美的面容似乎闪着光。 陆金川的兄弟, 苏兰的哥哥, 中心医院的副院长, 苏承武。 凌晨新贵, 年轻有为。 苏兰紧跟着苏承武进来, 看见宋离, 小声说, 宋小姐, 陆总让我过来给您办理出院手续。 他人呢? 楚月冷笑一声, 我哥忙得很。 你问苏兰, 你有没有预约? 苏兰笑了一声, 低声说, 陆总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要开, 我和盛兰送您回去。 苏承武交代了一下注意事项, 期间, 苏兰去办理出院, 再回来, 就将人从床上扶了起来。 往外走, 楚月不依不饶, 拽住了宋离的手臂。 宋离,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再针对山姐姐, 就算是山姐姐和我哥脾气好,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月月, 从早上醒来到现在, 楚月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碍于她是陆金川的表妹, 她一直忍气吞声。 但是现在, 楚月教会宋离一个道理, 退一步, 未必海阔天空。 她推开苏兰, 站在楚月面前。 你想怎么不放过我? 你? 楚月漂亮的同仁邓大, 显然被宋离的问题, 问了得措手不及。 换句话说, 她应该是没反应过来, 她竟然敢这么问。 宋离接着说,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陆金川跟我离婚。 一个表妹, 频繁插手她的家务事, 对自己表嫂挑三拣四, 言语不甘不尽。 楚月, 知道是以为你觉得陆金川值得更好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这个表妹对自己表哥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 你放屁。 楚月气急, 猛地扬起手, 要往宋离脸上抽。 宋离当然不会乖乖挨打, 她截住楚月的手臂。 凌晨明远恼羞成怒, 公开场合抽表嫂耳光楚月, 你可是陆氏的骨干, 这一巴掌, 你想好后果。 宋离, 你现在不过是仗着肚子里有我哥的孩子, 你能嚣张多久? 楚月拧着眉心, 漂亮的脸因为愤怒险些扭曲。 苏兰和苏陈乌反应过来, 一人拉住一个, 把两个人拉开一个安全的距离。 当然能嚣张多久, 就嚣张多久。 这种仗着陆金川就嚣张的优秀品质, 论起来, 我还是和你学的。 楚月险些被宋离气的吐血, 他被苏陈乌紧紧地拽着, 强行拉出了病房。 你拽我干什么? 就算是我抽死宋离, 我哥能拿我怎么样? 你放开我。 嘴里不甘不尽地污蔑他和他哥的关系, 还这么嚣张, 以往他还觉得他是一个小白花, 现在他哥哥不在, 这个女人撕下假面具的样子真够恶心的。 月月, 你不要忘了, 宋离肚子里的孩子出生还要叫你一声咕咕, 你不能仗着阿川心疼你, 就不顾阿川的心理感受。 孩子还没眼呢, 他就这样对我, 回头孩子生下来, 我还能到我哥家去吗? 楚月的言语极端, 苏陈乌不自觉地拧了眉心。 你想干什么? 楚月第一次控制不住脾气, 嘀吼一声, 一把甩开苏陈乌。 我不杀杀他的威风, 他就要上天了。 第八章, 无中生有。 苏陈乌只觉得头疼, 楚月在外婆家长大, 从小亲近陆金川, 这些年, 陆金川把他灌得无法无天, 完全不可控。 他柔了柔眉心, 叹了一口气。 病房里, 苏兰在给宋离收拾东西。 他住了一个晚上, 东西不多, 五分钟后, 两个人下了楼。 盛兰在车子里等着, 宋离和苏兰上车, 找了地方吃了点午餐。 他直接载着两个人回了绿城香榭。 回到别墅里, 已经快要下午一点钟了。 宋离没进别墅, 去绿城香榭的后花园坐了一会儿。 花园里有吊椅, 夏天到了, 管家还专门弄了遮阳伞, 因为有树荫倒也不热, 遮阳伞也就是个装饰。 周围的花争齐豆艳, 据管家所说, 每一株花都价值不菲。 可是据宋离所知, 陆金川这一年从来没过来过。 不知道是有钱人家有这些烧钱的癖好, 还是因为特定的人。 宋离躺在上面睡了一会儿, 夏天到底有些噪音, 他迷迷糊糊地起身打算回去, 脚下一滑, 身体猛地前倾, 差点摔倒在地上。 好在宋离眼急手快, 拽住了旁边的花枝, 顺着力道, 他跪在地上, 手心膝盖刺痛。 宋离下意识地捂住小腹, 眉急着起身, 在地上坐下。 膝盖蹭破了, 手心里也没把花上带得刺给划破, 他身体颤了颤, 目光定格在脚下, 漂亮的大理石瓷砖上被花束透过来的阳光一照, 亮晶晶地折射出漂亮的光线。 宋离伸手抹了一把, 放在比较绣了绣, 橄榄油。 陆金川忙完, 已经是晚上七点钟, 管家做好了营养餐, 他换好鞋子, 随口问管家, 他人呢? 下午没看见太太, 先生, 最近太太心情不好, 估计一个人在卧室里。 陆金川眉烧脸了脸, 他起身上楼, 没在卧室里找到送离, 管家也有些担心, 一个孕妇, 尤其是没什么经验, 年龄不大的孕妇, 管家生怕他一个莽撞, 不小心没了孩子。 管家马上喊保镖找人, 问了守在门口的保镖, 确定送离人还在别墅里。 西边是车库, 东边是酒窖, 管家都派了人。 陆金川从别墅后门出去, 直接去了小花园, 大老远的就看见一个纤细的身影, 坐在地上, 他伸手揪着眼前一株蔷薇花瓣, 周边三朵花, 已经被他薅秃了, 陆金川沉了脸, 起来, 宋离听到声音, 冷不定吓了一跳, 回头就看见一双正亮的皮鞋, 陆金川, 自从他提了离婚, 宋离就没再也没有喊过他, 阿川, 他本来很惊喜, 可是对上陆金川漆黑的眸, 这些欣喜一点点地散开, 陆太太, 有些话我不喜欢重复第二遍, 陆金川有轻微洁癖, 宋离在地上做得久了, 一摆下面有泥土, 脏兮兮的, 他扫一眼就凝了眉, 而且, 他素白的手指上都是植物的枝叶, 很脏, 脏得让人恨不得立刻给他洗下来, 地上有油, 我起不来, 小花园平日没人来, 怎么可能有油, 陆金川忽然想起下午, 楚越跑到他办公室说的话, 他仗着怀孕无中生有, 严苦肉计, 往前走了一步, 脚下一滑, 索性男人惯性极强, 没有摔倒, 但是这下, 他信了他的话, 也顾不上宋离脏, 俯身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他身上有些粮, 应该是在瓷砖上做久了, 映着花园里的光, 他膝盖上的伤裸露了出来, 结了架, 回了别墅, 没多久, 苏晨武也到了, 他手心里扎了薔薇花上的刺, 要挑出来, 宋离痛地咬紧了下唇, 脸色苍白, 陆金川让管家去调查, 到底是谁去过小花园, 没五分钟, 管家回来了, 先生, 是照顾小花园的园丁, 他们平时就在小花园的石桌上吃午餐, 今天忘记收拾了, 开掉, 陆金川冷声开口, 宋离却不信这些, 这太巧, 以往没有过这种情况, 而且石桌距离掉以足足两米的距离, 饭里面的油会洒到地面上吗? 嗅起来, 还是生的橄榄油, 苏晨武已经给宋离处理好了伤, 起身也于陆金川, 阿川, 你叫我也叫得太晚了, 你看小嫂子的伤都自己结痂了, 让我扒开她的夹条出来刺, 不是让小嫂子再痛一次, 陆金川还没开口, 宋离忽然插了一句, 我要搬出去, 两个男人同时看向宋离, 你说什么? 宋离第一次没怕陆金川不高兴, 看不出来吗? 有人故意抹得油, 你信是圆丁撒在那里的, 我不信, 苏医生, 我记得你们医院的护士说过, 意外流产对身体伤害很大, 是吧? 苏承武直觉不对劲, 他闽唇一笑, 没有接话, 笑话, 这句话接下去, 实话得罪陆金川, 瞎话有损一得, 他可说不出口, 小嫂子, 你问这个干什么, 有阿川在, 不管是意外还是药物, 流产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吧, 陆金川在商界运筹帷幄多年, 自然听得出来宋离的言外之意, 他攥住宋离的手, 是管家办事你不放心, 还是你觉得是管家要害孩子, 绿城香榭的人要我全部给你换一遍吗? 他唇角明明翘着, 但是一丝笑意都没有, 眸光似乎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宋离一把甩开陆金川, 眼睛发酸, 但是他明白, 早在陆金川提出离婚的那一刻, 他的眼泪都他就失去了所有的作用, 他深吸一口气, 我只是不想互相为难, 陆金川, 我出去住, 你不用看见我烦, 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两全其美, 所以陆太太的意思是, 我在绿城香榭碍眼了, 陆金川耐心尽失, 二十多年来, 他顺风顺水, 圈子里无不肯定他的成就, 不认是谁, 都要认他是天之骄子, 陆金川相信管家, 更相信自己, 要么在绿城香榭乖乖养胎, 要么, 我帮你在绿城香榭乖乖养胎, 第九章, 没事找事, 苏承武清楚地看见, 陆金川这句话说完, 宋离眼底的光一点点寂灭, 他拍了一下, 呃, 自己这个好兄弟, 大概智商与情商是成正比的, 智商有多优越, 情商缺陷就有多大, 要不是因为孩子, 就算是没有灵山, 陆金川这情商也未必能留住老婆, 苏承武找了个理由离开, 他走之后, 宋离和陆金川不欢而散, 躺在主卧的被褥里, 宋离眼泪快要掉下来时, 是养母, 灵巧, 他和养父母的关系没多好, 上次养母对他展露笑颜, 还是一年前, 陆金川娶他的时候, 给了天价彩礼, 犹豫再三, 他接了, 妈, 说你怀孕了, 反应怎么样, 药镖妈妈去城里照顾你, 送离顿主, 苏兰不像是会给灵巧打电话的人, 他没有说话, 灵巧也没听, 阿黎, 你老实跟我说, 你跟女婿是不是闹矛盾了, 送离不语, 算是默认, 灵巧这才着急, 你可不能办傻事, 这女人离了婚可就不怎么值钱了, 而且女婿那么厉害, 家里也有钱, 你离了婚哪里找得到更好的, 人家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要我说, 你就跟女婿服个软, 可不能闹脾气, 趁现在怀了孕, 努努力, 如果真的生得难娃, 那将来你可有想不完的福气, 这要是离婚了, 不是给我和你爸丢人吗? 你别没事找事, 宋离笑了, 苏兰是这样说的吗? 什么? 说我无理取闹, 要离婚, 宋离口吻平静, 几乎是死寂的开口, 可是妈妈, 让你失望了, 是陆金川的初恋回来了, 她给我递了一张离婚协议书, 林巧愣了几秒, 随即反应过来, 不以为奇, 哪个男人不偷心啊? 正因为女婿这样, 你更给生下来孩子, 阿黎, 女婿的钱该是挣给你花的, 你如果让给别的女人的话, 心里能开心吗? 宋离觉得, 林巧的话说得挺好笑的, 她就随心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林巧质问, 你不打算听我的? 宋离一边笑一边问, 我怎么听你的? 陆金川是凌晨半个神,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他想离婚, 有一万种方法, 你说的对妈妈, 没男人不偷心, 但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是你口中所谓的心, 只不过, 这次陆金川玩得高级了点, 我拿什么和别人抢, 陆金川和他有多年感情基础, 家世也匹配, 关键是, 即便这样, 在知道陆金川有家庭之后, 林珊也没有出过面, 恪守着林承明媛应有的教养, 没有炫耀, 和陆金川保持着距离, 可笑的是, 知道他之后, 送礼每天都害怕, 尤其是在知道怀孕后, 整个人似乎处在水深火热里, 怕林珊一句话含走陆金川, 更怕自己, 因为陆金川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送礼其实并不羡慕林珊是无人不知的千金名媛, 一线巨星, 他羡慕的是林珊家里人对他的呵护, 他大概是天生与亲情无缘的, 他叫送礼, 小时候去上学时, 同班的同学在知道他的名字之后问, 为什么你妈妈姓林, 你爸爸姓姜, 你却姓宋啊, 你是不是不是你爸爸妈妈的小孩, 送礼回家问林巧, 林巧冷漠地盯着他, 眼神让他打心眼里发慌, 他得到了一个答案, 阿黎, 这是你亲生父亲取的名字, 他不要你, 就起了这个名字, 送礼, 送礼,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没志气的女儿, 林巧愤怒的声音, 把送礼的思绪强行拉了回来, 那个女的是谁啊, 她那么好, 女婿怎么不娶她, 反正我说了, 你不能离婚, 送礼你要是想气死我, 你就跟女婿闹, 林巧说完, 就摔了电话, 送礼死死咬住唇角, 捏着手机的手在颤抖, 时间流逝, 一瞬间, 主卧的灯光随着送礼的眼眸, 骤然寄然, 楚月知道苏承武到绿城香榭之后, 也坐不住, 立刻赶了过来, 他一句话没说, 静止到书房找陆金川, 他的表哥是个典型的工作狂, 凌晨之前基本上没怎么睡过, 楚月推门进去的时候, 陆金川正在处理文件歌, 陆金川先眸瞥了他一眼, 有诗, 楚月朝陆金川看去, 只看见他的桌面上放着一个相框, 女人看着镜头笑得明媚如花, 宛如一抹娇阳, 一瞬间将冷色调的书房调亮, 很像山姐姐, 可是楚月却一眼能看出来区别, 林山是国际巨星, 又是凌晨名媛, 笑得优雅矜持, 不会这么热恋, 这是, 宋黎, 哥, 你不会真的爱上宋黎了吧, 楚月瞳孔张大, 你今天过来, 就是为了问这个, 陆金川唇半上条, 男人骨子里带着薄粮, 看谁都让人觉得发冷, 楚月答非所问, 山姐姐已经回来了, 宋黎根本就配不上你, 陆金川站起身, 高大挺拔的男人, 似乎覆盖住了他头顶所有的光, 花园里的油和你有没有关系, 你怀疑我, 楚月脱口而出, 他心里是委屈的, 为了一个刚到他世界一年的女人, 陆金川质疑陪伴他24年的自己, 楚月咬着红唇, 眸底闪过一抹凶光, 他讽刺一笑, 是不是宋黎说的, 他就是看我喜欢山姐姐, 所以在你面前上我的眼药水, 你不要让他得逞, 陆金川的唇绊紧拧成一条直线, 月月, 我的问题很难回答, 他抬起头, 对上一向疼爱自己的哥哥的眸光, 当然, 楚月话都没说出口, 就被陆金川给打断, 他不由分说, 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他不喜欢你, 孩子生下来之前, 减少来绿成香榭的次数, 第十章, 出国散心, 不是商量的口吻, 这句话, 更像是在向他下达命令, 这种限制他出现在绿成香榭的事情,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楚月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脸上的表情再也挂不住, 哥, 你说什么, 陆金川从前家里抽出来一张卡, 递过去, 听话, 去国外散散心, 陆金川的眸光急沉, 这是不悦的前兆, 楚月太了解自己的兄长, 因为陆金川给的照顾极多, 所以, 他从小就是个十足的胸控, 不允许任何人说陆金川的不好, 觉得陆金川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 值得最好的人, 可就是一个乡下来的送离, 破坏了他们兄妹之间的关系, 楚月咬着唇角, 点着头一步步后退, 好, 我要交接手里的工作, 后天出国, 可以吗? 楚月眼角里含着泪, 陆金川拧了凝眉心, 淡淡地开口, 随你, 书房他待不下去, 别敢出门, 已经够丢人了, 明媛的骄傲, 不允许他在哥哥面前哭出来, 他转身小跑出去, 一路跑出别墅, 站在空旷的别墅门口, 他转过身, 看身后灯火通明的别墅, 表情猙獰, 扭曲了一张漂亮的脸蛋, 陆金川最疼他了, 一定是因为孩子才对他急言利色, 只要孩子没了, 他还是哥哥最疼爱的妹妹夜色里, 风掀起他病边的发丝, 楚月拿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帮我做件事, 宋黎一觉睡到了天亮, 他怀孕之后, 唯一的症状大概就是试睡了, 显然宝宝心疼他, 经过昨天晚上和林巧的通话, 宋黎更加坚定要有自己一个工作的想法, 女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来不可能依附任何人, 尤其是男人, 吃了早餐, 要出门的时候, 宋黎和陆金川对上, 他拿着手机正在谈工作, 看见宋黎掐断了电话, 外面的阳光极好, 光线穿过别墅的回廊, 透过窗, 落在他的肩膀上, 给俊美俊秀的男人平添了一份毅力, 动人心弦, 要出去, 宋黎点了点头, 他过分地安静, 点了头之后, 再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陆金川眸光灰暗, 朝他伸出手, 宋黎, 宋黎摇头, 你的是要紧, 男人的手没有收回去, 停在他面前, 空气骤然凝制在一起, 他脸着眉, 唇半上翘, 看上去温柔如水, 宋黎知道, 他不跟他走, 他们两个可能都走不了, 牵手在宋黎心里过于亲密, 哪怕他们之间什么都做过, 可是他那一瞬间, 他出气地不愿意牵着双手, 上前一步, 宋黎挽住了陆金川的手臂, 声音温柔软弱, 走吧, 他并未看见, 男人骤然深邃眸光, 宋黎让陆金川, 把他送到陆氏附近的大型商场楼下, 然后独自下了车, 去运营馆逛了一圈, 宋黎看了一眼时间, 他给几个公司投提了简历, 到时间可以面试, 一个上午在凌晨市区兜兜转转, 有想聘用他的, 但均在知道他怀孕之后, 改变态度, 凌晨的夏天很热, 宋黎找了一个树荫, 刚在树下的长凳上坐好, 盛蓝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宋黎, 他还是接了, 怎么了, 太太, 陆总让我接您一起吃午餐, 时间停在十一点的指针上, 宋黎深吸了一口气, 报了位置, 因为距离路是不远, 所以盛蓝来得也快, 不到十分钟, 车里开了空调, 凉气瞬间驱散了他身上的暑气, 盛蓝开车, 宋黎坐在车子后面, 用手机查询凌晨其他的招聘信息, 发觉车子走得越来越偏实,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周围的环境越来越老, 像是在市区, 又不太像, 盛特住, 这是去哪儿, 盛蓝低声回答, 去一家私房菜馆, 太太不用担心, 我是给陆总工作的, 绝对不会卖了太太, 她很冷, 哪怕是开玩笑, 也冷得和陆金川如出一辙, 有什么样的老板, 就有什么样的助理, 宋黎没在开口, 又绕了几个弯, 周围的建筑有些老旧, 又或者是仿旧, 盛蓝说到了, 宋黎下了车, 盛蓝说, 太太等一等, 我去停车, 马上过来, 看见她点了头, 盛蓝才把车子开走, 宋黎没敢动, 附近一个人都没有, 周围的建筑也相似, 像是一个巨大迷宫, 她在一个很深的巷子里, 连通其他几条巷子, 她觉得, 她只要动一下, 就会迷失在这里, 而且这里背光, 夏天站着也不会热, 反而有种轻忧的感觉, 宋黎不喜欢这里, 很压抑, 她拿出手机, 刚想给陆金川打电话, 电话没拨通, 先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这一声痛哭, 冷不丁吓到了宋黎, 妈妈, 大人都容易迷路的地方, 小孩更容易迷路, 宋黎寻着声音找过去, 看见一条巷子里, 站着一个三四岁的男童, 他哭得很伤心, 显然是迷了路, 宋黎走过去, 伸手去拉孩子, 还没来得及开口, 一声尖叫, 顺手推了宋黎一把, 巷子周围很窄, 女人力道很大, 宋黎整个人摔在了墙上, 为了保护孩子, 她的手臂垫在小腹和墙壁中间, 坚硬的墙壁瞬间将娇嫩的肌肤划破, 血冒了出来, 火辣辣的痛, 宋黎猛了一瞬间, 就在这时, 手臂被人从后面拽住, 将他掀了过来, 一个黑影扑上前, 宋黎瞳紧缩不要, 那个男人手持一根粗大的棍棒, 狠狠地朝他的小腹挥了下来, 尖锐的刺痛, 瞬间麻痹了宋黎所有的感官, 男人举起手, 还要打第二棍, 宋黎双臂伸过去, 紧紧地护住, 麻木的痛将宋黎笼罩住, 双腿间热流翻涌而下, 宋黎能清晰地感觉到流失感, 眼泪无法控制, 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不停地下坠, 身体往地上滑, 宋黎气不成声, 孩子, 我的, 孩子, 拿棍子的男人不死心, 还要动手, 被抱着孩子的女人拉住你疯了, 再打出人命怎么办, 她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 男人很粗俗, 往地上催了一口, 一把抱起孩子就往外走, 第十一章, 孩子没了, 宋黎好痛, 她整个人都是茫然的, 呼吸再痛, 心跳还在痛, 她扶着墙, 想站起来, 几度失败, 女人转身时, 被宋黎紧紧拽住裤脚, 她吓了一跳, 宋黎泪眼惺忧, 苦苦哀求, 求求你, 救救我的孩子, 求求你, 她脸上的眼泪越来越多, 眼底却残存着一丝亮光, 渴求如有实质, 女人有一瞬间的不忍, 但不知道想到什么, 还是一脚把宋黎踢开, 消失在小巷子里, 宋黎机遇崩溃, 她靠在地上, 一点一点往外挪, 她的包就在两步远的地方, 可是第一次, 宋黎觉得两步这么遥远, 手将要摸到包的时候, 宋黎在朦胧的视线中, 看见了一对男女, 他们站得很近, 女人身形窃条, 穿了一件水红的连衣裙, 包裹着娇好的身体, 站在高大俊美的男人身边, 宛如天造地设的一对碧人, 陆金川, 她喃喃着叫出声, 男人并未听到, 在女人靠近时, 伸手拦住她的腰, 半拥着人越走越远, 宋黎意识越来越轻, 躺在地上, 身体被地面的温度净凉, 一个世纪那么久, 身边响起了脚步声, 宋黎只看见了正亮的皮鞋, 以及做工精良的西裤, 沾满血的手紧紧抓住了眼前的西裤, 宛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救, 救我的孩子, 一双手将她从上抱了起来, 带上了车, 宋黎歪倒在陌生人的怀里, 熟悉的味道, 占据她的呼吸, 带着几分檀香, 带着几分独属于男人的温柔, 一如一年前, 在凌晨无处可去的时候, 陆金川宛如从天而降的天神, 将她带回了绿城乡县, 如今, 她的天神抛弃了她, 而被送离惊念的陆金川对此一无所知, 她要楚悦离开凌晨, 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 楚悦同意了, 下午她在四方菜馆准备了送行宴, 邀请了几个熟人, 通告极多的凌山都推开行程, 专门腾出来时间, 要过来, 陆金川不是一个冷情的人, 连这个面子都不愿意给楚悦, 她拐了弯, 接到凌山一起过来, 四方菜的位置偏僻, 陆相对仿旧, 凌山穿着高跟鞋, 一脚踏空, 朝陆金川的方向倒了过去, 陆金川眼疾手快, 伸手揽住了她的腰, 凌山顺势拉住陆金川的手臂, 低声说, 扶我一下, 陆金川不置可否, 扣着女人腰线的手眉松, 直到上了菜馆的台阶, 才松开, 站在四方菜的大门口, 陆金川若有所感, 下意识回头, 远远的, 她看见了男怀, 她很适合黑色, 长身玉立, 她应该是从后门出来的, 怀里抱着一个女人, 深色的西服外套照在女人身上, 只露出一双洁白的小腿, 在阳光下发着光, 漂亮地让人心动, 凌山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忽然笑了, 阿川, 你看男怀这个眼神, 可不像在看对手, 陆金川的视线挪到她的身上, 薄唇上挑, 像什么? 凌山眨了眨漂亮的毛子, 小声说, 像是看上人家了, 陆金川吃笑, 珊珊待会儿跟陈武一起回医院挂个眼科吧, 好歹是一线名魔, 身残之间这个主题不太适合你, 正说着话, 一道闪光灯亮了一下, 是狗仔, 陆金川眯了眯眼睛, 拿出手机, 拨号的手被凌山压住, 他撩了一下长发, 红唇一翘, 阿川, 这些记者是我请的, 我刚回国, 需要一点噱头, 陆金川有些讶异, 你以前不喜欢这些东西, 你也说了, 那是以前, 人都是会变的, 凌山灿然一笑走吧, 月月还在等着我们呢, 陆金川又朝南淮的方向看了一眼, 一辆车子停在他面前, 男人抱着女人上车时, 吸服下滑, 他看见了女人腿上都是血, 压下心口的不舒服, 陆金川对凌山说, 你先进去, 我打个电话, 凌山又强调一遍, 不许阻止记者上通稿, 得到肯定答复之后, 凌山才进去陆金川点了一根烟, 调出来盛丸的电话, 打过去, 对方接得很快, 陆总, 查一下, 刚才南淮带谁到股像私房菜馆吃饭了, 陆金川和南淮之间, 就是陆氏和RL之间的较量, 更是凌成资本角逐, 从来没有良性一说, 他不介意, 手里多南淮一个县城的把柄, 圣兰应声之后, 陆金川并未掐断电话, 又问太太人呢, 电话里, 工作素质极强的男人, 难得沉默了片刻, 才低声开口我现在, 去接太太用餐, 送礼醒来的时候, 外面暮色西沉, 他动了一下, 手上扎着针, 抬眼只看见了巨大的吊瓶, 以及剩下一半的透明液体, 他身上好痛, 尤其是小腹, 宛如被车碾过, 送礼眼睛很酸, 心口锥心刺骨的痛, 可是干涩的眼睛没有一滴泪, 他知道, 他的孩子离开了, 醒啦, 低沉的声音, 男人的音调宛如大提琴, 送礼看去, 男人长得极为扎眼, 五官轮廓分明, 格外精致, 皮肤也偏白, 男怀穿着黑色衬衫坐在病房边, 冷白的灯光, 令他看上去渴望而不可及, 男怀, 嫁给陆金川之后, 宋黎偶尔看财经报纸, 凌晨的财经报,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人图版, 男怀点了一下头, 所以他拽住的人, 那个味道熟悉的人, 是男怀, 陆金川的对手公司总裁, 竟然救了他两次, 宋黎心脏急痛, 孩子没保住, 他声音很淡, 但是足够刺痛宋黎的心脏, 好在男怀没有任何的怜悯和惋惜, 宋黎垂下眼瞼, 脑海里嗡嗡乱响, 情绪险些崩溃, 他强忍着, 没有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在男怀的身上, 他睁大眼睛, 小声问, 男总, 这次和上次的医药费, 我专给你, 男怀没有拒绝, 两个人交换了微信, 他点击屏幕的手指都在颤抖的, 男怀忽然开了口, 对了, 刚才有一个女人打电话过来, 他应该快到了, 女人, 话刚落音, 病房门猛地被人从外面推开, 送送, 送离钻井床单, 是云梦, 云梦到了, 男怀接着开口, 你受伤很严重, 我带你来医院的时候, 让秘书帮你报了警, 警察来过, 你都没醒, 他们应该会再来, 第十二章, 一个人情, 云梦连连点头, 向男怀道谢, 后者无意打扰他们, 告辞离开, 他走之后, 云梦直接扑到床边, 上下检查着他, 云梦看一眼就觉得痛, 他恨不得对陆金川破口大骂, 还没开口, 警察在护士的带领下来露口供, 为什么去淮安巷, 淮安巷就是迷宫巷, 我丈夫的秘书带我过去用餐, 那里算是凌晨的网红地, 空的地方很空, 但是也有很多深藏不落的高手在谋生, 私房菜馆闻名凌晨, 警察很清楚你丈夫呢, 是报警人吗? 送离摇头, 陆金川这个时候, 应该是沉浸在与初恋相逢的喜悦里, 警察又说对你行凶的人的样子, 还记得吗? 送离记得她很黑, 长得也是凶神恶煞, 眉间有黑质, 是个左撇子, 左手上还有一条蜈蚣一样的疤, 做完笔录, 警察离开, 云梦是个聪明的女人, 总觉得送离的语言里对不上, 送送, 如果是盛兰带你去吃饭, 她有没有在找你? 送离摇头, 陆金川不爱她, 她身边的人开始没那么尽心尽力, 苏兰如是, 盛兰亦然, 云梦翻了送离的手机, 没有盛兰的来电, 她不敢提孩子, 放手机时, 看见了送离上次在绿城香泄受的伤, 伤痕遍布娇嫩的掌心, 这是怎么回事? 云梦拽住她的手, 声音颤抖, 陆金川这个王八蛋, 他当初明明说过, 会把你捧在手心上的, 这些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云梦扶住送离的肩膀, 送送, 陆金川为什么没有过来? 你上次跟我说, 你们之间没什么, 是不是在骗我? 病房里开着电视, 电视连接的是凌晨本地频道, 声音很小, 在病房里开着, 完全不会影响病人休息, 云梦问她问题的时候, 送离的视线早就挪到了后面的屏幕上, 里面插播着一条娱乐新闻, 一线名模恋情曝光, 男友疑似陆氏总裁, 记者晒出来陆金川揽着灵珊的照片, 两个人站在私房菜馆相视一笑的照片, 送离的瞳孔渐渐泛红, 这一切都让她痛不欲生, 她不由自主想起她抱着灵珊往私房菜馆去的样子, 惨然一笑, 送离死死咬住唇角, 他们那么亲密, 所以她越来越像是一个笑话, 送送, 云梦察觉到送离的异样, 转身看去, 不看不要紧, 一看瞬间火冒三丈, 送送, 陆金川出轨了吗? 送离摇摇头, 她抿着唇半凄凉一笑, 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了, 不管陆金川和谁在一起, 都不算出轨, 离婚协议书, 云梦只觉得自己错过了太多情节, 明明半个月前送送和陆金川还好好的, 包括上次电话都没有异样, 你们要离婚? 送离指了指自己的脸, 又指了指屏幕中的灵珊, 梦梦, 我和她是不是很像? 这种话很傻很傻, 从大学起, 灵珊一炮而红之后, 她周围的好友或者同学都在用艳羡的口吻说, 她真的和灵珊好像, 这一刻, 至少云梦说不出来违心的话, 因为送离, 她粉过灵珊, 所以更为了解, 送离和她不仅长得像, 声音也像, 云梦的犹豫足够诉说一切, 她是陆金川的初恋, 云梦听出来的大概, 她冷冷一笑, 陆金川就因为这个女人要和你离婚, 这一刻, 所有的喜欢都成为了泡影, 云梦拧着眉灵珊好歹是个公众人物, 公然和别人的丈夫出现在娱乐版面, 还态度暧昧, 是仗着陆金川几乎垄断凌晨经济, 无法无天对吧, 灵珊有底气, 必然是有人纵容, 送离深吸一口气, 所有的眼泪往肚子里咽, 她一向有主见, 可是在知道孩子没有那一刻, 心碗露死了, 梦梦, 我后悔了, 送离的眼眶发红, 如果当初她听云梦的话, 那么她不会嫁给陆金川, 赔上自己的一颗心, 更不会失去孩子, 被人当成替身这种狗血至极的事情, 也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一切都是美好的, 送离眼睛里都是痛楚, 云梦心疼极了, 现在后悔也不晚, 送送,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送离垂下眼瞼, 伸手捂住小腹, 她可是刚刚知道孩子的到来, 还没来得及做准备, 就没能保住她, 云梦被她的动作刺激到, 说, 送送, 和她离婚, 陆金川心里有人, 你和她在一起, 根本就不会幸福, 不是你说的吗,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比谁高贵的, 离开陆金川, 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 云梦一把将送离抱住, 我看南怀就不错, 梦梦, 你别开玩笑了, 云梦摇头, 我不是开玩笑, 南怀好歹是男士财罚的少东, 应该很忙的, 他把你送到医院, 完全可以让秘书守着你, 不必什么都亲理亲为, 这也太离谱了, 送离觉得, 南怀就她, 大概是为了陆金川的人情, 只可惜, 她和陆金川之间的夫妻情分少得可怜, 她扯了一下唇角,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外面天渐渐黑了, 这次流产, 送离元气大伤, 晚上给她掉水的护士, 是之前检查时遇见的护士, 这次她没有在凶, 认真给送离讲注意事项, 云梦陪她到晚上九点多, 期间陆金川一个电话都没有来, 反而警察联系了送离, 宋小姐, 盛先生否认带你到淮安巷的事情, 至于你说的那个人, 淮安巷附近没有找到类似居住人员, 哦, 对了, 淮安巷的监控遭到了人的恶意破坏, 案件暂时没有办法继续开展, 这句话宛如晴天霹雳, 宋离手机从手里脱落, 掉在病床上, 云梦被她吓了一跳, 怎么了, 谁的电话, 宋离忽然捂住脸, 她没有哭出声, 可是身体在颤抖, 那些令人压抑的悲伤再也抑制不住, 眼泪从指缝里冒了出来, 宋宋, 宋宋你不要吓我, 宋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松开双手, 眼睛通红, 眼底都是血丝, 因为这一些变化, 漂亮的脸上染上了几分凝色, 宋宋, 宋离紧紧攥着床单, 梦梦, 帮我个忙, 第十三章, 我要出院, 你说, 我要出院, 我要回绿城香榭, 就现在, 云梦没见过这样的宋离, 自然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起身就去给宋离办理出院手续, 病房里只剩下宋离一个人, 她举起手, 看手心的伤, 绿城香榭里面的橄榄油, 出现在卧室里的楚楚, 圣兰不承认带她去过迷宫像, 以及莫名其妙出现在迷宫像里面的人, 丈夫陆金川, 可是陆金川可能不知道, 在她说出让她把孩子留下来那句话之后, 她曾有多开心, 她对未来充满期许, 可是她的幸运被一个男人轻轻松松赠语, 打破, 柔烂, 云梦办完出院手续冲到宋离面前, 宋宋, 这么着急, 出院干什么, 宋离已经换好了衣服, 她站在室内的电视屏幕前, 面无表情地盯着上面的新闻, 狗仔持续跟踪陆金川和临山的后续, 一个是一线名模, 长相出众, 一个富可敌国, 俊美无双, 这样的爱情故事大抵是人人艳羡的, 记者拍到临山坐着陆金川的车, 在离开迷宫巷之后, 一起回到了私人住宅里, 云梦呸了一声, 算是我看错陆金川了, 宋宋, 你不要因为这种人伤心,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 等你好了, 姐带你去酒吧, 点他十个八个小哥哥小弟点, 好好体验女人的快乐, 反正离婚了, 云梦沉默了片刻, 孩子没了, 以后也不会再有牵连, 不, 宋梨的声音很轻, 脸色很白, 他唇半息动, 忽然笑了, 我反悔了梦梦, 一个小时后, 宋梨回到了绿城乡县, 管家看到宋梨之后, 很惊喜, 太太, 您终于回来了, 想吃什么, 我给您做吧, 宋梨知道, 管家对他殷勤备质, 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他流产的事情, 他挑起唇脚, 低声说, 那就麻烦管家, 给我蒸个螃蟹吧, 管家木然, 宋梨没理会他的反应, 带着云梦直接上了楼, 进了书房, 在抽屉里找到了那份, 他已经签过字的离婚协议书, 云梦还没反应过来, 吓一秒, 撕拉一声, 离婚协议书变成了碎片, 云梦呆了呆, 宋宋, 你干什么, 他没有回答, 直接回了卧室, 结婚证他和陆金川人手一份, 他在书房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找到了陆金川的他的那个一直在卧室的衣帽间里, 妥善保管, 宋梨将结婚证掀开, 用手机拍了照片, 登陆上微博, 编辑了文案, 直接上传, 做完这些, 他拿着手机, 直接关了机, 这一系列动作, 一气呵成, 随后, 他坐在卧室的大床上, 脸上满是空忙无措, 云梦顿了顿, 宋宋,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他自己都没发现, 他的身体小幅度地颤抖着, 宋梨起身, 拉着行李箱直奔衣帽间, 装了几件衣服, 牵着云梦的手往楼下走梦梦, 我们走, 宋梨的消息在网上炸开了锅, 陆先生有妻子, 希望各路记者不幸谣不传谣, 不要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 下面的配图就是结婚证, 照片宋梨处理过, 两人的个人信息打了码, 可是名字和照片都在, 这条微博把平日里潜水冲浪的能人意识, 全都炸了出来, 一个平日专注P图的大V转发了宋梨的微博, 加了文案毫无PS的痕迹, 这算是实锤, 结婚正是真的, 陆金川结了婚, 灵珊的微博, 因为这个, 一瞬间沦陷, 灵珊小三, 灵珊陆金川, 陆金川已婚, 几个词条迅速占据微博热搜, 彼时, 夜色迷离, 灵珊, 陆金川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 楚越见状, 笑着打趣, 不是吧, 怎么瞧, 灵珊看了一眼手机, 她先皱眉, 一般她的私人时间, 没事经纪人是不会打电话过来的, 陆金川已经接了, 灵珊没有多想, 也跟着接了, 经纪人的声音气急败坏, 珊珊,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热度, 你这个热度, 可真的够独树一致的, 灵珊顿了顿, 名模虽然比演员要高级一点, 可是知名度不如演员, 灵珊在模特界已经没有办法再突破, 她想要转型, 经纪人愁热度已经很久了, 灵珊说自己解决,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 灵珊竟然是这样解决的, 怎么了? 灵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温柔, 经纪人发了火, 怎么了? 你自己看看热搜吧, 你和谁传绯闻不好, 非要和一个有父之父传,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都怎么说你, 说你不叫灵珊, 叫灵三, 灵珊脑子嗡了一声, 电话里一片盲音, 她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手已经点开了微博, 灵珊是自信的, 她自信陆金川深爱她, 哪怕是她已婚, 就凭陆金川找的妻子和她相似度极高, 就凭她结婚一年, 死死隐瞒, 灵珊贵族圈子里知道的没有几个, 可是, 看到热搜, 灵珊脸色大变, 她下意识地看向陆金川, 显然, 她接到的电话, 也是关于这件事情的, 楚越和苏承武看出来不对劲, 后者问, 阿川, 珊珊, 怎么了? 灵珊抿着唇扮, 有些委屈, 我想在阿川身上这些热度, 但是陆太太好像会错意了, 她在微博上公开了他们的结婚证, 灵珊眼圈都红了, 因为进入娱乐圈之前, 她是临城名媛, 所以入圈之后, 她非常爱惜羽毛, 网络暴力这种事情, 从来就没有在她的身上发生过, 网上的评论简直不堪入眼, 灵珊看了两三条, 就退了出去, 楚越也开始进微博, 她直接进不去, 微博瘫痪, 已经开始抢修了, 楚越拧着眉心, 哥,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和宋黎说过隐婚的吗? 我早就知道宋黎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看见一点风吹草动就按捺不住, 哼, 这回恐怕是拒不下去了, 陆金川刚起身, 苏晨武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号码, 她接了, 第十四章, 怕我凶你, 苏院长, 你朋友的妻子办理了出院手续, 刚流产过就出院, 对身体损伤会不会有点大? 苏晨武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陆金川, 谁? 宋黎, 护士应了一声, 她刚刚离开医院, 我们大家都没能拦住, 这样如果出了事, 我们医院是没有责任的, 你要劝劝您朋友, 做好流产后保养事宜, 怎么回事? 护士小声说, 具体我不太清楚, 好像是被人用棍子打了, 警察来录了笔录, 我只知道送她来的时候, 她浑身是血, 苏晨武脸上的笑容猛地消失, 她掐断了电话, 陆金川面色冷沉, 显然是心情不渝, 见她收了手机, 说, 你送珊珊, 她的身后响了起来, 送离的孩子没保住, 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楚月, 豁然坐了起来, 你说什么? 陆金川也回了头, 苏晨武低声说, 人为流产, 送到医院的时候都是血, 警察去医院路过口供, 而且护士说, 她已经出院了, 夜色迷离, 灯光灰暗,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那一瞬间, 苏晨武似乎在陆金川的毛子里, 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痛苦, 这种错觉稍纵即逝, 再看过去, 陆金川已经恢复如常, 她推开包厢门, 走了出去, 这个包厢里面, 最高兴的大概就是楚月, 她冷冷一笑, 孩子没保住, 这说明了什么, 恨他的人太多了, 这就是夺人所爱的报应, 月月, 灵山扯了楚月一把, 楚月一把甩开, 起开, 我要跟我哥回家, 好好看他的笑话, 刚走两步, 苏晨武一把把人拽回来, 灯色迷离, 一向温柔的男人冷了脸, 哪也不许去, 宋黎拉着行李箱, 牵着云梦刚走到别墅门口, 遇见了陆金川, 他很高, 宋黎看他要抬头, 居高临下, 只看他一眼, 他就浑身发浪, 宋黎以为自己很坚强, 可是只是看他一眼, 他就又开始抖, 心和身体一起开始颤抖, 陆金川凉薄的视线 落在他手里的行李箱上, 他不动声色, 将车钥匙放在玄关, 问, 陆太太这是打算去哪? 没等宋黎开口, 云梦一把把宋黎拉到自己的身后, 阴阳怪气一笑, 陆先生管得着吗? 你在外面风花雪月, 美人在怀, 还有空管我们宋宋的死活, 不过也没关系, 你不管我管, 云小姐, 这是我们的家事, 陆金川涵养极好, 哪怕是云梦没好气, 他也没有生气, 宋黎拉住云梦, 他抓得很紧, 紧得云梦皮肤都是痛的, 云梦净声, 他下意识回眸, 宋黎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身形纤细, 摇曳着, 腰枝仿佛一折就断, 宋宋, 宋黎强迫自己冷静, 半赏才扯出来一抹苍白的笑容, 我出去住一段时间, 陆金川强硬地挤到云梦和宋黎中间, 他单手接过宋黎的行李箱, 单手紧紧地抱住宋黎的腰, 两个人靠得极静, 配合他的身高, 陆金川微微低头, 看着他, 小声问, 怕我兄弟, 陆金川指的是热搜的事情, 短短半小时, 在网上掀起这么大的浪, 只能怪陆金川的热度不下当红明星, 宋黎沉默, 陆金川吃笑一声, 我教过你, 敢做敢当, 不做逃兵, 宋黎仰着头, 反问, 你呢, 你做到了吗, 陆金川愣住, 什么, 宋黎开始笑, 他很用力地在笑, 陆氏集团的总裁, 凌晨的天之骄子, 娶了我宋黎, 我是沧海里的遗宿, 人海里的一员, 陆金川, 你说敢做敢当, 在我们领了证后, 没有婚礼, 宋黎抬着头, 笑得讽刺, 我愿意做这些, 前提是你, 把我当成妻子, 可我现在明白了, 你不肯让人知道, 只是为了另一个女人, 有意思吗, 你是不是觉得, 你很深情, 宋黎伸手去拿陆金川手里的行李箱, 陆金川毕了一下, 今天的娱乐头条, 是杉杉需要热度, 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宋黎忽然拔高声音, 尖叫出声, 你说这句话之前, 能不能把你身上的香水味洗掉, 他很尖锐, 眼泪破防, 汹涌而来, 陆金川顿住, 宋黎很少哭, 可是最近他的眼泪越来越多, 宋黎猛地推开陆金川, 不要再把我当成傻子行不行, 陆金川, 拿你自以为有道理的话来, 说服我之前, 你能不能先说服你自己, 宋黎擦着他的肩往外面走, 几个保镖堵着门, 一点缝隙都没有, 宋黎出不去, 陆金川动作缓慢地转身, 要闹脾气就在家和我闹, 你出去是要找谁, 他握住他的手腕, 纤细地几乎握不住, 养了一年, 仍是这样, 一点肉没长, 宋黎要挣扎, 陆金川说, 孩子的事情,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他顿住, 不可思议地看过去, 陆金川抬了抬手, 保镖四散站开, 大手松开, 宋黎站在门口, 只要他愿意, 就可以走出这个门, 警察查不出来的东西, 你想好了, 出了这个门, 谁能查到, 来的路上, 陆金川已经拿到了全部的信息, 要说不生气, 那是假的, 在他眼皮子底下, 动了他的女人, 不论是宋黎是否是他深爱的人, 这个人都是明晃晃地举着手, 往他的脸上, 抽是个男人, 都忍不下来这口气, 宋黎瞪大眼睛, 他唇半张合, 声音颤抖, 你知道了, 陆金川默认, 宋黎又哭又笑, 站在他面前, 他满心恍然, 所以他知道了之后, 就是这种反应, 所以孩子没了, 只有他一个人, 觉得是天塌了, 所以, 他对孩子毫无期待, 在知道所有事情之后, 一昧逼迫, 再无其他, 宋黎与陆金川的僵持, 没超过一分钟, 眼前一黑, 整个人回归黑暗, 他身体滑落在地上, 陆金川垂眸看了他一眼, 云梦把男人的所作所为, 尽收眼底, 心里凉了一大截, 他居高临下, 俯瞰众生一般, 瞥了一眼宋黎, 漂亮的眸底, 一点感情都不带, 无情无欲, 第十五章, 灵山高贵, 遇见他, 不知道是宋宋的劫难, 陆金川俯身, 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走了两步, 他侧过身看向云梦, 云小姐, 麻烦你在绿城相卸住两天, 阿黎的情绪不太好, 你再可能会好些, 云梦也不想离开, 他和宋黎从小到大的情谊, 这个世界上, 要论最在乎宋黎感受的人, 必然是他, 苏承武似乎在等着陆金川的电话, 没十分钟, 人就到了,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 小嫂子这次流产, 对身体损伤太大了, 元气大伤, 加上情绪波动太大, 所以导致晕倒, 苏承武列出来许多药, 西药先停停, 让管家给他熬中药吃, 陪圆固本, 还列出来许多注意事项, 建议小嫂子在家里休息几天, 陆金川伸手接过, 点了头, 陆金川和苏承武出门时, 云梦在卧室外面掰手指头, 紧张溢于言表, 看苏承武出来, 小跑着过去, 性眼微瞪分外干净, 送送药不要紧, 云梦长相偏可爱, 苏承武不由产生了逗弄的心思, 药锦是怎么定义的, 云梦被问呆了, 这话说的, 如果他知道药锦怎么定义, 他不就去救死扶伤了吗, 要不是指望苏承武是送送调养身体, 他能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你是医生吗, 怎么看起来不太严谨的样子, 苏承武愣了愣, 失笑道, 小嫂子没事啊, 好好调养, 今年还可以养孩子, 云梦不喜欢苏承武, 明明他笑得很好看, 可是他仍旧觉得讨厌, 得到宋梨身体没事的消息之后, 他一秒也不愿意多呆, 直接下楼直奔厨房, 帮管家给宋梨做菜, 管家已经给宋梨熬好了中药, 端上楼时已经是凌晨一点, 陆金川在书房加班, 宋梨人已经醒了, 他环抱着双腿, 坐在床上发呆, 长发遮着脸, 没开灯, 管家差点被吓到, 太太, 管家开了闭灯, 暖光很柔这是您的药, 宋梨没接, 反问, 陆金川呢? 先生在书房, 宋梨下了床, 踩着拖鞋往书房走, 推门进去的时候, 陆金川正在开视频会, 看到他, 他顿了一下, 道, 苏兰, 接下来的会议你主持, 在陆市工作也挺悲哀的, 凌晨两点还要开会, 和尚电脑, 管家端着要追了过来, 端着要晚, 管家小心翼翼地说, 太太, 这个要要趁热喝, 不然就没效果了, 宋梨似乎没听到, 眼睛直直地看着陆金川, 你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他并没有抱任何希望, 那是盛兰, 陆市集团总裁的高级助理, 除了陆金川, 谁能够用的动他? 陆金川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 穿着家居服, 长身玉立, 他伸手接过管家手里的药, 递到宋梨面前, 低声说, 吃药? 宋梨看着陆金川? 你在逃避话题吗? 逃避什么? 陆金川不是傻子, 瞬间被宋梨给气笑了, 所以, 你觉得你出事, 是我做的, 宋梨没有否认, 陆金川伸手拉住宋梨, 下午晕倒, 管家给他换了衣服, 睡衣将胳膊裸露了出来, 他手臂上的伤衣大片全部结了夹, 看上去触目惊心, 上臂似乎没有好的地方, 陆金川的眸光幽暗了下去, 他捏住女孩的手臂, 口吻极轻, 我已经让盛兰查了, 明天就能出结果, 宋梨心脏下坠, 把药送到他面前, 陆金川低声说, 把药喝了, 好好睡一觉, 这些事情, 我会处理, 宋梨捧住药碗, 让人作呕的味道传了过来, 宋梨盯着黑色的液体, 问陆金川, 中午的时候, 你是不是让盛兰接我吃午餐, 陆金川点了头, 迷宫像, 陆金川还真的不知道盛兰要带宋梨去哪里, 但是盛兰做事向来有分寸, 他默认了, 宋梨眼底的光寂灭, 端着碗转过身, 一颗眼泪砸在药碗里, 溅起水化, 宋梨把碗灌进嘴里, 要很苦, 似乎一直苦到了心里, 宋梨往外走, 心里一点点捋顺自己的思绪, 陆金川让盛兰带他去迷宫像, 不管孩子没了和他有没有关系, 但是肯定另有奇异, 他想让他知道, 他心里只有灵山, 让他知难而退, 不要仗着孩子, 无法无天, 盛兰停了个车, 为什么没有再打电话, 证明孩子的事情和他有关系, 就算是不是凶手, 也知道凶手是谁, 监控不是偶然间被破坏的, 这一切都是提前预谋, 而他从知道怀孕到流产, 不超过三天, 有这个本事的人, 凌晨屈指可数, 宋梨再也睡不着, 站在卧室里, 站到了天亮, 期间陆金川没有再来过, 孩子没了, 陆金川连样子也懒得装, 因为宋梨自曝, 灵山的团队忙得团团转, 网上的舆论一面倒向宋梨, 自从发生之后, 宋梨就处于神隐状态, 一个网友的评论引起了全员关注,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灵山和陆太太长得是好像啊, 这鼻子, 这眼睛, 要不是一个姓宋, 一个姓林, 我都要怀疑是不是亲生姐妹了, 换句话说, 灵山是仗着自己和陆太太像, 所以主动勾引陆总呢, 这条微博下面炸了锅, 搞搞清楚, 我们珊珊和陆总可是青梅竹马, TM算什么越级碰瓷, 我们珊珊仗着自己像她, 这个女人有一态气质可言, 就算是像, 说一句, 她像我们珊珊都是给她脸, 是是是, LS高贵, LS是神, 你们家争主那么厉害, 当初陆金川为什么不娶她, 反而在二十年后选择了SL, LS家的粉丝到底是什么绝品NT, 还在这里洗地呢, 叫什么灵山, 叫灵山去吧, 灵山和陆金川之间的暧昧, 显然对网民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记者临时反水, 自曝自己是被灵山雇佣, 全程跟踪报道的暧昧信息, 一时间灵山热度高涨, 黑红黑红的, 这算什么, 上赶着当小三呗, 这还不够实锤吗, 灵山的粉丝继续洗地啊, 青梅竹马不至于不知道, 人有老婆吧, 司马一只心, 路人皆知, 第十六章, 你说个数, 灵山的经纪人疯狂地联系记者, 要求他撤销微博的时候, 被记者婉拒, 经纪人显然知道, 记者想要好处, 你说个数, 钱可以商量, 记者的态度难得强硬, 实话和你说了吧, 你给多少, 我都不会删微博, 也不会解释, 我要的数, 你也给不起, 在娱乐圈里混得久了, 经纪人早就已经是一个人精了, 有人让你这么做的, 是谁, 是你得罪不起的人, 记者撂下话, 直接掐断了电话, 灵家在灵城的底蕴, 几乎超过陆家, 只不过这些年, 陆家和南家的基因优良, 一军突起, 迅速占据了灵城市场, 让灵家处于劣势,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敢让记者说出来, 是灵山得罪不起的人, 会是谁, 他沉着脸, 把手机摔到了灵山的面前, 珊珊, 要搞你的人, 恐怕是陆金川, 你胡说, 灵山下意识地否认, 狗仔跟踪这件事情, 是陆金川默许的, 如果没有送离这一出, 他根本不会这么困难, 有人要搞他的声誉, 那这个人, 也不会是陆金川, 经纪人和记者的对话他也听到,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的不只是灵山, 还有云梦, 热度最高的那条评论, 就是云梦写的, 陆金川要找替身, 敢做就要, 敢承担责任, 让正主变成替身, 虽然对不起灵山, 但是他在知道, 陆金川有老婆的情况, 还要闹绯闻, 又算什么好鸟呢, 粉了灵山这么多年, 粉转黑之后, 就是杀伤力最大的黑粉, 云梦是混粉圈的, 他放下手机, 跟宋黎聊天, 宋宋, 这件事情的关注点这么高, 肯定是有人在引导舆论, 灵山不敢再往陆金川的身上凑, 而且我关注过股市, 从昨天的消息出来, 陆市的股票就在下跌, 市值损失近二十亿, 陆金川没事人一样, 淡然地在家吃早餐, 云梦上午看见他时, 还见到他在看报纸, 这种人不险山不漏水, 只怕是最可怕的蛰伏, 室内开了冷气, 外面温度太高, 宋李只见摸到窗户上, 瞬间凝成水汽, 他画着圈, 口吻平平, 孟孟, 这些对陆金川而言, 都是不痛不痒的, 我坏了他初恋的名声, 陆金川现在估计很不待见我, 云梦坐直身体, 陆金川他敢对你做什么, 现在不会做, 以后不确定, 宋李转头看向他, 外面阳光正好, 落入他眸底, 染上几分琥珀色, 动人心弦, 孟孟, 你要知道, 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 过不久, 离了婚再娶灵山, 说不定就是陆金川深情了, 宋李眼底一点伤心都没有, 全是平静, 我时间不多, 这段时间, 我一定一定要弄明白, 谁对我的孩子下了手, 这是宋李的执念, 和资本对迟, 只有找更大的资本, 宋李想离婚, 可是暂时离不开陆金川, 孟孟, 我需要找个工作, 为了以后离开有底气, 云梦点点头, 低声说, 我们一起去找, 这两天你好好休息, 我不用休息, 宋李坚持, 云梦拿他没办法, 他转念一想, 让宋李转移一下注意力也好, 胡思乱想, 容易异语, 刚出卧室, 就碰见了陆金川, 他在接电话, 眼睫低垂着, 站在叼着漂亮花纹的栏杆前, 黯然了时光, 听到脚步声, 他侧眸看过来, 被光线印着, 暖光冲淡了他的冰浪, 嗯, 我会让人把热搜压下来, 热搜两个字, 让宋李和云梦, 纷纷停下脚步, 陆金川收起手机, 视线落在宋李身上, 没有一点温度, 你要压什么热搜, 陆金川挑了一下唇角, 最近还有什么热搜吗, 陆太太统的窟窿, 我当然要填一下, 冠冕堂皇, 这就是陆金川所谓的敢做敢当, 陆金川, 你给灵山压热搜, 就不怕遭到网友的反扑吗, 宋李直视着他的眼睛问, 就算是你不在意流言蜚语, 你也不在乎陆氏, 不劳陆太太担心, 我有我的办法, 陆金川往前走了一步, 两个人的距离拉近, 他能嗅到他身上独有的浅淡清香, 宋李拉住陆金川的衣袖, 我不同意你帮灵山陆金川, 如果你帮他, 我就要联系警方, 发布迷宫向流查案件通告, 你考虑清楚, 这个消息发出去, 你的小青梅就坐实了小三的名头了, 那一瞬间, 陆金川眼底的温度降至冰点, 陆金川将他脸上的碎发掖在耳后, 软下声音, 孩子没了和珊珊无关, 你的心情我理解, 孩子也是我的, 我会调查, 珊珊忙, 听话, 不要再给他制造麻烦, 嗯, 陆金川说完, 与他擦肩离开, 他的话对他有天生的压制力,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的丈夫, 字里行间维护别的女人, 似乎他不同意他的决定, 就是要以卵基石, 博弈对象变成他, 和宋黎说话时, 陆金川的低气压吓到了云梦, 一直到他走, 他都没开口, 可是人消失之后, 云梦回味了一下他的话, 下意识地去看宋黎, 出人意外, 他竟然挑着唇绊笑了一下, 宋宋, 宋黎牵住他的手, 我们走吧, 梦梦, 你不伤心, 宋黎摇头, 其实不是针对灵珊, 只是试探, 明知道自己不如灵珊, 可是还是想知道, 自己和那个女人, 在陆金川心里, 到底差多少, 现在看来, 是他自取其辱了, 唯一的好处, 大概就是, 至少他知道, 陆金川的底线在哪里, 陆金川的动作极快, 直到他要帮灵珊之后, 网上的热搜, 就被替换掉了, 苏陈武, 楚越纷纷在微博发声, 苏陈武, 麻烦大家让让, 把我挤出来了, 图片, 照片里, 是四个人的合照, 月月月月, 明明是四个人的电影, 我和陈武哥哥, 却不配拥有性命, 不就是聚个会吗, 至于黑我山姐姐吗, 而且, 我嫂嫂也没有别的意思, 麻烦大家多多关注山姐姐的作品哈, 无良狗仔蹭我山姐热度, 建议中午出门, 因为早晚出事, 017, 网友也反映过来, 纷纷去找狗仔要雇佣证据, 但是, 记者一直没有给出回复, 第17章, 出席晚会, 反而是林山方下了律师函, 状告言语辱骂林山, 以及记者等人, 以侵犯个人名誉权为由, 从头到尾, 林山都没有发声, 这种以退为进的态度, 让网上一些慢写的声音, 少了不少, 大家都开始自我怀疑, 是不是真的错怪了林山, 再往前追溯, 林山业界风平极好, 从来没有绯闻, 而且因为是一线名模, 通告比较多, 可以称为模特界的老模, 这样的女人, 会是他们口中的小三吗? 换句话说, 她有空当小三吗? 只剩下一少部分人, 还人间清醒, 嘀咕陆金川结婚,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如果是聚会, 为什么陆金川不带老婆? 宋黎在这些人之间, 到底又是什么角色? 局势被逆转, 宋黎垂下纤长的睫毛, 出大门的时候, 她和云梦被人拦下来, 保镖低声说, 太太, 先生吩咐过, 您身体不舒服, 让您在家至少休养一周时间, 宋黎拧眉, 云梦想要和保镖理论, 被宋黎拉住, 我自己去和她说, 说完, 宋黎上楼, 陆金川刚换好衣服, 白色的衬衫, 扭扣扣在最上面一颗, 侧脸宛如古希腊神像一般, 找不到一点瑕疵, 怎么, 陆金川看见她, 低声问, 我要出眉堂, 陆金川神色未变, 你身体不舒服, 在家里好好休养, 宋黎低声说, 我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我不会害了我自己, 陆金川打好领带, 阔步走到宋黎的身边, 可是, 我不希望陆太太再出去, 给我添乱, 宋黎掖住, 陆金川动作很轻, 把宋黎脸颊上的发丝拔开, 要做什么事, 就让管家派人帮你, 还是那句话, 陆太太, 不要试图挑战我的耐心, 她从她身边越过, 唇扮亲戚, 有事吩咐管家去办, 身体好了, 自然会让你出去, 这算什么, 打一个巴掌, 给一个填枣, 宋黎勉强一笑, 她是真的以为陆金川是为了她身体好, 她讨厌女人和她作对, 宋黎就在绿城香蟹憋了三天, 云梦倒是出去几次, 这三天里, 唯一被网上舆论影响的, 大概就只有跟踪报道, 在网上临时反水的记者, 和最近股票频频下跌的陆市, 陆金川夜夜晚归, 宋黎早就已经习以为然, 她本来以为她今晚也不回来, 下楼吃饭的时候, 在近两百坪的客厅里, 看见了站在璀璨灯光下的盛兰, 身体一寸一寸地冷了下去, 这三天, 她不哭不闹, 陆金川所有的情绪, 她都照单全收, 她以为, 这个孩子没了, 陆金川不在意, 她也不在意的, 可是看见盛兰, 似乎是伤口刚刚结了厚厚的家, 骤然被人用暴力撕开, 鲜血淋漓, 痛不欲生, 步伐似乎被钉在地上, 她没办法前进一步, 盛兰听到脚步声, 抬头, 她指尖捏着烟蒂, 冒着星红的火, 看到她, 碾灭在客厅的烟灰缸里, 恭恭敬敬地微微俯身, 太太, 先生让我来接您出席一个晚会, 送离后退半步, 她很抵触盛兰, 我身体不舒服, 不方便出门, 这是陆金川下的死命令, 盛先生一直跟在她的身边, 应该知道她的脾气, 盛兰一笑, 宛如昙花一现, 太太可以给陆总打电话, 公司周年庆, 陆太太缺席, 不太好, 意思就是, 她自曝身份, 不去也得去, 送离不用打电话给陆金川, 男人的电话已经打了进来, 她犹豫了一下, 接了陆金川的声音很淡, 听不出喜怒, 盛兰到了吗? 送离视线越过浮动的尘埃, 落在盛兰的身上, 应了一声, 给你订了礼服, 你换了衣服过来, 陆金川甚至还不如盛兰说得多, 送离不想去, 隔着电话, 说你不是说, 我身体美好之前不能出门吗? 而且, 我没有参加过宴会, 灵山, 楚越都比我适合, 不是吗? 陆金川被送离这句话气笑了, 她咬着牙, 忍着怒问她, 所以, 你打算一辈子不出席事吗? 陆氏每年的年会, 我的生日宴, 陆太太一次都不打算参加, 那我要你这个陆太太, 有什么用? 送离也跟着笑, 早在孩子没了的时候, 她对她所有的爱都在消散, 话说这么难听干什么? 你想过和我之间有一辈子吗? 问完这句话, 电话就被掐断了, 里面一片茫硬, 宋离不慌不忙, 打开手机, 陆氏在凌晨的地位无人能撼动, 哪怕是持续三天股票下跌, 也没有半点落于人后的样子, 早早的就有记者现场直播陆氏周年庆的盛况, 圣兰将礼服递过去, 低声说, 太太, 外面是米兰时尚周的化妆团队, 我让他们来给你安排妆发, 宋离没动作, 让我出席周年庆也行, 让陆金川亲自回来接我, 圣兰你没? 太太还是体谅一点陆总比较好, 她很忙, 宋离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她抬起眸, 看圣兰, 女人的眸光流光一彩, 妩媚动人, 我人就在这里, 你如果体谅陆金川, 就让人摁着我强硬地给我上妆, 反正这对圣先生来说也不是难事, 对吧? 圣兰顿了顿, 她话中有话, 会报情况了, 宋离趴在沙发上, 三天, 大概是陆金川能容忍的极限, 待她出席宴会的话, 是最快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 毕竟, 夫妻不同体出现, 谁相信陆金川和临山之间是真的清白, 说来说去, 还是为了临山, 而她竟然傻乎乎地信了陆金川那句, 在家休养对身体好, 多讽刺啊, 不出半个小时, 陆金川风尘仆仆地进门, 她手里挽着一件高定西服, 领带松了松, 凌乱中带着十足的魅惑, 陆金川就是这样, 轻而易举, 就能在占据人群中全部的视线, 陆金川直接把人带了进来, 她一张俊脸阴沉, 盯着宋离低笑, 怎么, 陆太太不会还要我亲自给你化妆吗? 宋离只是笑了一下, 任由几个化妆师把她摁在沙发上, 第十八章, 丢人现眼, 弄头发的弄头发, 上妆的上妆, 宋离始终安安静静, 结束之后, 她换上了礼服, 白纱裙, 面料冰爽, 外面细纱层层叠叠, 裙摆用金, 银色的细线缝制着几只蝴蝶, 不动看不出来, 一走恍若大片蝴蝶在她腿间乱飞, 一瞬间似乎把宋离拖上云端, 飘飘欲仙, 陆金川打完电话, 一回身就看见了这样的宋离, 她愣了一下, 眸间的惊艳一闪而过, 宋离提着裙摆, 往外走因为穿着高跟鞋, 她走得很慢, 陆金川不耐至极, 俯身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直接上了车, 陆金川俯身进来, 整个车厢里都染上了男人独有的蛋香, 坐稳之后, 盛蓝发动了车子, 陆金川边整理袖扣, 边低声开口, 给陆太太提个醒, 待会宴会上, 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宋离昏昏欲睡, 文言调整了一个姿势, 就是让我做个哑巴呗, 我懂, 一年来, 陆金川好像第一次认识宋离, 不论是他说什么, 他总能把人堵得哑口无言, 这种事情失去掌控的感觉, 让陆金川倍感不悦, 他伸出手, 捏住宋离的下巴, 迫使女人看向他, 他的眼睛很漂亮, 眼黑很多, 大多数看过来的时候, 宛如一汪秋水, 无比动人,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陆太太的牙这么尖呢, 宋离笑了, 我也一样没发现陆先生心里存了人, 陆金川恍然, 你在吃错, 宋离不愿意委屈自己, 他从小到大, 已经受了太多的委屈了, 陆先生, 你在开什么玩笑, 陆金川, 嗯, 尾音上挑, 带着几分蛊惑, 宋离意味深长一笑, 他没再看陆金川, 但是忽视程度, 很显然, 到路市的时候, 车子在大门口停下, 陆金川率先下车, 然后舌身朝他伸出手, 那一瞬间, 宋离被美光灯黄的眼花, 他下意识地挡住眼睛, 把手放在了陆金川的手心里, 记者一窝蜂一样地冲了上来, 如果不是保镖挡着, 那些话筒就要戳到他的脸上, 陆太太方便解释一下, 你和林珊的关系怎么样吗? 陆太太, 有人说, 你是陆先生的退而求其次, 你会因为自己和林珊长得相像苦恼吗? 陆太太, 麻烦回答一下, 你和陆先生结婚一年, 没有公布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在微博上发表的词条, 是公开开思吗? 陆太太, 有传言说, 你们感情出现裂痕, 砸得宋礼哑然, 陆金川握着他的手, 握得很紧, 那一瞬间过于紧张, 他手心出了汗, 他松了手, 改为揽住他的肩, 宋礼诡异的跑神, 竟然还有空想, 陆金川是不是结痞正犯了? 感情出现裂缝, 面临离婚, 这种传言是谁说出来的? 陆金川淡淡地问出口, 盛兰第一时间应声, 我马上查, 谣言止于智者, 今天是陆氏的好日子, 希望大家回归正题。 陆金川的视线巡视一圈, 明明没什么凶恶的表情, 可是周围的记者骤然安静了一瞬间, 他忽然扯开唇半, 轻轻一笑, 我的太太喜欢安静, 也就是说, 谁都不要打扰。 说完, 保镖在一众记者里面, 给陆金川和宋礼开出来一条路, 他明明什么问题都没回答, 但是记者纷纷露出了然艳羡的表情, 陆金川揽着宋礼, 大步往里面走, 他走得很快, 手臂握着他腰的力道也很大, 宋礼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飘着进的宴会厅, 宴会厅很豪华, 灯光交错, 灯火通明, 陆金川把他带到一个背着光, 安静的地方, 让他坐下, 室内温度很低, 肩上一众, 男人的气息将他整个人笼罩住, 宋礼心里一动, 不远处, 美光灯猛地亮了一下, 他顿了一下, 朝陆金川扯出一抹甜蜜的笑容, 陆金川拧了一下眉心, 陆太太, 你皮笑若不笑的样子, 丑死了, 那一瞬间, 宋礼的笑, 差点将在脸上, 胜完过来, 陆总, 要开幕了, 陆金川要做第一个发言的人, 他应了一声, 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先去拿了两份甜品, 一份热牛奶放在宋礼面前, 才离开, 宋礼乐得清闲, 桌子距离沙发有些远, 宋礼半蹲在桌子前, 一边玩手机, 一边拿着叉子吃小蛋糕, 吃了两口, 头顶的光被遮住, 他抬起头, 看见了楚岳和, 一个看上去有些眼熟, 但是叫不出来名字的人, 楚小姐, 这就是陆先生的太太啊, 楚岳点头, 他一如既往, 抬着头笑的高高在上, 宋礼发现, 鼻孔朝天这个表情, 实在有些太悔形象了, 就算是楚岳容貌优越, 也扛不住这么能打的表情, 急愁, 是啊, 看着眼熟不, 又又, 宋礼没烧一跳, 当红小花旦, 陆是新牵下来的, 木佑, 眼熟和一线名模灵山, 不会在这种场合, 就这么蹲着吃东西, 话说一半, 木佑夸张地捂住嘴巴,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宋礼, 用声怕宋礼听不出来, 他在找事的口吻说, 哎, 宋小姐,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 您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宋礼捏着叉子, 往自己的嘴里, 又送了一口, 绵皮的奶油, 一瞬间铺满了他的口腔, 楚岳拧眉, 宋礼, 你到底有没有教养, 佑佑, 再和你说话, 你到底听到了没有, 我哥带你过来,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丢人吗, 宋礼把叉子放下, 站直身体, 教养这种东西是相互的, 让我听懂狗肺, 就算是你是陆金川的妹妹, 也是在难为我, 狗肺, 木佑和楚岳的脸纷纷一沉, 这句话, 把两个人都骂了进去, 至于丢不丢人这个问题, 陆金川家常万贯都不怕, 你怕什么, 怕路是倒闭吗, 没人发工资吗, 楚岳气得脸白了一下, 宋礼, 宋礼不耐烦地, 用小拇指抠了一下耳朵, 白金的脸上三分漫不惊心, 我听得到, 楚小姐可以小点声音吗, 第十九章, 几分胜率, 楚岳真是看不惯宋礼, 小人得志的样子, 他踩着高跟鞋, 大步走到宋礼身边, 压低声音宋礼, 你该不会以为, 我表哥带你过来参加周年庆, 就是承认你的身份了吧, 狗屁, 楚岳咬着后牙槽, 表情里都是鄙夷, 宋礼推开楚岳, 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 这话, 要不要我帮你问他, 宋礼觉得楚岳多少脑子, 是有点不好使的, 否则怎么敢在陆氏周年庆便上挑衅他, 可是楚岳不这么觉得, 他拽住宋礼的手, 强硬地把人拽到了一个看主席台的最佳位置, 他抬手指着台上, 宋礼一眼看见了, 站在陆金川左后方的灵衫, 他穿着一条礼裙, 裙摆脱地, 前面遮挡着腿根, 洁白如玉的长腿裸露在空气中, 长发斧肩, 蛊惑动人, 魅意横生, 我山姐姐和我哥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和我哥一年勤奋, 你以为你的胜率有几分, 宋礼没说话, 其实根本不用他多说, 在座的人, 视线在陆山和陆金川身上来回转, 各个意味深长, 所以呢, 宋礼只是一笑, 只要我和陆金川没离婚, 陆山如果和你哥纠缠在一起, 就是小三, 你, 宋礼挑起唇半, 说, 楚月, 你知道的, 当初陆金川把我捡回来, 不是我求着他娶我的,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没人逼他, 没人逼陆金川, 包括当初的陆金川, 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他只是一个孤女, 是养父母不喜欢的人, 有多难操控呢, 轻视, 会反噬自己, 楚月明白宋礼的意思, 他也不着急, 换句话说, 他更相信陆金川,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陆金川解决不了的人, 可是楚月也不想宋礼过得开心, 他垂着嘴角, 往他心里最痛的位置扎, 我如果是你, 早就实相地主动提离婚了, 毕竟孩子没了, 还能趁着我哥愧疚, 多捞点钱, 楚月看向宋礼, 说起来, 也是你倒霉, 在我哥给你递了离婚协议书之后怀了孕, 可是老天开眼, 不愿意照顾那些攀高知的人, 你看你, 有信怀, 没附生, 你知不知道, 我哥就是担心我影响你的心情, 本来都准备好钱, 让我出国了, 谁知道陆太太的命这么薄, 所有的话, 封肩在口中, 楚月被宋礼一巴掌抽得后退了两步, 身后是香槟雷起来的酒塔, 楚月整个人撞了上去, 酒杯和酒水猛地朝楚月砸了过来, 隔着灯光, 宋礼看见了女人脸上的表情, 瞳孔放大, 满是惊恐, 月月, 楚月, 所有的声音远去, 宋礼站在原地, 酒水打射了她的裙摆, 一群人冲了出来, 朝楚月飞奔而去, 临山最先赶到, 她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还是酒水, 月月, 临山满是胶着, 楚月拉着临山的袖子, 身体痛得颤抖, 一向傲慢的脸上, 满是脆弱, 山姐姐, 我好痛, 临山第一次抛下自己的偶像包袱, 贵妇在地上, 叫救护车, 阿川, 陈雾, 陈雾, 你快给月月看一看啊, 已经有人在喊救护车了, 苏陈雾把楚月从玻璃碎片里抱了出来,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 不用听, 宋礼都知道那是指责自己的话, 他不停地后退, 想要远离这些喧嚣, 茫茫人海里, 他看见了曾经救赎自己的人, 只不过这次, 他满目阴沉, 眼底巨浪滔天, 手腕被人拽住, 陆金川强压着怒意, 宋礼, 你在干什么? 宋礼被他抓疼了, 眼圈猛得红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他身后有这些酒, 我, 不是故意的, 你是当我瞎, 看不见你抽他耳光吗? 陆金川气得冷笑, 月月从小到大, 没人舍得动过他一根手指, 是谁给你的胆子? 眼泪砸了下来, 宋礼想要甩开陆金川, 可是他拽得太紧了, 宋礼正不开, 看着陆金川, 楚月是天之娇女, 所以我就命贱对不对? 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认为我低廉, 所以, 让你打了月月, 就能证明你不低廉, 陆金川冷笑, 这是谁规定的? 宋礼浑身颤抖, 陆金川, 你有没有了解真相? 你凭什么先来指责我? 灵山插了嘴? 你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能让你一巴掌把他打到酒塔里面? 灵山刚哭过, 他站在他的对立面, 急红了眼。 他才24岁, 就算是他真的做错了事情, 你身为表嫂, 就不能包容他一点吗? 他皮肤娇嫩, 落疤了怎么办? 陆氏选择办周年庆的酒店, 距离医院不远, 苏陈武没等救护车, 盛兰把车子开了过来, 车子在门口, 先送出总去医院。 一行人, 这一刻似乎忘记了宋黎, 阔步往外走, 宋黎追了两步, 拉住陆金川的手臂。 陆金川,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他。 陆金川毫无耐心, 一把将宋黎甩开。 女孩毫无防备, 惯心让他后退, 高跟鞋踩到了长沙, 他整个人朝地面摔了下去, 伤筋动骨的痛。 脑袋磕破了, 温热地写顺着鹅脚往下流, 胡的眼睛里面都是, 周围的一切都是红的。 报应啊, 这就是报应。 一群记者冲上来, 疯狂地对着宋黎拍摄。 宋黎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下一秒, 一件外套都头盖了下来, 随即他整个人腾空, 而且那种感觉一瞬间很熟悉, 他小声难呢。 桃子, 男人脚步顿了一下, 随即若无其事地抱着他出门上车。 刚上车, 宋黎就把衣服拽了下来, 男怀那张脸放大。 他眼瞼下面有一颗很小的肋质, 车内昏暗, 无端蛊惑。 第二十章, 一个故人, 又见面了, 陆太太。 宋黎攥住手心, 他咬住唇瓣, 低声说, 对不起, 之前没告诉你我的身份。 男怀并不在意, 没必要抱歉, 你有不说的权利。 男怀从拉开车厢里的抽屉, 取出来一块干净的手帕递过去。 宋黎接过去, 料子很舒服, 宋黎擦了擦额脚上的血。 男怀没看他, 低着头看文件。 空气凝质得可怕, 车子平稳往前, 宋黎打破了这种瓶颈, 低声问, 男先生, 我们要去哪里? 送你去医院。 男怀声音清零, 我看过了, 楚岳的伤没有那么严重。 楚岳是倒在了酒塔里面, 唯一受伤的应该是手臂, 反而是宋黎, 说不出口, 楚岳说得难听话, 被鹿惊穿甩开, 反而伤得更重。 宋黎不再在意, 他垂下头, 拿出手机看热搜。 从会场出来没多久, 他再一次上了热搜。 他的个人信息已经别人拉了出来。 网上的评论一窝蜂的倒向楚岳, 临山也有所受益。 陆金川就看上这种玩意, 拿什么和临山比? 想知道楚岳说了什么, 让宋黎这么生气。 不论是说什么都不该动手的, 陆金川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周年庆的意义? 大厅广众, 在有记者拍摄的情况下, 公然抽丈夫的表妹, 不然就说这是小山村爬出来的女人, 以为自己得到升天之后, 就嚣张跋扈, 臭不要脸。 手机被一双手拿走, 宋黎看去, 南淮关了机, 有些东西少看为妙。 手机在南淮的手里响了起来, 梦梦两个字疯狂跳动, 南淮递过去。 宋黎接了, 他不小心滑到了免蹄, 云梦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宋宋, 你在哪里? 我看到微博了, 陆金川那个狗笔男人敢动手打你, 我跟他玩命。 他怎么能跟你动手? 云梦是真的在哭,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男人, 在外面连自己的老婆都不保护。 宋宋, 我们离婚好不好? 宋宋, 你到底在哪里? 云梦那里很吵, 宋黎觉得不太妙, 低声问, 梦梦, 你在哪里? 我在酒店会场里。 云梦说着, 她的声音被会场里的喧嚣淹没, 轻飘飘的, 除了悲伤, 没有一点分量。 宋宋, 我来带你去医院。 这句话, 似乎戳到了宋黎的肺管, 她呼吸变得火辣辣的痛。 梦梦, 我出来了, 我在南淮男总的车子上, 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你也出来好不好? 云梦连连应声, 南淮低声说, 那里有我的工作人员, 我让他们带你朋友来医院。 宋黎深吸了一口气, 真诚地跟南淮道谢。 南总, 真的很感谢你。 宋黎轻笑一声真的很麻烦你, 每次我那么狼狈的样子, 都恰巧被你看见。 南淮微微一动, 陆金川对你并不好, 上次在迷宫巷的事情不了了之, 如果陆金川有心, 他解决易容反掌。 你该离婚。 宋黎做不到, 他是不想委屈自己, 可是他只有这么一个执念了。 我会认真考虑的。 宋黎冲他扯了一抹笑, 南淮眸光暗了暗, 宋黎和他遇见的女人都不一样, 已经走到这种境地, 还这么乐观, 抗压能力极强, 又这么漂亮。 停顿片刻, 他低声问, 宋小姐, 有没有兴趣进娱乐圈? 什么? 南淮收了手上的文件, 道, RL最近在筹备一部文艺电影, 你很适合。 来,RL, 别的我保证不了, 但至少不会出现潜规则的情况。 宋黎金柱, 他完全不是科班出身, 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更重要的是, 南总, 你不要忘了, 我现在还在网上挂着黑料, 你敢用我就不怕血本乌龟吗? 显然, 南淮不怕。 这几天, 宋小姐的朋友在外帮你投递简历, 不满你说, RL也接到了你的简历。 从简历上可以看得出来, 宋小姐很优秀, 但是RL不缺人才。 宋黎默然, 南淮真的是一个骨子里都透着温柔的人, 他的简历其实并不好看, 并不是他学习不好, 而是上大学那天, 他的分数献过了重点线, 可是为了省下来钱, 林巧并不同意他念自己喜欢的大学。 宋黎忘不了, 当时他苦苦哀求, 承诺自己可以打工赚学费的样子。 林巧同意了, 可是在他离开之后, 他还是联系了老师, 把自己的第一志愿改成了一个二流大学。 宋黎问他, 林巧说, 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赚了钱还可以补贴家用啊, 在凌晨, 清北毕业的大有人在, 从国外深造回来的也不在少数, 他几斤几两, 其实他真的清楚, 但是南淮却给他留足了面子。 医院到了, 南淮低声说, 你好好考虑, 考虑好了, 给我打电话, 宋黎英。 好, 要我陪你进去吗? 宋黎摇头。 本来, 南淮将他从会场带出来, 就已经深陷在舆论的漩涡中了, 在一起去医院, 别说记者, 恐怕陆金川都要以为, 他要和南淮里英外合, 对陆氏下手了。 从车子上下来, 宋黎将手帕递过去。 南总, 谢谢你, 现在, 你更需要他, 下次有机会再还吧。 宋黎点点头, 后退了一步, 车子离开。 外面风又湿又热, 他一眼就看见了手心里的手帕, 满是他的血。 是他不合时宜, 脏兮兮的, 应该洗了再还。 车上, 秘书白鹤小声问, 南总, 你应该不会真的对他有兴趣吧? 救了三次了。 南淮默然白鹤, 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毕竟早在医院, 他在等宋黎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南淮可是丢下一个很重要的会, 等宋黎醒来。 南总, 不论陆金川到底对他好不好, 他都是陆金川的太太。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陆金川给您下的套? 南淮默然就笑了一下, 声音低劣, 似乎在夜色里开了花。 白鹤? 嗯? 南淮停顿好久, 才开口。 他是一个很久很久之前认识的人。 第21章, 怎么解决? 宋黎看着车子消失在街角, 才进了医院, 因为伤在脑门上, 一进去吓了护士一跳。 怎么又是你啊? 护士伸手扶住宋黎, 低声问, 先进去, 要不要给你报警? 护士长得很漂亮, 宋黎摇摇头, 护士应该很忙, 没空看见热搜。 这样想着, 他忽然开口问了一句, 我看到了, 是你老公推的你吧? 上次宝宝的事情和他有关系吗? 虽然陆金川很有钱, 但是女孩子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的。 宋黎下意识地去看护士, 他看上去不大, 已经把他摁在座椅上坐下, 拿出棉签给他擦拭伤口消毒, 伤口很痛。 但宋黎惊讶于, 护士竟然是这样的反应。 和他没关系, 这次怪我不分场合打了他表妹。 护士扯着唇角闪闪一笑, 楚越天天来这里找苏晨雾, 他脾气什么样子, 大家都知道, 他没有再开口, 而是认真给宋黎包扎伤口。 云梦匆匆赶过来, 在护士站找到了宋黎时, 他的伤已经处理好了。 云梦伸手抱住宋黎, 宋宋, 你要不要紧? 宋黎揉了一下脑袋, 小声说, 只是看着严重, 不要紧的梦梦。 云梦伸手碰了一下宋黎的脑袋, 宋宋, 走, 我带你去找回公道。 陆金川那个臭男人, 就把你一个人丢在会场里, 他算什么男人? 宋黎没动, 云梦看向宋黎, 宋黎不打算让云梦加入到他和陆金川的事情里。 云梦之余陆金川宛如浮游, 他什么都不怕, 可是云梦不一样, 他太年轻了, 太容易在陆金川那里吃亏。 梦梦, 你先回去, 云梦不肯, 我不信你会无缘无故地抽楚月, 他什么德行我不清楚,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我要去问问他说什么了? 小护士刚好忙完, 听完这句话, 小声说, 小姐姐, 楚小姐的家人都在, 现在过去, 可能耽误病人休息。 忽略最后一句话, 其实小护士是在提醒宋黎和云梦, 我要过去一趟, 梦梦你先回家, 给我买一份螺丝粉, 我马上回去。 我不, 宋黎把云梦往外推, 我保证不会吃亏的, 你放心吧。 宋黎从来没打算吃亏, 而且这件事情搞不好, 对他更加有利, 只不过是要吃点苦涂而已, 宋黎再三保证, 云梦才被他劝走。 楚月就在这个医院里, 人在SVIP病房。 他过去的时候, SVIP楼层已经被保镖包围了, 几个记者徘徊在楼梯口, 完全进不去。 宋黎过去的时候, 记者冲过去, 想要问问题的, 可是宋黎三间齐口, 一个字都没有说。 还是苏兰把人接了进去, 衣服被划破了沙, 在宴会上沾了酒, 他很脏。 进病房的时候, 空气似乎凝制了一瞬间。 楚月的妈妈, 陆金川的奶奶, 大家都在, 视线齐刷刷地落在宋黎的身上。 宋黎往里面走, 刚靠近陆老夫人, 楚月的妈妈陆带忽然发难, 杨手一巴掌, 很抽在宋黎的脸上。 因为惯性, 宋黎身体不由自主后退了脸部, 右甲火辣辣的痛, 他捂住脸, 大脑空白了一瞬间。 陆带, 你干什么? 陆老夫人低喝一声, 他气得浑身颤抖。 陆带冷笑一声, 妈, 阿传娶的老婆没教养, 在公众场合, 都奈何自己丈夫的表妹动手, 我替他爸妈教育一下, 不过分吧? 这一巴掌, 抽在了楚月的爽点上, 他趾高气扬地抬起头。 就是, 他来能干什么? 不就找打吗? 楚月伸手拽住了陆老夫人的手臂。 外婆,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爱耳光, 你看到我的脸, 已经肿了, 你可不能包庇他。 陆老夫人倒是没有急着指责, 而是看向宋黎头上的伤。 这是怎么了? 在陆老夫人面前, 宋黎一向温婉, 小声地回答, 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了。 妈, 你还有心思关心她? 你看看, 月月被人打得。 这种媳妇, 我们陆家可娶不起。 要我说, 让阿川早点和她离婚, 否则她现在敢动手打月月, 将来就敢动手打你和我。 闭嘴, 陆老夫人呵斥了一声, 一点小事就离婚, 婚姻是而戏吗? 行, 不离婚也可以, 让宋黎召开记者招待会, 公开给我的宝贝认错。 哦对, 还要签协议, 承诺将来不管发生什么,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最重要的是, 这一巴掌, 眸光微沉。 姑姑, 你打也打了, 气也出了, 有些话未免过分了点吧。 阿黎既然过来, 就代表着她已经知错了, 在医院, 当着奶奶的面和小辈动手, 未免和姑姑的身份不符, 陆带寸步不让, 微微抬着头。 陆金川, 现在是她送礼对不住你表妹。 你这话的意思, 我还要和她这个小题子道歉了。 我告诉你, 楚家也不是吃素的, 送礼感动我的宝贝闺女, 就要想好后果。 陆金川身上的温度一点点冷了下去, 阿黎胆子小, 可不禁姑姑下, 到底是什么后果? 我倒是不介意试试。 够了, 陆老夫人被他们两个气得要死。 你们都少说两句, 这件事情是月月受了委屈, 让阿黎道个歉就算了, 一家人, 陆带你不要咄咄逼人。 妈! 陆带跺了跺脚, 显然不一。 送礼想说什么, 被陆金川紧紧地攥住手, 拉进了怀里。 那一瞬间, 送礼有片刻的证然。 他其实没有半分的开心, 这一年就是这样, 陆金川就是凭借这种毫不走心的温柔, 一点点把他的心攻陷了下来。 他一度以为, 陆金川能给他抗下全部的风雨, 不让他在这个世界上飘零, 可是陆金川用实际行动给了他一耳光, 告诉他, 不是的, 这个世界上, 唯独自己最可靠。 他的手是干燥的, 他第一次没有嫌弃他身上的脏污, 他明明拥抱着它, 可是送礼始终都看不见陆金川的心。 陆金川对送礼的维护, 深深刺穿了灵珊的心。 第二十二章, 一笔勾销。 可是这一切到底是陆家的家事, 他插不上话, 也插不进去话, 只能让这一幕扎着自己的心口。 这样的温柔, 本来应该是他的。 是送礼这个代替品, 出现的不合时宜, 将陆金川霸占了。 他眼底都是黯然。 就在他失望的时候, 送礼忽然挣开了陆金川的怀抱。 他站在偌大的病房里, 灯光映着他纤细的身形, 他面色苍白, 看上去像是扛不住风雨的小白花, 可是他的声音那么坚定。 奶奶, 对不起, 我不能道歉。 短短一句话, 让病房里落真可闻。 就连灵珊和苏晨雾 也不用拧了一下眉心。 陆带最先反应过来, 冷冷一笑。 妈, 你看, 你好心好意地给人家说话, 人家根本不成你的情呢。 楚岳这个性格, 大概是跟着陆带有样学样, 根子都是坏的。 宋礼一点也不怕, 他半蹲下来, 扶住陆老夫人的膝盖, 满目认真地看着他, 眼泪说来就来, 他啜气着。 奶奶, 大家都只看到了我打了月月, 可是没人在乎他到底说了什么。 楚岳心道不妙, 让宋礼说下去, 说不定孩子的事情都要被他扯出来了, 到时候, 就算是他有理, 也会变得没理。 外婆, 你不要听他胡说, 他们这些乡下来的人心里黑得很, 他的话根本就不可信。 楚岳掀开被子, 怒不可遏。 宋礼身体抖了一下, 陆老夫人伸手护了一下, 他的脸瞬间沉了下来。 李丫头, 你不要怕, 你说, 宋礼缩在陆老夫人的怀里, 低声说, 表妹说, 我的孩子知道, 我不要脸的插入别人的感情, 不愿意做我的孩子。 你胡说, 陆老夫人一头雾水, 什么孩子? 奶奶, 你别听他胡说, 现在山姐姐回来了, 估计是他知道, 自己和我哥没可能了, 随意度转的。 宋礼没有辩驳, 他拿出手机, 找到了那段录音。 楚岳不安好心, 他早就料到, 有这一天, 今天是有所准备, 提前录音了。 可是明知道是陷阱, 他还是栽了进去。 我如果是你, 早就实相地主动提离婚了, 毕竟孩子没了, 还能趁着我哥愧疚, 多捞点钱。 老天开眼, 不愿意照顾那些潘高知的人, 你看你, 有性怀, 没福生。 谁知道陆太太的命这么薄, 或者说, 是我那个可怜的小外甥, 看不起自己的妈妈, 这么不要脸, 要介入别人的感情, 不愿意来。 除月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周围骤然安静了下来, 这一下子, 变成了陆老夫人的身体在抖。 什么孩子? 陆金川, 你来说, 给我说清楚。 陆金川第一次沉默, 陆老夫人又看向宋梨, 她的眼泪没忍住, 抛开了刚才的演戏成分, 骤然落了下来, 她深吸了一口气, 小声说, 是我没本事, 没能保住。 三天前在迷宫巷, 有一个男人冲出来, 用棍子把我和阿川的孩子打掉了。 陆老夫人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一张脸宛如瞬间老了几岁, 陆金川飞快在她身上摸出来救星丸, 给她扶了几颗。 她缓过来, 宋梨无意是一般低声开口。 对不起奶奶, 是我的错, 可是孩子才离开我三天啊, 月月说这样话的, 我真的没认住。 对不起奶奶, 我知道是我配不上阿川, 我知道林小姐身份高贵, 优雅得体, 更适合做陆太太, 是我鬼迷心窍, 因为失去孩子伤心过度, 把我们结婚的消息报了出来。 我无意离间大家的感情, 我也愿意和阿川离婚, 但是月月不能这么羞辱我, 我是个人, 我有心。 杀人诛心, 林珊的脸骤然变色。 宋梨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也什么都说了, 她得体高贵, 是很多人在她耳边念叨。 当了一年陆太太, 她为什么单单对比他们两个人? 是流言蜚语刺痛她。 她没再和陆老夫人告状, 可是无意识地起怜, 才最让人心疼。 林珊脸色难看, 这下, 她估计离陆金川又远了一步。 果不其然, 陆老夫人伸手把宋梨扶了起来。 好孩子, 你先起来。 这些年, 陆老夫人想抱曾孙的心情越来越强烈, 年龄大了, 偌大的陆家老宅向来只有自己一个人, 孩子个忙个的越来越孤独。 陆老夫人能容忍孩子意外流产, 却容忍不了有人恶意伤害陆家的血脉。 她扶着椅子把手站了起来, 她目光绝朔, 直视陆金川。 陆金川, 结果呢? 没人比宋梨更清楚, 陆金川嘴里说着给她交代, 其实根本就没有走心查。 奶奶, 我和警方结合过, 那个地方的监控遭到人恶意破坏, 伤害阿里的人暂时没有追踪到人。 陆老夫人点了点头, 她面上没有什么笑容, 慈爱和温暖都没了, 楚越和陆带都静了声。 宋梨站在一边, 陆老夫人忽然转头看着她, 离丫头, 这件事情是楚越对不起你在先, 奶奶给你做主,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陆带闻言, 第一个不同意, 妈, 她打也打了, 还想怎么样? 刚才你抽完离丫头, 可不是这么说的。 陆带立刻反驳, 那怎么能一样? 宋梨拿什么和月月比? 陆老夫人冷冷地盯着陆带, 后面的话她再也说不出来。 离丫头, 你说, 宋梨愣住, 来之前, 她觉得对自己最好的结果, 大概就是陆老夫人出面, 亲自帮她解决, 查找伤害孩子的人。 楚越是陆老夫人的外孙女, 老一辈的人都互端。 宋梨看着陆老夫人, 试图看出陆老夫人的口不对心, 可是她眸光温和, 静静地盯着她, 甚至还有鼓励, 这样的眸光, 实在是让人容易委屈。 可是, 即便陆老夫人这样说, 宋梨也不敢开口, 她太怕, 怕自己消耗了陆老夫人的好感之后,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能帮她, 找到那个人, 帮她找回一个公报。 宋梨眨了眨眼睛, 咽下几乎流出来的眼泪, 一笑说, 奶奶, 楚越不对, 我也有不对, 她羞辱我, 我打了她一耳光, 我们之间一笔勾修。 第二十三章, 早点休息, 宋梨顿了顿, 说, 我给陆氏可能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我给阿川道歉, 如果召开记者招待会, 要发生什么, 我都可以配合。 我人为言轻, 能力也有限, 帮不上阿川什么忙, 我真的很抱歉。 陆老夫人对宋梨又是怜悯, 又是欣慰, 甚至还有一点遗憾。 她的孙子强势, 说一不二, 从小就展现出来了智商上的优越, 基本上五岁就定了星星。 而外孙女楚越, 因为是女孩被丈夫宠得无法无天, 想要纠正她的脾性时, 已经太晚了。 宋梨这么乖, 这么实大体的女孩太少见, 而且她明明自己受了委屈, 还所有的苦水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倒, 小心翼翼地让人心疼, 怎么看得出来这是阿川的媳妇? 陆氏的事情你不需要担心, 包括网上的消息, 你都不用担心, 交给阿川。 说着, 陆老夫人寒怒瞪了陆金川一眼, 狠声说, 如果阿川解决不了, 奶奶亲自给你解决。 陆金川低声说, 奶奶放心, 这点小事还不用奶奶出面。 陆老夫人又转头看向宋梨, 还有什么? 宋梨犹豫着, 好半天才低声开口, 姑姑不分青红皂白, 打了我, 我可以要姑姑一声对不起吗? 宋梨你不要太过分, 楚越愤怒地开口。 明明这件事情里, 她受尽了委屈, 宋梨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怎么敢让她的妈妈道歉的这是应该的? 陆老夫人抬眸看向陆带。 对吧, 大儿, 陆老夫人向来说一不二, 陆带完全不敢反驳。 她看上去能屈能伸, 走到宋梨面前, 说, 这件事情是姑姑做得不对, 冤枉了你, 姑姑给你道歉, 看在姑姑是长辈的份上, 你不要跟姑姑计较, 行吗? 宋梨看着陆带, 这一意, 他们之间彻底撕破脸皮。 她知道, 陆带的道歉口不对心, 她心里肯定是恨她恨得要死, 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 可是宋梨告诉自己, 她不能怕。 宋梨一笑, 顶着巴掌印, 气势丝毫不低于陆带, 她嘀嘀地开口。 好的, 姑姑, 事情算是圆满地解决, 在苏承武保证会照顾好楚岳之后, 陆老夫人起身离开。 她心里是腻外的, 陆家的外孙女玩这种把戏, 真的让她万分失望。 出了病房的门, 陆老夫人忽然开口, 阿川, 你和丽丫头到老宅来住, 今天晚上陪陪我。 陆金川当然是应声, 楚岳的事情解决了, 陆家的家事是要关上门自己解决的。 陆老夫人先走, 留下陆金川处理媒体的事情。 宋梨脸上有伤, 不适合出面, 在保镖的护送下, 出了医院。 在医院一楼大门口, 她远远就看见了云梦。 她看见, 她就迎了上来, 看到她脸上的伤, 眼睛里泪光闪了一下。 宋宋, 这就是你说的, 换老夫人追究伤害宝宝的人, 梦梦, 值得的。 云梦觉得不值。 宋宋, 你可真够傻的。 云梦心都在抖, 怎么有你这么傻的人呢? 用伤害自己来换取机会。 宋梨再也笑不出来。 知道宋梨要去老宅住一晚上之后, 云梦自己回绿城乡县, 她在车里等陆金川。 人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 她身上满是造诣, 不知道是热的, 还是心内浮乱。 下巴被身边的男人挑了起来, 她眸光滴滴地带着几分少见的温柔, 盛兰。 陆总, 陆金川低声说, 去买药膏。 盛兰离开, 车子里盛陆金川和宋梨两个人, 她大手放在宋梨的脑袋上, 狠狠下压。 月月欺负你, 为什么不告诉我? 宋梨心里审笑, 她想说, 陆金川不听, 一把将她甩开。 她怎么在媒体面前喊出来这件事情? 先不说陆氏的股票会震荡, 到时候媒体关注这件事情, 会不会影响案件的进度, 给警察执法造成困难。 宋梨狠狠地揉了一下脸, 针扎一般的刺痛, 瞬间唤醒了她, 快要沉沦的心。 她弯着眼睛笑, 月月还小, 我应该包容她的。 陆金川握住她的手, 从脸上拽了下来。 宋梨的皮肤娇嫩, 所有这一巴掌看上去才这么的触目惊心胜蓝买到药。 她在前面开车, 陆金川在后面给宋梨擦药。 她很乖, 安安静静地, 明明擦药该痛的, 可是她咬着唇瓣, 一声不吭。 陆金川眸光深了深, 几乎与外面的夜色融为一体。 市中心距离老宅很远, 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时间已经很晚了, 陆老夫人还没有睡。 他们到的时候, 老宅里的王妈正在给老夫人煮茶。 陆老夫人手里掰着一串佛珠, 拨得飞快, 看见他们的时候才猛地停下。 奶奶, 宋梨相当拘谨。 她越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低, 陆老夫人看得就越是心疼。 她的孙媳妇这么小心翼翼, 说来说去还不是陆金川对宋梨不走心。 当初大放厥词, 口出狂言, 非宋梨不娶的人似乎不是陆金川。 陆老夫人摁下臣服的心思, 扯出一抹和蔼的笑容, 她拉着宋梨的手。 好孩子, 这些天就在老宅里住着, 你王妈擅长要善, 给你补补身子。 不用麻烦王妈, 王妈赶忙开口。 哎呦, 我的好少夫人, 您和少爷的管家可是我带出来的, 他会的可没有我多, 你想吃什么, 王妈都给你做。 说着, 王妈把中药端了出来, 只要秀一下, 宋梨就秀得出来, 这是苏晨武给他开的药。 陆老夫人是真的疼爱陆金川, 以至于爱屋及乌, 对他也百般照顾。 真可惜, 陆金川不是真的爱他。 李丫头, 这是王妈熬的药, 你趁热喝, 我让王妈给你冲一杯蜂蜜水。 宋梨不忍辜负, 端起碗吹了两口, 灌到了肚子里。 王妈抓紧递过来蜂蜜水, 她喝了两口, 压住了口腔里的色意。 好孩子, 吃了药就早点休息。 第24章, 演技很好。 王妈带着宋梨上了楼, 直接回了陆金川的房间, 房间有人打扫, 以黑白灰为基调, 装扮沉冷又稳重, 宋梨换了睡衣, 在床上躺了下来。 王妈离开后, 宋梨等了大概15分钟出了卧室。 陆金川的房间在二楼, 书房也在二楼。 送礼往书房走了几步, 房间门没关紧, 录了一条缝。 陆老夫人在, 还有司机牢里。 陆金川在书房中间跪着, 他的肩背挺直, 从后面望过去, 宛如山巒, 满是坚定挺拔。 陆老夫人看不到孙子的俊逸, 他沉着眸, 布满皱纹的手, 在椅子上拍了几下。 阿川,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找不到人? 妻子被人用棍子打到堕胎, 你再陪着初恋风花雪月传绯闻。 陆老夫人提到这里, 就气得浑身颤抖。 一年前, 是你说你非离丫头不可, 把人娶回家, 你就这样糟蹋。 我是怎么教你的? 我和爷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但凡你爷爷有你半分绝情, 哪里有你的存在? 陆老夫人举着陈香木的拐杖, 狠狠地砸在了陆金川的脊背上, 男人闷哼一声, 足见陆老夫人这一下, 没有留有余力。 我给你三天时间抓不到人, 我就动用你爷爷留下来的力量。 陆金川伸手抿了一下唇角, 低声说, 奶奶, 我的事我可以自己处理, 我希望你不要插手。 混账东西。 陆金川分毫不让, 跪在他面前不卑不亢。 我今天就要看看, 是你的嘴硬, 还是你的骨头硬? 陆老夫人恨铁不成钢, 他给老李递了一个眼色, 低声说, 请家法。 陆家的家法, 宋黎有所耳闻, 牛皮特制的小皮鞭, 抽一鞭子, 伤筋动骨的痛。 后面的话声音太小, 宋黎听不清, 但是陆金川大抵是说了什么刺激陆老夫人的话, 老人强制要求老李动手。 没多久, 宋黎就听到了皮鞭抽打肌肤的声音, 那种沉沉的落到脊背上的声音。 远远隔着门, 宋黎还能听到陆金川粗喘的声音。 宋黎在外面数着, 二十五, 二十六, 差不多了, 宋黎站起身, 扯了扯自己的睡衣, 确定有些乱, 但是又什么都不露之后, 他猛地推门进去。 灯光极亮, 陆金川的脊背已经被抽得血肉模糊。 宋黎被这一幕冲击到, 似乎大冬天猛然灌了七八级的暴风, 喉咙里又梗又痛, 都不需要装, 眼泪哗啦啦地夺框而出。 宋黎猛地扑了过去, 老李那一边没杀住车, 抽了下来。 下一秒, 宋黎的手臂就皮开肉斩。 黎丫头, 少夫人, 对不起少夫人, 冲了出来, 唇半打着颤, 他紧紧地抱着陆金川的腰, 一度失声, 一个阴结也发不出来。 快叫家庭医生, 你这傻孩子, 你往前扑什么? 陆金川也吓了一跳, 顾不上痛, 把人抱进怀里。 宋黎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他眸光沉了沉, 陆太太, 你到底逞什么枪? 宋黎苍白着脸, 看着陆老夫人痛楚麻痹了他的感官。 那种痛苦, 似乎追溯到了失去孩子的那一天, 他看见血, 感同身受的绝望。 奶奶, 你为什么打阿川啊? 陆老夫人禁声, 真的不是阿川的错, 是我怀了云还乱跑。 不要打阿川, 他太痛了, 说话都开始混乱, 嘴巴念念叨叨, 都是那句, 不要打阿川。 陆老夫人痛心疾首, 离丫头, 你还护着这个混账? 不是装的, 早知道这一鞭子抽下来这么痛, 宋黎说什么都不往前冲, 但是痛你挨了, 目的肯定是要达到的, 他抱着陆金川, 眸光锁着陆老夫人一副柔弱的姿态。 奶奶, 阿川是您唯一的孙子, 你难道打算打死他吗? 陆老夫人深吸了一口气, 他低声说老李, 扶少爷和少夫人回房间。 家庭医生就住在陆家老宅, 陆老夫人年纪大了, 加上心脏上有点毛病, 陆金川就给老夫人养了一个医疗团队。 人来得很快, 尽管陆金川挨了26遍, 但是医生紧着送离治疗, 一群人围着他, 手忙脚乱的包扎。 轮到陆金川的时候, 他已经暂时失去了痛觉。 趴在大床上, 医生将陆金川层层包裹住, 血渗透了纱布, 红的刺目。 陆老夫人捏着佛珠, 紧闭着眼睛, 眼不见心不凡。 阿川, 这话奶奶就只说一遍, 这么多年, 明知道多痛还往你身上铺剃你挨鞭子, 可就只有阿黎一个人, 你好自为之。 说完, 陆老夫人根本就不等陆金川回答, 带着人消失在门口。 卧室里只剩下陆金川和宋黎, 药物里面可能有阵痛的药, 他觉得痛感在渐渐减缓, 避开受伤的胳膊。 宋黎在陆金川的身边侧躺下来, 秋水般的眸子直直地望向陆金川。 他昏昏欲睡的时候, 男人忽然伸出手, 将他拉到身边。 那一刻, 宋黎骤然惊醒, 毛骨悚然。 陆金川额脚上满是冷汗, 他迷着眸, 眼神越来越深, 盯着宋黎看得他几倍发凉。 阿川, 宋黎, 你故意的吧? 陆金川后知后觉, 孩子的事情, 他大概对宋黎是觉得愧疚的, 所以知道楚月那样说之后, 就忽略了许多细节。 可是受了加法, 痛得睡不着的时候, 陆金川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宋黎低声说, 陆金川冷笑一声, 陆家加法不超过三十遍, 宋黎出现的未免太巧了。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眼睛这么好? 他舔了一下烟红的唇, 低声说, 宋黎, 奶奶的心脏不好, 你的算计利用, 我只允许这一次, 再有下次, 后果自负。 宋黎睡意全无, 他俯着手臂, 忽然笑了。 陆金川发现了也好, 每天在他面前表现自己很深情, 其实他自己也恶心。 我还以为你会感谢我, 让你少挨了几遍呢? 陆金川的呼吸慢了下来, 眼神也如同进入海水中, 朦朦胧胧, 所有的情绪都看不真切。 不装了。 红唇奄然, 近在咫尺, 他低低头, 就能吻到。 我们做个交易, 你派个人丢查孩子的事情, 我配合你召开发布会, 帮陆氏度过这次危机, 怎么样? 陆金川翻了个身, 从宋黎身上起来, 宛如感觉不到痛一般, 躺在了床上。 宋黎替他疼, 甚至咬紧了牙根。 陆太太既然这么着急地在媒体面前露脸, 那么, 配合我解决陆氏的事情, 和配合姗姗解决他的绯闻结果, 似乎都一样。 宋黎一顿。 林山插足他们之间的感情的舆论, 早就已经逆转了, 相比较起来, 陆氏的情况更加紧急陆总是个商人, 应该知道轻重缓急才对, 让我帮林山。 你觉得这个买卖划算吗? 陆金川一声吃笑, 迷你音色。 只要姗姗开心, 这笔买卖在我这里, 就算是划算。 宋黎心口颤了颤, 他勉强咬住唇瓣, 应了一声。 好, 我答应。 本来, 他答应了陆金川应该开心的, 可是他的声音并没有愉悦到哪里去, 反而更加冷沉。 明天召开记者发布会, 舆论彻底过去之后, 我就让盛兰找你。 我不要盛兰, 我要苏兰。 可以。 陆金川不是感觉不出来宋黎对盛兰的敌意, 但是他无心了解更多, 相比较起来, 盛兰能力更高, 处理事情的能力也更强。 宋黎不要盛兰, 只能说是宋黎他没有眼光。 记者招待会在陆氏举行。 灵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就是陆氏的艺人。 陆金川在老宅养伤, 宋黎只伤了手臂。 他穿了长袖, 化妆式的手艺神乎奇迹, 将他脸上的巴掌印遮住, 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有专门的公关团队准备好的稿子, 大概碍于陆老夫人陆金川准备的稿子, 一方面把灵珊摘干净之后, 还不会伤害到他。 这份妥贴, 不可避免地在宋黎的心上插了一刀。 尤其是在发布会结束之后, 他在大门口看见了苏兰。 他似乎等了他很久了, 笑得也很温柔。 太太, 您来了。 宋黎站在大门口, 也跟着笑, 心脏却是千疮百孔。 陆金川为了苏兰做了这么多, 妥贴的大概是怕一点不周到, 他分而反口吧。 他是怎么觉得陆金川是爱他的呢? 他又是怎么感觉得陆金川是爱他的呢? 苏密说。 宋黎走在前, 苏兰落后一步, 始终跟着。 太太, 陆总让我跟着您, 听您吩咐。 人送上门, 宋黎也不矫情, 低声说。 给我办事第一要记住的, 就是我吩咐你的事情, 任何人都不能说, 包括陆金川, 尤其是圣兰。 你能做到吗? 苏兰迟一片刻, 还是点了头。 宋黎笑了一下, 报了圣兰带他去迷宫像那天开的车子的车牌, 让苏兰把车子开过来。 进去第一件事, 他就调了行车记录仪, 巧了, 行车记录仪出了问题, 那天的画面似乎是被挡着了镜头, 一片灰蓝, 也检测不到声音。 宋黎又联系了迷宫像所在辖区的警察, 说要去调取自己行动轨迹, 因为之前报过案, 所以在递交足够的手续之后, 再加上苏兰的协调, 下午, 宋黎就坐在了监控室。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圣兰开的车子, 接到他, 车子消失在了迷宫像里。 因为摄像头模糊, 所以警察始终无法确定开车的人到底是不是圣兰。 技术人员一直在比对, 在等结果的时候, 宋黎告诉警察, 车子的行车记录仪也出了问题, 本来警察没有怀疑圣兰, 文言面面相去, 行车记录仪也坏了, 监控也遭到了恶意破坏, 足够证明宋黎的流产是有人提前预谋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是熟人。 而当时知道宋黎怀孕的人屈指可数, 楚越, 陆金川, 苏陈勿和医生护士, 苏兰, 圣兰以及绿城箱线里的庸人。 也就是说, 上面列出来的人谁都有嫌疑。 算起来, 圣兰是最没有作案动机的, 但是眼下所有的证据都开始指向圣兰, 或者说是指向了陆金川, 警察也觉得匪夷所思。 宋黎不想怀疑陆金川。 警察先生, 这段视频我可以拷贝吗? 拷贝局内的监控必须符合条件, 更要有局长签字, 警察并没有立刻同意。 而是把要求告诉宋黎之后, 让人回去。 从公安局出来, 网上的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 但是陆金川应该雇佣了人控屏, 碍于老夫人, 他没让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除月没有道歉, 网上爆出来更大的料。 一个一线影帝婚内出轨, 被余计拍到并且实锤。 这个影帝算是颜值与实力双在线, 在圈子里凹的深情人设, 每次宣传新剧的时候, 就会拉着老婆跑一边热搜。 粉丝都很乐意吃偶像的狗粮, 骤然塌房, 相比较起来豪门副太太抽耳光, 这个曝光度更厉害一点。 宋丽看着自己的热度正在慢慢下降。 但是这并不是结束, 宋丽知道, 除非她这辈子不出现在媒体面前, 否则总会有人记得她嚣张跋扈, 在公司宴会上怒抽丈夫表妹耳光的事情。 正在她在纠结的时候, 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 宋丽看了一眼, 是凌晨本地的号码, 没有余多久, 宋丽划了接通。 南淮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陆太太,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一忙, 宋丽差点忘记了之前南淮邀请她出演 RL投资的文艺电影。 宋丽很犹豫, 如果加入RL毕竟是陆氏的竞争对手公司, 很容易败坏陆老夫人的好感度。 但是南淮给她提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如果你同意出道, 签约RL调取监控的手续, 我让人帮你办。 宋丽顿住, 南淮低声说, 还有当初对你动手的人, 我可以帮你追查。 宋丽心脏几乎停跳, 他凭住呼吸, 眼睛里都是茫然。 你为什么帮我? 南淮, 临山就算是不回来, 你应该也明白, 陆金川对我根本就没有多少喜欢。 如果你想利用我对付陆金川, 那么你的想法恐怕就要落空了。 第26章, 签约RL。 我虽然想让那个致使我悲剧发生的男人落网, 可是不代表我没有任何底线, 凡是法律和道德不允许的, 我一件事都不会做。 电话里, 男人忽然开始笑, 声音嘀嘀地宛如清泉在耳边响起。 他的笑实在是让宋礼窘迫你笑什么? 陆太太, 我承认和陆金川的关系在众人眼里不太和谐, 我虽然不算什么正人君子, 但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还是不屑用的。 你应该相信自己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宋礼清楚, 如果这次自己没有答应南淮, 可能以后他再想后悔, 就晚了。 我答应你。 南淮隔着电话在笑, 他低声说, 那陆太太到RL来, 我让白鹤准备合同。 宋礼点头, 他掐断电话上了车, 苏兰等了他一会儿, 低声问, 太太, 我们现在去哪里? 去RL。 哪里? 苏兰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 宋礼重复了一遍, 因为入职陆氏, 其实苏兰对RL蛮讨厌的。 他硕士毕业之后就进入了陆氏, 成为了陆金川的秘书, 至今三年是陆金川带领他变得成熟, 能够独当一面是陆氏给了他足够的阅历, 让他自信优雅, 能够抬头挺胸, 所以对待对手公司, 他和陆金川一样同仇敌愕, 太太, 我们去RL不好吧? 透过后视镜, 他对上了宋礼的眼睛, 宋礼的年龄比苏兰还要小一岁, 他眼睛很大, 眼黑较多, 宛如一弯碧水, 定定地看着一个人的时候, 是非常的认真。 苏兰停顿了好久, 才发动汽车引擎, 把车子停在了RL行政大楼下面, 宋礼下车直接往RL里面进, 到大厅的时候, 白鹤人已经在等着他了, 在看见苏兰之后, 白鹤眼神有些戒备, 宋小姐, 蓝总已经在等您了, 请吧, 抱歉白先生, 麻烦您叫我们总裁夫人陆太太, 一年前, 除雀南淮, 陆金川也是凌晨含金量最高的顶级男神, 对手公司总裁, 一个黄金单身汉单独等待宋礼, 并且宋礼还答应赴约, 实在不怪苏兰不多想, 白鹤对苏兰的话视而不见, 而是摁了总裁专用电梯, 直打总裁办, 南淮倒是没有办公, 而是坐在落地窗前, 面前摆着一张圆桌子, 他穿了一件纯手工定制的黑色衬衣, 扭扣泛着银灰色的光, 越发衬得他肌肤白皙, 宋礼到的时候, 南淮在看文件, 衬衫挽起, 手腕上戴着一块手表, 宋礼不识货, 只觉得表盘精致繁复, 被南淮衬得好之前, 听见脚步声, 南淮侧眸看不来, 看见苏兰, 他有些意外, 轻笑一声, 带着陆金川的秘书来和我谈, 你也不怕进门的时候, 保安把人送到警局去, 宋礼愣了一下, 苏兰知名度还是很高的, 陆金川曾经说过, 很多海外公司, 还有凌晨本地企业, 出百万年薪, 想要把苏兰撬走, 都被苏兰一一拒绝, 他在南淮的对面坐下, 我带苏兰过来, 就代表我不打算看在, 南总是我的救命恩人的份上, 就是南总的亏, 南淮把手里的文件递过去, 苏兰这才发现, 他一直看的就是, 他的合同合同条例清晰, 每一项都合理, 让宋礼意外的是, 他的合同比例是4, 6, 他4, RL6, 据宋礼所知, 新人签合约, 2, 8或者3比7的大有人在, 3比7都算是好的, 他现在知名度很不好, 南淮给的条件这么好, 他才更加犹豫, 南淮端起面前的咖啡, 抿了一口, 低声问, 怎么, 宋小姐害怕, 这算是激将法吗? 宋礼反问, 南淮沉吟一声, 笑道, 算, 宋礼低头在一方上面, 签下自己的名字, 笑着回答, 那么南总, 你的激将法成功了, 说着, 宋礼朝南淮伸出手, 合作愉快, 南淮起身, 和宋礼的手握在一起, 宋礼, 相信自己,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未来可期, 加油, 南淮看着他, 眼底含着笑意, 至少这一刻, 宋礼对南淮的防备和成剑, 放下了不少, 谢谢你, 南总, 南淮低声说, 你没有表演功底, 这一个月就去剧组跟导演学, 这部文艺剧我了解过, 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情绪起伏不大, 你主要和导演学找摄像头, 如果没有问题, 明天我就让你的经纪人去接你, 带你去剧组报道, 宋礼了解了情况之后, 就在跟着南淮出了门, 到小会客厅的时候, 苏兰和白鹤正在对峙, 看见宋礼, 苏兰豁然站了起来, 太太, 白鹤也起身, 南总, 宋小姐, 白鹤朝宋礼伸手, 宋小姐, 以后就是同事了, 请多指教, 白鹤咬中同事的发音, 眼神还往苏兰的身上瞟, 带着几分得意, 算起来, 其实宋礼和白鹤的工作, 扒杆子打不着, 但是白鹤是总裁特助, 这个面子宋礼不能不给, 笑着握上去, 道, 白秘书, 请多指教, 白鹤又把人送了出去, 上了车, 苏兰再也憋不住, 问他, 太太, 您签了RL, 嗯, 苏兰有些生气, 说, 太太, 您是陆总的太太, 所以您应该清楚, RL和陆氏是恶性竞争关系, 南怀那个人狼子野心, 您不要因为他帮过您一次, 就被他给骗了, 宋礼面色沉了沉, 这还只是一个秘书, 在知道, 他签约RL之后, 就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只能说, 以后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可是宋礼敢签约, 就代表自己不怕, 所以呢, 宋礼顿了顿, 一字一顿, 你最好回去告诉陆金川, 让他看好自己的机密文件, 苏兰, 只觉得后背发凉, 宋礼并不在乎, 苏兰到底什么反应, 他也并不觉得, 南怀狼子野心, 就是这么奇怪, 有些人认识一年, 每天见面, 每天相处, 依旧出不来, 有些人, 哪怕只是见过两三面, 就明白, 这个人可以信赖, 南怀并不是只帮过他一次, 夜色迷离门口, 如果不是南怀, 他会被李承带走, 心里防线崩塌, 迷宫像那天, 如果不是南怀及时出现, 他会有生命危险, 陆氏的周年庆典上, 如果不是南怀, 他会声名狼藉, 臭名昭著第27章, 和他无关, 更可怕的是, 南怀救起来的, 从来都是陆金川抛弃的他, 宋礼伴合着眼睛, 要求回绿城相线, 云梦一个人待了一天, 看到他, 眼睛放光, 阿里, 他开开心心上前, 伸手去拉宋礼, 碰到了宋礼的伤口, 女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脸色骤然惨白了下来, 云梦见他的反应, 立刻去拉他的衣袖, 他的伤抗着纱布, 但是血液蕴染在他的纱布上, 看上去触目惊心, 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 宋礼将衣服拉下来, 梦梦, 我找到工作了, 我明天请你吃好吃的, 宋礼你最好不好, 给我转移话题, 你实话告诉我, 你胳膊怎么了, 云梦拉着他的手, 是不是陆金川, 还有上午, 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去帮林山说话, 你脑子瓦特了吗, 宋礼停顿了好久, 我答应陆金川帮林山澄清, 条件是他派人给我, 让我亲自查那天在迷宫巷, 导致我流产的凶手是谁, 云梦气得一张翘脸跌得通红, 什么意思, 陆金川不是孩子的父亲吗, 他有没有心, 他正要破口大骂, 却看见了宋礼眼底一闪而过的难过, 骤然净声, 这件事情里, 最大的受害者, 算起来还是宋礼, 每骂一次陆金川, 都是在提醒宋礼他所嫁飞人, 撕开女人的就伤疤, 在上面撒盐, 云梦忍着怒意, 轻轻触碰宋礼的手臂, 小声问, 所以, 手臂是怎么回事, 奶奶在打陆金川的时候, 我扑了上去, 替他挨了一鞭子, 你特么傻啊, 不是, 为什么啊, 云梦粗口差点爆出来, 又强行忍了回去, 要他说, 宋礼就应该让陆老夫人打死陆金川, 只要奶奶还觉得, 我深爱陆金川, 陆金川暂时就没办法和我离婚, 宋礼眼神有些茫然, 梦梦, 凌晨太大了, 人也太杂了, 我要找一个人, 不知道他的身份, 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记得他的长相, 如果不依靠陆金川, 我这辈子, 可能到死都找不到, 说着, 宋礼抚摸了一下小妇, 这里, 曾经遇遇过一个小生命, 他来一场, 我已经失去了, 又怎么舍得对不起他, 让他充满期待来到人间, 却又不明不白地离开, 云梦别开头, 没人比宋礼更想要一个家了,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楚越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冲了进来, 好你个宋礼, 我就知道, 你不怀好意,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到了, 回头我就告诉外婆, 嫁给我哥, 你就是心怀叵测, 不安好心, 楚越眼神阴郁地盯着宋礼他刚出院, 就去老宅哄自己的外婆, 可是外婆对他态度输了,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苏兰带回来一个更劲爆的消息, 宋礼竟然签约了RL, 他竟然去了南淮的公司, 这算什么, 宋礼是失了孩子之后恼羞成怒, 所以打算窃取陆氏机密卖给南淮, 借此报复他哥哥吗? 宋礼是什么牌子的傻缺, 知道消息之后, 陆金川要回绿城乡县, 楚越毫不犹豫跟着上了车, 陆金川受了很重的伤, 走得比较慢, 进门的时候刚好看到宋礼看着楚越, 眼神浅薄, 一点情绪都没有, 这样的女孩和一年前自己捡回来的小可怜似乎毫无关联, 南淮解约, 宋礼你是不是脑子有个大病, 你明知道我哥和南淮的关系, 你还签RL, 你怎么不去乞讨呢? 你丢得起这个人, 我哥丢不起, 楚越急红了眼, 宋礼在这个结果眼上签约南淮, 陆氏本来就在风口浪尖上, 这是把陆金川放在火上烤啊, 楚越真的心疼陆金川, 楚越说话的时候, 手指头都快要点到宋礼的脸上, 云梦一把把人拉到身后, 冷冷一笑, 所以陆总也觉得送送丢人, 陆金川进门, 在宋礼面前站定, 在云梦眼底, 沉默就是默认, 他紧紧握住宋礼的手, 看着陆金川, 有不丢人的方式啊, 可以离婚, 只要陆总提出来离婚, 我们阿丽不会, 赖着你陆家不走, 省得某些人, 依赴你们陆家有皇位要继承的座态, 让人恶心, 这纸桑骂怀戳到楚越的心, 他猛地跳了起来, 道, 你说谁呢? 谁应我说谁? 楚越人差点疯掉, 宋礼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明知道现在的形势, 我哥不能和你离婚, 你要是真的有自知之明, 就该自己滚蛋, 你就是仗着我哥帕山姐姐, 坐视小三的名头, 仗着有奶奶给你撑腰, 暂时离不了婚吗? 够了, 陆金川嘀喝一声, 云梦和楚越纷纷晋升, 云梦其实是害怕陆金川的, 能为了宋礼和陆金川对驰, 已经非常难得了, 他目光越过云梦, 落在宋礼身上, 眼神如炬, 为什么签RL? 宋礼道, 陆金川, 早在你给我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你了, 我要找一个工作, 找工作, 要去RL, 陆金川一把拽住女人的手腕, 铁掌摁在他的伤口上, 他痛得身体颤抖, 可是宋礼不肯认输, 死死地咬住唇瓣, 一个阴结都发不出来, 因为怀孕, 没有企业咬我呢, 宋礼撕开自己伤疤, 试图触痛陆金川, 可是眼前这个冷漠的男人, 他从前家里抽出来一张黑卡, 递过去, 你想要什么就去买, 不要给我添麻烦, 宋礼忍了又忍, 忍无可忍, 一把把陆金川手里的黑卡, 拍在地上, 是不是我只能依附你苟延残喘, 才能让你觉得满足, 陆金川的视线顺着卡片, 停在大理石花纹的地板上, 宋礼, 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哥给你的卡, 可是全球限量的, 没有上限, 你还想怎么样, 楚越恨不得往死里抽宋礼, 你在这里跟我哥叫嚣, 恐怕是因为你不知道这张卡的珍贵, 现在知道了, 就捡起来滚, 见好就收主动去RL解约, 宋礼没动, 这张卡再怎么珍贵, 再怎么不限额度, 也和他无关, 第28章, 做不了主, 一旦离开陆金川, 所有金尊玉贵的假象都会被打破, 被奢靡生活腐蚀了的他, 会没有任何的生存能力, 他俯身把卡捡起来, 从陆金川手里接过钱家, 把卡片重新塞了回去, 我暂时拍不了什么会火的剧本, 我还要学很久, 你不用担心我的存在, 会给陆氏和灵山造成什么伤害, 因为就算是要出现在银瓶上, 估计也要大半年, 到时候, 你可能就不存在这个烦恼了, 大半年时间, 如果能让凶手落网, 那么他们肯定就会离婚了, 陆金川这样的天之骄子, 应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而不是和他这么将就下去, 一瞬间, 可能是室内开着的灯太亮, 他竟然觉得他眸光晦暗, 满是隐人, 宋礼把钱家递过去, 外面暮色压过来, 陆金川忽然觉得脊背上的伤很痛, 似乎伤到了筋骨, 他没有接, 宋礼的声音里有了哭腔, 站在他对面, 绝强地不肯认输, 陆金川, 你带我去领证的时候, 没有告诉我不能找工作, 宋礼, 你曲解我哥, 楚乐话都没有说完, 被陆金川打断, 闭嘴, 哥, 前家没接, 陆金川神色疏了, 他眼睫极长, 口吻声音的命令, 你可以工作, 但唯独RL不行, 他眼神带着几分讥笑, 娱乐圈的水很深,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就你这脑子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宋礼, 你如果聪明, 一开始就不会去找南淮, 陆金川口吻声了, 你是自己去解约, 还是我让圣岸交涉, 替你解约, 宋礼的心脏一寸一寸地冷了下去, 他看着他笑, 低声说, 阿川, 你省省力气吧, 如果南淮牵下来, 我真的有阴谋, 你要谁去解约都没有用, 而且,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想的那么龌龊, 尤其是我, 陆金川担心南淮对他有阴谋, 同样的, 何尝不是不相信他, 一年的时光, 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只有他一个傻子, 相信爱情, 相信一个人, 哪怕是宋礼说话不好听, 陆金川也未见不悦, 反而道, 你如果对演艺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陆市来你想要什么资源, 只要告诉经纪人就可以, 也不用担心在圈子里吃亏, 可惜不好说话的是宋礼, 对不起, 我不相信你, 一时间星河坠落在眸底, 宋礼明明笑着, 可是云梦却透过这张他刻意给他们看的假面, 看到了他正在哭泣的灵魂, 还有, 虽然我知道我的不幸和灵山没有关系, 但是陆金川, 意思就是说, 我绝对不会和灵山、 楚越待在一个公司里, 宋礼往后退, 也是一点一点试图完整地退出陆金川的世界, 说完牵着云梦上了楼, 楚越回过神, 哥, 你看他是什么态度, 陆金川骤然回眸, 瞥了他一眼, 楚越只觉得脊椎骨冒上一层冷汗, 剩下的话全部晋升在喉咙里, 哥, 楚越声音颤抖, 明天将手里的工作移交完毕, 然后出国, 为什么? 楚越失声尖叫, 陆金川唇角上挑, 却没有一丝温度, 听不明白吗? 他讨厌你, 而且现在, 绿城香榭的女主人还是他宋梨, 哥, 宋梨已经没有孩子了, 你为什么那么维护他? 我陪你一起长大, 二十多年, 我们之间的感情抵不过你和宋梨一年吗? 你非要为了宋梨把我赶出去吗? 楚越真的掉了眼泪, 哥, 我才二十四岁, 你让我出国, 你考虑过我会不会在国外受委屈吗? 我不出国, 陆金川冷酷无情, 他唇线紧绷成一条直线, 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楚越, 要么自己体面地提出离开, 要么我让人遣送你出国, 你自己选, 眼泪瞬间将自己整个人都淹没, 楚越在陆金川这里, 似乎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楚越哭着从绿城香榭出来, 边走边给灵珊打电话, 灵珊没接到, 他走完秀, 看到未接来电就回了过来, 月月, 怎么了? 楚越人在夜色迷离, 一个人独自在把台上, 一杯一杯地往肚子里灌酒, 他哭得委屈, 山姐姐, 我哥让我出国, 还说如果我不出国, 他就让盛丸送我走, 明明我是为了他好, 宋梨那个贱人签约RL, 是把他的面子摔在地面上踩碎, 我为他说话, 他却让我出国, 楚越状况疯癫, 山姐姐, 扑面来, 他没有满口答应, 而是说, 我不能保证, 让阿川答应你留在国内, 月月, 我出国太久, 直到陆金川结了婚, 差点有了孩子, 山姐姐, 你说的话, 我哥肯定会让我留下来的, 楚越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低声在电话呢喃喃呢, 对此, 宋梨一无所知, 宋梨带着云梦上了楼, 这些天宋梨的状态调整得还算不错, 云梦也没必要再待下去, 一进门就提出, 要搬出绿城香榭送送, 我找到住的地方了, 今天就收拾东西, 云梦提出的突然, 宋梨待了两秒, 是这里住得不舒服吗, 是不是管家给你脸色了, 我也找到新工作了, 宋宋, 你不要多想, 云梦低声说, 云梦毕竟是个单身女孩, 如果真的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 对她的名声也有影响, 宋梨没再挽留, 就叫了一辆车, 送云梦离开, 回来的时候, 管家刚好熬了药, 中药味很重, 还没喝, 宋梨就觉得整个嘴巴都是色的, 宋梨结果在管家没注意的时候, 倒进了客厅的盆栽里, 把碗洗好, 宋梨上楼, 明天要去剧组, 他换了衣服准备睡觉, 刚躺下, 门被敲响了, 是管家, 太太, 先生背上的伤还挺严重, 你能不能劝劝他, 让他好好休息, 宋梨摇头, 管家, 你知道的, 我从来做不了阿川的主, 自从孩子没了, 宋梨就宛如变了一个人, 管家没再说什么, 给宋梨关上了门, 卧室里剩下他自己, 躺了一会儿, 宋梨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29章, 挺遗憾的, 他掀开被子下床, 人走到了书房门口, 隔着门甚至能听到陆金川打电话的声音, 宋梨脚步顿住, 他进去之后该说什么, 陆金川会怎么想他, 认为他对他还有想法, 甚至主动求爱, 他放下手, 陆金川已经快要30岁了, 不是三岁, 难道还不会照顾自己吗? 宋梨觉得自己和管家担心的都多了, 蛇身回了卧室, 自从流产之后, 宋梨身体就变得非常虚弱, 躺在床上, 他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 因为要去剧组学习, 所以宋梨早早就醒了过来, 室内窗帘拉着, 光线昏暗, 分不清时间, 宋梨摸手机的时候, 触碰到身边的人, 温度极高, 宋梨猛地睁开了眼睛, 刚睡醒, 他意识是模糊的, 陆金川的脸苍白, 乌黑的发丝带着几分凌乱, 唇绊更是一丝血色都没有, 眉头紧锁着, 呼吸也格外急促, 陆金川, 他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宋梨一点印象都没有, 喊了一声, 男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宋梨靠过去, 伸手探了一下男人额头的温度, 滚烫的, 可以煎得溏心淡了, 结婚一年, 陆金川一直挽入一座不倒的山, 从来没有病倒过, 宋梨手足无措, 他掀开被子光着脚下的床, 用桌子上的电话拨打了内线电话, 太太, 管家的声音响了起来, 宋梨, 管家, 喊家庭医生来一趟, 阿川发烧了, 可能是伤口感染了, 管家应了一声, 声音也明显胶着了起来, 郁城香蟹以前是没有医疗团的, 一年前, 陆金川将宋梨捡回家, 他的身体太弱了, 三天两头高烧, 每天半夜送他去医院, 有一次陆金川在公司待了半宿, 发现得晚了, 差点把他脑子烧坏那次之后, 陆金川就让管家专门把别墅外西边的小洋房收拾出来, 并且雇佣了一个医疗团, 因为就在绿城乡线, 所以人来得很快, 管家带着医生匆忙上了楼, 宋梨站在一边等着, 明明已经打算要和他划清界限了, 可是自己的心还是忍不住被陆金川带着走, 会不由自主地担心他的安危, 送送, 他仰着的脸上勾着笑, 璀璨无比, 非常有感染力, 宋梨不由自主跟着他翘起唇, 梦梦, 你怎么来了? 云梦上了楼, 朝他伸出手, 宋小姐, 我是你的经纪人云梦, 来接你去剧组, 走吧。 难怪昨天他说自己找到工作了, 云梦不仅没有追问, 还笑得意味深长, 不, 我现在还不能去。 宋梨下意识地拒绝, 陆金川癌的鞭子有多重, 这会发烧, 肯定是伤口感染了, 伤口感染是非常严重的。 怎么了? 云梦看他眼底, 还有掩饰不住的慌张, 低声问, 陆金川发烧了? 我? 云梦这才发现, 卧室里面站满了人,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家庭衣生围着床, 陆金川的影子淹没在其中。 对陆金川, 云梦是没有一点的好感。 低声说, 宋宋, 他发烧你留在这里, 有什么用吗? 这里有医生, 你在这里也只能帮到忙, 而且导演现在还在剧组等你, 第一天就翘班不好吧, 会影响导演对你的观感。 宋宋, 吃了太多的苦, 宋梨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他做什么事情的前提都是以自己为先, 不让自己受伤害, 是他唯一的标准。 陆金川不爱他, 如果他还爱陆金川, 又怎么能全身而退? 宋梨咬着下唇, 眼圈泛红。 宋宋, 你想好了, 你是决定要离开他的, 在他身上投注太多的感情,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云梦指着卧室里的人, 宋宋, 你看, 这里这么多的人, 陆金川醒来之后, 是医生治好了他, 是管家照顾的他, 没你什么事情。 你是个女孩子, 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什么事情都该先为自己考虑。 可能我这些话让你听得有些无情, 可我这些想法基于的前提, 都是因为我希望你过得好。 宋梨站了好一会儿, 才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云梦。 梦梦, 你知不知道, 当时我爸爸要把我嫁给那个老头, 我知道之后, 连夜逃到凌晨那天晚上, 我都经历了什么。 差点嫁给老头的事情, 云梦是知道的, 他的养父给宋梨为了安眠药, 要不是宋梨意志力强, 自己跑到了凌晨, 估计逃不过那一劫。 是陆金川带我去医院洗胃, 给我吃饭, 给我衣服穿, 又把来历不明的我娶回家。 宋梨是带着身份证跑到凌晨的, 养父从来没把他当成人看, 为了安眠药是致死量。 孩子的事情, 可能是盛兰自作主张, 梦梦, 陆金川除了不爱我, 并没有对不起我。 宋梨觉得自己这种想法挺贱的, 可是换位思考一下, 不爱就是不爱, 至少陆金川在初恋回来之后不是出轨, 而是给了他离婚协议书。 主要是陆金川现在过于虚弱了点, 他总是控制不住, 想要给陆金川找理由, 找借口。 宋梨俯开云梦, 阔步进门。 刚在床头站定, 陆金川刚好睁开眼睛,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一众人里率先找到他的影子的。 视线刚对上他, 就眯着眼睛笑了, 只不过因为虚弱, 这个男人的笑看起来杀伤力没有那么大而已。 陆太太还没出门呢, 他大抵还是生气。 怎么, 留在这里, 确定我死没死。 云梦被他这句话, 气得脸都憋红了, 他在后面拽了一下宋梨。 宋宋, 你知道了吧, 这就叫狗咬吕洞兵。 宋梨深吸一口气, 醒了就找他的麻烦, 想来也没有什么大事。 还挺遗憾的, 陆先生没事, 没办法分到你的遗产了。 这句话说出口, 宋梨清楚地看到陆金川鹅脚的青筋跳了跳。 宋梨才不管陆金川到底是什么反应, 转身就进了衣帽间, 换了一条白色的脸体裙。 宋梨和云梦下了楼, 要出门的时候, 管家追了过来。 太太。 第三十章, 兰花死了。 两人回头, 管家拿着药膏递过来。 太太, 早上一忙就把您手臂上的伤忘记了, 这是先生让我送来的, 您自己图, 还是我帮您。 宋梨低头看了一眼, 这个药膏是国内医药团队专门研发的药膏, 在治疗外伤的同时, 还有极好的驱疤功效。 它是疤痕体质, 但是这件事情陆金川并不清楚, 能这么细心地挑选药膏的, 大概只有陆奶奶带出来管家了。 宋梨抿了一下唇脚, 低声说, 管家, 谢谢您。 管家慌忙摆手, 太太, 我怎么感受您一声谢呢? 只是先生心里一直惦记着您, 您千万不要因为和先生置气, 而委屈自己。 送走宋梨, 管家再度上楼, 卧室里有男佣在帮陆金川擦拭伤口, 然后上药。 管家进去的时候, 陆金川的衬衫穿了一半, 扭扣还没记, 领口能看出来皆是流畅的肌肉线条。 在收拾房间杂物的时候, 管家看见了窗台上的盆栽, 叶子黄了一半, 眼看就要死了。 先生, 管家吓了一跳, 这盆兰花是陆金川托人拍下来的, 素和灌顶, 小小一盆八卫树, 胶水, 温度都是得严格把控。 送离流产后, 管家怕他心情不好, 搬了进来。 这才四五天, 叶子就黄了。 管家心疼坏了, 下意识地伸手去捧, 手心摸到了粘稠的液体, 还有扑面而来的苦涩为他弯下腰, 嗅了嗅, 侧头看陆金川。 陆金川拧眉, 院子里请来专门照看小花园的园丁说了, 这盆花不出意外, 今年就可以开花, 这会儿有了死相确实可惜。 死了就再拍一盆, 拿出去丢了。 陆金川向来才大气粗, 但是管家没动, 而是表情犹豫, 道, 先生, 我给太太熬的药, 太太好像都没有喝。 说着, 管家把兰花抱了过去。 中药的味道本来被房间里的清新味道充淡不少, 但一靠过来味道还是极大。 房子足够大, 送离到了三天中药, 也没人发现。 管家记得, 送离这个药是苏晨物亲自开的, 当时送离虽然表现得不明显,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 送离失去孩子已经是悲痛欲绝, 这副药以调理为主。 苏晨物是想着, 尽快让送离身体调理好, 能接着受孕再要一个孩子。 送离也是知道的, 可是他倒了, 也就是说, 这会儿他不想再要孩子了。 管家心里有些难过, 先生, 太太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 可怎么是好? 他不想喝, 就不要浪费我的花了。 陆金川的眉宇骤然冷了下去, 像是冬天下了一场雪, 渐渐堆成一座寒川。 以后陆太太不想吃的药, 不要强迫他。 你是我的管家, 不是他妈。 恰在这个时候, 陆金川手机响了, 管家把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递给陆金川, 无意间看见了手机屏幕上的名字。 山, 一个字在屏幕上疯狂跳动。 送离和云梦紧赶慢赶, 掐着点到了剧组。 因为送离长得漂亮, 所以导演一开始没有给送离什么脸色看。 加上他学习得也认真, 导演偶尔还会露出来一个笑容。 经过一上午的学习, 在此之前, 他以为南淮只是打算给他一个女三进入娱乐圈第一个作品, 出演第一部剧就当女主角。 宋离觉得南淮真的是疯了。 下午的时候, 南淮来探班给整个剧组都带了冷腻。 云梦手里拿着电动小风扇, 已经热得掩掩一息了, 看见南淮眼睛几乎放光。 因为宋离是新人, 就算是出演女主角, 但是云梦和宋离也没有拿架子, 帮南淮的秘书给大家分冷腻。 忙完之后, 宋离擦了一把汗, 泪至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 南淮垂目时, 睫毛似乎能扫上去。 哪怕是天天对着陆京穿那张俊美的面孔, 对男人的美颜已经有了足够的免疫。 可是看到南淮, 还是不由呆了一下。 这些男人, 先天条件总是这么优越, 很容易让周围的人自残行贿。 他一靠近, 南淮就递给他一杯果茶。 接过来, 是温的。 南总, 很热爱。 南淮唇半上扬, 宛如春风拂面。 你不能喝冷的, 委屈一下。 刚刚流产不到一周, 要寄生了。 这个男人的温柔似乎刻到了骨子里。 南总, 你之前没说要我出演女主? 宋黎看着他, 你叫南总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叫我名字? 南淮低声说, 不好吧。 宋黎又不是瞎, 自然看得到剧组里的人, 包括导演在内, 对南淮全是毕恭毕敬的。 他单独喊南淮名字, 也太突出了。 怎么说我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 这点小要求都不答应。 宋黎哭笑不得扫了他一眼。 大哥, 救命之恩就这用的。 言归正传, 我真的演不了女主啊, 你现在找人还来得及? 南淮没有松口。 这部剧到现在都没有开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宋黎看过来, 他看着不远处。 他来学找机位的剧组并不是艺术片的剧, 是导演指导的另一部剧, 名字叫夏光。 夏光在艺术剧的后面, 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所以耽搁着一直没有拍。 编剧在千剧本之前, 一直对女主角吹毛求疵, 我看见你就觉得你合适, 并且把你的照片给了编剧, 他很满意。 南淮接着说, 这部剧我们筹备了很多年, 是冲着拿奖去的。 当然,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你压力, 我们不冲最佳女主角。 而且, 女主角虽然是女主角, 但是镜头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多。 你只要按照导演说的做好就行了。 导演虽然现在好说话, 可是你做的不对, 他骂人还是很凶的。 宋黎喝了一口果茶, 没有说话。 南淮最担心的倒不是宋黎的演技, 而是演员天生就是为镜头野生的。 他最担心宋黎找不到镜头, 进入到自己的世界里, 自导自演, 独自感动。 第31章, 我不怕累。 宋黎没再拒绝, 南淮忽然开了口。 宋黎? 宋黎看向他, 南淮舔了一下唇角, 漂亮的眼睛和他对上, 他听到他问, 有没有兴趣学画画? 什么? 南淮又说, 有点时候记忆是不靠谱的。 你现在记得那个伤害你的人的样子, 以后也会记得吗? 提及旧伤, 宋黎身体一震, 他骤然沉默。 如果你有兴趣, 我认识一位素描画得不错的人, 每天一小时, 但是会很累。 宋黎心跳加速, 他站在阳光下, 闭了闭眼睛, 在睁开, 忽然笑了。 这一刻, 他突然发现, 原来南淮那么认真的在帮他。 也是这一瞬间, 宋黎胸腔里, 似乎打翻了五位屏, 百感交集。 我不怕嘞, 宋黎看着他。 谢谢你, 南淮。 交谈中, 又有一个人来探班, 就是灵山的父亲, 灵家的主人, 灵叶。 灵家在灵城沉淀多年, 财富累积极多, 如果不是灵山进入了娱乐圈, 估计灵家一辈子也不会涉足娱乐圈宋黎咽下口中的果茶, 拿着饮料, 指了指灵叶。 你和陆金川可是竞争对手, 和灵家和投一部电影, 真的好吗? 南淮挑了一下眉, 有什么不好的, 我和陆金川还同时投过一个电影吗?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就代表你已经很强大了。 宋黎笑了, 真可惜, 我现在还太弱小了。 灵叶和导演打过招呼, 往这边走, 看架势是要找南淮, 宋黎下意识地要溜。 情敌的父亲, 可不一定待见他, 尤其是, 因为他灵山还在微博上挂过黑料, 只不过没走出去, 就被灵叶逮住了。 蓝总, 这位是, 蓝总就别说笑了, 您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灵叶倒是见过宋黎, 远远地在陆氏周年庆上, 他笑了一下, 带着中年男人独有的成熟和风度。 我还以为看错了, 我听阿川说过, 陆太太可是不太喜欢出门的。 那是因为陆金川不喜欢他出门, 他惦记灵山, 估计一开始打的主意, 就是想要让他在灵山回来之后, 自己腾出来位置吧。 宋黎对着灵叶审笑一声, 怎么? 你出来工作阿川舍的? 宋黎笑了, 低声说, 他平时挺忙的, 不怎么管我这些。 灵叶倒是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唇半挑着浅浅一笑。 女孩子有自己的职业很好, 加油小姑娘。 灵叶对着他笑了一下, 随后就离开了。 宋黎竟然诡异地在灵叶的身上, 感觉到了奇怪的善意。 他茫然地看了南怀一眼, 正常的父亲不应该迁怒他的吗? 如果不是他爆料, 自己和陆金川的婚姻关系的话, 灵山不至于这么黑。 似乎看出来了他的疑问, 他是非常民事理的, 灵山虽然在热搜挂了两天, 但是也因为这个, 其实对他的伤害并不大, 反而获得了知名度。 宋黎了然, 南怀还有事, 聊了两句就离开了剧组。 完成拍摄已经很晚了, 一天下来又累又热, 日暮西沉, 夜色渐渐笼罩城市。 云梦和宋黎在横殿门口等出租车, 巧了, 今天的门口竟然一辆出租都没有。 云梦撩开散着的长发, 用手给自己扇风。 好歹临城也是大城市, 横殿门口车竟然这么少, 还不如苏城。 云梦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做了明星助理, 刚刚晋升成经纪人没多久, 虽然阅历前, 但是因为云梦交际能力比较强, 公关处理手段也调理清晰, 所以当他来到临城之后, 南怀就向他抛了一根橄榄枝, 成为了送离的经纪人。 梦梦, 临城的贵人也有钱, 大家都是开车来的, 我们再等等吧。 云梦应了一声, 拿着手机翻打车软件, 发了位置半个多小时, 都没人接在这个时候, 一辆商务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 后面的车窗放下来, 林烨那张斯文的脸露了出来, 陆太太等车吗? 宋梨, 大概是性格使然, 宋梨从小到大就非常要强, 面对情敌的爸爸, 他哑然了一瞬, 才点了头, 我在你们一段, 这里不好打车。 林烨笑得温和, 宋梨犹豫时, 云梦一把拉住宋梨上了车, 他笑得阳光, 是林山的父亲, 虽然在南淮的口中, 知道林烨和林山不一样, 可是到底还是觉得别扭, 你们要去哪里? 云梦报了RL的位置, 林烨听了之后愣了一下, 看来你和阿川的关系很好, 你签约RL他都不生气, 宋梨没开口, 陆金川是让他解约的, 只不过他没有答应罢了, 为此还差点吵起来, 宋梨再次审笑, 整个凌晨都知道, 陆金川喜欢他女儿, 林烨说这句话, 从某种角度来说, 无非是在嘲弄他罢了, 还好林烨的司机比较稳, 开得也快, 半个小时就到了RL, 下了车, 云梦和宋梨看着车子离开, 浅者难难, 看来林山是像爸爸呀, 宋梨侧头看了云梦, 他无心地开口, 真的好像啊, 宋宋, 你长得也有点像林烨呀, 尤其是鼻子, 哎宋宋, 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什么样子, 我觉得林先生看上去风度翩翩的, 真的, 有这么一个父亲真幸福, 真羡慕林山, 宋梨扯了一下云梦的衣服, 好了, 我要回公司学画画, 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可不去, 回公司和加班有什么区别, 要去你去, 云梦举了举手里的手机, 笑着说, 我约了小哥哥吃火锅, 待会儿给你拍照片啊, RL大楼下面还是好乘车的, 云梦拦下一辆低视就上了车, 宋梨失笑, 转身进门, 南怀给他介绍的老师是个少女, 看年龄比他还小, 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江饶, 江饶显然是的大小姐, 对小会议室百般挑剔, 这里也太急了, 我们去南怀哥哥的办公室选, 第32章, 难道不是, 宋梨一下, 这不好吧, 要不我们出去画也行, 你和南怀哥哥应该是朋友吧, 这可是他第一次找我帮忙, 既然是朋友, 他肯定不介意, 江饶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 笑着说, 快点别墨迹, 我待会儿还要去蹦迪呢, 宋梨没办法, 拿着画板跟着江饶去南怀办公室, 他还在, 躺在办公室的单人沙发上小气, 江饶和他很熟悉, 推门就进去了, 男人睡得不沉, 听见声音就掀开了眼睫, 看见是他们唇脚抿了一下, 饶饶, 南怀哥哥, 你给的会议室也太小了, 我要在这里教他, 南怀坐了起来, 走到办公桌后面, 江饶弯着腰, 身体前倾趴在桌子上, 唇盼都是浅淡的笑, 眸光里承载着对南怀的倾慕, 你放心, 我们不会打扰你工作的, 一定会很小声的, 行, 南怀硬了下来, 宋离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外面的人已经走完了, 南怀一个大总裁, 独自在这里加班, 到底是加什么办呢, 江饶拿着铅笔翘了翘画板, 指着白纸, 你先画直线, 这样轻轻的, 等你能把直线画直了, 我再教你其他的, 画直线不用想那么多, 江饶凑在画板旁边小声问他, 小姐姐, 你和南怀哥哥是什么关系啊, 宋离比肩顿了顿, 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划过的是那天在迷宫巷里的男人, 南怀哥哥从来没让我帮过忙, 为了你, 但你可是陆金川那个讨厌鬼的老婆, 江饶一脸奇异地看着宋离, 你怎么受得了那个冰块脸, 你快告诉我, 他在床上是不是也和在财经报纸上一样无趣, 宋离耳根一红, 他略微惊悚地看了一眼江饶, 一个小姑娘看着算是刚出社会, 问这种话竟然这么自然, 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一瞬间, 那种粉红和热度从耳根蔓延到了整张脸上, 宋离试图不让江饶看出来他的窘迫, 转移话题般地开口, 那个, 上你一节课要多少钱, 我回头转给你, 我不要你的钱, 你能让南怀哥哥来求我帮忙, 你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作为交换, 你要帮我追南怀哥哥, 宋离可不敢说自己和南怀相熟, 但是不论他怎么解释, 江饶就是不幸, 他上下打量宋离, 眼神直白, 看得宋离心里有些不舒服, 你该不会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吧, 凌晨就这么几个黄金单身汉, 得到一个还不满足, 你不会还惦记南怀哥哥吧, 没有, 宋离扯了扯江饶的裙摆, 你别胡说, 没有就帮我追南怀哥哥, 江饶敲了敲宋离的额头, 低声说,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下, 客, 宋离练了一个晚上, 被江饶看着画术的直线, 横着的直线, 斜着的直线, 大楼的时候, 外面已经很黑了, RL大楼那么高, 街上车水马龙, 城市甚嚣尘上, 又万类俱寂, 他站在大地上, 空气里满是孤寂, 他忽然想起了小时候, 他生命里很重要的一个同龄人, 曾经告诉他, 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 现在可能你的价值体现不出来, 但是未来说不定会有很多人都需要你, 宋离沿着街角往前走, 天说变就变, 忽然下起了雨, 从毛毛细雨, 骤然变成巨大的雨滴, 砸在他的身上, 也似乎砸在心口上桃子, 你到底在哪里啊? 他捂着脸, 心底里蔓延出无数的难过, 世界那么大, 茫茫人海要找一个人, 真的好难, 雨停了, 他抬头, 一把黑伞撑在头顶, 鼻尖嗅到了熟悉的冷香, 宋离下意识回头, 陆京穿单手举着伞, 空着的手上搭着一件西装外套, 白色的袖口隐约可见, 在黑伞下面, 他俊美无仇, 脊背鼻挺, 不似人间的少年, 只是这种清冷疏离感, 随着他开口消失殆尽, 怎么, 陆太太是把自己当成女主角, 等你的白马王子过来, 拯救你出苦海吗? 宋离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反口问, 你来干什么? 这么晚不见陆太太回来, 我来RL看看南怀他吃不吃人, 没见到南怀, 反而看见宋离在淋雨, 雨声越来越大, 他咽了咽, 说, 你不用管我, 我以后应该不会早回去了, 宋离不稀罕陆京穿的伞, 他阔步往外走, 还没走到伞外, 手腕就被陆京穿拽住, 他一用镜把人拉了回去, 宋离, 你闹够了没有? 陆京穿忽然开口, 他眼睫极浅, 看上去万分薄情, 孩子存在一个月, 你是不是要闹够一个月, 才能善罢甘休? 宋离险些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你觉得我是在和你闹? 宋离停断了好久, 才笑, 在雨里, 陆京穿只觉得他身影纤细, 随时会被风吹走, 消散在人海, 那种不受控制的烦躁, 一瞬间占据了他的心神, 难道不是? 站在RL楼下淋雨, 被雨季拍到, 就是我们感情不合, 即将离婚, 一声不吭签约RL, 不顾陆氏现状, 暴出我们婚姻关系, 现在玩这一出, 陆京穿沉阴片刻, 眯着眼睛笑的讥讽, 别告诉我, 你想摧毁陆氏, 凭你, 还是凭你不太好的脑子? 宋离沉默, 陆京穿更加烦躁, 他一把拽过他, 把人强行拖到车子上, 胜拦在车里, 车子开始往前开, 宋离缩在后座上, 心脏似乎被刀弯过, 痛得让他无法自抑制, 到绿城香泻的时候, 宋离的胃已经开始疼, 他太久没有吃东西了, 管家看他进门, 下意识地扶住他的肩, 太太身上怎么那么湿, 快上去换衣服, 洗个热水澡, 我给你熬点姜汤, 别墅里的空调开得很冷, 他一进去, 先色缩了一下, 陆金川连看都不曾看他一眼, 扩不上了楼, 宋离洗了澡, 从浴室出来, 管家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和姜汤, 宋离吃了饭, 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中药, 他看向管家, 低声问, 要呢? 太太, 您不是不喜欢吗? 所以, 今天就不喝了, 是陆金川吩咐的, 管家停顿了片刻, 想到那一株已经死了的兰花, 点了点头, 陆金川再一点点退出他的世界, 想到这里, 宋离心口宛如针扎一样, 脸色骤然白了下来, 第33章, 上门要寨, 一连三天, 画了三天直线, 第四天的时候, 江绕正式开始教他怎么画素描, 在画画上, 宋离是一点天赋都没有, 江绕气得挠头, 就在这个时候, 案件有了新一步的进展, 警察让宋离到警局去, 虽然迷宫像没有监控, 可是出迷宫像的一条小路有监控, 警察让宋离去指认在监控中看见的人, 是不是对他行凶的那个人, 是人戴着黑帽子和口罩, 所以一时间, 宋离也无法确认到底是不是, 宋离把自己的发现, 说了, 警察很负责, 开始介入调查, 并没有因为证据不充分, 就放下了, 当天下午, 通过行车轨迹追踪到嫌疑人, 警察又让宋离去看, 人宋离认识, 或者说有印象, 陆金川的一个保镖, 换句话说, 应该是之前的保镖, 他在绿城香蟹摔倒那次, 陆金川辞退了一批人, 这个保镖就在其中, 宋离去的时候, 警察正在审讯, 你和前雇主的太太流产一案, 到底有没有关系, 保镖摇头, 他很理智, 先生, 陆先生对我们很好, 雇佣时工资高, 遣散时遣散费也高, 甚至还给推荐去好友家里继续工作, 先生在凌晨的影响力很大, 我怎么敢去伤害他的孩子, 我那天过去, 是盛特助让我帮忙送点东西, 警察又问, 什么东西, 一份文件涉及到陆氏的隐私, 保镖回忆了一下, 这份文件当时是在我这里, 当时陆先生说不急着用, 那天让宋的也急, 不是保镖做的, 可是种种证据都在指向盛蓝, 换句话说, 甚至有证据在指向陆金川, 宋离浑浑噩噩从审讯室出来, 警察忽然开口, 监控被人破坏了, 什么监控, 宋离也跟着看去, 说话的警察看向宋离, 低声说, 有木马病毒侵入系统, 删改了那段盛蓝带你上车的视频监控, 宋离恍如雷劈, 警局的防火墙那么厉害, 视频监控也能被删, 能做到的人屈指可数, 他下意识地后退, 从警局出来, 看见了站在警局门口的苏兰, 他穿着职业装, 漂亮不可方物, 太太, 先生让我来接您去陆氏一趟, 坐上车, 宋离的心情一点点下沉, 陆氏距离警局不远, 苏兰把他送到总裁办公室门口, 进去前一秒, 他手机响了, 是灵巧, 陆金川一向不喜欢他的家人, 宋离只犹豫了一下, 转身进了小会议室接电话, 电话里, 灵巧在哭, 听到他接电话, 哭着开口, 阿迪, 给我二百万, 你快给我二百万, 宋离愣了一下, 妈,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要二百万干什么? 你爸, 灵巧只说了两个字, 就尖叫一声, 随即手机似乎摔落在地上, 灵巧的声音变得遥远, 你们要干什么? 我都不会欠你们的, 放开速速, 宋离的心跳骤然加快, 电话里还有陌生人的声音, 当初你老公承诺的, 三天还不上赌债, 就用自己的女儿来偿, 灵巧的声音尖锐, 这是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 你们敢对我女儿做什么? 灵巧捡起手机, 声音害怕的发颤, 更是哽咽, 阿迪, 我知道, 你爸爸对不起你, 但是速速还是一个孩子, 你看在妈妈这些年, 还算是心疼你的份上, 快把两百万转怪给我, 你爸爸那个混账, 呜呜, 他又出去赌, 他把我速速赌了出去啊, 速速就是我的命根, 如果速速出了什么意外, 那我也不活了, 宋离听不到江苏的声音, 也没有声响, 低声说, 妈, 我没有两百万, 话没说完, 灵巧就哭着说, 那你去找女婿要, 两百万而已, 他根本就不差这两百万, 我只有速速, 只有速速啊, 宋离掐断电话, 从小会议室跑出来, 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 陆金川在办公室坐着, 阿川, 我妹妹出了事, 需要两百万, 你能不能先借给我, 他眼睛很漂亮, 水汪汪地盯着一个人, 很容易让人动容, 但是陆金川并不是一般人, 他唇半轻轻抿着, 出了什么事, 我记得速速很懂事, 他能出什么事情, 穷人家的女儿早当家, 江峰根子就是坏的, 游手好闲, 吃喝嫖赌, 还样样精通, 速速很听灵巧的话, 在外面从来不惹事, 是我爸, 他欠了赌债, 有人要债上门, 要对速速下手, 阿川, 我待会儿再给你解释, 可以吗? 宋黎真的很急, 陆金川将桌面上的纸推过去, 签个字, 签了字别说两百万, 五百万都没有问题, 宋黎完全没有心情, 看陆金川递过来的文件上写的什么, 直接在乙方上面签了字, 然后推回去, 陆金川也不含糊, 喊苏兰进来, 给宋黎转钱, 短短五分钟,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 把钱转给灵巧之后, 宋黎给灵巧打电话, 女孩的声音甜美, 姐姐, 素素, 你要不要紧, 那些人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江素愣了愣, 呆滞地问, 哪些人啊? 姐, 你说的什么啊? 我今天一直在外面采购开学药用的东西啊, 手机从手心里脱落, 江素在电话里喊了他, 姐, 姐姐, 宋黎僵硬着回身, 垂眸去看桌面上的文档, 他签了字, 字体带着他独有的清秀, 一如他这个人, 干净地让人心惊, 文档上只有一段话, 大概意思就是要求宋黎不要继续追查迷宫像样后续事宜, 宋黎眼圈骤然红了, 心脏在颤抖, 捏着的白纸也在颤抖, 眼泪速速下坠, 宋黎把文档放下, 这一刻他整个人都在胆怯, 所有的疑问都想要问出口, 可是花在嘴边望着陆金川那张熟悉的面孔, 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第34章, 南怀恐高, 江峰赌债的事情是假, 陆金川说动了灵巧一起骗他, 警局里被破坏的监控的录像是陆金川做的, 包括那天把他带到迷宫像都是他亲口承认的, 一直到现在, 他仍旧对这个男人抱有幻想, 认为不是他, 一年来他对他的好无法作假, 他不信他没有一点点的纵容, 陆金川看着对面的宋黎, 他眼泪说来就来, 甚至来势汹汹, 陆金川, 我问你, 宋黎顿了顿, 我们结婚一年, 我在你心里到底, 话没有完全问出口,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盛蓝走了进来, 小姐困在了公司的电梯里, 宋黎看着一向天塌不惊的男人, 猛地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 他绕过桌子, 大步往办公室外走的样子兵荒马乱, 似乎再慢一点就能丢了全世界, 这一幕又一幕, 宛如一根钢针死死地定在他的心口上, 每呼吸一下, 肺部都火辣辣的痛, 他扶着桌子, 脸色惨白, 盛蓝见状, 犹豫片刻, 伸手要扶宋黎, 太太, 您怎么了? 宋黎一把把圣兰甩开, 圣兰, 我问你, 迷宫巷里的人, 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 圣兰沉默, 宋黎又问, 是不是陆金川安排的? 他心如刀割, 林山回来了, 我和孩子都爱是对吗? 太太误会陆总了, 陆总不会让我做和工作无关的事情, 圣兰的解释只让宋黎觉得可笑, 所以, 接我吃饭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吗? 抱歉, 是我没有保护好太太, 宋黎宛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低声祈求, 你如果真的觉得内疚, 就去警局举报那个对我动手的人, 你一定知道人在哪里, 对不对? 圣兰面无表情, 太太,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您如果不舒服, 我可以送你去医院,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万念俱灰, 宋黎自己站直身体, 下楼, 出故障的电梯是总裁专用梯, 宋黎下楼的时候, 总裁专用梯还在维修, 从陆室大楼出来, 外面的热浪似乎一下子交在自己的身上, 宋黎漫无目的走在大街上, 不知道走了多久, 身后有鸣笛的声音, 宋黎回头, 看见了一辆熟悉的车, 车窗滑下来, 南淮的脸一如既往, 比女人更加漂亮这种天气晒太阳, 你这是什么癖好? 宋黎的眼圈很红, 像是刚刚哭过, 南淮顿了顿, 问, 心情不好, 宋黎点头, 眼巴巴地盯着南淮, 不可否认, 自己最脆弱的时候都是南淮出现, 即使把他救出来, 他对南淮满是依赖感, 上车, 带你去个地方, 宋黎拉开车门, 上了副驾驶, 南淮载着他, 一路往最大的游乐场去, 站在大门口, 宋黎嘴角抽了抽, 天那么热, 你带我来游乐场, 没人啊, 没人抢娱乐项目, 心情不好, 就不要挑地方了, 南淮笑了一下, 我猜你肯定没来过, 让南淮说中了, 没嫁给陆金川之前, 他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 甚至没来过凌晨, 南淮拉着宋黎进去, 南淮买了过山车的票, 怕不怕, 宋黎摇头, 两个人坐了上去, 还有零零落落几个人, 失重赶传来的时候, 宋黎闭上了眼睛, 这算是个发泄情绪的办法, 宋黎还想再来一次, 南淮扶着墙壁摇头, 我不去了, 你自己玩, 讲不讲义气, 宋黎愤愤然, 我恐高, 他下意识地侧谋, 南淮疑惑地看着他, 怎么, 我认识一个人, 他也恐高, 南淮忽然笑了一下, 是吗, 宋黎深吸一口气, 不过那个时候他还小, 现在估计他和你大小也差不多了, 不知道有没有克服这种恐惧, 南淮只是笑, 宋黎没有再说什么, 又上去做了一次, 南淮站在下面给他拍照, 宋黎下来的时候, 他拿着拍的照片给宋黎看, 一点美颜也没有, 头发乱得像那疯婆子, 宋黎脸上的表情差点挂不住, 你赶紧删了, 宋黎气急败坏, 要去抢他手机, 南淮把手机举高, 不行, 等你红了, 我也算是有你黑照的人, 到时候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卖给媒体, 南淮, 你好歹是个RL的总裁, 能不能干点人干的事情, 宋黎指着他, 大哥, 我是你公司的艺人, 你卖我黑照, 对你有什么好处, 南淮侧着头, 脸上的笑似乎泛着光, 是对公司没好处, 但是不代表对我没好处, 一个好的商人,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能赚钱的机会, 还没开始红, 被南淮说的, 对了, 宋黎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 他追着南淮要手机, 南淮腿长, 宋黎追了五六分钟, 拽住了男人的衣角, 成功在他手机里找到了照片, 删了那一秒, 南淮忽然凑近, 声音又轻又浅, 我有备份, 宋黎猛地转头, 他距离他很近, 这一转头, 两人的鼻尖碰上, 唇半相距咫尺, 宋黎整个人僵住, 生怕自己再靠近一点, 就能吻到自己丈夫的对手, 这么近的距离, 南淮甚至能看清宋黎脸上的小绒毛, 鼻翼间都是他清甜诱人的香味, 他最先反应过来, 站直身体, 拉开一个安全距离, 拧开手里拿着的水递给宋黎, 心情有没有好点, 宋黎点点头, 应了一声, 已经好多了, 谢谢你, 南淮看了一眼时间, 那就再开心一点, 走吧, 请你吃火锅, 吃完饭, 天已经开始黑了, 南淮开着车, 把宋黎送到了绿城香榭的门口, 他站在原地, 看着南淮的车子渐行渐远, 夜色很好, 宋黎却一点都不想回去, 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陆金川, 在陆金川办公室问的那个问题, 陆金川没有回答, 可是他的反应就是最好的答案, 他爱临山, 对他好, 是因为他想临山, 代替品就代替品, 永远也代替不了正品, 怎么, 陆太太这事舍不得进去, 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 宋黎整个人被吓得脸色发白, 他回身, 陆金川站在灯火通明的地方, 单手插兜, 高大健硕, 身形提拔, 他依旧宛如天神, 可是在宋黎这里, 再也没有任何光环, 宋黎舔了一下唇角, 越过他要进门, 擦肩而过的时候, 手腕被男人握紧, 玩得开心吗? 第35章, 在家休息, 宋黎正了一下, 没有正开, 自从提出离婚之后, 以往所有的温柔都化作泡影, 陆金川再也没有顾及过他的感受, 手筋很大, 抓得他很痛, 在陆家老宅受到的就伤疼的脸色发白, 宋黎没有胡同, 他知道, 陆金川早就已经不会心疼他了, 他的发难让他震战, 沉阴片刻, 宋黎试探着开口, 所以, 以后我出门也要跟陆先生抱呗, 你拿我当什么? 你的庸人, 还是你的下属? 陆金川似乎听到很好笑的话, 宋黎, 你有点高看你自己了吧, 依你这朝三暮四的平行, 你要面试陆氏, 第一轮就会被刷下来, 也就难怀眼睛有毛病, 能看上你, 至于庸人, 是不是要我安排管家带你去适应一下庸人的生活, 你才知道什么叫庸人, 宋黎心肩刺痛, 他身体微微颤抖时, 男人再度开口, 从明天开始, 你就在绿城相邪待着, 一步都不要出去, 我拨, 宋黎眼睛睁大, 陆金川, 你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凭什么? 陆金川冷笑, 他拽着宋黎的手腕, 把人拖到客厅的茶桌前, 桌面上放着一本报纸, 上面标题刺目, 陆氏集团总裁夫人, 私会神秘情人, 该人身份令人震惊, 照片是宋黎和南淮在游乐园的照片, 不知道怎么拍的, 南淮站在他身侧, 他侧身去看他时, 被记者抓拍到, 这个角度, 似乎两个人站在游乐园里亲吻陆太太, 现在知道, 我凭什么了吗? 宋黎心里发慌, 他和陆金川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陆氏怎样, 或者是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了, 但是南淮不行, 他还没结婚, 将绕爱慕他, 和他一个有夫之妇纠缠在一起, 不仅对他本人名誉有影响, 对RL也是一种巨大的打击, 宋黎视线下滑, 落在记者名字上, 星渝的首席记者, 周牧, 这些年为了出名, 靠贩卖各个明星的黑料为生, 但因为后台很硬, 所以一直是娱乐圈里的一根脚屎棍, 动手会脏, 不动手会恶心, 宋黎万万没想到, 周牧的手有一天会伸到他的身上, 我和南淮没什么, 陆金川, 这个社会的人都只相信自己看见的, 陆金川的手指在报纸上敲了敲, 解约手续我会让苏兰去谈, 你就在绿城乡线好好休息, 我不解约, 宋黎扑上前, 拽住陆金川的衣摆, 他眼圈泛红, 陆金川, 我签得约, 你的人没有那个权利, 替我做决定, 你也不行, 陆金川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 他眼底里一丝感情都没有, 有没有权利不是你说了算的, 陆太太, 宋黎眼睛温热, 鼻尖也开始犯酸, 这个世界上, 唯一愿意帮他查迷攻向真相的人, 就是南淮了, 如果解约, 所有的委屈都冒了上来, 他低声祈求, 我和南淮之间是清白的, 陆金川,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南淮才对,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 我要出去的, 最后一根手指被掰开, 那种痛追心刺骨, 他手指都在麻木, 陆金川骤然靠近, 将他面上散乱的头发离好, 噎在耳后, 宋黎, 我喜欢听话的人, 陆金川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 可宋黎知道, 他隐忍着怒意, 陆金川, 你相信我, 宋黎眼睛里含着泪,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 那就过段时间到陆市去, 陆市的经纪人随你挑, 陆金川眯着眼睫, 唇半警鸣, 阿黎, 这个时候还不离开RL, 你是打算坐实你和南淮之间不清不楚, 宋黎情绪激动, 他摇头, 陆金川, 你不要混小是非好不好, 如果我离开RL, 才是做贼心虚, 证明我们之间有什么, 你为什么不信我, 宋黎心口像是破了一个大洞, 我是什么样的人, 这一年我表现的是不是还不够明显, 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会背叛你, 陆金川眉也眉太, 你可以喜欢别人, 但是这个人不能是南淮, 听话, 嗯, 陆金川说完转身上楼, 宋黎浑身颤抖他早就知道陆金川不爱他了, 他甚至觉得陆金川已经伤害不了他了, 可是他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陆金川, 没有爱不代表没有伤害, 这个男人站在绿城香榭的客厅里, 践踏他的尊严, 宋黎胸腔是痛的, 心脏也是痛的, 宋黎边走边给林巧打电话, 孩子的事情他还是要继续查的, 拿了陆金川的钱肯定是要还回来, 他早点知道知道真相, 可以早点和陆金川撇清关系, 电话拨通了, 林巧接了, 电话一通, 林巧的声音就焦灼了起来, 阿黎, 今天的新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网上的人骂得都可难听了, 村里面其他的邻居都在问我, 你是不是真的出轨了呀, 你这是在城里学坏了呀, 宋黎没空和林巧解释其他的, 妈, 昨天我转给你的钱, 你能不能先还给我, 那可不行, 素素马上就要上大学了, 这孩子开销可不小啊, 林巧唠叨着给宋黎算着账, 交学费是不用多少, 但是我们素素争气, 上的重点学校, 生活上可不能委屈素素啊, 在学校门口给他买个小房子, 买几件名牌衣服, 人家才看得起, 阿黎,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 回头素素的同学都知道, 你是他的姐姐, 妹妹那么寒酸, 不还是丢的你和女婿的人吗, 妈, 这钱是不是陆金川想要给你的, 电话里顿了一下, 随即应了, 那当然了, 素素要开学了, 他一个姐夫还能不表示一下吗, 这一晚, 宋黎的心脏似乎被人捅了无数斗, 从小到大, 宋黎以为至少林巧是爱自己的, 只是爱与养父的强权, 不敢表现出来, 可是这一刻, 亲生女儿和养女的差距体现了出来, 篡改他的大学志愿, 在江苏考上重点大学之后, 林巧将之前的为他好言论忘得一干二净, 买房子, 买衣服, 第36章, 我有证据, 这一刻, 眼泪瞬间崩溃, 他在电话里不断抽烟, 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世界上似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隔着一根电话线, 宋黎多想祈求林巧也心疼心疼自己, 心疼心疼他没能出生的外孙, 可是他在林巧的态度里, 清楚地明白了什么叫做, 他在他的心里, 永远一文不值, 掐断电话, 宋黎在二楼拐角的楼梯上坐了下来, 把自己埋在膝盖里面痛哭, 宋黎没办法出门, 他也不清楚, 苏兰到底有没有找南怀商量解决的事情, 一个晚上, 宋黎骤然憔悴了起来, 唇瓣干裂着, 脸色苍白, 似乎是娇艳的花瓣正在凋零, 管家看得追星, 可是也不敢在风口浪尖上帮宋黎说话, 太太吃点东西吧, 宋黎坐在卧室里, 摇了摇头, 他一口也吃不下, 一夜未眠, 他满脑子都在想, 陆金川明明答应了陆老夫人, 答应了他继续查孩子的事情, 他可以确定陆金川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可是为了陆金川临时反口, 可是又为什么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陆金川? 保镖, 盛兰, 包括警局里被破坏的监控, 如果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 但是事情又不是他做的, 是谁能用动他身边的人, 符合条件的, 似乎只剩下一个人, 陆金川的表妹, 陆氏的高管, 楚越, 管家, 我想给奶奶打个电话, 宋黎看过来, 她睫毛那么长, 在空气中炸洞, 水润的瞳孔漆黑一片, 仿佛会说话一样, 这么漂亮的太太, 管家真的舍不得拒绝, 她狠了狠心, 太太, 先生不允许您和外界联系, 宋黎心里一阵失望, 她的手机在昨天和林乔打完电话没多久, 就被保镖拿走了, 太太, 你不要难过, 您那么爱先生, 她第一个不相信您和南先生的事情, 太太, 二要没您想的那么好, 解约了好, 先生不缺那个违约金, 您想进娱乐圈, 到时候让先生帮您, 宋黎一直没什么反应, 管家空有劝解的心, 但是也无计可施, 正在这个时候, 楚越过来了, 她静止来了二楼, 站在主卧门口, 管家有些戒备, 楚越对宋黎是有偏见的, 宋黎正心情不好, 如果他们两个闹起来, 气到哪个都不行, 楚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和我表嫂有几句话说, 你帮我榨一杯橙汁, 楚越顺口吩咐, 他有多嚣张, 管家一向清楚, 他完全不敢不去, 听到楚越的话, 立刻就出了门, 寻思他早点做完, 早点上来盯着他们, 想着, 管家立刻下了楼, 楚越往前走了两步, 宋黎心里厌烦他, 一个字都懒得说, 宋黎, 你这是什么态度, 宋黎没理他, 楚越心里焦灼, 他逃避了陆金川两天了, 再不出国, 说圣岚忙完搞不好, 就要亲自送他出国, 可是他凭什么离开, 就算是要离开, 也不该是被哥哥逼着离开, 唯一的突破口就在宋黎这里, 这样一想, 楚越深吸一口气, 瞥了一眼宋黎, 没好气地开口, 我知道你在查孩子的事情, 也知道你陷入了僵局, 我这里有线索, 你想不想知道, 宋黎冷笑一声, 他懒得在装, 楚越, 谁做的这件事情, 你我都心知肚明, 你在我面前装什么, 楚越被宋黎阴了一回, 可没上次那么傻, 根本就不接他的话, 我那天全天都和橙武哥哥, 山姐姐他们在一起, 我哥也在, 我再怎么丧心病狂, 也不可能做违法的事情, 楚越眼底的嫌弃如有实质, 我又不傻, 我出身高贵, 又有钱, 我哥宠我, 我外婆也疼我, 为了你把自己送到局里, 宋黎你都不想想你配不配吗, 楚越, 如果不是我哥要把我送出国, 你以为我愿意过来看你的脸色吗, 宋黎越听越听不明白, 怎么楚越说的话, 他一个字都听不懂, 陆金川让你出国和我有什么关系, 楚越低声说, 你帮我跟我哥说情, 我暂时不想出国, 只要你帮我, 我就把我搜集到的证据给你, 宋黎笑了, 脑子嗡嗡地乱想, 他强忍着不是, 低声说, 楚越, 你真当我傻呢,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楚越也不生气, 信不信, 得看了东西再发言, 我去楼下给你拿,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用, 就要替我在我哥面前说话, 宋黎迟疑, 主要是楚越的态度太坚决了, 他下意识地追了楚越一步, 他第一次卑劣地没有开口, 他想知道楚越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种渴望压住了他想说的话, 陆金川不在乎他的, 他所有的言论在陆金川那里纷纷无效, 一路上宋黎在后面跟着楚越往前走, 察觉到他跟着, 楚越回头看了他一眼, 又回过头边走边说, 我看见今天早上的新闻了, 你自己也长点心, 南怀并不是什么好人, 尤其是他, 还是我哥的竞争对手, 宋黎, 南怀根本不是真的想要帮你, 宋黎脑海里一阵嗡鸣, 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只想看楚越所谓的证据, 眼前一片晕血, 他盯着楚越的身形, 已经开始有了宠溺, 他根本就没看见, 楚越越来越慢的脚步, 等他反应过来, 只看见楚越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客厅传来动静, 短短两秒时间, 陆金川, 临山出现在楼梯口, 宋黎身体颤抖, 目光穿过尘埃, 落在陆金川的脸上, 他心眸漆黑, 宛如一片死海, 容不下任何人, 阿川, 月月, 临山的低呼, 换回了陆金川的思绪, 他一把把人抱了起来, 往家庭医生居住的地方跑, 太太, 管家喊他, 您推楚小姐做什么, 宋黎没能给出答案, 他只觉得冷, 夏天里, 他冷得出奇, 脊背上冒出来一层冷汗, 太太, 您快去跟先生道个歉, 楚小姐什么都没说, 您把人推下来, 先生是要生气的呀, 你把话说清楚就好了, 管家的声音越来越远, 最后化成了一声带着恐惧的喊声, 太太, 您怎么了太太, 第37章, 得寸进尺, 宋黎只觉得吵, 耳边是苏晨物的声音, 陆太太倒是没有什么大碍, 发了烧, 一夜没睡, 估计累到了, 他睁开眼睛, 天花板雪白, 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 辉煌大气, 苏晨物和管家已经发现他醒了, 前者脾气那么好, 这一刻还是拧了眉, 连个招呼都吝啬和他打, 对陆金川说阿川, 我还要去看月月, 我就先走了, 太太, 您想吃点, 出去, 陆金川打断管家的话, 管家顿了一下, 先生, 太太还没吃东西, 陆金川逆了他眼, 眸中的寒冰让人害怕, 他淡淡道, 我不喜欢重复第二遍, 管家也顾不上宋黎, 转身小跑着出了卧室, 宋黎缩在被褥里, 只露出一张小脸, 手腕上挂着水, 雷弱地让人忍不住想要摧毁, 我没有推楚月, 陆金川万万没想到, 到这个时候, 宋黎不是解释, 不是想要道歉, 而是在醒来之后, 第一时间撇清责任, 所以, 在陆太太的眼里, 我和珊珊都是瞎子对不对, 宋黎如耿在喉, 她身体不舒服, 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甚至到现在, 她都没有弄清楚, 楚月是怎么摔下楼梯的, 她唯一知道的是, 她又被楚月给利用了, 陆金川在卧室里来回走了两步, 没有任何仙照, 她一脚踹飞了端正放在床脚的垃圾桶, 砰, 声音之大, 吓得宋黎不由自主地色缩了一下, 她眼圈泛红, 盯着陆金川, 就因为月月说了, 南怀不是好人, 你就怀恨在心, 把她从楼梯上推下来, 宋黎疯狂摇头, 宛如针尖刺入到脑海里, 她额角都是冷汗, 不是的, 是她说她掌握孩子被害的证据, 我只是想看看她嘴里的证据是什么, 她眼睫上挂着眼泪, 声音越来越小, 我真的没有推她,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摔下去, 陆金川猛地上前, 一把拽住她的手腕, 强忍怒意, 她压低声音, 咬牙切齿, 宋黎, 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 就算是月月给你看证据, 你会信吗, 她好用力, 不小心扯掉了她手腕上的针头, 烟红的血飞溅而出, 她闷哼一声, 看着陆金川的眼睛里都是恐慌, 孩子孩子, 昨天你答应了我什么, 陆金川唇角上翘, 弧度阴冷, 不再调查那天发生的事情, 白纸黑字, 清楚明了, 一而再, 再而三对月月动手, 宋黎, 你觉得有几条命, 够平息楚家的怒火, 是不是我太宠着你了, 所以才让你这么肆无忌惮, 无所顾忌, 眼泪不堪重负, 生了病的人, 原来是这么脆弱吗, 我没有, 所有的解释在这一刻这么苍白, 苍白道除了这三个字, 他再也想不到别的什么话来为自己辩驳, 陆金川强行把人从床上拖下来, 你现在就跟我去给月月道歉, 宋黎太虚弱了, 被他力道一拽, 整个人从床上摔了下来, 受伤的手刻在大床上, 疼得他身体抖了一下, 陆金川瞳孔缩了一下, 下意识俯身, 腰弯了一半, 眸光再度冷了下来, 宋黎, 你少在这里给我严苦肉计, 今天不能走, 爬也要给我爬过去, 给月月道歉, 他双臂用力, 把人从地上捞了起来, 女人身上的温度滚烫, 薄薄的衬衫被冷汗浸湿, 他身体颤抖着, 甚至宋黎都已经出现了错觉, 他竟然觉得陆金川也在跟着他一起抖, 在模糊的视线里, 似乎还看到了他盛怒的眸底, 有对他的心疼, 我去, 宋黎纯扮张合, 宛如即将枯萎的花瓣, 房间就在二楼的尽头, 宋黎扶着墙过去, 苏承武, 灵珊在房间里陪着楚月, 人多势众, 他身后只站着一个陆金川, 偏偏这个人站在他的身后, 实际上却是为楚月撑腰的, 看见他, 楚月的身体颤了一下, 似乎是真的怕他, 宋黎失笑, 他的笑刺激到了在座的人, 灵珊拧了眉心, 漂亮的毛子里都是不悦, 宋小姐, 你来这里就是要笑给我们看吗? 苏承武也有不满, 阿川, 你可真是月月的好哥哥, 把自己太太叫过来, 就是为了影响我们月月的心情, 生怕他恢复得快, 身后的温度下降, 宋黎捂着手背, 低声说, 我是爱道歉的, 楚月眼睛里飞快地闪过一抹得意, 我不该推你下咯, 抱歉, 宋黎看着楚月, 但是在场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宋黎这个欠道的口不对心, 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空气安静了一瞬, 楚月小心翼翼地看向陆金川, 楚月只看了一眼, 就低声说, 嫂子, 在我好之前, 你只要同意照顾我, 那么今天就是我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楚月多聪明啊, 本来也是他自己从楼上摔下去的, 即便到时候他找到证据拆穿塔, 楚月也没有说过谎, 宋黎忽然觉得没意思, 他推你下楼, 照顾你是应该的, 苏承勿说, 楚月试探着开口, 哥, 我腿摔伤了, 我晚上去洗手间不方便, 你看能不能让嫂子晚上和我睡在一个房间, 不等陆金川开口, 宋黎开口硬下, 可以, 他得寸进尺, 壮似迟疑地开口, 可是我不习惯身边有人睡着, 我, 楚月让他照顾他, 就是为了折磨他, 不让他如愿, 恐怕他是不能善罢甘休的, 我睡地上, 宋黎一秒也待不下去, 低声说, 你先休息, 我去准备录子, 从卧室里出来, 陆金川跟着他, 宋黎很难受, 他已经无心去深究, 陆金川跟着他, 要做什么了, 因为楚月打着吊针, 外面家庭医生还在等着, 宋黎路过他时, 抬了一下眼瞼, 范医生, 能不能给我一些退烧药, 那种效果快的, 范医生叫范纵, 人很年轻, 长得没有多俊美, 但是很干净, 让人看着很舒服, 听到宋黎的话, 他看了一眼陆金川, 说太太, 你身体底子太差了, 发烧应该静养, 只吃退烧药, 对你身体损伤很大, 第38章, 本质不坏, 宋黎讨厌发烧, 正如范纵而言, 他身体虚弱, 还是那种一发烧就意识模糊的人, 他很害怕这种状态, 迷迷糊糊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 没关系, 范纵从医药箱里找到药递过去, 陆金川将这一幕静收眼底, 冷笑一声, 宋黎也笑, 他知道陆金川的意思, 陆金川大概又觉得他再用苦肉剂, 想让他心软, 可是宋黎早就对他不抱有希望了, 而在宋黎和陆金川离开楚岳房间之后, 苏陈武的脸就沉了下来, 月月, 你根本就没有伤到脚, 你再和你哥说谎, 楚岳笑了一下, 陈武哥哥, 你什么意思呢, 宋黎什么身份, 我什么身份, 他既然敢动手推我下楼, 就不该付出代价吗, 怎么, 我哥哥还没有心疼, 你先心疼上了, 楚岳,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苏陈武明知道自己喜欢他喜欢的要命, 但是, 他竟然在这里替宋黎说话, 宋黎刚流产没多久, 而且他是真的发了高烧, 身体不舒服, 你这么折腾他, 真出什么事情, 林珊也说, 月月, 陈武说得对, 他已经道歉了, 楚岳瞬间就生了气, 一把将桌面上的东西掀了下去, 林珊吓了一跳, 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你们什么意思, 我被他推下楼, 就是活该, 我是外婆的亲外孙女, 你们觉得我在外婆心里不如那个贱人, 还有你, 楚岳目光阴沉, 盯着林珊, 珊姐姐, 我让宋黎过来陪我, 可是为了你好, 宋黎流产也快过去一周了, 你就不怕我哥心血来潮, 到时候再和宋黎有第二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嘛, 林珊眼圈瞬间就红了, 她身体小幅度地抖着, 显然是生气了, 月月, 阿川和宋黎怎么样都是他们夫妻的事情, 我是喜欢过阿川,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插足他们的感情, 下次这种话, 我希望你说的时候慎重, 我不想再听到一次, 林珊说完对着苏陈武开口, 陈武, 我还有通告, 我看月月也没有什么大碍, 就先回去了, 她话音一落就踩着高跟鞋出了卧室, 在走廊里看见了宋黎, 女孩还是那件衬衫, 林珊看不出来牌子, 但是她是模特出身, 并且已经成为了一线超模, 所以, 林珊一眼就看出来, 宋黎身上这件衣服不到两百块, 就是普通的衬衫, 她背对着她, 看上去精神不济, 但是苍白的病容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她的美貌, 反而如玉一般, 肌肤白的宛如放光, 精致漂亮的不可思议, 宋黎正在掰药板, 掰出来手忙脚乱地往嘴里面塞她的呼吸很沉, 感觉很吃力, 随时可能晕厥, 身体也摇摇欲坠, 林珊不由自主地扶了她一下, 宋黎条件反射, 猛地收回了手, 惊慌失措地回头看, 看见是她抿了一下唇角, 林小姐, 林珊点头, 宋黎声音绵绵地, 低声说, 你这是要走, 我还有通告, 两个人是情敌, 虽然没有见面眼红的局面, 但是也热露不起来, 上次迷宫像的事情, 对不起, 宋黎知道自己是怨恨不到林珊的头上的, 就算是陆金川没有和林珊在一起, 她也不会救她, 宋黎低笑, 算起来, 还是我对不起你, 林珊, 敢做敢当, 我事先没有和你商量, 就借阿川炒作, 就该承担所有风险, 他们很般配, 包括说话的方式都是般配的, 哪怕是这个结果让她心口发酸, 她也不得不承认, 林小姐, 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 林珊不明所以, 但她还是递了过去, 宋黎直接打开了微博, 她打开了热搜榜, 那个让人心惊的标题已经消失一空, 取而代之的是, RL总裁亲自捧的新人, 宋黎点进去, 就看见RL官博发了一条澄清微博,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老板要亲自捧的新人, 宋黎, 接着就是南怀发的, 造型熬好了, 文稿也写好了, 到底是谁快我一步, 甚至还抹黑我的艺人, 脸黑, JPG, 那些谩骂声音骤然消失, 热评第一是南怀的铁粉, 宝宝, 你是不是知道, 我们想看你抢陆金川的老婆, 这条评论以做火箭的速度直奔热评第一, 可CP吗? 我觉得南怀和宋黎更配, 姐妹你想法很大胆啊, 事情发生这么久, 我以为陆金川要为宋黎说点什么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 是南怀, 对手公司总裁站出来帮宋黎解释, 豪门是想嫁就嫁的吗? 委屈着呢? 宋黎抽楚月的事情, 到现在还没完全解决, 陆金川只会压热搜, 要说宋黎无权无势, 敢抽陆金川的表妹吗? 笑死了, 一群喷子只知道骂, 评论热闹得像是快要过年了, 但是却没有人骂南怀, 宋黎一颗心放在了肚子里面, 把手机还给林山, 林山扫了一眼屏幕, 问, 你和南怀早就认识? 宋黎愣了下, 说实话, 南怀总觉得熟悉, 但是宋黎清楚, 他之前是不认识他的, 他摇头, 林山并不信, 笛声说, 上次我和陆金川上热搜, 有人引导水军攻击过我, 我的经纪人查出来的人, 就是南怀, 宋黎, 阿川不想让你去RL, 是因为南怀对你居心不良, 你应该听他的, 回来, 林山说话的声音很温柔, 阿川很在乎你, 多讽刺, 丈夫的白月光说, 丈夫在乎自己, 世界上大概没有这么讽刺的事情了吧, 签了约, 我不能对自己和南怀不负责, 严禁于此, 林山知道宋黎并不喜欢他, 自己也说不动他, 林山笑着说, 月月脾气不好, 但是他本质不坏, 你多淡淡, 我就先走了, 宋黎点点头, 拖着疲惫的身体, 一路送林山下楼, 林山刚离开, 管家就跑了过来, 犹豫着开口, 太太, 楚月小姐说她要活成枝, 让您带着橙子上去, 用手帮她挤出来, 这样原汁原味, 口感好, 宋黎应了一声, 让管家去拿橙子, 她其实一点都不生气, 楚月不折腾, 她反而该害怕了, 第39章, 你想多了, 宋黎拿着橙子上了楼, 苏陈雾也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楚月沉着脸在玩手机, 见宋黎上来, 说, 可死了, 你能不能快点, 宋黎戴好一次性手套, 用手把橙子挤到杯子里, 宋黎宁得手酸痛, 总算是宁出来一杯, 宋黎给楚月端了过去, 楚月正看热搜看了一半, 心里无名火乱窜, 大家都不知道, 这次的热搜来源, 其实和她有脱不开的关系, 为了不出国, 她一开始只是想要制造一点小麻烦, 让陆金川腾不出来, 手来管她, 所以, 雇佣了记者跟着宋黎, 甚至是人, 她都准备好了, 一个镜头而已, 只要拍到照片, 就是出轨失锤, 可是她的人没有用上, 反而拍到了更劲爆的瓜, 试问, 出轨普通人哪有出轨南淮, 更博人眼球呢? 但南淮的脑回路, 让楚月琢磨不清, 她竟然亲自下场澄清绯闻, 这是宋黎, 陆金川的老婆, 正常人在这种时候, 该落井下石的, 南淮是个傻子吗? 楚月正生气, 自己不仅做了无用功, 还帮宋黎出了名, 并且因为这个热搜, 很多人都在怀疑, 周年庆上宋黎, 抽她那一巴掌, 到底有没有水分, 就在这个时候, 宋黎递过来一杯橙汁, 楚月抿了一口, 下一秒喷了出来, 宋黎站得静, 洁白的衬衫瞬间脏了, 宋黎受陆金川的影响, 下一秒又忽然变色, 满目都是委屈, 嫂子, 就算是你不愿意照顾我, 也不用挑最酸的橙子给我吧, 宋黎若有所感回头, 看见了陆金川, 男人长身玉立, 逆着光, 五官精致绝伦, 他面色微沉, 似乎不渝, 他笨手笨脚的, 能照顾好你, 绿城乡先那么多庸人你不要, 非要他, 难道不是给自己找罪手? 楚月, 哥, 所以是我让嫂子帮我扎个橙汁, 你心疼了? 陆金川的视线落在室内的桌子上, 上面放着一个干瘪下去的橙子, 半面是切开, 一看就是用手把水分凝出来的, 楚月察觉到陆金川的视线, 脸上闪过一抹心虚, 好在陆金川没有纠结, 低声说想喝橙汁可以告诉管家, 让他帮你炸, 楚月点了点头, 陆金川又说, 晚上我让管家来照顾你, 不用, 楚月立刻拒绝, 我想嫂子陪我, 陆金川只是皱眉, 并没有在说什么, 反而转身离开了卧室, 他走后不久, 管家就端上来一杯橙汁, 因为是用榨汁鸡榨的, 里面还有破碎的果肉, 楚月抿了一口, 管家笑着说, 楚小姐, 家里的水果是国外农场特供的, 每天都是空运过来, 保证鲜甜, 而且对身体有好处, 太太喜欢吃水果, 这些都是先生亲自让人安排的, 楚月面色一白, 那么他刚刚发难说橙汁酸, 哥哥不是知道了他在说谎吗? 他下意识地去看宋梨, 后者低垂着睫毛, 田静地站在一边, 目光平淡, 你赢我, 你想多了, 只是楚月喷出来那一瞬间, 实在是让他恶心到了而已, 没能说出来, 楚月的慌乱, 只是短暂的存在, 那要怎么样, 我哥知道, 我欺负你又怎么样, 他选择装聋作哑, 就是默认我的做法, 我让你留下来, 他没有反对, 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宋梨测了一下头, 他还虚弱着, 脸色苍白地近乎透明, 脸上也满是不解, 所以, 楚小姐以欺负别人为荣, 陆金川没有批评你, 你觉得自豪, 认为自己是对的, 既然是对的, 要不要我去找陆金川要一部手机, 给楚小姐搞一场现场直播呢? 楚月懒得搭理宋梨, 这个女人嘴皮子厉害着呢, 她可不想吃她嘴上的亏, 宋梨也难受, 承知让衬衫粘在身上, 让她浑身不舒服, 见楚月不再闹腾, 宋梨转身出去, 回卧室洗澡换衣服了, 她走之后, 管家变戏法一样, 从怀里摸出来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 见到光, 她急剧灵性地叫了一声, 喵, 楚月眼睛一亮, 管家笑着说, 楚小姐, 刚才林小姐走的时候, 吩咐让我把楚楚带上来, 陪你一会儿, 还是山姐姐疼我, 楚月呢喃, 回答得漫不经心, 实际上心里满是恶意, 楚小姐, 待会儿我来带楚楚下去, 宋梨怕猫, 是绿城乡线里的庸人都清楚的, 楚月掀了掀眼皮, 硬了一声, 管家还有事忙, 人就下了楼, 事业, 宋梨在房间休息了一会儿, 要笑上来, 她有些昏昏欲睡, 但是发烧的症状减轻了不少, 身体负担也没有那么大了, 宋梨要睡着时, 别墅里的一个庸人来找宋梨, 是楚月要求她过去陪她睡, 恰好, 宋梨也不想面对陆金川, 她几乎没有犹豫, 起身就往楚月的房间走, 地上已经铺好了被褥, 就在楚月的床边, 楚月看上去精神不太好, 折腾着宋梨陪她上了两次卫生间之后, 就在床上安静了下来, 宋梨因为要静, 几乎沾到枕头, 就睡了过去半夜时, 宋梨感觉到不对劲, 有什么东西在她被子里拱动, 手心甚至还能摸到那细碎的小绒毛, 一瞬间, 汗毛倒数, 冷汗瞬间浸湿了睡衣, 喵, 宋梨心跳一停, 猛地从地上滚了两圈, 她惨叫一声, 脸上血色褪去, 恐惧到极致, 宋梨身体都是软的, 房间里是漆黑的, 楚楚的眼睛冒着绿光, 宋梨一度觉得自己的心跳停止了, 下一秒, 房间里灯光大亮, 房间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陆金川率先进来, 随即是楚月不月的声音, 宋梨你要死啊, 大半夜的, 你让不让睡觉了? 陆金川一眼就看见了楚楚, 小猫对女主人有极大的好感, 从宋梨第一次进入到绿城乡线, 楚楚就想靠近宋梨, 宋梨怕猫, 对楚楚而言, 对她自己而言, 就是一个悲剧, 后来, 陆金川再也忘不了宋梨泪流满面, 瑟瑟发抖的样子, 楚楚站在宋梨的小腿上, 温讯地舔视着自己的梅花垫, 陆金川瞳孔矩震, 她两步上前, 第一次将自己的爱宠甩了出去, 顾不上楚楚的惨叫, 男人一把把宋梨抱了起来, 第四十章, 不幸巧合, 阿梨, 她瞳孔已经涣散, 身体僵直, 眼泪速速下坠, 缩在陆金川的怀里, 身体颤抖得厉害, 陆金川, 我在, 宋梨喃喃自语, 有猫, 两个字从口中吐出来, 怀里的女孩就没有了意识, 陆金川抱着人, 大步往卧室走, 叫范宋过来, 给陈吴打电话, 管家刚上楼, 看见宋梨的样子, 又慌忙下了楼, 人来得很快, 苏陈吴和范宋都进去给宋梨做检查, 楚岳站在一边, 整个走廊里漫不着陆金川的低气压, 宋梨这一下直接起了高烧, 人的意识已经烧得模糊, 人在卧室的大床上不停一语, 还夹杂着唾气, 一开始苏陈吴说只要退了烧就没事了, 可是外面天已经蒙蒙亮了, 期间两三个小时, 宋梨还没有一点退烧的样子, 从卧室里出来, 后来苏陈吴擦了一把鹅脚上的汗水, 出了门看着陆金川, 必须送医院, 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烧傻, 也可能对肺部造成难以承受的损伤, 被车, 陆金川的声音死沉宛如死亡前的宁静, 楚岳不安地后退了半步, 到了医院, 宋梨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陆金川一夜没睡, 眼瞼下面全是清黑, 苏陈吴从急救室出来, 低声说, 已经退烧了, 但是人还没有醒, 苏陈吴把人转移到普通病房, 趁着这个功夫, 楚岳因为害怕, 请了灵珊过来, 确定人没事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尤其是楚岳, 在他以为这件事情算是翻篇的时候, 陆金川忽然扔下一个炸弹, 楚楚为什么在你房间? 楚岳一将, 陆金川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或者我换个问题, 为什么阿黎的被褥里, 会有楚楚的猫毛? 楚岳有些委屈, 哥, 你什么意思? 你是觉得我故意的, 楚岳, 别转移话题, 回答我的问题, 陆金川面沉如水, 他的视线一直在病床上的送礼脸上, 楚岳手足无措, 陆金川轻笑, 他不说, 管家说, 这次的事情过于恶劣, 管家也不敢隐瞒, 下午林小姐离开别墅的时候, 说楚小姐心情不好, 他喜欢猫, 让我把楚楚送过去, 陪陪楚小姐, 但是, 下午我已经把猫送回去了, 楚楚在别墅里有自己的猫舍, 非常的豪华, 陆金川看向林山, 他穿了一件红色丝绒长裙, 身材娇好, 面容精致, 还化着妆, 越发的动人, 阿川, 你别这样看我, 林山不慌不忙地说, 我不知道宋黎怕猫, 我和月月从小一起长大, 他确实喜欢小动物, 楚岳什么都养, 最夸张的是, 还养过蛇和蜘蛛, 这不是个秘密, 这件事情, 使我有欠考虑, 等宋黎醒了, 我可以给他道歉, 陆金川目光如炬, 死死地盯着林山, 珊珊,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从来不信任何巧合, 林山所有镇定, 被陆金川一句话, 轻而易举地打破, 阿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宋黎没有任何冲突, 你觉得, 是我要害他,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 你觉得, 我会做这样的事情, 楚岳见不得林山受委屈, 挺身而出, 哥, 你不用为难山姐姐, 管家是趁宋黎不在时, 给我送的猫, 也在宋黎回来之前, 把楚楚送了回去, 使我把半夜起来, 把楚楚抱了回来, 陆金川视线转过来, 被他看得, 楚岳只觉得汗毛倒数, 他咽了咽口水, 提着勇气开口, 他推我下楼在前, 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他, 谁知道他这么不惊吓, 谁又知道, 他是不是装的, 这就是你所谓的, 伤了腿不方便, 要阿黎照顾, 陆金川冷冷一笑, 我以为你摔断了不能动了, 原来还可以半夜 让那么远去抱猫, 苏晨雾, 他没有伤到腿, 如果阿黎出了事, 要判罪行的话, 更没想到的是, 宋黎的胆子竟然和纸一样薄, 阿川, 抱歉, 陆金川又看了宋黎一眼, 他没有一点要醒来的迹象, 白玉一般的脸上还有泪痕, 烦躁瞬间占据了他全部的心神, 该听这句抱歉的人可不是他, 陆金川指着病房门, 出去, 阿川, 林山要说话, 被苏晨雾拉住, 珊珊, 病人需要静养, 我们先出去, 这件事还是等宋黎醒了再说, 苏晨雾拉住楚岳, 林山出了病房, 偌大的病房里只剩下了宋黎和陆金川, 宋黎做了梦, 时光回溯, 那一年他八岁, 同镇山多, 因为条件落后, 有爱心的人不多, 村子里的流浪猫狗大多受骨灵循, 江峰讨厌他, 每次赌博输了之后, 动手打他就算了, 还嘀咕他是个扫把心, 自从来到他们家, 他就没赢过, 应该把他喂狗, 那天下了大雨, 江峰不禁赌博输了, 还喝了酒, 宋黎并不知道, 他想要一支铅笔, 林巧不打算在他身上花钱, 做饭的时候, 坐在水泥堆砌的灶台前, 小宋黎小声哭着, 江峰正好看见他哭的样子, 当时就生了气, 拽着他的长发, 把他提了起来, 哭哭哭, 老子的运气, 就是让你这个丧气或哭霉的, 他的样子让宋黎恐惧, 他的眼泪掉得更凶, 大声认错, 爸爸我错了, 我不哭了, 你别打我, 江峰拖着他拖了好远, 和野猫占领, 宋黎在里面疯狂地敲门, 求江峰把他放出去, 江峰似乎听不到, 回了家, 宋黎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缩在角落里, 整个世界是黑的, 陪伴他的, 只有夜色里悠悠绿光, 他知道, 那是野猫的眼睛, 宋黎怕得失声, 眼泪把自己淹没, 本以为这就算了, 但是村子里有一个疯子, 平日就在村子里游荡, 那天的雨太大, 电闪雷鸣的时候, 屋子的门被打开, 宋黎以为要得到救赎的时候, 那个疯子跑了进来, 他缩在废弃的柜子后面, 在电闪雷鸣之中, 看见那些猫死于非命, 皮肉分离, 他捂着嘴, 凭住呼吸, 感受到了温热的血溅在他的脸上, 第41章, 我不怪他, 耳边只有猫的惨叫, 和疯子喘息的声音, 猫咪跑得跑, 不愿意放下同伴的, 全被疯子抓住, 宋黎闭上眼睛, 不敢看, 耳边的声音渐渐小起来的时候, 他睁开眼睫, 想要看看是不是疯子离开时, 猛地对上一双眼睛, 悠悠地在黑夜里散发着绿光, 啊, 宋黎惨叫一声, 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一头撞进了陆金川的怀里, 满身冷汗, 心如雷骨, 他战战兢兢, 浑身颤抖, 阿黎, 陆金川摸了一下女孩的后颈, 湿漉漉的潮意, 做噩梦了, 宋黎根本不敢回想, 脆弱的神经致使他身体疲软, 瘫软在陆金川的怀里完全起不来, 把衣服换了, 不然待会儿又要发烧, 陆金川伸出手, 解开了他身上病敷的扣子, 奶白色的肌肤在空气中裸露了出来, 因为刚刚受了惊吓, 肩头冒着一层细密的汗珠, 灯光折射下来, 还有透着淡淡的粉色, 陆金川眸光沉了沉, 从管家帮他收拾的东西, 拿出来一件真丝睡袍, 套在他身上, 宋里脑子里又昏又沉, 病若敢将所有情绪放大, 他满心委屈, 那些负面情绪不断地压在心口上, 楚楚真的很可爱, 他其实从来没有针对过他, 可是每当看见猫, 他不可避免地就会想到在那个小山村里, 那个废弃的屋子里, 血肉模糊, 还有那个泛着幽幽绿光的眼睛, 只是想想, 他就毛骨悚然, 机遇晕厥, 这是他一生都克服不了的噩梦, 陆金川大概不知道, 他有多恨这样的自己, 为什么会那么恐惧, 为什么战胜不了这种恐惧, 好多事情层层累积在一起, 宋里满心疲惫, 他低垂着眼睛, 低声说, 离婚协议书你再让盛婉准备一份吧, 我签字, 空气一片死寂, 宋里半合着眼睛并未发现异样, 孩子的事情我还会继续查, 二百万我会还给你, 楚越和灵珊听说宋里醒了, 灵珊提议来看看, 刚进门就听到了宋里说的话, 不可避免的, 楚越和灵珊都各有激动, 要说最讨厌宋里的人, 大概就是楚越, 只要陆金川和宋里没了关系, 到时候怎么报复宋里, 还不是他自己说了算, 陆金川没音, 楚越先开口, 不用麻烦, 你说你的要求, 你想要什么, 我去医院楼下打印就可以了, 听到声音, 宋里掀开眼睫, 看了一眼楚越抛开包着纱布的头, 站在他面前的楚越可谓是完好无损, 宋里看向陆金川, 将自己的疑惑问出口, 陆金川, 他没有伤到腿,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明知道我怕猫, 却让我去陪他, 他胡作非为之后, 不用有任何想要认错的想法, 和你们陆家人沾边的, 是不是都高人一等, 陆金川眉梢宋起, 不是, 你要和我哥离婚, 那么谁去印这个离婚协议书不一样, 你非要圣狼怪干什么, 宋里无法呼吸, 尤其是陆金川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身体了, 忽然涌起了无限的力量, 猛地掀开被子, 做过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动作, 他指着楚越对着陆金川道, 他撒谎你包庇, 他骂人你纵容, 他半夜三更把人吓到医院, 你依旧一声不吭, 陆金川, 你该庆幸我没有心脏病, 否则他把我吓死了, 你只能替他去坐牢了, 你这么喜欢楚越, 当初你娶什么老婆, 和你的表妹互相恶心对方一辈子就好了, 宋里从床上下来, 踩着拖鞋, 不顾陆金川难看的脸色, 算我倒了八辈子血没碰见你们, 真让人恶心, 倒足了胃口, 宋里说着就哭了, 他大步往外走, 走到病房门口, 撞见了两个人, 陆老夫人不知道在这里站了多久, 王妈扶着他, 脸上的表情尴尬, 显然刚才他骂陆金川的话, 都已经被陆老夫人给听到了, 外婆, 你听到了, 我们陆家妙小, 哪里构装宋里这件大佛的, 楚越不放过任何一个煽风点火的机会, 来医院之前, 陆老夫人已经了解过了情况, 陆老夫人面沉如水, 她看着宋里面上都是威严, 李丫头, 可以和奶奶谈一谈吗? 五分钟后, 苏晨物办公室, 陆老夫人坐在椅子上, 宋里坐在她对面, 她双手搅着睡裙, 苍白的脸上, 紧张一览无余, 陆老夫人是这儿八经陪着老爷子, 在战争中浴血奋战过的人, 她就算是对陆金川, 楚越再有什么意见, 也不可能对陆老夫人有威慈, 算起来, 她毫无家世背景, 甚至连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 陆老夫人不嫌弃她, 并且在她和陆金川闹了矛盾之后, 还站在她这边, 她已经非常感激了, 李丫头, 怎么胆子那么小, 宋里咬住唇角, 对不起, 奶奶, 不要说对不起, 陆老夫人低声开口, 一段关系里, 女孩子如果一开始, 就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就不容易被人珍视, 宋里茫然, 没人叫过她这些, 小时候, 在江峰手下讨生活, 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宋里只会认错, 唯一教过她道理的, 就是学校的老师, 没人叫她, 怎么当一个老婆, 怎么谈一段恋爱, 陆金川把她带回家, 给了她一个家, 她以为是永远, 可是都是泡沫, 这些泡沫在临山回来之后, 瞬间碎裂, 她以为她不是一个人了, 可是现在又走到了一个被抛弃的死小孩子, 没了, 陆金川如果也没有了, 她真的就一无所有了, 你又没有做错, 陆老夫人说, 是阿川拎不清, 她从小疼妹妹养成了习惯, 这点, 奶奶替她道歉, 宋里摇头, 她搅着手指, 冷静足够的时间, 低声说, 我不怪她, 奶奶, 我知道陆金川不爱我, 我也承认, 我现在还死守着这段婚姻, 除却是因为我爱她, 另一方面, 存了利用陆金川的心思, 她唇半颤了颤, 想哭, 又不敢哭, 宋里不是圣人, 她不敢直面自己卑劣, 却又不得不面对, 第四十二章, 不情之请, 这样步步为营, 满心思欲的自己, 对她自身, 就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奶奶, 我想知道, 孩子是怎么没的, 宋里眼睛大, 她含着泪, 不敢让眼泪掉下来, 看着陆老夫人的眼睛里, 都是委屈, 甚至有些微的祈求, 为了知道真相, 她可以忍受楚越百般刁难, 陆老夫人不忍, 她看着宋里, 提醒道, 李丫头, 有些时候只有糊涂险, 才能过得幸福, 宋里摇头, 奶奶, 如果是您, 说不定您比我还执拗, 她站起身, 对着陆老夫人, 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弓, 她的腰弯了下去, 久久没有起身, 身体雷弱, 她摇摇欲坠, 仍旧没有起身, 陆老夫人把人扶起来, 心疼坏了, 宋里哽咽着, 声音虽小, 但是质地有声, 等我知道了真相, 就签下离婚协议书, 我可以把这一段, 婚姻终结所有的不利, 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绝对不会伤害到陆氏, 只是抱歉, 我知道您早就想要增孙, 我没能保住宝宝, 也不愿意和陆金川有未来, 还要在这段时间, 占据陆太太的位置, 不知道多久, 这些话, 宋里不敢说出来, 只是在心里默默补充, 她不是一个纯粹的好姑娘, 她倒霉, 遇见了陆金川, 同样的, 陆老夫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倒霉的摊上, 她这么一个牙子逼豹的孙媳妇, 陆老夫人深吸一口气, 是阿川没有保护好你, 陆老夫人很难替自己孙子开脱, 如果陆金川真的在乎宋梨, 深爱宋梨, 或者退一万步, 她在乎宋梨肚子里的孩子, 那么从一开始, 在知道宋梨怀孕之后, 她就该派保镖, 时刻跟着宋梨, 保护好她的, 我本来是想开解你的, 陆老夫人叹息, 显然, 宋梨不是她劝得动的人, 她像是把自己装在了一个盒子里, 周围都是刺, 她站在原地, 想挣脱, 却挣脱不开, 奶奶,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陆老夫人看着她, 问, 什么? 这次, 我到医院的事情, 您不要插手, 让我们自己处理好吗? 陆老夫人看了宋梨良酒, 总算给了她答案, 好, 办公室的冷气很足, 空调里的冷风吹过来, 她后颈冰凉, 伸手摸了一下, 全是冷汗, 与此同时, 病房里, 苏晨悟开口, 这次月月必须得道歉,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是会把人吓死的, 楚岳并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换句话说, 是她根本就不打算,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陈武哥哥, 你少吓唬我, 这么快就醒过来了, 我看衣服都换过了, 多半是装的, 宋梨早就看我不顺眼了, 她就是想让我个狠狠惩罚我, 话还没落音, 盛兰出现在病房门口, 楚岳看见她, 格外惊喜, 盛特助, 你是来送离婚协议书的, 我看看, 送离一个乡下来的, 给套房子就行了, 你可不能像苏兰那样傻, 让她开条件, 盛兰面无表情地开口, 楚总, 我是来接你的, 接我, 楚岳似乎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去看陆金川, 男人端坐在病房前的单人仪里, 医院里的东西, 硬生生让她做出容易的气势, 哥, 陆金川手里拿了一本杂志, 送离和外婆走的时候打开的, 现在还是那一页, 所以, 送离在他心里, 其实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吧, 不是不想道歉, 我从来不会为难你, 陆金川放下杂志, 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褶皱, 他站起身, 出了国, 就不用见他了, 我不, 盛兰抬了抬手, 身后两个保镖不由分说, 握住了楚岳的手臂, 彼时, 陆老夫人和送离从办公室出来, 阿川, 你让他们放手, 月月不愿意出国, 你这么做尊重他的意见了吗? 苏承武一向温润, 这一刻脸都红了, 鹅脚青筋都在跳, 对啊, 阿川, 月月是你的妹妹, 这样做有些太绝情了些, 灵山抿了一下唇角, 抬头那一瞬间和送离的眼神对上, 阿丽, 你劝一劝阿川, 月月如果能留在国内, 楚家的人都会感谢你, 送离看向陆金川, 陆金川顿了顿, 怎么, 你也要替他说情, 医院的走廊好深, 深得送离心脏发冷, 一秒都不愿意待下去, 所有的人视线都凝聚在他的身上, 那么楚家的可能会恨上他, 他毫无背景, 对上楚家正如陆金川所言, 他能有几条命, 嗯, 我不怪表妹, 让他留下来吧, 宋离一点面子功夫都做不下去, 他说完扭头就跑, 从安全出口那里跑下了楼, 陆金川没有追, 楚月松了一口气, 刚正脱开, 陆金川忽然开口, 送他上飞机, 楚月彤彤说了说, 哥, 宋离已经原谅了我, 既然用了原谅这个词, 就该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不可饶恕陆金川轻飘飘地开口, 况且, 陆家可不是送礼做主, 他原谅你, 和我无关, 阿川, 阿川, 林山和苏陈武一口同声喊了一声, 陆金川眼神淡淡地飘了过来, 两个人同时净声, 不放心的话, 林小姐和苏先生可以现在收拾行李, 陪他一起离开, 楚月闹得厉害, 完全没有给楚月找外援的机会, 人就被强制性带到了车子上, 林山眼圈都已经红了, 奶奶, 您怎么也不劝劝阿川, 陆老夫人眼神沉稳, 我觉得阿川处理得对, 林家丫头, 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楚月对送礼的恶意太大了, 再待下去, 要做的事情可能越来越不理智, 而且, 现在陆氏处于风口浪尖上, 楚月留在陆氏, 不仅是陆氏的破绽, 可能自己也有危险, 陆金川执意要送楚月离开, 一方面能让他在外面安心工作, 一方面能克制他不做不理智的事情, 是变相的保护, 这个选项, 唯一受委屈的大概就是宋黎那丫头, 没有道歉, 没有公道, 陆金川从一开始, 就是从自己做哥哥该怎么保护妹妹的出发点考虑问题的, 而黎丫头可不是个傻子, 想着陆老夫人叹了一口气, 第43章, 头怀送抱, 从医院跑出来, 宋黎拦了一辆车子, 他穿着拖鞋睡衣, 看上去像是一个疯子, 司机以为他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 宋黎唇半抖着, 报了RL的位置, 他没有钱, 借了司机的手机给云梦打电话, 让他来在楼下等着付钱, 到的时候, 云梦已经在了, 截了车费, 宋黎从出租车上下来, 睡衣没袖子, 吊带裸露出大片的肌肤, 他白得让人心惊, 云梦扶了他一把, 感觉到他温度不对劲, 立刻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 你发烧了, 我没事, 南淮呢? 宋黎低声问, 南淮应该快出来了, 云梦下楼的时候, 告诉南淮, 宋黎正在来公司的路上, 电话里南淮说了, 会下来见宋黎, 你发着烧, 怎么还乱跑? 宋黎抬了抬头, 正好看见南淮从公司里出来, 他身长肩宽, 面容精致, 五官轮廓分明, 右眼下面的泪质, 给这张精致的面孔, 平添了几分蛊惑, 宋黎越看他, 越觉得面熟, 他大步而来, 走到他面前, 宋黎只觉得肩上一沉, 一件博款西服外套, 照在了肩上, 拢住了他大半的风光, 怎么回事? 宋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他仰着肃静的小脸, 看着南淮, 南淮, 我们是不是, 见过? 南淮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他唇半息动, 刚要回答, 宋黎站立不稳, 朝地面栽了下去, 南淮把人接住, 俯身把人打横抱起, 大步往公司里面走RL是有医疗部的, 作为全球前五百强, 公司的福利很好, 也有足够的身体保障, 宋黎没有晕倒, 只是有些虚弱, 南淮让人买了粥, 宋黎在一边吃着, 前者在了解他的病情, 看上去像是惊吓过度, 之前应该是晕厥过, 感觉现在也没有安全感, 医生低声说, 先退烧吧, 之前应该掉了水, 再烧下去, 可能会给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还有手臂上的伤, 伤得太深了, 肯定要落疤的, 即便如此, 也不能停药膏, 吃了粥, 南淮掰了要给宋黎, 他没有吃, 而是看着南淮, 有没有人来谈解约, 南淮没骗他, 点了点头, 不是你来, 我不会解约的, 吃药吧, 南淮把医生开的药膏递过去, 这是手臂上要用的, 他什么都没有问, 可是宋黎不由自主捂了一下伤口, 半赏才把药塞在嘴里, 喝了一口温水, 你是接触猫了, 还是接触到狗了, 南淮忽然问, 宋黎猛地抬头, 你怎么知道, 我怕小动物, 知道他怕猫狗的人其实很少, 包括陆金川, 也是因为结了婚, 要一起生活, 又有楚楚的存在, 宋黎不得不开口, 他才知道的, 云梦说的, 南淮淡淡地开口, 宋黎眼睛一片黯然, 云梦听到了, 问, 我有说过吗, 他怎么不记得, 入职的时候, 统计过宋黎的基本信息, 喜好以及忌讳, 你提过, 云梦记不清楚, 但是也没有深究, 反而是看向宋黎, 一脸担忧, 宋宋, 到底怎么了, 一言难尽, 宋黎省略了很多细节, 大概说了两句, 云梦脸上的表情裂开, 什么意思, 楚越早就知道, 你怕猫, 还这么做, 他是想吓死你吗, 南淮的表情也深沉了下去, 宋黎不想提这些事情, 他甚至都不知道, 陆金川打算怎么处理楚越, 宋黎抬头看向南淮, 我想先在公司住一段时间, 可以吗, 有员工宿舍, 南淮低声说, 虽然条件一般, 但是单人单肩, 云梦旁边的那间还空着, 你可以住进去, 你身体不舒服, 待会儿让云梦先带你去休息,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宋黎点头, 他也没有足够的精神, 回去的路上, 云梦, 云梦因为是经纪人, 手下面不止他一个人, 把他送到宿舍, 就离开了, 宋黎躺在床上, 一觉睡到了天黑, 醒来的时候, 精神已经很好了, 他摸了一下脑袋, 也不烫了, 床头有一套干净的衣服, 应该是云梦准备的, 宋黎洗了个澡, 换了一身衣服, 下楼散步, 没有手机实在是不太方便, 可是他的手机还在陆金川那里, 从医院跑出来, 他就只带走了自己的身份证, 宋黎打算走路去公司宿舍, 距离公司不算太远, 因为是属于市中心, 所以周围也很热闹, 前面不远处有好多人, 宋黎路过的时候, 看见了地上躺着一个老人, 像是心脏病发作, 已经奄奄一息, 你们干什么? 宋黎拉开围观的人, 冲上前, 几个人后退一步, 这是人性的冷漠, 宋黎也顾不上, 老人家呼吸已经快没了, 他顾不上那么多, 把人放平, 双手交叉在他心口上按压, 宋黎一着急, 汗又冒了出来, 足足五分钟, 老人咳了一声, 恢复心跳, 宋黎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伸手擦了一把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 因为有宋黎的出手, 旁边有一个男人帮忙把老太太送到了医院, 人已经醒了, 做了检查, 因为宋黎救助及时, 没什么大碍, 没多久, 护士就出来, 病人醒了, 你可以进去了, 宋黎犹豫了一下, 还是探头进去, 老太太很时髦, 虽然身上没穿什么名牌衣服, 但是做工精致, 布料柔软, 她戴了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 眼镜上连接耳光的链子柔软, 应该是纯金的, 老太太身份非富极贵, 应该不需要自己再做什么, 她透过门口, 往里面看了一眼, 她精神头不错, 然后宋黎唇脚翘了翘, 刚转身, 一头撞到了一个坚硬的胸膛里, 沈青慈拧了眉心, 一把把人推开, 从小到大, 因为长得俊美, 不少女人头怀送抱,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到了医院, 还有路人往他身上贴, 宋黎差点被沈青慈推倒, 后退两步, 被保镖扶住, 奶奶, 你要不要紧, 沈青慈眼底都是紧张, 您怎么又一个人出来, 沈老夫人懒得搭理孙子, 低声说, 慈儿,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姑娘, 好漂亮那个, 她是奶奶的恩人, 沈青慈下意识地看病房门口, 保镖依旧钳制着人, 他挣扎着, 没能正脱开, 一张俏脸憋得通红, 沈青慈眯着眼睫,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长得有点像珊珊, 第44章, 等着接盘, 宋黎被人请了进去, 因为陆金川, 其实他对富豪有些抵触的, 从见到沈青慈, 他就认出了人, 丈夫的好友, 国内电子产品第一人, 含着金汤池出身, 没有依靠家族的势力, 独创一个品牌, 躋身上流社会, 沈青慈用短短三年, 诠释了天才二字, 活得像是电视剧里的男主角, 宋黎一进去, 沈青慈就双手合十, 和宋黎道歉, 抱歉小姐姐, 我长得太帅了, 以为你是要投怀送抱的庸俗女人, 我错了我错了, 你千万别生气, 宋黎, 那么多女人投怀送抱, 也没见沈青慈脱单, 那个, 老夫人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事情要做, 沈老夫人和陆老夫人,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如果说, 后者属于金国不让须眉那种女强人, 前者就是大家小姐, 温柔端庄, 宛如大海般宽容慈儿, 你有点太自负了, 这位小姐这么漂亮, 真看上你, 你该偷着乐才对, 沈老夫人笑着说, 好孩子, 你救了我, 让慈儿送你, 宋黎连连摆手, 显然现在沈青慈是没有认出来她的, 她是认真的不想和陆金川, 以及和陆金川有关的人再有什么瓜葛, 不用不用, 我要去的地方就在楼下, 救命之恩, 宋黎红唇张合, 老太太夸张了, 哪有什么救命之恩啊, 换成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她一边说一边后退, 沈青慈跟着出来, 修长的食指上转着车钥匙, 我送你啊, 我不用你送, 你还是好好陪陪你奶奶吧, 她小跑着下楼, 沈青慈慢慢悠悠地跟着, 宋黎有些嫌弃, 她的目标很大, 她跟着, 搞不好还要上热搜, 你别跟着我行不行, 我真有事, 沈青慈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女人嫌弃, 她气笑了, 不是, 医院是你家开的, 还有, 你知道我是谁吗, 宋黎白了沈青慈一眼, 医院还真是陆金川开的, 只不过挂的是苏陈武的名字罢了, 宋黎和云梦约好了, 待会儿去买手机换卡, 她没有钱没有手机, 只能在公司楼下等人, 索性医院距离RL不远, 宋黎下了楼, 一溜小跑把沈青慈甩在身后, 她到的时候, 云梦已经被蚊子啃了好几口, 大姐, 你再不来, 我就要以为自己被放鸽子了, 宋黎笑着说, 路上出了点意外, 走走走, 带我买手机去, 两个人到了数码城, 这个地方这儿八斤是属于沈青慈的事件, 宋黎和云梦在柜台上挑选机子, 两个人同时看上了一款, 很漂亮, 手感也好, 宋黎看了一眼价格, 对着云梦摇了摇头, 八千多, 自从决定脱离陆金川之后, 宋黎就有很严格的金钱意识, 她的存款不多, 尤其是做陆金川老婆那段时间, 她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全靠偶尔在网上写个微小说来的稿费, 加上宋黎的并不是才华横溢, 收益不高, 总共存款也就近三万, 沈青慈跟了一路, 看见宋黎在挑手机, 喊了一个服务员, 沈总, 沈青慈对服务员的惊讶视而不见, 指着宋黎, 他手里那款, 送给他, 服务员了然, 比了个OK的手势, 宋黎已经转看其他款式了, 然后新来一个服务员, 捧着一个抽奖箱, 笑着问宋黎, 小姐姐, 抽个奖吧, 最高奖项是免单哦, 宋黎愣了一下, 云梦拉住他, 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可不是欧黄体质, 别抽到没用的待会儿又心动, 小姐姐, 抽奖免费抽的, 试一下呗, 服务员笑得好看, 反正也没什么事情, 宋黎把手伸进去, 摸到一个红色的球, 拿了出来, 服务员结果, 从球里面取出来一个字条, 他表情惊讶, 伸手在面前的柜台上点了一下, 小姐姐, 这里的产品, 你可以挑选一个免费带走, 这个抽奖活动从开始以来, 还没有能抽到免费带走的产品的, 看来小姐姐并不像朋友说的那样, 运气很好呢, 为了确定是不是真的随便挑, 云梦打开游戏, 怀疑的伸到宋黎面前, 宋宋, 你要真的是欧皇, 就给我报个极品装备, 宋黎给他开了两个箱子, 最后结果是被云梦追了两条街, 今天运气用完了, 下次行不行梦梦, 云梦气得半死, 还我血汗钱, 你如果真的心疼你的血汗钱, 就不该玩客金游戏, 沈清慈坐在车里, 忽然笑了, 他拿出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对面接得很快, 什么事, 声音冷得仿佛掉冰茶子, 沈清慈的视线凝在前面那个纤细的身影上, 他口吻不羁, 笑着说, 阿川, 听说你满世界的在找你老婆呀, 电话里一阵沉默, 沈清慈单手撑在车窗上, 眼睛里的笑意快要溢出来了, 我听说珊珊回来之后, 你给小嫂子递了离婚协议书, 离了吗, 你打电话来, 就是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沈清慈挑了挑眉, 无聊吗, 我很着急啊, 嗯, 沈清慈的笑容快要里到耳根了, 我等着接盘, 下一秒, 电话里的声音被一段盲音代替, 沈清慈看了一眼屏幕, 拧着眉心对助理说, 陆金川是不是玩不起, 老大, 你惦记人家的老婆, 要让给你才算是玩得起吗, 沈清慈想了想, 觉得助理说的不对, 他喜欢珊珊, 我喜欢小嫂子, 珊珊归他, 小嫂子归我, 多合适, 沈清慈的想法一直很大胆, 也从来不畏惧风言风语, 当初他有独自走出沈家的魄力, 就代表他从来都是无所畏惧的, 可是, 那时陆金川, 即便是多年好兄弟, 即便是他已经拥有了一个商业帝国, 也不该去挑衅不该挑衅的人, 助理很无语, 你刚回国, 还是别急着惦记别人老婆了, 先把工作做好吧, 沈清慈笑了, 回公司, 助理不知道, 上次见宋黎, 还是在陆金川的婚礼上, 他被陆金川捧在手心, 什么奢侈品, 昂贵珠宝都堆在身上, 乍然看见身上干干净净, 穿着普通的宋黎, 还真是没认出来, 只是, 这样的宋黎, 显然比陆金川的女人更顺眼呢, 他唇脚扯了扯, 笑容意味深长, 又带着几分玩味, 这次回国, 回得直第45章, 回赠陆总, 挂断电话, 陆金川脸色黑得出奇, 他掀了掀眸, 低声说, 去查一下太太在哪里, 渗完工作效率很高, 五分钟就找到了宋黎现在的位置, 得知宋黎在RL员工宿舍住下之后, 男人额角的青筋跳了跳, 去把太太接回来, 圣兰刚硬下, 陆金川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 算了, 我去, 你早点下班, 陆金川也没有喊司机, 外面夜幕沉了下来, 到RL行政大楼下面时, 只有顶楼的光还亮着, 在楼下等了好久, 总算是看到了宋黎的影子, 他身边还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南淮, 另一个陆金川也认识, 江绕, 江家大小姐, 虽然年纪小, 但是才华横溢, 曾经一幅画, 拍出八百万的高价, 陆金川站在车边, 他等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有催着几分钟, 经过身边人的提醒, 他抬了头, 视线和他对上, 每两分钟, 宋黎过来, 他一双眼睛水灵灵的, 仰头看他时, 似乎他就是他的全世界, 你来办事吗? 陆金川唇半上翘, 眼底都是凉薄, 陆太太, 我是有什么事情, 想不开要在RL办? 嗯, 那就是来找他的, 和我回家, 陆金川握住女孩的手臂, 他好久没有穿过短袖, 握上去的一瞬间, 掌心摸到了他手腕上的疤, 一时间, 陆金川只觉得掌心发烫, 那天在绿城香蟹, 他捏到的是他哪一只手, 我要在公司住下来, 宋黎眼底都是戒备, 他已经开始怕了, 在绿城香蟹待的十多个小时, 宛如一生的噩梦, 绿城香蟹, 只有你和我, 不会再有任何人过来, 他唇盼染着笑, 男人是天生的伪装者, 站在这里都在浪费他的时间, 他该感恩戴德, 可惜他现在开始变得不实抬举了, 陆金川, 你知道的, 我要的从来不是这些, 两个人对持着, 江绕和南淮过来, 前者拧着眉, 冰块脸,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怕我南淮哥哥找人揍你吗, 陆金川分给他一个眼神, 江绕心情不好, 他吃脸南淮, 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学生 竟然和他的南淮哥哥一起上了热搜, 那奇怪的战友欲, 让他一瞬间几乎致闭分离, 人已经开始聚集, 甚至有人开始拿出手机, 对着陆金川拍照, 宋礼有些焦灼, 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挽住陆金川的手, 两个人靠在一起, 他是个成年人, 不能再这样任性下去, 当着南淮的面和陆金川争执, 再次被人拍到上了热搜, 到时候他和南淮之间才是真正的说不清, 南总, 阿川来接我回家, 外面灯光昏尘, 你红也远, 大家的面部表情都已经被虚化, 看不出来什么, 南淮点了点头, 陆金川拉开车门, 宋礼俯身上的副驾驶男人并未急着离开, 反而回眸看了一眼南淮, 视线对上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剑拔弩张, 奉劝南总一句, 有些人不是自己的, 就不要惦记, 南淮唇盼上翘, 这句话同样回赠陆总, 早在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宋礼, 南淮就明白自己就是他的归宿, 陆金川一个后来者, 凭什么这样和他说话, 宋礼不愿意回绿城乡线, 车子开出最繁华的街口, 宋礼让陆金川停车, 他没有任何停车的意思, 宋礼去掰车门, 他猛地踩了刹车, 越过车头走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拉开车门把人从车上拖了下来, 风微热, 他身体却止不住颤抖, 不是要下车, 不是要走, 站在这里干什么, 这个地段好黑, 只有不远处的光细细地打过来, 这种虚无的光, 实在给不了宋礼安全感, 这段感情, 他处于被动, 一直害怕陆金川生气, 身体快过理智, 素白的手抱住男人进食的腰, 男人的身形一顿, 宋礼,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他把人从身后拉出来, 果然, 眼圈已经红了, 本以为人知道错了, 谁知道下一秒, 女孩委屈地开口, 阿川, 这里太黑了, 你能不能再让我坐一段车, 陆金川面色一沉, 力气横生, 宋礼其实看不到他的表情, 周围黑得让他有些紧张, 感官也降低了不少, 手上一倾, 陆金川松开了他的手, 想坐车, 宋礼的脑袋点的宛如小鸡灼米, 陆金川蛇身上车, 丢下一句, 你做梦, 陆金川猛踩油门, 车子飞驰而去, 宋礼眨了眨眼睛, 瞠目结舌, 这里距离住的地方不远, 宋礼觉得陆金川有够小气的, 他跺了跺脚, 踩着小步子加速网住的地方风, 周围真的黑, 正走着, 宋礼发现了不对劲, 脚下的影子变成了两个, 他还没来得及回头, 后脑一痛, 整个人意识全无, 陆金川车子开出去没有五百米, 等红绿灯时没几秒又掉转车头, 宋礼最怕黑, 而且他并不太会照顾自己, 车子开回原地, 女人已经没有了影子, 陆金川诧然, 他是真的没想到, 几天不见, 这丫头的胆子都变大了不少, 把车子靠边停好, 陆金川步行往RL的员工宿舍的方向走, 走着, 脚下踩了什么东西, 挪开看了一眼, 一条手链, 陆金川看着眼熟, 俯身捡了起来, 这个手链是他买给宋礼的, 结婚第一个月纪念日, 他到砖柜上定制的, 链子纤细, 是白金的, 这条手链最珍贵的, 就是上面的粉钻, 一颗南球, 大抵是长相普通, 闹崩之后, 宋礼把所有的东西, 都封存在绿城箱线的衣帽间里, 只剩下这条价值不菲的手链, 还在他手上, 可惜的是, 他第一次买礼物给他, 没有经验, 链子尺寸抱错了, 有些大陆金川握在手里, 宋礼从来不会弄丢这些东西, 他站在原地四顾, 没有了宋礼的影子, 他拿出手机给盛岚打电话, 查一查, 是谁和陆太太开这么不要命的玩笑, 第46章, 谁都可以, 宋礼有意识的时候, 感觉到双手被绑着, 似乎掉在半空中, 有声音从下面传来, 几个男人喧闹的声音, 陆金川已经往这边来了, 赶紧把另一个吊起来, 身边很快就有了动静, 宋礼先开眼瞼看了一眼, 和自己相似的人, 临山没了以往的优雅, 他额脚有痘大的汗珠, 脸色惨白, 身体也色缩着, 这是恐惧到极致的状态, 听到陆金川的名字, 看到下面的人反应, 宋礼先放在了肚子里面, 这种无聊的游戏, 也就豪门里的人才会玩, 他其实并没有多害怕, 虽然陆金川还没有做出选择, 但是他已经知道了答案, 可是他还是被刺痛了, 陆金川来得很快, 推门进来的时候, 单手插着兜, 下恶线紧绷着, 灯光灰暗, 他面上半分慵懒, 半分冷凉, 这种镇定, 在看见临山之后, 瞬间军裂, 他的眼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去, 放人, 绑匪的问话甚至都没问出来, 陆金川直接开口, 我的耐心有限, 十秒钟放珊珊下来, 灵山的绳子放得很快, 陆金川大步上前, 在人落地之前把人接到了怀里, 因为站得高, 宋黎居高临下俯视了别人的爱情, 陆金川把人的头发撩起来, 动作温柔地把他额角的冷汗擦掉, 珊珊, 陆金川的声音那么好听, 温柔到极致, 似乎生怕惊扰到灵山, 灵山的声音很细, 他缩在陆金川的怀里, 眼泪渗了出来, 阿川, 我不舒服, 他完全忘记了他这个人, 在灵山说完难受之后, 把人打横抱起, 大步往外跑, 兵荒马乱的样子, 宛如一把尖刀死死地扎在他的心口上, 人走了, 也不是完全走了, 至少还有几个陌生的绑匪, 站在下面嘲弄他, 当陆太太可真可怜哪, 宋黎一个字都听不到, 他想起了第一次见陆金川, 因为服用了安眠药, 晕倒在大街上, 差点被凌晨的流浪汉减了便宜, 他发烧三天,因为无处可去, 又不想被抛弃, 宋黎祈求他收留他, 宋黎什么都没有, 平时只有和管家做些家务, 一周之后,陆金川提出结婚, 宋黎一双眼睛睁大, 茫然得看着对面的男人, 为什么, 为什么要结婚, 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久, 陆金川诞生说, 你昏迷的时候, 我查了你的家人, 一开始以为你是被不法分子下了药, 后来才发现, 这是你父母比你嫁给大尼两轮男人的手段而已, 宋黎心颤陆金川知道的太多了, 似乎他在他面前就是一个透明人, 他了解的透彻, 我, 对他的慌乱视而不见, 陆金川凑近, 低声蛊惑, 嫁给我, 就不用嫁给那个人, 同样的, 我会保护你, 不让任何人伤害你, 宋黎眼底有光, 他太了解江峰, 也明白, 自己在绿城相谢是不可能躲一辈子的, 回去之后, 还是要嫁给那个老男人, 权衡利弊嫁给陆金川, 起码不会太糟糕, 可是他好贪心, 他永远忘不了, 站在偌大的水晶灯下, 他看着陆金川弹条件, 一字一顿, 分外认真, 你要答应我, 以我为先, 不会轻而易举抛弃我, 好, 陆金川答应得那么爽快, 如今看来, 是当初根本就没有把承诺放在心上, 有些麻雀就是可笑, 真以为飞上之头就能当凤凰了, 下面的嘲讽声音越来越大, 宋黎垂下眼睫, 低声提醒, 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可以放我下来了吧, 绑匪似乎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我们可没有义务, 买家只付了把你绑上去的钱, 至于你什么时候能下来, 要看看陆总什么时候能想起来你, 绑匪的笑声刺耳, 短短五分钟, 人就走了个干净, 他们伪装得很好, 只露出来眼睛, 宋黎连绑架自己的, 是谁都不知道, 手腕的伤巨痛, 在陆家老宅的受的伤, 被这些麻绳再度裂开, 宋黎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身体在半空中晃着, 他告诉自己, 树影微蕊, 像是张牙舞爪的魔鬼, 宋黎似乎有了错觉, 似乎看见了十多年前, 那个疯子推开门进来, 砰, 一声巨响, 大门被踢开, 宋黎的身形颤抖, 没多久, 人被放了下来, 下巴被人挑起来, 不羁的声音带着几分紧张, 小鬼, 要不要解, 哦, 沈青瓷的声音, 陆金川到底还是没有想起来他, 解开绳子, 宋黎被吊的时间有些久了, 他摇摇欲坠, 沈青瓷扶了他一把, 说句话, 宋黎咽了咽, 低声反问, 说什么, 他口吻过于平静了些, 似乎没有多少骇人, 这要是放在古代, 救命之恩, 你该以身相许, 沈青瓷试探着开玩笑, 我还救了你奶奶, 这救命之恩可以抵消了, 沈青瓷一本正经, 不可以, 我奶奶的救命之恩, 我把自己许给你, 而你该把自己许给我, 宋黎忽然侧头, 我结婚了, 他皮肤冷白, 眼眶里还有红血丝, 沈青瓷忽然笑了, 狠狠揉了一把宋黎的脑袋, 我还以为你真不怕, 要不要这么讲, 哭又不丢人, 宋黎默然, 他其实怕得根本站不起来, 可是陆金川抱着灵山就离开了, 沈青瓷在他身边蹲下, 小声说别说是你, 就算是我被吊在那里, 也会害怕, 被人抛下, 还是最爱的人, 也会委屈, 宋黎心里默默地, 他低了低头, 没有如沈青瓷的愿, 哭出来, 反而抬着头看着沈青瓷, 问, 可以抱一下吗? 沈青瓷争中片刻, 忽然上前, 一把把人带进怀里, 沈青瓷的怀抱很温暖, 还有浅淡的松香, 所有的恐惧似乎瞬间远去, 宋黎睫毛颤抖了一下, 其实, 我早就知道他会选灵山, 我和他一年的婚姻, 这段婚姻, 还是我在灵山不在国内的时候剪了落, 我不能拿自己和灵山比较, 沈青瓷, 一年时光, 战胜不了二十多年的交情, 这二十多年里, 还有近十年的感情是爱情, 宋黎声音轻轻的, 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 我习惯了被人抛下, 我会做最坏的打算, 没有期待, 就不会失望, 我会保护好自己, 这些话, 像是说给沈青瓷听, 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他声音很小, 我就是想, 受了委屈之后, 该有一个拥抱, 这个拥抱, 不一定要陆金川给, 谁都可以, 第47章, 两拳其美, 宋黎从沈青瓷的怀里起来, 他眼睫眨了眨, 漂亮的面孔上带着笑, 沈青瓷跟着他笑, 他在他柔软的脑袋上拍了拍, 小鬼好勇敢, 比哥哥我厉害多了, 这哄人的语气, 一瞬间打破了宋黎心里的恐慌, 反而让人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尤其是, 他和沈青瓷不太熟, 他缓过境, 自己从地上爬起来, 走了一步, 后衣领被人揪住, 宋黎瞳孔缩了缩, 回头看沈青瓷, 你干嘛, 给哥哥看看手, 手腕上的伤已经开始渗血了, 宋黎往后缩了一下, 我有药, 不严重的, 我待会儿去医院包扎一下就好了, 沈青瓷拎着他, 我送你去医院, 他开一辆跑车, 红得亮眼, 坐在他车里, 一瞬间宋黎觉得自己都骚包了不少, 沈青瓷开车, 他倒没有开得很快, 车子行驶到一半, 他忽然开口, 小鬼, 是陆金川让我过来的, 宋黎心口一次, 沈青瓷接着说, 你不要跟阿川生气, 珊珊有心脏病, 这件事情怪我, 怪我来得太慢了, 明明是在给陆金川解释, 甚至是想要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可是宋黎心口却越来越压抑, 他低声说, 我说了, 我不怪他, 沈青瓷, 你对我没有责任的, 所以, 你根本就不用说对不起, 宋黎又说, 这件事情是楚岳的手笔, 对吧, 沈青瓷默认, 临到离开国内, 楚岳还给他制造了这种麻烦, 算起来, 有盛兰看着, 还能让他安排这种事情, 说来说去, 就是他身边的人, 没把他当一回事罢了, 月月是任性了点, 哥哥给你撑腰, 绝对不会让他在国外闲着, 宋黎不以为意, 一笑置之, 医院到了, 沈青瓷带着他去找苏陈雾, 临山已经睡了, 路过SVIP病房的时候, 宋黎看见了陆金川, 他坐在病床前, 大手骨节分明, 被素白的小手牵着, 陆金川眸光定格在病床上, 那张睡得憨然的小脸上, 看上去多么的深情, 沈青瓷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忽然凑过来, 笑着问, 酸了, 宋黎莫名其妙地看向他, 沈青瓷笑得很傻, 洁白的牙齿露出来, 半带着诱惑着开口,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离婚, 离婚了嫁给哥哥, 我可没有白月光, 宋黎忽然笑了, 沈青瓷问他, 笑什么, 我很认真的, 宋黎摇了摇头, 这种把婚姻荡成儿戏的事情, 估计只有你们这些天之骄子, 才会抱着尝试的态度, 沈青瓷看向宋黎, 后者眼底都是黯然, 当初陆金川娶我的时候, 是说过, 这辈子非我不娶的, 一年了, 当初七天给他的永恒感, 在他那里变成了虚幻, 当初结婚, 说来说去的原罪是冲动, 沈青瓷也一样, 现在他可能觉得他特别, 和他身边的女孩都不一样, 可是真的要走到一起之后, 要面临的问题很多, 和兄弟的前妻在一起, 世界观价值观不一样, 在一起之后, 这些问题事宜难评, 沈青瓷只是一笑, 把人带到苏晨吾的办公室, 开了药, 苏晨吾让宋黎和护士去包扎, 办公室只剩下沈青瓷和苏晨吾时, 他从西裤口袋里摸出烟盒, 取了一根雕在唇瓣上, 苏晨吾敲了敲墙壁上浸烟的牌子, 阿慈, 医院禁止抽烟, 沈青瓷拿打火机的手遁住, 眼睛里都是幽怨, 哎, 就是不招人疼呗, 我回了国, 好兄弟没给我举办街风洗尘宴就算了, 抽个烟都不允许, 受伤害了, 珊珊被吓到了, 你的街风宴要往后推了推了, 苏晨吾笑了一下, 低声说, 阿川现在完全就是一团乱麻, 可能没心情, 陆金川的事情, 沈青瓷不是没有了解, 他也没问, 陆金川的眉心情是临山造成的, 还是送离造成的, 只是清淡一笑, 我去看看阿川, 交差了, 沈青瓷和苏晨吾告别, 去了病房, 凌山已经睡熟了, 他站在门口, 敲了敲门框, 陆金川回头, 在他身后看了一眼, 阿黎呢, 谁的老婆谁救, 陆金川瞳孔猛地收缩, 他猛地起身, 这一动, 惊醒了凌山, 往外走了两步, 凌山忽然尖叫一声, 阿川, 阿川你要去哪里, 陆金川大步往外走, 路过沈青瓷的时候, 男人握住了他的手腕, 将人拦了下来, 阿川, 我知道你喜欢珊珊, 今天晚上, 你不去救小嫂子, 他如果真的出了事情, 就是绑匪的事情, 没有人会去谴责你沈青瓷唇脚翘着, 说出来的话, 似乎刺穿了陆金川的筋骨, 有人帮你清理障碍, 只要等一段时间, 你就能和珊珊在一起, 两拳其美, 何乐而不为, 陆金川猛地把人甩开, 仰手一拳, 砸在了沈青瓷的脸上, 后者吃痛, 后退了两步, 陆金川一个字没说, 大步往医院外跑, 步子迈出去两步, 猛地顿住, 宋黎就站在前面, 他捧着缠着纱布的手腕, 摇摇望向他, 明明宋黎没有哭, 没有委屈, 就是那么平静地看着他, 可是这视线似乎能够穿透灵魂, 让他愧疚, 沈青瓷用拇指揉了一下嘴角, 抱了一声粗口, 陆金川真有你的, 帮你接老婆, 还要挨你的揍, 越想越委屈, 他眨了眨压青的睫毛, 看向宋黎, 这种人留着过年吗, 谁受得了他的脾气, 赶紧离婚脱离苦海吧, 小嫂子, 宋黎还没来得及笑出声, 陆金川大步而来, 握住了他的手臂, 小护士从医疗室追了出来, 小姐姐, 手臂上的伤二次开裂, 你要好好涂药膏啊, 这个药膏效果很不错, 虽然会落疤, 但是能淡化不少, 陆金川接过, 放在西裤口袋里,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 阿川, 灵珊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床, 他赤脚踩在地面上, 面色苍白, 看着陆金川, 陆金川难得没过去, 只是轻轻一笑, 珊珊, 宋黎身体不太好, 林伯父应该很快就到了, 我就不打扰, 你休息了, 灵珊的眼泪宛如断了线的珠子, 一颗一颗的下坠, 别人劫走, 掉在半空中, 没人知道他有多么的慌张, 第四十八章, 本事不小, 他只是想让陆金川陪陪他, 他知道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 可是这么多年的感情, 连一晚上的陪伴都换不来嘛, 宋黎把手抽回来, 掌心落空, 陆金川看得过来, 阿黎, 那个, 我回宿舍就好了, 你陪林小姐吧, 他眼底一点动容都没有, 似乎他不是他的丈夫, 只是一个和他无关的陌生人, 沈青慈赶紧举起手, 对对对, 你陪珊珊, 我送小嫂子去宿舍, 如果你不放心, 陆金川腻了他一眼, 后者对着他, 扯出一抹不知天高地厚的笑, 周身的温度变低, 下一秒天旋地转, 宋黎被陆金川扛在肩上, 陆金川, 你放我下来, 宋黎血液倒流, 脑袋嗡嗡的, 完全无法思考, 陆金川似乎听不到, 一路把人带了下去, 病房门口, 只剩下沈青慈和林珊, 似乎不知道林珊是病人, 沈青慈点了烟, 鸟鸟烟雾瞬间模糊了他俊脸的表情, 好久不见啊, 珊珊, 沈青慈笑着, 可是林珊感觉不到多少笑意, 大概是娱乐圈混久了, 他能清楚地感知到一个人的真实情绪, 就如现在, 他似乎能从沈青慈看似轻易的笑容里, 感觉到不屑, 不屑, 林珊想笑, 却又笑不出来, 阿慈, 不想笑, 没人逼你, 沈青慈俯身, 俊美的面孔在林珊面前放大, 这样的美颜暴击并未刺激到林珊, 因为他话里话外, 满是绝情, 那么我的山堡, 要做小三这个想法, 是有人逼你有的吗? 林珊的呼吸一瞬间急促了起来, 他忽然抬手, 捂住了胸口, 脸色煞白, 沈青慈白手往后退了几步, 举着手成认输状, 我可没有碰你, 珊珊你要碰瓷也别碰熟人, 这里就是医院, 你身体不舒服, 我帮你喊沉悟, 但是吧, 苦肉计这一招只对阿川有用, 对我没用啊, 沈青慈就是这么绝情, 林珊真的笑了, 笑着笑着, 一双漂亮的毛子红了起来, 眼泪一颗一颗砸下来, 沈青慈, 你是不是搞错角色了? 林珊抬头, 眼泪一出来沾湿了他的面孔, 他眼底满是伤筋动骨的痛, 我只是出国两年, 阿川就娶了别人, 我和他多少年的感情, 沈青慈, 宋礼的长相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阿川爱的人是我, 他想要的人是我, 宋礼只是一个出现的不太凑巧的替身而已, 阿川不爱他, 如果我们两个人里必须有一个人是小三, 那么那个人也不该是我, 林珊浑身颤抖, 明明他没有任何错, 做出选择的是陆金川, 默认一切的是陆金川, 背叛他们感情的人还是陆金川, 他只是一个没有得到爱情的可怜鬼, 可是月月做错事之前, 会打着为了他好的旗号, 沈青慈一个将他和阿川的爱情长跑看在眼里的人, 为什么能这样平静地站在他面前, 毫无责任地指责他? 沈青慈沉默, 他很想心疼林珊, 这个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小青梅, 换句话说, 林珊也是处于欺辱宋礼制造的事故中的一个受害者, 可是, 看着林珊痛哭, 他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宋礼平静地说出谁都可以四个字时的平静, 谁都可以给他一个拥抱, 谁都没有给, 如果真的有错, 那么宋礼的错到底是什么? 是一年前同意嫁给陆金川吗? 沈青慈很难被青梅的眼泪打动, 他只是放下手, 珊珊, 如果阿川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爱你, 就会一直等你, 这么浅显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懂? 不要做让人看不起的事情, 懂吗? 林珊盯着沈青慈, 他蹭了一把眼泪, 眼睛里满是清澈, 那你呢? 阿慈, 你这么明目张胆地惦记宋礼, 很让人看得起吗? 你又比我好得到哪里去? 沈青慈的视线和林珊对上, 他把掌心放在林珊的头顶, 温柔得不可思议我和你不一样, 我不会逼宋礼, 不会不在乎宋礼的想法, 不会在宋礼结婚之后, 还给宋礼一种我非他不可, 如果他不离婚, 就对不起我的感觉, 我喜欢他, 可我的喜欢, 没你想的那么卑恋, 这就是区别, 懂吗? 林珊瞳孔涣散, 心口似乎在沈青慈说完这些话之后, 破开了一个大洞, 冰冷地风刮了进去, 五脏六腑一片冷凉, 把宋礼塞到车子上, 陆金川开着车, 一路绝尘直奔绿城相线, 宋礼被他扛人的动作顶到位, 恶心得厉害, 这种状况一直到地方, 都没能反应过来, 下了车, 陆金川把他从副驾驶上拉了下来, 你发什么疯? 宋礼甩开他, 秀气的眉拧着, 唇绊都没有了血色, 似乎在难受, 宋礼有胃病, 每次犯了不仅会胃痛, 还会恶心难受, 陆金川顾不上那么多, 握住女人肩膀, 把人抵在伸手的车子上, 后背撞在车门把手上, 他腰窝痛了一下, 干什么? 他的呼吸那么静, 你和阿慈怎么熟悉的? 南怀, 阿慈, 陆太太的下一个目标又是谁? 陆金川眼窝极深, 瞳孔忧尘四海, 乌黑如墨, 几乎与背后的夜色融为一体, 还没有离婚, 已经找了两个下家, 陆太太本事不小, 宋礼的心脏色缩了一下, 他舔了一下唇角, 眼角泛红, 他硬是扯出来一抹笑容, 是啊, 早知道南怀和沈青瓷这么容易上钩, 一年前, 我就不该和陆先生结婚, 结了又要离, 还要被你表妹欺负, 我这一肚子的气, 该撒到哪里去? 耳边一阵疾风, 宋礼瞳孔俱阵, 碰, 车窗被陆金川一拳砸出珠网, 密密麻麻, 乱七八糟, 在网上风波平息下去之前, 我还不能离婚, 陆金川闭了闭眼瞼, 再睁开, 眼底没有一丝愤怒, 宋礼, 只有死人能给我戴绿帽子, 你考虑好事等一年, 还是非要寻求刺激婚内出轨, 陆金川说完, 起身离开, 他并未发现, 宋礼在他离开之后, 开始小幅度地颤抖, 腿瞬间软了起来, 那一刻, 他真的以为, 陆金川想要杀了他, 第四十九章, 开机仪式, 陆金川进去没多久, 管家就出来把宋礼扶到了别墅里, 室内灯光大亮, 琉璃灯很漂亮, 暖光散出来, 满是温蛋, 太太, 先生说您胃不舒服, 厨房里熬了氧胃粥, 还有小馄饨, 是您喜欢的虾肉馅, 我给你盛一碗, 宋礼不舒服, 也没有什么胃口, 他摇摇头, 说, 我不吃, 他直接上楼, 走了一半又舌身回来, 朝管家伸出手, 管家一脸莫名其妙, 太太, 宋礼大抬了抬压青色的眼睫, 我房间的钥匙给我, 管家不敢拒绝, 就去房间里把主卧的钥匙找出来, 折腾了一晚上, 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 宋礼身心俱疲, 几乎刚沾到枕头, 就睡了过去, 他是痛醒的, 手腕的伤猛的一痛, 他身体不由自主地色缩了一下, 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纱布被揭开, 陆金川拿着护士给的药, 一点点地往他的伤口上擦, 他眸光专注, 室内的灯光昏暗, 落在他眼底, 满是四海情深, 让人一眼就容易沦陷其中, 宋礼缩了一下手, 被陆金川死死地摁住, 你怎么进来的, 他明明反锁了门, 陆金川纯线紧绷, 这里是绿城香线, 每一寸都是属于我的, 我不能来, 宋礼机遇窒息, 他用力把手往回抽, 陆金川忽然翻身而上, 剑瘦的身躯将他整个人压在身下, 宋礼, 你的手是不是不想要了, 掀开他的纱布, 陆金川才看到, 快要一周的时间, 他的伤恢复的还没有他背上的快, 关你什么事, 华刚落音, 下巴被陆金川抬起, 他眨了眨眼睛, 你是我的陆太太, 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吗, 宋礼当然不明白, 意思就是,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你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和我有关系, 他眯着狭长的眼, 我讨厌我的所有物上染上瑕疵, 宋礼心口颤抖,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我和你养的一条狗, 你买的一件衣服, 一辆车没有区别对不对, 陆太太非要这么理解, 我解释还有用吗, 陆金川再度握住他的手, 一点点用棉签把药帮他图好, 宋礼第一时间抽回手, 把自己缩在被褥里, 将自己从头到脚盖住, 只留下一双眼睛, 从缝隙里, 看见陆金川盯着床, 他睫毛很长, 盖住了眼底所有的情绪, 一瞬间, 他竟然觉得陆金川在颤抖, 宋礼觉得可笑, 站在他面前的男人, 是凌晨身价最高的男人, 在商场中, 他沙发果决, 运筹帷幄, 他怎么会为了他的沙颤抖, 宋礼很累, 这种戒备在男人一直站在床边, 没有任何上来的倾向时, 理智被睡意掩埋, 他眼瞼合上, 睡了过去, 但是戒备的状态, 还没有完全退去, 所以, 在陆金川将他拥抱进怀里时, 他几乎毛骨悚然, 宋礼下意识地想挣脱, 可是陆金川忽然用了力, 他抱得很紧, 仿佛一松手, 他就会消失不见, 动作僵住, 宋礼心脏开始颤抖, 婚后半年, 陆金川最喜欢的就是激情过后抱着他睡觉, 明明距离上次他给他离婚协议书开始, 过了不足半个月时间, 他却觉得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缩在他怀里, 似乎缩在一个陌生人的怀里, 让他心神恍然, 满是恐惧, 鹅脚软了一下, 他似乎是亲吻了他, 可是宋礼更多的是怀疑, 应该是还没有完全睡醒, 所以才会有的错觉, 可是陆金川这一抱, 让宋礼的睡意散了个干净, 午夜梦回之间, 宋礼不得不承认, 他终究是一男平, 他也实在是不懂, 不懂为什么这个男人可是轻轻松松爱着别人, 却对他做尽了爱他的事情, 宋礼再醒来, 陆金川已经不见了, 主卧里没有任何男人回来过的痕迹, 刚醒没多久, 房间门就被敲响, 管家进来, 宋礼本来以为管家是过来通知他不能出去的, 可是管家小声说, 太太, 先生让我提醒您去工作, 车子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下楼还来得及用一个早餐, 宋礼豁然从床上跳了下来, 他慌张着穿上衣服, 下了楼静止要出别墅, 被管家拦了下来, 太太, 先生说了, 不吃早餐不能出门, 宋礼蛇身回了餐桌边, 吃了两口罐汤包, 喝了半杯牛奶, 怕管家不放人, 他又拿了半个三明治, 他的眼睛很亮, 管家看了一眼吃了一半的早餐, 到底不忍心拦着宋礼, 让开了身体, 司机在等他, 上了车, 宋礼直奔横店, 他到的时间刚刚好, 刚站稳脚, 导演就过来了, 镜头找得差不多了, 导演也给宋礼讲了几天戏份, 这部文艺剧开拍, 终于提上了日程, 简单补了几个镜头, 导演宣布晚上在魅瑟举办开机仪式, 魅瑟是凌晨消费中等的酒吧, 因为是文艺剧本, 投资有限, 所以只能包这个档次的酒吧, 夜色刚降下来的时候, 云梦发了短信过来, 他的另外一个艺人, 晚上有一个试镜, 他必须陪着他, 所以开机一试, 云梦就不过来了, 导演是南淮熟悉的人, 应该不至于有人欺负宋礼, 云梦还算放心, 下楼的时候, 碰见了投资人和编剧, 大家一起上了导演的车, 去了酒吧, 宋礼是女主角, 自然和投资人导演一个包厢, 南淮没来, 也可以理解, RL指导的电影多不胜数, 大IP多的就让他忙不过来, 就算是这部剧的导演是明导, 估计南淮也顶多露个面, 宋礼刚坐下, 门就被推开,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还有人拦着他, 盈盈,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人家的开机宴, 你要给江导一个面子, 起开, 他一把推开面前的人, 大步走到宋礼面前, 停了下来, 宋礼眼睫眨了眨, 郁盈盈RL四小花旦之一, 微博两千万家的粉丝, 因为在凌晨属于是二流家族, 也勉强算是一个名媛, 所以公司包装的时候, 打造的是小公主人设, 第五十章, 真没那脸, 她长得非常有辨识度, 腹白貌美, 生气都带着魅意, 郁盈盈眼神上上下下地扫视她, 你就是男总清点的女主角, 宋礼有些莫名, 郁盈盈可不管那么多, 她看着宋礼, 问导演, 江导, 她能有我好看当时选角色的时候, 明明你已经准备点头了, 现在公司来的一个新人都能压我一头, 我还要不要在公司里混了, 郁盈盈确实长相极美, 粉丝也吃她的盐, 可是硬尿和送离比较的话, 那么真可惜, 还是送离更漂亮一点, 但是这话, 在场的人虽然心知肚明, 却没人说, 她算什么, 刚进入这个圈, 没有任何经验, 又不是科班出身, 导演你想好了, 到底用她还是用我, 江导是圈子里的老油条, 不拍戏的时候, 她不是那个严厉的人, 反而左右逢源, 闻言只是一笑, 盈盈啊, 你是一个很出色的演员, 我也很期待和你再合作, 但是这部剧, 南总已经拍了版, 也和送离签了合同, 投资人编剧都没有意见, 意思就是, 大家都觉得送离适合, 她不适合, 郁盈盈就算是个傻子, 也不至于听不出来, 江导话里话外的深意, 是吗? 这部剧听说是徐老师五六年的心血, 我可是听说了, 送离是陆事的总裁夫人, 到底怎么上的戏, 大家都不清楚, 徐老师你可要想清楚, 江导这条路走不通, 郁盈盈就转移方向, 看向编剧, 送离闽唇笑了, 你笑什么? 郁盈盈不悦, 送离笑着说, 月小姐, 众所周知, 蓝总和陆金川不合, 我能上男总的戏, 不仅不能证明, 我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反而更能说明, 我这个人有过人之处, 编剧也愣了一下, 她本来有所松动的想法, 瞬间散去, 目前为止, 送离的形象和剧中女主角最符合, 而且女主角镜头不太多, 大多数是要用童心, 不需要太多的演技, 她没必要因为郁盈盈两句挑拨离间的话, 就去得罪难怀, 我对送离很满意, 如果可以, 希望下次可以合作, 送离被陆金川教得很不喜欢吃亏, 加上她和陆金川还没离婚, 背影依旧是陆氏, 她半点不具为盈盈脸上的笑得温柔, 魏小姐, 这是我们剧组的小聚会, 你不请自来是不是不合适, 需要我帮你交保安吗? 这句话, 才真真正正的让郁盈盈觉得没脸, 经纪人强行把人拉了出去, 包厢里安静了一瞬间, 又恢复了之前的感觉, 江岛和投资人讨论剧本细节, 编剧忽然凑过来和送离摇耳朵, 你得罪她干嘛, 你是不是不知道, 圈子里有传言说她喜欢男总啊? 编剧是一个圆脸女人, 叫许悠悠, 虽然她真的很年轻, 但是却已经是新时代编剧界里面的大拿, 所以啊, 郁盈盈针对你, 不是因为你是这部剧的女主角, 而是因为前段时间你和男总一起上过热搜, 宋离不能理解, 所以, 她是不是有毛病, 我是陆金川的妻子, 别说我们没有离婚, 就算是我们真的离婚了, 男怀的条件, 看得上二婚的, 许悠悠笑的意味深长, 那可不一定, 就算是男怀会喜欢上二婚的人, 也绝对不会喜欢我, 不然上流社会该怎么说她, 倒是男怀, 拿的才是正儿八经的男主角剧本, 左右当红小花蛋爱慕, 又有天才画家少女的迷恋, 而且自身又是凌晨的经济大鳄, 腰缠万贯, 徐悠悠拍了她一下, 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公司里已经传遍了, 陆金川的秘书来RL解约, 带了两个亿的解约金, 而且还有一部科幻大片的IP, 加起来价值超过五个亿, 你好好想想, 你得不吃不喝多久, 才能帮男总挣到五个亿, 宋离, 她也愣住了, 心里也没底, 说实话, 她真的没往南怀会喜欢她这方面想过, 可是五个亿可不是小数目, 徐老师, 我记得你不是RL的工作人员吧, 徐悠悠不高兴地说, 什么意思, 你质疑我吃的瓜的水分啊, 我还没吃过坏瓜呢, 不信你自己问男总去啊, 宋离, 真没那脸, 万一不是真的, 南怀岂不是要嘲讽她, 还没在娱乐圈里立足, 就已经开始做身价过一的美梦了吗, 光是那几个灵, 就能砸死她了, 这边, 玉盈盈从包厢里出来, 越想越咽不下去这口气, 她站在魅色大门口, 死活不肯离开, 以止气势地对经纪人说, 你去给我联系媒体, 叫媒体干什么呀, 我的小祖宗, 你看看这个剧组穷的开机仪式, 就只能来这种地方举办, 开拍之后, 听说还要去乡下, 你这皮肤这么娇嫩, 去了不是喂蚊子吗, 经纪人苦口婆心, 我的宝贝, 你这事办得不厚道, 让男总知道了, 指定生气, 生什么气, 你是说, 我在男总心里的重量, 还不如那个破鞋吗, 玉盈盈推了经纪人一把, 气得跺脚, 我让你去联系媒体, 你就去, 就说, 魅色有大料, 经纪人, 不听我的你就滚, 我要的是一个听话的经纪人, 你不会觉得, 离开你我就不能活了吧, 魏盈盈脾气很臭, 不知道气走了几个经纪人, 因为这个, 带她的经纪人工资都很高, 恰好, 她穷, 经纪人没办法, 只能去联系, 临走之前还在劳道, 你不要闹得太难看啊, 你赶紧去, 我就只想让宋李演不了这部剧, 她老公是陆金川, 我不要命了吗, 敢做什么, 经纪人一想, 也是这么的道理, 小跑着去旁边接电话, 魏盈盈蛇身进去, 找到酒保, 从包里摸出来一张宋李的照片, 一包药和一达现金拍在把台上, 举着药, 她的口吻很低这个, 你待会儿想办法让照片上的姑娘喝下去, 酒保推了几句, 就应了下来, 酒吧鱼龙混杂, 下了药, 也有的是方法躲过监控, 赚取外快, 玉盈盈看她收了钱, 冷笑一声, 摸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哥, 帮我个忙, 传个花边新闻而已, 白妹色, 我在这里等你, 这个南淮看好的剧, 她是演定了, 一定要让南淮对她刮目相看, 第51章, 是杨婉星, 开机宴这种场合, 肯定是避免不了喝酒的, 宋李酒量不好, 而且陆金川从来不允许她喝酒, 敬酒两次, 她就面色陀红, 在卫生间打电话, 宋李, 迷宫相的事情陷入了僵局, 不止一股势力在阻止我往下查, 但是我查到了毁掉监控录像的IP地址, 宋李, 是谁, 是杨婉星, 这个名字很陌生, 南淮却给了她答案, 现在在陆市海关区分公司任职公关部经理, 是楚岳之前的助理, 这个杨婉星, 宋李根本就不认识, 也没有任何冲突, 也就是说, 还是楚岳, 宋李浑浑噩噩噩, 他根本就静不下心来继续参加这个开机宴会, 他恨不得现在就回绿城乡县, 找陆金川问清楚, 他扛着楚家和陆老夫人的压力, 执意要送楚岳出国, 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一天, 就是怕他查出来孩子流产, 是和楚岳有关, 返回到包厢里, 宋李有些不在状态, 酒过三巡, 投资人也坐不住, 起身时举了杯, 宋李跟着大部队起身, 喝掉了酒杯里面的酒, 开机宴会结束, 江导说了几句勉励的话, 再度举杯, 宋李杯子的酒已经没有多少了, 但是导演敬酒不能不喝, 宋李又在酒瓶里面倒了一点, 急着离开, 他并未多想, 一饮而尽, 导演和制片人先走, 许悠悠有男朋友来接, 除了其他意犹未尽的演员和厂物还在, 酒吧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 喝多了酒, 宋李头有些晕, 他扶着墙壁站了起来, 一阵头晕目眩, 重重摔回到座椅里, 呼吸慢慢变得急促, 躁热感从小幅蔓延上来, 宋李瞳孔缩了一下, 下意识地从包里摸出手机, 手忽然被人摁住, 宋小姐一个人来的吧, 我送你, 包厢里灯光五颜六色, 落在眼前这个人面上, 满是玉色, 不用, 宋李只说了两个字, 他吓得瞬间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这个声音和他以往的都不一样, 酥酥地仿佛带着钩子, 满是诱惑, 身体被男人架了起来, 宋李推了几下, 没能把人推开, 他也喊了救命, 可是周围的音乐声太大, 没有人注意到他, 意识越来越昏, 身体里的渴望也越来越重, 宋李的心瞬间沉入谷底, 陆市行政大楼, 陆金川正在开一个机密会议, 对待工作, 他一向严谨, 会议室里的工作气氛凝滞至时, 忽然有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寂静的环境中, 清脆的铃声越发刺耳, 陆金川垂眸, 是他的手机, 是机密会, 陆金川也只犹豫片刻, 就化了接通, 电话那边的声音过噪, 陆金川做了一个暂停会议的手势, 拿着手机往外走, 有男人的声音似乎被音乐震碎, 宋小姐一个人来的吧, 我送你, 宋李声音颤抖, 布满了恐慌, 不用, 再往后就没有了声音, 他的声音不对劲, 陆金川第一时间发现了不对, 转眸看向盛兰, 去接太太的人呢, 盛兰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道, 太太要参加开机仪式, 和导演他们去魅色了, 接他的人现在应该在魅色外面, 陆金川道, 让他进去找人, 华洛英, 陆金川大步往外走, 盛兰喊住他, 陆总会还没开完, 陆金川脚步顿了一下, 还是进了总裁专用电梯, 车子一路急迟, 在魅色停了下来, 因为送礼可能出事, 江导也折了回来, 让他们都没想到的是, 魅色门口被大批的记者的堵住, 完全进不去, 这件事情显然是有预谋的, 一分钟不到, 保镖硬生生在人潮里, 给陆金川开出一条路, 他刚往里面走了一步, 就被一个记者拽住了西服衣摆, 记者是个女孩, 眼底都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 稚嫩的眼神, 无谓的盯着陆金川, 陆总, 据我们的消息可知, 这里是昨晚有风开机仪式, 您大张旗鼓出现在 RL公司制作的电影开机宴上, 我们可不可以推测, 未知人士爆出来的大料, 和您太太有关, 陆金川唇角上挑, 小记者长得清秀, 肌肤雪白透彻, 这一刻大家都认为, 陆金川应该是看上这个记者了, 小记者搞不好要和宋礼一样, 飞上枝头, 翻身浓奴把歌唱, 就连小记者对上男人满是魅力的笑容, 也不由自主的脸红, 然而, 陆金川的态度急转而下, 他视线落在小记者的胸牌上, 灵光传媒的记者, 那么, 我也随波逐流推测一下, 你们灵光三天内, 必然在凌晨销声匿迹, 陆金川的声音很低, 但是附近的人都听得到, 羞涩的笑容将映在小记者的脸上, 短短十秒, 小姑娘脸色一片煞白, 陆总, 陆金川没听下去的欲望, 她眼睫半脸, 漆黑的瞳孔, 宛如扑不开的浓墨, 让人畏惧, 还有, 谁对陆太太的料感兴趣, 陆金川眸光一瞥, 在场的记者静若寒蝉, 她声音又缓又慢, 要不要我给你们开个记者发布会, 嗯, 没人敢应声陆氏不是主要做传媒的, 换句话说, 陆氏掌握着凌晨三分之一精精命脉, 现在他已经动手打了一个出头鸟, 谁愿意去做第二个跳火坑的人, 记者纷纷后退, 陆金川唇脚抿住, 蛇身往魅色里面走, 因为要找宋黎, 整个酒吧都被控制住, 酒保, 适应声, 助唱歌手, 还有一个玉影影, 魅色里寻找一圈, 没找到宋黎, 陆金川坐在一楼大厅的单人沙发里, 陆总, 已经查过监控了, 太太并没有出去, 陆金川起了身, 他走到江岛面前, 江岛这是什么意思, 参加个开机宴, 我太太人就没有了, 这是南怀安排的, RL这是打算公开挑衅我, 欺负我陆氏没人, 所以肆无忌惮藏你我的太太,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陆金川是真的在生气, 玉影影心里慌得要死, 努力地在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他听到江岛低声说, 陆总, 你就算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打宋黎的主意, 这可是犯法的, 第五十二章, 你凭什么, 从陆氏出来, 宋黎的手机就打不通了, 江岛也试着拨过, 被关了机, 话都没说完, 一个男人被提了进来, 陆金川看去, 保镖道, 陆总, 抓到一个可疑的人, 陆金川挑眉, 魏少, 陆总, 都是误会, 玉少只是临城里一个顽固子弟, 陆金川记得他, 完全是因为, 他和陆氏一个捧着的艺人传过绯闻, 因为有前科, 陆金川问, 你来干什么? 我, 他的反应, 让江岛想到了什么, 猛地转头看向了玉盈盈, 小姑娘正打算跑, 魏小姐, 不解释一下, 所有的视线, 一瞬间凝聚在玉盈盈的身上, 他僵硬了一下, 磕磕绊绊的开口, 我是得送礼用了药, 但是, 我只是, 想让我哥和他传个绯闻, 可是, 我让九宝把他放在2103的包厢里面, 我刚才过去看了, 人根本就不在, 玉盈盈欲哭无泪, 我就只是, 想让送礼演不成, 昨晚有风, 我也不敢做什么违法的事情, 陆金川气笑了, 你不想让陆太太演, 你凭什么不想, 我不想还要憋着, 你一句不想, 就敢对他下手, 我在你们眼里, 脾气好的, 是不是像得快要病死的猫? 玉盈盈刚毕业, 年仅22岁, 哪里经受的住在商场上厮杀惯了的陆金川的压力, 眼泪瞬间飙了出来, 陆金川没心情理会小女孩的眼泪, 你最好祈祷陆太太没事, 玉少人基本上都傻了, 妹妹让他传个绯闻, 但是来之前, 他并不知道这个绯闻是要和宋离传, 他想和陆金川搭话, 妹妹没太大的胆子, 这件事情, 显然是有人借妹妹的手, 对陆太太下了黑手, 可是陆金川根本坐不住, 魅色鲜了, 也要找到阿里, 人没找到之前, 所有人都不准走, 保镖应了一声, 没两分钟, 上楼挨个包厢搜索的保镖下了楼, 陆总, 三楼一个包厢门打不开, 陆金川跟着保镖过去, 酒吧的包厢隔音都经过特殊的处理, 里面没有声音传出来, 门被人从里面反锁了, 门拆了, 保镖应了一声, 几个人用蛮力把门撞开, 大门开了的一瞬间, 陆金川的瞳孔缩了缩, 宋离的裙子被扯开, 遮不住胸前的春光, 他手里握了一个破碎的酒瓶, 光着脚缩在包厢的角落, 脚下都是血, 身体小幅度颤抖着, 包厢的地上还躺着一个男人, 衣服脱得差不多了, 叫救护车, 陆金川大步进门, 刚碰到宋离, 女人挥着酒瓶就朝陆金川扎了过来, 刺在肩膀上, 一瞬间宛如扎在心口上, 满是痛楚, 宋离在哭, 意识也是散乱的, 嘴里乌咽着, 声音被恐惧沾满, 别过来, 陆金川握住他的手腕, 似乎感觉不到痛一样, 强行把他手里的酒瓶取了下来, 随即把人抱在怀里, 是我, 他抱住他, 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女人的脊背, 不怕了, 宋离心脏破防, 乌液出声, 阿川, 嗯, 他委屈着, 我难受, 我好难受, 陆金川没有急着走, 而是从西服口袋里取出一方手帕, 仔仔细细将手里的酒瓶擦了一个遍, 随即丢在地上, 把人从地上抱起来, 陆金川口吻急沉, 对保镖开口, 这个包厢的监控, 截掉, 把人送到医院, 苏晨物值班, 看见宋离, 他第一时间拧眉, 怎么又来, 口吻里虽然都是嫌弃, 但是苏晨物第一时间把人送到了急救室, 沈青慈得到消息也赶了过来, 看见陆金川身上的血, 面色骤然沉下, 怎么回事, 他坐在走廊的塑料长凳上, 抬眸看向沈青慈, 有烟吗? 宋离呢? 陆金川没开口, 事情还在调查, 一个保镖过来给陆金川汇报情况, 和太太在一个包厢里面的人, 是剧组里的定下来的男主角, 伤得很重, 无法确定他和太太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保镖说, 人现在在手术室, 情况不太好, 他的家人和粉丝已经知道了消息, 把医院围起来了, 现在在下面呢? 最棘手的是, 他们还带了记者, 事态恶劣, 这次家属带的不是余记, 而是官媒, 先生, 警方已经介入了, 您要不要先下去解释一下? 陆金川反问, 解释什么? 保镖近生, 陆金川什么都不清楚, 警方在调查, 同样的, 他也在调查, 幕后的人心狠手辣, 想要毁掉宋离。 他无依无靠, 除了他毫无背景, 性格很好, 从不结仇, 虽然嘴巴有识狠毒, 但是本性善良, 他能得罪的人, 在凌晨屈之可数, 陆金川眼睫里一片灰暗, 把人拦住, 让医生尽全力救那个演员。 说话的时候, 苏晨屋从急救市出来, 送礼也被推了出来, 人没有大爱, 但是身体检测出来, 服用了催情类的药品, 他刚流产没多久, 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有些大。 苏晨屋拧着眉心, 药性已经散了, 人也睡了, 陆金川点了点头, 保镖有些着急, 陆总, 这件事情对陆氏的影响不小, 要不要把太太叫起来, 和媒体解释清楚? 陆金川腻了他一眼, 后者净声, 让他睡。 就是, 沈青瓷开口, 小鬼也是受委屈的人之一, 受了委屈还要去面对记者, 揭开伤疤给记者看这种事情, 阿川可设不得, 对吧? 陆金川点了一根烟, 随着他的动作, 额前乌黑短发晃了晃, 略微凌乱, 但是却带着致命的蛊惑。 他懂什么? 陆金川口吻浅淡, 就怕他不仅解释不清楚, 面对镜头只会哭, 反而让陆氏陷入更大的危机, 去通知公关部来协理这件事情, 我不养没用的人。 沈青瓷? 真可怜, 这种人也能娶上小鬼这样的好老婆。 陆金川没有下去的意思, 反而去了SVIP病房, 宋李脸色很白, 睡着也不安稳, 嘴里迷迷糊糊的念叨。 阿川, 救我! 灯光迷离, 刺痛了陆金川的眼睛。 他在床边坐下, 屈指在宋李的脑袋上弹了一下。 陆太太, 你可真是个惹祸惊。 第53章, 该安戒了。 云梦是在网上看到的消息, 昨晚有封, 剧组开机验出事, 男主角生死未知, 行凶人疑似女主SL。 云梦眼皮直跳, 只觉得这热搜纯属放屁。 现在造谣的都这么猖獗了, 他们家宋宋鸡都不敢杀, 都已经会杀人了。 吐槽这件事情的时候, 南淮的电话打了进来。 你现在去医院, 帮宋李控制安戒家属带过去的媒体, 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 南淮就掐断了电话。 云梦扮上没反应过来, 他手指动了动, 翻动了两下评论。 安戒。 他记得, 这个名字是个很有实力的男星, 因为是靠演技吃饭, 加上长得帅, 所以粉丝数量不小。 热搜上说, 安戒的粉丝已经围住了中心医院。 云梦身躯一阵, 拉开车门上车, 直奔医院。 外面腥风血雨, 宋李却睡得安稳。 他很纤细, 身躯缩在被褥里, 像是随时会被压断呼吸。 宋。 字还没有吐出来, 陆金川伸出食指抵在唇瓣上, 他盯着他, 眸光如有实质, 瞬间云梦压下声音。 路总, 我上来的时候, 外面粉丝已经失控了。 我们应该叫醒宋宋, 问清楚情况, 好及时攻关。 云梦斟酌言辞, 低声说。 路总, 现在网上的言论对陆氏也不利, 让宋宋一直睡着也不是办法。 嗯。 云梦以为陆金川同意喊宋李起来时, 男人忽然补了一句, 不许叫他。 可是, 云小姐觉得, 这件事情我处理不了。 云梦, 她深吸了一口气, 低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这件事情影响还挺大的, 如果攻关处理完了, 宋宋不参与, 网上风评不好。 云梦毕竟还没完全出道, 她和陆山的性质还不一样, 陆山这种一线抄模不发声, 是受了委屈。 而宋李这种一点咔位的也不发声, 不说网名, 就记者恐怕对她的印象都不怎么样。 况且, 性质不一样, 安洁现在还在急救室呢? 我说了, 我会处理。 云梦忍了又忍, 强忍住骂娘的欲望, 大补出了病房。 走到急救室, 门刚好被推开, 医生从里面出来, 云梦凑上去听到几句。 病人没有生命危险, 等麻醉过了就会醒来, 家属和护士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 术后四小时不能喝水, 十二小时不能进食。 关注热搜的人很多, 医院里有病号过来看热闹, 隔着人潮, 云梦一眼就看见了所谓的患者家属, 在听到医生的话后, 眼底难以掩盖的失望。 哪怕这个失望, 只是短短地出现了一秒钟。 确定安洁人没事之后, 不到五分钟, 云梦发现宋黎的热搜第一时间撤了下去。 陆氏发布了微博, 关于案件后续, 请各位网民关注林城警方的公告, 陆总和总裁夫人会绝对配合警方调查, 同时追究侵犯总裁夫人合法权益, 人身安全的不法分子的刑事责任。 关注这件事情的网友, 完全不清楚事情始末, 评论骂声一片。 哟, 是不是要安界站着不动给你们夫人砍, 才算是没有侵犯他的权益啊。 一个兔丝花罢了, 来混娱乐圈, 混得明白吗? 陆金川真把娱乐圈当自己的后花园, 让自己毫无素质, 可言的老婆随便玩呢? 有人买账吗? 当这个世界上没有法律, 没有警察吗? 有些人就是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浪费土地, 存在就让人觉得恶心透顶。 云梦看了几条, 眼睛已经开始红了。 现在舆论对宋黎不利, 云梦也是不清楚始末的人之一, 连怎么帮宋黎解释都不知道。 他气得眼红时, 南怀人到了。 他风尘仆仆在云梦面前站定。 宋黎呢? 云梦的眼泪骤然掉了下来。 在病房, 人还没醒, 陆金川那个狗东西, 根本就不让人叫醒宋宋。 南怀, 宋宋是第一次混这个圈子, 陆金川可不是, 舆论有多么可怕, 粉丝有多么可怕, 宋宋并不清楚, 可是南怀清楚啊。 云梦越想越委屈, 陆金川想毁掉宋宋的演艺生涯。 先等等, 南怀一时间也想不到该怎么帮宋黎。 中心医院是陆金川的底盘, 他能进入到医院, 也能进入到宋黎的病房里, 但是陆金川有一万种方法, 不让他叫醒宋黎。 云梦在长廊的塑料长凳上坐了下来, 五分钟不到, 微博热搜最前面, 第一条后面挂着一个报字, 郁盈盈道歉, 安界最新内幕, SL受害人之一, 因为陆金川撤了热搜宋黎献流, 名字只能用名字缩写手字母代替。 云梦点进第一个, 页面第一条微博就是郁盈盈, 这件事情是我抱了坏心思, 让坏人通过我的手伸向宋小姐, 我很抱歉, 也愿意承担责任, 现在正在前往警局配合调查。 虽然没有流量天花板设计器中, 但是这件事情牵扯到的艺人过多, 一瞬间整个圈子人心惶惶。 有人觉得宋黎可能真的是受害者, 有人觉得郁盈盈只是陆金川推出来的替罪羊, 还有人觉得郁盈盈是真的做了错事, 为了保全郁家只能牺牲郁盈盈。 各种猜测在昨晚有风导演发声之后销声匿迹。 昨晚开机宴上是剧方的责任, 保护一人措施未做到位, 关于宋黎小姐和安界先生被有心人利用, 继而出事一事, 剧组与陆氏方向一致, 致力追究侵权人全部行事责任。 江岛看似说了,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但是架不住有人翻译, 有场务大概还原事情原委。 有人眼红宋黎一出道就是女主角, 安排了这件事情, 结果导致安界这个炮灰受了伤。 宋黎是受害者, 不是施暴者。 一时间, 郁盈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因为抓不到幕后人, 所以郁盈盈就要负全部的责任。 网上没人在关注宋黎怎么样, 全部都在讨伐郁盈盈。 云梦被这今天的反转惊呆了, 她愣了愣, 看向身边的南淮举着手机问。 南总, 这些事情都是你安排的, 可是郁盈盈的咖位比宋宋大得多, 为了宋宋牺牲郁盈盈不好吧。 云梦虽然觉得解恨, 可是从RL的利益出发, 这种做法显然不可取。 然而, 南淮开口, 不是我安排的, 那江岛也和我无关。 南淮眨了眨眼睫, 低声说, 接下来该安界了。 云梦等了两分钟, 微博热搜再度更新, 是安检。 第54章, 好不好玩? 伤情倒可以忽略不计, 确实失了血, 但是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严重, 不想有心人恶谋得逞, 是我为了寻回自己的理智, 摔破酒瓶做出的自伤举动, 与陆太太无关。 希望粉丝不要被人引导, 肆意骚扰, 同样是受害人的陆太太另外, 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很抱歉给陆太太造成的不便, 更期待未来与陆太太的合作。 配图是, 安界穿着病服, 对着镜头, 比了一个剪刀手的照片, 有安界在, 宋黎完完全全从舆论里摘了出来, 有他的引导, 安界的粉丝开始关注宋黎起来, 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没有回应这件事情? 安界回复, 听医院的护士小姐姐说, 陆太太还在昏睡中, 南怀和云梦对视一眼, 这个公关手段显然无比专业, 发声者的影响力从最低到最高递进, 不断在骂声高涨的时候发声, 一方面引起粉丝的愧疚, 另一方面把伤害降到最低, 最后还帮助宋黎卖了一波惨, 不仅没有损伤宋黎的名声, 还带了一波节奏, 帮宋黎送到了大众视野里面, 安界也不是你安排的, 南怀安排个屁, 他今天晚上一直在帮宋黎调查孩子流产的事情, 刚查到了一点眉目, 忙到忘记了今天是昨晚有风开机宴, 从南怀难看的表情上, 云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真可怜, 南怀比起陆金川到底还是嫩了点, 就他这样, 将来RL的人被都挖空了都不知道, 宋黎是惊醒的, 他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腰只被一双铁臂拦住, 他尖叫一声, 差点从床上滚落下去, 被人强横地抱进了怀里, 陆金川的声音压着泊怒, 干什么? 宋黎眼睛里擒着泪花, 回眸看见是陆金川, 泪光闪闪, 到底没有落下来, 阿川, 他惊意不定, 脑海里反复地全是被人关进包厢, 安界靠上来的样子, 没人知道, 那一瞬间宋黎的心理波动, 他就臭名昭著, 声名狼藉, 没人知道, 他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包厢里, 这怎么能是他的命? 这即便就是他的命, 他也不能轻易认命, 他摔了酒瓶, 刺到了安界的身上, 满是血, 像急了那个暴雨的晚上, 宋黎却不敢晕厥, 全凭意志强撑, 他舔着唇脚, 心里满是惶恐, 不敢看手机, 小心地询问陆金川, 有, 有没有记者或者警察过来, 陆金川忽然起身, 伸手捏住了宋黎的下巴, 现在才知道害怕, 陆太太就不觉得晚吗? 宋黎静默, 他以为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 他足够勇敢了, 可是这一刻, 宋黎仍旧没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真相, 陆金川揉着他的唇脚, 女孩苍白的唇, 因为他的动作有了颜色, 看上去又有了些许生气, 不至于雷弱地随时可能随风而逝, 陆金川动作渐渐轻了起来, 他沉着面, 冷声问他, 娱乐圈好不好玩? 宋黎眼圈骤然红了, 他无措地坐在床上, 一双性谋盯着陆金川, 可怜得让人心软, 我可以配合警察调查, 不会给陆氏添麻烦, 不行的话, 你就把离婚协议书拿过来, 我签了, 总能把陆氏摘干净的, 陆金川松了手, 他半躺在床上, 眼底染上了几分慵懒, 宋黎, 据我所知, 签了协议之后, 你没少继续调查迷宫像的事情吧, 这次的事情, 足够你精神出户了, 宋黎心脏下沉, 陆金川又说,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不用你支付十倍违约金, 但是离婚之前, 本金你是不是该拿回来, 我不想在我妻子之外的女人身上浪费一分钱, 宋黎闭了闭眼睛, 我可以打欠条, 不是每一个欠款的人都会还, 还不上就老老实实在陆太太的位置上待着, 陆金川冷哼一声, 宋黎又说, 可是和我继续在一起, 恐怕不是损失两百万, 你应该看到了, 我拿酒瓶刺了安剑, 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我要负法律责任的吧, 退圈, 事情我帮你解决, 陆金川寻寻善诱, 给出解决方案,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 他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让幕后的人逍遥法外, 没实力, 还爱放大话的女人最不可爱, 陆金川轻蔑地道, 宋黎心口一次,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到现在才发现, 自己在陆金川的心里什么都不是, 明明他表现的真的已经很明显了, 宋黎掀开被子, 刚要下床, 眼前一晃, 重心失控, 他人栽进了陆金川的怀里, 身上蕴染到了他的气息, 宋黎抬眸, 撞入了男人漆黑的眸子, 阿黎, 记住了, 包厢里是安洁自己伤的自己, 什么, 陆金川一字一句地重复一遍, 这太荒谬了, 宋黎摇头, 我不能这样说, 他怎么可能同意, 我说是就是, 陆金川掷地有声, 为了寻回理智, 他做了自商的举动, 这是正派形象, 安洁已经对外这样宣称了, 是南淮, 安洁是RL的一人, 宋黎知道之后, 下意识地开口, 陆金川身上的温柔散静, 冷得宛如千年玄铁, 要让陆太太失望了, 这次所有的公关方案, 都是陆氏公关团队做的, 对了, 既然陆太太提及了南淮, 我是该要求他, 支付一笔公关费, 宋黎, 他摸出手机, 在网上吃了自己一块瓜, 心里又热又暖, 这种事情陆金川估计看一眼都觉得烦, 他还愿意帮他处理, 是不是代表, 这一年婚姻, 他在他心里的位置, 还是很重要的, 尽管这样想真的很没出息, 可是宋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他看向陆金川, 谢谢, 你如果真想感谢我, 就该退出娱乐圈, 陆金川诞生到我说过, 你不适合娱乐圈, 我适合, 哪里适合, 陆金川抬了抬手, 撩开他额前的碎发, 看着他的眼睛, 第一, 陆太太对陌生人毫不设防, 自己的酒被人动过手脚都没有发现, 第二, 陆太太单枪匹马, 参加开机宴, 不带经纪人, 不带助理, 连我给你配的保镖都没有带, 第三, 事发之后, 陆太太除了打碎了一个酒瓶之外, 还有什么应急自我保护手段, 陆金川口吻很重, 你该庆幸安借被你伤到李治回归, 否则今天晚上, 你怎么死的, 你都不清楚, 第五十五章, 做点别的, 你自己说说, 你觉得你哪里合适, 宋黎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他签约南怀的公司, 当初他那么生气, 甚至让盛兰, 苏兰出动协调解约的事情, 但是出事之后, 陆金川还是第一时间帮他解决, 他重新在病床上躺好, 病床很大, 他却凑到陆金川的身边, 一双漂亮的眼睛忽闪忽闪, 陆金川挑唇, 笑得嘲弄, 不想睡了, 想做点别的事情, 闻言, 宋黎立刻闭上了眼睛, 这一觉, 睡到了天亮, 宋黎再醒来, 陆金川正在换药, 他没有穿上衣, 上半身赤裸着, 结实的脊背上边痕遍布, 宋黎眼睛痛了一下, 眸光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个角度, 刚好能看见星天的伤痕, 皮肉外翻, 血已经凝固了, 掺着被血液打湿的药粉, 宋黎脑海里忽然想到了昨晚, 有人靠近他, 他拿着酒瓶子扎了过去, 耳边都是男人的声音, 是我, 不怕了, 心脏紧缩, 宋黎眼圈猛地红了起来, 他是不是无意中伤到了陆金川, 掀开被子, 赤脚下床, 宋黎推开护士, 伸手摸了一下陆金川肩上的伤, 陆金川一把拽住宋黎的手臂, 另一只手朝旁边伸出, 圣兰把衬衫递过去, 十多秒, 陆金川把衬衫披好, 扭扣没有计, 精致的锁骨若隐若现, 男人的腰腹线条更是好看, 我看一下, 宋黎无暇欣赏美色, 朝陆金川再度伸手, 手指被陆金川握住, 看什么, 死不了, 如果宋黎没记错, 昨天陆金川并未收敛, 还拽着他往他身上撞, 这个男人大概是没有痛绝, 活得像是一个疯子, 两个人争执的时候, 病房门被敲响, 宋黎回眸, 看见了云梦, 他皮笑若不笑的样子, 问宋黎,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宋黎站直身体, 从陆金川的角度看, 女孩穿着病服, 衣服里面空荡荡的, 鲜瘦得让人心痛, 梦梦, 你来了, 云梦点点头, 网上的朋友都挺关注你的情况的, 公司帮你申请了微博, 你报个平安吗, 宋黎应了一声, 涉及RL的公务, 陆金川无意听下去, 站起身带着圣兰去苏城屋的房间里, 包扎伤口, 在走廊里, 碰见了南淮一直都是对手, 两个人见面, 难免针锋相对, 陆总, 别来无恙, 南淮伸出手, 陆金川握了上去, 陆太太签约RL, 还希望南总多多照顾, 严重了, 我看陆总的手挺长的, 完全可以照顾好阿里, 这个称呼, 有些过于亲密了些, 陆金川的毛子深了深, 南总护不住自己公司的艺人, 我帮了忙, 我以为南总会感激我, 陆金川收回手, 站在南淮对面, 下汉微台, 说不出的张狂, 南淮伸手, 助理递过来一张支票, 这是三百万, 我知道陆总请的公关团队, 肯定价格不菲, 但是除了车热搜, 需要陆总找人去协调之外, 陆总用的人可都是我的, 如果费用还有多的, 就当我大方, 傻子给的钱, 不要白不要, 陆金川示意圣兰接过, 然后离开, 南淮唇脚上翘, 冷笑一声, 去了病房, 看见南淮送礼眨了眨眼睛, 低声说, 南总, 您该不会是亲自来催工作的吧, 南淮挑眉, 阴郁的心情散了得干净, 你猜呢, 苏晨物说了, 我待会儿就可以出院了, 南淮看着她, 眼角的泪至闪闪发光, 昨天的事情, 我该跟你道歉, 但是我可以保证, 这次虽然设计的人都是RL的, 但是绝对不是潜规则, 包括玉盈应, 南淮查到了她的购药记录, 是买的安眠药, 而且, 玉盈应的胆子很小, 她是二流家族的人, 哪里敢真的网路金川的脸上抽巴掌, 可是这件事情, 确实有玉盈应的错, 南淮也没有办法替她开解, 玉盈应这里, 她该是什么惩罚, 就是什么惩罚, 我绝对不会受委屈, 也绝对不会偷偷给她穿小弦, 你放心吧, 南淮点点头, 宋黎凑近, 问她, 南淮, 你昨天查到的, 证据可不可以给我, 当然, 南淮说完, 有片刻的犹豫, 宋黎, 昨天我调查这件事情时, 有另一股势力在阻止我调查, 否则, 我赶得上开机宴, 陆金川一直抗拒她调查这件事情, 宋黎是知道的, 但是另一股势力, 又是谁, 你知道是谁, 她眨了眨眼睛, 南淮说, 楚家的势力, 陆金川包扎完伤口回到病房, 南淮云梦都已经不在了, 只剩下坐在床上玩手机, 和在一边收拾东西的管家, 看见她, 她眸光亮了亮, 转而又沉寂了下去, 扭过身子背对着她, 这小孩子的做法, 显然是要哄, 陆金川洋装看不见, 对盛婉说, 去给太太办理出院手续, 今天的行程往后退, 宋黎蠢蠢欲动, 她推行程做什么, 她是不是也知道昨天的事情了, 想要把行程推开, 然后把精力放在帮她调查这件事情上, 宋黎在偷瞄, 视线骤然撞入她含笑的眸光里, 由日光透进来, 将她雪白的衬衫染上一抹薄黄, 浅犬了时光, 哪怕是这一年, 日日夜夜地和陆金川朝夕相处, 宋黎还是会被她的温柔地蛊惑, 宋黎脸颊微微一红, 陆金川站在她面前, 走吧, 去哪儿, 去公司, 帮你挑选一个助理, 宋黎觉得离谱, 瞳孔瞪得大大, 我一个RL的艺人, 用陆氏的助理,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 你是RL的艺人, 可是是陆氏的总裁夫人, 整个陆氏都是你的, 用个人而已, 我看谁敢说什么, 她似乎说这句话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过心, 漫不经心地看着手机, 可是这些话, 像是一把软刀子, 扎在她心口上, 不疼, 满是洞容, 好像一年里, 疼她爱她, 以她为中心的陆金川回来了, 怎么, 不愿意, 她看过来, 眼神有些凶, 宋黎失笑, 愿意, 免费的人, 不用的白不用, 陆金川摇头, 唇绊却扯出一抹浅淡至极的笑容, 第五十六章, 讲究证据, 宋黎顾不上生气, 从病床上跳下来, 伸手挽住陆金川的手臂, 抬眸, 看着她的眼睛, 阿川, 给我找助理, 是不是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 让你害怕了, 为了防止下次, 周围的温度骤然降低, 陆金川抬起她的下巴, 声音轻缓, 却满是危险, 陆太太, 你还想有下次, 嗯, 她牵着宋黎下楼上车, 陆金川的温柔, 让宋黎一瞬间放松了警惕, 女人大概都是天真的, 天真的, 让她忘记了过往的一切不愉快, 阿川, 南淮今天告诉我, 昨天晚上, 她帮我调查孩子的事情时, 被另一股势力阻拦, 她素白的手指, 放在陆金川的大腿上, 眼底都是蹊迹, 是楚家的实力, 陆金川正在看报纸, 文言分了一个眼神给她, 陆太太这是什么意思, 想让我继续查孩子的事情, 还是查楚家, 插手这件事情的用意, 亦或者, 其他, 送礼有些胶着, 楚家插手, 难道还不能证明孩子的事情, 和他们有关吗? 阿川, 而且, 如果昨天晚上南淮没有费那么大功夫, 去调查, 她一定会参加开机宴的, 我也不会出, 陆金川的毛子一点点的冷了下去, 冷到最后两个字, 哽在宋黎的喉咙里, 再也吐不出来, 从小家境不好, 加上不被养父母喜欢, 宋黎对人的情绪感知非常明显, 陆金川不想讨论这个话题, 换句话说, 眼前这个男人太户短, 他想要包庇自己的姑姑, 表妹, 哪怕之前牺牲的是他们之间的孩子, 果然, 孩子的事情, 你答应我不会再查, 南淮昨天说, 楚家介入调查, 有没有告诉陆太太, 我也是介入的人之一, 是不是南淮说了有我, 那么你出事的幕后主使就是我, 宋黎摇头,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愿意听陆太太到底是什么意思, 宋黎垂下眼睫, 小心地说, 你不高兴的话, 我们就不说这个了, 我只是觉得, 如果昨天晚上南淮在, 陆金川忽然合上了报纸, 这个动作惊到了宋黎, 他净声, 男人忽然靠近, 目光如炬盯着宋黎, 陆太太很相信南淮, 南淮说什么, 你信什么, 宋黎眨了眨眼睛, 他救了我三次, 这三次, 陆金川次次经历, 所以, 你现在对我是毫无信任感, 毕竟, 如果不是他的几次抛下, 南淮不能救下他, 我什么都没说, 阿川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陆金川轻斥, 他眼瞼半合着, 知道是我帮你处理了这次危机之后, 你很失望吧, 宋黎沉默, 醒来知道危机度过, 第一反应就是南淮, 很明显, 宋黎对他的信任超过了对陆金川的, 圣兰, 掉头, 宋陆太太回家, 车子刚好行驶到了红绿灯路口, 圣兰掉头, 不用送我回去, 把我放在路边吧, 我去剧组, 本舅宁智的气压再度降低, 陆金川冷声开口, 停车, 一分钟, 宋黎从车子上下来, 他甚至不敢问陆金川, 他承诺的助理到底还有没有了, 车子渐行渐远, 从后视镜里看得到, 宋黎的影子越变越小, 圣兰透过后视镜, 看陆金川, 男人面无表情, 坐在后座上揉着眉心, 俊美的脸上加裹着几分疲倦, 陆总, 把太太一个人丢在这里, 会不会不太合适, 由于片刻, 圣兰又说, 陆总, 女人哄一下就好了, 您和女人讲什么道理, 陆金川先眸, 逆了一眼圣兰, 隔着镜子仍旧有扑面而来的压力, 圣兰不禁打了个寒净, 男人森森的声音传了过来, 小红, 你现在就可以下车, 圣兰, 不哄就走, 圣兰不敢犹豫, 一脚把油门踩到底, 后视镜里, 女人的身影越来越小, 圣兰觉得陆金川挺矛盾的, 有时候看着陆金川疼爱宋黎, 可是有时候, 她在陆金川的身上, 根本就感觉不到她对宋黎的爱意, 道路是楼下, 圣兰拿出支票, 这三百万该怎么处理, 一开始, 陆金川的意思是给送离, 但是两个人闹灯了, 保险起见, 圣兰又问了一遍, 而且, 在圣兰看来, 这笔钱如果给了太太, 太太只怕会用来调查孩子的事情, 你自己想办法处理, 圣兰眼皮一跳, 转念一想, RL的钱就算是用也不能心安理得, 不如以太太的名义捐了, 陆金川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这便是默认, 圣兰把心放在了肚子里面, 陆金川推开总裁办的门, 一眼就看见了办公椅上坐着的男人, 他开了一瓶红酒, 陆金川看了一眼酒瓶, 他收藏的七八年的罗曼尼康蒂, 现在这样一瓶酒, 基本上有价无市, 你来干什么, 沈青慈摇着高脚杯, 笑着说, 小鬼的事情我帮忙查了, 你就不好奇结果,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舍得先来告诉我, 陆金川眉鱼里满是讥讽, 显然心情一般, 和小鬼吵架了, 沈青慈凑过来, 阿川, 女人是要靠哄的, 你懂不懂, 当年但凡你在珊珊身上花心思, 你们之间孩子都不小了, 陆金川扫了他一眼, 阿慈, 你这张嘴该好好管一管, 这种话少说对珊珊名声无意, 这么关心珊珊当初去小鬼干什么, 沈青慈念叨了一声, 明显感觉到了陆金川的不悦, 沈青慈画风一转, 笑着说, 行了, 换个话题, 昨天晚上南淮确实被绊住了脚, 楚家一开始并未介入阻止南淮调查这件事情, 昨天突然掺和进去大概和陆太太发生的事情有关, 什么意思, 沈青慈笑, 不够明显吗, 这件事情是你姑姑安排的, 不过我暂时没拿到证据, 靠猜, 陆金川嘲弄, 阿慈, 法庭上, 法官是讲究证据的, 猜测终究是猜测, 甚至陆带可以反告你诽谤, 所以, 我来告诉你, 如果让南淮先拿到证据, 到时候, 你怎么跟小鬼解释, 我该给他解释, 陆金川问道, 你是不是也觉得宋黎很是一回事, 我该捧着他, 宠着他, 让他在我头上似一蹦的, 第57章, 自知之明, 陆金川就是沈青慈见过最嘴硬的人, 他轻斥一声, 那你离婚啊, 我愿意捧着宠着, 让他在我头上似一蹦的, 太阳挺大, 宋黎拦了一辆车, 去了RL, 巧合的是, 姜饶也在, 看见他挑眉, 宋黎, 你多久, 没有恋话了, 你知不知道我时间宝贵, 你不想学之说就行, 我还省事了, 南淮伸手揉他的脑袋, 饶饶, 他今天要禁足了, 以后时间恐怕会越来越紧张, 姜饶脸色更难看, 可是南淮难得和他亲近, 他绝了绝嘴, 压着寿宠若惊抱怨, 意思就是, 以后还要我配合他的时间, 这样太委屈姜饶了, 宋黎开口, 姜小姐, 等我拍完戏, 我会联系您, 如果你有空的话, 到时候我去找您学习, 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 这还差不多, 红好僵扰, 云梦也到了, 因为剧组发生的事情, 江岛本来说让宋黎明天禁组的, 既然出了院, 宋黎没打算耽误, 云梦要和他一起过去, 车子准备好了, 两人下电梯的时候, 云梦收到了一条短信, 他笑得像是一个傻子, 宋黎觉得有情况, 也一般开口梦梦, 恋爱了, 不是, 是我妈跟我说, 找到我哥了, 云梦有个哥哥, 云妈妈去镇上时, 把他的哥哥弄丢了, 云梦和宋黎对这个哥哥没什么印象, 但是, 这一直都是云妈妈的一块心病, 云梦的哥哥叫云战, 云战丢失之后, 云妈妈抑郁成疾, 身体亏损得严重, 在怀孕生下云梦之后, 身体就坏了, 小镇思想落后, 觉得男孩是跟一直没放弃找云战, 云梦收了手机, 眼睛里似乎有星星, 亮得惊人, 宋宋, 我爸爸也给我打了电话, 找到我哥哥之后, 我妈妈病都好了不少, 我真的, 我没什么别的愿望, 只要我妈妈身体好就好, 宋黎也为云家人开心, 云梦忽然凑过来, 晚上请你吃烤肉, 一起庆祝一下, 我晚上要去和江绕学画画, 云梦撅嘴, 但他也知道宋黎学画画的原因, 也没有继续跟宋黎生气, 到剧组的时候, 剧组有驻场记者, 他被缠着问了几个无伤大雅的问题, 一天过得还算顺利, 从剧组出来, 宋黎已经联系好了江绕, 他人有空, 现在在绿色咖啡厅, 让他直接过去, 横店门口有出租车, 但是宋黎一眼就看见了苏兰, 他的气质和周围一众人实在格格不入, 职场中所有的问题都能游刃有余, 他整个人都透着自信, 水红色的职业套装穿在他身上, 一点也不俗套, 反而让他看起来腹白貌美, 漂亮的惊人, 看到他, 苏兰态度温敬, 太太, 陆总还有一个会议, 吩咐我来接你, 我还有事, 我送您, 陆氏总裁秘书, 年薪百万不止, 来给他当司机, 实在大财小用, 我晚上住宿舍就行, 你回去忙你的事情吧, 太太, 这次公关陆总用了近五百万, 这个结果眼上, 希望你能委屈一下, 就是装也要装得和陆总恩爱, 不愧是陆金川的人, 教他做事都交到头上了, 行, 那走吧, 送我去绿色酒吧, 到的时候, 江绕在听小提琴曲, 绿色虽然是个咖啡厅, 但是格调很高, 一般来这里消费的, 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江绕说他小时候就和你喜欢小提琴, 他也学过, 可是实在是没有音乐天赋, 没能学会, 江绕觉得, 会拉小提琴的人都很有气质, 很让人羡慕, 送离赋贺一声, 江绕只觉得败坏性质, 你好歹也是陆金川的老婆, 怎么一点高端的爱好都没有, 只有不断提高自己, 周围的人才看得起你, 江绕其实真的不大, 但是正如他所言, 他足够优秀, 凭借自己的努力, 想与国内外的天才画家, 没人会看不起他, 对上他, 要说没有自卑那是假的, 送离低声说, 什么算是高端的爱好, 小提琴, 钢琴, 或者高尔夫, 还是说你会喜欢话剧吗, 江绕很认真, 我从小就没有想过这些, 送离低声说, 他编织着画板, 编说, 我小时候和江小姐的环境不一样, 我的伙伴都和我一样, 大家都很贫穷, 尤其是我, 当初养父母收养我, 是因为养母生不出来孩子, 养了我没几年, 养妹出生了, 有一口吃的, 当然是省机养妹, 江绕面色顿了顿, 抱歉, 触及你的伤心事, 宋离笑着, 不算伤心事, 因为痛苦, 所有挣扎努力走出来, 算是自己成长的勋章, 而且, 一个人有修养与否, 优秀与否, 都是为了升华自己, 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宋离穿了一条白色的裙子, 这句话说完, 他眼睛织好了画架, 但是这一刻, 江绕觉得, 他就是一副上好的画卷, 陆金川不爱他, 是陆金川没眼光, 即便这一刻, 有人告诉江绕, 他的南淮哥哥喜欢宋离, 他也不会意外, 因为宋离不卑不亢, 确实和他身边的人不一样, 要知道, 只有优秀的人, 才会吸引优秀的人, 只有坚韧的人, 才会吸引逆境中的王者, 江绕忽然笑了, 真要让你离南淮哥哥远一点, 什么, 他半事认真, 半开玩笑, 我怕南淮哥哥喜欢你啊, 开什么玩笑, 有你在, 南淮哪里看得上我, 宋离做好, 把自己全部心神都放在画上, 回答得也漫不经心, 看不上吗, 江绕想, 未必吧, 换成是他, 如果陆金川拿价值五个亿的东西, 来换宋离解约, 他也会像南淮一样, 无动于衷吗, 门星自问, 江绕觉得, 甚至不需要五个亿, 五千万他都同意, 正因为深爱,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 他都关注, 宋离觉得不爱, 是因为他不爱南淮, 他觉得不爱, 是因为他不愿意相信, 也不愿意接受, 江绕撩了一下头发, 笑着说, 说得不错, 算你有自知之明, 第五十八章, 伪造线索, 陆市行政大楼, 开完会, 外面漆黑一片, 手机里有一条未读短信, 陆金川看了一眼, 是苏兰的, 太太在绿色咖啡厅, 跟江小姐学画画, 陆金川迈开长腿, 俯身上车, 司机问他, 先生, 回绿城相谢吗? 嗯, 顿了顿, 陆金川忽然想到了 沈青瓷那句话, 女人都是靠红的, 话锋一转, 陆金川低声说, 算了, 去中兴商场, 司机把车子停在商场旁边, 陆金川独自进去, 中兴商场的人很多, 似乎比往常要多出十倍不止, 陆金川最讨厌喧闹, 直奔珠宝区, 刚找到送礼喜欢的品牌时, 迎面走来一个人, 众星捧月, 他穿着一条飞红的裙子, 宛如秋天的晚霞, 铺满他的裙摆, 阿川, 他浅浅一笑, 在他面前站定, 侧头看了一眼门店, 低声问来买珠宝, 陆金川唇半上条, 看看, 灵珊脸上的笑淡了几分, 给谁看, 送离妖, 随即强打着精神, 上次你救了我, 我没什么能帮你的, 不如我帮你给阿里挑吧, 说着, 灵珊拽住陆金川的衣袖往店里面进, 他仰着小脸笑着说, 挑选珠宝这一块, 还是女人最了解女人, 看见陆金川, 店员瞬间露出来一个热情的笑容, 陆先生, 您来了, 我们店里面新来上了一块祖母绿宝石, 要不要拿出来给您看看, 陆金川刚要点头, 灵珊道, 阿川, 你又不是给奶奶买宝石, 买什么祖母绿宝石, 灵珊点了点柜台, 低声说, 这条项链拿出来看一下, 店员硬了一下, 把项链拿出来, 项链设计很精美, 采用了羽毛的元素, 白金的链子上雕刻着镂空的羽毛, 栩栩如生, 非常轻盈, 吊坠配的是一款粉钻, 并不算大, 反而格外的小巧, 小姐, 这个可以试戴的, 店员笑着说, 我帮您吧, 灵珊去看陆金川的脸色, 光线正好, 映不出她的情绪, 灵珊看向陆金川, 笑着问, 给阿里挑的, 我试戴是不是不好, 项链比较衬你, 试试, 陆金川眼瞼一概, 不得不说, 灵珊的眼光很好, 这条链子挂在钵梗上, 轻盈又漂亮, 将锁骨衬托出来, 哪怕是陆金川, 见过各式各样的宝石, 这一刻, 也不得不探一句, 这条项链绝美, 好看吗? 陆金川看向店员, 诞生说, 陆太太有一条粉钻手链了,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一整套手势, 你把祖母绿宝石拿出来, 我看一下, 灵珊以为她不喜欢她挑的钻石, 阿川, 祖母绿宝石, 应该是让祖母他们一半的人带的, 祖母绿宝石来源是因为这个吗? 陆金川似笑非笑, 灵珊其实也不懂, 但是架不住她会瞎说, 你买回去, 阿里不一定喜欢, 店员已经把宝石拿出来了, 陆金川示意她包起来, 她侧眸看向灵珊, 你觉得她会喜欢你挑的这一款? 灵珊也确定了, 如果她是陆太太, 那么陆金川买的所有的首饰, 哪怕不好看, 她也会很喜欢, 假之披霜, 以至蜜糖, 这些还要亲身经历才明白, 她不是宋梨, 但也知道, 别的女人挑选的宋梨很难喜欢, 陆金川忽然俯身, 抬手把她并脚的碎发撩开, 修长的手指触碰到她颈项上的项链, 低声说, 你喜欢吗? 被她蛊惑, 灵珊点头, 你喜欢才能体现她最大的价值, 陆金川将卡片递过去, 店员明白陆金川的意思, 说要帮灵珊包起来, 陆金川帮她拒绝了, 带着挺好看的, 不用包了, 陆金川真的温柔, 她如果有心, 凌晨的女人恐怕前赴后继, 愿意把心挖给她的数不胜数, 绿色, 咖啡厅并不是24小时营业的, 江绕早早离开, 宋梨和苏兰站在门口, 时间太晚了, 周围的灯光熄灭了一半, 宋梨本来以为苏兰会送她回绿城乡线, 可是显然没有, 两个人像个傻子站在大街上,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陆总马上就到, 她来接你, 宋梨压了压睫毛, 她又不稀罕, 不过陆氏距离绿色不算远, 等等也无妨, 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她被蚊子钉的小腿上都是包, 他们的位置属于市中心, 隔着夜色还能看见不远处的大屏幕, 宋梨等的已经快要不耐烦时, 一抬头就在电子屏上看见了熟悉的人, 没有声音, 但是有字幕, 陆氏集团陆总带一线超模秘密去中心商场挑选首饰, 陆送二人疑似离婚, 狗仔是真的大胆, 相机像素极好, 甚至还给灵山脖梗上的项链来了一个特写, 宋梨莫名想起了之前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条手链, 那条手链戴在她的手上有些大了点, 因为粉钻不可多得, 加上那条链子不会太扎眼, 她一直喜欢, 陆金川其实很不会挑选首饰, 每次出差回来戴的都是各种颜色的名贵宝石, 那时候他们新婚不久, 正密里调游, 宋梨从来不舍得说不好看, 偶然送了她一套粉钻的手饰, 她还惊喜, 丈夫的眼光终于有所提升, 现在看来, 这些都是响亮的一记耳光, 陆金川不是审美不好, 只是他不在他心上, 他选的那条手链, 也不是想要给他选的吧, 毕竟灵山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 自己最喜欢的手饰就是粉钻了, 胸腔一片刺痛, 他难过得无法自拔的时候, 南怀的电话打了进来, 阿脸, 我查到了, 昨天晚上魅色发生的事情, 是陆带找的人, 这句话, 宛如一记重拳, 直直砸在了宋梨的胸口上, 他感觉不到痛, 实则是麻木, 后竟从筋骨里蔓延出来, 一点点占据了他所有感官, 止于下痛楚, 玉盈盈买的安眠药, 酒保拿了两份钱, 包括那个带你离开的厂物, 都是陆带安排的, 公司的技术核心人, 才查到了他们之间的转账记录, 我调查迷宫像案件时, 楚家伪造线索, 将我支开,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身败名裂, 凌晨这天晚上明明没有风, 可是宋梨耳光轰鸣, 他看见一辆车子在他面前停下来, 陆金川的白色衬衫被灵场的霓虹灯染成五颜六色, 他面上没有了丢下他时的韵幕, 反而在一众灯光里, 莫名温旦第59章, 冷静一下, 阿脸, 宋梨寻声看过去, 陆金川递过来一个盒子, 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牌子的首饰, 蒋绕说嫁给陆金川他没有什么高端的爱好, 其实也不完全对, 他有了爱好, 爱上了比黄白之物更奢侈的东西, 只不过离开陆金川他功不起罢了, 但是爱好终究只是爱好, 这是什么? 宋梨接过抚摸纸盒上的logo, 他唇盼有笑容, 陆金川跟着挑唇, 顺手买的小玩意, 宋梨心面一动, 打开包装盒, 里面一颗祖母绿宝石安安静静地躺着, 宋梨忽然想笑, 是给灵山买首饰的时候, 顺便买来糊弄他的吧, 宋梨把盒子合上, 跟陆金川上车, 他靠着窗户坐着, 手机滴滴响, 在逼子的车厢里略嫌吵闹, 直接吸引到了陆金川的注意力, 谁的消息? 宋梨半合着眼睫将手机递过去, 低声说, 要看一下吗? 宋梨从来没有主动给他看过手机, 直接把手机递过来, 大概是有什么东西要请教他, 他接过手机, 指纹解锁, 这八条是南淮发的, 还有一条是垃圾消息, 陆金川点进去, 看见了陆带的转账记录, 还有几个IP地址, 甚至还有南淮查到的线索, 这些消息, 一目了然, 车子里的气氛越发凝滞, 宋梨率先打破了宁静, 陆金川, 在魅色里, 我一是模糊的时候, 拿着酒瓶扎在你肩胛骨上, 你当时在想什么? 嫁给陆金川后, 陆老夫人告诉过他, 他曾在特种兵部队待过, 反应敏捷, 他意识模糊, 随手乱挥, 如果陆金川想躲, 他真的能伤害到他吗? 这是苦肉计, 宋梨呼吸越发粗重, 这一刻, 他甚至不敢听陆金川的回答, 陆太太觉得我在想什么, 他凭住呼吸, 思绪在这一刻空前明朗, 理智已经完全没有了, 他把自己所有的猜测都说出了口, 这次的公关方案都是陆氏的公关团队做的, 玉盈盈现在还被拘禁着, 当初是不是你找地安界? 为什么安界也会中招? 他刚进入到娱乐圈, 对人没有警惕心, 再加上知道孩子流产的部分真相, 神思不在, 那么安界呢? 他是个老演员了, 也和他一样, 毫不设防, 谁给的酒都喝吗? 你早就知道陆带动的手, 可是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也不做, 宋梨越说, 心口越冷, 一开始你就打定主意, 用肩上的伤让我心软, 宋梨颤抖着看向他, 那么一开始, 阻止南怀调查方向的人中, 到底有没有陆先生的手笔呢? 陆金川面色黑沉, 宋梨, 你就这样想我, 那你解释啊, 宋梨小声说, 如果陆金川仔细听, 还能从他带着颤音的话语里, 听出来两分祈求, 陆金川骤然沉默, 陆金川, 为了保护楚越, 你用尽手段把他送出国, 你明知道, 这样会惹得楚家不满, 但是你知道, 楚越做的事情根本就兜不住, 给楚越善后之后, 现在还要给你的姑姑善后, 你好忙啊, 陆金川讹脚的青筋直跳, 他忽然喝道, 停车, 司机闻言, 猛踩了刹车, 车行驶到了山脚, 再往上就是绿城相线, 外面灯火寂灭, 一点光都没有, 宋梨满目惊恐, 陆金川, 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每次在我说到让你心虚的地方, 你就只会把我扔下车, 他侧过头, 眼神如霜雪般轻浓, 我只是觉得, 应该让陆太太好好冷静一下, 不要, 宋梨下意识地开口, 陆金川已经下了车, 拉开车门, 把宋梨从车子上拖了下来, 随即上车, 车子急迟而去, 只留给宋梨一车屁股的尾气, 宋梨追了两步, 路太黑了, 他什么都看不清, 脚踩在一块小石头上, 崴了一下, 脚踝一阵刺痛, 他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把眼泪都摔了出来, 周围好黑, 大抵快凌晨的缘故, 宋梨只觉得四周伸手不见五指, 宋梨很害怕, 刚刚只顾着挣扎, 手机都落在车厢里, 就让司机停了车, 他下了车, 步行回去, 他的夜视能力高于普通人, 远远地就看见了宋梨, 他身体小幅度地颤抖, 显然是受了惊吓, 陆金川阔步走去, 在宋梨面前站定, 起来, 宋梨动也不动, 他情绪已经失控, 又不想把自己的脆弱在陆金川面前展现出来, 陆金川却等得很不耐烦, 他俯下身, 把人从地上打横抱起, 大步往回走, 宋梨紧紧地攥着陆金川的衣精, 眼下已经完全不敢继续和陆金川理论了, 他是真的怕, 怕陆金川再把他丢下, 好在陆金川还没那么狠的心, 抱他上了车, 车子一路平稳地到了绿城乡县, 他率先下车, 进了别墅, 司机年纪不小了, 看了一眼宋梨, 低声说, 太太, 其实先生根本不舍得把你丢下, 开出去一百米都不到, 就让我停了车, 生活环境使然, 他只是不想让你继续误会他, 不想让他误会, 就不能解释吗? 陆金川又不是个哑巴, 司机见他不语, 叹了一口气, 直接下了车, 手机响了, 是云梦, 宋梨接了, 宋宋, 明天我去绿城乡县接你, 我们一起去剧组, 听到熟悉的话, 脆弱的神经作祟, 宋梨眼睛已经湿了他抽噎一声, 被敏锐的云梦听到, 宋宋, 你怎么了? 宋梨抽噎着说, 梦梦, 陆金川把我丢在山路上, 好黑, 我好怕, 自从那一夜起, 宋梨就开始讨厌黑暗, 恐惧有毛的小动物, 他无法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什么? 云梦的声音尖锐, 这些天, 这些事情积压在他的心口上, 宋梨有些难以承受, 像是找到一个宣泄口, 他把自己关于魅色一世所有的猜测, 都告诉了云梦, 宋宋, 离婚吧, 难道到现在, 你还看不明白吗? 陆金川不爱你, 你就算是有陆太太这个身份, 也不能帮你什么, 第六十章, 谁理解我, 反而可能是傅磊, 反正有南淮在, 云梦补充了一句, 可是因为陆金川, 宋梨根本不敢相信任何人, 他怕南淮牵下他, 真的是因为他是陆太太, 如果没有这一层身份制衡, 南淮还会帮他吗? 云梦却一点都不担心, 宋宋,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还有我吗? 情况应该不会再糟糕了, 就算是南淮别有用心, 我们还可以依靠警察, 和陆金川在一起, 你可能会受更多的委屈, 宋梨双眸朦胧, 你要我想想, 云梦在电话里继续鼓励宋梨, 宋宋, 你记住,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 梦梦,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不是太糟糕, 挂断电话, 宋梨进了别墅, 管家看见他依旧慌忙迎了上来, 太太, 今天第一天静祖辛苦了, 我给你熬了补汤, 来一碗补一补吧, 宋梨摇摇头, 对不起管家, 太太看上去心情不太好, 每时能够治愈一个人的坏心情, 真的不尝尝吗, 宋梨摇头, 他扶着栏杆上楼, 从后面看, S码的裙子套在他的身上, 依旧空荡荡的, 让人觉得触目心惊, 自从太太流产之后, 越发消瘦了, 管家叹了一口气, 有之前半夜陆金川回来的先例, 宋梨去主卧拿了一件睡袍, 主动去睡了客卧, 后半夜的时候, 宋梨忽然觉得不对劲, 他身体开始发烫, 浑身无力, 这是发烧的前兆, 精神不济, 即便他强撑着, 也睁不开眼睛, 那种软眠的感觉将他包围住, 似乎随时能将他闷死, 耳边一阵喧闹, 隔着一扇门, 他似乎隐隐约约听到了陆金川的声音, 但是很模糊, 听不到内容, 阿川, 他嘴里喃喃了两句, 意识最终归于黑暗, 再醒来, 脑袋宛如被车撵过, 仿佛痛成两半, 宋宋, 你总算醒了, 你吓死我了, 宋黎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云梦, 他眨了眨眼睫, 看见了手臂上吊着的针, 梦梦, 你怎么来了, 现在几点了, 宋黎看了一眼磕窝的时钟, 九点多, 他的睡意一下子就散了, 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剧烈的动作让脑袋又是一阵头晕目眩, 迟到了迟到了, 将倒要骂人的, 你别着急, 我已经给你请假了, 云梦拉住宋黎, 他一脸愤恨, 阿黎, 刚才范医生说了, 你这次发烧是上次没有根治, 加上受精引起的, 你再这么和陆金川过下去, 早晚把自己身体挽垮了, 管家进门恰好听到了这句话, 他有些不高兴, 云小姐,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老话说您差一座庙, 不会一桩婚, 毁宋宋和陆金川之间的婚, 可比差庙轻松多了, 你们陆先生做得出来不配有老婆的事情, 还不允许别人惦记吗, 云梦痴笑一声, 有老婆大半夜还和旧情人待在一起, 话说了一半, 云梦宛如惊醒一般, 骤然净声, 你说什么, 宋黎看向云梦, 云梦舔了一下唇角, 我什么都没说啊, 宋黎根本不信, 他直接拿起手机点进了微博里, 如果是云梦都知道, 那应该是有记者拍到了, 送送, 云梦想夺手机被宋黎躲开, 热搜已经爆了, 陆金川临山酒店夜会, 宋黎手在颤抖, 他点了进去, 视频背景是红灰酒店, 明显是夜, 从监控里面看, 陆金川和灵山明显是以前一后进的酒店, 据酒店内部人员爆料, 两个人开了一间房, 一直到今天早上, 两个人仍旧未踏出房间一步, 看宋黎看见了热搜, 云梦也不忍得憋着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先是宋灵山手势, 随即去酒店, 下一步是不是就把灵山带到了绿城香县, 让你给他腾出来一个位置了, 太太, 您别听云小姐胡说, 先生那么疼您, 怎么可能做出来这种事情, 管家无时无刻不想着帮自己先生洗白, 这件事情肯定有误会, 云梦不屑一笑, 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 陆金川和灵山姑男寡女在酒店能做什么, 你和我都心知肚明, 宋黎忽然双手捧住了脸, 眼泪肆虐从指缝了溢了出来, 看到他哭, 两个人齐齐净声, 云梦心里又急又气, 在宋黎病得差点睡过去的时候, 陆金川却躺在别的女人床上, 过分的令人发指, 可是看宋黎哭, 云梦又心疼, 宋宋, 你别哭啊, 管家也说, 太太, 记者都是捕风捉影夸大事实, 昨天先生走的时候告诉我, 林小姐和林家主闹了别扭, 人在酒店喝酒, 太太, 林小姐有先天性心脏病, 怎么能喝酒呢?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理解理解先生, 宋黎豁然抬起头, 一双眼睛通红, 那谁来理解我? 我从乡下来的, 嫁给陆金川氏高攀, 可是不爱可以不娶, 就爱回来可以离婚, 他这种行为, 只会让我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林城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你让我理解他, 我理解他什么? 我理解他左拥右抱, 可以朝我随意地发泄情绪, 一言不合丢下车, 他知不知道我怕黑, 宋黎管不住泪线, 话前言不搭后语, 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一颗一颗下坠, 如果不是他, 我可以不用流产, 如果不是他, 我能查到让我孩子离开我的凶手, 如果不是他, 我不会差点被一只猫吓死, 宋黎满心窗仪处约做了坏事, 是伸张正义, 我嫁给陆金川就是小三插足, 明明, 我嫁进来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有人, 为什么就是我的错? 我做错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做错了什么? 这一喊, 歇斯底里, 一时间, 管家和云梦都哑然, 因为宋黎平时表现的淡漠, 所以他们都以为, 宋黎是真的自愈能力很强, 会自我调节, 可是当他喊出来, 他们才知道, 他把这些消化不了的伤痕, 积压在心底的最深处, 独自痛不欲生, 宋黎缓缓平静, 一颗透明的泪珠砸落在被褥里, 我知道他不爱我, 可是我之前一直庆幸, 庆幸他虽然爱灵珊, 但是没有不顾我的感受, 就和灵珊在一起, 管家, 你知不知道, 这一刻, 我真的觉得, 他好脏, 第61章, 一别两宽, 管家, 云梦第一次自责, 都怪他, 怪他大嘴巴, 宋宋明明身体不舒服, 他还在只顾着发泄情绪, 在他面前说了不利他病情恢复的话, 宋宋, 宋宋, 你别哭, 云梦抱住宋黎的肩膀, 我们和他离婚就好了, 绿帽乌龟谁愿意当谁当, 和我们无关, 这句话提醒了宋黎, 他擦了一把眼泪, 对, 宋黎从床上爬起来, 直奔书房, 他记性不错, 按照上次离婚协议书里面的内容, 一一打出来, 除却陆金川承诺的离婚条件, 为了能离婚, 他愿意净身出户, 云梦看见了之后, 宋宋, 为什么是你净身出户, 出轨的是陆金川, 我们就算是打官司, 也是他陆金川没脸, 你千万不要傻, 为什么不要, 我们什么都要, 钱, 房子, 包括陆氏的股票, 你不要, 陆金川就拿这些东西, 给自己的心头号, 白月光, 宋黎摇头, 他不算靠离婚发家, 可能是他矫情, 他是恨陆金川在这个结果眼上出轨, 似乎是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可是他心里对陆金川也心存一丝感激, 当年如果不是他, 他走不出同镇, 逃不开被卖的命运, 这些都足够抵消他对他的怨恨, 宋黎只想离婚, 从此一别两宽, 个子安好, 宋宋, 梦梦, 你不要再说了, 宋黎低声说, 我心里有数, 云梦还想说什么, 却被宋黎的手机铃声打断, 他看了一眼来电人是仰媚江苏, 那个家里如果还有一个人心疼自己的话, 那大概就是素素了, 宋黎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片刻他接了电话, 江苏的声音活泼带着18岁少女该有的天真, 姐姐, 我来了, 宋黎心里一个噔, 那句你来奶奶差点破口而出, 姐姐, 我现在和姐夫在一起,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绿城香榭了, 宋黎沉默, 脑海里似乎塞满了江湖, 素素, 你在临城, 江苏顿了顿, 对啊, 我昨天上飞机的时候有给你发信息的呀, 你不会没看到吧, 小姑娘的声音都是委屈, 宋黎将手机从耳边拿开, 看了一眼短信列表, 确实有一条未读消息, 大概就是先斩后奏, 姐姐, 你不欢迎我吗? 宋黎心软, 没有, 江苏瞬间笑了, 姐姐, 网上的消息我都看到了,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这些人肯定是嫉妒姐夫对你好, 恶意抹黑姐夫, 我知道, 姐夫肯定是爱姐姐, 对不对姐夫, 最后一句话, 显然不是在和她说, 隔着无线电波, 她听到了熟悉的低沉的男生, 带着三分击翘, 和江苏听不出来的气氛敷衍, 嗯, 一瞬间, 宋黎险些泪崩, 身体不由自主地色缩, 这算什么, 她在外面花天酒地, 她这个圆配给他找借口, 素素来得不是时候, 也太巧了, 她和灵山的桃色新闻被爆出来, 素素就到了, 她会不会觉得, 素素是她请来的外援, 宋黎压着险些颤抖的声音, 素素, 你们先回来, 挂了电话, 云梦拧着眉心, 素素来了, 宋黎揉了揉额角, 脑袋剧痛, 她的面色苍白, 肉眼可见的憔悴, 嗯, 云梦并不带见江家的人, 她哼了一声, 小丫头骗子这个时候过来干什么, 这不是添乱吗, 梦梦, 素素才十八岁, 你不要在她面前说这些话, 小姑娘家脸皮薄, 宋黎护着自己的养眉, 云梦口吻酸酸的, 你还是管好, 你自己吧, 我看你妹妹的心眼都比你多, 这句话宋黎并未放在心上, 云梦嘟囔了几句, 江峰能是什么好货, 一个赌徒, 心里从来就只有自己, 能把江峰哄得服服贴贴的小姑娘, 再小也不能只按小姑娘算, 两个人聊着天, 陆金川带着江素到了, 小姑娘扎着干净利落的高马尾, 穿着一件棉布裙子, 白色的腰枝被版型掐出来, 不迎一握, 虽然长得清秀, 但是五分长相, 因为这样的干净提到了七分, 看见宋黎, 他眼睛亮得惊人, 姐姐, 江素扑了过来, 整个人埋在他的怀里撒娇, 宋黎攥紧手里的文件夹, 他有话要单独和陆金川谈, 江素不适合听, 你先和梦梦上去, 我有话和你姐夫说, 待会儿说完了, 我就带你出去吃好吃了, 江素很听话, 任由云梦带他上楼, 陆金川站在他对面, 俊美的面孔上满是冷漠, 他眼瞼下面青黑一片, 昨天晚上应该是有的忙, 见他不说话, 陆金川松了松领带, 衣衫凌乱, 反而让人看上去更加火人, 他率先打破寂静, 要说什么? 宋黎将文件夹递过去, 这句话足够触碰到陆金川的记忆, 前不久他也递给对方一个文件夹, 他伸手结果拆开, 看见离婚协议书笑了, 眉梢染上击窍和寒霜, 怎么, 想用离婚威胁我? 陆太太直接说, 想要什么吗? 宋黎睫毛颤了颤, 签字吧, 你确定? 陆金川敲了敲桌面, 站在琉璃台吧台前, 这是一个一体饮料机, 陆金川默然地点了几下, 半分钟, 一杯冒着鸟鸟热气的咖啡好了, 陆金川抿了一口, 唇瓣因为这个变得有了光泽, 你想好了, 不想当陆太太容易, 再想回来, 可没有这么容易, 有意思吗? 宋黎低声问, 陆金川疑惑, 宋黎问他, 结婚一年多,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别在心里很久了, 没能问出口, 到这个时候, 希望陆先生解惑, 问, 陆金川诞生说, 我自认自己虽然姿色还算不错, 但是达不到让陆总一见钟情的地步, 当初你和我结婚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答案昭然, 可是宋黎想听陆金川亲自说出来, 他想彻彻底底地离开, 然后死心, 从此之后, 和陆金川再也没有任何瓜葛, 陆金川轻蔑地扫了他眼, 你认为呢? 我认为的, 那就是因为和林珊相望, 亲口承认大概损伤男人的面子, 宋黎见好就收, 笑了, 现在林珊回来了, 有正品用替身多调价, 我们离婚, 朱禄总和林小姐有情人终成眷属, 白头偕老, 第62章, 野性难训, 一瞬间, 整个大厅落真可闻, 宋黎呼吸似乎断在嗓子里一样, 祝福心爱的人和别的女人百年好合的后劲挺大, 昨晚发烧的痛苦似乎蔓延在了心口上, 宋黎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 舔一个人久了, 就是下贱, 以前陆金川疼爱他, 下贱就算了, 现在他该清醒了, 只是他看不懂, 陆金川的脸上为什么这么难看, 似乎他不是祝福他和林珊, 而是诅咒他们在一起就早死一半, 管家, 努力降低存在的管家闻言小跑着过来, 先生, 比, 陆金川言简一概, 先生, 您真的要签字, 这件事要不要和老夫人, 陆金川一个眼神扫过去, 管家骤然净声, 看不出来他迫不及待想要离开, 陆金川言语嘲弄, 告诉奶奶有用, 让奶奶过来打断宋小姐的腿吗, 称呼换得挺快, 前一秒还是陆太太, 后一秒就是宋小姐了, 管家不敢违抗陆金川, 取了一支笔, 陆金川大笔一挥, 龙飞凤舞在甲方签字的地方落了款, 扔了笔, 陆金川冷声说, 收拾东西, 半个小时之内离开, 不用, 宋离吸气, 东西都是你买的, 我没有什么东西好收拾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一落下来, 陆总觉得碍眼的话, 直接让人丢掉就好, 他低着头, 拿着手机给云梦发信息, 让他带云梦下来, 从陆金川的角度, 看见女人鲜长的睫毛颤着, 他低垂着头, 洁白的薄梗在空气中, 弯成一个性感的弧度, 他冷哼一声, 转身上楼, 不到半小时, 宋离和云梦江苏走得干净, 陆金川让人上楼去收拾宋离的东西, 管家有些埋怨, 先生, 夫妻闹矛盾, 有几对是直接离婚的, 养只猫也有感情了, 这件事情本来也该您来解释, 陆金川把玩着无名指, 文言掀了掀眼睫, 角度原因, 莫名阴郁, 流浪猫野性难逊, 脾气大得很, 生气了不听解释, 只会抓人, 有吃的生活过不惯, 就让他继续流浪吧, 这是气话, 管家从陆金川十岁那年就陪伴他周围, 自然听得出来, 他正擦着桌子擦到一半, 看到了桌子上的戒指, 女款镶着一颗很大的钻, 先生, 这, 他把婚戒拿到陆金川的面前, 太太是不是忘带了, 一张俊脸愈发阴沉, 陆金川将无名指上的婚戒摘下来, 一起丢给管家, 拿去处理掉, 云梦是开车过来的, 三个人没等车, 下山的时候, 江苏问, 姐姐, 我们去哪里啊? 宋梨揉了揉妹妹的脑袋, 素素, 你怎么来了? 怎么是陆金川接的你? 你们结婚的时候, 姐夫给我留的手机号, 让我有事打给他, 江苏低声说, 飞机到的时候, 我有给你打电话, 你没接我就打给了姐夫, 一个人出远门也太危险, 宋梨张口要训他, 江苏举双手投降, 好姐姐, 我又不是傻子, 而且, 我姐夫可是陆金川,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的, 姐夫可是凌成神一样的存在, 就算是有坏人, 但打我的主意, 江苏对陆金川很是推崇, 宋梨听得心里不舒服, 云梦看出来了, 张口讽刺地开口, 坏人坏起来时, 没人深究你是谁的小姨子, 江苏不满地撇嘴, 宋梨神色淡了下来, 素素, 我刚刚和陆金川签了离婚协议书, 小姑娘一双眼睛骤然瞪大, 什么? 你和姐夫离婚了? 宋梨并未发现江苏的不对劲, 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 你先不要告诉爸妈, 时间合适了, 我会自己告诉他们, 可是, 宋梨盯着江苏的眼睛, 你听不听姐姐的? 小姑娘点了点头, 和江苏协商好, 云梦带着宋梨和江苏去了住的地方, 把江苏的东西放下, 然后给江苏买了早餐, 让小姑娘在宿舍里补眠, 因为职业的原因, 云梦喜欢刷微博, 刚闲下来点进去, 云梦就看见了微博的热搜第一条, 周牧, 周牧心愚的首席记者, 黑心钱也没少赚, 云梦好奇到底是谁倒霉, 刚点进去, 就看见了周牧, 写了一篇很长的新闻稿看着看着, 云梦就收起了玩味的心思, 随即把手机递给了宋梨, 周牧的言辞犀利, 分析早上陆金川和灵山夜会酒店的真实原因, 他剑指宋梨, 魅色包厢里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那么多记者, 没有一个拿得到监控, 在中了药的情况下, 孤男寡女, 真的能保持清醒吗? 其中的情况, 只有安介和宋梨明白, 当然, 一切也不是他们说的算的, 灵山回来时间不短, 陆金川如果只是把宋梨当成替身, 早就可以就情重燃, 为什么这个结果眼上和灵山去酒店? 真实原因大家自行体会, 周牧这个煞笔东西, 这种东西往热搜上放, 他是不是不要命了? 一个记者, 再怎么首席记者, 也是个娱乐记者, 敢在公共场合编排陆金川的家事, 我去找周牧的联系方式, 让他解释清楚, 云梦转身要回公司, 被宋梨拉住, 别白费功夫了, 云梦看向宋梨, 他眼睫滴滴地, 发烧致使他没多少精神, 本就纤细的身体更显得雷弱, 梦梦, 周牧不敢放这种和陆金川有关的新闻, 恐怕是有人受益, 云梦缓过来静, 问, 你是说, 这是陆金川做的, 这样做, 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难道想让你回去? 不无可能, 天之骄子陆金川, 就算是已经顽逆他了, 要分手, 也不该他来提, 但是, 也可能是别人, 宋梨心里一片胶着, 但是也知道, 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等等吧, 大料肯定还在后面, 他口吻平静的, 不像是在等自己的料, 云梦心疼坏了, 杀千刀的陆金川, 把你娶回家这么糟蹋, 离婚了好, 远离渣男, 及时寻找第二春, 云梦骂骂咧咧, 宋梨想纠正云梦,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放的料, 但是发烧后一阵还在, 他浑身疲软, 没什么力气, 想着骂陆金川两句, 他也听不到, 干脆省了力气, 第六十三章, 落井下石, 爆料的人非常耐得住性子, 两人一连等了半个多小时, 仍旧没有什么动静, 云梦先忍不住, 根据南淮交给他的人脉, 去找周牧, 人在夜色迷离, 云梦知道之后, 报了一句粗口, 夜色迷离可是凌晨最大的消金窟, 周牧来这里消费得起, 这也太离谱了, 宋梨看了一眼天, 说, 背后可能有人, 想让他去消费, 换句话说, 是想让他去找他, 我和你一起去, 云梦没打岔, 带着宋梨上了车, 直奔夜色迷离, 仗着外界还知道, 他和陆金川没有离婚, 轻轻松松进了门, 宋梨和云梦在吧台看见了周牧, 他身侧做了一个衣着性感的姑娘, 长发散在肩膀上, 侧脸温柔, 与这个喧嚣的空间格格不入, 云梦抬起笑, 敲了敲吧台, 周牧看了过来, 他长得一般, 人很瘦, 可能是敦娱乐新闻次数多了, 有嗜酒好色, 看上去就惊奇不足, 营养不良的样子, 瘦得过头, 看上去就猥琐, 看见宋梨, 周牧笑得油腻, 陆太太啊, 怎么来这种场合, 见我这个小人物, 他嘴上没有几分恭敬, 一双眼睛上下打量他, 宋梨被他看得很不舒服, 云梦挡在宋梨面前, 我和宋宋过来喝一杯, 恰巧碰见周记者, 过来打声招呼, 他脸上挂着笑, 嘴里说的话没几个人信, 任谁都知道, 云梦和宋梨是特意过来找周牧的, 周牧揣着明白装糊涂, 陆太太赏脸, 那就一起喝一杯, 三人把位置移到卡座上, 酒保给宋梨和云梦各调了一杯酒, 很快就上来了, 两个人的酒都符合女生的审美, 一杯见变色, 青色上面是深蓝, 宛如被分割的海, 宋梨就是浅淡的粉色, 上面插着吸管, 表面上还扶着几片碎樱花, 宋梨不常来酒吧, 也知道酒吧的酒不像表面上那么纯净, 云梦倒是还算自在, 和周牧碰了杯, 见变色的酒很快下去了一半, 两个人相见恨晚, 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妹聊得越来越宽, 云梦琢磨着, 时间差不多了, 就对周牧开了口, 周哥, 今天这个热搜, 话说了一半, 留足了空间, 周牧看上去眼神迷蒙, 实际上话回得滴水不漏, 哥就随便写写, 你是哥的好妹妹, 要是你不高兴, 哥这就删了, 宋梨和云梦对视一眼, 这个时候删掉, 恐怕不太合适, 只会激化矛盾, 大家会以为, 是有人胁迫周牧, 让他被迫删掉微博, 周哥, 我还是希望你能解释清楚, 云梦笑了笑, 露出一个小虎牙, 周牧倒抽了一口凉气, 从事记者工作这么多年, 他工作压力可不小, 排解工作压力的方法多的是, 花些钱就行, 但是人的烈性跟在, 看见美女, 就忍不住惦记, 宋梨他不敢肖想, 这个云梦一笑露出小虎牙, 怎么这么招人疼呢, 周牧想了想, 说, 这件事吧, 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两人眼睛亮了亮, 周牧揉着头, 格外痛苦, 就是, 我今天有点头疼, 现在不好说, 要不好妹妹, 我们换个地方, 宋梨的眼睛, 骤然冷了下来, 他猛地把云梦从卡座上拽了起来, 我们走, 周牧的意思很明显, 想让他解释丑闻的事情, 光说服没用, 还要说服他, 别说他龌龊不堪, 就算是他好的像个人, 宋梨也绝对不会牺牲云梦, 出了酒吧, 云梦买了两瓶水, 递给宋梨一瓶, 安抚愤怒的他, 宋宋, 你生什么气? 至少周牧好色, 这就证明他不是不能说话, 你想怎么和他说话? 宋梨火大, 塑料水瓶被他捏得变了形, 不准你再来找他, 这件事情就算是不解决, 你也不能再来, 梦梦, 你要知道, 我和安洁之间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控制不住别人的想法和看法, 但是, 如果为了解释这些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要委身周牧, 那才是得不偿失, 宋梨牵住云梦, 事情我会解决, 你不要管了, 云梦很想问问宋梨打算怎么解决, 但是看他侧脸上还有余怒, 实相的没有说话, 被云梦和宋梨刺激到, 从酒吧离开不久, 宋梨再想进微博就已经进不去了, 微博服务器直接瘫痪了, 可见这个料有多大, 也是夸张, 怎么直接服务器就瘫痪了呢, 云梦嘟囔着, 宋梨一个字也回答不上来, 心脏砰砰直跳, 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大, 电话响了, 宋梨看了一眼手机, 有些意外, 他以为这个时候会有陆家的人联系他, 可是没想到事情发生之后, 第一个联系他的人不是南淮, 不是陆金川, 竟然是沈青慈, 他接了电话, 沈少, 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落井下石吗? 沈少, 沈青慈咀嚼了一下这个称呼, 你和阿川离婚了, 不愧是不依靠家族在上流社会厮杀出来一片天的男人, 反应还挺快, 宋梨没有否认, 算是默认, 沈青慈挑眉, 怪不得刚才看陆金川的表情不太好的样子, 如果是他没了老婆, 就算是老婆并不怎么和自己心意, 估计他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就挂了, 宋梨没心思和沈青慈闲聊, 感觉他要挂电话, 沈青慈急忙开口, 等等, 小鬼, 你现在在哪里? 宋梨并不愿意和陆金川的兄弟扯上什么关系, 沈少有事可以在电话里面说, 网上爆出来了魅色包厢里, 关于你和安介的视频, 安介的粉丝组织准备去找你报复, 宋梨呼吸平住,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那天说他完全没有意识是假的, 因为害怕真的被人算计成功, 宋梨打碎酒瓶, 在感觉到陌生男人靠近的时候, 随手挥了两下, 温热的液体兜头洒了下来, 灼烫在了他的灵魂, 他至今没有见过安介, 不知道他的受伤情况, 可是那种情况之下, 想想也知道安介不会好到哪里去。 第64章, 故意遗漏, 宋梨是真的害怕了, 他以为靠过来的人是幕后黑手, 呼吸一点点急促了起来, 沈青慈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收起了他以往所有的吊锒铛, 把地址给我, 我过来接你。 宋梨看了一眼周围, 什么路他也不清楚, 只告诉沈青慈标志性建筑, 随后挂断了电话云梦凑过来, 低声说, 宋宋, 有情况啊? 宋梨没理会他的打趣, 有啊, 你要忙了, 什么? 周末爆出来那天, 我和安介在包厢里面的视频, 我意识不太清楚, 已经记不清楚, 我捅了安介多少下。 云梦的瞳孔矩阵, 一双大眼, 感觉随时可以裂开, 我肯定要被警察传唤的, 你要负责公关, 还有, 宋梨顿了顿, 不知道怎么和云梦开口, 云梦却急了, 你把话说完, 我都能承受。 沈青慈说, 安介的粉丝已经有组织的蹲我了, 梦梦, 你现在就离开, 回公司, 和我待在一起不安全, 你他妈放屁。 云梦骂了一句, 宋梨, 你当我是什么人? 宋梨不由分说, 把云梦往车子上推。 你快点回去, 帮我处理情况, 我的肯定不会吃亏的, 先不说安介的粉丝能不能找到这里, 就算是安介的粉丝真的打伤我, 到时候我还能卖个惨。 宋宋, 你想得太天真了, 云梦抓狂, 你知不知道疯狂的粉丝到底都能做出来什么? 上车, 我送你去找沈青慈。 宋梨举了举手机, 给他看沈青慈发过来的信息, 他五分钟就到, 云梦死活不肯走, 把宋梨拉到车子上一起等沈青慈。 五分钟, 漫长的似乎过了一个世纪, 车窗被人敲响, 宋梨和云梦都吓了一跳, 外面站着一个男人, 穿着黑色的制服, 表情深沉, 不是安介的粉丝。 宋梨滑下车窗, 男人低声说, 宋小姐, 我们先生让您过去, 宋宋为什么要和你们走? 男人笑了, 似乎在嘲笑云梦这个问题的天真程度, 他直接叫破了云梦的身份。 云小姐, 南怀出了国, 这次的事不是你们能处理的。 这趾高气扬的形式作风, 莫名让宋梨觉得熟悉, 在矫情似乎没有了什么意义, 宋梨从车子上下来跟男人走, 车子在不远处停着, 隔着老远, 他就看见了副驾驶上有人, 男人也直接给宋梨拉开了后车厢的门。 宋梨俯身一眼就看见了里面的坐着的男人, 静时的小腿上放着一份文件, 洁白的衬衫挽起, 金属质感的钮扣扣到最上方, 男人浑身散发着静域气息, 宋梨的身体僵住, 他忽然挑唇, 讽笑一声, 怎么, 打算让我下去抱你上来? 宋梨俯身上车在陆金川身边坐下来, 笑着调笑, 真没想到, 竟然还有机会让陆总亲自来找我, 我来你很失望, 陆金川掀着眼睫, 扫了他一眼, 失望谈不上, 只是好奇, 陆总过来是打算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他一口一个陆总, 听得陆金川莫名烦躁, 身上的气息散漫了起来, 显然懒得搭理宋梨让我说中了, 陆金川, 该不会是离婚了你才发现, 你对我是真爱吧。 哼, 一声吃笑, 冷得像是腊月寒霜, 刺得宋梨骨头疼。 他不知道陆金川笑什么, 车子在夜色迷离停了下来, 都是熟人。 林山, 沈青瓷, 苏晨雾, 还有于晴。 和陆金川一起长大的就那么多个人, 和他关系最好的就是于晴。 凌晨浪荡子, 全场只有他带了一个女伴, 手臂搭在女伴的腰间游蚁, 一张比女人还要漂亮的脸上明明只有漫不经心, 还是让身边的女人面色飞红, 满是羞涩。 看见宋梨, 于晴眯着眼睛吹了个口哨, 小嫂子来了。 宋梨只觉得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 他甚至搞不清楚陆金川带他来这里的用意是什么。 他们已经离婚了, 再带他见兄弟, 真的合适吗? 我们一惊。 宋梨刚想解释, 陆金川声音森寒从头顶冒了过来, 堵着门口干什么? 现代社会不要门神。 宋梨噎了一下, 测开身体让陆金川过去。 真是不够怜香惜玉的, 难怪阿慈惦记小嫂子。 于晴翘着烟红的唇, 鱷鱼, 沈青词失笑。 阿川, 要不这次的事情你不要插手, 我来查, 正好让我在阿黎面前表现表现。 阿黎, 苏陈武也接了话。 阿慈, 你这个称呼过了吧? 叫都叫了, 我觉得陈武你才是过了。 宋梨脑壳, 被热搜闹得, 发烧都因为出了一几倍的汗好了的气霸, 本来身心俱疲, 现在又要面对凌晨半数年轻一辈的大佬。 心里就剩下了两个字, 恶心。 要不是等一个结果, 宋梨真想甩脸走人。 但是, 于晴拿出来一副扑克, 俨然是打算要玩。 宋梨坐不住, 拽住陆金川, 他的动作是下意识的, 落在众人眼里, 就是轻逆和撒娇。 面对几人的调侃, 以及凌珊几乎维持不住的笑, 宋梨样样怂手。 陆总, 金川, 你还没给解决方案? 我说, 我要解决了。 陆金川在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 饶有兴致地看向了宋梨。 那你带我过来。 陆金川铁壁一身, 把他整个人都拽了下去, 跌坐在他身边, 浑身被他独有的蛋香包裹着。 耳光音乐响着, 陆金川凑到他耳边,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语气开口。 带你来, 是因为上次处理这件事情, 手法粗糙, 被人钻了空子, 怕你被小明星的粉丝, 玩死。 确定你的人身安全之后, 我也没有责任处理你惹出来的麻烦, 懂吗? 陆金川说着, 拍了拍他的脑袋, 像是拍楚楚一样。 宋梨气得不轻, 他拿出来手机, 微博已经维修得差不多了, 宋梨也看到了视频。 不是包厢里面的监控, 这个角度, 显然是摄像机。 楚家的人真的足够的黑心, 原本就打算玩死他陆金川说的手法粗糙, 应该是保镖漏减了包厢, 有没有其他的摄影设备。 宋梨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心里这一刻满是阴谋论, 到底是没有检查, 还是故意遗漏? 陆金川和灵山去了酒店待了一夜, 这难道不是他联合陆家 想要逼他离婚的手段之一吗? 第65章, 我还有事, 这个想法只存在了一瞬, 又被宋梨打消。 这个新闻对陆氏并没有好处, 就算是这些豪门子弟真的不在乎名声, 但是没好过有。 宋梨头晕目眩, 也顾不上陆金川离他到底有多近了, 只顾低头刷微博, 吃自己的瓜, 总觉得噎得慌。 南淮出了国, 这个视频爆出来之后, 安姐就销声匿迹了。 唯一流出来的一段视频, 就是安姐的经纪人被记者拦住, 他在视频中说, 医生叮嘱阿姐要敬仰, 不太方便让各位记者朋友采访, 视频明显是被有心人截取过, 希望大家包括粉丝, 不要被人引导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说完, 经纪人匆匆进了医院。 这话, 说是帮宋梨说话, 又内涵了安姐重伤, 说没帮忙说话, 又说了视频有问题, 安抚了粉丝。 宋梨没有混迹过娱乐圈,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吃瓜。 但是他知道, 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又火爆到这种程度, 完全是因为陆金川的自带热度。 一时间, 宋梨竟然想不出来任何解决方案。 安姐的粉丝疯了一半, 这段视频流出来之后, 粉丝都在心疼他。 为什么之前哥哥在微博上说是自己伤的自己? 我们和SL那个见人道了歉, 现在给我看这个。 杀人诛心。 哥哥是不是在公司里, 受到了什么不公平的待遇? RL签约送离, 就算是在对手公司, 到底也是总裁夫人, 我朋友是RL公关部的工作人员, 她自己说的, 这次事情他们根本就没参与, 也就是说, 事情发生之后, 一切都是SL方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一个毫无背景的新人。 我们哥哥能得罪什么人? 他在圈子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不合, 显然成门失火, 殃及迟鱼。 娱乐圈可不容下这种惹祸惊, 公开抽丈夫表妹耳光, 什么做不出来? 今天SL伤害的是我们哥哥, 谁知道明天是不是轮到其他一人? 这句话, 像是在圈子里放了一个炸弹, 一池水都平静不下来, 尤其是昨晚有声, 剧组里的其他人的粉丝, 更是联名抵制宋黎, 要求宋黎滚出娱乐圈。 其他吃瓜路人没那么气愤, 但是都怀疑他和安洁之间的清白, 甚至还有人预言, 不出三天, 陆金川就会和宋黎离婚。 耳边有男人温热的呼吸, 他低笑一声, 宋黎毛骨悚然。 陆金川的笑, 一般人可承受不起。 阿烈, 我说过, 陆太太不想做荣业, 但是离婚之后, 求我也没用。 宋黎咬住唇瓣, 脑子飞快旋转, 陆金川如果看不上他, 大可以落井下石, 对开公布他们之间的离婚协议书, 这样做就是做时他没有清白的事情, 反正有视频在, 视频里他更是衣衫不整, 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陆金川当初爽快的签字, 一方面是真的对他毫无留恋, 一方面真的没有想看他笑话的因素吗? 宋黎脸色白了下来, 几个人说着话, 包厢门被敲响, 有保镖进来, 开着的门缝里, 足够宋黎看见站在人后面的警察, 他一下子攥住了衬衫衣摆, 于先生, 警察过来, 说要带宋小姐去警局做笔录, 于晴的视线落在宋黎脸上, 一眼就看出了宋黎的紧张, 忽然笑了, 小嫂子怕什么? 你这也算是正当防卫, 警察又不会想安静的粉丝一样不讲理, 你这个情况, 只要有人保释就行, 这不是有咱们陆总, 宋黎站起身, 他从小遵纪守法, 警方叫人, 他肯定是要去的, 陆金川没动的意思, 宋黎也没指望他, 人走之后, 空气都静了两下, 于晴身边的女伴往他怀里缩了缩, 小声说, 陆总真是无情, 让陆太太一个人去警局, 他声音嗲嗲的, 周围的男人都不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唯独于晴一脸受用, 咱们陆总可不止对陆太太无情, 宝宝少说两句, 待会如果战火蔓延到你身上, 我去哪里哭? 他长了一双桃花眼, 微微一挑, 看着陆金川, 低声说, 对吧, 陆总, 宋黎人已经没了影子, 一个艺人在公开场合被警察带走, 不管他有没有犯事, 到底对羽毛无异, 阿川, 你真的不管宋黎, 陆金川抿了一口红酒, 神色迷离, 翅膀都没长出来, 人就想飞, 趁着起点不高摔不死, 让他去试试, 总好过从云端摔下来, 不是吗? 沈青慈笑出了声音, 阿川,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把置身室外这个词, 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包厢里只有灵珊没有说话, 他对陆金川的心思不纯, 也懒得在就有面前装大度, 偏偏沈青慈不放过他, 珊珊, 你在阿川心里意义非凡, 也劝劝阿川, 灵珊抬头, 室内的彩灯转成蓝色, 打在陆金川的脸上, 梦幻又冰冷, 似乎深海开出双花, 他在他的心里, 真的意义非凡吗? 灵珊自嘲一笑, 诞声说, 阿慈,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这件事情涉及陆氏, 阿川不可能坐视不理, 阿川也说了, 想要锻炼一下宋离, 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我们介入算什么? 沈青慈看陆金川, 不是想锻炼宋离, 如果只是锻炼, 起码应该打点一下, 或者安排人暗中跟着, 陆金川名下又不是只有陆氏, 这些年陆带的野心渐渐显露, 陆氏股份下跌, 可能对陆金川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呢, 于晴拿着扑克在桌面上敲了敲, 到底玩不玩? 沈青慈豁然起身, 你们玩, 我还有事, 于晴看了一下他的背影, 他能有什么事? 灵珊意识到什么, 拎着包追了出去, 在沈青慈出大门的时候, 把人拦了下来, 阿慈, 沈青慈掀了一下眼睫, 怎么? 你要干什么? 你打算去保宋黎? 灵珊问, 他表情不太好看, 你不要忘了, 宋黎是阿川的妻子, 你难不成真的喜欢兄弟的妻子吗? 沈青慈从西库口袋里, 摸出来一盒烟, 点上一根, 吃笑, 珊珊, 我对宋黎感兴趣, 你应该高兴才对, 第66章, 人在警局, 他眼神忧沉, 似乎将他整个人曝光, 直接洞察到他内心里全部的想法, 灵珊后退了半步, 就算是宋黎和阿川真的离婚, 沈家也不会让宋黎进门, 我是怕你付出太多, 闹到最后难以收场, 他口吻温柔, 俨然是好友心疼他的模样, 沈青慈忽然俯身, 他靠得近, 呼吸洒了过来, 灵珊的身体骤然僵硬了起来, 你说得对, 宋黎不行, 但是珊珊可以啊, 你是凌晨的名媛, 而且你和宋黎长得那么像, 完全符合我现在的择偶标准, 反正阿川已经结婚了, 我也不差, 不如珊珊和江九一下, 走完余生, 灵珊瞳孔放大, 连连后退, 拉开与沈青慈之间的安全距离, 阿慈, 你在说什么胡话, 他又急又气, 脸色也沉了下来, 沈青慈站直身体, 吐出一口烟雾, 烟雾蔓延到灵珊的身上, 一瞬间似乎身上都打上了沈青慈的标签, 他浑身都僵硬了起来, 不是你先说胡话的吗? 灵珊抬眸看他, 门口灯光晦暗, 他脸上的笑容收敛干净, 我能有今天, 没有沈家半点功劳, 相反, 为了逼我回去, 这些年, 沈家明里案里没少给我下班子, 你说, 我择偶凭什么要听他们的? 灵珊哑然, 沈青慈又说, 一开始, 我也不是非送离不行, 但是珊珊, 这次的事情谁做的, 你我心知肚明, 陆家家大业大, 欺负送离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丫头, 灵珊伸手拉住他人, 沈青慈, 你要是个善心大发的人, 你同样不会有今天, 沈青慈看着灵珊, 你就这么不想让我管宋离, 我不想你就不管吗? 灵珊死死地拽着他, 这件事情带阿川处理, 你这个时候介入, 只会让舆论风暴加大, 不要插手好不好, 我听你的, 我去劝阿川, 灵珊眼睛眸光很亮, 裹挟着的星光里, 隐约有祈求的痕迹, 沈青慈别过头, 明天早上没有处理, 我就介入, 他人就晾在了审讯室, 外面天色一点点沉了下来, 从早上起来, 和陆金川离了婚之后吃了早餐, 到现在, 宋离忙活得还没顾得上吃东西, 人还发着烧, 他脑子嗡嗡的, 长时间不进食, 胃部一阵静挛, 这种双重负担, 让宋离脸色惨白, 他拦住了一个路过的女警, 警察同志, 我什么时候可以做笔录? 女警看了他一眼, 宋离? 宋离点了点头, 女警低声说, 没人告诉你吗? 我们从医院拿到了你当天的检测报告, 身体里有致患药品成分, 我们请示过队长, 不用再找你做笔录, 你找个人来保释你就行了, 那我叫我的经纪人来, 女警低声说, 恐怕不行, 这件事情性质恶劣, 哪怕你也是受害者, 但是警局建议你让自己的亲近人来保释, 亲近的人? 女警点头, 笑了一下说, 丈夫或者父母, 丈夫已经在协商离婚的事情了, 肯定不会来, 父母远在同镇, 送礼想到江苏, 让我妹妹来可以吗? 多大了? 十八? 宋礼低声说, 满十八吗? 女警问, 还差四个月, 未满十八周岁, 不可以保释的, 意思就是, 他现在就只剩下陆金川这一条路了, 返回审讯室, 宋礼从包里拿出手机, 给陆金川打电话, 几乎刚拨出去, 宋礼就掐断了, 不久前, 陆金川还在魅色的包厢里警告他, 他说了, 求他也没有用, 宋礼缩在审讯室的椅子上, 警局开足了冷气, 他穿的单薄, 又冷又痛, 意识越来越沉, 他呼吸滚烫, 这是病情加重的前兆, 他撑不住, 颤抖着手想给陆金川打电话, 丢人就丢人, 眼下当然是保命要紧, 号码还没拨出去, 宋礼身体颤了一下, 从椅子上摔了下去, 整个人意识归于黑暗, 彼时, 陆金川几人在夜色迷离, 玩腻了扑克, 于晴抱着自己的女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包厢里只剩下了苏陈武和林珊, 五分钟不到, 苏陈武接到医院的通知, 要去医院主刀一台手术, 陆金川无心和林珊待在一个包厢里, 免得再闹出来乌龙, 他起身要走, 林珊跟上, 阿川, 昨天晚上谢谢你, 陆金川恩了一声, 林珊说, 昨天的事情我可以和媒体解释, 陈武也可以配合的, 珊珊, 他忽然出声, 林珊疑惑地看过来, 有先天性心脏病, 工作就不用那么拼, 外面起了风, 他乌黑的发丝被风吹动, 似乎吹到了他心上, 林珊失落地低头, 我是不是很任性, 瞒着粉丝, 让父母和好友担心, 非要在这个圈子里闯出来个名堂, 结果只会给大家添乱, 我说是, 你会退圈吗? 林珊默然, 他不会, 当初他进娱乐圈, 还不是为了陆金川, 人生走了一半, 哪里有什么回头路, 而且, 如果他不累, 陆金川哪里会心疼他, 尤其是他结了婚, 没有心脏病, 他用什么理由再见他, 林珊觉得自己还挺卑劣的, 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 而且陆金川偏偏取的人是宋梨, 和他长相八分相似的宋梨, 他不可能不多想, 我让盛兰送你回去, 林珊没有拒绝, 他真的怕再聊下去, 陆金川就让他退圈, 林珊走后, 陆金川上了车, 苏兰开车, 陆总, 送你去哪里? 他呢? 苏兰反应半想, 才弄清楚陆金川问的是宋梨, 人还在警局, 陆金川看了一眼手机, 冷笑一声, 真好, 够硬气, 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打过来, 他倒要看看, 宋梨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回绿城相线, 苏兰应了一声, 发动车子, 走到山脚下, 陆金川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垂眸看了一眼, 正是宋梨, 陆金川没接, 电话挂断后又打了进来, 男人无端烦躁, 滑了接通, 没好气地开口, 有事? 陆先生是吧? 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 陆太太在我们警局晕倒了, 人被我们送到了医院, 第67章, 人身安全, 送离婚睡中, 迷迷呼呼听到了警察的话, 是那个女警, 她的声音很温柔, 所以陆金川开口的时候, 听上去才那么无情, 死了吗? 女警被陆金川耿住, 声音似笑非笑, 陆先生言重了, 我们让陆太太过来, 只是问话, 不会死人, 吓死了, 难道不算警局的责任? 放眼整个凌晨, 敢和警局这样叫板的, 大概只有陆金川, 女警明显有些生气, 我们已经和陆太太沟通过了, 陆先生只要过来医院签下保释书就行, 陆金川冷笑一声, 猛地掐断了电话, 女警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 这一拍, 让宋黎一个机灵睁开眼睛, 病房灯光刺目, 扎得宋黎眼睛生疼, 温热的眼泪猛地掉了下来, 陆太太, 宋黎侧眸看过去, 出了警局, 她胸前挂着一个工作牌, 凌晨路安分局副局, 白夜宁, 白夜宁低声说, 局里最近很忙, 我一个人办理你的案子, 医生说你, 停顿片刻, 白夜宁一言难尽地开口, 发烧加饥饿过度导致晕倒, 人手不够, 我没办法给你去买饭, 要不给你点个外卖, 她看上去很年轻, 这句话说得显然熟练, 足够体现出平时的辛苦, 我没事, 白夜宁顿了顿, 又说, 如果陆金川不过来, 我是要守着你, 等你稍微好一点, 带你回警局, 有没有其他人, 能够保释你, 没有其他亲近的人, 宋黎摇头, 白夜宁也犹豫, 如果宋黎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她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白夜宁从病房出去没两分钟, 病房门响了, 宋黎以为是白夜宁回来了, 但是下一秒, 她就感觉到不对劲, 有一种触及灵魂的危险感, 几乎扑面而来, 一道黑影扑过来, 宋黎下意识地从病床上滚了下去, 她手背上扎着吊针, 针头被这种蛮横的滚落方式, 从手上拽了下去, 宋黎整个人呼吸都顿住了, 她满目惊恐, 看着病房她躺着的地方, 冒着黑烟甚至发出滋滋的声音, 鼻翼间都是烧焦的糊味, 你这个贱人, 你敢伤害哥哥, 来人面色争鸣, 举着瓶子走来, 这个时候, 宋黎该跑的, 可是她太久没进食, 加上脑海混沌, 心跳迅疾, 这些负荷交织在一起, 宋黎的腿软了, 那人面部凶狠, 举着瓶子朝她泼了过来, 她下意识闭上眼睛, 手臂护住了脑袋, 疼痛并未降临, 宋黎反而落入到一个熟悉的怀抱里, 还有东西落地的声音, 宋黎吓坏了, 脑海里嗡嗡地, 她抱着自己, 呈一个绝对的自我保护姿势, 耳边有声音, 陆总, 你要不要剪, 鼻翼间有男人带着的蛋香, 宋黎茫然地抬头, 正对上陆金川的眼睛, 一片漆黑, 满眸温淡, 宋黎不知道怎么了, 刚才那人朝她扑过来时, 她都没有任何想哭的感觉, 但是对上陆金川的眼睛, 她实在难以控制自己的眼泪, 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 穿成珠子, 砸落在陆金川的心上, 她骤然捏紧了拳, 一股浮躁铺满了她的胸腔, 陆金川手臂用力, 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床已经没有用了, 她把她放在旁边空着的病床上, 伸手要解她的扣子, 宋黎猛地反应过来, 一把捂住灵口, 恼羞成怒, 你干什么, 一声娇和, 让病房里的人都反应了过来, 声音骤然嘈杂了起来, 放开我, 让我教训一下这个贱人, 陆总, 您受伤了, 老实点, 白燕宁扣住粉丝, 凶狠地威胁, 再不老实, 我动手了, 你, 粉丝是个女生, 看着白燕宁说, 你打算暴力执法, 你还怕这个, 宋黎无暇管他们两个人的谈话, 伸手去拽陆金川, 男人正开, 苏兰人已经进前, 眼圈已经红了, 这些年, 陪着陆金川, 这个秘书往往泰山崩于前, 而不变色, 可见陆金川伤得有多重, 宋黎又开始控制不住, 自己一害怕, 就身体颤抖的毛病, 睫毛颤颤巍巍, 我, 让我看一眼, 管好你自己, 陆金川一把拍开宋黎的手, 苏兰跑了出去, 去叫医生, 陆金川似乎一个没事人, 一声不吭, 朝白夜宁道, 宝石说, 白夜宁把动手的小粉丝, 用手铐锁在了一个病床上, 从文件夹里, 拿出宝石书, 他捏着笔签字, 龙飞凤舞, 如果不是笔键颤抖, 宋黎真的要以为, 他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白夜宁拿了宝石书, 低声说, 人我带回警局, 这件事情, 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陆金川冷笑, 这就是陆安分局复局, 就这么保证, 传唤到警局的人的人身安全, 白夜宁气笑, 刚才我就不该管他, 就让硫酸全部泼在你身上, 陆先生或许就不会这么嘴硬了, 白夜宁怒气冲冲带着小粉丝走了, 大概是没想到病房里有警察, 小粉丝跟着白夜宁走的时候, 看上去围拟不振, 宋黎整个人心思都在陆金川心上, 根本就没心思想气他的, 他刚想说什么, 苏兰带着医生过来, 医生看了一眼陆金川的伤, 让他到旁边的急救是清理伤口, 病房瞬间就剩下了宋黎一个人, 苏兰出去又回来, 他表情不太好, 低声说, 太太, 给您换了SVIP病房, 您跟我上去吧, 宋黎已经和陆金川离婚了, 深知不该再用陆金川的钱, 单单是他, 已经附和不起SVIP的医药费用了, 他说, 我和陆金川已经离婚了, 话没有说完, 苏兰却误会了, 以为宋黎这个时候还在闹脾气, 太太, 苏兰喝了一声, 漂亮的脸上带着愤怒, 都这个时候, 你确定还要闹, 陆总没那么闲, 去救一个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女人, 如果不是她, 刚才那半瓶硫酸就会泼到您身上, 宋黎是她见过最蠢的女人, 被泼硫酸, 只知道护着那张脸, 第68章, 皮糙肉厚, 尤其是现在, 似乎被腐蚀了大脑, 完全不转了, 宋黎看着站在她面前的苏兰, 她对她一向恭敬, 眼下总算是撕破了那张假面, 看不起从眼眸里一出, 虽然让人不舒服, 至少不虚伪了, 在她心里, 估计希望刚才被泼的人是她, 哪怕是把她泼死, 也不能有一滴溅在陆金川的身上, 陆总心里都是你, 怕你担心, 忍痛一声不吭, 为什么您就不能懂点事? 这一刻, 宋黎心里残留些微的感动, 荡然无存, 苏兰, 你这要求有点高了吧? 宋黎道? 大家都清楚, 我和安介的事情, 是陆氏分公司杨婉欣做出来的陆金川插手处理, 没有处理干净, 事情在发生, 她没有给补救的方法, 我倒霉我认了, 但是强调一点, 你们陆总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一个人承担不起SVIP的医药费, 也是我见吗? 苏兰愣了好一会儿, 反唇相机, 当初陆总就说过, 你不适合娱乐圈, 进入这个圈子就该承受风险, 初老是你找经纪公司的问题, 责问对手公司总裁的, 宋小姐你是第一个人, 她不愿意去SVIP病房, 苏兰也懒得理她, 禁止出了病房, 人一走, 宋黎整个人瘫了下来, 她找了一个酒精棉签, 摁住了自己的还在躺血的手背, 她受了惊吓, 心跳到现在还没有平息下来, 胸腔里像是揣着一个小鹿, 她哪里都痛, 尤其是胃里一片静攒, 宋黎不想委屈自己, 摸出来手机想订个餐, 手机黑屏, 愣得两下没有开机, 出门没有带充电器, 宋黎茫然, 原来真的已经这么久了吗? 她躺在病床上, 护士过来收拾被安届粉丝损坏的病床, 刚才的事情如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 一针一幕在她脑海里播放, 为何感冒了出来? 白夜宁控制住安届粉丝后, 她惊恐地说了一句话, 提到了暴力执法, 显然是害怕, 被制服后, 她除了刚开始叫嚣了一句之后, 后来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粉丝, 该有的反应吗? 宋黎像把自己的怀疑告诉白夜宁, 可是手机没电, 思索之间, 她浑浑噩噩, 身体承受不住各种负荷, 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 病房门响了, 她吓得一双性眸瞪大, 看向门口, 她依旧高大俊美, 换了衬衫, 整个人娇惊不已, 宛如垂帘人间的天神, 陆京穿在病床前坐下, 她脑子一顿, 呃到了极致, 反应有些迟钝, 那句伤还好吗噎在喉咙里, 半嗓没有说出来, 吓傻了, 她居高临下看着她, 满眼都是蔑视, 宋黎心底的担忧瞬间灰飞烟面, 还能这么毒蛇, 大概率没事, 她并不太想和陆京穿说那么多, 整个人缩在被窝里, 太饿了, 眼前都开始冒星星, 她现在看陆京穿这张死人脸都是可口的, 饿得想咬上一口, 宋黎有时候挺佩服自己的, 这种时候了, 觉得她矫情不可理喻, 陆京穿她得罪不起, 于是宋黎冲着她勾起一个苍白的笑容, 陆京穿不喜欢这样的宋黎, 这一年她没少生病, 任谁看见病殷殷的女人心情都难好, 她在这里过分, 空气过于压抑, 宋黎试着开口, 刚才苏原说你很忙, 我知道, 你时间宝贵, 不必浪费在我身上, 陆太太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陆京穿眯着眼睫, 那么俊的脸, 偏偏表情堪比毛坑里面的石头, 又臭又硬, 我是因为就陆太太受的伤, 医药费住院费都该算在宋小姐的头上, 陆总注意一下自己的措辞行吗, 我已经是您的前妻了, 宋黎在心里骂了一圈陆京穿, 他一个身价千亿的大总裁, 竟然找他要医药费, 要不要脸因为生气, 他额脚上冒出来一层细密的汗珠, 不仅不让人觉得脏, 反而别有一番病美人的风味, 宋黎并未看见, 陆京穿的眼神伸了极许, 低声说, 那么陆女士, 刚才白燕宁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怎么不告诉他, 我们离婚了, 宋黎呼吸一致, 告诉白燕宁, 差不多算是公开了, 这个接骨眼上公开离婚, 这场舆论陆氏完全可以置身事外, 你就坐实了和安介之间的关系, 陆京穿一语中递, 这次是他卑劣了, 要离婚的是他, 不敢让别人知道的也是他, 阿川, 这件事情陆家逃不了责任, 陆京穿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打断了宋黎的话, 他看了一眼屏幕, 想也不想掐断了电话, 断了没几秒, 电话又进来, 颇有夺命连环扣的架势, 陆京穿犹豫了一下, 接了, 您担心得有些过了吧, 他好得很, 陆京穿轻蔑一笑, 逆着宋黎, 宋黎摸不着头脑时, 陆京穿把手机递了过来, 他看清楚了屏幕上的字, 奶奶, 他手指卷了起来, 不敢接, 他还满是慈爱, 宋黎眼圈猛得一红, 慌忙应了一声, 奶奶, 王妈说, 你被一个明星的粉丝泼了硫酸, 好孩子, 有没有伤着, 提及这个, 他就心虚, 他是没什么事情的, 可是陆京穿可是遭了殃, 我没事, 阿川为了救我, 被伤到了, 电话里的呼吸, 短暂沉默了一瞬间, 随即老人家道, 他皮糙弱厚, 能有什么事情, 好孩子, 奶奶和王妈明天去看你, 你想吃什么, 奶奶让王妈给你准备, 一说到吃, 宋黎双眼冒光, 完全忽略了陆老夫人说的, 要来看他的事情, 想吃王妈做的糖醋排骨, 牛肉羹, 还想吃花隔蒸蛋和王妈煲的小馄饨, 快拿着笔记下来, 陆老夫人对身边的人开口, 然后又说, 天亮了奶奶就去, 你好好睡一觉, 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 一切有阿川在, 陆京穿才不会管他的死活, 宋黎笑着硬声, 奶奶, 不用您亲自跑一趟, 我没事, 第六十九章, 这么殷勤, 我也没什么病, 明天就出院了, 如果有机会, 我到老宅去看您, 到时候让王妈做给我吃好不好, 陆老夫人满口答应, 挂断电话, 宋黎已经出了一身冷汗, 陆京穿接过手机, 还以为你有多大的出息, 原来连奶奶都不敢说, 宋黎想反驳的, 她还不是为了她好, 她背上的伤可没有完全好, 可是她一是半模糊, 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火, 一张口就是火焰, 陆京穿察觉到她的不对劲后, 抬手在她的脑袋上摸了一下, 大步转身出去, 宋黎看见了她的影子, 渐渐消失, 心也跟着空了起来, 让宋黎没想到的是, 陆京穿不仅回来了, 还带着苏晨物, 苏晨物给宋黎做了个简单的检查, 问宋黎, 吃了点东西吗? 宋黎沉默, 苏晨物表情不太好, 阿川, 我刚才就告诉苏兰, 宋黎长时间没进食, 要买点东西吃, 她似笑非笑, 你身边的人到底有没有把陆氏的总裁夫人当一回事? 完蛋, 苏晨物这一指责, 她怕是又要被陆京穿抓住把柄, 好一阵冷嘲热讽, 她明显还想说什么, 宋黎在她身后拽住了苏晨物的白大褂, 她拧眉回头, 宋黎讨好一笑, 苏医生, 有充电器吗? 我想充个电, 我, 我现在没那么饿了, 手机开机了, 我就让经纪人来送吃的, 苏晨物去办公室把手机充电器拿给宋黎, 来的时候带了几块冰糖, 办公室只有这些吃的, 你电电, 你经纪人来不及, 就让护士给你点个外卖, 宋黎万分感激, 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 陆京穿冷笑一声, 晨物, 这么殷勤,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宋黎是你老婆, 你不殷勤, 怪不得外面都在怀疑, 你们的夫妻关系是否真实, 苏晨物是医生, 虽然也互短, 但他生性正派, 当初他确实不看好陆京穿取宋黎, 可是既然取了, 就不该不重视, 苏晨物还有事要忙,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时, 宋黎已经把冰糖塞在了嘴里, 胃里空空, 骤然吃这么甜腻的东西, 他的胃冒出来一层酸水, 宋黎差点吐出来, 这个样子, 一点都不像是不饿的样子, 熟悉的烦躁, 爬满了陆京穿的胸腔, 看他笨拙地准备给手机充电, 他突然上前, 一把掀开被褥, 把他从病床上抱了起来, 宋黎吓了一跳, 陆京穿, 你干什么, 陆京穿不由分说, 带着人往外走, 你要带我去啊, 我的病房, 那是SVIP楼层, 如果没有认识陆京穿, 他本一辈子都不会涉足的地方, 我不去, 他的拒绝显然无效, 陆京穿沉着脸, 恨声说, 公开我们离婚的消息, 或者和我回病房, 你选一个, 你强人所难, 我强人所难, 陆京穿笑了, 当了一年陆太太, 让你忘记, 自己是谁了是吗?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不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陆京穿是虐待陆太太的人, 宋黎吓住, 他听懂了, 住院住在普通病房里, 与陆太太这个身份不符, 对外没有离婚, 他住普通病房, 形同告诉外界记者, 陆氏破产, 他不值钱, 陆氏可值钱了。 同样的, 陆京穿住院, 他们分开住, 岂不是在告诉大家, 他们之间的婚姻, 走到了尽头了吗? 宋黎挣扎的动作僵住, 一路被人抱到SVIP病房, 一进门, 陆京穿就把他丢在了大床, 宋黎在床上打了个滚, 头晕眼花, 陆京穿松了松领带, 进病房的卫生间, 换了身衣服, 宋黎缓过来进, 就插上充电器充电, 手机开机第一件事, 就是在网上查了, 陆安分局的值班电话, 巧了, 是白夜宁接的, 宋黎把自己的怀疑告诉白夜宁, 对方似乎没想到宋黎这么敏锐, 低声说, 你觉得有人害你? 换句话说, 宋小姐心里有怀疑的人吗? 宋黎下意识地想说陆带, 但是没有证据, 她不敢直指陆家的人, 毕竟离开陆京穿, 陆带捏死她, 像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简单, 没有, 白夜宁应了一声, 我翻了与你相关的警情, 一个月前你报过警, 这个案子现在一交给我, 有没有可能, 两件事是同一个人干的? 提及上次的事情, 宋黎心里发慌, 致痛占据了她全部的感官, 她眨了眨眼睛, 并未发现身后的异样, 让我流产的人的容貌我记得, 我再学素描, 老实说我两个月可以出师, 也可以不这么麻烦, 我们这里可以给你推荐素描专家, 宋黎眼睛亮了亮, 和白夜宁约好明天去局里, 宋黎, 你是不是真的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森冷的声音, 宋黎瞳孔微张, 下意识地回头, 身体悬空, 天悬地转, 陆金川把她抱到床上, 她眸子那么冷, 宋黎脚趾缩了一下, 这个动作勾起了宋黎的回忆, 婚后, 她有光脚下床的习惯, 陆金川每次见了, 都是这样连抱代题地把她丢在床上, 面色黑沉地叫于她, 吕静不止之后, 绿城香蟹主卧铺满了厚厚的波斯地毯, 你偷听我讲电话? 这是我的地盘, 也算偷听, 见不得人的话, 应该压低声音说, 这个道理, 也要我教你, 陆金川的嘴巴好毒, 她扣住宋黎的腰, 威胁着开口, 夫妻一场, 我再提醒你一遍, 有些事情该适可而止, 为什么? 宋黎固执地盯着陆金川, 她眼睛太亮, 陆金川下意识地转头, 宋黎猛地扑上去, 死死地捧住她的脸, 她的眼角微湿, 声音认真, 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不帮我查就算了, 为什么也不让我查? 这个问题, 她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 可是陆金川在离婚协议书上 签了字之后, 她却再也没有顾忌, 是不是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楚月说, 你心里只有灵珊, 不会想要我的孩子, 所以当孩子出现的时候, 闭嘴, 陆金川的眼神如同冰川一般寒冷, 险些将她的心脏也冰封掉。 第七十章, 一夜障目, 我想不通, 你为什么不让我查送礼恍若未闻,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灵珊回来了, 你要娶她, 权衡力必发现, 我的孩子没有存在的必要, 不让我查, 是因为这件事情里, 有你的手笔, 亦或者有你白月光的手。 碰, 陆金川一脚踹翻了病房里的垃圾桶, 宋黎身体色缩了一下, 我让你闭嘴。 他从小没少挨江峰地打, 所以, 他真的怕男人在他面前发脾气, 总觉得下一秒, 拳头就会如期而至。 身体快要颤抖了, 他强撑着, 色力内人。 让我说中了, 下巴骤然被男人的手指扣住, 他捏得很紧, 迫使他眼睛看向他。 这个角度, 扯到他身上的睡衣, 领口开了, 独属于他的美好, 瞬间暴露在陆金川的视线中, 瞬间将他的怒气冲击得七零八落, 话落下时, 只剩下了薄薄韵怒。 你错了, 你不该只怀疑针对你的人, 这样容易变成一个一夜账目的蠢货。 宋黎愣住, 陆金川又说, 要对付你很简单, 陆黛和楚月是讨厌你, 包括珊珊在内, 真要对付你, 也绝对不会大费周章。 结婚一年, 他第一次在他面前露出这样的表情, 宛如钢针, 直接打进了他的胸腔。 陆金川甩开宋黎, 要出去, 腰背抱住, 宋黎小声问, 是谁? 告诉我, 求你。 陆金川反手抱住宋黎, 俯身把人压在病床上, 想孩子还不容易, 再怀一个比追查真凶要容易很多。 他伸手拽开领口, 栖身而来, 唇半一软, 宋黎的呼吸被堵住, 身上沾满了陆金川的气息, 宋黎抗拒地躲闪着男人攻略城池的动作。 男女力道天生悬殊, 他始终正脱不开。 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 唇半肩地吻又苦又涩, 陆金川依旧扣着他的手臂, 居高临下看他。 哭什么? 宋黎悲从中来。 这一个月, 先在最爱他时收到了他的离婚协议书, 到得知怀孕短短三天流产, 努力寻找流失孩子的真相, 委屈求全被楚越, 吓得魂飞溪天被泼流酸。 轻飘飘地一句再怀一个, 就想把他所有的痛苦一笔勾销, 怎么可能? 看着他的眼睛宋黎眼泪汹涌, 他一字一句盯着陆金川的脸, 小声说, 我只要那个。 陆金川一阵, 宋黎声音微微抬了一点, 重复一遍, 我只要那个。 第三遍, 没有嘶吼, 但却撕心裂肺。 陆金川, 我们之间只会有那个孩子。 从孩子没有那一瞬间起, 在我心里, 我们已经离婚了。 可能是泪光太盛, 他竟然感觉他在他的泪珠里摇摇晃晃, 满目慌然这种表情, 怎么可能出现在陆金川的表情上? 他擦掉眼泪, 伸手一推就将身上的男人推开。 凌晨愿意给你伤孩子的人很多, 楚越也说过, 你血统高贵, 继承人不该从我肚子里爬出来, 我也不愿意我的孩子管别的女人叫妈妈。 宋黎捂着眼睛, 努力平息自己汹涌的泪意, 强迫声音平静。 你可能觉得, 他短短存在一个多月, 甚至是我们彼此知道他存在也仅有三天, 所以对你而言他不算是什么。 可是陆金川, 我很痛, 这种痛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那一棍子打下来的时候, 我甚至想, 如果他连我一起打死就好了。 失去孩子的时候, 他怀抱着别人, 宋黎爱他, 可永远也无法原谅他。 不管你怎么阻止, 我都不会放弃去找这个真相。 世界上痛苦的事情很多, 你才经历多少? 陆金川烦躁, 他豁然起身, 大不出了病房门。 他踏出去的一瞬间, 宋黎眼泪彻底绝地。 他没有血脉相连的人, 被亲生父母抛弃, 一度险些被江峰打死。 知道有孩子的时候, 满心欢喜, 以为自己拥有了自己的家, 能留下陆金川。 可是一根棍子, 让他的世界支离破碎, 余生只剩苟延残喘。 宋黎抱头痛哭, 不知道过了多久, 病房门响了。 哭泣戛然而止, 宋黎抬头, 看见了这一刻自己最不想看见的人。 盛兰, 他手里拎着餐盒, 饭箱充斥着整个病房, 宋黎却只觉得反胃。 宋黎眼睛通红, 滚。 太太, 您和陆总争执, 是因为迷宫像的事情吗? 宋黎死死地盯着他, 盛兰始终面色如常, 把他餐盒放在桌面上, 他声音很低。 您何必一直逼迫陆总, 不让您查, 自然有陆总的道理。 陆总只查到了浅显的线索, 这意味着布局的人势力, 应该和陆老先生差不多。 查下去影响到别人的利益, 对您的人身安全不易。 宋黎讽刺一笑, 陆金川让你帮忙开脱, 顺便当一个说客, 不让我继续查下去。 陆总特助就是不一样, 深庵让小人物吃哑巴, 继而亏欺是宁人的道理。 盛兰顿了顿, 面色更淡了。 这件事情是我和苏兰在查, 苏兰帮您, 我帮陆总。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就给太太指个方向, 往陆总这边查是查不到什么的, 太太不如查查自己身边的人。 盛兰说完, 放下餐盒就往门外走。 走到门口他回了头, 太太您过于相信别人了, 楚岳小姐说您像林小姐, 你就一意孤行, 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替身。 你有没有想过, 一开始陆总取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 怎么个单纯法? 源于深爱。 宋黎自己都觉得可笑, 他从头到尾, 只有一张脸还说得过去, 拿什么让陆金川一见钟情圣兰这种胡话, 都敢往外乱放。 他并未把圣兰的话放在心上, 他身边人少, 只有云梦和江峰一家, 后者懒得在他身上花钱, 而且他们巴不得他生下来陆金川的孩子继承财产, 根本不可能动手。 梦梦就更不可能了, 这些天一直是云梦陪在他身边, 而且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为了保护他, 梦梦也被江峰打过, 他绝对不会背叛他, 更不会对他下手。 第七十一章, 我叫宋黎。 宋黎伸手拿过餐盒, 手瞬间顿住, 第一道是花隔蒸蛋。 若有所感, 宋黎伸手打开第二个餐盒, 糖醋排骨, 四个餐盒, 剩下两个分别是小馄饨和牛肉羹。 宋黎捏着筷子的手开始抖, 他和陆老夫人说想吃, 陆金川就让盛兰买过来, 轻飘飘地举动,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有多把他放在心上。 放在一个月前, 他估计欣喜若狂, 可现在, 他已经不想被他类似施舍的情感支配了。 宋黎猛地把桌子上的饭菜掀翻在地, 巨大的声响, 惊动了外面的人。 陆金川猛地推门进来, 他俊美的脸上满是兵荒马乱, 看见地面一片狼藉, 陆金川的脸骤然阴沉了下来。 圣蓝见状, 试图获悉尼, 我马上收拾, 站住。 森森的声音如同冰的温度直逼宋黎, 谁撒地让谁收拾。 宋黎的呼吸宛如被攥住, 陆金川走过去, 在他面前蹲下, 抬起他的下巴, 眸光漆黑如墨。 你知道上次安界重伤之下, 怎么辟谣的吗? 宋黎不知道, 陆金川一笑, 可是他感觉不到半点温暖, 呼吸一点一点被攥住。 他说什么? 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 听话点, 你弄脏的东西, 一点点给我收拾干净,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点味道都不需要。 宋黎咬住唇瓣, 起身大步出了病房。 折腾了这么久, 外面的天缓缓亮了起来, 圣蓝下意识地去追陆金川, 走了两步又回头。 太太, 楼下有陆总请的记者, 通告已经准备好了, 陆总为了救你而受伤, 你追到医院陪床, 夫妻恩爱。 这个结果眼上, 您单带点, 不要再气陆总了, 否则吃亏的还是您。 圣蓝说完, 就跑了出去。 人走完了, 宋黎仰起手, 在自己脸上抽了一耳光。 脸颊火辣辣的痛, 确定自己被陆金川扰乱的心清醒了, 就跪在地上开始收拾, 边收拾, 心边在滴血。 胃部被这些交织在一起的香气刺激到, 又是一阵禁乱。 他浑身脱力, 把地擦干净之后, 外面天隐隐开始亮了。 宋黎拿着满屋子的香味没办法, 找了一张纸盒笔, 洋洋洒洒写下一段话之后, 就从病房里跑了出来。 这个时候, 医院楼下应该已经有早点了。 他买了两个小包子, 塞在肚子里之后, 在路边买了一瓶牛奶奶, 是从冰柜里拿出来。 喝下去的时候, 他的胃病未好到哪里去, 脑子也嗡嗡的, 发烧似乎没好。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 没办法怪陆金川。 宋黎随手拦了一辆车, 直奔警局。 素描专家要十点钟才到, 宋黎情况看上去真的一般, 白夜宁就带他去休息室。 落过长廊时, 宋黎听到有人喊, 林小姐。 白夜宁和宋黎都没有放在心上, 林珊,林小姐。 林珊这个名字实在是让宋黎敏感。 他下意识地回头, 隔着老远, 就看见一个男人跑了过来。 长得还算俊美, 宋黎下意识地后退, 那人追着往前伸手。 林小姐。 她的眼神让宋黎觉得很不舒服, 像是在夜色迷离前曾经遇见的李总, 荧光几乎快要冒出来了, 让人作呕。 站好, 想干什么你? 顾初同志, 今天是让你过来配合调查的, 不是让你来聊妹的。 端正你的态度。 白夜宁冷喝了两声。 顾初还是给白夜宁面子的, 笑着说, 白警官, 这是熟人, 顾家和林家世交, 打个招呼也不行。 世交看不出来她是姓林还是姓宋吗? 白夜宁冷笑一声, 看着顾初怀疑的脸色, 宋黎解释说, 我叫宋黎。 宋黎, 这个名字堪称是如雷贯耳, 陆金川的妻子。 顾初是没见过人, 可是却知道名字。 宋太太啊, 失敬顾初脸上的热情散了些许, 白夜宁白了她一眼, 带着宋黎往休息室走。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等专家来了, 我再喊你。 宋黎点头, 白夜宁说, 顾初是个憋三, 你离她远点。 宋黎没问设计案情的事情, 直对着白夜宁点了点头。 这边, 顾初挑着眉, 看着宋黎离开的方向扎折。 真相啊, 什么真相? 顾一低声问, 顾初顿了顿, 顾一是她老哥的助理, 专门过来帮她处理这件事情的。 她摇了摇头, 惦记陆金川老婆这件事情, 让她老哥知道了, 怕是她老哥能把她的头拧下来。 二少, 顾总说了, 以后这种糊涂事再做, 让您自己解决。 顾一冷声说, 她也看不起这个什么都不敢, 只会玩女人的男人。 好在她心里有数, 每次招惹的女人都是惦记她的钱。 知道了, 顾初不以为意, 她浑沉的眼珠转了转, 看向顾一说, 对了, 顾一你帮我一个忙呗。 顾一一脸戒备, 干什么? 你帮我约一下苏兰呗。 顾一震惊, 哪个苏兰? 陆金川的秘书。 顾初一笑, 你疯了, 苏兰可是陆金川的首席秘书。 顾一绷不住, 脸色骤然沉了下来, 你真玩那么滑, 都不用陆金川动手, 但苏兰自己的人脉就能让你出一半险。 顾初不高兴地看了一眼顾一, 让她说的, 她像是一个废物一样。 谁说我是看上苏兰了? 我那不是新开了一个公司吗? 想咨询她一点问题。 顾初说, 你要是不愿意帮我, 直接把苏兰的手机号给我查出来, 我自己联系她。 顾一冷笑, 能当上陆金川的首席秘书, 肯定是不差钱, 眼界也不是一般的高, 根本看不上顾初这种货色。 顾一应了一声, 顾初满意地笑了, 不怪她惦记宋黎啊, 要怪只能怪她, 真的和林山像。 她可是惦记林山惦记的心肝疼, 林山有林家的背景, 几次她快要得手的时候, 都被林家的保镖给救了场。 如果她没有记错, 她那帮兄弟说过, 陆金川的老婆背景可不咋低, 到时候她不是随便难念, 顾初口水都快掉下来了, 到时候她找几件林山穿布的衣服 给宋黎换上, 那不就是一个人两个花? 想着, 顾初脸上的笑渐渐猥琐了起来。 第七十二章, 鱼死网破, 宋黎是被电话叫醒的, 她看了一眼手机, 电话号码熟悉。 陆老夫人, 宋黎猛了猛, 怀疑自己没睡醒, 犹豫再三, 她划了接听。 奶奶, 李丫头, 你怎么没在病房里? 宋黎心脏一紧, 宋黎的脚步瞬间宛如汗死在了地板上, 再往前迈不开一步。 白夜宁并未发现宋黎的异样, 低声交代。 大厅右手边第三个房间, 你直接去就行, 我忙完去找你。 她说完转身离开, 短短几夕, 宋黎浑身上下已经渗出了冷汗。 她手指僵硬, 半嗓都没能奔下挂断的剑。 在老宅替陆金川挨的那一鞭子又开始隐隐作痛, 宋黎满心恍然听到了陆老夫人的声音。 李丫头, 你在警局, 宋黎沉默更是默认。 你先忙吧, 我让司机去接你, 奶奶在病房等你。 宋黎脑子一团乱麻, 陆老夫人知道了, 会不会责问陆金川。 陆金川会不会又以为她是在上演药水? 奶奶, 我会很快回去。 不着急。 从警局出来, 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 期间她的手机再也没响过。 门外有一辆劳斯莱斯, 这辆车是老夫人的座驾, 座驾旁站着一个高大健瘦的男人, 看见他半低着头, 打开后车厢。 邵夫人, 请。 这样的男人, 仅仅是个保镖, 但却给人满满的压迫感。 陆家老爷子和陆老夫人, 有一段羡煞临城人的绝世爱情故事, 这人应该是老爷子派给老夫人。 宋黎手心开始出汗, 一受惊, 脑袋又开始嗡嗡作响, 发烧后, 一阵又上来了。 再怎么不愿意面对, 医院距离警局也不够远, 很快就到了。 陆老夫人和王妈都在病房里, 陆金川坐在单人沙发里, 她一出现, 她的视线就凝了过来, 似乎要在她身上凿一个洞。 黎丫头来了, 陆老夫人伸手拉住了宋黎的手, 这一握悚然一惊, 抬手就探到了宋黎的脑袋上。 宋黎想躲, 但是她动作迟钝, 还没反应过来, 老夫人的手触到了她的额头。 你这孩子, 发了烧还乱跑? 陆老夫人又急又气, 王妈快去请陈悟。 哎。 王妈应了一声往外跑, 病房里满是兵荒马乱, 陆金川忽然笑得凉薄。 昨天二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 恶昏过去进了医院, 圣兰给她送到食物她还能忍住不吃, 发个烧而已, 奶奶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了? 你还敢提? 陆老夫人瞪了陆金川一眼, 那个小明星的粉丝那么不理智, 你还敢让阿里一个人出门? 腿长在她身上, 我还能把她绑在医院不成。 陆金川唇角微微一挑, 神色疏离, 陆老夫人举起拐杖, 宋黎脑子一热, 扑上去拦下陆老夫人, 低声下气地解释。 是我执意要一个人去的, 阿川也很生气。 您看我现在都没哄好她, 我去警局是想咨询案件的进展, 提供线索, 带保镖过去拿的是以施压人的姿态, 对爷爷和阿川的名声不好, 您别怪阿川。 宋黎的唇瓣苍白而干裂, 身体更是纤细的, 似乎一阵风就能刮断。 陆老夫人心疼也没办法, 单手扶着宋黎让她到床上休息。 就你护着她, 男人就是这样惯坏的。 宋黎一笑, 坏不坏, 都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是以后的陆太太该担心的问题, 和她无关。 苏承武很快过来给宋黎掉上水。 沃儿, 黎丫头怎么样? 苏承武没有任何隐瞒的意思, 冷着脸说。 高烧不退, 已经烧了三天了。 她在折腾下去, 要么肺炎, 要么烧啥, 要么你们给她准备后事。 第一次, 温润的医生有了黑脸毒舌的趋势。 人快不行了记得拉回家, 别影响我们医院的口碑。 老一半记会这些话, 陆老夫人一拐杖, 敲在苏承武的背上。 臭小子连奶奶都吓唬, 说实话。 苏承武, 我没吓唬您, 再不退烧可能真的引起其他更严重的病症。 苏承武也很纳闷, 宋黎又不是个小孩, 这么折腾自己做什么。 陆老夫人表情严肃了起来。 怎么回事? 发烧三天, 你就让他烧着。 老夫人直指陆金川。 不然呢, 我现在去买棺材板。 宋黎眼皮一跳, 陆老夫人猛地从凳子上站起来, 休养极好的老人, 指着陆金川扶着心口。 陆金川, 你想气老婆子是不是? 宋黎慌了, 老夫人心脏不太好, 如果真气出来的好歹, 陆金川肯定把这笔账算在她的头上。 奶奶, 是我身体不争气, 我不该在病者的时候到处乱跑, 您千万不要生气。 宋黎在后面抱住老夫人, 阿川说的都是气话, 他也是生气, 我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你消消气, 我一定养好自己的身体, 好不好? 他动静太大, 牵扯到了针头, 苏陈武一把把人摁在病床, 矫正掉针的位置, 冷声呵斥。 你是真想死是不是? 宋黎眼巴巴地看着陆老夫人, 他勉强坐下, 王妈吓坏了, 从口袋里摸出来一颗救星丸, 硬塞在陆老夫人的嘴里。 等你出院, 去老宅住两天, 我必须看到, 你好好的才安心。 宋黎连连点头, 老夫人扫了陆金川一眼, 看见他就烦, 叮嘱了两句, 带着王妈和保镖就走了。 宋黎松了一口气, 在床上和桌子上扫了一圈。 陆金川好整一瞎, 看着宋黎, 找这个。 宋黎抬头看去, 正是他早上留的纸条, 上面还是他的字, 绝秀轻正。 为什么我打扫了, 味道我除不掉, 你敢威胁安剑, 我就找奶奶, 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 宋黎耿住, 看向陆金川的样子, 他面带凝色, 笑得森寒。 宋女士不如好好和我说说, 你打算怎么鱼死网破? 第73章, 鱼可能死, 陆金川看着他的眸光都是稽愁。 宋黎, 看他一言不发, 陆金川讽笑一声, 带着提醒的口吻道。 奶奶在意你, 前提是, 你是陆太太, 一旦你脱离这个身份, 你以为你算什么? 鱼可能死, 网绝对不会破, 他表情满是疏离冷淡, 但陆金川说的没错, 他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也只是危险。 结果没吓到陆金川, 反而吓到了他。 宋黎眼珠子转了转, 低声说, 阿川, 我们和平共处行吗? 对此, 陆金川反应平平, 宋女士, 提醒你一句, 不和你和平共处, 我会过得更好。 不, 我还是有点作用的。 宋黎坚定地开口, 他唇半动了动, 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他, 柔光闪动, 漂亮得不可思议。 怎么说? 陆金川来了兴致, 宋黎组织一下语言, 阿川, 外界不知道我们离婚, 这个时候公布离婚信息, 可能让外界认为你在余润发生之后, 把自己摘得过于干净, 让人觉得太没担当。 不公布, 以后你和林小姐在有像前天晚上的活动时, 我可以帮忙打掩护等风波过去, 一别两宽。 你和林小姐结婚, 我一定抱一个红风。 陆金川脸上的信尾淡了下来, 他站在灯光下, 刀削腹杂的面孔, 修长挺拔的身躯, 让他整个人俊美地宛如一尊雕塑。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宋黎总觉得陆金川的眼神越发的阴冷, 我用你打掩护。 你觉得没有我的同意, 那些记者会有命拍, 有没有命发。 宋黎眼睫颤了颤, 他把人得罪死了, 对外宣布离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心似乎在滴血, 胃也开始作祟, 痛得他瞪大眼睛看着陆金川。 他伸出手, 宋黎以为他要动手, 躲都不敢躲一下, 可是男人却只是伸手摘了他额脚的汗珠。 看在奶奶的面子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宋黎听到这句话, 整个人脱了力, 缩在了被褥里。 他穿着病服, 这个病房也是陆金川的, 宋黎不敢躺着, 下意识地从床上爬起来。 刚有动作, 就被陆金川置住, 他面色黑沉。 干什么? 我可以坐着打点滴, 你的背上还没好。 你躺着, 陆金川眉梢拧着, 冷笑, 我伤在背上, 你要我躺着, 我是不是还要感谢宋女士贴心啊? 宋黎, 他明明不是这个意思, 好心荡成驴肝肺, 去床上躺下。 他不躺, 他怎么敢去睡? 陆金川大步上前, 拎着他的后衣领把人丢在床上, 他靠得近, 呼吸洒在他的唇边。 不要顶着陆太太的头衔死掉, 我先晦气。 宋黎没办法, 只能躺下休息, 这一休息, 就是三天。 身体压力大, 加上胃病复发, 三天里, 宋黎浑浑噩噩, 耳边似乎有江苏和云梦的声音, 但是在醒来, 病房里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 宋黎看了一眼手机, 三天过去了, 网上的消息已经销声匿迹, 热搜第一, 已经和他无关。 宋黎说了安介的名字, 那段被其余新闻热潮淹没的热搜真相一点点还原。 安介也在这个医院, 他昏迷期间, 他曾经到病房看过他。 粉丝破硫酸, 安介比较弱势, 在网上帮宋黎发声, 请求粉丝理智追星。 这次风波, 两个人名声或多或少都有损伤。 宋黎看手机上有白夜宁的未接来电, 赶紧回了过去, 白夜宁接得也快。 行了, 显然, 他到医院看过他。 宋黎不好意思, 低声问, 白警官, 您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案情有进展? 嗯, 白夜宁顿了顿, 低声说, 你描绘出来的话, 是警局重点缉拿对象, 这些年一直游荡在外。 宋黎瞳孔紧缩, 白夜宁说, 这个人连个具体名字都没有。 我们只查出来, 他在道上的名字, 叫阿詹。 他小时候就是警局的常客, 因为小偷不成案件, 每次小偷小摸关上两天教育之后就放回。 阿詹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他发案的地点每次都不一样, 但是发案之前会提前毁掉案发点的监控。 但是, 阿詹行凶有一定条件, 拿钱办事, 部署周密, 你身边的人肯定有帮凶。 宋黎昏迷三天, 白夜宁也忙了三天。 阿詹第一次浮出水面, 进入了凌城陆湾辖区, 上面在画像画出来之后就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快点把人缉拿归案。 社会独流就是警察的心头大患, 抓不到他, 白夜宁睡都睡不安稳。 他格局太小, 是陆湾分局的副局就惦记陆湾区的人民安危。 得知阿詹在这里, 晚上分布警力巡逻的力度都加大了不少。 白夜宁知道这个人, 这算是很大的进展, 同样的也不算是进展, 宋里有些失落。 这么警察, 难道就让他逍遥法外吗? 白夜宁低声说, 他确实令人发指, 但是宋小姐, 除却您流失的孩子, 阿詹手上没有其他的人民。 警局每天要追踪的穷凶恶极之人多不胜数, 巡回的走势人员不计其数。 我们为人民服务, 同时很多时候也不被人民歌颂。 案子我们会继续跟进, 希望您理解。 白夜宁说的是实话, 宋里意识到自己一时失言和白夜宁道歉。 那个粉丝可能不是安洁的粉丝。 结果用安洁的生日来测试他, 他对这个日期并不敏感。 但是现在, 他咬死了自己, 就是安洁粉丝, 要你付出代价。 粉丝的账户没有异样, 家人的账户也没有异样。 不存在被收买的情况。 加上硫酸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大, 但都是轻伤, 就算是判也判不久。 挂断电话, 宋里从床上爬起来, 去安洁的病房。 经纪人看到他, 脸色瞬间变得很臭。 好在安洁很温和, 他是个温柔的人, 还关心了宋里的病情, 让他坐下。 一觉睡了三天, 有病也先好了, 宋里不好意思地笑。 我没事了, 第74章, 想让我喂。 你来干什么? 如果没有陆金川和南总, 你连十八线都算不上。 经纪人眯着眼睛, 怀疑地看着宋里, 你该不会是来蹭热度的吧? 说着, 经纪人还在往病房外探头看了一眼, 有没有记者。 宋里只觉得尴尬, 尴尬的安洁也觉得尴尬。 我来是因为粉丝颇流酸的事情, 以为宋里是爱讨说法的, 一瞬间安洁的表情也有点不好看。 宋里眼瞼垂了下来, 低声说, 那个粉丝恐怕不是你的粉丝。 安洁猛地抬头, 在圈子里混久了, 安洁很在乎羽毛。 他是演艺型艺人, 并不走流量, 粉丝年龄稳定在二十五、 六岁, 大多都有素质。 你说什么? 你快把话说完。 经纪人性子急, 拽着宋里开口。 宋里低声说, 刚才白警官给我打了电话, 粉丝对你的生日都不敏感, 喜好更是不了解。 这件事情, 你是受我所累, 幕后的人想毁掉我, 我伤到了无辜的你, 该道歉的是我, 却让你被倒了两次前。 病房沉默了一瞬间, 安洁依旧温柔地低声说, 如果我在网上澄清 破硫酸的人不是我的粉丝, 你恐怕要一个人吃这个哑巴亏了。 尤其是安洁的粉丝, 肯定不乐意。 即便宋里是受害者, 粉丝会担心, 后续会不会有人再伤害宋默, 会不会再殃及安洁? 事情可大可小, 大到能把宋默逼出圈子, 小到其实击不起什么浪花。 你去查粉集吧, 该澄清澄清。 我并不红, 能不能走下去, 其实不重要。 经纪人低声说, 我会去查, 安洁走到今天不容易, 对不起了宋小姐。 阿姐年龄不小了, 能在娱乐圈里待的时间不多, 她不像你, 离开娱乐圈, 还有陆金川。 医院的空气其实很冷, 宋默走远了, 靠着墙蹲了下来。 不知道多久, 耳边都是脚步声, 在她身边停下, 宋默微微撑起头, 看见了地上正亮的皮鞋, 以及黑色西裤包裹的长腿, 顺着做工精良的布料上移, 宋默对上了陆金川那双冷沉的眼睛。 她鼻尖色了一下, 看她委屈, 陆金川气乐了。 醒了就乱跑, 嫌命大, 还是怕死得慢。 宋默没理她, 在她身后找人。 找什么? 盛岚呢? 宋默苍白一笑, 我想和她聊一聊。 陆金川忽然俯身, 把人从地上捞了起来, 躺在她怀里, 宋默挣扎。 陆金川的手臂很稳, 没有松手的趋势, 宋默气得抡起粉拳在她胸口一阵锤。 陆金川,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抱我? 没拿到证, 也叫离婚。 陆金川眼底有阴影, 我现在就算是扮了你, 也是合法的。 你无耻。 宋默破口大骂。 陆金川阔步直接到了病房, 把人丢在病床上, 这一丢砸得宋默头晕眼花。 你神经病。 宋默气得脸都快发绿了, 鼻尖忽然嗅到了一阵香味, 沉眠已久的胃瞬间被唤醒。 林公馆的海鲜粥, 她的最爱。 宋默找了一圈, 在床头柜上看见了餐盒。 你去买粥了? 给我吃。 喂鬼。 陆金川似笑非笑, 冷冷地瞪了她一眼。 宋默捧起粥, 餐盒很漂亮, 像是陶瓷的, 外面还有金线勾勒出来的漂亮花纹, 低奢的感觉。 她吃了一口, 心脏被击中, 莫名开始难过。 他们之间感情最浓的时候, 陆金川知道, 她喜欢林公馆的海鲜粥, 差点把整个餐馆的收购, 甚至几次给主厨抛下橄榄枝。 因为价格昂贵, 宋黎本以为自己吃不到林公馆的菜了。 她一口接一口, 边吃边在心里唾弃自己没出息, 陆金川在旁边打电话, 听上去应该是工作上的事情, 她的口吻平平, 干的,下午拿不出方案, 就去人事递交辞呈, 干不了就让干得了的人来做。 宋黎被她骤然提高的声音吓了一跳, 脸都白了两分。 陆金川看了过来, 她举着勺子, 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陆金川掐了电话, 森笑, 想让我喂。 宋黎闻言捧着餐盒把剩下的粥全部吞到了肚子里。 她饭量不大, 一碗粥下肚就差不多饱了。 那个, 我想出院。 再观察一天, 陆金川想也不想地拒绝。 不是因为奶奶, 你以为我有时间在医院和你打嘴炮。 陆金川腻了过来, 她眼底压着两分力气, 表面的温润俨然掩饰不住。 可我要工作。 送礼委屈。 陆金川, 我不高兴了, 你可以一辈子都没工作。 你那么凶干什么? 我说过, 她醒来基本上就没有大碍了。 苏承武出现在病房门口, 不知道来了多久, 男人恢复成了风度翩翩, 墨上人如玉的温柔公子, 适当下去转转, 心情开阔, 有助于恢复。 阿川, 担心就是担心, 威胁讨不到女孩子欢心。 陆金川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 浑身的刺都直了起来。 我担心她。 对, 我担心摆脱不了她。 陆金川说完, 摔门离开。 宋礼眼睛暗了暗, 苏承武低笑。 阿川只是心情不好, 并不是真的不喜欢你。 苏医生, 我可以出院了吗? 苏承武低声说, 看见外面的保镖了吗? 宋礼看过去, 刚才是被陆金川抱进来, 他并未留意。 这么一看, 窗台下面乌鸦鸦, 站了一排人。 宋礼看向苏承武, 他说, 你能不能出院? 不是我说了算的。 整个医院都是阿川的, 他说了算。 宋礼总觉得, 陆金川不让他出院不是因为他身体没好, 而是短暂地想不到其他的理由囚禁他。 外面满城风雨, 医院还算安全, 你出去干什么? 宋礼又说, 我看网上关于我和安洁的风波已经停了。 可是陆氏企业形象被你牵累, 有一个无赖在网上爆料说, 在住陆氏旗下连锁酒店时被服务员骚扰了。 苏承武还想说什么? 陆金川去而复返, 满目凝光盯着苏承武, 嘴不会用就捐给有需要的人。 苏承武朝宋礼探了探间, 在陆金川的视线里出了病房, 路过他时, 用两个人的声音道, 阿川, 媳妇不是这样看的。 第75章, 我是晚星。 陆金川眉梢都是急朝。 宋礼看过来, 苏承武说的是真的。 陆金川瞥了他眼和你有关, 我可以帮忙澄清。 宋礼低声说, 他一枪孤勇, 这句话脱口而出, 完全没想到要怎么澄清。 陆金川吃笑, 刺不量力。 他确实很忙, 没空和宋礼闲扯, 但是女人攥着他的手臂, 眼底有光。 所以, 你不让我出院是为了保护我。 陆金川眼洁低脸着, 他眼底都是不耐, 一把掀开宋礼的手臂。 如果你是陆太太, 怎么往自己脸上贴巾都无所谓。 现在, 你觉得, 你还有没有让我劳心费力的价值? 我回来, 就是为了通知宋女士一声, 别出去乱晃, 给陆氏公关增加难度, 这就是你唯一能帮上的忙。 陆金川忽然靠近, 他的发质坚硬, 扎在他的面颊上, 微微刺痛, 他随即起身, 手里拿着一把车钥匙。 宋礼混乱的脑子瞬间清明, 白嫩的小脸瞬间红了个彻底, 耳根也热了起来。 自恋就算了, 还被人当场拆穿, 丢人。 宋礼在医院里又待了三天, 身体好了, 再待下去, 他觉得自己骨头就要酥了。 就在他烦躁地要命时, 盛兰来了医院, 告诉他他可以出院的消息。 出院手续办完, 宋礼追着盛兰到了医院的停车场。 盛特主, 盛兰回头, 他依旧像是一块冷冰块, 那天晚上劝解他的人仿佛不是他。 太太, 有事吗? 陆金川舔着唇角, 眼睫滴滴的, 口吻很沉。 你那天带我去迷宫像, 是谁受益的? 盛兰拿出手机, 找到了那天的短信, 递了过去, 陆金川发的, 带他过来。 宋礼抿住唇角, 孩子没了, 宋礼也确实怀疑过陆金川。 可是这三天在医院待着, 他一直在思索那天的细节。 他不觉得是陆金川, 换句话说, 陆金川今天提醒了他, 他根本不值得他亲自动手。 如果他不要孩子, 当初根本不会说让他生下来的话, 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盛兰看过来, 宋礼低声说, 我想要那天去迷宫像的名单。 盛兰答应了, 宋礼才放人离开。 他也第一时间去了剧组, 男女主都住院, 但是并未影响, 昨夜有风剧组开拍, 但是开机宴出事到底有些晦气。 江岛看见他, 愣了一下, 好了, 宋礼连连点头, 江岛的意思是让宋礼再学习一天, 明天开始拍他的戏份。 结束的时候, 是云梦和江苏来接的他, 江苏看见他, 眼泪稀里哗啦地往下掉, 伸手抱住了他。 姐姐, 姐夫太过分了, 我和梦姐姐去医院找你, 他竟然让保镖拦着我们, 不让我进去看。 宋礼顿了顿, 揉了一下他的脑袋。 素素, 已经不是姐夫了, 不能再这么叫了。 不是姐夫了, 他凭什么管你江苏一双眼睛通红? 我要报警告, 他是非法拒禁。 宋礼失效, 你去医院干什么呀, 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和盛兰聊的话题, 小丫头不适合听, 他起身去了卫生间。 江苏在位置上等着, 他新买了手机, 刷小视频的时候, 听到了宋礼的名字。 隔着漂亮的绿植, 江苏看见了坐在对面的两个女人。 正对着江苏的那个非常漂亮, 上面穿着一件湖蓝色短屁, 他侧坐着, 能看见下半身穿着白色的直筒冰丝长裤, 举手投足间, 腰线露出来, 没有一点坠肉。 你问陆总和宋礼的关心干什么? 是不是楚小姐交代你做什么事了? 美人就是美人, 你没多漂亮。 婉星, 楚岳是帮过你, 但是你现在人已经被陆总遣送出国了, 你不要帮他做傻事。 苏兰对面的人就是杨婉星。 苏苏, 你也太小心了, 对我都没有一句实话嘛。 杨婉星撩了一下头发, 笑着说, 我只是问问, 如果陆金川和宋礼结婚了, 楚总是不是有机会回国? 苏兰没直接说他们离婚了, 他知道自己的小闺蜜和楚岳关系好, 低声说, 你不用太着急, 楚岳在国外是历练, 陆总不会让他一辈子在国外待着的。 这几天有些忙, 我就不陪你了, 先回去了。 苏兰对着杨婉星摆了白手, 拎着包包往外走。 杨婉星没急着走, 而是坐在位置上打了的电话。 顾总, 我是婉星。 我探过苏苏的口风, 80%的可能, 陆金川和宋礼已经离婚了。 杨婉星的口吻很温柔。 您如果真的有想法, 还可以想个办法再试探一下陆总的想法。 杨婉星打了过去, 迷宫巷里的名单拉了出来, 那天去迷宫巷的人很少, 南淮见了客户, 灵珊, 陆金川, 苏陈雾和楚岳, 以及去给楚岳送车钥匙的杨婉星。 这些人都不太亲近, 宋礼完全没有头绪, 思来想去, 还是陆金川的嫌疑最大。 宋礼整理不出来头绪, 舌身回座位, 看见小丫头趴在分割位置的看台, 不知道在看什么。 素素。 江素吓了一跳, 他把手指放在唇瓣上, 示意他小点声。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杨婉星转头就看见了宋礼。 他站起身, 一眼就看见了躲在绿枝后面的江素。 杨婉星五官偏深邃, 一看就是女强人。 小朋友, 偷听大人说话。 他口吻温柔和长相极为不符, 江素有些害怕从位置上站起来, 躲到了宋礼的身后。 宋礼认识杨婉星和楚岳沆瀘一气, 不是什么善人, 加上删除监控的IP地址, 他直觉孩子的事情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但是又没有直接的证据杨小姐。 陆太太, 好巧, 世界真的是小, 小到刚出院就看见自己不喜欢的人。 宋礼不想搭理他, 扯了扯唇角, 拉着江素去结账, 连面子功夫都懒得做。 第76章, 有人自杀。 杨婉星的电话还没挂, 看着宋礼走远, 对着电话里的人说。 顾总, 县城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从餐厅出来, 江素拉住宋礼。 姐姐, 刚才那个女人不别好骗, 她对你。 素素, 不可以这么说话, 很不雅。 江素也顾不上宋礼的教训, 撅着嘴说, 她本来也不是个好人。 话再次被打断, 陆太太, 一个男人忽然凑了上来, 拦住了宋礼。 卫少, 宋礼的脸沉了下来, 玉盈因为了拿到 昨夜有声剧组女主的角色, 给她用安眠药 让人有机可乘的事情还没解决。 她没去找玉家的人, 玉少先找到她的头上了。 是我。 现在, 盈盈的事情只是一个误会, 她还小, 一开始就没想真的伤害您, 这个锅不该让盈盈自己背。 你帮忙和陆总说说好话。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玉家第一时间就放弃了玉盈盈, 玉少这个准计成人, 来求她这个受害者 同情玉盈盈, 是不是有些过了? 玉少, 您要是觉得警局的处理 不公平不公正可以上诉, 我在陆金川哪里也说不上话, 抱歉我帮不了你。 宋礼要走, 玉少拦着人。 算我求你了, 盈盈只是喜欢男怀, 她没有什么坏心思。 你再拦着我, 我就报警了。 宋礼不是泥人, 她喜欢男怀也好, 想出演, 昨夜有声, 也行, 都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她对我下手的时候, 就该想好所有的可能。 这是她旧游自取。 宋礼牵着江苏走, 玉少还不罢休, 在后面追着她, 陆太太, 你有条件可以提, 能满足我都满足, 我只想保盈盈出来。 这一刻, 宋礼竟然诡异地 开始羡慕一个 做错坏事的女人。 我说了, 我帮不了玉盈盈。 宋礼低声说, 你该求的人不是我。 这句话说完, 玉少没再跟过来。 江苏看宋礼脸色不好, 小心翼翼地问, 姐姐, 姐夫是不是对你不好啊? 刚才那个人好奇怪, 玉盈盈是谁啊? 凌晨满是风雨, 宋礼揉了柔欲素素的脑袋。 盈盈, 你准备一下, 明天姐姐送你去高铁站, 你早点回去。 为什么啊? 宋礼没说, 他要查的事情过于复杂, 如果江苏不回去, 很有可能会伤害到 海天开始黑了。 江苗在微信上问他, 还学不学画画。 既多不压身, 宋礼当然学。 他还是要把阿璋画出来, 毕竟那个素面专家 不会把自己 画的稿件给他。 江苗让宋礼到绿色。 绿色在陆氏行政大楼下面, 距离RL也不远。 宋礼过去的时候, 江苗已经在了, 落地窗前聚集了不少的人, 像在看热闹。 对面就是陆氏行政大楼, 揍了一排, 这个架势该不会 是有人跳楼吧? 江苗已经看见他了, 朝他招手。 快快快, 快过来。 江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学画画? 还学什么? 有人在陆氏顶楼自杀, 警局都惊动了。 听说陆金川已经上去了, 媒体可都在下面。 宋礼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 想什么不好, 想有人自杀。 这下好了, 真的有人想不开。 不可能吧, 陆氏顶楼是总裁办, 想上天台要有钥匙。 江苗摇摇头, 说, 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是假的, 记者也不能来啊。 我收到的一手资讯, 是陆氏的内部员工。 前段时间你的事情不是闹得大吗? 陆氏酒店被针对, 那个服务员可能也真的有问题, 被陆金川开除了, 不知道怎么趴上去的。 阿黎, 当初南淮哥哥牵下你, 真是个正确的抉择。 能搞死陆氏的人就只有你。 真棒, 搞死那个冰块脸。 宋礼, 如果是因为他的绯闻闹出来的, 他也没办法置身事外。 宋礼拿出手机给陆金川打电话, 对方没接, 刚出咖啡厅, 他就看见了于晴。 他身后保镖不少, 显然是过来维护秩序的。 于先生, 宋礼拦住他, 我联系不上阿川。 看见宋礼, 于晴挑眉, 阿川现在忙着呢, 说起来忙的还是小嫂子你的事情。 我正好要去找他, 一起去。 宋礼犹豫了一下, 陆金川不让他添乱, 这个时候过去会不会不太好。 天台没有记者, 跟着我记者也问不了你的问题。 于晴看出了他的犹豫, 解释道, 这个时候你不出面, 于面子上也过不去。 阿川处理的是, 你的事情遗留下来的问题, 该面对还是要面对的。 走吧。 宋礼没办法, 只能跟着他上去。 于晴带着宋礼走的总裁专用电梯, 天台上远比宋礼和僵扰响响的热闹, 陆金川、 林山还有那个服务员。 后者坐在没有护栏的天台上, 是个女人, 她声音尖锐。 明明是客人骚扰我, 为什么开除我? 我来参加这个工作本来就是勤工俭学, 客人说我骚扰就是我骚扰。 你们调查了吗? 我被辞退回到学校, 怎么面对同学? 她哭得厉害, 年纪轻轻, 已经苍白得不像的样子你掀下来。 你还年轻, 如果真的自杀不值得。 林山开口, 你们都是为了陆氏, 才上来和我说这些的, 平时你们会理我吗? 服务员冷笑, 陆金川面色不好看, 已经有耐心告庆的趋势。 废话那么多, 你想清楚, 跳下去对陆氏可能有影响, 但是绝对不大。 换的大楼而已, 我不是换不起。 陆金川的话能把人气死, 宋黎眼皮直跳。 果不其然, 服务员已经站了起来, 他身形摇摇欲坠。 行政大楼六十多层, 凌晨建筑可以, 五十多层有看台, 绿色就建在和看台交接的平地上。 充气的气垫也放在上面。 我不和男人谈。 宋黎上前一步, 你想要什么? 不如和我说, 我要你上来和我谈。 服务员可能觉得, 一起上来。 第七十七章, 能站稳吗? 几乎在服务员说完之后, 灵珊就动了。 他往前走了一步, 陆金川距离他很近, 铁掌握住了他的手腕。 珊珊, 你干什么? 我。 陆金川耐心耗尽, 任何一个想死的人都不会在自杀的时候大张旗鼓。 他拉着灵珊往回走。 阿川, 事情还没有解决, 他是我的粉丝, 不会伤害我的, 我们只是聊一下。 陆金川不同意, 灵珊, 陆氏不用你陪上自己来公关。 灵珊有心脏病, 十层的天台, 他的心脏哪里能承受。 鱼潘扎舌, 你们俩你能我能完了没有? 不要把我和陆太太当作不存在心嘛。 他只间加了一根烟, 抖了抖烟灰, 人家珊珊愿意为了陆氏做贡献。 这位漂亮的小姐, 不是还要求陆太太一起上去吗? 就算是他想拉人陪他死, 也没办法同时拉两个, 对吧? 陆太太。 听到于晴提到他的名字, 宋黎心里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宋黎表情淡默, 于先生, 你不如说让我自己去, 据我所知, 林小姐是有心脏病的。 你真的舍得让林小姐上去吗? 你们要商量多久? 女服务员鸡嘲一声, 我只是不想和看人长相的男人谈判, 带你们去死是犯法的, 我看上去那么傻。 这句话阐明了女服务员的意图, 她不是真的想死, 只是想要一个公道, 仅此而已。 林山正开陆京川的束缚, 阿川, 我不怕的, 只是聊两句, 我平时也和粉丝聊。 林山被家族养得不安适适, 人已经主动走到了天台前, 任由女服务员拉了上去。 她喜欢红色, 长裙被风撩起来, 她随意地用手压了一下, 但是雪白的长腿还是裸露出来, 笔直纤细在半空中摇晃着, 似乎在人的心脏上晃荡。 陆太太该不会不愿意去吧。 于晴胆了胆烟灰,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真让于晴说对了。 十层楼, 就算是宋黎不恐高, 也是个正常的女人, 会害怕的。 她的胆子不大, 天生怕死, 掉下去, 就算是有充气垫, 万一死了怎么办? 虽然这件事情, 绕七绕八和她有关, 但是主要因素, 还是陆氏人事部不作为, 没有做好离职员工的思想工作。 可是林山已经坐上去了, 宋黎没办法不去。 她步伐僵硬, 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 隔着很远的距离, 她能看见陆金川的紧张。 宋黎不知道她在紧张谁, 她肯为了她挡瘤酸, 万一是在担心她呢? 宋黎回头看了下面一眼, 心脏几乎停了下来。 她一次发现, 十层楼原来这么高, 高得宛如悬崖峭壁。 女服务员还没开始谈条件, 宋黎的心脏已经开始颤抖, 听不到任何人的讲话了。 林山和女服务员聊了两句, 宋黎留意到, 陆金川和于晴正在悄无声息地靠近, 两个人, 一个人站在宋黎这边, 一个站在林山那边, 伸手就抓住他们两人。 宋黎心放在了肚子里面, 安抚自己, 应该的不会掉下去。 你现在可以说你的条件了。 看得出来, 女服务员真的喜欢林山。 她问了这个问题之后, 前者脸上浮上一层薄红, 是看见偶像式的激动。 陆金川和于晴有微微放松时, 女服务员忽然发难, 她猛地一把拽住林山, 一把拽住宋黎往后仰去。 宋黎的呼吸似乎风堵住, 心跳飙高, 她看见陆金川朝这边伸手。 宋黎伸过去, 手在空中抓了一下, 身体骤然失重, 急速下坠。 她清楚地看见陆金川和于晴 同时抓住了林山。 因为服务员拽着林山, 她身体悬在半空中, 唯一下坠的人。 只有她, 心脏几乎骤停, 恐惧到极致, 她喊都喊不出来。 她看见陆金川瞳孔俱阵, 眼底恐慌的样子, 随即什么都没了。 宋黎。 最后一秒, 宋黎看见不要命冲过来的南淮, 她失去了以往所有的风度, 半截身体探出来, 想要抓住她的样子, 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脑海里。 身体重重砸在了冲气垫上, 脑子似乎被重击过, 混沌不已。 南淮的身体被紧跟来的保镖紧紧地拽住, 南总。 南总, 下面有冲气垫, 你不要冲动, 我们先下去看看。 南淮目自欲裂, 她正开人, 转身看见陆金川怀里缩着林山, 两个人相拥的画面令人作呕。 往前走了两步, 她一拳狠狠地朝陆金川砸了过去。 陆金川没躲, 林山尖叫一声, 纤细地身体扑上去, 护住陆金川。 南淮, 你要干什么? 于晴也愣了, 她表情难看。 在陆氏的地盘上和阿川动手, 南总好大的威风, 保镖严阵以待。 在凌晨, 没有一个人没听过于晴的名字, 只不过没有一个人的评价是正面的, 没有她想办却办不了的人。 真让人恶心。 南淮看着陆金川和林山忽然开口, 这么爱她, 你当初为什么要遭她送离? 你们可歌可泣的爱情, 要牺牲另外一个女人来陪衬吗? 她说完, 转身就大步往外走。 于晴的人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南淮觉得可笑, 这么多人, 让陆氏集团的总裁夫人掉了下去, 动了手还想走。 于晴面容阴沉, 眼底都是利器。 南淮一点不惧, 她回头看着陆金川, 男人眼底兵荒马乱, 看着看抬的方向出神。 阿晴, 让她走。 阿川, 林山不乐意, 陆金川嘴角已经轻了, 她看一眼就心疼。 于晴顿了一下, 陆金川的视线掠了过来, 眼底情绪汹涌, 于晴狠狠皱眉, 朝保镖挥了挥手。 南淮直接下了楼, 天台上的风很大, 林山捧着陆金川的头, 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都怪我, 我不该答应的, 阿川, 对不起, 我一开始只是想要帮你。 陆金川的眼神聚焦, 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林山的身体小幅度地抖着, 陆金川拥着她, 淡默地问, 能站稳吗? 嗯, 她很倔强, 扶着墙壁站着, 右手揪着心口的衣服, 面色惨白。 都这样了, 就不要强撑了。 于晴伸手扶了林山一把, 低声说, 我和阿川送你去医院, 没人在乎宋黎的死活, 反而是林山。 阿晴, 我们去, 让阿川去看看宋黎。 第七十八章, 长得讨厌。 宋黎眼神空芒, 心脏恍惚, 不是自己的。 她想起了小时候, 在铜镇救下来的小男孩, 她记得她自我介绍时说, 自己叫桃子。 那时候, 桃子和她周围的孩子都不一样。 她穿得像是一个小仙童, 不像是她和孟孟素素, 脏得像是泥堆里的孩子, 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的。 宋黎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铜镇的山上, 她不知道怎么掉下悬崖, 被一根松树揽住。 悬崖万丈, 她小小的身体在上面摇摇欲坠。 宋黎在山上玩习惯了, 加上江峰一直让她到山上挖猪草, 采蘑菇, 她自己也滑下去过, 命大没有死。 她找个绳子, 把绳子系到树上, 另一头扔下去, 让她自己往上爬。 她不敢, 说害怕。 一个男孩子, 眼眶都红了。 宋黎很看不起她, 现在她终于明白她的恐惧。 失重坠落, 宛如与死神擦肩, 窒息感充斥在她嗓子里, 叫医生过来。 不知道多久, 脑袋被人轻轻拖起。 宋黎。 好温柔的声音, 宋黎对上了男怀的眼睛, 她眼瞼下方的泪质闪闪发光, 眼眶红着的样子, 和当年的桃子如出一辙。 桃子? 男怀垂下头, 低声问。 什么? 宋黎猛地起身, 整个人扑到男怀的怀里, 她紧紧地抱住男怀的腰身, 身体小幅度地抖着。 男怀的身体, 将映着陆金川一心人下来的时候, 看见的就是宋黎主动拥住男怀的样子。 吃。 于晴不屑地一笑, 还以为男怀有多高尚, 还不是公共场合抱着别人的妻子。 阿晴, 临山喝了一声, 陆金川神色疏离, 似乎不远处地拥抱在一起的人, 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唯独一双大掌握成拳头, 插入到西裤口袋里。 有记者拍了照, 可是男怀的保镖挨个把记者拦了下来, 配合在场的警察, 半强迫着让记者删除了照片。 RL的公关及时上线, 在网上撤掉关宋黎的热搜, 删除蹦出来的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的照片。 对此, 宋黎一无所知。 男怀明显紧张, 一直问宋黎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宋黎摇头的时候, 脑袋昏得不像话, 120也到了, 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医生说, 天呐, 小姐你可能脑震荡, 不要晃脑袋啊。 男怀道, 去医院, 做个检查。 男朋友把人抱到车上, 别让他一个人走。 看上去没外伤, 不清楚其他情况, 尽量不要让人自己活动。 宋黎还没来及地解释他和男怀的关系, 身体已然腾空, 他下意识地攥住了男怀胸前的衣巾, 把宋黎抱到了救护车上。 他人也上来了, 雪白的衬衫上有脏污, 看上去像是刚才靠在天台上蹭的灰。 宋黎忽然想到, 刚才自己脆弱时主动投怀送抱的样子, 一瞬间耳根都像是冲了血, 红得厉害, 面皮也一片滚烫。 他别开头, 小声问, 男怀, 你什么时候回的国? 有问题待会儿再问, 你先不要说话, 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就好。 彼时, 姜绕听说从天台上摔下来的人是宋黎之后, 踩着高跟鞋跑过来时, 看见男怀紧张地抱着宋黎上了救护车。 他愣住,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发给男怀的消息。 宋黎上了陆市天台, 去解决陆市有人员工自杀的闹剧事情, 还是他发短信告诉男怀哥哥的。 一瞬间, 姜绕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 男怀对宋黎的喜欢几乎快要溢出来了。 姜绕瞬间握紧了手机, 骨节泛白, 银牙也咬碎了, 最终眼底只剩下了暗淡。 因为要送临山去医院, 于晴看见了姜绕, 等车无聊, 他闲着无视逗她。 这不是姜小姐吗?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他身边站着临山, 姜绕怎么看, 怎么觉得和陆金川一起长大的人讨厌, 臭着脸直对于情。 你呸, 他太傲娇了, 傲娇的凌山看了他一眼。 看什么看? 长得倒是和宋黎一样, 就是脑子不好使, 惦记别人的老公。 凌山本来脸色就白, 文言脸色更加难看, 但是姜绕是姜家的小公主, 凌承显赫世家, 还是鸿门的姜家, 四代单传, 亲一色男孩中, 全家盼来的唯一个女孩, 备受娇宠。 就算凌家家底丰厚, 凌山也不敢和姜绕对上姜小姐, 我好像没有惹到你, 你长得惹到我了, 长得讨厌。 姜小姐果然牙尖嘴利, 这么能说, 怎么不再让南淮喜欢你上下功夫? 于秦讽刺地开口, 姜家小公主喜欢南淮, 并不是个秘密。 姜绕也不认输, 反唇相击, 你嘴巴这么长, 是不是在成为长蛇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翻了白眼, 拍了拍身上穿着的裙子, 满脸嫌弃的开口。 真会气, 姜绕踩着鸡粉丸他们, 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开。 凌山眼底闪过一抹阴沉, 转瞬即逝, 他看着于秦, 声音柔弱。 阿晴, 让你陪我挨骂了, 抱歉。 于秦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该道歉的是我, 是我去招惹他的。 他还小, 说的话都无心, 姜姜你不要放在心上。 于秦长得美, 一笑美得天地能变色, 夸奖凌山时多少让人无法投入。 姜姜, 你可是国内宅男心中的女神, 小丫头就算是不喜欢你, 也不是因为你不好看。 她喜欢南淮, 刚才南淮抱着送礼走了, 八成见你们长得相似, 迁怒你了。 凌山失笑, 姜绕也太任性了, 真担心她惹到不该的惹的人。 车子到了, 于秦边拉开车门, 边对凌山道,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 就算是真的惹到了, 姜家也能保全她。 凌山硬喝, 两人上车, 刚要和上车门的时候, 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拉住了车门, 随即陆金川俯身钻了进来, 她俊美无仇。 进来的一瞬间, 车厢的温度下降了两个点, 凌山愣了愣, 阿川, 你, 我陪你去医院。 她愣了片刻, 随即一丝甜蜜从心底蔓延了上来, 甜丝丝宛如在心口上抹了蜜, 没忍住, 她垂眸滴滴地笑了一下。 第79章, 似乎炫耀, 宋黎的脑子混得厉害。 检查的时候, 宋黎总觉得南淮比她还要紧张, 好在结果出来得快, 轻微脑震荡。 转入普通病房, 观察24小时, 没事就可以出院了。 宋黎, 我能不能不住院? 昨夜有风, 剧组刚开拍, 她已经连续放了好几次鸽子了。 宋黎看着南淮, 水灵灵的眼睛里染着渴求。 南淮, 江岛今天说明天要拍我的戏份。 你不在我请假的次数已经足够多了。 南淮摇头, 心欲也没有益处, 先养好身体, 江岛那里, 有我。 护士确定了宋黎的病房之后, 低声说, 往前走西边第二间病房, 医院轮椅有限, 剩下的一台坏掉了, 可以自己走吗? 不可以的话, 我掉一个可疑洞病床来。 宋黎看了一眼病房, 总共没有十米的距离, 寒个床过于夸张了点。 我可以的, 不要走太快, 慢慢走。 护士叮嘱, 宋黎扶着墙壁往前挪了一步, 脑震荡的后遗症, 她每走一步都会有很重的反胃的感觉。 阿川, 你送珊珊去病房, 我去办理入院手续。 是于晴的声音, 宋黎抬头, 对上了南淮不自然的目光, 她高大的身体挡在宋黎身前, 似乎想遮住什么, 但是已经晚了。 她看见了, 灵珊依旧是那一系红裙, 坐在轮椅上, 脸上羞涩的笑容, 整个人宛如陷入热恋的青涩少女。 灵珊也看见了宋黎, 两箱对齿, 空气寂静。 宋黎有时候觉得, 世界真的太小了。 灵珊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想抚开陆金川推着轮椅的手, 这个动作, 让纤细素白的手, 和男人骨节分明地大掌握在一起, 似乎炫耀, 暧昧从生。 如同出了电, 灵珊猛地抽回了手。 宋黎, 阿川很担心你。 担心道, 危险一发生, 第一时间朝灵珊奔赴而去。 担心道, 他摔得脑震荡, 他推着别的女人站在他对面, 眸底波澜不惊。 宋黎忽然笑了。 经此一意, 他总算是明白, 陆金川心底里真的没有一点他的位置。 以为他的深爱, 不过是他的自作多情, 一厢情愿。 宋黎没接话, 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阿川, 不用管我, 你快去扶着宋黎, 灵珊推了陆金川一下。 凌晨半个神, 陆氏集团的掌权人, 身价过千亿的陆金川, 唯一敢这样推他的, 大概只有灵珊。 不用。 宋黎站直身体, 笑着说, 相比较起来, 你的身体比较重要。 灵珊慌了, 低声说, 我和阿川只是朋友, 你不要误会, 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不在乎的。 宋黎笑着, 我们已经协议离婚了。 追新闻的记者奔赴到医院, 听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句。 一瞬间, 几个记者都举起摄像机, 对准了宋黎。 蓝怀想让他停下来, 公开场合, 满视记者, 他这算是自揭伤疤, 也是自毁虔诚。 可是卑劣心作祟, 他又想让宋黎说完, 告诉全天下, 他已经和陆金川无关了。 他已经完全不在乎, 宋黎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只要他说, 他就信。 灵珊瞳孔缩了一下, 陆金川选择救你, 一是因为你们是好友, 青梅竹马, 二是因为身体因素。 灵珊有先天性心脏病, 坠落下去, 很有可能心脏骤停。 我和陆总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了, 算是熟悉的陌生人。 他救你, 我们两个都不用死, 我觉得他的选择很理智。 宋黎冲着灵珊, 笑得风轻云淡。 你不用道歉, 也不用再强迫陆总给我解释。 他没有救我的义务, 我也够不上他亲自救的资格。 站在美光灯的正中心, 宋黎没有任何的怯场, 脸上的笑容浅淡, 他已经换了病服, 衣服大了一号, 潺弱的身体装在里面, 空荡荡的陆金川, 捏着轮椅的扶手, 骨节泛白。 一股即将失去眼前女孩的感觉浓烈了起来, 他胸腔里一阵质闷。 他觉得宋黎大概是疯了, 这时候爆出离婚,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 他会声名狼藉, 臭名昭著。 记者宛如一窝蜂地堵了上来, 将宋黎团团围住, 他和灵珊身边亦然。 陆太太, 可以回答一下你和陆总离婚的真正原因吗? 是不是因为安介? 陆先生, 离婚之后你将有什么打算? 有传闻称你和陆小姐相恋多年, 近期能收到你们的好消息吗? 宋小姐, 你能不能正面回答, 一下你和安介在妹色里面到底发生过什么? 记者根本拦不住, 南淮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挡在宋黎面前, 不让人触碰到宋黎。 可是周围水泄不通, 宋黎只觉得缺氧, 随时会晕厥, 呼吸变得艰难时, 保镖到了。 沈青慈带来的人, 强硬地把记者和宋黎一行人隔开。 他铁壁一身扶住了宋黎, 护士插了进来, 翘脸憋得通红。 你们这些记者, 到底有没有职业道德, 围堵一个脑震荡的病患? 你要不要紧。 宋黎只是笑了一下, 他眼前一片黑尘, 临近晕厥。 他要强得厉害, 情况对他而言太糟糕了, 他不敢晕倒, 怕明天的娱乐头条就是宋黎被陆少抛弃, 伤心欲绝, 晕厥在医院里。 或者, 更夸张, 南淮顾不上那么多, 俯身小心翼翼地把人抱起来, 进入病房里, 把人放在病床上。 沈青慈跟了进来, 宋黎眼睛已经开始空了, 他说话开始含糊。 南淮, 安静, 这件事情, 唯一无辜又被牵连甚深的, 就是安静。 我会帮他摘干净, 病脚一片湿润, 宋黎道歉。 对不起, 沈青慈气了个半死, 你是不是傻? 林山巴不得你在记者面前说得再多一点, 把自己的男人拱手让人, 在大众的眼皮下面跌得粉身碎骨, 就是你的骨气吗? 你什么时候说清楚不好,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撇干净。 宋黎眼前一片朦胧, 沈青慈不会懂, 曾经的救赎永远寄灭, 对他而言到底是多么追星刺骨的事情。 不进娱乐圈而已, 世界上又不是只有这一份工作。 第八十章, 衬人之危。 宋黎说完, 意识瞬间消沉。 陆金川宋黎以协议离婚的消息完全压不住, 以做火箭的速度直冲热搜第一, 微博服务器再度瘫痪, 网友炸锅认定宋黎和安界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 陆金川不愿意戴这个绿帽子。 就在这个时候, 陆氏官博公布宋黎当天身体的检测报告, 宋黎身体里没有检测出来男性的体验, 在妹色的包厢里, 两个完全失去理智的人要发生关系之前, 还有心思找小雨伞吗?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更别说包厢里没有了, 也就是说, 宋黎和安界是完全清白的, 这条微博没让热搜的热度消散, 反而舆论逆转, 所有的语言暴力都指向了陆金川。 看到这里, 我只想替SL庆幸早些脱离苦海。 如果SL不是陆太太, 没人会对她下手, 在绝对可以确定她是受害者的情况下, 在她最脆弱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 陆氏或者我不要命地点更名, 陆氏少东只在乎这一纸报告。 受害者有罪, 如果SL有罪, 那就是遇见了陆金川, 那就是像林山, 那就是她漂亮。 这条评论太容易引起女孩子的共鸣, 一瞬间全网的女人都破了房, 明明是LJC没保护好她, SL在她心里到底算什么? 一个开机宴, 小剧组, 小酒吧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是LJC的老婆没有保镖, 没有助理, 难道她不欠SL一个道歉吗? 舆论过大, 陆金川的股票不断下跌, 圣兰和苏兰同时到了医院, 男人站在走廊的尽头, 她的身影被身长的走廊虚化, 修长也挺拔。 陆总, 陆氏股票持续下跌, 就算是你要帮宋梨摘干净, 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 苏兰胶着, 一向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圣兰也忍不住开口, 陆氏股票动荡太大了, 这场舆论如果说没人引导, 那是不可能的。 苏兰跺脚, 陆总帮宋梨澄清, RL趁人之威, 落井下石, 引导网民, 股民, 攻击陆氏股市。 要我说, 陆总就不该管宋梨的死活, 南淮也太不是个东西了。 苏兰这话说的, 宋梨似乎是南淮的老婆, 圣兰本能地觉得哪里不对, 又说不出来。 陆金川始终没有回头, 似乎网上针对的人不是他。 即便是陆氏的股票跌停了, 他也不会有什么情绪。 被他影响, 圣兰也理智了起来。 宋梨怎么样? 陆金川开了口, 圣兰愣了一下, 这件事情是苏兰跟进的, 后者不太乐意说, 可是架不住圣兰灼着视线, 他带着情绪说, 到病房之后, 拜托南淮把安戒摘干净之后, 就晕过去了, 现在还没醒。 他回过身, 俊美的面上, 唇角轻了一块, 是南淮动的手。 苏兰更是不愤。 忙活他们RL的事情, 南淮这个RL的总裁不仅惦记宋梨, 还在他们公关时引导舆论风向, 这都罢了, 他还动手打陆金川一万个宋梨, 能有一个陆金川值钱吗? 陆金川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 是陆老夫人的电话。 男人面不改色, 论面手机, 单手插兜, 唇角的乌青, 没有影响男人丝毫的魅力, 他表情不甚明显, 唇半仙了仙。 通知公关部, 准备迎战, 病房, 宋梨还在睡。 从二十多米高的高空坠落下来, 一个成年男人都胆战心惊, 何况是一个女人, 南淮最能感同身受。 白鹤进了门, 他眉烧都是喜色。 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部署好了, 一个小时, 陆氏市值蒸发两百亿, 再跌下去, 陆氏绝对会元气大伤。 南总, 我们是不是可以部署吞下陆氏了? 吞下陆氏, 南淮冷冷地逆了他一眼, 蛇吞象, 是两败俱伤。 可是, 陆金川没那么好对付, 他敢这么放, 肯定有后手。 白鹤掖住, 知道他花费物力心力, 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 认识宋梨之后, 南总都不像南总了。 陆总, 那我们要不要停手, 或者阻止陆金川。 南淮摇头, 白鹤胶着地说, 我们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他转过身, 看向宋梨, 离开国内没几天, 并床上的女人瘦了一圈, 给陆金川添个赌罢了。 白鹤不懂, 那不是和没有意义是一样的意思。 南淮低笑, 南淮说, 白鹤, 我小时候被继母流放小山村, 他让人把我丢下了悬崖, 你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吗? 南淮从来不和人说过我, 虽然他口吻轻飘飘的, 但是里面的血雨腥风, 惊心动魄他都能感觉到。 怎么活下来的? 南淮看着宋梨, 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傻子, 用一根绳子把我和他拴在一起, 背了上去。 掌心磨出了水泡, 因为没有药, 伤口腐烂发炎, 高烧差点烧死。 南淮咬着后牙槽, 他那个时候就想, 他一定要回来, 抢回来南家的继承权, 不用多有钱, 至少在他生病的时候, 能买得起药, 仅此而已。 他其实并不信, 南淮也不用他信, 不再开口。 白鹤若有所思, 看了一眼宋梨, 问, 南总, 你说的那个傻子, 我是说, 你的恩人不会是他吧? 南淮没开口, 这姑娘不是一般的火啊。 如果是宋梨, 似乎一切又有了可信性, 被人迫害, 能拎起酒瓶自保, 为了和前夫划清界限, 公共场合自掘坟墓。 孩子被害, 他一个人追求线索, 大概没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吧? 白鹤忽然, 很崇拜宋梨。 两个人沉默的时候, 助理跑了进来, 白鹤敲了他一下一惊一炸干什么, 小心打扰宋小姐休息。 助理磕磕绊绊地开口, 警察发了公告, 白鹤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陆氏公布的检验报告, 是警局向医院要求提供的, 确保女方有无被侵害痕迹, 希望广大网友不要被舆议引导, 提升自己明辩是非的能力。 陆氏公关部随即发了公告, 为了太太的清誉, 陆总特意吩咐公关部的同事, 向警方提供了申请调取档案的手续, 锦衣此薄以表澄清, 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希望大家不要继续议论, 给这件事增加热度, 感谢每一位关心的网友。 每议论一次, 对宋梨就是一次伤害。 白鹤? 南淮喊了一声白鹤会议。 我现在去车热搜。 第81章 千怒奶奶 宋梨醒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江苏坐在病床前, 握着她的手趴在床边睡, 她头发有些乱, 一张小脸上还有未干涸的眼泪。 她动了一下, 江苏吓得猛地坐直。 姐姐, 宋梨揉了揉脑袋, 你怎么在这里? 我看到了热搜给你打电话, 然后是南淮哥哥接的, 他让人把我接过来。 姐, 你要不和我回同镇吧? 话还没说完, 宋梨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江苏一把把手机捏紧, 表情有些紧张。 宋梨拧着眉心, 问她, 谁的电话? 推销的吧, 你没醒的时候打了好多个。 江苏甘笑, 宋梨直觉有鬼, 她揉了揉肚子, 低声说, 素素, 我有些饿了, 你下去给我买点东西吃。 好, 江苏猛地站了起来, 她不可能拿着宋梨的手机走。 宋梨看了一眼来电记录, 干干净净地已经被江苏清空了。 宋梨不由想, 是不是她的手机后被人露出来, 大家都打电话来骂她时, 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 林乔, 她刚接电话, 女人尖锐地骂声就在电话里响了起来。 死丫头, 你现在翅膀硬了, 竟然敢挂我的电话? 宋梨恍然, 刚才江苏挂的恐怕是林乔的电话。 病房的方向传来动静, 宋梨下意识地看过去, 她瞳孔张了张, 陆老夫人示意她先接电话。 林乔很生气地在电话里呵斥, 说话, 妈, 我这边有人来了, 我待会儿把电话给你回过去。 你少忽悠我, 从你嫁给陆金川, 你往家里打过几个电话? 我问你, 谁让你自作主张和陆金川离婚的? 林乔质问, 陆金川你都看不上, 你还能看上谁? 现在孽了, 做什么决定都不跟我商量了对吧? 你爸说的对, 你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从来就没想过家里, 哪怕是宋梨已经把声音调到最小了, 可是还有声音从电话里冒了出来。 宋梨一句话也接不上, 林乔又开始问你们离婚了, 你分到了什么? 陆金川那么有钱, 房子应该没少给你吧? 我和你爸这两天就去凌晨, 宋梨听不下去, 掐断了电话, 面对着陆老夫人慈爱的目光, 她一瞬间有严重的, 抬不起头的感觉。 宋梨手足无措, 看着陆老夫人, 您怎么来了? 陆老夫人从王妈手里接过来餐盒, 递了过去, 这是我让王妈给你盾的佛跳墙, 佛跳墙的程序很多, 时才要提前三天准备, 宋梨没敢接。 陆老夫人低声说, 上次见面我们说好的, 你身体好了, 就去老宅陪我这个糟老婆子。 宋梨沉默, 对不起, 好孩子, 是阿川对不住你。 陆老夫人叹息, 林家那个丫头有先天性心脏病, 阿川从小到大保护她习惯了, 我不怪她。 宋梨说, 她甚至对着陆老夫人笑, 那种情况下, 幸亏陆京川选择的不是我, 如果林山真的出事, 我会自责死的, 毕竟陆氏的混乱和她有关系, 我从来都不想欠别人。 陆老夫人耿住, 这个我就不要了, 我已经让妹妹下去买东西, 谢谢你。 梨丫头, 陆老夫人叹了一口气, 你和阿川的矛盾, 你是迁路到奶奶的身上了吗? 东西, 我放下了, 看你还好我就放心了, 如果你真的不想吃, 就倒掉。 奶奶先回去了, 宋梨心里没底, 陆老夫人自称还是奶奶, 她明明已经和陆京川协议离婚了, 只是拆去民政局补个本, 仅此而已。 宋梨心里混乱不堪, 江苏回来得很快, 看见桌子上的餐盒, 打开看了一眼。 姐姐, 刚才谁来了, 那个老太太是看你的吗? 这是她带过来的。 好香啊, 想吃就吃吧。 陆老夫人不会计较一份佛跳墙的, 江苏高兴坏了, 恨不得原地跳起来。 宋梨在医院待了三十多个小时, 出院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横电。 昨夜有声没有拍摄, 她扑了一个空, 她和安介都不能拍, 进度开展不了。 徐悠悠告诉她, 他们一起约了唱K, 人就在夜色迷离附近。 她过去的时候, 夜色西沉。 夜生活刚刚开始, 到包厢倒是没人管她喝酒。 她随便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徐悠悠跟她吐槽了一下, 说昨夜有声实在是坎坷, 早就开了机却连连出事, 她这个编剧都快烦了。 宋梨干笑一声, 不知道怎么接话, 气氛有些尴尬, 宋梨借口去卫生间出去喘口气。 她心里后悔得要死, 早知道去找江苏画画了, 拍摄缺席, 这种算得上是团建的活动, 如果她不知道的话, 可以不来, 可是既然许悠悠说了, 她还不来, 很容易影响宋梨在江岛心里的想法。 在卫生间里洗了个脸, 宋梨回了包厢, 她不太会唱歌, 但是江岛说不会唱也要学, 回头宣传的时候肯定有需要, 进了这个圈子, 最忌讳的两个字就是, 不会宋梨唱了两首没什么难度的, 放下话筒口干舌燥, 许悠递过来一杯饮料, 宋梨喝了一口, 口腔一瞬间被酒精辛辣的味道占据, 她半场没反应过来, 许悠悠看见她的表情, 惊讶地看了一眼杯子, 这是我的杯子, 不好意思, 宋梨摇摇头, KTV里的瓶子都一个样子, 许悠悠有拿错的概率, 她什么都没说, 垂眸笑了一下, 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江岛已经临近收场, 宋梨看上去不太对劲, 怎么回事啊, 许悠悠说, 可能喝多了吧, 我男朋友接我, 待会儿我送她回去, 许悠悠是个女生, 而且之前两个人也彼此有过交流, 江岛觉得应该没什么事情, 出了包厢, 还是不放心, 就给南淮打了一个电话, 南淮没接, 江岛翻了翻电话簿, 他之前拍的电影陆京川有投资, 他记得自己存过他的联系方式, 翻了一圈, 最终在电话簿的中间找到了那个名字, 这个时间打电话, 又打扰别人休息的嫌疑, 江岛犹豫再三, 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第82章, 一犯之实, 人都走空了, 宋离人也没什么意识, 想挣扎, 却只能听到许悠悠打电话的声音, 人在1309包厢, 你可以过来了, 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没几分钟, 宋离身体被人架了起来, 昏昏沉沉之间, 人被丢在了大床上, 房间里有男人抽皮带的声音, 二少, 这不是你能动的人, 起开, 这声音耳熟, 宋离记性好, 在警局把他认成临山的男人, 雇出, 顾一, 你看看这张脸, 和珊珊多像, 一双手抚摸到他的脸上, 认识他之前, 我真的觉得, 珊珊就是最好看的, 但是你看看这张脸, 艺术品啊, 这皮肤比牛奶还白, 比珊珊的要好, 宋离只觉得恶心, 雇出笑着说, 这是珊珊的平屏, 但是质量远超珊珊, 还是陆金川会享受, 找替代品也要找个比正品好的, 她是陆金川的老婆, 故意提醒, 因为后台很硬, 这些年雇出越来越无法无天, 她真怕他们也回头替二少都不住, 离了婚的, 前天晚上事情闹得那么大, 刚好证明陆金川心里根本就没有宋离, 顾出声音已经开始不悦, 顾一, 你再烦我, 信不信我让爷爷废了你, 一个村姑而已, 就算是他是陆金川的老婆, 我动了你以为陆金川会为了他和我翻脸, 滚出去, 宋离在心里尖叫, 他希望这个叫顾一的不要走, 他是真的害怕, 怕到心跳都开始不规律了, 可是房间的门还是被关上, 似乎将他的心也关上了, 身上一众, 那种反胃的感觉蔓延上来, 宋离整个人都开始绝望, 没人会救他的, 这一刻, 宋离万分绝望, 如果真的要失身给身上的人, 他宁肯自己死掉, 宋离死死地咬住舌尖, 满心痛不欲生, 衣服被顾出一层一层地包下来, 他近乎膜拜一样, 在宋离的蝴蝶骨上落下一个吻, 脱自己衣服的时候, 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顾出回头, 还没看见来人, 那人已经一拳把他打在了床上, 顾出一辈子也没有挨过打, 妈的, 顾一你他娘的怎么守的门, 顾出一抬头, 看见门口被人制住的顾一, 他只起身看见了来人, 陆金川脸色苍白, 西服脱下来已经将宋离皎节的躯体盖住, 顾出抿了一下唇角, 疼得呲牙咧嘴, 陆金川, 你敢打我, 你就不怕我哥, 敢碰我的女人, 你回去问问顾怀生敢不敢, 陆金川眼底都是利器, 他宽阔的脊背颤着, 俊美的面上笑里带着血雨腥风, 说着, 陆金川已经一脚把人踢了出去, 这一脚他没有留力气, 顾出擦着地板滚出去一米多远, 唇角已经溢出来了血, 男人还想动手, 被盛兰拦了下来, 陆总, 一个酒色逃空身体的顽固, 再打就出人命了, 陆顾两家还有情面在, 真的死了, 老爷子不好和顾老先生交代, 陆金川不屑冷笑, 盛兰, 太太好像不舒服, 先送医院, 一路相安无事到了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 苏承武说, 有镇定成分, 轻微安眠成分, 要进散了就没事了, 用药, 他喝酒了, 用药可能会死, 确定吗? 苏承武笑着问, 陆金川臭着脸, 滚, 陆金川转身回到病房, 把人从病床上抱了起来, 出了医院, 送礼找回议室的时候, 人在陆家老宅, 身上的衣服换了, 和陆金川结婚一年, 他至少清楚地知道, 他昨天晚上没被人碰到, 房间是陆金川的, 大胆推测一下, 昨天晚上应该是陆金川及时赶到, 拯救他脱离了苦海, 真是麻烦前夫了呢, 送礼下了床, 从房间出来, 恰好碰上了陆老夫人, 他愣了一下, 醒了, 送礼捏住了衣角, 老夫人, 昨天晚上吓到了吧, 送礼犹豫了一下, 是挺绝望的, 他现在就开始怀疑, 进入到娱乐圈里, 到底对不对, 别怕, 我已经让你爷爷给顾老头打过电话, 顾出那个小犊子, 敢把主意打到我孙媳妇身上, 我就敢让阿川揍得他满地找牙, 送礼哑然, 完全不知道怎么纠正陆老夫人嘴里的错误, 毕竟他是为了他, 走吧, 陪奶奶下去吃东西, 我让王妈给你做了开水白菜, 送礼连连摆手, 不用了, 我还有事, 有事也要吃饭, 待会儿我让司机送你, 送礼拒绝不了, 刚下楼就和陆金川走了对头, 他看上去, 状况很不对劲, 俊美的面孔白得不正常, 眼瞼清黑, 身形明显消瘦, 看见他, 陆老夫人冷笑一声, 陆金川眼神都没有分给宋黎一个, 直接上了楼, 不用管他, 我们吃, 陆金川的样子一直在他脑海里回荡, 宋黎进了厨房, 帮王妈端东西时问了一句, 王妈闻言, 眼圈鲜红了, 少夫人, 你跟老太太说说情, 上次的事情发生之后, 老夫人就让少爷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贵祠堂, 还不给少爷饭吃, 少爷已经五十个小时没合眼了, 再这样下去, 铁打的身体也熬坏了, 跳楼事件是少爷对不起你, 昨天晚上他知道你出事之后, 第一时间就去救您了, 您消消气, 可怜可怜少爷, 王妈是真的腾鹿金川, 宋黎动作治了治, 端着菜出了厨房, 在餐桌上坐了下来, 陆老夫人口味清淡, 宋黎让王妈拿一个盘子, 让王妈放了些好消化的食物, 我给陆总送上去, 你又不是庸人, 放下, 陆老夫人不悦, 是不是王妈和你说了什么? 没有, 是我看他精神不太好, 宋黎脸下眼洁, 口不对心, 陆老夫人叹了一口气, 宋黎抬头, 第一次说自己的心声, 算起来, 我是借花献佛, 用这一饭之食, 感谢陆总, 奶奶, 这时候我最后一次这样喊您, 您没必要为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折腾他, 他不欠我什么, 算起来昨天晚上, 陆金川救过我很多次, 做我丈夫时, 他也体贴入微, 我想通了, 没有孩子也好, 我们之间也不会再有什么纠葛, 他没有错, 我们之间所有的不是, 不过源于他不爱我罢了, 这不是罪, 宋黎看着陆老夫人, 唇角挑起一个软糯的微笑, 看上去似乎从来没把陆金川为了另一个女人, 看着他摔下十层楼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可如果真的不放在心上, 何必那么极端偏执,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宣布协议离婚的事情, 第83章, 没有怕过, 陆老夫人沉默良久, 低声说, 上去吧, 宋黎端着餐盘上了楼, 主卧室的门没有关炎, 宋黎推门进去, 陆金川刚好脱了衬衫, 男人脊背上纵横交错的伤口正对着他, 他的边伤远比宋黎的身很多, 血痂很厚, 还有的家上面有黑色的坑, 是上次在医院被硫酸烫伤的, 宋黎身体颤了一下, 脚步猛地顿住, 陆金川若有所感, 回眸看见他, 猛地转身, 直面他, 他身形很匀称, 妖妇警示, 漂亮的人鱼线与腹肌没入到西库里面, 下一秒, 陆金川将衬衫又披上, 陆金川没梢都是冷意, 才多久没见就多了这么个偷窥的爱好, 话语里满是嘲弄和看不上, 宋黎顿了一下, 是陆先生的门没有关好, 他若无旁人, 端着餐盘走到了室内的桌子边放下, 这是老夫人让我送过来的, 他神色很不好, 苍白到了极致, 唇瓣也没什么血色, 正如他所说, 他们没多久才见过, 陆金川却瘦了很多, 这两天如果陆先生空了, 我们就去民政局办理下手续, 把离婚证拿出来, 陆金川身形一顿, 讥笑一声, 怎么, 怕我赖着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宋黎说, 拖着影响你和林小姐的感情, 熟悉的烦躁, 几乎占据了陆金川的理智, 他一脚踹翻了垃圾桶, 手边没有东西可以砸, 一怒之下, 陆金川仰手掀翻了桌子, 饭菜交织在一起, 磁质的碗筷, 噼里啪啦摔得粉碎, 一个碎屑见到宋黎的小腿上, 猛地刺痛, 这一下, 带出来一条蟹线, 宋黎连连后退, 身体颤了一下, 每一次, 江峰动手打他的时候, 也是这样, 掀了桌子, 随手拎起凳子, 下一秒就砸在了他的头上, 陆金川一眼就把宋黎的恐惧看穿, 他阔步而来, 宋黎转身就跑, 在即将跑出卧室的时候, 门上多了一双手, 砰的一声, 门随即合上, 他瞳孔缩了缩, 身体被陆金川抵在门上, 他靠得很近, 衬衫上的扣子没系, 宋黎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温度, 怕我, 宋黎, 当初你跟我回家的时候, 从床上醒来的时候, 可没有怕过, 他一字一句, 说得缓慢, 宋黎理智绷得很紧, 下巴被陆金川挑了起来, 他脸上没有妆, 一张小脸素白干净, 秋水一般的眼睛一片澄澈, 纯瓣烟红, 宛如含苞带放的花瓣, 任人采鞋, 说吧, 怎么和顾初联系上的, 盛怒之下, 所有的话都不经过大脑思考, 手续都没办完, 你就寻思找个下架, 急不可耐也挑人, 选上顾初之前, 就不打听打听他的名声, 你这样无趣的, 他一个月就完腻了, 宋黎瞳孔震了震, 脊背抵在门板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痛在了心口上, 雇出幽默风趣, 为人大方, 和他在一起, 一个月比和陆先生在一起一年快乐多了, 嗯, 唇绊被男人擒住, 所有的呼吸一瞬间被男人掠夺, 宋黎大脑空白了一瞬, 反应过来, 双手抵在男人健瘦的胸膛上, 想把人推开, 手腕被扼置住, 男人大肆攻略城池, 他摇头, 奋力挣扎, 躲开男人的吻, 宋黎愤怒至极, 陆金川, 我不是灵珊, 我不是傻子, 宋黎染上玉色, 他动了情, 俯身唇绊靠近, 一颗眼泪砸了下来, 宋黎不要手一样挣扎, 陆金川下意识地松了手他不松, 按照宋黎挣扎的样子, 他能把他的手腕拧断, 手得到了自由, 宋黎捂住了娇艳欲滴的唇绊, 眼泪似乎开了闸, 眼泪纵横, 胸口稚嫩, 宋黎含着泪看他, 陆金川, 我们没关系了, 你不爱我, 就不要亲我, 亲一口委屈你了, 宋黎气愤, 一边说一边推他, 你把我当什么人, 亲一口当然委屈, 你尊重过, 啪, 他怎么推都撼动不了陆金川, 一不小心手掌拍到了陆金川的脸上, 男人长得白, 这一巴掌在俊美的面孔上留下了一个巴掌印, 周围的空气开始凝滞, 汗毛顺着脊椎骨倒竖起来, 陆金川伸手摸了一下被他打到的地方, 一个动作做得宋黎心脏紧缩, 我不是故意的, 陆金川身体站直, 跑了出去, 宛如后面有鬼追一样, 他一路跑出了别墅, 哪怕是陆老夫人喊他都不敢回头, 陆老夫人恰好上了二楼, 路过主卧时, 看见陆金川阴沉着一张脸, 房间里更是一片狼藉, 就知道他这个倒霉孙子又发脾气了, 气顿时不打一出来, 正恨不得一巴掌抽死他时, 看见了他脸上巴掌印, 小小的, 秀气得很, 心里一阵爽快, 活该, 就你这臭脾气, 就欠调教, 陆老夫人看了一眼房间, 狠狠地开口, 不想吃饭就别吃, 自己把房间打扫干净, 这话听着耳熟, 在医院他曾经刁难过宋黎, 甚至比陆老夫人还要夸张, 陆金川怀疑地看着陆老夫人口吻略危险, 奶奶找人监视我, 就你那点破事, 也配让我大费周章, 宋黎一路跑出了大门, 后面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他眼底都是紧张, 他动手打了陆金川, 那是凌晨半个神, 他动动手指, 弄死他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车窗滑了下来, 是陆老夫人的司机王叔, 王叔, 少夫人, 老夫人让我送您, 上车吧, 老宅占地面积很大, 远离城市喧嚣, 虽然这里有一个别墅群, 可是却极为不好打车, 宋黎怕陆金川追过来, 几乎没有多犹豫, 就上了车, 他让王叔把他送到了剧组, 下车的时候, 王叔喊住他, 递过去一个餐盒, 笑着的和蔼, 少夫人, 这是老夫人给您准备的, 宋黎接过来, 艰难地开口, 替我谢谢老夫人, 您和少爷好好的, 就是对老夫人最大的感谢, 第84章, 天差地别, 这个要求太难了, 他恐怕无法满足, 王叔开着车子离开, 宋黎往里面走, 几乎同时到横店的一个同剧组的小演员, 看了一眼车子离开的方向, 开口就是嘲讽, 哟, 离开陆总就只能找这样的货色啊, 这差距, 天差地别啊, 宋黎啊, 你图他什么, 有钱, 小演员叫无奇, 和他一样是一个十八线, 不同的是, 他刚进圈子, 无奇已经出道很多年了, 宋黎懒得搭理他, 偏偏无奇上窜, 伸手去抢他的饭盒, 哦, 我知道了, 老男人知道疼人, 无奇说话的时候, 刻意拉长了尾音, 要多么讽刺就多么讽刺, 宋黎俯身猛地把饭盒抢了过来, 眼尾上挑, 笑着开口, 怎么, 吴小姐也想认识, 你少胡说, 无奇跳脚, 宋黎从饭盒里拿出来一块三明治, 一边吃一边说, 吴小姐昨天上的车, 和上次我来剧组时上的车, 可不是一个人的, 我还以为在吴小姐眼里, 多认识一个人多一条路呢, 宋黎口吻平平, 看他的眼神也很淡, 可是无奇却诡异地开始心虚, 他私生活确实乱, 也曾经和自己的小闺蜜说过, 多个男人多条路, 说不定谁能让他在圈子里红一把, 他现在怀疑宋黎知道些什么, 宋黎确实知道, 试图阻止他签约RL无果之后, 圣兰给他列了圈子里很多人的把柄, 确定他是昨夜有声的女主角之后, 圣兰又给他打包了整个剧组人的把柄, 无奇这个十八线也不例外, 被他查得, 裤衩都不剩, 宋黎脸着眼睫, 他口口声声想和陆金川画清界线, 结果却用着他给的资料, 在娱乐圈横行, 切, 懒得和你说, 无奇嘴里骂骂咧咧地进门, 咬了一口三明治, 宋黎往剧组里面走, 许悠悠没来, 宋黎早就料到了, 还轮不到他的戏份, 他放下东西去了横店旁边的酒店, 剧组给演员编剧导演订了房, 还在群里发了EXL表格, 酒店很近, 宋黎找到许悠悠的房间号, 在外面敲门, 女人的声音在里面响了起来, 谁? 客房服务, 宋黎刻意压低了声音, 许小姐是吗? 有人给您订了餐, 方便开一下门吗? 下一秒, 房门从里面拉开, 看见宋黎, 许悠悠下意识地想要关门, 宋黎抵住, 一脚将门踹开, 你想干什么? 许悠悠满是警惕, 宋黎往前走进了门, 许悠悠步步后退, 身体进去, 宋黎在里面把门反锁上, 没给许悠悠开口的机会, 宋黎一脚踹到了许悠悠的小腹上, 后者惨叫一声, 整个人倒在地上, 你敢打我? 宋黎, 你信不信我封杀你? 封杀? 宋黎冷笑, 半蹲在地上捏着许悠悠的下巴吻, 你拿什么封杀我? 顾初的后台, 许悠悠心脏略停, 他都听说了, 顾初后半夜是被人抬出酒店的, 人被打得不成样子, 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心里一个咯噔, 觉得这下坏了事, 你看我怕不怕? 宋黎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满脸森然, 许悠悠吞了腾口水, 他就要动我, 我和我男朋友要结婚了, 你不一样, 南淮, 陆金川和沈青慈 但凡有一个人过来, 就不会让顾初得手, 你为难我一个小人物做什么? 宋黎仰手, 一巴掌抽了过去, 带起烈烈风声, 这下许悠悠连呼痛都不敢, 一双眼睛里勤着泪, 宋黎起身, 当一个编剧, 三观不正怎么行? 你不能受伤, 我就可以, 许悠悠眼睛里都是怨恨, 宋黎摸出手机, 蹲在他对面翻相侧, 找到目标放大, 递到许悠悠的面前, 他呼吸平住, 瞳孔张大, 你怎么有这张照片? 许悠悠疯了一样扑了上来, 抢过手机就删了照片, 刚松了一口气, 宋黎悠然地开口, 我有备份, 许悠悠看过来的眼神都是惊恐, 你想干什么? 宋黎举着手机, 低声说, 我要雇出要挟你把我带给他的证据, 还要你帮我搜集其他受害者被侵害的证据, 我没有, 没关系吧, 许悠悠一个在娱乐圈里混到这个位置, 怎么可能不留一手, 说来说去不愿意得罪顾初罢了, 这句话落英, 他眼底都是疯狂, 你疯了吗? 那是顾初, 顾怀生的弟弟, 你想搞他, 宋黎眼底一片死寂, 直直地盯着许悠悠, 后者被这样的宋黎吓到了, 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 看一眼就让人胆寒, 宋黎轻轻一笑, 他早就疯了, 孩子没的那一刻, 被人肆意蹂躏跌踏, 欲盈盈临山楚越苏兰, 雇出还有夜色迷离门口的李总, 这个世界上的人满怀恶意, 他欲语独行, 人人可欺又举步为奸, 现在许悠悠也来掺一脚,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保障吧, 宋黎挑着唇半笑, 把柄握在宋黎的手里, 许悠悠不敢违抗他, 低声音, 我可以帮你查, 但是我不保证能不能找到, 宋黎对着许悠悠笑, 那你的伤, 许悠悠忍着羞辱, 对着宋黎的眼睛, 是我不小心, 洗澡的时候摔倒磕到了, 宋黎这才起身, 拿着手机出了酒店, 等他离开, 许悠悠眼泪就掉了下来,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小傅宛如针扎一样的痛, 他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让他过来送他去医院, 这次帮顾初不仅没伤到宋黎, 反而让自己退了一层皮, 他不想得罪顾怀生, 脑子飞快地转着, 想着怎么全身而退时, 助理拿着房卡刷开了房间, 天啊, 徐老师, 你怎么了, 我给您报警, 谁这么缺德, 竟然打你, 许悠悠拉住助理, 是我自己不小心, 这明显是有人动了手, 徐老师, 我们不能向恶势力低头助理又说, 许悠悠的手, 伸陷在助理的皮肉里, 刺痛让他难以呼吸, 许悠悠咬着牙槽, 狠声说, 我说, 是我自己不小心, 懂吗? 助理慌乱地点头, 许悠悠揉着刺痛的肚子, 吩咐助理, 你想办法帮我找一个黑客, 他的目光越过酒店的窗, 绿植爬满了窗户, 很唯美, 但唯独装饰不了人腐烂的内心, 都是宋黎逼他的, 第85章, 卖得高级, 从酒店出来, 宋黎看着手机相册里的内容, 许悠悠一开始是不做编剧的, 而且他那么年轻, 这个年龄想在这个圈子里, 混出来的名声不容易, 更何况许悠悠大学毕业就出了名的人, 人生在世, 想走捷径的人太少了, 许悠悠就是选择走捷径的人之一, 他人生机遇不太好, 有才华, 被领导压着, 被迫走上写剧本的路, 写出来好的, 却又被公司一个前辈数了名, 到处申诉无果, 许悠悠把公司高层说服了, 为了能让自己拿到这一桶金, 许悠悠什么都陪这个高层玩, 照片正是他穿着兔女郎制服, 跪在大床上摆出来性感姿势的样子, 这个高层不是什么善茶, 拍了许悠悠更多私密照片, 不堪入目的多了去了, 宋离给许悠悠看的是最保守的, 宋离本以为他一辈子也用不上许悠悠的黑料,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打了脸, 没想那么多, 宋离一件打包, 全部发给了云梦, 两分钟, 云梦的电话到了, 卧槽, 你发给我的是什么? 许悠悠玩得那么花, 你干什么? 他得罪你了, 宋离不想说那么多, 没有, 梦梦, 你找个悠盘, 帮我存起来, 我怕我有一天能用到, 这些照片不要让第三个人看见, 我办事你放心, 不出宋离所料, 不到三天, 宋离电脑里的辈分, 全被删了得干净, 宋离登陆了微信, 又发给了许悠悠两张不一样的, 看到照片, 许悠悠气得砸了电脑, 他心里恨宋离恨得要死, 没人知道, 他为了现男友, 费了多大的功夫金盆洗手, 宋离怎么能轻而易举, 就掉出来他的黑历史, 没办法, 许悠悠只能去帮宋离找他要的东西, 他效率还挺高的, 虽然只找到三个受害者, 但是证据一个比一个足, 许悠悠打电话给他, 顾初玩女人, 大多都是你亲我愿, 我只找到这三个, 他声音默默地, 俨然放弃了挣扎, 其中一个女孩十七岁, 被顾初得手之后跳楼, 腿摔断了, 因为家里穷, 顾怀生给了他家人一笔钱之后, 家人就不再追究了, 说着, 许悠悠冷笑一声, 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人会把那层膜当成一回事吗? 这也犯得着异语, 话不投机半句多, 宋离说, 你这种人, 当然不在乎, 宋离, 你跟我装什么清高? 沈青慈, 南淮, 和陆金川离婚之后, 你肯定会在他们两个人之中选一个吧? 你不过是卖得高级了点, 又立什么贞结牌方? 宋离在心里默默骂了他一句傻X, 他怎么不把凌晨顶级男神都说上, 高攀一次被糟蹋, 还要上赶着受第二次虐, 他不是倾国倾城, 能让全世界的男人看上, 宋离刚想掐断电话, 徐悠悠喊住他, 等等, 你的辈分什么时候删? 你不招惹我, 这些照片不可能在我这里问事, 说完, 宋离就把电话撂了, 这些照片留着, 他自己还嫌弃辣眼睛吗? 顾初想对宋离下手, 不仅没得手, 还惹了一身骚, 这件事情在圈子里隐秘地传开, 本来打算因为离婚, 就低看宋离的人都处于观望的态度, 宋离在剧组一连待了三天, 江绕来探班, 江家小公主一来承包了全剧组的下午茶, 包括隔壁剧组都有的喝, 一看见他, 江绕的脸都变得很臭, 放着傅太太的生活不过, 非要来吃个苦, 看把你晒的, 宋离愣了一下, 拿了一杯冷饮给他, 生理期, 不想喝, 江绕别开头, 宋离和他相处习惯了, 知道了江绕虽然脾气臭, 但是其实心地善良, 有些傲娇, 不过天才嘛, 脾性不怪才奇怪, 宋离刚下戏份, 江导也说了没他其他的戏份了, 就说, 去酒店, 我借酒店的小厨房给你煮糖水蛋, 江绕想了想, 你会吗? 没我不会的, 眼前这位这一年做的饭, 可都是陆金川纳斯再吃, 常常又不会死人, 江绕高高兴兴地同意了, 两个人回了酒店, 送离去交涉小厨房的事情, 把房卡递给江绕, 让他掀上去, 酒店是剧组包下来的, 江绕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人, 大富翩翩地也在上楼, 他一进来就色眯眯地盯着江绕, 江绕有些恶心, 眼前的人他并不认识, 但是娱乐圈的水很乱, 多的是男人在娱乐圈里包养小明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虽然江绕很生气被人惦记, 但是万一眼前这个傻逼不认识他, 骂人岂不是他吃亏, 电梯很快就到了, 江绕下来, 男人在后面跟上, 江绕脚步顿住, 他明明记得, 这个男人不是来这个楼层的, 他停了下来, 看着他, 你跟着我干什么? 那男人猥琐一笑, 递过来一张名片, 这是我名片, 小姑娘跟着我, 吃香的喝辣的, 我给你投资一部剧, 你想怎么出名, 怎么出名, 江绕猛了一瞬间, 他一直觉得他还算是出名的, 江家小公主的身份, 还有天才画家的名号, 凌晨但凡一个有点档次的人, 都知道他, 江绕反应过来, 这家伙是想要包养他, 一瞬间一张翘脸通红, 气他, 小公主把手里的名片撕了得稀巴烂,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打我的主意, 男人自认有头有脸, 是个有身份的人, 见江绕不给面子, 也沉了脸, 每个陪我的女人, 刚开始的时候, 也像你一样大放厥词, 后来在床上各个比狗乖, 江绕不从, 男人就打算用墙, 一把拽住了江绕的手臂, 想强行把人拖到电梯里, 江绕挣扎了起来, 几次正拖不开, 他伸出脚, 高跟鞋一脚踩在男人的脚上, 男人杀猪一样喊了一声, 一巴掌朝江绕抽了过来, 他躲了一下, 没完全躲开, 男人抽在了他脖梗上, 他手掌又胖又厚, 江绕纤细, 一下子抽得他, 呼吸似乎断了层, 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这是要干什么? 滚你妈的, 少管老子的事儿, 于,于先生, 第八十六章, 谁要你管? 于晴扫了一眼地上, 僵扰呼吸有些艰难, 白皙的脖梗上有一个巴掌印, 五指分明, 于晴忽然笑了, 男人并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陪着笑, 于先生, 我调教我的马子, 打扰到于先生的雅信了, 你的马子, 男人连连点头, 只要他今天晚上把这个妞条叫好了, 就是他的人了, 于晴挽起衣袖, 一脚将肥胖的男人踹出去三迷远, 这话我都不敢说, 你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于晴俯身把僵扰从地上抱了起来, 被于晴踹了, 男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他痛得呲牙咧嘴, 偏偏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于先生, 是我狗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这是你的人, 我给这位小姐道歉, 于晴抱着僵扰, 酷步走到男人面前, 脚尖挑起男人的下巴, 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江家的大小剑, 江扰, 真是不长眼, 谁都敢得罪, 之前在夜色迷离门口, 调戏陆金川的老婆, 被男怀教训了一顿, 还不长记性, 现在倒是惦记上了江扰, 李承心里这才真的慌了起来, 江扰上面三个哥哥, 一个亲哥, 母族那边两个表哥, 各个身居要职, 都疼江扰入骨, 这下, 李承算是捅了马蜂窝, 于晴没空理会李承, 抱着江扰上了电梯, 去了顶楼总统套房, 让保镖喊了苏晨悟过来, 江扰明显不舒服, 身体缩在他怀里, 小幅度颤抖着, 脖梗上的纸痕原来越重, 于晴把人放在大床上, 脱下来他的鞋袜, 他的脚很秀气, 脚趾洁白, 还泛着浅浅的粉色, 整个脚碗如上好的白玉雕刻地, 漂亮得不可思议, 于晴眸光瞬间炙热了起来, 这份炙热在看见, 他脚踝上亲子的纸痕上, 瞬间浇上了冰, 这种场合, 你耍什么大小姐脾气, 还不是给自己找罪手, 江扰心里委屈, 文言, 眼泪哒哒下坠, 我乐意, 谁要你管, 滚开, 他抬脚蹬到了于晴脸上, 于晴半晌没反应过来, 鼻尖上还有女孩留下的柔软的触感, 以及浅淡到极致的香味, 江扰哽咽的声音, 换回了于晴的神志,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人, 房间在顶楼, 人却在五楼, 臭不要脸的狗男人, 惊虫上脑, 他完全是在迁怒, 于晴却不生气, 直着下巴半蹲着看向他, 大小姐, 要不是知道你喜欢南淮, 我真要以为你吃醋呢, 你给我提鞋都不配, 还吃醋, 不要脸, 于晴没哄好江扰时, 苏晨悟进来了, 江扰觉得丢脸至极, 甚至都丢到南淮哥哥最讨厌的陆金川的阵营脸来了, 他抗拒看医生, 索性于晴已经知道, 他是和宋黎一起来的, 把人从小厨房请了过来, 得知江扰差点出事, 他以最快的速度跑了上来, 江扰看见宋黎, 情绪再也刹不住车, 哭得像是一个累人, 给南淮哥哥打电话, 还有我哥哥, 于晴看着江扰, 表情有些迷, 让苏晨悟来形容, 就是有些变态, 他从后面踹了于晴一脚, 人家小姑娘哭得那么难过, 你怎么看上去那么兴奋, 于晴非常有理, 难道你不觉得小公主哭一眼, 很漂亮, 很可爱吗? 一阵冷风而来, 于晴侧头躲了一下, 啪, 一只水杯摔得支离破碎, 江扰眼神的眼神如果是刀子, 早就把于晴都吸碎了, 活该, 你个老色鬼, 苏晨悟念念有词, 于晴摸了摸鼻子, 举双手成头翔状, 我错了小祖宗, 苏医生还急着回医院救死扶伤, 你就不要耽误人家的时间了, 您看成吗? 宋礼也看见了江扰脖梗上的伤, 触目惊心, 他很担心, 饶饶, 让苏医生看看, 我待会儿让南怀过来接你, 僵扰满脸泪, 梨花带雨的, 苏晨悟的心脏也颤了颤, 长这么一张脸, 和宋礼靠在一起, 也太容易引人犯罪了, 苏晨悟简单给他检查了一下, 低声说, 可能扭到脖子, 你回家好好保养, 脖梗和脚踝我给你开个药, 涂抹一下, 好像也不太有用, 他皮肤有些娇嫩, 这是养出来的, 唯一能治好他的, 大概就是收拾一下罪魁祸首, 南怀来得很快, 和于晴道谢之后, 把人从楼上背了下去, 于晴送两个人出了房间, 跟苏晨悟吐槽, 这个南怀怎么区别对待呢, 这事儿该告诉阿川啊, 宋礼受伤享受的待遇是公主抱, 真的公主受伤, 背着走,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惦记吗, 你少煽风点火, 阿川被陆爷爷折腾得不轻, 于晴只是笑, 陆爷爷折腾阿川做什么, 宋礼要什么没什么, 空长了一张脸, 这样的女人完完就算了, 阿川娶回家一年, 难不成陆爷爷真打算让阿川将就一辈子, 在上流社会待久了, 苏晨悟对这种言论见怪不怪只要看阿川, 阿川也不是傻子, 过段时间, 姗姗完够了退圈, 愿意回到他身边, 那才是神仙眷侣, 于晴对这几个人的背影, 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陆金川, 彼时, 陆金川还在陆家老宅, 因为离婚事宜, 陆老爷子和陆老夫人还在和陆金川对齿, 宋礼哪里不好, 我说过, 既然你选择了他, 就一辈子不能离婚, 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陆老爷子没陆老夫人那么好说话, 他尚未多年, 每次征服对手都不是靠的温和手段, 结婚时朵朵藏藏, 离婚沸沸扬扬, 陆金川, 这是你的家教, 你结婚就是为了糟蹋人家姑娘, 陆老爷子满目震怒, 一拐杖敲在他脊背上, 但是力道十足, 用的拐杖又是上好的檀木, 打下来一向严厉的陆老夫人都不由眼皮一跳, 抓着佛珠的手紧了又松, 松了又紧, 说这么冠冕堂皇做什么, 爷爷奶奶又不是真的喜欢他, 陆金川低笑一声, 反正只要姗姗不是陆太太, 谁都可以, 哪怕是我从路边捡来的一个人, 第87章, 南城大事, 陆老爷子猛地起身, 一掌开到椅子扶手上, 脸色铁青, 混账, 陆金川, 这是你和我说话的态度, 陆金川的电话响了, 他看了一眼, 从地上站起来, 你去干什么, 站住, 陆老爷子喝了一声, 陆金川侧身是江景的电话, 江景在凌晨身居要职, 和陆金川之间的来往不深, 电话已经打过来了, 想来是有什么事情有求于人, 陆老夫人拦下老爷子, 诞声说, 你去吧, 明天带着丫头回来, 离婚你想也别想, 老爷子中气十足, 要么就滚出路甲, 我只当没你这个孙子, 陆金川阔不往外走, 还能听到陆老夫人安抚老爷子的话, 你不要他, 陆家谁继承, 这可是, 你儿子辛苦下海挣出来的, 让阿丽回来, 没孙子, 让孙媳妇继承, 陆老爷子满是怒意, 这就是你带出来的, 早说不要溺爱, 不要溺爱, 结婚一年就要闹离婚, 没有一点定性, 难成大事, 陆金川下了楼, 盛兰在楼下, 看见他第一时间拉开车门, 他俯身坐进去, 盛兰开始汇报情况, 江先生的秘书联系过我, 江家小公主, 在去探太太的班时候, 被李承欺负了, 被于先生救了下来, 陆金川眼皮眉掀一下, 问, 所以, 江景是来找我要说法的? 不, 江先生已经让秘书查理事的问题了, 这些东西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 江先生想在您这里找些方便, 集团里面有专门应付上面调查的问题, 而且, 江绕刚出事, 江景就调查理事, 未免有以公谋私的嫌疑, 把理事端了, 当我提前送给江景的生日礼物, 是, 陆金川靠在车内的扶手上, 低声问, 宋黎人呢? 在医院陪江小姐, 陆金川神色未明, 诞声道, 你去医院, 把人带出来, 车子平稳行驶到了医院, 他成功找到了江绕的病房, 南淮到底不放心, 把人送到医院, 非常尴尬的是, 主治医师还是苏陈武, 后者也挺尴尬的, 让护士照顾好江绕, 刚出病房门就看见了盛兰, 找宋黎, 盛兰点点头, 苏陈武低声说, 你估计叫不走他人,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就告诉他, 陆金川要和他谈离婚事宜, 按照苏陈武的方法, 盛兰果真把人骗到了楼下, 其实也不算是骗, 老爷子不同意两个人离婚, 总要太太和陆总达成一致的, 宋黎一上车, 就直奔主题, 离婚还有什么事宜, 陆金川文言扫了一眼盛兰, 他表情不变, 但是人显然是心虚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要离婚了, 宋黎瞳孔震了震, 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的, 我撕了, 陆金川反应平平, 宋黎豁然坐直, 陆金川, 你出而反而, 是, 又怎样, 宋黎猛了一瞬, 陆金川开口, 开车, 盛兰第一时间发动汽车引擎, 宋黎要开门, 但是盛兰显然有所预料, 提前摁了车门中控锁, 宋黎捶了两下车门, 气得脸都绿了, 我们之间不可能, 你喜欢的也不是我, 再这样下去, 就是互相折磨, 想多了, 陆太太折磨不了我, 陆金川说的话, 气死人, 车子在陆氏大门口停下, 宋黎没打算走, 我不可能再做你的妻子, 传出去影响你们神仙眷侣的话, 有什么意思, 宋黎从车里下来, 车窗滑下来, 陆金川露出半张脸, 睫毛深长深邃, 精致动人, 你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宋黎嗤之以鼻, 他会离陆金川远远的, 不论发生什么, 他都不会再回到陆金川的身边, 强迫别人爱自己, 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 可是他屈服的那天, 来得就是那么快, 那么让他措手不及, 拍戏一天, 下了戏, 宋黎就看见了手机上的未接来电, 二十多个, 全是江苏的, 宋黎回过去, 电话里女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姐, 爸爸出事了, 你快回来吧, 宋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回到了宿舍, 在宿舍里看见了一个不速之客, 林巧, 宋黎的脸一瞬间冷了下来, 你怎么在这里, 林巧不由分说, 给了宋黎一耳光, 满口质问为什么不接电话, 耳朵里轰鸣一片, 宋黎没想到, 林巧会直接巴掌带人, 这一巴掌不遗余力, 抽得他嘴角开裂, 他舔了一下, 满是血腥味, 脸颊更是火辣辣的痛, 你爸被人带走了, 你快去救救他, 这种狼来了的戏码, 宋黎早就已经完卷了, 他冷冷一笑, 我和陆金川已经离婚了, 别说二百万, 这次二十万我都拿不出来, 林巧根本不信, 他冲上前拽住宋黎的胳膊, 恨声说, 不可能, 陆金川那么有钱,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给你, 你自己找吧, 宋黎推开林巧, 孩子流产他都不在乎, 从十层高楼上掉下来他眼睛都没眨一下, 结婚的时候, 他给的彩礼, 我一分也没拿回来, 包括之前的二百万, 这些买一百个我都够了, 宋黎眼圈泛红, 他心脏在颤抖, 你还想要什么, 你自己去找陆金川药, 我没脸去, 看宋黎不像是在说假话, 林巧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完了, 江苏哭得厉害, 姐姐, 爸爸妈妈两天前就来了, 爸爸又去赌, 欠了别人一千万, 那些人刚刚打电话过来, 说要我们三天后, 拿钱去天桥下面熟人, 否则就要爸爸的命, 姐姐, 你求求姐夫, 一千万我们怎么拿得出来, 江苏眼泪速速下坠, 我知道你恨爸爸打骂你, 可是这些年如果没有爸爸, 我们早就饿死了呀, 姐姐, 你就叫爸爸吧, 等我上完大学, 一定会把钱还给您的, 林巧听得难过, 当初江峰让他扔掉宋黎他不肯, 江峰说得对, 果然不是轻生的, 永远都没有轻生的轻, 林巧抱着江苏, 嚎啕大哭, 宿舍都连在一起, 其他的几个实习生都过来敲门, 问到底什么事情, 宋黎被吵得头痛欲裂, 拉开房间门走了出去, 第88章, 奄奄一息, 外面天已经黑了, 树影缠绕在一起, 张牙舞爪, 宛如魔鬼, 宋黎拿出手机拨给陆金川, 对方接了, 陆金川, 你无耻, 男人看了一眼手机, 是宋黎, 放下手里的文件, 他拧着眉心, 怎么, 前天的事情今天想起来还不愤, 要特地打电话过来骂我, 我爸的事情难道不是你的手柄, 为了不离婚, 这么没有下线的事情, 你也要做, 你还要不要脸, 陆金川顿住, 没有下线, 出事了, 为了让你当回陆太太, 我还要不个局, 宋黎, 你是不是不知道, 凌晨到底有多少女人, 想做陆太太, 他口吻里裹挟着几分危险, 不要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 说完, 陆金川就掐断了电话, 宋黎一口气上不去下不来, 前几天, 陆金川刚刚找过他, 他第一反应就是, 陆金川不愿意放过他, 可陆金川的反应, 显然不是, 在一起一年, 陆金川向来敢作敢当, 哪怕是胁迫人, 他也敢于承认, 一千万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显然是一个局, 如果不是陆金川, 还能是谁, 宋黎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顾初的电话打了进来, 宋黎看是一个陌生号码, 考虑会不会是布局的人, 宋黎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 他总要弄清楚, 这个人到底是奔着什么来的才对, 电话刚接通, 里面就响起一个让人厌恶又熟悉的声音, 宋小姐, 你好啊, 顾初, 电话里传出来一阵笑声, 蓝卫宋小姐还记得我啊, 宋黎脑子灵光一闪, 如果这个局是顾初做的, 那么他还真有那么一个本事, 而且他大约知道顾初的意图, 果然, 宋小姐, 我听说你爸爸遇到了点麻烦啊, 宋黎在心里冷笑一声, 轻轻应下, 是, 顾先生知道, 他脑子转得飞快, 说话的时候掐着嗓子, 试图让声音颤抖, 似乎在害怕, 我妈说我爸欠了一千万, 如果不给钱的话就要我爸的命, 顾先生, 你说我报警有没有用啊, 不行的话我也有钱, 我和陆金川离婚的时候, 他给了我不少钱, 再卖两套房子怎么也够一千万了, 电话里沉默了一瞬间, 显然, 顾初没考虑到陆金川会给他分手费, 他这一沉默也让宋黎彻底明白, 就是他做局把江峰弄走的, 林巧没骗他, 因为他也请不过来顾初这个托, 江峰刚和刚认识的几个兄弟喝上酒, 顾初到了, 一脚就把人给揣翻了, 江峰趴在地上, 谄媚地问, 顾爷, 脚疼吗? 别顾着生气, 是不是事情开展得不顺利, 顾初口气森森然, 你不是说宋黎没钱吗? 可是刚才电话里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不可能啊, 江峰明着眉, 我刚才给家里的婆娘打电话, 他还哭着说陆金川什么都没有分给他, 哭得不像是假的呀, 说着, 江峰视线落在顾初身上, 顾初只在吃喝瓢堵上有一手, 脑子什么的, 基本上就没怎么长过, 他哪里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露线了, 从地下试出来, 顾初又打算拨给宋黎, 被顾一拦了下来, 二少, 老爷子给过您教训, 您就不该再电击陆太太了, 滚, 顾初骂了一声, 顾一一提起他被教训的事情, 他就来气, 这一周他都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这一切都是宋黎那个小贱人害的, 不尝尝味道, 怎么对得起他瘦的皮肉之苦, 打都挨了, 不玩一下我, 不是白挨了一顿打, 顾初就不信邪地说, 我就不信爷爷会为了一个村姑打死我, 顾一, 他娘的他也是够倒霉的, 被爷安排过来伺候这么个玩意, 顾初甩开顾一, 边走边给宋黎打电话, 对方电话接得很快, 顾初低声说, 宋黎, 我也不和你拐弯抹脚, 你爸就是欠了我的赌债, 忽然地直球, 打得宋黎措手不及, 顾先生什么意思, 秦方泽, 你现在和陆金川离婚了, 我自觉我和陆金川相差不多, 跟了我, 陆金川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宋黎沉默, 利诱完了, 换成了威胁, 我不是个好脾气的人, 明天晚上, 我在盛天酒店等你, 我等到七点, 迟到一分钟, 我就剁江峰一根手指头, 我后院养了几只藏鸥, 他们可是什么肉都吃, 说完顾初掐了电话, 宋黎的心脏猛地沉了下去, 他不觉得顾初是在开玩笑, 如果他不去, 江峰恐怕生死难料, 宋黎顾不上尊严,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金川, 电话打过去, 电话里是冰冷的客服的声音,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拉黑了, 宋黎跑到马路边, 想要拦下一辆出租车, 一边给盛兰打电话, 盛兰倒是接了, 太太, 盛兰, 阿川呢, 盛兰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 他手里把玩这一根笔, 半是慵懒地坐在办公桌后面, 俊美无仇的面孔上满是运筹帷幄, 盛兰默默开了口音, 太太, 陆总现在在入室, 他心情不好, 送礼小心翼翼试探, 陆总今天开了董事会, 一天都没吃东西, 盛兰言语不明, 没说清楚陆金川到底是因为被弃的, 还是忙得没空吃, 我过去给他做点东西吃,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陆总最喜欢太太做的东西, 盛兰笑着挂了电话, 看向陆金川, 男人忽然起身, 单手拎起椅背上的西服外套, 回绿城香胁, 盛兰猛了, 陆总, 太太马上过来, 我只能吃他做的饭, 陆金川腻了盛兰一眼, 表情里带着几分不悦, 当然不是, 下去开车, 陆金川诞生开口, 盛兰不敢拒绝, 直接下楼去了地下车库, 把车子开出来, 陆金川站在陆氏大门口, 他指尖夹着烟, 西服搭在手臂上, 显然是真的要走, 第八十九章, 千万云吞, 上了车, 因为有男人的存在, 车厢里面一片逼泽, 五分钟前, 陆金川让于晴查了一下, 宋黎养父的现状, 现在已经在陆金川的手机里, 他合上手机, 闭着眼睫靠在柔软的椅背上假妹, 本来以为, 宋黎嫁给他之后聪明了不少, 但是一旦涉及家人, 智商总是又回归到那种难以言喻的水平斯基茨, 他唇角微微上挑, 难得逾越, 宋黎好不容易拦下车, 到陆氏的时候, 有几个窗口还亮着, 但是顶楼一片漆黑, 宋黎脚不顿住, 他其实一点也不想过来, 一到这里, 宋黎就发自内心的颤抖, 他拿出手机, 打算联系一下盛兰, 打开手机, 就看到了盛兰的短信, 陆金川已经回绿城乡线了, 夜风失潮, 宋黎其实很清楚, 陆金川是在折腾他, 昨天他那句似笑非笑的嘲讽游在耳边, 他说得对, 他折磨不了他, 他犹豫该不该放弃, 何必去自取其辱, 陆金川又不一定会帮他, 犹豫再三, 宋黎还是决定过去, 他拦下车去绿城乡线, 因为太远, 几个出租车司机都拒绝了, 好不容易拦下一个要出了天价, 宋黎不愿意当那个冤大头, 在滴滴上面喊了一辆车, 距离确实确实远, 平台默认两百块, 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宋黎匆匆从车子上下来, 管家在外面等着, 看见宋黎眼圈都激动红了, 太太, 您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里站着, 管家哽咽, 是盛先生说您要来, 我本来不信, 没想到您真的来了, 太太, 我们进去吧, 宋黎有些迟疑, 他忐忑地问, 他今天心情怎么样, 先生看着心情还不错, 宋黎松了一口气, 进门就去了厨房, 他让管家帮忙打了云吞皮, 自己调了馅料, 宋黎做的虾肉馅, 陆金川味不太好, 不太能吃辣, 虾肉比较鲜甜, 更有味道, 云吞吓进去, 宋黎又做了两个小菜, 管家把饭菜盛了进去, 放了两碗云吞, 然后递给了宋黎, 他一点也不想见, 如果可以, 他也一点都不想去见陆金川, 可是, 行事不由人, 宋黎接过来, 端着上了楼, 陆金川在书房, 他刚一靠近, 圣兰就从里面拉开了房间门, 然后闪身出来, 把空间留给宋黎和陆金川,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小臂紧视, 修长的腿交叠在一起, 眉目如画, 睫毛压青, 陆金川长得无可挑剔, 他毫无防备爱上他, 其中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陆金川凭借着这张脸, 招摇撞骗, 另一部分, 大概是他曾经那种无孔不入的温柔浅犬, 缠绕着他的心脏, 宋黎停顿了好久, 把东西端过去, 一一摆放在陆金川的面前, 陆金川眼睫掀了掀, 瞥了他眼, 忽然笑了, 男人一笑, 满目风流, 带着让人心迟的邪似, 宋黎心跳连着停了两拍, 怎么, 电话里骂得不爽快, 追到绿城箱线里来了, 宋黎掖住, 一双漂亮的眼睛瞪得圆圆的, 满是心虚, 他这个表情, 和楚楚像极了, 陆金川眯了眯眼睛, 宋黎扯出来一抹假笑, 今天吃错了药, 陆总大人大量, 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陆金川也懒得拐弯抹脚, 他曲起手指, 敲了敲桌面, 低声说, 我可是凌晨出了名的小肚鸡肠, 结婚一年多, 快要两年了, 我以为陆太太清楚了, 他说话的时候, 眼洁浅淡, 染了几分轻蔑的笑, 俨然, 红不好, 宋黎递过去一只勺子, 生硬地转移了话题, 我给你包了云吞, 你尝尝, 陆金川从善如流, 吃了一颗, 见他吃了, 笑意也爬到了宋黎的脸上, 陆金川盯着他, 他长得漂亮, 睫毛翘着, 一笑眼睛像是天上的弯月, 肌肤七双赛雪, 清纯地让人很容易生起蹂躏的欲望, 宋黎并未感觉到危险, 低声说, 阿川, 我想找你借点钱, 多少? 陆金川看起来很好说话, 宋黎迟疑着, 比了一根手指头, 陆金川挑眉, 一百万, 一千万, 宋黎的声音越来越小, 满是底气不足, 说完, 红韵爬到了宋黎的脸上, 蔓延到耳根, 他觉得自己有够表的, 陆金川已经不是他的丈夫了, 他口口声声说, 这辈子不会再和陆金川有关系, 又厚着脸皮来借钱, 宋黎想着, 就觉得无望, 陆金川捏着勺子的手顿了顿, 口吻里都是嘲弄, 陆太太做的云吞可真够贵的, 一口一千万, 他动手拨了拨, 碗不大, 剩下七个, 这要是吃完, 是不是要给陆太太八千万? 这么说着, 陆金川又吃了一口, 宋黎琢磨, 陆金川虽然言语嘲讽, 但是还是吃了, 就代表着, 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商量的, 他眨了眨眼睛, 满目认真, 我会还给你的, 拿什么还? 你自己妈? 陆金川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和宋黎一样认真, 宋黎低声说, 我一定会努力拍戏赚钱, 你给我点时间, 我凭什么相信你? 陆金川放下勺子, 商人的本质裸露了出来, 他微微调眉, 一人的身价涨幅很快, 你现在黑料缠身, 能让南淮回本都难, 即便回了本, 就算你红了, 那么你要保证, 你不会再有丑闻, 每次走红毯药礼服, 请化妆团, 买房车, 你确实赚了钱, 可以要用很多钱, 等你攒够一千万, 起码要两年, 两年我能有数不清的一千万, 宋黎, 这份投资, 似乎不划算, 虽然早就料到, 陆金川可能会拒绝, 可是他真的开口是, 宋黎还是难以言喻的难过, 我爸爸欠了别人赌资, 如果我不给他们钱, 他们就要把江峰剁了喂狗, 宋黎眼圈都红了, 我认识的, 能借钱给我的人只有你, 早知道有这种事情, 当初协议离婚的时候, 宋黎就不该讲什么尊严, 他给的, 他都应该要才对, 赌资, 陆金川眼底的鄙夷更甚, 这些看不起像一把刀, 扎得宋黎心脏鲜血淋漓, 他说我早就说过, 不要管一个赌徒, 今天你拿一千万出来给他, 得不到他的感激, 只会让他变本加厉, 离开我, 你有几个一千万, 第九十章, 不敢回头, 下次, 下下次, 这些人上门要债的时候, 你打算拿什么还, 他口吻严厉, 宋黎慌忙开口, 我知道的, 我只是想用这一千万买我的自由, 宋黎眨了眨眼睛, 他眼底没有什么泪, 可是说出来的话, 让人觉得无比的痛, 我不会再往江峰身上投钱了, 这次也不该, 陆金川道, 他若有所指, 清楚,江峰只是想要卖了你, 多疼, 让自己心爱的人说出来这句话, 像是他已经清楚明白, 看了个透彻,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他, 宋黎垂下眼睫, 这件事情, 你不适合出面, 陆金川收敛了情绪, 满身冷漠, 钱我不会借给你, 你走吧, 阿川, 我会还的, 宋黎绕过办公桌, 走到陆金川面前, 他伸手拽住陆金川的衣袖, 我不能不管他, 离婚像是一场闹剧, 宋黎很多事情没有考虑到位, 在陆家,肯定要迁回江家, 回去以后, 江峰依旧是他的父亲, 他能卖他一次, 肯定也能卖他第二次, 一千万, 他拿出来这个钱, 让陆巧签下来婚姻自由, 等他买了房子, 签出户口的协议书, 完全可以改变自己一半的命运, 他现在收入不稳定, 银行贷款贷不出来那么多钱, 唯一能找到的, 只有陆金川, 宋黎, 我说的话, 你是不是听不懂, 他咬住唇角, 鼓起勇气看着他, 正如你说的那样, 结婚快要两年了, 我的人品你应该知道, 我说会还就一定会还的, 求你了阿川, 借给我好不好, 宋黎瞪远眼睛看向他的样子, 实在是可爱, 换个人就松口了, 可是陆金川依旧不为所动, 他顺手拿起桌面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文件, 递过去, 一千万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有条件, 宋黎接过来协议书, 他接着说, 五年之内不要再提离婚的事情, 签下协议书, 你想好了, 我你的协议书有法务部的律师过眼, 有一定的法律效应, 宋黎身体僵住, 他放下协议书看着陆金川, 当初要离婚的是你, 现在不肯离婚的也是你, 你为什么变得那么快, 宋黎连连后退, 他疯狂摇头, 五年不行, 我人生里没有那么多五年, 陆金川, 结婚之前你就查过我的身世, 你知道的, 我只想要平平淡淡地生活, 我要我的丈夫爱我疼我, 满眼都是我, 提及给他继续当妻子, 宋黎就开始委屈, 他心口质闷, 无法呼吸, 你喜欢的是灵珊, 我只是一个长得像灵珊的替代品, 我不是灵珊, 我是宋黎, 我只是宋黎, 陆金川豁然起身, 没人逼着你, 成为珊珊, 这算是变相地承认, 他深爱灵珊, 从未走出来过, 哪怕是之前, 他们已经有了一年将近两年的婚姻, 宋黎坚定地摇头, 我不行, 我做不到,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 盛兰, 宋客, 炎炎夏日, 宋黎的心脏似乎被浇了一盆冷水, 凉得色缩, 圣兰带着宋黎出了别墅, 期间管家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宋黎也回不了头, 嫁给陆金川, 真的比被江峰卖掉更可怕吗? 宋黎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他爱陆金川, 这种爱隐约卑微, 如果陆金川可以回赠他一半的爱, 他也不用一个人在这段婚姻里面, 予予独行, 他不是不能回头, 是不敢回头, 守着他, 会有爱恨, 会有期许, 这些陆金川满足不了, 稍不注意, 等待他的是万丈深渊, 万劫不复, 外面下了雨, 没有陆金川的同意, 圣兰包括绿城香榭的司机都不敢去送他, 宋黎在滴滴上等了好久, 始终没有司机接单, 他只能一个人走进云墓里, 不到两分钟, 管家奔出来, 将一把伞撑开塞在宋黎的手里, 太太, 我的好太太, 你不要再折腾自己了, 和先生服个软, 他那么疼你, 你这样是在折磨你们两个人, 宋黎握着伞的手用力, 他勾唇一笑, 可是他想要的是灵珊, 管家, 我在乡下长大的, 不可能有灵珊那种气质的, 东施孝平最让人讨厌了, 宋黎一脚踩下去, 溅起雨水, 裙摆摇曳, 纤细的身形一瞬间被雨水淹没, 管家下意识地抬头, 二楼书房的位置, 平时合着的窗帘打开了, 陆金川站在窗口往下凝望, 他手里摇晃着红酒杯, 带着几分惬意, 管家这下真的摸不准陆金川的态度, 难道这两年的疼爱, 真的只是表象, 手机响了, 管家低头看了一眼, 是陆金川的电话, 接通, 男人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响了起来, 抱楚楚上楼, 送到书房, 管家捏紧了电话, 先生真是一个渣男, 前女友的猫现在还养着, 他怒气冲冲转身, 抱着楚楚怂怂地上了楼, 山路不好走, 外面高, 里面低, 外面的靠着悬崖, 哪怕是有护栏, 可是有路是顶楼的事情, 送离还是难以控制地害怕, 走在里面, 树影微蕊掀起了巨大的风, 里面存着水, 送离身一脚浅一脚地踩了进去, 风雨渐渐大了起来, 掀起了他的伞, 他的裙子湿透了, 粘在了身体上, 风刮过来, 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 伞被风吹翻了, 几次差点被掀到悬崖边, 送离刚想把伞丢掉, 看见了伞上面的标志, 劳斯莱斯, 管家拿给他的, 是陆金川天价买回来的座架上的伞, 他迟疑了一下, 把伞盒上拿着往前面走, 夏天下起雨, 吹在身上太冷了, 冷得送离已经开始意识模糊, 送离走不动, 靠着山体坐了下来, 他随便找个一块石头靠着, 眼前一片黑尘, 不知道是看不见, 还是天原本就这么黑,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道光亮了起来, 远远地映到了他的身上, 送离遮住眼睛, 头昏昏沉沉, 呼吸也开始急促了起来, 一道刹车声划破了云霄, 车上下来一个人, 绕过车头, 来到他身边, 逆着光, 他看见了陆金川那张脸, 臭得要命, 我早说过, 要死死远一点, 别脏了我的地儿, 第九十一章, 他努努力, 送离似乎听见了, 似乎什么都听不见, 下一秒, 天旋地转, 陆金川把他抱起来, 丢在车厢后坐上, 然后调转车头, 一脚油门踩到底, 车子飞驰了出去, 送离毫无防备, 脑袋栽到了前面的椅背上, 腿骨也碰在了车门上, 他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本来模糊的意识都清醒了不少, 我要回去, 他声音很低, 但是分外坚定, 陆金川没有停车的意思, 你也值得我浪费时间, 我可以自己走, 陆金川吃笑, 这笑声分外的刺耳,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可是送离知道他的意思, 陆金川怎么可能真的让他死掉, 刚对外宣布协议离婚, 他死了, 他也会有不少麻烦, 送离并没有走多远, 回去也很快, 陆金川把人从车后坐上拎出来, 半抱边拖着拽到了楼上, 男女力道天生悬殊, 人被他拉到了卧室卫生间门口, 管家在里面, 热水已经放好了, 太太泡个澡, 不用, 陆金川的脸色分外难看, 管家可承担不起先生的怒火, 找个机会溜了出去, 送离想跟着走, 被陆金川堵住了去路, 你自己进去, 还是我帮你, 怎么帮, 洗澡当然是要脱衣服, 送离眨了眨眼睛, 妥协, 我自己, 当着陆金川的面, 送离进去, 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 躺进了浴缸里, 那条路数比较多, 他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 落下了一个枯叶子, 身体被热水泡过, 那种含义瞬间被驱散, 送离唇盼里一出舒服的低营, 这种享受并未持续多久, 就变成了惊吓, 卫生间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 陆金川走了进来, 送离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我明明锁了门, 你, 视线下仪落在陆金川手中晃着的钥匙上, 折什么折, 你全身上下我哪里没看过, 他眼底带着几分讽意, 把衣服放在置物架上, 又回头扫了送离一眼, 他巴掌大的小脸被热气蒸过, 泛着浅浅的粉色, 浴缸里灵星的花瓣, 根本遮不住独属于他的娇好, 见他回头, 宋离瞬间将戒备值调到了最高, 陆金川眼底都是炙热, 那种熟悉的欲念几乎将宋离整个人坟灭出去, 宋离色立内人, 陆金川好整以侠, 靠着洗手池站着, 躺在我的浴缸里, 赶我走, 宋离在心里骂了一句臭不要脸, 好在陆金川没有要折腾他的意思, 看他无趣, 陆金川拉开房门, 走了出去, 宋离怕他返回, 从浴缸里爬了出来, 刚想套上自己的湿衣服, 发现置物架上的衣服是一件女士的睡衣, 陆金川拿进来的衣服是给他的, 宋离传上去, 大小合适, 针丝不料, 非常柔软, 出了浴室, 发现陆金川不在, 他抱着衣服, 刚打算出卧室被管家拦了下来, 太太, 我给您煮了姜汤, 你趁热喝, 不然也要着凉, 我待会儿喝, 不行, 您身体虚弱, 我要看着您喝完, 不喝完, 哪里都不能去, 管家固执地堵着他, 宋离没办法, 只能捧着碗喝, 姜汤很烫, 而且有生姜的辣味, 纯瓣火辣辣的, 一碗汤, 喝了将近五分钟, 刚叫完差, 陆金川回来了, 他刚洗过澡, 边擦头发, 边往卧室走, 水珠顺着男人线条流畅的胸肌, 没入到了衣经里, 莫名地引人遐想, 宋离下意识地要离开, 被陆金川拽住手腕, 扯进了主卧里, 端着姜汤碗的管家, 被无情地锁在了门外, 宋离挣扎了两下, 没能正脱开, 下一秒, 天旋地转, 他被陆金川丢在了大床上, 男人栖身而上, 他整个人被陆金川禁锢在大床上, 完全起不来, 宋离抗拒的把手, 抵在男人胸膛前, 你干什么? 不够明显, 陆金川问了一句, 说完俯身在他烟红的唇瓣上, 落下了一个浅淡到极致的亲吻, 宋离, 我们已经签完了协议, 就差一个绿本, 陆金川的大掌捂在了宋离的嘴巴上, 他心眸微寒, 满是沉浪, 不要说那些我不想听的话, 宋离拼命摇头, 想把陆金川的手摇下来, 他身子半撑着, 腰线勾勒成诱人的曲线, 针丝睡袍贴在身上, 让陆金川眼神中的烈火一瞬间燎原, 因为要拿开陆金川的手, 他两只手都冲了上去, 一时间身体没有了支撑, 整个人都躺下了下去, 宋如玉拒还赢, 宋离猛的一瞬间, 陆金川也理解错了他的意思, 单手去解他领口的扭扣, 宋如出了电, 宋离一巴掌拍在了陆金川的大手上, 肉眼可见, 他的手猛地红了起来, 我们应该保持离异的正常距离, 陆金川似笑非笑, 含着嘲弄开口, 怎么, 一千万不要了, 所有的拒绝在这一瞬间置住, 一千万代表的是什么, 当然是自由, 脖梗伤一软, 男人吻了上来, 宋离甚至想, 他不该那么矫情, 反正不是第一次, 反正也还是眼前这个男人, 可是, 在他即将继续往下探索的情况下, 宋离伸手推开了陆金川, 陆金川没有防备, 自然让他挣脱, 宋离在床上滚了一圈, 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抱着膝盖坐在大床上, 他脸上满是笑容, 阿川, 我不卖的, 哪怕你给一个亿, 他是凌晨的半个神, 多少女人想爬上宋离的床, 鲜少有人能拒绝得了他, 他开辟先例, 是他不识好歹, 他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直直地盯着他, 眸光森寒, 似乎一直凉尽了心里, 宋离, 你行, 他一脚踹翻了垃圾桶, 隐忍着怒意出了主卧, 宋离失笑, 他距离自由又远了一步, 说不定回去之后, 还要再被灵桥打,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寒冷, 他就努努力找根火柴去取暖, 没有人来爱他, 他就在努努力自己学会爱自己, 人生苦短, 即便被全世界抛弃, 只要影子没有离开, 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 宋离收敛掉自己脸上的假笑, 把自己藏在被子里, 独自一个人想解救江峰的其他可行性方案,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九十二章, 矫情什么, 淋了雨, 喝了姜汤, 宋离仍旧没有避开发烧的命运, 病情来势汹汹, 他烧醒了, 脑袋昏昏沉沉, 扶着墙从床上起来, 他记得, 绿城香榭一楼有医药箱, 楼下一片漆黑, 厨房里有动静, 发了烧, 感官变低, 他并未发现什么, 熙熙苏苏找药的时候, 客厅里一片灯火通明, 宋离迟钝地看向开关的方向, 陆金川手里拿着一杯红酒, 面色疏离, 大半夜不睡觉, 干什么, 捏着刚找到的药板, 他不知道该不该掰, 陆金川大步过来, 伸手在他额头上叹了一下, 早晚烧成傻子, 宋离想反驳, 陆金川吃笑一声, 不对, 即便陆太太不发烧, 也没有聪明到哪里去, 他说完, 大步离开, 宋离心想, 要不是发烧脑子不灵光, 他能骂他骂得狗血喷头, 吃了药, 宋离刚躺下, 又被陆金川从被窝里掀了出来, 发现他穿了睡衣, 陆金川点了一下头, 苏承武拎着医药箱走了进来, 量了一下体温, 39度7, 苏承武半夜被人叫起来, 连夜冒雨过来给人看病, 还是个老客户, 脸色臭得要命, 言语更是讽刺地对着宋离, 恭喜啊, 破纪录了, 离睡进阿川的棺材板又进了一步, 宋离瞪大了眼睛, 陆金川的朋友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平时苏承武看不出来, 温柔斯文, 优雅清俊, 一旦发现有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那张嘴就像是被撕开封印一般, 那一句死得快说那一句, 每一句都是诅咒, 偏偏这祸是医生, 完全不敢得罪呢, 苏承武在一边调掉水的药, 宋离莫名其妙挨了一针, 承受了苏承武刻意发泄情绪的一针离奇的痛, 本就苍白的脸色, 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影响到了陆金川的休息, 男人也的表情也没有比苏承武好到哪里去, 表情比苏承武还要冷, 连个针都扎不好, 你这个副院长能不能胜任, 苏承武半点没被威胁到, 哟喝, 你都不怕他死, 还怕他痛吗, 我上次就说了, 不要连续发烧, 对非不好, 苏承武眯着眼睛冷淡地开口, 你知道国内每天死于肺癌的人有多少吗, 宋离耸耸地举手, 只是发烧, 没必要诅咒我得肺癌吧, 下次再发烧不要再找我, 不然我来的时候会给你买好棺材, 苏承武交代了管家几句, 收拾了东西, 头也不回地走了, 管家感慨, 苏先生当了医生之后, 越来越可爱了, 宋离实在是get不到管家口中的可爱, 他难受得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苏承武说的原因, 他的肺部火辣辣的, 像是着了火, 每呼吸一下, 都是剧痛, 宋离浑浑噩噩地睡着, 睡得也不安稳, 梦里是一群狗围着肉泥吃得欢快的样子, 旁边还有江苏和灵巧哭的厉害, 再往后, 顾初出现了, 带着一群人拉着江苏往外走, 表情猙獰, 做了起来, 这个梦又是混乱, 可是宋离又觉得真实, 心脏跳动剧烈, 像是真的经历过一样, 宋离捂着心脏, 心跳无论如何都平复不下来, 外面天已经亮了, 他一场梦做到了十点钟, 距离和顾初约定的时间只剩下了九个小时, 宋离顾不上生病, 小跑着出了卧室去书房找陆金川, 他正在开会议, 话讲的都是英文, 宋离有些胶着, 陆金川暂停了会议, 抬眸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在绿城乡卸快两年了, 连敲门都没学会, 对不起, 我没空听你道歉, 有事直说, 没事出去, 宋离眨了眨眼睛, 小声说, 还是昨天那件事, 我想, 你想找我要一千万, 陆金川冷声说, 不给碰, 动动嘴皮就能得到一千万, 这么划算的买卖, 我也想做, 他满是嘲讽, 这种嘲论, 宛如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将他整个人都困在里面, 呼吸都是困难的, 陆金川说得对,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借钱给他, 完全没有必要呢, 如果他是陆金川, 他也不愿意, 可是他不知道还能找谁, 南淮对他有三次救命之恩, 给了他工作, 帮他联系僵扰教他画画, 他欠南淮的已经很多了, 完全没脸找他开口借钱, 送离给陆金川俱乐的功, 对不起, 然后关上门, 小跑着离开, 昨天晚上没离开, 是因为他以为这件事情, 还有回旋的余地, 现在看来, 是他荒废了太多的时间, 送离拿着手包下楼, 从到绿城乡线, 送离就把手机关了机, 害怕灵巧的电话, 现在也逃不过, 送离拿出手机开了机, 消息提示的声音叮叮咚咚的, 响了持续一分钟之久, 随即, 江苏的电话打了进来, 逃不开, 只有接, 果不其然就是灵巧, 女人在电话里痛哭流涕, 见蹄子, 你去哪里了? 送离, 你是不是真的不打算管你爸? 我早知道你是个白眼狼, 在你到我家的时候, 就该把你掐死砸抢毛脸, 好过让你吃了几年的白饭, 质闷, 一瞬间将送离笼罩住, 他眼圈红了, 他一直觉得, 灵巧还是疼他的, 每次江峰打完他, 灵巧还会给他藏一个馒头吃, 妈, 我找陆金川借钱, 他不借给我, 送离心口生疼, 眼睛里都是茫然, 我还在想办法, 没有陆金川,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灵巧的声音都是阴毒, 顾先生给我打了电话, 一千万赌资, 只要你陪他一晚上就行, 你早就不是一个厨了, 矫情什么? 送离, 我告诉你, 如果你爸有个什么好胆, 我就吊死在你宿舍的门口, 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不肯抱我, 和你爸对你的养育之恩,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送离的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妈,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送离哽咽, 我说过很多次, 不要赌不要赌, 我剖析过利害关系, 明明是江峰管不住自己, 明明是你没有看好他, 恶果劫出来了, 犯错的人不去承担, 凭什么让我去陪男人? 我做错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做错了什么? 送离生思历劫,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要被自己的养母这样用命威胁。 第九十三章, 喂我的狗, 全世界都该被呵护, 唯独他烂命一条, 灵巧的声音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 你当然有错, 你错在被我们养大, 你错一出生就被抛弃, 被亲生父母扔给我们, 你这一辈子都欠着我和阿峰, 命都该给我们, 我让你去你就去, 你不去, 我就死在你宿舍门口,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电话里, 还夹杂着江苏的哭声, 他满是委屈, 妈, 你怎么这么逼迫姐姐, 你这是要毁掉姐姐啊? 我们在想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灵巧恨声说, 距离七点还有多久, 我们去哪里找一千万, 他不去你就没有爸爸了。 宋离不想听这些苦情戏, 他内心一片冷漠, 从小宋离就已经习惯了, 一有什么事情, 灵巧第一个要牺牲的, 总是他, 外面变了天, 陆金川不帮他, 那他只能自己想办法, 他打电话给了江苏, 因为李诚的事情, 江苏这几天都待在江家, 接到他电话的时候, 声音里都是惺忪, 显然还没醒宋离, 宋离也顾不上, 是不是打扰到了江苏休息, 直接开口, 饶饶, 你有没有顾怀声的联系方式? 你要顾怀声的电话干什么? 江苏瞬间清醒了, 这些天在家没有事, 江苏昨天追剧追到凌晨五点, 宋离, 顾怀声不是个善茶, 我只是对他投资的一个具有想法, 想客串一个角色, 客串一个角色, 找导演试镜就好了, 用去找投资商, 江苏满心疑问, 他顿了顿, 没有问出来, 只是说, 我发给你, 宋离到了谢, 要挂电话的时候, 江苏忽然开口, 对了, 李诚的事情谢谢你, 宋离以为他说的是, 他喊南怀过来接他的事情, 算起来这件事情怪我, 如果不是我喊你去酒店吃糖水蛋, 也不会被李诚钻了空子, 而且是于先生救了您, 我怎么敢鞠躬, 你不知道吗, 江苏愣住, 我哥哥说了, 你也被李诚欺负过, 昨天我哥哥还说, 陆金川已经把李诚的公司收购了, 还帮我哥哥查出来很多账面的问题, 人已经在监狱里了, 宋离呼吸几乎停住, 江苏接着说, 我哥说是陆金川见不得陆太太受委屈, 给李诚的教训, 宋离脚步一顿, 他被李诚欺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陆金川想动手早就动手了, 恐怕是江苏的意思, 宋离心里默默地说不出来自己的感受, 江苏和陆金川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因为江苏的话, 陆金川也会动手, 这种落差其实挺大的, 可是宋离知道, 自己不能和江苏比较, 是李诚自己有问题, 如果没有江先生, 什么时候也没办法把李诚绳之以法, 饶饶, 我不和你说了, 我还有事, 江苏应了一声挂断电话, 宋离小跑着往山下跑, 太阳很大, 他晒得整个人脸色飞红, 好在他在线上联系到了一辆车, 上了车, 空调一吹, 瞬间驱散了一大半的凉意, 江苏不能不管, 但是让宋离牺牲自己, 绝不可能, 宋离让司机把自己送到顾初说的酒店, 在酒店下面他跑了五六个药店, 然后就近找了一个咖啡店呆着, 咖啡店的一楼正对着酒店的大门口, 完全可以看见进门的地方, 他等的过程中收到顾初两条短信, 都是彩信, 一张江峰被五花大榜的照片, 一张江峰鼻青脸肿的照片, 宋离迟疑, 说实话, 如果不是看见江峰这么凄惨的照片, 宋离都要怀疑这次的事情, 是不是还有江峰掺和其中, 实际上, 江峰也确实吃了不小的苦头, 顾初初而反而, 因为一直得不到宋离的回应, 郁闷之余, 在家里磨了一把顾怀生送给的匕首, 匕首非常锋利, 磨好之后, 顾初带着人去了地下室, 江峰已经和他的手下赌红了眼, 但是江峰怎么玩得过, 常年混迹在赌场里的打手, 短短三天, 已经欠下三百万的巨款, 偏偏江峰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对一个略带提醒的保镖大放厥词, 等顾也尝了我女儿的妙处, 我想要几个三百万没有, 继续继续, 顾初一张脸上满是阴厉, 他舔了一下唇角, 举起手打了一个手势, 身后几个保镖一拥而上, 把江峰摁在了桌面上, 他的脑袋在桌面上磕得怦怦作响, 疼得呲牙咧嘴, 顾,顾也, 江峰陪笑, 怎么了这是, 你那个好女儿到现在都没联系我, 别是你这个老东西, 高估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吧, 顾初玩着匕首, 在江峰的颈边来回转, 独属于匕首的锋利的含义, 刺激的江峰汗毛倒数, 他瞪大眼睛, 耸得双腿, 一软跪到了地上, 顾初看不上江峰, 让保镖把藏鸥牵了过来, 两只大狗堪比一只狮子, 眼底冒着凶光, 顾初动了动手指头, 几个保镖对着江峰一阵打, 直到江峰嘴角口水失去控制流了出来, 顾初才让人散开, 亲自牵着藏鸥靠近江峰, 今年晚上我玩不到送礼, 回来就让保镖把你剁成肉捏, 喂我的狗, 似乎听懂了顾初的话, 藏鸥兴奋地叫了一声, 似乎咬在了江峰身上, 人一哆嗦, 直接失禁了, 顾初嫌弃得要死, 牵着狗走了出来, 时间一点点流逝, 顾初仍旧没有放弃, 开着车去了酒店, 宋黎一眼就看见了他, 他刚想换地方, 就看见下午守在酒店门口的一个男人凑了上去, 他悚然一惊, 顾初竟然还让人蹲了点, 他可是跑了好几个药店, 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发现他, 宋黎又惊又惧时, 顾初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接了, 顾初已经撕破了风流的假面, 声音里都是阴沉, 提醒宋小姐一下, 现在已经是六点五十分了, 十分钟见不到宋小姐的人, 我就把江峰剁碎, 宋黎不信, 顾初说这话的时候, 看见保镖从另一辆车上下来, 后面跟着江峰, 可能是要来公共场合, 顾初没有捆绑他, 宋黎顿了顿, 我在路上, 对于宋黎的识项, 顾初还是满意的, 第九十四章, 你请我愿, 掐断电话, 宋黎从包里取出来一颗鸡蛋, 端起面前的咖啡杯, 将咖啡一饮而尽, 宋黎把鸡蛋打进去, 整个杯子满是腥味, 没人知道, 他对生蛋清过敏,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窒息, 小时候江峰揍他不给饭吃, 他有一次饿得厉害, 偷了邻居的鸡蛋, 因为回不了家, 他在树上碰了一下, 把鸡蛋吸进了肚子里, 半个小时, 脑袋肿成了一个猪头, 如果不是碰见了村医, 他早就因为抵抗力窒息而死了, 顾出惦记得从头到尾就是这个身体, 这张脸, 宋黎强忍着恶心, 把蛋清喝了下去五分钟后, 准时到了酒店门口, 保镖看见自容卓越的宋黎, 眼睛都亮了一下, 第一时间把人扣到了顾出的房间, 宋黎打亮了一眼房间, 江峰不在, 只有顾出一个人, 好在这货还没有完全失去人性, 没让人观看那方面的癖好, 顾出看见宋黎就扑了上来, 上下起手, 把人摁在门板上就要吻上来, 宋黎本就被蛋清恶心过, 当下差点连同刚吃下去的蛋清一起吐出来, 他躲了几下, 没逃到好处, 顾出阴下一张脸, 来都来了, 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非要我跺下来, 江峰一根手指头才得完, 恶俗, 宋黎脸上扯出来一抹魅笑, 低声说, 顾先生, 我紧张, 我去个卫生间可以吗? 一起去, 盗嘴的鸭子, 顾出可不想让他飞了, 宋黎心脏跳得很快, 他凑过去, 挽住顾出的手臂, 低声说, 顾先生, 我人都来了, 外面都是你的人, 跑也跑不了, 你还急于一时吗? 趁着顾出没有防备, 宋黎从顾出的口袋里摸出来, 他的手机塞在了自己的外套口袋里, 顾出一想也是, 他色迷腻地笑了一下, 从包里摸出来一件诱惑至极的睡衣, 扔给宋黎, 顺便洗个澡, 换上这个, 宋黎看了一眼睡衣, 总共就那么点布料, 胸口和下面都开了洞, 一瞬间, 那种耻辱感从脊椎骨爬了上来, 顾出今天是打算踏碎他的尊严, 并不只是玩玩而已, 强忍着愤怒, 宋黎拿着性感睡衣, 转身进了卫生间把门反锁上, 把顾出的手机拿了出来, 宋黎坐在马桶上是密码, 结果一滑屏幕, 直接进入了主页面, 他怕拿不到顾出的手机, 特意找僵扰, 要了顾怀生的联系方式, 但是顾出的手机拿到了, 而且连个密码都没有设置, 宋黎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 快速找到顾怀生的联系方式, 发了一条短信出去, 停了不短的时间, 宋黎开了花洒, 十分钟而已, 顾出已经等到不耐烦了, 在外面疯狂拍门, 宋黎用水打湿头发, 在脸上扑了点水, 那种呼吸艰难的感觉冒了上来, 宋黎眼前震震黑云, 他扶着墙壁走到镜子边上, 脖羹里开始冒细密的疙瘩, 脸上也开始有, 这种长得势头极快, 似乎长进了嗓子里, 宋黎没呼吸一下, 心脏似乎被针着一般, 痛得入骨, 半张脸爬满了疙瘩, 一张漂亮的脸蛋上面, 瞬间变成了一个怪物, 惊悚吓人, 宋黎身体开始泛软, 他伸手拉开浴室门, 顾出正打算冲进来, 眼前一黑, 一个人砸了过来, 他下意识地接住, 定睛一看, 被宋黎的样子吓了一跳, 用力把人推开, 宋黎身上没有什么力气, 脑袋砸在了门上, 鹅脚磕破, 血流了出来, 这种痛, 让他找回了一点自己的意识, 卧槽, 你是什么怪物? 他还没有特别严重, 但是班长脸上坑坑洼洼的都是小疙瘩, 疙瘩各个泛着红, 在白色的面容上, 尤为猙獰, 顾出看一眼, 就觉得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他疯狂地在身上擦手, 骂骂咧咧咧, 妈的, 你该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 宋黎爬过去, 拽住顾出的腿脚, 顾先生, 衣服我已经换了, 我们到床上去, 你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顾出不由分说, 一脚把宋黎踢开, 顾出生平喜欢美女, 也最怕丑女, 宋黎严重瞅到了顾出, 他即刻想要逃离这个房间, 还没出门, 酒店房间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谁他妈赶进老子的房间, 哥, 顾出骂了一半, 对上了顾怀生的那张脸, 顾怀生一脚踢到顾出身上, 男人练过, 一脚将顾出踹翻在地上, 大步进了门, 阴损般的视线在室内环顾一圈, 落在卫生间门口的女人身上, 他倒在地上, 地面上有血, 不是很多, 可他意识完全模糊了, 口里念念有词, 顾先生, 我可以陪你, 只要你放我吧, 顾怀生一向没什么情绪波动, 健壮俯身拽住顾出的头发, 被人从地上提起来, 漆黑的眸底宛如一片死海, 让顾出不寒而栗, 我说过话, 不记得了, 顾出头皮疼得要死, 仍旧不敢犹豫地回答, 记得记得, 玩女人可以, 必须你请我愿, 不准用下三滥的手段去欺负, 这是怎么回事, 顾出哑然, 顾出一不怕顾老爷子, 二不怕父母, 唯独害怕这个哥哥, 满身血煞气, 平素没什么表情, 但是让人恐惧, 顾出还没回答, 陆金川人已经到了, 他只带了圣兰, 比较气顾怀生黑压压的保镖团, 看上去多少弱势, 有外人在, 顾怀生懒得教训弟弟, 目光对上陆金川, 陆绍, 别来无恙, 陆金川没理会顾怀生, 目光一瞬间定格在宋黎的身上, 他穿着的, 还是早上离开别墅时的衣服, 头发散乱, 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爬满了疙瘩, 身体一点起伏都没有, 宛如死在了那里, 呼吸似乎被掐断, 陆金川站在原地, 脚被汗死在地面上, 一动不敢动, 太太, 圣兰惊呼一声, 大步跑了过去, 把人翻过来, 手指在他鼻翼下方叹了一下, 下一秒, 人瘫坐在地上, 陆金川猛地反应过来, 一把掀开圣兰, 太太没有呼吸了, 圣兰表情惊怒, 陆金川不幸, 自己叹了一下, 他声音里是自己都没发现的颤抖, 阿里, 双手合十, 压在宋黎的胸口上, 不断下压, 他撩开宋黎脸上的头发, 似乎对女人的争鸣视而不见, 掰开宋黎的嘴, 给他人工呼吸, 循环往复, 宋黎咳了一下, 眼睫掀了掀, 又昏死了过去, 陆金川一把把人抱起来, 兵荒马乱, 大步往外走, 保镖是把人拦下来, 陆金川一双眸子赤红, 杀气如有实质, 吓得保镖连连后退顾怀生, 这笔账我们回头再算, 第九十五章, 什么身份, 陆金川抱着宋黎下了楼, 塞进车里, 这里距离医院不远, 把人放在车里, 俯身进去, 盛兰猛踩油门, 连闯了两个黄灯, 把人送到了医院, 不是苏晨物的班, 他人并不在医院, 宋黎被人拉进了手术室, 十多分钟, 苏晨物, 沈青慈, 林山同时到了医院, 坐在医院长廊里的男人, 只肩夹着一根烟, 心火燃到纸边, 他却会发现, 反而林山下的不轻, 上前一步挽住陆金川的手臂, 眼圈已经红了, 怎么回事, 阿川, 你身上怎么都是血, 男人反应过来, 碾灭烟蒂, 丢进垃圾桶里, 低声说, 不是我的血, 安抚性的, 他拍了一下林山的肩膀, 沈青慈没心情, 看他们轻轻我我, 送离人呢, 在急救时, 沈青慈伸手拽了一下的苏晨物, 你是你们医院最好的医生, 你傻愣着干什么, 进去帮帮忙, 看看阿迪到底有没有事, 来的路上, 沈青慈已经弄清楚了事情始末, 他一拳砸在墙壁上, 眼底都是心红,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江峰和顾出两个畜生, 联合在一起做的局, 阿慈, 你在以什么身份质问我, 他面上没什么表情, 看上去满是漫不经心, 我能有什么身份, 当然急不上你陆总, 借着宋离丈夫的身份, 肆意遭见他, 沈青慈低咒一声, 你要是有戴绿帽子的癖好, 直接告诉兄弟, 一声就好了, 不用让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欺辱他, 言外之意, 他惦记着宋离, 阿慈, 宋离出世, 难道是阿川想看的吗, 他心里恐怕也不好受, 你何必在这里咄咄逼人, 灵山挡在陆金川面前都是好兄弟, 为什么要因为一点小事闹得这么不愉快, 一点小事, 一个声音介入, 灵山和沈青慈纷纷看向声援, 来人是南淮, 凌晨年轻一辈的权贵, 这里聚集了一大半, 陆总也觉得这是小事, 灵山没见到宋离的样子, 当然意识不到事情的重要性, 阿慈已经查清楚了, 因为阿川去得及时, 顾初没有得手, 顾怀胜已经把人带走了, 你们都这么生气, 是要给宋离讨要一个什么公道, 让顾初负责吗, 南淮忽然动了手, 单手掐住了灵山的下汗骨, 他用了力, 灵山吃痛, 气氛一瞬间剑拔弩张, 就连沈青慈也紧张了起来, 松手, 陆金川的声音里都是命令, 南淮没松, 林小姐好歹是林承名媛, 说这些话不觉得有失身份, 惦记你的人多的是, 万一哪天林小姐出了事, 是不是也打算尾声策划人, 灵山眼圈泛红, 他哪里受过这个委屈, 看灵山要哭了, 沈青慈直接一个攻了上去, 还没碰到南淮, 后者就把人推到了沈青慈怀里, 你是个艺人, 如果不觉得自己言辞有问题的话, RL不介意帮林小姐宣传宣传, 灵山眼圈泛红, 你不要太过分, 这些话我只是说说而已, 宋黎和阿川的离婚手续都没办完, 阿川怎么可能看着宋黎出事, 南淮看向陆金川, 站得不远, 两个高大的男人对驰, 所以, 你们觉得这件事请置身事外, 看着他奋力挣扎宛如, 浮游汉术是不是很好玩, 灵山和沈青慈拧眉, 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觉得凭借陆金川, 在凌晨半步封神的地位, 能保住一个宋黎, 南淮嗤笑, 眼底闪烁着凶狠的光, 你们说句话, 抬抬手能做到的事情, 可以要了她的命, 陆金川, 你做了她快两年的丈夫, 有没有好好了解过她, 知不知道, 吞下一个生蛋清, 与她而言, 是可能致死的量, 宋黎的过敏症状很严重, 严重要晕厥, 休克, 窒息, 你觉得, 你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初遥是, 你还可以怪她鲁莽冲动, 人过于柔弱, 你有什么错, 没有了宋黎, 还有灵山, 你陆太太的位置, 不会空缺, 南淮替宋黎不值, 甚至恨不得和陆金川动手, 可是这一刻, 陆金川不仅面上没有露出来半点歉疚, 反而鼓了鼓掌, 眼底都是欣慰, 可惜了南总, 如果阿力不是陆太太, 我一定割送你的深情, 我的人, 我怎么对待, 都不容南总智慧, 南淮冲动往前走了一步, 被白鹤从后面拉住, 灵山不悦, 你说的似乎阿川欠了宋黎的, 南总这么在乎她, 不还是没阿川来得快, 争执中, 急救式的门被人从里面拉开, 苏陈武率先出来, 她的表情不好看, 怎么样? 陆金川往前一步, 但是沈青次更激动, 直接问出了口, 宋黎的过敏症状很严重, 加上昨晚发的烧, 对肺部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人现在是没事了, 只不过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天气不好, 或者嗅到比较呛的味道粉尘之类的, 会咳得厉害, 要小心照顾, 算了, 这些话都是屁话, 苏陈武心里一片压抑, 他是一个医生, 最厌恶不珍惜自己身体的人, 宋黎他不止说过一次两次, 陆金川不放在心上, 同样的, 宋黎也不放在心上, 恐怕, 日后宋黎要变成医院的常客了, 沈青慈文言又在墙壁上捶了一下, 苏陈武挥了挥手, 你们散一下, 保持空气畅通, 如果都不让我就要给他挂氧气灌了, 几个人散开, 宋黎被人从里面推出来, 他掉着水, 脸上满是猙獰, 疙瘩已经遍布整张脸, 浮肿泛红, 灵珊第一时间别开头, 因为恐惧, 他心脏都有些不太舒服, 他扶着心口, 不适的样子瞬间引起了陆金川的注意, 他神色浅淡, 我让圣兰送你回去, 阿川, 对不起, 我不是嫌弃宋黎, 只是我心脏不争气, 胆量也没有, 看见他那个样子, 我就害怕, 灵珊睁着眼睛, 水灵的眼睛里蓄满了眼泪, 我见油帘, 第九十六章, 大人大量, 送走灵珊, 陆金川去了病房, 宋黎还没醒, 沈青慈和南淮对驰, 一人站在病床的一边, 不论是谁, 看见妻子床边站着两个优秀的男人都会不悦, 更别说天之骄子陆金川了, 陆金川唇半动了动, 喊门外赶来的保镖, 仇身, 宋客, 仇身文言, 带着人进门强行把南淮和沈青慈请了出来, 担心吵到宋黎, 两个人其实并没有抗拒, 病房安静了下来, 宋黎躺在病床上, 安安静静地, 手臂上也是疙瘩, 陆金川心口一阵不适, 闷闷地, 但还有些痔痛, 他拧了拧眉, 一定是被这女人瞅到了, 站了没多久, 求身低声说, 陆总, 顾先生在外面, 他想看一下太太, 陆金川吃笑一声, 刚好有账没算, 你留下, 照顾好太太, 是, 一楼, 陆金川的人把控了整个SVIP楼层, 闹, 安安静静在楼下等, 顾初挨了揍, 他奄奄地,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你说呢, 顾怀生的眼神冷得几乎能把他冰封起来, 顾初顿住, 片刻之后不愤地开口, 我不要道歉, 陆金川都已经和他离婚了, 而且, 宋黎是自己愿意过来地陪我的, 要怪就怪他瞅得太快了, 顾怀生像看白痴一样, 看了顾初一眼, 杀笔, 被人耍着完了都没反应过来, 他们家老子果然只把智商给了他, 陆金川刚下楼, 顾怀生早就看见了, 起身朝他走去, 把烟盒递过去, 陆金川没拿, 表情冷漠, 顾怀生也不强迫, 收了烟, 示意顾初道歉, 顾初别着头, 一个字都不说, 顾怀生伸手, 一把拽住了顾初的头发, 迫使他看着陆金川, 被强迫着, 顾初开口说, 抱歉陆先生, 我不知道, 你们还没有离婚, 他眼底带着笑, 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实力强悍的人, 道歉都口不对心, 陆金川本以为自己早已经适应了, 可是司机送离奄奄一息的样子, 如果不是他及时过去, 可能这会儿还给他的,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他几乎没有迟疑, 一拳打了上去, 顾初被打得后退几步, 撞在了台柱上, 就得打了几个滚, 顾怀生都愣住了, 陆金川很少情绪外露, 站在他们这个位置, 都会小心翼翼, 藏好肋骨这个时候, 他直接动手, 让顾怀生怀疑, 他对送离到底是怎样一个矛盾的态度, 顾怀生把人拦了下来, 他和于晴是一类人, 心风血雨剑多了, 表情中也藏着刀光剑影, 陆总, 一拳可以了, 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 最讨爷爷的欢心, 万一打出来个好胆, 我不好跟爷爷交代, 所以, 他动送离的时候, 好跟我交代, 陆金川反唇相机, 顾怀生表情淡了淡, 来之前, 不知道陆总喜欢满慎尼心味的女人, 阿处碰了一个, 改天我送陆总一扯, 大人大量, 别和小孩子计较, 陆毅焚烧理智, 陆金川一把推开顾怀生, 脱了外套丢给求生, 抱歉了顾总, 我今天还偏要计较了, 宋离做了梦, 嫁给陆金川三个月, 他发现他不吃鸡蛋, 以为他是嫌弃鸡蛋心的原因, 陆金川愚尊将贵, 亲自去厨房研究鸡蛋去心的办法, 给他变着花样做, 递给他食, 低声说, 鸡蛋营养价值高, 不吃怎么行, 宋离不是不想吃, 陆金川对他无微不至, 他根本不舍得辜负这份爱, 他吃了一点, 表情勉强, 男人把他面前的鸡蛋拉过来, 他吃剩的全部进了他的肚子, 鸡蛋是做熟的, 加上吃的烧, 宋离只是脖梗上出了浅浅的红疹, 他让范纵过来给他看, 过敏啊, 陆金川揉着他的脸蛋, 漆黑的眸子里忽明忽暗, 查一下过敏源, 宋离拉住陆金川的手, 化妆品过敏, 我待会扔掉不用了, 陆金川不悦, 不要乱用, 这一类东西用完了告诉管家, 他会帮你添质, 好, 脸上都是湿润, 宋离睁开眼睛, 入目漆黑, 周围很安静, 没有一点声音, 他从床上爬了起来, 手背有拉扯感, 微微刺痛, 有吊针, 宋离不由分说, 一把扯掉, 他穿着拖鞋刚走了一步, 室内的灯猛地亮了, 宋离吓了一跳, 猛地回头, 陆金川站在他病床前, 阴沉着面单手提着他的吊针, 陆, 这就是陆太太说的化妆品过敏, 陆金川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唇角挂了彩, 有一块青, 这个伤半点没有影响到男人的魅力, 他单手插着兜, 俊意非凡, 宋离哪怕见惯了美男帅哥, 还是不由心露了一拍, 陆金川自容优越, 男怀等人都无法企及,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该在这里, 宋离哑然, 他现在只想知道江峰是否安全, 一下午, 他在咖啡厅了解过顾怀生, 这些年没少给顾初擦屁股, 他用顾初的手机给顾怀生发了短信, 哥, 我玩死了人, 随即把顾初的手机关了机, 陆金川丢下针头, 大步而来, 拎着人的衣领带到床上, 把人抵在床板上, 宋离吞了吞口水, 沈笑一声, 陆总, 他捏着他的下巴, 谁给你的胆子, 敢和顾初去酒店, 你告诉我, 你有几条命, 宋离, 他完全没想到陆金川突然发难, 你不肯借我钱, 我要自己想办法, 这是办法, 陆金川气笑了, 如果不是我去得及时, 你早就死了, 顾怀生根本不介意顾初完四几个女人, 死了的解决方案更简单, 只需要给你养父母一笔钱, 他们屁都不会放一个, 陆金川越说笑得越冷, 你脑子有几个坑, 才会想着去找顾怀生, 宋离被他说得眼圈泛红, 一激动, 他肺部一阵臊痒痒, 一把推开陆金川, 扶着病床咳了起来, 足足两分钟, 他勉强止住咳嗽, 声音嘶哑, 一张脸上唯独有一双眼睛, 依旧灵动漂亮, 陆金川, 你这么生气, 难不成是因为你爱我, 在乎我, 第九十七章, 何必牺牲, 我爱你, 陆金川似乎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今天没照镜子吗? 我的陆太太, 宋离也来了脾气, 你人还有三分血性, 陆金川这冷嘲热讽, 或者随时发火的脾气, 让他憋了好久的火气了, 学着他的样子, 宋离漂亮的性谋咪了咪, 我还以为陆先生就喜欢我这张脸呢, 毕竟除了脸, 我和林小姐没有什么相似的了, 哦对, 看我这记性, 宋离揉着自己的脸, 手掌触摸到的不是光滑的肌肤, 不过他也没有表露出来几分难过, 现在我处于半悔容状态, 估计陆先生没什么兴趣, 听到他拿自己和林山比较, 陆金川猛地把人甩到床上, 他犯了一场, 大不出了病房, 宋离深深喘息, 脊背上因为和陆金川对驰, 出了一身冷汗, 没几分钟, 圣兰端着一份青州进门, 他迟疑了一下, 太太, 这是先生让宋过来的, 陆金川怎么可能让他给他送吃的, 他现在估计恨不得他死, 宋离怀疑, 州里面到底有没有毒, 被顾先生接手了, 江峰本来是在顾初的手里, 所以圣兰口中这个顾先生, 恐怕是顾怀胜, 宋离捏紧了病夫一百, 顾怀胜还没有顾出好对付, 圣兰忍了又忍, 没能忍住, 笛声说, 太太, 您昨天太冲动了, 陆总已经安排好了人在酒店, 顾出那个二世祖, 他带的那几个人, 哪里扛得住先生安排的人, 您何必牺牲自己, 宋离猛地抬头, 圣兰眼底隐忍着几分不满, 商场如战场, 资本家的对驰, 是吴胜的硝烟, 在陆氏工作久了, 圣兰苏兰都讨厌冲动的人, 宋离心脏颤抖, 陆金川不肯借钱, 他以为他不愿意帮忙, 他什么都不说, 如果他不过来, 江峰出个什么好歹, 灵巧做了傻事怎么办, 灵巧骨子里有奴性, 他和宋离不一样, 三岁起, 江峰打他, 宋离恐惧害怕, 每次哭着认错, 这些实实物, 不过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对抗江峰, 可是每一天每一夜他都在思考, 如何走出这个魔窟, 灵巧则不, 江峰每动一次手, 灵巧的奴性就越受刺激, 他以江峰为天, 觉得自己离开江峰不能活, 这是落后社会的思想, 宋离自己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国家解放这么多年, 他还有这么根深蒂固的福威天的落后思想, 宋离不想管他, 可是也成功地被灵巧威胁到了, 他怕的, 他拉不回来一个爱毒的人, 同样的, 看不住一个想死的人, 说他无情也好, 绝情也罢, 灵巧怎么死都可以, 唯独不能因为他去死, 更不是死在RL的员工宿舍门口, 影响到他就算了, 一条烂命, 可是他不能为难难怀, 宋离陷入了沉思, 盛兰又说, 陆故两家关系虽然算不上紧密, 可是也有生意往来, 故而惦记您, 您告诉先生, 就好, 他同仁泛起了红色, 眼底都是茫然, 可以吗? 陆金川真的会帮他吗? 不, 陆金川孩子都可以不要, 他也不爱他, 这个世界上, 只有自己才是靠得住的, 宋离从衣服里翻出来了几种药, 第一版他丢了出来, 这是抗过敏的, 我上一次吃蛋清过敏, 差点死掉, 我们镇上的医生就给我吃的这种药, 症状在, 可能休克, 但不会死, 他又翻出来一个小喷屏, 我找咖啡厅的后厨借了辣椒, 这里面是辣椒水, 用来对付顾初, 第三版要翻了出来, 这是安眠药, 准备胃给顾初的, 他的算计一环接一环, 人不会死, 顾初对他也没有了胃口, 关键是, 说不定能保住江峰, 甚至, 可能连辣椒碎都用不上, 肾蓝耿住, 虽然相比较起来, 陆金川的做法简单直接有效, 可是, 不是我破坏了你们的计划, 是你们破坏了我的计划, 宋离放下东西, 身体下滑, 坐在地上, 他身体颤抖, 被顾初抵在酒店的门板上时的恐惧, 几乎席卷了他整个人, 他一点也不想再经历一次, 你应该相信陆总, 宋离盯着圣兰, 他看上去那么脆弱, 宛如一朵摇摇欲坠的海棠, 一折就断, 可, 圣兰听见他说, 我谁都不信, 我只信我自己, 陆金川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 看着窗外, 他点了一根烟, 身上还是那件染了宋离血的衣服, 求身低声说, 太太安排得谨慎, 谨慎, 陆金川吃笑顾怀生不是顾初那个废物, 他手上可是沾过血的, 烟灰速速下坠, 求身看向陆金川, 好久没见先生有这么大的感情波动了, 这件事情是陆金川预判失误, 一没想到宋离诞青过敏, 二没想到他胆子竟然真的这么大, 敢单枪匹马地杀进酒店, 独自面对顾初, 陆金川碾灭烟火, 窗台上放着一份文件, 是他昨天给宋离的, 他说了, 只要宋离肯再做五年陆太太, 那么他就叫江峰, 死了, 求身愣住, 先生, 这份协议陆金川已经签了字的, 江峰在顾怀生那里, 太太再怎么小心, 也就不出来江先生, 这件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陆金川面上浅淡, 似乎一开始的不悦从未出现过, 他讽刺一笑, 他宁肯玩死自己也不愿意回来, 我要一具尸体有什么用, 求身掖住半赏才问道, 老先生刚才打了电话过来, 让您去老宅一趟, 无非是因为这次的事情, 陆老爷子在上流社会待得久了, 哪怕是和男士之间矛盾重重, 坚持不肯撕破脸面, 他在公共场合和顾家长孙动手, 还把顾初打了个半死不活, 未来百天估计下不了床, 算是犯了陆老爷子的大忌, 我知道了, 陆金川单手插在西枯枯兜里, 他禁止往外走, 边走边吩咐, 你去联系一下白燕宁, 明天晚上11点, 龙溪港口有不法交易, 龙溪是顾怀生的地盘, 警方盯了很久, 但是顾怀生是老油条, 一直没被抓到把柄, 第98章, 要离婚症, 先生, 这样不合适, 老先生知道了, 肯定是会生气的, 求生提醒, 顾怀生纵容顾初, 玩到陆太太的头上, 可从来没把我放在眼里, 怎么玩, 玩谁都无所谓, 但是背下的场子, 不找回来, 凌晨的人只会觉得, 我陆金川怕了, 陆金川拿出手机, 在车厢里面, 边走边开会, 他指令一条又一条, 条条要顾氏的命, 经此一议, 顾氏恐怕要放大血, 从医院回陆家老宅, 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陆金川下完指令, 闭上眼睛假妹, 到老宅的时候, 在客厅里, 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宋礼也很无语, 他可是刚甩开圣篮, 从医院跑出来, 就被陆老爷子的人, 强行带到了这里, 好在, 陆老爷子不讲理, 还有陆老夫人在, 他刚到, 老夫人就给他准备了晚餐, 王妈亲自调制的馅料, 做出来的小馄饨, 口感绵软, 肉质弹牙, 他真的喜欢, 连着吃了好几个, 如果不是陆老爷子坐在那里, 气势逼人, 他还能再吃几个, 客厅里落真可闻, 气氛紧张的宋礼的神经, 也不由自主地紧动了起来, 没几分钟, 陆带也到了, 连同陆带的丈夫, 楚歌, 陆带一到就打破了瓶颈, 他没烧上条, 横眉忍目, 爸, 您去京都这些年, 阿川越来越无法无天, 我来的时候还收到了消息, 阿川想动故事的产业链, 凌晨的经济早已划分版图, 我们和故事也有交易往来, 按照他这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 不仅故事要吃亏, 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阿川这么一气用事, 实在是让我和阿哥怀疑, 他有没有能力继续担任陆带的总裁, 陆带的话过于尖锐, 直接触碰到了陆老爷子的废管, 老人家瞬间暴怒, 你贪娘的放屁, 陆氏是你哥建立的, 不管阿川有没有能力, 都得是总裁, 你在陆氏当个不入流的股东, 除约那个不争气的东西, 当个总监, 你们就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阿渊创建陆氏时, 找你合伙时, 你不帮你哥就算了, 现在惦记了, 陆带你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陆带静默, 他的承认, 家里无人能应付住陆老爷子的脾气, 他是参加过抗战的老司令, 没什么文化, 骂人的时候中气十足, 陆带看不起父亲, 同样的, 也害怕父亲, 他的声音第一时间软了下来,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误会我呢, 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阿川考虑吗, 我怕他年少不知事, 毁了我哥的心血, 我是阿川的亲姑姑, 当然希望阿川好, 我怎么可能惦记陆氏, 不惦记就不该来, 立刻就滚, 陆老爷子骂了一声, 陆带还想说什么, 陆金川却不想听, 求生第一时间走过去, 对着陆带夫妻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人走了, 陆老爷子让王妈去取牛鞭, 王妈一听, 腿就软了, 老夫人, 家法不是陆老爷子定的, 他也没遵守过, 他用鞭子可不管小辈的死活, 上次抽的他的冤, 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我让你去, 你喊他做什么, 陆老爷子拍了一下扶手, 眼睛瞪得像是铜铃, 吓得王妈哆哆嗦嗦上楼去拿, 老爷子已经脱了马甲, 卷起衣袖, 他满脸凶光看着陆金川, 滚去书房跪着, 老陆, 你这是干什么, 陆老夫人想把人拦下来, 被陆老先生一把挥开, 妇人之人, 我的事情你少管, 陆老爷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宋黎一个眼神, 陆金川的反应倒是平淡, 起身脉步上楼, 闲停信步, 一点都不像是去挨打的, 不多时, 楼上就传来抽鞭子和老爷子怒吼的声音, 鞭子一下又一下打了下来, 远超过了那次陆老夫人让人动手时的样子, 宋黎身体都开始抖, 如果是他, 恐怕一鞭子就被陆老爷子抽死了, 可是, 他们没有任何人听到陆金川的痛呼, 陆老夫人来回转着, 眼睛下方都冒了红光, 阿川什么不喊痛, 会不会晕过去了, 王妈也害怕, 老夫人, 少爷身上的伤还没好, 您和老爷子说说, 这么打下去, 真的会出人命的, 遭老头子如果听他的, 也不会和阿川动手, 陆老夫人连连摇头, 摇头时看见了宋黎, 阿黎, 宋黎看过去, 陆老夫人恍然回神, 阿黎, 你去和你爷爷说一下情,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你爷爷会打死阿川的, 宛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王妈也开口, 少夫人, 那个牛鞭是用牛皮缝制的, 一鞭下去就是皮开肉绽, 老爷已经打了二十多鞭了, 你叫叫少爷, 您不是最喜欢少爷吗? 宋黎害怕, 他胆子很小, 从小自我保护意识很重, 已经吃了一次鞭子的亏, 他根本就不想去吃第二次, 李丫头, 你犹豫什么, 你快去呀, 宋黎抿着唇拌, 脸色惨白, 他想了半赏, 低声说, 我可以去, 但是老夫人, 我有两个条件, 你有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先让你爷爷停下, 宋黎摇头, 您答应了, 我才上去求情, 陆老夫人胶着, 那你快说, 第一, 我要一千万, 第二, 我要和陆金川的离婚证, 他口齿清晰, 一字一顿, 陆老夫人眼底的热忱散了一半, 一千万我可以给你, 但是离婚我也没办法, 楼上抽打的声音, 依旧能传下来, 声音早就变了, 鞭子沾了血, 声音更加脆响, 似乎鞭打在陆老夫人的心口, 老陆不会同意, 你们离婚, 我答应也没办法, 这件事情, 我做不了主, 陆老夫人第一次对宋黎有了意见, 她怀疑, 上次女人表现出来的, 对孙子的挚爱,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换一个要求, 宋黎心如死灰, 除了离婚, 她就只有一个执念了, 那就是孩子, 好, 我换一个, 我要老夫人借给一个人, 全能的, 能帮我查到孩子被害真相的人, 陆老夫人依旧迟疑, 宋黎舔了一下唇绊, 她是人间难得的好颜色, 舌尖烟红, 漂亮得不可思议, 只是那张脸, 惨不忍堵了一点, 老夫人, 您想好了, 你多考虑一秒, 阿川就要多挨一遍, 第九十九章, 自作多情, 你威胁我, 陆老夫人不是在疑问, 显然是肯定, 宋黎往后退了一步, 陆老夫人关心则乱, 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孙子, 陆老爷子怎么可能真的打死他, 趁着陆老夫人没有反应过来, 狮子大开口, 宋黎心脏紧缩又颤抖, 可他走投无路了, 江峰林巧来了, 陆金川不肯离婚, 也不愿意帮他, 除了威胁, 他没有别的办法, 这种事情, 他也反驳不了, 心口发胀又满是色然, 陆老夫人是陆家唯一疼爱他的人, 这么一来, 他们何尝不算是撕破脸皮呢, 啪, 又是一边, 陆老夫人色索了一下, 失控的抬高声音, 我答应你, 快点上去, 快去, 宋黎生怕陆老夫人反悔, 大步往楼上跑, 被楼梯绊倒, 他身体前倾, 手臂磕在了楼梯上, 擦伤了胳膊, 痛得他脸色白了白宋黎抬眸, 眼睫里都是无望的风, 他往前爬了两下, 起身奔上去, 猛地推开书房的门, 书房的窗帘拉着, 陆老爷子急着教训陆金川, 没开灯, 光线昏暗, 他看不太清楚陆金川的现状, 只是鼻翼间满是血腥味, 陆老爷子并不是因为他而教训陆金川, 是因为陆金川破坏了凌晨的和谐, 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那么多, 就算是老爷子正直, 又哪里管得过来, 他祈求有什么用? 没用的, 可是宋黎知道, 陆老爷子参与抗战道退伍重回生活之后, 人生七十载, 从不期老若妇孺, 宋黎闭着眼睛, 猛地朝陆老爷子的边下冲了过去, 陆老爷子和陆金川, 看见宋黎扑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前者收不回来这一边, 后者身体侧倾, 稳稳接住了女人柔软的身体, 剑朱的躯体挡在宋黎身边, 可是女人身体还是在色缩, 他颤抖得厉害, 陆金川猛地低头, 那一边大半扫在他的身上, 可他没能把他护完全, 他腰腹上衣衫被这一边抽破, 洁白的肌肤上染了血, 一层皮上卷着, 他忍着痛, 缩在他怀里深深吸气, 你干什么? 陆金川又惊又怒, 他攥着他的手臂, 力道之大, 似乎能将他整个人生吞活泼, 好在, 他这一扑, 还是有用的, 陆老爷子停下了, 送离没礼回陆金川, 眸光看向老爷子, 小声地开口, 陆老先生,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就算是授加法, 也该是我受, 阿川是为了我才和顾怀生起冲突, 你不要再打他了, 哪怕是送离刻意隐忍, 可是他声音颤抖, 是男人这种剧痛, 肩膀剧痛, 陆金川似乎要把他的骨头捏碎, 你少自作多情, 我只是觉得顾怀生不把我放在眼里, 送离反身抱住陆金川, 男人身上湿潮, 冷汗交织着血液将他整个人打湿, 都这样了, 这个臭男人还能说出来这种欺人的话, 他装模作样地缩在陆金川的怀里, 我知道, 你怕爷爷真的和我动手, 我不管, 爷爷打你, 就连我一起打算了, 陆金川表情争忠, 整个人茫然了一瞬间, 他的身体下滑, 他还下意识地拢住, 这个动作, 牵扯到伤口, 男人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胡闹, 陆老爷子一辈子没打过女人, 吼了一声, 愤怒地扔了手里鞭子, 气冲冲地下了楼, 直奔陆老夫人去了, 耳边都是老爷子的怒吼声, 是不是你让他上去的, 直接往鞭子下面扑向的什么样子, 宋黎还在颤抖, 显然害怕得不行, 心里的柔软瞬间消散, 他把人从怀里拉了出来, 心眸见眉沉冷无比, 宋黎, 你让奶奶答应了你什么, 反正也瞒不住, 宋黎对着陆金川, 露出来一抹笑, 他答应我借人帮我查清楚, 孩子被害的真相, 陆金川瞳孔缩了缩, 鹅脚的冷汗, 将他的乌发打湿, 贴在俊美的面孔上, 狼狈又邪似, 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 就江峰是假, 去找顾初也是假, 这才是真的, 宋黎顿了顿, 他没有否认, 他是把陆老爷子回来, 当成一个突破口, 可是事情的发生得太快, 他还没有想好计划, 就被赶鸭子上架, 过敏, 边伤, 如果能换来真相, 他不亏的, 无所不用其极, 宋黎, 这些结果, 真的是你想要的, 心口似乎堵了一块棉花, 他腰部很痛, 缩在陆金川的怀里, 完全不敢动, 他仰着头, 呼吸的时候心脏发软, 似乎不会再跳动, 是, 这就是我想要的, 宋黎瞪大眼睛, 不肯服输, 不掉眼泪, 眼底散发着胜利的光, 说出来的话满是苍凉, 陆金川, 我早就发现一样, 不确定我是不是怀孕, 想让你带我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你递过来了一纸离婚协议, 那一刻起, 我的世界里, 只有我和孩子了, 他没哭, 也不肯让自己再有这种, 除了博人同情再无其他的东西出现, 我不死, 就绝对不会放过, 让幕后黑手绳之以法的可能, 他顿了顿, 眸光精亮, 那张疙瘩遍布的脸, 出奇的感人, 你, 也阻止不了我, 除, 非, 我, 死, 最后四个字, 每一个都压在了陆金川的心口上, 宋黎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错觉, 竟然在陆金川的视线里, 看见了哀痛, 一闪而逝, 他闭了闭眼睛, 把人从怀里推开, 陆家老宅待着没什么意思了, 宋黎从地上爬起来, 刚出书房, 就看见了陆家的家庭医生, 宋黎和他擦身而过, 下了楼, 陆老夫人表情不太好, 老爷子也僵硬着一张脸, 看见宋黎, 他有些声音的低声说, 身上有伤要去哪里, 让医生给你处理一下, 不用, 宋黎说完, 看向陆老夫人, 老夫人, 我要的人呢, 陆老夫人柔了柔眉心, 表情有些倦怠, 愁浅, 一个干练的女人站了出来, 愁生愁浅是兄妹, 不过组织不同, 求生和陆金川一样, 在特种兵部队服役五年, 甚至执行过任务, 后来退伍之后, 陆金川继承公司, 求生跟了陆金川, 至于求浅, 是老夫人在国际雇佣兵团里定下来的女战神, 她从小没怎么读过书, 人就在兵团里长大, 她骨骼柔韧, 是练武练武的好材料, 第100章, 戳几两骨, 偏偏智商也极高, 若不是老夫人实力雄厚, 不可能让求浅卖面, 宋黎知道求浅, 呼吸平住, 陆老夫人发了狠, 低声说, 这段时间你就听宋黎的安排, 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是, 求浅从沙发后面出来, 走到了宋黎面前, 她表情很淡, 和陆金川不一样, 她冷淡是因为世界上少有什么东西能入她的眼, 所以没什么情绪波动, 而求浅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长相和行为都宛如标尺丈量过, 恰到好处, 宋黎呼吸落下, 缓缓弯腰, 对着陆老夫人聚了个弓, 然后转身跑出了陆家大宅, 求浅一直跟着她, 宋黎不好意思麻烦陆家的司机, 但是腰背一直痛, 她走不动就给云梦打电话, 电话没通, 宋黎盯着眼前的大树, 思索如果云梦不来, 还有谁能接她的时候, 云梦的电话回了过来, 她的声音雀远, 宋宋, 怎么了? 梦梦, 你能不能来陆家老宅里来接我? 宋黎带着颤音, 云梦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 你怎么了? 我受伤了, 我让人去接你, 宋宋, 我在同阵, 云梦低声解释, 我哥哥回来了, 我妈让我回家团聚一下, 我妈说, 我哥就回来两天, 马上就要去工作了, 云梦的哥哥, 那个被拐走又找回来的哥哥, 似乎要印证云梦的话, 宋黎听到云妈妈在电话里喊, 阿湛, 洗手吃饭了, 宋黎身体猛地一抖, 一语出声, 阿湛, 嗯, 云梦应了一声,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哥哥叫云湛, 宋黎应了一声, 云梦又说, 不说了, 我先安排人去接你, 好, 挂了电话, 宋黎觉得自己的呼吸似乎被一双大掌掐住了心脏, 呼吸一下都似乎致痛的, 云湛, 不是阿湛的湛, 站在树下, 宋黎觉得腰部很痛, 这种痛似乎蔓延到了全身, 球浅看见他情况不对, 感声说, 少夫人, 您要我要做什么?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球浅顿了一下, 低声问, 阿湛, 你知道, 球浅点头, 在知道, 你流产之后, 老夫人就让我查过, 只不过, 少爷抵触这件事情, 被他阻止了两次之后, 我就收了手, 查出来的不多, 知道那天迷宫巷里用棍棒制使太太流产的人, 就是什么烂活都接的阿湛, 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没了后续, 球浅还以为宋礼已经放弃了, 可是球浅不懂, 美好的商日日响起, 在心口上化了脓, 腐烂结痂, 处之极痛, 令人无法呼吸, 我去查他现在的下落, 宋礼摇头, 他定睛看了球浅, 宋礼眼睛漂亮, 水汪汪的宛如一汪秋水, 此刻秋水里面满是认真, 我要你, 亲自去抓他, 我不仅要他, 还要他幕后的人, 球浅意外, 但宋礼的要求, 他也能理解, 如果他要当妈妈了, 孩子血人还没了, 估计也可能发疯, 球浅领了命, 就不在宋礼这里, 陪他等人了, 他站在别墅门口, 没多久, 王妈出来, 手里拿着一张支票, 一千万, 下面的签名是陆金川的, 宋礼结果, 自嘲一笑, 折腾来折腾去, 这一千万, 还是陆金川拿给他的, 云梦派来接他的人到了, 车子低奢, 他迟疑着, 兵力的车窗滑了下来, 南淮的俊延露了出来, 宋礼争中了片刻, 南淮, 南淮对着他扯出了一抹笑, 显然没有嫌弃, 他瞅, 宋礼摸了一下脸, 低声问, 怎么是你来了, 南淮没回答, 问他, 去哪儿, 宋礼没有矫情, 报了员工宿舍的地址, 说要找他妈妈和妹妹, 对于顾怀生的事情, 他始终欲言又止, 他们之间的关系, 至少在宋礼的心里, 还没有清静到可以随意分享, 他忍了好久, 才问, 我听云梦说, 要紧吗? 宋礼迟疑了一下, 骗他说, 不要紧, 还是过敏的事情, 他有些抵触这个话题, 南淮没再问, 让司机送他过去, 告别南淮, 宋礼在小区门口的商场里, 买了一条尼龙绳, 拎着进了小区, 一开宿舍门, 林巧就扑了过来, 又哭又喊, 又捶又打, 宋礼你个杀千刀的, 你还知道回来, 你, 你怎么了? 你的脸怎么了? 江苏也吓了一跳, 步子都停在了原地, 姐姐, 你的脸, 林巧还在他身上挂着, 宋礼一把把人掀了下来, 讥讽着笑, 还不是因为江峰, 差点害死我, 江峰呢? 你爸呢? 你没何故出睡? 人呢? 林巧疯疯癫癫地, 宋礼痴笑, 硬掰着他的脸, 你看看我的样子, 还和我睡, 他看见我就倒胃口, 生怕我有传染病, 怎么敢跟我睡? 林巧一脸失望, 随即一屁股坐在地上, 哭天腔地的喉, 那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你? 江峰我会想办法,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跟老娘谈条件, 我养你这么多年, 不是让你吃白饭的。 宋礼谋光死寂, 盯着林巧, 宛如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 是, 你养我这么大, 可是陆金川娶我时, 彩礼就一千万, 还有妈和爸密谋, 把我卖给别的男人时, 也赚了不少钱吧? 你们的恩已经还清了, 我们是不是该算算江峰 长期加把我的债? 你这个贱蹄子, 你还想告我们? 林巧金仪, 也可以不告。 宋礼话锋一转, 我和陆金川已经协议离婚, 到时候签户口, 我不会签回江家, 签下来断绝关系书, 我就出来江峰, 我们之间就什么关系, 都没有了。 姐, 江苏喊了一声, 金豆豆瞬间掉了下来。 不要, 他抱着宋礼的手臂。 姐姐, 你不要我了吗? 宋礼一瞬间, 一直险些动摇, 好在还有林巧在, 他拍着大腿, 边哭边撒泼。 不可能, 我养你这么大, 你要给我养老, 你必须救江峰, 不救我就吊死在你们宿舍门口, 我让你一辈子被人戳几两骨。 第101章, 玩两把吗? 宋礼把尼龙绳丢在了林巧的脚边, 他并没有停下, 而是大步走到门口, 一把拉开宿舍的大门。 门口聚集了几个人, 都是RL新进的练习生, 显然是在看笑话, 看见宋礼, 几个人一哄而散。 宿舍门口房梁上, 有一根很粗的钢筋棍, 本来是小阳台, 让大家晾衣服的。 宋礼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我不管, 不是要上吊吗? 怎么不动? 江苏和林巧被宋礼的话和认真的表情吓到了, 完全不会呼吸, 瞪着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宋礼, 后者恍然大悟, 哦, 要我帮忙把绳子系上去对吧? 宋礼蹲下身, 捡起绳子, 搬了一个很大的凳子, 踩着上去, 绳子也甩到了棍子上。 你, 林巧气得浑身颤抖, 他眼睛瞪大, 不可置信。 宋礼,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贱蹄子, 你想让我去死? 不是你想死的吗? 如果你孝顺, 肯帮我救江峰, 我为什么要去死? 林巧咬牙切齿, 你矫情什么, 孩子差点都生了, 又不是各处, 和陆金川离了婚的, 陪人家一晚上怎么了? 那你怎么不去? 宋礼差点将这句话问出口, 他强忍着, 唇半上翘, 眼底都是稀疏的光。 对不起阿嬷, 你放心的死, 我绝对不会让你孤单的, 等你死了, 我就把自己挂上去, 还有素素给我们收尸呢? 不是吗? 林巧哑口无言, 宋礼摸着自己的面庞, 低声说, 如果真的像您说的这么简单, 我也愿意去陪那个老板, 可是我这样, 老板以为我有什么病, 不肯和我在一起, 我有什么办法? 一颗眼泪掉了下来, 刺痛了江苏, 江苏拽着林巧, 妈, 你不要逼姐姐了, 我不想没有爸爸, 没有妈妈, 没有姐姐, 林巧可没那么容易被宋礼骗到, 如果宋礼真的孝顺, 让她签什么协议, 可是宋礼现在就给了她两个选择, 要么真的死, 要么签协议, 她是法盲, 直觉宋礼让她签的, 不是什么对他们有利的东西, 但是宋礼都要上去拴绳子了, 她真的怕, 她女儿考上了好大学, 她的好日子, 既然宋礼有办法就江峰, 她死什么死林巧犹豫再三, 我签了字, 你就能救江峰, 宋礼, 你可以不签, 但是在凌晨, 你能相信的人只有我, 林巧狠了狠心,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宋礼一把抽回来, 确定字没问题之后, 把协议书折叠塞进了包里, 她打算走, 手臂被林巧拽住,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江峰, 很快, 宋礼掰开她的手, 等江峰回来, 你们就搬出去, 这是我的员工宿舍, 我们没了关系, 这里, 你们再来, 就是私闯民宅, 我可以控告你, 你, 林巧气得脸色发紫, 她嘴里不甘不敬地骂, 但是宋礼丝毫不受影响, 大补出了宿舍, 她边走边思索, 从顾怀生那里, 赎回来江峰的办法, 陆老夫人这条路走不通, 她老人家这会儿, 估计正讨厌着她呢, 她眨了眨眼睛, 想到了一个人, 犹豫了片刻, 她还是打了电话, 事业, 七点钟, 宋礼在夜色迷离二楼, 找到了顾怀生, 她单独开了一个包厢, 没有陪完, 没有喝酒, 坐在灯色迷离的包厢里, 偌大空荡, 在一众重金属音乐里, 格格不入, 似乎就是在等谁, 站了很久了, 不进来门路太太, 宋礼顿了顿, 她想到了陆金川的那句话, 顾怀生根本不在乎 顾出完死几个女人, 死了的解决方案更简单, 包厢门大敞着, 坐在里面的男人 眯着眼睛看着她笑, 森涵顺着脊椎 一路爬到脑门上, 宋礼觉得危险, 同时仍旧不忘苦中作乐地想, 她没死, 顾怀生很失望吧, 想着, 她往前走了一步, 踏入了顾怀生的领地, 男人手里拿着三个头子, 一个头钟, 头子扔进去, 她摇了两下, 笑着说, 玩两把吗? 听说凌晨有一个地下赌场, 规模很大, 明明是顾出开的娱乐场所, 实际上是顾怀生暗中操盘, 因为内部有人, 警局已经没有抓到他们的尾巴, 和顾怀生玩赌, 无异于飞蛾扑火, 不要堵住, 陆金川娶的老婆胆子怎么这么小, 再拒绝似乎没有什么意思了, 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包包放在桌面上, 两个人脸上都不干净, 顾怀生和陆金川动过手, 眉骨挂了彩, 宋黎为了躲开顾出, 满脸疙瘩, 两个人看着彼此, 各自捣胃口, 顾怀生递给宋黎三个头子, 一个头钟, 她率先摇了两个, 扣住头钟, 低声问, 比大还是小? 这是最简单的玩法, 宋黎低声说, 大, 顾怀生从西裤口袋里摸出烟盒, 抽出一根, 问她, 介意吗? 有求于人, 宋黎不敢介意, 摇了摇头, 十秒而已, 有打火机的声音, 浓白的烟雾被室内的彩灯染得五颜六色, 宋黎肺部痒得厉害, 这次她肺部留下了后遗症, 忍不住咳了起来, 让人意外的是, 感觉到宋黎的不适, 顾怀生第一时间碾灭了烟火, 她掀开头中, 三五七, 重规重矩, 顾怀生看向宋黎, 宋黎掀开, 三六七, 大一点, 宋黎心口直跳, 接下来, 摇了五六次, 其中换了笔小点, 宋黎统统赢了顾怀生, 她脊背上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难以控制的, 明知道是有陷阱, 可是赢了, 依旧在心里兴奋, 宋黎心里警铃大作, 果然, 顾怀生笑着说, 完了这么久, 要不要赌一把, 她眉烧三分漫不惊心, 七分诱惑着开口, 这把如果你赢了, 那么陆太太来的用意不用我, 顾某人满足, 如果我输了呢, 顾怀生挑眉, 我听说陆太太要和陆金川离婚了, 宋黎点头, 那么, 如果你输了, 就跟着我, 同样的我也不会为难你的父亲, 第102章, 亲子鉴定, 顾怀生唇脚上挑, 他长得虽然不如陆金川英俊, 但是捡了平头, 五官硬朗, 一举一动都带着成熟男人的韵味, 越看越撩人, 宋黎忽然笑了, 顾先生口味挺重的, 我这样了, 还能让顾先生说出来这句话, 我是该感叹自己魅力非凡呢, 还是怀疑顾先生别有所图呢, 怎么, 顾怀生脸上的表情淡了不少, 顾某入不了陆太太的眼, 宋黎没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用素白纤细的手指, 敲了敲头中, 低声说, 完之前顾先生说没有堵住的, 无趣, 顾怀生冷笑一声, 他伪装出来的温和一瞬间被撕裂, 即被往后依靠, 剑朔的身躯身陷在一背里, 盯着他的视线忽明忽暗, 他心里一阵窝火, 陆金川端了龙溪, 这个举动让顾怀生措手不及, 他突然发难, 全是因为眼前这个女人, 顾怀生原本想得很简单, 一个乡下来的女人, 他随便设局就能玩弄于鼓掌之中, 但是, 他显然低估了宋黎, 起手呢? 见他不装了, 宋黎也不想浪费时间, 将手里的一千万推了过去, 顾先生, 这是一千万? 什么意思? 顾怀生装傻? 这是我爸欠顾小先生的赌资, 压着人不放也不是一个办法,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可以吗? 顾怀生坐在宋黎对面, 他眼睛很亮, 肌肤雪白, 唯独一张脸, 现在不能看, 男人抿了抿唇半, 真的对宋黎有了点兴趣, 甚至回顾未来, 这女人仗着自己现在丑的安全, 跑到这里来和他谈判, 鬼使神差的, 顾怀生问他, 这么丑, 你怎么进的门? 宋黎正住, 心里骂骂咧咧, 他又好看得哪里去? 脸上挂着彩, 保安怎么不报警, 怀疑他影响临城社会治安, 可是表面上, 宋黎不得不对顾怀生保持着微笑, 顾怀生诞生说, 陆太太恐怕不知道, 顾家做事, 不会拘禁你父亲是个自由人呢, 他在赌场想要回本, 我特意借给他两百万, 他输得一干二净, 顾怀生推过去一张纸, 有江峰签名的结局, 一千二百万, 宋黎的心脏猛地下沉了下去, 就是这个时候, 白燕宁推门进来了, 他穿着警服在顾怀生的对面站定, 昨天端了龙溪的人, 好像就是白燕宁带的人,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顾怀生听说江峰欠了你一千万赌资, 国家命令禁止赌博, 尤其是这种可能会让人家破人亡的赌博, 顾怀生站起身和白燕宁对立着, 白警官, 你说错了, 江峰欠我一千两百万, 至于他用来做什么, 我可不负责去弄清楚, 白燕宁你没, 这么大数额的借款, 你也肯借,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江峰是陆金川的岳父, 应该不会还不气吧, 顾怀生笑逆宋黎一眼, 低声说, 一笔钱和陆先生交个朋友, 这是好事, 怎么能说我脑子有问题呢, 合理, 宋黎和白燕宁交换了一个眼神, 欠钱是欠钱, 但是不能非法拘禁, 人呐, 今天见不到人, 我就带你去警局喝茶, 白警官, 你这不是为难道, 国内十几亿人, 如果每个人都找不到, 就来找我, 那我不是要忙死, 白燕宁对顾怀生是身痛恶绝, 他捏着警棍, 抵着顾怀生的下巴, 废话少说, 要不要和我去警局, 调你带走江峰的监控, 我合理怀疑, 江峰有被侵害的痕迹, 希望顾先生配合调查, 顾怀生并未露出来害怕的表情, 仍旧站在那里, 气定身险, 每两分钟, 宋里手机响了, 是江塑, 宋里眼皮跳了跳, 滑了接通, 江塑的声音软弱, 姐, 爸爸回来了, 包厢很安静, 隔音效果也不错, 江塑的话顾怀生也听到了, 他摊了一下肩膀, 笑着说, 白警官, 我是梁明, 白燕宁, 宋里也顾不上那么多, 和顾怀生多待一秒就觉得压抑, 他拉着白燕宁从包厢里出来, 是他请白燕宁过来帮忙施压, 救出来江峰的, 顾怀生和顾初不一样, 前者虽然嚣张, 但是白燕宁多多少少有点用, 可是顾初不同, 他在警局都敢调戏他, 谁知道白燕宁对他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从夜色迷离出来, 宋里亲生和白燕宁道谢, 白警官, 谢谢你, 不用谢, 白燕宁低声说, 我看来是受人所托, 宋里抬头, 白燕宁也没绕弯子, 陆金川给我打了电话, 昨天他提供了足够的线索, 帮我搞了顾怀生, 我欠他一个人请, 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和顾怀生打交道, 他这个人阴险得很, 宋里已经感觉到了, 他对着白燕宁狠狠点了点头, 剩下两百万我会尽快筹齐, 还给顾怀生两步向欠, 白燕宁点了点头, 上了车离开, 天开始变凉了, 宋里往前走了两步, 在一侧的台阶上坐下, 从包里摸出来一张纸, 那是知道怀孕之后, 去医院做彩钞, 宝宝很小, 在纸张上只有一团暗影, 转眼时间已经过去快三个月了, 如果孩子还在, 鼻子眼睛性别都应该能看得出来了, 宋里指尖在上面抚摸, 心口痛得麻木, 多可惜, 他已经离开了他, 再也回不来了, 他没让自己伤秋悲秋, 及时把纸张收起来, 塞到了包里, 起身离开, 宋里并未发现, 身后的人盯着他离开好久, 顾怀生和助理一前一后, 从夜色迷离出来, 他眯着眼睫盯着宋里离开的方向, 忽然问助理, 这个宋里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 二少爷最喜欢林小姐, 可是林家家大业大, 巧了, 这位宋小姐和林小姐足足九分相似, 顾怀生忽然笑了, 他回头看着助理, 笑得肆意, 跟了我这么久, 你竟然相信巧合? 先生的意思是, 顾怀生笑着说, 去查查林董有没有什么风流运势, 他可是在江峰的口中得知, 这个宋里不是他轻生的, 江峰那个熊样, 哪里生得出来这么聪明的女儿, 顺便帮林董做一个亲子鉴定, 助理笑了, 应道, 好的先生, 第103章, 救命之恩, 从宿舍出来, 宋里看见荷欢树下, 停着一辆张扬的法拉利, 燕红的, 车子上靠着一个人, 穿着粉白色的衬衫, 扣子前两颗没有记, 露出漂亮的线条, 看见他, 沈青慈吹了一个口哨, 小嫂子, 宋里扯出来一抹微笑, 沈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沈青慈拉开跑车的副驾驶车门, 我来找你啊, 一起吃个饭, 他和沈青慈并不熟悉, 尤其是沈青慈, 还是陆金川的朋友, 宋里并不想一起吃, 是我奶奶, 上次你救了他, 他惦记着你, 一直想要和你一起吃个饭, 沈青慈大概看出来他想拒绝, 低声说, 奶奶在餐厅等着, 这如果再拒绝就不太好了, 宋里只能上车, 宋里以为, 沈青慈和陆金川是朋友, 他们的格调应该差不多不是去私房菜馆, 就是去高级餐厅或者五星级酒店, 然而, 车子在一家火锅前停了下来, 宋里迟疑, 如果他没有记错, 沈老夫人的心脏是不太好的, 那个, 老夫人能吃火锅吗? 沈青慈不以为意, 这有什么, 奶奶自己在家还烤肉呢, 火锅好歹, 还有个清汤锅番茄锅呢, 宋里万万没想到, 沈老夫人这么接地气, 沈青慈倒是没有骗他, 火锅店有包间, 他们人到了之后, 服务员进来, 沈老夫人才开始点餐, 他穿的布料看上去柔软, 但是没有什么牌子, 就在宋里对面, 雍容而低调看看喜欢什么, 宋里还挺喜欢吃火锅的, 可是陆金川不喜欢, 他有轻微洁癖, 不喜欢身上沾染的别的味道, 尤其是火锅味道大, 吃完气味会附着到衣服上, 发丝上, 陆金川从没有进过火锅店, 也不许他进, 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吃一顿火锅了, 小丫头, 带你来吃火锅, 你不会嫌老婆子磕尘吧, 宋里连连摆手, 去那种高级餐厅我也不习惯, 只是您不用特意请我吃饭的, 救命之恩, 怎么不该, 沈老夫人不认同, 老夫人, 那天就算不是我, 也会有其他人救您的, 我已经看到有人在打120了, 沈老夫人低声说, 傻丫头, 等救护车来了, 我差不多要死了, 现在社会的小年轻, 赶上去扶摔倒老人的都不多, 你不要再叫我老夫人, 和阿慈一样叫我一声奶奶, 宋里犹豫, 沈青慈笑着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 就这点胆量, 从座下到现在, 沈老夫人和沈青慈没有对他的脸表露出来任何异样, 他含蓄地笑了一下, 声音很低地喊了一声, 沈奶奶, 沈老夫人表情有些异样, 一闪而过, 宋里也不曾放在心上, 时间久了, 宋里也放得开了, 一顿饭兵煮尽欢, 沈老夫人提前离场, 上了司机开过来的车, 沈青慈和宋里又吃了一点, 才从火锅垫出来, 哎, 小丫头, 宋里侧头看过去, 沈青慈在对着他笑, 唇盼的笑容带着些微的荡漾, 微光似乎落在了他的肩上, 星光四射, 一瞬间让人觉得万分惊艳, 有麻烦不找哥哥, 是不是看不起哥哥, 宋里没反应过来, 沈青慈提醒他一句, 顾怀生, 你自己去找了他两次, 陆金川曾经说过, 宋里胆子非常的小, 小到即便陆金川不说, 他也看得出来, 可是有些时候, 他胆子又大的, 让人无法呼吸, 凌晨里, 二流世家的掌权人, 都不敢独自面对顾怀生两次, 沈青慈本来想着, 吃了一次亏, 宋里会放弃, 结果他去了顾怀生, 找到了人, 还摇了头子, 真让人意外, 宋里表情平淡, 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低声说, 你说他呀, 我自己可以解决, 沈青慈挑了一下他额前的碎发, 后者一惊, 身体后撤, 下意识地拉开距离, 沈青慈的手落空, 但他并未觉得尴尬, 笑着依旧阳光, 以自己的脸为代价, 嗨, 宋里仰起一个笑, 三天就下去了, 可是江峰还差顾怀生两百万, 宋里侧着头, 声音压低, 口吻冷漠到了极致, 和我有关系吗? 沈青慈惊讶, 宋里从包里摸出来那张纸, 递过去, 沈青慈不明, 所以接过来看了一眼, 断绝关系了, 嗯, 宋里说, 赌债我已经替江峰还了一千万, 人都被顾初抓起来了, 还要赌, 如果这两百万, 我还替他还的话, 我以后有还不完的赌债, 尤其是, 顾怀生还给他上了一课, 让他知道了赌博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那种觉得幸运之神, 眷顾自己的上头感觉, 令他呼吸都是害怕的, 我不欠他们的, 沈青慈上前一步, 宋里刚要后退, 脑袋一中, 沈青慈的手压了上来, 他揉着他的脑袋, 低声夸赞, 沈青慈低声说, 你去找阿川那天, 他就已经调查清楚了, 江峰和林巧联系不上, 你意外碰到了孤初的小弟, 他们联合起来, 给你吓了他, 不可能, 林巧的反应不像是从犯, 林巧不知道, 沈青慈又揉了揉他的脑袋, 但声说, 你不要怪阿川了, 他也是想让你和他们分开, 毕竟你当他们是父母, 只会得到更多的伤害, 宋里心口压抑, 还有, 不要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一回事, 肆意损伤, 这些人都不配, 这句话轻飘飘的, 宋里心口没有任何的感动, 只有一片冰冷, 沈青慈恐怕不知道, 那个时候, 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往前一步是深渊, 后退一步是火海, 都过去了, 宋里笑着说, 陆金川也没有责任帮我, 一千万不是个小数字, 他不借也没错, 我怎么可能去怪他呢, 宋里笑着俯开了沈青慈的手, 他从善如流, 伸手将脖梗里带着的一条项链摘了下来, 宋里还没反应过来, 就脖梗一沉, 项链带到了他的脖梗上, 宋里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要摘, 第104章, 离他远点, 沈青慈压住他的手, 低声说, 以后有事来找我, 就凭你救过我奶奶,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宋里不能要, 可是拒绝的话还没能说出口, 前方就传来了男人的低喝声, 你们在干什么? 风卷住声音, 似乎散在风里, 声音里带着几分引怒, 宋里回眸就看见了陆金川, 他站得远, 看不清楚脸色, 唯独黑色的衬衫随着轻风微微晃动, 贴在身上, 似乎能看出来他肌里的痕迹, 这样的陆金川, 莫名的危险, 宋里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沈青慈感觉到了, 伸手揽住了宋里的肩膀, 他身体一晃, 人就倒在了沈青慈的怀里, 宋里整个人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 除去陆金川和桃子, 他真的没被成熟男人这么接近过, 他想挣扎, 可是沈青慈力道大, 稳稳地把他扣在怀里, 我和小嫂子聊一下, 这么凶干什么, 陆金川大步而来, 伸手攥住了他的手指, 轻轻松松把人拉到了怀里, 沈青慈离他远点, 这句话里, 满含警告沈青慈只是笑, 对着宋里摇了摇手, 再见了小嫂子, 宋里傻兮兮地也摆了白手, 再见, 沈青慈失笑, 拉开车门上车, 将车子开了出去, 陆金川松了手, 宋里自己站稳, 是他的脖梗上, 怎么, 还没有离婚, 就已经急不可耐想要和阿慈 私定终身了, 陆金川说不清楚, 胸腔里的智门到底是什么, 冷声说, 你当阿慈真的喜欢你, 他妈妈喜欢一个民园很久了, 阿慈早晚娶回家, 你如果对阿慈有想法, 恐怕只能当他的地下情人, 宋里的眸光一寸寸冷了下来, 眼前人是凌晨大佬, 他不喜欢戴绿帽子, 有情可原, 宋里忍着怒解释, 前段时间意外救了沈老夫人, 今天晚上和沈先生一起吃了个饭, 沈老夫人也在, 我们之间很清白, 陆总, 我希望, 你不要一几多人, 陆金川冷笑, 我一几多人, 他伸手拽住了宋里脖梗上的项链, 用了力, 项链落入到了陆金川的手里, 项链是精雕细琢的, 吊坠是快玉, 宋里不识货, 看不出来是什么, 只觉得漂亮, 银绿一片, 像是山泉一般, 你和阿慈清白, 陆金川攥住他的手腕, 踢着吊坠, 放在宋里的眼前,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沈老夫人和沈老爷子的定情信物, 阿慈早就说过, 要把他送给自己未来老婆, 陆金川眼底的胸光如有实质, 宋里, 你别告诉我, 这是你捡的, 手腕生疼, 宋里的脸也白了下来,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这是沈家家主的定情信物, 很开心, 陆金川忽然靠近, 薄薄的呼吸撒在他的耳边, 口吻阴沉低冷, 死了这条心吧, 离婚你想都不要想, 宋里瞳孔放大, 陆金川, 你是我捡回来的, 这辈子都该归我, 除非我腻了, 否则你以为你能离开, 耳光起了风, 宋里攥着裙子, 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陆金川带着满身怒气离开, 只剩下一个塔, 宋里气得眼眶发红, 他在原地跺了跺脚, 拿着包在旁边的树上砸了一下, 混蛋, 在原地蹲下, 宋里抱住肩膀, 小声啜泣, 正哭着, 肩膀沉了沉, 一阵温暖扑来, 宋里争忠, 一抬头, 看见了一个美人, 他看上去年龄不小了, 但是眉目之间风韵犹存, 宋里摸了摸肩, 多了一件格子灰的衬衫, 美人在他面前蹲下, 小姑娘, 怎么哭了? 宋里觉得丢人, 摇了摇头, 女人又问了一句, 和男朋友吵架了, 不是, 对面的美人显然不幸, 一脸了然, 这个男人不行, 咱们就换下, 一个就行了, 女孩子的眼泪那么宝贵, 不要为了不珍惜你的人哭, 他穿了一件吊带, 衬衫给了他, 宋里都替他觉得冷, 尤其是最近天气寒凉, 凌晨昼夜温差大, 宋里把衣服脱下来, 给美人穿上, 我已经在鞋上离婚了, 时间不早了, 姐姐, 你怎么在这里? 来, 吃火锅吗? 他摇了摇头, 说, 我来找我女儿, 女儿? 宋里疑惑地问, 多大了, 长什么样子, 我帮你找吧, 和你差不多大, 美人眼底都是黯然, 我也不知道, 她长什么样子, 直觉触碰到了别人的伤心事, 宋里净声, 好在她没什么倾诉欲, 只是伸手摸了一下宋里, 低声说, 我只是觉得, 你很像我的女儿, 找了挺久了, 看谁都想, 就过来和你搭个话, 宋里不会安慰人, 美人忽然说, 丫头, 要不要一起去喝酒, 宋里耳根一热, 说, 我不会喝酒, 她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 宋里在喝酒上吃过亏, 她根本不愿意和陌生人喝酒, 哪怕是眼前这个女人看上去很可怜, 宋里依旧不为所动, 把她送到酒店, 就独自离开了, 没有地方能去, 宋里只能去横店门口, 导演订的酒店套房, 上楼的时候, 碰见了许悠悠, 她和男朋友一起, 本来有说有笑的, 看见宋里, 许悠悠的表情瞬间碎裂, 整个人如临大敌, 宋里对着许悠悠笑了一下, 许老师, 这是您的男朋友吗? 许悠悠没开口, 她男朋友大概真的喜欢她, 点了点头, 朝宋里伸出手, 我叫纪星辰, 你好, 宋里和她握了握手, 笑看着许悠悠, 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 许老师, 祝你们白头偕老啊, 许悠悠被她的笑, 吓得花容失色, 整个人瑟瑟发抖, 电梯到了, 她拉着男朋友跑了出去, 宋里失笑, 一天糟心事, 回到酒店还碰见了不喜欢的人, 吓唬吓唬许悠悠心情瞬间好多了, 宋里揉了揉脑袋, 觉得自己真的是变坏了, 她进了房间, 一脚踢掉鞋子, 手伸到背后解开了胸衣的暗扣, 插上房卡, 房间大亮, 宋里人却吓了个半死, 她整个人麻木地站在门口, 盯着房间里的人, 问, 你怎么在这里? 第105章, 无比庆幸, 床上的人放下手里的书, 她掀开眼睫, 鸭青丝的眼睫在眼瞼上落下一片淡淡的暗影, 无端音异, 我不能来, 陆金川纯扮张合, 对, 我是陆氏总裁, 来这里不合适, 合适过来的是南淮和阿慈, 宋里顿主, 陆金川, 你是不是觉得耍我很有意思? 这种话听上去容易让我误会, 我希望你少说, 这种话总让他产生陆金川还爱他的错觉, 男人翻了个身在床上躺下, 怀里抱着他的被子合上了漂亮的毛子, 宋里只觉得不对, 丢下手包, 踩着高跟鞋小跑着过去, 伸手拉住陆金川, 你干什么? 我们已经准备离婚了, 你不能睡在这里, 陆金川手臂用力, 宋里一阵眩晕, 人已经被他压在了床上, 鼻翼间有男人身上的血腥味, 这么大的动作, 他身上的伤口肯定已经裂开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宋里气的声音一度哽咽, 陆金川伸手, 大拇指揉住女人的唇角, 矫情什么? 你和奶奶做了这个交易, 你选择了求钱, 不就算是变相妥协吗? 离不了婚, 还要把离婚挂在嘴上, 陆太太是为了恶心我们? 宋里僵住, 男人压在他身上, 气息灼热, 宋里只觉得毛骨悚然, 如果你同意, 我们还可以离婚, 宋里理智地开口, 是吗? 不是我的人, 凭什么用陆家的资源? 他眸光很沉, 唇半烟红, 脸色雪白, 看得出来, 他的身体格外地不舒服, 宋里完全弄不明白, 这么难受, 来这里让彼此都不痛快做什么, 宋里, 我可能逆转不了奶奶的意志, 但是叫回一个求钱, 还是可以的, 宋里忽然伸手, 一把拽住了陆金川的衣领, 洁白的牙齿, 咬住了下唇, 陆金川,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男人忽然静默, 灯光很亮, 他脸上的情绪一览无余, 似乎迟疑, 这绝对不是不知道的表情, 是楚岳吗? 宋里问出口, 男人翻身, 近乎自虐, 即被靠在床上, 和宋里并排躺在大床上, 我在绿城香榭里滑倒, 也是他做的, 对不对? 你把他送到国外, 是为了保护他, 想起往事, 心口顿痛, 宋里却早就已经不会哭泣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 如果楚岳只是想让你和灵山在一起,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他对你能有多少敬重? 你的孩子, 他能眼睛不眨地动手出去, 一流世家继承人血脉里流淌着的, 只有冷血无情吗? 陆金川嘀笑一声, 这声音里满是讥讽, 按照陆太太这么说, 全世界的人都把钱钱丢下, 和陆太太一样, 用一张嘴彰显自己贫穷自己高贵不就好了, 宋里跟着笑, 陆金川看向他, 他睫毛那么长, 根根分明, 让有黑的同仁更加深邃, 阿川, 一颗泪珠从宋里的眼角滑了下来, 他笑着, 这一刻, 我无比庆幸, 我们的孩子没能出声, 这句话落下, 宋里清晰地看见, 陆金川眼底所有的平静碎裂, 额角青筋爆起, 他猛地侧过头, 还是第一次, 宋里似乎在陆金川身上看到一次狼狈的痕迹, 脖梗被他握住, 陆金川眸光闪烁, 胸光闭露, 宋里痛呼, 呼吸似乎被掐断了一般, 宋里喘不过来气, 他盯着他, 两年不到, 他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陆金川, 为什么忽然变化那么大, 前一秒温柔呵护, 捧在手心怕话了, 后一秒就态度急转, 冷漠无情, 陆金川恨声开口, 嘴巴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不说了, 嗯, 宋里闭上眼睛, 宛如一条缺水的鱼, 在冰死的时候, 陆金川猛地松了手, 宋里费尽呼吸, 过敏后一症真的挺重的, 他半上磕不出来, 肺里火辣辣的一片, 好久才磕出来, 陆金川在床边坐了下来, 急背对着他, 他以为这位天之骄子, 在他说完这些的时候, 肯定受不了这个气, 早就走了, 可是陆金川不仅没有, 还在他的床上躺了下来, 宋里想走, 人走到了门边, 陆金川忽然开口, 宋里, 你敢走我就敢把球铁掉回来, 宋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最终气愤地倒在沙发上, 跑了一天, 他早就累了, 窝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他是热醒的, 身边似乎有一个大火炉, 炙烤着他, 宋里睁开眼睛, 看见自己被陆金川牢牢禁锢在怀里, 他紧紧合着眼睛, 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 面色惨白, 宋里猛了猛, 他明明是在沙发上睡着的, 怎么醒来人在床上, 宋里没空关心这个, 伸手剥了一下陆金川的发, 探上他的额头, 手心火热, 男人的呼吸更是拙人, 宋里正脱开陆金川, 拉开男人的衣服, 脊背上血肉模糊, 洁白的床单已经被血液打湿, 宋里亥然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伸手拍了拍陆金川的脸, 陆金川, 你醒醒, 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 宋里找到陆金川的手机, 用他的指纹解了锁, 他想要打电话给苏晨物的, 可是一进去, 就看见了一条未读短信, 手一颤, 就点了进去, 是圣兰的短信, 陆总, 楚家的人和老夫人达成共识, 楚小姐近日可能回国, 手机从手心里滑落下来, 宋里难过得无以复加, 男人痛苦地低哼一声, 宋里回国神, 再度去拿陆金川的手机, 鬼使神差, 拿到手机之后, 宋里没有去拨打电话, 而是翻看了陆金川和圣兰的短信兰, 几乎是圣兰的独角戏, 陆总, 林小姐在时装周遇到了点麻烦, 已经帮他处理了, 陆总, 楚小姐在国外听了音乐剧, 陆总, 林小姐去了国外陪楚小姐看了电影, 还有上一条, 陆总, 要不要干扰秋千调查, 时间停留在昨天, 宋里心口生疼, 他甚至想摔碎陆金川的手机, 想怒吼尖叫, 可是宋里知道, 他不能这样做, 这个有可能是杀死他孩子凶手的人, 在国外逍遥法外, 他以为是惩罚, 结果楚越这么快就要回来, 第106章, 陶子救我, 宋里看向床上的男人, 他趴扶在大床上, 挤背朝上, 胸口暴虐因子横行, 宋里一瞬间恶念丛生, 不要管他, 如果他不管他, 带走他的手机, 就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没有他, 就不会有人阻拦他, 调查孩子被害的真相, 宋里拿着手机, 匆匆从酒店跑了出来, 他赤着脚站在酒店门口, 脚掌被碎石头划破, 冷风拂面, 宋里豁然清醒, 不管陆金川, 那么他和那些施暴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半个小时后, 苏承武拎着医药箱匆匆赶了过来, 看见宋里, 他先凝了眉,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不应该在楼上照顾阿川吗, 我照顾他有什么用, 他自己就想死不是吗, 那么重的伤, 不在医院住着, 跑到酒店抱他上床, 躺着床板, 宋里恨不得上去, 把他曾经说给他听的疯话还给他, 让他滚, 死得远远的, 不要脏了他的地盘, 苏承武也懒得指责宋里, 拎着医药箱从他这里拿了房卡上了楼, 再也没有下来过, 天亮了, 宋里在旁边的服装店买了一套衣服换上, 直接去了剧组, 他的戏份不多, 差不多要杀青了, 陆金川影响到了他, 宋里不专心, 江岛也没生气, 让他自己调整一下状态, 晚点再拍, 在一边休息的时候, 吴琪走了过来, 他身上布料不多, 满身风尘器, 眉烧眼尾带着春色, 宋小姐, 副导叫你去一下道具间, 我刚才看见安剑也过去了, 估计是要讲下一场戏份, 宋里的戏份不重, 完全不如小演员的多, 但是他有一场重头戏, 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 男女主重誉, 女主骑着电瓶车遭遇了车祸, 撞到了脑袋, 因为撞得严重, 可能会用到威亚, 江岛早就说过, 这场戏之前, 会有专业老师讲解动作, 为了电影效果, 道具都是真的, 宋里虽然怀疑, 吴琪居心不良, 但是这种事情, 他应该不会胡说, 道具间比较远, 宋里单走就要走十分钟, 里面味道没有多好闻, 他喊了两声副导演, 没有人应声, 刚推开门, 就感觉有人推了他一把, 随即砰的一声, 道具间的门被关上了, 宋里摔在地上, 掌心蹭破了皮, 火辣辣的痛, 他顾不上, 正是吴琪, 他格外的嚣张, 想让我开门行啊, 叫一声姑奶奶听听, 你不要太过分, 宋里用力拍了一下道具间的门, 剧组明令禁止, 欺压同组一人的行为, 情节严重的, 会解约的, 你就不怕将导知道了, 找你的麻烦, 你还是先想办法出来再说吧, 吴琪不以为意, 他做的隐秘, 道具间门口又没有摄像头, 就算是宋里说, 也要有人信, 吴琪早就看宋里不爽了, 心里一直有教训他的想法, 可终于让他逮到机会了, 明明脸烂成那个样子, 还能拍戏, 跟他在一个剧组, 吴琪就不开心, 再说了, 他可不怕宋里, 他可是有后台的吴琪, 把禁止入内的牌子, 摆在道具间不远处, 转身回来笑着跟宋里胡编, 宋小姐, 隔壁就是宫殿, 前一段时间, 我听说隔壁闹出来人命, 有个十八线, 小演员过劳死了, 你说晚上会不会闹鬼啊? 宋黎, 你要是在里面跪下, 给我磕头录个视频呢, 我就放你出来, 宋黎才不会上当, 即便他真的录了视频, 吴琪也不可能放过他, 宋黎折返回来, 在房间里走了一圈, 试图找寻能出去的痕迹, 道具间的窗户是锁死的, 剧组就道具之前, 因为丢过, 所以更加谨慎一点, 唯一的出口就是排风口, 足足有两米高, 爬不爬地上去令说, 排风扇那个口太小了, 他根本就出不去, 宋黎摸了一下手机, 有电, 可惜的是没有信号, 横电位置偏僻, 本来就信号不太好, 在密闭的空间里, 直接空格了, 电话暂时打不出去, 里面气味不太好, 宋黎肺部又开始痒, 咳了几分钟, 肺部又开始变疼, 宋黎试着拍了门, 外面除了风声, 什么都没有, 天一点点地暗了下来, 宋黎并未觉得害怕, 可下一秒, 嘻嘻嘻嘻的声音响了起来, 宋黎看向声援, 这一眼足够宋黎头皮发麻, 漆黑的夜里, 一双绿莹莹的眼睛, 喵, 猫咪似乎饿极了, 顾不上危险, 一步步往宋黎的脚下爬, 女人失声尖叫, 下意识连连后退, 脚下踩到了一块木布, 随即呼吸一沉, 身上覆盖了巨大的阴影, 人被巨长的木布盖住, 因为怕猫, 宋黎急着脱身, 挣扎得厉害, 反而被木布越缠越紧,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送礼手被束缚住, 他崩溃得乱滑, 慌乱至极, 嘴巴里喊的是儿时伙伴的名字, 桃子, 救我, 陆金川醒来, 天还没亮, 身边换了人, 从妻子变成了好兄弟, 陈雾, 几点了, 苏陈雾道, 晚上七点, 陆金川顿住, 对上他的目光, 苏陈雾低声说, 就是你想的那样, 昏迷了一天一夜, 陆金川下意识地拿出手机, 一点开, 屏幕就是他和盛兰的短信页面, 最新的消息显示, 是已读, 但是这一则简讯他并没有看过, 苏陈雾没那么无聊, 是谁看得不言而喻, 陆金川网上翻了翻, 心脏缩了缩, 手指不听劝一样, 输入了宋黎的手机号, 电话通了, 好久对方才接, 女孩的声音里满是哭腔, 似乎魔症一般喊着, 桃子, 救我, 心脏似乎胀裂开, 宋黎的啜气声中还有猫叫, 陆金川的呼吸被一双无形的大掌攥住, 他一把掀开苏陈雾就要起身, 你干什么, 苏陈雾强硬地摁住他, 你要不要命了, 老实待着, 送礼有危险, 他在剧组拍戏能有什么危险, 反而是你, 性命攸关了, 给我老实待着, 别逼着, 我把你绑到床上, 苏陈雾满身不悦, 你担心他, 他可没有担心你, 如果不是我来得及时, 你就死在酒店了, 但凡他心里有你, 给你包扎一下, 你也不能大面积感染, 那些对你的喜欢, 都是他装出来的, 第107章, 把猫带上, 送礼怕猫怕到了一定程度, 电话里有猫叫, 陆金川想到就心神不宁, 再度掀开苏陈雾, 从床上起身, 爱不爱不是你说了算的, 而且, 没人规定当陆太太, 就要爱陆先生, 苏陈雾一向完美的修养, 在陆金川跨出酒店房间的时候, 彻底崩盘, 直接骂了两句杀笔, 他一向觉得, 好有心思会莫如深, 胸有沟壑, 可是碰见女人之后, 也不过如此, 外面起了风, 刮得人心神不宁, 彼时, 宋黎近乎晕厥, 猫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更不清楚, 自己的身体, 到底是怎么被目部缠着的, 但是人倒霉起来, 喝口凉水, 都会塞牙缝, 猫软啪啪的, 像是有什么疾病, 目部倒下来, 可能也吓到了他, 对着宋黎喵喵叫了几声之后, 缩在两米远的地方, 盯着宋黎, 身体在颤抖, 心脏也在颤抖, 恐惧的感觉顺着脊椎直逼脑门, 宋黎控制不住脑子里那天晚上的画面, 血红的手, 银绿的毛子, 以后湿热的液体, 和那个疯子朝他走过来的步伐, 除雀楚楚, 二十多年来, 宋黎第一次离猫这么近, 近在眼前, 汗毛倒树, 试图转移注意历史, 宋黎强迫自己冷静, 猫咪和楚楚不一样, 完全没有楚楚倾国倾城的颜值, 些微灯光从排风扇口渗透进来, 能看得出来猫咪是一只三花, 白飞黄三色, 体型不小, 看上去也算强壮, 这无精打采的样子, 属实不像一个流浪猫该有的样子, 道具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灯光卸了进来, 宋黎看见逆光走来的人, 他俊逸非凡, 俯身将他从幕布中扒了出来, 宋黎眼泪差点掉下来, 第四次了, 他欠南怀的, 这辈子也患不清, 南怀把他扶起来, 刚要俯身抱他, 被宋黎抵住胸口, 我自己走, 有没有伤到哪里, 宋黎摇头, 强忍着恐惧, 他低声说, 南怀, 你能不能把猫带上, 南怀愣了一下, 看见了宋黎到着的不远处, 一只猫躺在那里, 寂寂无声, 如果不是宋黎提醒, 南怀完全发现不了, 还有一只猫, 随即他面上染了怒, 谁把你关在这里的, 宋黎摇头, 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巨异, 镇定全是装出来的, 猫有问题, 顾不上多问, 南怀俯身抱起猫, 和宋黎一前一后出了道具间, 在外面, 他看见了圣兰, 他走过来, 伸手扶住了宋黎, 宋黎一言不发, 上了南怀的车, 车子空间很大, 是家常版林肯, 后面还有一张小床南怀, 你休息一下, 我带着猫咪去前面, 宋黎点点头, 车上有小吧台, 吧台后面有喝的, 旁边有一个小型电视, 他很怕, 宋黎就侧谋去看南怀, 低声问, 我可以看电视吗? 他想转移一点注意力, 否则一晚上, 他都无法从恐惧中走出来, 可以, 南怀滴滴的音, 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声音低唇, 颤抖着, 宋黎摁了两次, 才打开电视机, 是一个余计频道, 播放的是一个女星的花边新闻, 宋黎手上没有什么力道, 没能换台成功, 下一秒, 画面一切, 那张和自己九分相似的脸出现在屏幕中, 遮不住的恐慌, 眼睛里还有泪花, 他被人抱在怀里, 男人的大掌扣在他腰间, 他身上还披着男人的西服, 宋黎动作顿住, 主持人的声音带着几分磕了CP的热浅, 下面插播一条现场直播, 一线超模林山在湘江路北段遭遇车祸, 陆氏集团总裁五分钟到场, 硬合为小青梅护航, 有传言称, 陆总已经和前妻办理完离婚手续, 秘密再婚, 为了不干扰妻子的事业, 所以暂不公开, 事情真相有待商劝, 不过再次我诚心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宋黎捏着遥控器, 瞳孔渐渐空忙, 刚上车时, 他已经看到了, 那个打进来的电话, 是陆金川, 他明明听到了他的求救, 宋黎的手颤着, 不, 陆金川还安排了一个圣男过来敷衍他, 宋黎猛地关了电视, 呼吸渐渐急促, 南淮听到了娱乐播报内容, 侧过头来问他, 你还好吗? 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没事, 南淮本来想送宋黎去医院的, 可是他坚持先去宠物医院, 不到半个小时, 检查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猫咪被注射了类似抑制剂, 没有任何精神, 身体里有虫, 总体来说还算健康, 宋黎在外面等着, 他听到了结果, 南淮走了出来, 问他, 你是不是知道是谁做的? 宋黎点点头, 笑着说, 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解决的, 告诉我, 我让江岛换人, 宋黎摇头, 他眼睛很红, 可是眼泪一颗都没掉, 宠物医生很快就把猫咪抱了出来, 他下意识地递给宋黎, 南淮眼疾手快接了过来, 驱过虫了, 不可以给猫咪注射一支剂类的药物, 可能会疯的, 这是费用, 妈妈结账还是爸爸结账? 宠物医生问了一句, 南淮顿了顿, 只见下意识捏住了猫咪的爪子, 两个人都没有解释彼此之间的关系, 宋黎接过账单, 我来, 钱赚了过去, 两个人从医院出来, 宋黎刚被关在道具间的时候, 没有发现猫咪, 是因为抑制剂, 这件事情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 可是宋黎怕猫这件事情显为人知, 至少宋黎确定, 无其是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 还有别人, 宋黎看向南淮怀里的猫, 同人是茶色, 虽然是流浪猫, 但是格外的可爱, 宋黎低声问, 南淮, 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他唇脚下压, 眼底的光稀疏, 我想养这只猫, 宋黎, 你怕猫, 可是, 已经没人在乎他怕不怕了, 宋黎心中哽咽, 他以为早就已经和陆金川划清界限, 可看到车上那则新闻之后他才明白, 其实他心里对陆金川依旧有蹊迹, 一年多的爱恋并没有多深, 只是依赖深入骨髓, 他不会再管他的死活了, 陆金川让他明白,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一直陪伴, 会给予他永远的保护, 恐惧, 最终还是要自己克服, 第108章, 物尽天泽, 我会克服的, 能不能请你先帮我养一段时间, 南淮顿了好久, 看着宋黎的眼睛, 根本说不出来拒绝的话, 好, 宋黎没去医院, 他手里剩下的钱不多, 猫咪检查的费用, 加上驱虫下来, 花了两千多, 开不起房, 从云梦那里得知, 江苏灵巧还在员工宿舍, 宋黎怕回到酒店还会遇见陆金川, 就在酒店的大厅里坐到了凌晨, 酒店来来回回都是人, 即便是闭着眼睛也休息不到哪里去, 他就蹲在大厅里刷具, 天一亮, 宋黎就堵在酒店门口等吴奇, 万万没想到, 吴奇不是从酒店里面出来的, 而是从停在酒店门口的一辆豪车上下来的, 吴奇没有发现宋黎, 下了车扶着车门对着车里面的人笑得谄媚, 透过缝隙, 宋黎看见了车里面的人, 还是个熟人, 江海阔RL签约下来的金牌制片人, 宋黎从南淮那里知道, 江海阔和许悠悠是好友, 之所以能拿到昨晚有风这个剧本的版权, 全靠江海阔引荐, 宋黎拿出来手机, 对着车门拍了两张, 吴奇和江海阔嚣张得很, 仗着天还早, 在酒店门口还清了两口, 这一切全被宋黎保存在了手机里, 江海阔把车开走, 吴奇还站在原地笑眯眯地看着车子走远, 直到车子没有影子了, 他才转过身, 看见宋黎, 吴奇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活见鬼一样, 你怎么在这里, 不在这里我该在哪里, 宋黎眯着眼睛笑得温柔, 吴奇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 不知道想到什么, 又挺了挺胸脯, 我哪里知道你该在哪, 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吗, 走开, 吴奇说着就要推宋黎, 手一伸, 手腕就落在了宋黎的手里, 他用了巧劲, 看似没有用力, 但是吴奇就是觉得自己的手腕似乎被铁片夹住, 骨头都在痛, 吴奇脸色煞白, 连连惨叫, 痛痛痛, 宋黎你赶紧给我松手, 你信不信我让江岛换人, 江海阔和江岛的关系是不错, 能这样大放厥词, 看来吴奇还算得江海阔的心就凭江海阔, 吴奇表情僵硬了一瞬, 反应过来冷笑一声, 既然你都看见了, 还不赶快跪舔我, 宋黎笑了, 你笑什么, 我告诉你, 江制片说了, 下部剧就让我当女主角, 你一个黑料, 缠身的豪门气负, 怎么还笑得出来, 我要是你, 早去死了, 可能是有人撑腰, 吴奇丝毫不掩饰自己言语里的恶意, 这么恨啊, 宋黎尾音上挑, 吴奇得意一笑, 江海阔可是南淮花重金请到的制片人, 含金量有多高, 吴奇和宋黎都知道, 好不容易抱上这么一个大腿, 吴奇很骄傲, 甚至已经做起了一夜爆红的美梦, 可是这个梦被宋黎无情打破, 吴小姐, 你知不知道江海阔是个怕老婆的人, 吴奇愣住, 这个他还真的不知道, 宋黎知道的多一点, 江海阔年少身负财名, 但是这个世界多的是郁郁不得志的人, 在遇见江太太之间, 江海阔的作品也被人冒名顶替过, 创作的东西, 申请的专利频频被夺, 所谓物尽天泽, 江海阔为了往上爬, 攀上了娱乐圈内大亨的独女, 从此天高任鸟飞, 海阔任渔月, 江海阔在娱乐圈大展宏图, 短短五年成为含金量最高的制片人之一, 这些成就全靠江太太支持, 江太太是个好女人, 为了给丈夫做脸, 给足江海阔面子, 至今圈子里的人都认为, 两人夫妻强强联合, 抗力情深, 可是世界上哪有鱼不投心, 好白菜全被猪拱了, 猪还不珍惜, 看上了外面被人踩碎又臭又腥的菜泥, 宋黎对江海阔好感尽失, 把手机里的照片传给吴琪, 低声说, 你说这些照片如果我发给江太太, 在你和江太太之间, 江海阔会选择谁? 吴琪这下是真的笑不出来了, 你会被娱乐圈除名, 包括网红圈都进不来, 毕竟江海阔的妻子是娱乐圈里最大的资本, 娱乐圈这方面即便是陆氏和RL也不及江海阔的越加, 被宋黎一下, 根本不用他问, 吴琪直接开口, 昨天晚上的事情是徐老师让我做的, 是他说你勾引他男朋友, 想给你一个教训, 我一个没有背景的小透明, 哪里敢拒绝, 吴琪看着宋黎满眼真诚, 你除了把我关进道具间, 还做了什么? 吴琪两指指天, 我就只把你骗过去关了进去, 其他什么都没做, 道具间里面的猫呢? 吴琪有些猛, 低声问, 什么猫? 他不像是演的, 宋黎也没必要再问, 吴琪小心翼翼地看着宋黎, 宋小姐, 我知道错了, 照片, 宋黎特眸看了一眼吴琪, 他的眼神直接将吴琪定死在原地, 冰冷地让人心惊, 我可以放过你, 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得知宋黎又出事, 云梦连夜坐飞机赶回了凌晨, 两个人在剧组相遇, 云梦在南怀里把事情了解了一个大概, 他格外分开, 你告诉我是谁, 我几天不来剧组, 将导就任由你被人欺负, 这件事情绝不能就这么翻片, 宋黎揉了揉额脚, 把许悠悠收买无奇的事情告诉了云梦, 宋宋, 你和许悠悠有什么冲突, 他针对你干什么, 宋黎轻笑, 我们能有什么冲突, 无非就是顾初当初看上我, 挟布他帮忙而已, 这最恶心, 顾初找他帮忙, 他不报警就算了, 既然真的去做帮凶, 做完帮凶, 还继续在剧组里针对宋黎, 我要去找南怀说清楚, 云梦要走, 被宋黎拉住, 算了, 这怎么能算了, 云梦不理解, 就算是要算账, 也不是这个时候, 宋黎低声说, 这部剧南怀筹备了多少年了, 好不容易开拍, 现在不适合和许悠悠撕破脸, 南怀救了他三次, 许悠悠这次做得谨慎, 如果不是被他撞见无奇和江海阔在一起, 他撑死怀疑, 一下许悠悠却没有证据, 无奇也不会承认, 他手里有许悠悠的把柄, 就算是他针对他, 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南怀救了他四次, 他不想毁掉他的心血, 第109章, 阿川累了, 宋黎这么一说, 云梦也沉默了起来, 从同镇来到凌晨, 南怀给予两个人的帮助不少, 这部剧虽然投入成本不多, 但是南怀是奔着拿奖去的, 但是, 这口恶气云梦无论如何都厌不下去, 宋黎怎么说也是陆金川的老婆, 凌珊没回来的时候, 凌晨多少人想抱他的大腿, 抢倒众人推, 宋宋还没离婚, 这些人已经暴露出来了 屈颜覆势的薄良人性, 云梦冷冷一笑, 好, 这件事情就算是不告诉南总, 也该给许悠悠一个教训, 什么教训? 宋黎好奇, 许悠悠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动手, 说实话, 宋黎不可能不介意, 刚开始的时候, 明明许悠悠对他表现出来了十足的善意, 但是人都是会变得一如陆金川, 一如许悠悠, 云梦捧着宋黎的脸, 认真看了看, 他恢复得还算是不错, 至少疙瘩下去了, 眼眸波光灵灵, 胜似秋水, 被他看一眼, 云梦都飘飘欲仙, 也难怪有人惦记宋黎, 这件事我来做就行了, 你就好好拍戏, 长成这样是老天爷赏饭吃, 你不火天理难容, 这是闺蜜自己开的滤镜, 宋黎有自知之明, 同样的, 云梦来RL之前, 就已经在经纪人圈子里展露头角, 他处理这件事情, 确实比他有一手, 宋黎伸手抱住了云梦, 梦梦, 有你真好, 大老远地从同镇回来, 给他撑腰, 帮他找回一个公道, 云梦一直陪宋黎到拍摄完, 结束约好了, 一起去吃火锅, 可是刚从剧组出来, 就碰见了不知道等了多久的圣兰, 看见宋黎, 圣兰上前两步, 太太, 陆总让我来接你, 宋黎脸上的笑, 瞬间消失了得干净, 云梦看见陆金川的人就来气, 口气冷嘲热讽, 呦, 这不是陆总的秘书吗, 宋宋, 你什么时候面子这么大了, 还能劳驾他老人家亲自来见, 宋黎和圣兰皆沉默了下来, 圣兰不说话, 云梦更是蹬鼻子上脸, 你来干什么, 陆金川这个时候想起来宋宋了, 我还以为他心里只有灵山那个绿茶表呢, 说着, 云梦挽住宋黎的手臂, 你回去告诉陆金川, 宋宋不会和你回去, 谁的命都不见, 他和宋宋之间只剩下离婚这一件事情能谈了, 圣兰似乎没听到云梦的话, 越过云梦看向宋黎, 一拳打进棉花里的感觉并不好受, 云梦气得要死拽了宋黎一下, 宋黎眨眨了眨眼睛, 说, 梦梦说的, 就是我要说的, 太太, 你已经变相答应了老夫人, 暂时不会离婚, 圣兰略带提醒, 宋黎恍然, 他和陆金川的滥事, 现在闹得可真是人人皆知呢, 所以呢, 陆金川现在叫我回去是干什么, 是想让我这个正牌陆太太, 去看他和小青梅之间的虐恋情深吗? 宋黎没那么多闲情意志, 圣兰在他这里碰了臂, 也没有放弃, 宋黎拉着云梦离开, 两个人在前面走, 圣兰开着车子在后面跟着, 不论宋黎和云梦怎么走, 他始终阴魂不散, 一直到吃饭的时候, 窗外圣兰也站得笔直, 再这么下去, 宋黎觉得他和云梦睡觉都会被他盯着, 宋黎吃不下去, 忽然起身拎起手包, 手被云梦抓住, 你干什么? 我回去, 云梦不同意, 你这样什么时候能离婚, 不要再和他有任何瓜葛了, 宋宋, 你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宋黎点头, 我如果不去,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看到陆金川心情不好, 难道一直看着圣兰心情就好了吗? 宋黎牵住云梦, 低声说, 走吧, 先送你回去, 云梦生气, 可是也拿宋黎没办法, 车子在街道中穿梭, 夜晚的凌晨极美, 昏黄的灯光被车窗折射成多种颜色, 时间一晚, 总让人生出一种莫名的伤感, 把云梦送到住的地方, 宋黎接到了求浅的电话, 少夫人, 我查到了阿湛的行动轨迹, 在二二世的方向, 二二世, 同镇就隶属二世, 宋黎眼洁浅浅, 你确定是他吗? 求浅做事很有规划, 出发寻找阿湛之前, 已经在警局那边了解过情况, 甚至走了关系, 从白夜宁那里, 拿到了阿湛的画像, 我确定, 求浅打包票, 给我三天, 我一定给您一个答案, 求浅匆匆挂断了电话, 宋黎却再也平静不下来, 要等三天, 可从这一刻起, 宋黎已经开始煎熬了起来, 胡思乱想的时候, 车子停在了绿城箱卸外, 宋黎没想到, 自己竟然一语成真, 进门的竟然真的看见了灵珊, 她穿得很舒服, 宽松长款的男士衬衫, 扣子记得低, 俯身的时候, 还能看见大片的春光, 宋黎受不了这个冲击, 人愣在了大门口, 反而是灵珊看见了宋黎低声说, 宋小姐, 你站在门口干什么, 快进来啊, 这满满的女主人姿态, 一瞬间将宋黎的心脏刺了个对穿, 她不受控制地想, 灵珊和陆金川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灵珊身上穿着陆金川的衬衫, 宋黎进门把包递给管家, 陆金川呢, 灵珊撩了一下头发, 千娇百妹, 阿川有些累, 人在卧室休息, 她笑着, 说出来的话让人很难不误会, 怎么就累到了, 她不是受伤了吗, 宋黎看一眼灵珊就觉得刺眼, 笑着说, 灵小姐, 衣服你能不能穿好, 看着这张和自己相似度极高的脸, 宋黎几乎控制不住, 想要上去帮她拉好衣服, 灵珊并未发现什么不对, 甚至低头看了一下衣服, 她笑得温柔, 怎么了, 宋小姐, 我是模特, 更暴露的都穿过, 你是不是介意我穿阿川的衣服, 心脏一瞬间似乎被一双大掌抓住, 灵珊解释, 抱歉, 我刚才帮管家给阿川做东西吃, 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 就随手拿了阿川一件衬衫, 我们是朋友, 我没少穿过他的衣服, 你不要介意, 第110章, 我们离婚, 灵珊表现得很大方, 眼底没有炫耀, 笑意也收敛了几分, 口吻认真, 宋黎却觉得胸腔里扎了一根针, 别墅里这么多人, 庸人保镖少数二十多个, 灵珊是名模看不上他们的衣服, 那她呢, 她是陆金川的太太, 一年来, 无数服装品牌送来限定款, 衣帽间足足三百多平米, 没拆封的衣服那么多, 灵珊挑不出来一件就算了, 去挑陆金川穿过的衬衫, 而且就是这摇桥, 她挑的这件, 还是她买给陆金川的, 宋黎不说话, 楼梯的方向传来带着几分调笑的声音, 宋小姐, 阿川难道没有告诉过你, 当陆太太要大度吗? 如果珊珊真的和阿川有什么关系, 这个陆太太也轮不到你来当, 却给人阴冷的感觉, 陆金川的朋友里面, 宋黎唯独怕她, 宋黎忽然笑了, 你喜欢送点你都行, 包括陆金川,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一段感情里, 不被爱的人才是受害者, 嫁给陆金川, 她最大的失败就是盲目地相信她, 没有调查男人的感情使宋黎丢下于晴和灵珊上楼, 灵珊没有说谎, 陆金川在睡, 他人面朝下趴在床上, 上半身光着, 脊背上的伤纵横交错, 宋黎看一眼就觉得心惊肉跳, 陆金川闭着眼睛, 睫毛又长又卷翘, 唇半是浅粉色, 睡着时整个人都是无害的, 宋黎走过去, 敲了敲床头柜, 手腕猛地被人拽住, 灵珊压低声音, 你干什么? 阿川刚睡下, 宋黎甩开灵珊, 用正常分辈开口, 他叫我回来, 我总要问问他叫我回来干什么? 这是我们夫妻的事情, 林小姐有意见, 宋黎已经吵醒了陆金川, 林珊气得脸色发白, 有什么话不能等阿川醒了再说, 你是不是看不见他身上的伤? 陆金川掀开眸子, 他的视线定格在林珊身上, 瞳孔缩了缩, 宋黎懂, 男人都喜欢心爱的女人穿自己的衬衫, 陆金川也无法免俗, 可是他恶心, 甚至病态地也想恶心一下他们, 林小姐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 陆金川的初恋, 红颜知己, 亦或者未来的陆太太, 你…… 林珊真的气到了, 宋黎, 我说了, 我和阿川只是朋友关系, 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我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林小姐哪里听出来的针对? 宋黎笑了一下, 在床上坐下, 反问, 反而是林小姐, 从我进卧室之后, 就对我百般针对, 不想让我进来, 抱歉呢, 我和陆金川一天不离婚, 这个卧室就有我一半, 我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林珊还想说什么, 陆金川忽然开了口, 珊珊, 我和宋黎有话要说, 你先出去, 林珊拧了一下眉心, 还是听话的转身出去, 宋黎被对着陆金川, 没有回声的意思, 男人的声音从背后传了过来, 昨天晚上, 你在哪里? 为什么不上圣兰的车? 你和南淮去了哪里? 宋黎不嫌不淡, 陆先生不是很厉害吗? 这些问题还用问我, 自己调查不久好了, 不要问这些浪费时间的问题, 你叫我回来干什么? 下巴忽然被人握住, 陆金川从床上坐起, 强迫他盯着他, 男人的口吻霸道, 我要你自己说, 宋黎不想回答, 但是你现在最好和外面的野男人保持距离, 我不想看到别人以为我娶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被关在道具间, 看见灵珊穿着她买给她的衣服, 种种精力都不及这句话的杀伤力, 那你呢? 宋黎舔了一下娇嫩的唇绊, 你不想别人知道你娶了一个不三不四的老婆, 但是你可以在外面拧花惹草, 你以婚姻法约束我, 但你是陆总, 不受法律约束对吗? 你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在外面拧花惹草? 对, 你没有宋黎拍开陆金川的手, 你把心上人带回家, 穿着我买的衣服。 陆金川, 你我都清楚, 陆太太这个位置早晚是灵珊的, 明明之前是你先递过来的离婚协议书, 凭什么后来你又反悔了? 婚姻在你眼里是儿戏吗? 陆金川哑然, 他左手臂放在枝起的左腿上, 揉着发痛的额头, 眼底都是红血丝。 你觉得答案该是什么? 因为现在灵珊不适合当陆太太, 因为老爷子不同意离婚, 因为陆金川还没有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宋黎差点喊出声, 又生生忍住。 陆金川拽住他的手臂, 把人拽到床上, 结实的小臂缠着他的脖梗, 男人柔软的唇瓣几乎贴在他的血管上。 我再问你一遍, 昨天干什么去了? 如果我说就是你想的那样呢? 如果他误会他和南淮, 会不会早点丢掉他? 凌晨的女人那么多, 想给他做挡箭牌的也不熟。 他早就在陆金川身边待不下去了。 陆金川, 我们离婚吧。 男人周身掀起万情怒火, 离婚。 宋黎, 你该不会忘了你当初的承诺了吧? 我的人帮你查孩子流产真相, 你留在陆太太的位置上, 为我和珊珊的恋情打掩护。 任务都没做到, 直接拿了报酬, 现在想后悔。 晚了。 宋黎心里伤痕累累, 这就是所谓的反悔离婚真相。 他真恨不得折返回去, 把那个曝光两人婚姻关系的自己抽死。 我不想再在你嘴里听到离婚这两个字, 否则筹谴查线索就不会这么顺利, 懂吗? 不过三天而已, 宋黎能忍得了。 好, 宋黎妥协。 怎么掩护? 你说, 去洗澡, 上床睡觉。 陆金川一脸嫌弃, 你做梦。 宋黎下意识捂住胸口, 陆金川冷笑, 压青色的睫毛都颤了两下。 你就那身材脱光了, 我都没兴趣。 别墅里有老宅里面的人, 陆太太刚答应, 不打算营业。 宋黎恍然, 你不能和灵山出去住吗? 陆金川倒在大床上, 眼神空芒, 口吻敷衍。 没钱, 住不起酒店。 身价千亿的狗男人说没钱, 打死宋黎也不信。 又不是没睡过, 你觉得界线画得轻吗? 第111章, 我是过分。 陆金川说完, 就闭上了眼睛。 宋黎虽然不愿意, 但是陆金川拒绝了交流。 而且, 陆金川有一句话说错了, 他从来不是想在别人眼里 和他划清界线, 而是为了自己。 宋黎去浴室洗了澡, 回来的时候, 陆金川已经睡着了。 卧室很大, 有一个单人沙发, 宋黎从柜子里抱出来 一床薄被放在沙发上, 又进了衣帽间, 挑了一件衣服下了楼。 灵山和于晴在客厅里泡茶喝, 灵山泡, 于晴喝衬衫的扣子 已经寄到了最上面一颗, 人在桌子边上蹲着, 白皙的长腿裸露着, 带着无端的诱惑。 宋黎心里冷笑, 不是模特吗? 不是喜欢绣身材吗? 宋黎过去把衣服扔在沙发上, 灵山和于晴齐齐一愣。 灵小姐, 我帮你找了一件衣服。 宋黎和灵山的身材差不多, 两个人的衣服完全可以互相穿。 灵山愣了一下, 起身低声说, 宋黎, 你是不是还是介意我穿阿川的衣服? 主要是你不在家, 我怕我贸然拿了你的东西, 你不开心。 于晴吹了一声口哨, 说, 马上就睡觉了, 阿川给你的底气, 让你这么折腾人。 名副其实罢了, 阿川真正喜欢谁,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灵山有一种魔力, 总能让身边的人神魂颠倒, 能走到一线明末的位置, 他自有人格魅力。 宋黎虽然不喜欢灵山, 但是真正讨厌, 还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他指了一下他身上的衬衫, 低声说, 准确来说, 灵小姐身上这件衣服, 才是我的东西。 这是阿川的衣服, 你不要, 于晴猛地顿住, 抬眸看向宋黎, 没烧阴玉。 你买的? 如果于晴没记错, 这件衣服就是陆金川穿的次数最多的衣服了。 没想到, 竟然是宋黎买的。 于晴之所以记得, 是因为陆金川的衣服大多是纯手工缝制, 这是唯一一件有牌子的衣服。 陆金川长得好, 穿什么都好看, 但是沈青慈嘲讽的最多, 说陆金川怕不是要破产了。 灵山眼睫下压着, 他捏着衣领片刻, 低声说, 我现在去换。 他拿起沙发上的衣服, 吊牌还没剪, 是他代言过的衣服。 衣服比较性感, 是那种漏背绑带裙子。 灵山拿着衣服出来, 看着宋黎, 低声问, 我让管家洗一下, 再还给你。 不用麻烦。 宋黎从抽屉里拿出剪刀, 结果衣服剪了个粉碎。 灵山脸色难看, 于晴也坐不住。 宋小姐, 你不觉得你过分吗? 我再过分, 也没有上于先生的家门对于先生咄咄逼人。 是为了让别的女人穿的。 宋黎放下剪刀, 心里舒服了。 你们请便, 我先睡了。 最后一块布丢进垃圾桶, 宋黎上了楼, 直接进了卧室。 于晴, 真够嚣张的。 都怪我, 选了宋黎买给阿川的衣服, 这下他们之间肯定要有矛盾了。 灵山揉着脑袋, 很是头痛。 于晴不以为意, 笑着说, 出身问题, 人也小肚鸡肠的。 回头你买件衣服, 还给阿川就没事了。 这种小事, 阿川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时间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房间休息。 灵山点点头, 硬吗? 横店门口的酒店云梦和宋黎分手之后, 从住的地方出来, 打车到了这里。 他来的路上和一个厂务了解过, 许悠悠这个恋爱谈得万分高调, 季星辰几乎夜夜到这里来。 季星辰是凌晨有名的富二代, 和别的有钱人不一样, 这个人幽默风趣, 为人和煦, 关键是人还努力, 人开始接手公司, 做得有模有样。 许悠悠自己骚得要命, 害得宋黎差点惨遭毒手也就罢了, 还能找到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做了坏事就该承担后果, 否则, 世界上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云梦蹲了好久, 终于等到了季星辰从酒店里出来。 他边走边玩手机, 云梦越走越快, 最后小跑着和季星辰撞在一起, 他怀里的东西散了一地, 季星辰休养极好, 下意识地道歉。 抱歉。 然后蹲下身帮忙去捡东西。 云梦扭头就跑, 季星辰喊了他两声, 没喊住。 酒店门口扔一的文件也不是个事。 季星辰伸手去捡的时候, 一张照片掉了下来。 彩色高清, 照片里的人正是他的女朋友, 他穿着性感的海军制服, 和一个肥瘦的男人交叠纠缠, 躺在床上, 表情投入。 季星辰下意识地不信, 许悠悠不是这样的人, 这应该是刚才那个人的圈套, 可是刚看到这张照片过于震惊, 季星辰起身想追人的时候, 云梦早已不见了踪迹。 季星辰攥住照片, 把散落的东西捡起来。 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他想打给许悠悠, 可是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号码拨出去了,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许悠悠就接了。 星辰, 刚走就想我了。 侯杰滚了滚, 季星辰眼底晦暗不明, 他应了一声。 嗯, 晚上睡觉盖好被子, 老公走了。 许悠悠一如既往的娇羞, 清纯的死活不肯喊老公。 好, 挂了电话, 季星辰心往肚子里放了放, 然后调出来秘书的电话, 给我联系一个黑客。 秘书的办事效率极快。 很快, 黑客的联系方式地址就发了过来, 季星辰亲自跑了一趟, 鉴定照片真伪。 让季星辰失望的是, 十张照片, 许悠悠和不同的男人发生关系, 全是真的, 没有P图痕迹。 黑客说, P图没有这么真实, 而且这明显不是一个人拍的, 运镜也不一样, 像素也不同。 这里的细节, P图根本就修饰不了。 黑客眨了眨眼睛, 一脸猥琐地看着季星辰。 兄弟, 这女人够近啊, 你认识吗? 贵不贵? 我喜欢她的腿, 想玩两把。 一句话, 季星辰的脸黑了个彻底, 从前家里抽出来一张卡, 他甩到那人身上。 这里面是十万, 嘴巴给我闭紧, 我不希望有任何图片流出来, 或者听见什么不该听见的谣言。 第112章, 身体不适, 没人不爱钱。 黑客笑着接了钱, 笑咪咪送走了季星辰。 出了门, 季星辰接到母亲的电话星辰, 之前悠悠说请柬, 她要亲自写几张, 地址在哪里。 如果继母不打电话, 季星辰都要忘了, 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她双指捏着照片, 不由怀疑, 这个婚节不结的下去。 她一直以为, 许悠悠是个迷糊单纯的小姑娘, 在一起那么久, 他们之间最多结果吻。 她是声色的, 季星辰照顾她的情绪, 想让她明白, 她是认真地对待这段感情, 一直尊重她, 没有碰过她。 可是显然, 她以为的, 只是许悠悠想让她看到的。 妈, 你先不要对外公布, 我们要结婚的消息, 我和悠悠的事情, 有变故。 这边发生的事情, 宋离一概不知道。 她回到房间, 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室内的沙发, 到底是不如楼下的大, 但是睡下一个, 陆金川人已经不在了, 她身上的睡衣完好。 宋离叹息, 从床上爬起来, 人还没走到浴室, 卧室的门就被人从外面踢开。 陆金川眉目之间立气横生, 宋离, 你捡了我的衣服。 宋离顿住, 我买的, 有处理的权利吧。 你处理的方式, 就是在姗姗穿过之后剪掉。 陆金川忍怒, 宋离看着陆金川, 她的面容少见得俊美, 宛如刀削腐凿, 就连生气都是俊逸的。 她现在很生气, 气得根本就没发现, 头顶有一柳头发织了起来。 宋离很清楚, 她气得不是衣服, 被剪烂了。 而是她剪衣服的行为, 大概伤害到了这个鸳鸯, 让林珊误会了。 陆金川最怕的就是林珊生气, 误会她心里还有别人。 她这个陆太太, 就是最粗的一根刺, 刺在林珊的心口上。 宋离却笑了, 怎么, 你还打算继续穿? 陆金川, 林珊应该也不希望 你穿我买的衣服吧。 陆金川吃笑, 你买的? 结婚两年, 吃的穿的, 用的都是我的, 衣服所属权当然是归我。 她总有一种本事, 说出来的话让人万分生气, 宋离横眉, 咬牙切齿。 我已经捡了, 你想怎么样? 那就再买一件, 一模一样的。 妈的, 有病。 宋离在心里按骂。 西装是阿玛尼限定, 限定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现在已经没有这一款衣服了, 她去哪里给她找? 再说, 这件衬衫很贵, 将近六位数, 她现在的工作, 收入还是负数, 卡里的存款也不到五位数。 不买。 宋离说, 离婚之后, 我一分钱都没拿, 没钱给陆先生买衣服。 而且, 我们的关系, 也已经不合适做这么亲密的事情。 你如果真的想要, 可以让林小姐帮你选。 你少把自己做的错事, 和珊珊混为一谈。 要么买, 要么我封杀你。 陆金川眼神忧沉, 结婚一年多, 自己没被陆金川逼死, 也已经是个奇迹了她甩开他人。 就算是要买, 也得让我洗漱换衣服吧。 十分钟后, 宋离收拾好, 准备出门的时候, 陆金川跟着出门。 林山和于晴还没醒, 宋离眯着眼睛, 笑看着陆金川。 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会带过来, 我不会赖陆先生的衣服, 您放心吧。 陆金川不信任宋离, 赖不赖不是陆太太说说而已。 为了避免陆太太的各种借口, 我和你一起去。 她拽住她的手臂 往车库的方向走, 宋离气急败坏。 陆金川, 你不要太过分, 我还要去拍戏。 盛兰已经查过了, 你的戏份是在十一点之后。 说着, 她冷嘲热讽。 再说, 就你这咖位, 真的不去了, 将导乐得换人。 反正陆金川 从来都没有看好过她。 宋离正脱不开, 被陆金川拴在副驾驶上, 车子宛如离弦的剑 从别墅里冲了出去。 她选了中兴商场, 停好车子 带着人上了高消费区。 这里的衣服贵得扎折, 宋离一踏进去, 心就在低血。 她在后面拉着陆金川, 我没那么多钱。 陆金川反手握住她, 目光灼灼。 奶奶给你的一千万呢? 那是给江峰还赌债用的。 宋离脱口而出。 哦, 能给江峰还一千万的赌债, 连十多万的衬衫 都不舍得给我买。 陆金川口吻嘲弄, 这一千万, 可是出自她, 不在这里买, 陆太太是打算让我穿地摊货吗? 她口吻压得很低, 满是凶狠, 仿佛她感应陆金川就能掐死她一样。 陆金川不管宋离想什么, 拽着人往前走, 左手边第一家就是南庄奢侈品店, 一件西服最低要十多万。 宋离的脚似乎被钉在了门口, 一点也不想进。 陆金川唇半上翘, 是皮笑肉不笑的弧度。 怎么? 陆太太想让我抱你进去? 宋离想也不想, 把布子卖了进去。 男人站着没动, 示意宋离去挑。 后者心在低血, 拿了一件觉得过于昂贵, 只是在陆金川身上笔划了一下, 就收了回来。 一整个店都笔划完了, 没一件的价格是让宋离满意的。 要不去别家看看。 陆金川的笑区于争鸣, 他扣住女人的手腕, 情绪波动较大, 力道波动也不小, 手腕被他捏得一会儿疼, 一会儿不疼。 再跑一百个店, 还是这个价, 就在这儿挑, 宋离。 钱花在他身上, 一毛钱他都觉得浪费。 可是陆金川用封杀他做威胁, 他明白清楚, 陆金川不是说说而已。 犹豫再三, 他认真地挑了两件, 店里最便宜的一款, 和一件符合自己审美的。 去试试。 陆金川目光在衬衫上扫了一眼, 满目嫌弃, 宋离气笑了。 怎么, 嫌弃别让我挑啊。 他也笑, 笑着攥住宋离的手臂, 冷声说我身体不适, 还要麻烦陆太太亲自帮我身。 说着, 人就被他拽到了衣帽间, 简直是造念。 宋离给陆金川把衬衫脱下来, 他背上的伤被绷带缠着, 有些微的血迹渗透染红, 依旧触目惊心。 然而宋离面不改色, 拿出挑出来的其中一件给他穿上。 第113章 我是商人 男人长得俊美, 穿什么都好看。 尤其是宋离帮他选的这一件是白色, 就如男人对漂亮女人没有抵抗力, 女人对白衬衫的抵抗力也很弱。 不过宋离还是拉开门, 让陆金川自己出去看一下。 陆金川又回来试了另一件, 衣服没脱, 两件都要。 宋离一双美眸瞪大, 他可是只捡了他一件衬衫, 凭什么陪他两件? 宋离捏着袋子, 看着陆金川的侧脸。 我只给你买一件。 服务员将袋子递过来, 脸上挂着完美的职业微笑。 太太, 这是您先生的衣服, 这是卡, 您收好。 宋离一愣, 那张卡他很熟悉, 是陆金川的。 全球限量黑卡, 国内也没有几张, 婚后不久, 陆金川就把卡片给了他。 陆金川递过来离婚协议之后, 宋离就把黑卡放在了衣帽间显眼的位置上。 宋离接过, 递给陆金川, 你自己付过了。 后者没接话, 逆了他一眼, 满身娇惊。 仿佛他是人间的王者, 看他一眼, 就是他淤尊降贵。 不用花钱, 宋离当然高兴, 不是一个, 而是一群。 看见陆金川和宋离一窝蜂一样涌了过来, 问题一个接一个。 陆总, 当初在医院陆太太说过, 你们已经协议离婚, 现在公开场合联体, 请问是有复合的意向吗? 陆总, 请问这次合体是不是炒作? 陆氏是否有意向和宋小姐合作? 陆总, 前段时间有传言称, 你和林小姐好事将近, 请问, 您是不是在两个女人中难以取舍? 宋离自从进入这个圈子, 就对镜头敏感, 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 陆金川往他面前站了一下, 把人无形地护在身后。 这大概就是陆金川的魅力所在, 一个举动就能给人足够的安全感, 让人的心不断地沉沦。 可是宋离知道, 这都是假象, 他单手拎着带子, 单手牵着它, 口吻是漫不经心地慵懒。 这么多问题, 我先回答哪个? 记者面面相去, 陆金川上财经报居多, 对这种余记向来不假词色, 是出了名的高岭之花。 哪怕是他已经这样开口了, 余记仍旧不敢继续问。 一个新人记者出生的牛犊不怕虎, 磕磕绊绊地开口。 陆,陆总, 陆太太在医院说你们协议离婚。 哦, 陆金川打断了记者, 神情冷淡。 惹他生气说得气话罢了, 我们感情很好, 没有离婚的打算。 陆金川淡淡开口, 把所有的问题回答了一个遍。 我和珊珊只是朋友, 阿里和珊珊之间不存在取舍的问题。 至于合作, 还要看陆太太的商业价值。 我是商人, 可不会因为陆太太是陆太太, 就破例做赔本的买卖。 宋黎吃笑, 真是好话坏话都让陆金川一个人说了。 新人记者却很大胆, 直逼陆金川。 陆市服务员跳楼事件, 据知情人士称, 在灵山和宋黎之间, 你好不犹豫选择了灵山, 传言宋黎是灵山替代品这件事情。 希望陆先生能给我一个正面回应。 宋黎手指握了握, 守在陆金川的手心, 他第一时间发现了宋黎的一样。 这个问题, 陆金川怎么回答都是错的。 灵山有心脏病, 显然不行。 灵山距离的近, 过于无情。 陆金川刚想回答, 宋黎把人拽到身后, 对着麦克风低声说。 阿川距离灵山近, 下意识地伸手救人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只是因为他救了灵山, 他们明天就要结婚。 那么灵成能嫁给阿川的人多了去了。 行凶的人是服务员, 受害的人是他的妻子。 你们在这里咄咄逼人, 阿川要怎么做才对? 发现他救的人不是我, 跟着我从十楼跳下来才算是爱。 这是病态, 我宋黎, 从不需要。 宋黎说完, 横眉瞪了一眼眼前成堆的记者, 麻烦让一让。 宋黎拉着陆金川强行穿过记者群, 下了楼。 陆金川点了一根烟, 唇角带笑, 三分凉薄。 陆太太好大的威风, 风袭来将阴霾挂在宋黎心口上。 陆金川公开否认离婚, 灵珊那个问题只要是他回答, 都是他深爱灵珊。 他输给了灵珊是源于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情谊, 这都没事。 可是宋黎要脸, 她是陆太太, 就丢不起陆金川爱别人这个人。 宋黎甩开陆金川, 诞声说, 陆总, 我要去剧组, 就此分道扬镳吧。 我送你。 陆金川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不用, 宋黎不稀罕, 那就不用去了。 他挡住他的路, 挺拔的身躯宛如密不透风的墙壁, 遮住他眼前所有的光。 宋黎闭了闭眼睛, 俯身钻到了车里。 他受着伤, 愿意受这个罪, 那他有什么好坚持的? 陆金川送他去了横店, 包括两个人逛街, 两件事拿下来两个热搜。 宋黎心里腻歪, 刷了两下微博就退出了, 然后去卫生间。 外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许悠悠应该是在给季星辰的朋友打电话。 苏哥, 星辰和你在一起吗? 我这边联系不上他了, 有些担心。 苏哥, 如果你见到他, 记得让他给我回一个电话。 宋黎冲了水, 从卫生间里出来。 许悠悠眼睛都红了, 看样子是哭的。 季星辰从来不会不回他消息, 谈恋爱这么久了, 哪怕是在开公司机密会, 可是他依旧会接他的电话他本能觉得不对, 但是又不知道哪里不对。 宋黎走到洗手台边, 对着镜子他边补口红边笑。 许老师和男朋友闹矛盾了呀。 关你什么事, 许悠悠清秀的脸上都是怨毒。 陆金川和灵珊的事情, 还不够你焦头烂额吗? 还有闲情意志管我的闲事。 宋黎笑着说, 这不是离婚没成功吗? 我和徐老师不一样, 我没有把柄在别人的手里, 晚上睡得着。 但是徐老师不一样, 你说纪少要是知道徐老师的本性之后, 还会不会坚定地和你结婚? 许悠悠咬牙。 从早上看见热搜, 许悠悠就知道了, 宋黎手里有关于他的黑料, 到底是哪里来的了。 第114章, 你去死吧。 他敢说, 现在的剧组里80%有黑料的人, 宋黎读清楚, 这是资本的力量。 许悠悠心在滴血, 如果不是走错了雇出这一笔破棋, 他何之于举步维艰受制于人? 许悠悠狠狠地瞪了一眼宋黎, 转身出了卫生间。 他没时间和宋黎在这里扯皮, 他要去济世, 不见到季星辰, 他根本就不放心。 最让他害怕的是, 纪妈妈刚打过电话, 明里暗里地问他, 是不是和季星辰闹了别扭, 为了要暂时搁浅婚礼。 明明昨天晚上, 他离开的时候还好好的。 许悠悠根本坐不住, 直接打车去了济世。 前台认识准总经理夫人, 让人引着许悠悠去了总经理办公室。 秘书看见他, 眼睛亮了亮。 徐小姐, 纪总在开会, 您在他办公室休息十分钟, 他马上就开完了。 许悠悠舔了一下唇半, 含蓄一笑。 谢谢。 他被纪星辰领着来过几次公司, 办公室他很熟悉, 纪星辰还有给他储存零食的习惯。 许悠悠把包放在单人沙发上, 然后去办公桌的抽屉里面 找自己喜欢的薯片。 拉开第一个抽屉, 里面只有一个档案袋, 档案袋开着。 许悠悠笑了一下, 纪星辰这机密意识真够差的。 他伸手拿起来, 要帮他整理一下封起来, 结果手感感觉更像是照片。 透过袋子的出口处, 是许悠悠往里面看了一眼, 这一眼令他如遭雷击。 许悠悠把照片拿了出来, 照片上面全是他, 穿制服的, 不穿衣服的, 各种各样。 宛如冬日里, 一盆冷水灌了下来, 他的心脏越来越冷。 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明明是宋黎发给他的那些。 宋黎说过不会给纪星辰的。 他人傻在原地, 就在这时, 纪星辰推门进来。 视线先是在他脸上定格了一瞬间, 随即下滑, 落在他手里的照片上。 许悠悠下意识地藏了一下, 可是拙劣的动作, 根本就掩饰不住他已经看见照片的事实, 纪星辰脸上的表情很淡。 你怎么来了? 徐悠悠从办公椅上站起来, 攥着照片, 满心恍然。 星辰, 你要搁浅婚礼, 是因为这些照片。 这下, 轮到纪星辰正愣, 随即他浅淡一笑, 少见得冷漠。 你都看到了, 婚礼还有必要举行吗? 我可以解释的, 眼泪突然滑落, 如果不是那些人欺人太甚, 侵占他的劳动成果, 他怎么可能出卖自己? 好啊, 你要解释什么? 纪星辰冷漠地看着他, 那一刻, 徐悠悠的心脏坠落深渊。 解释什么? 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陪老板是事实, 纪星辰讥讽一笑, 夺过照片甩在他脸上。 许悠悠, 你到底弄没弄清楚情况? 你和别人玩得那么花, 和我在一起时, 又装什么清纯? 你明知道我最讨厌欺骗, 也说过我不在意你以前的事情, 但是恋爱这么久了, 你就戴着一张面具, 和我在一起, 让我喜欢一个, 你让我喜欢的人很好玩是不是? 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许悠悠摇头, 眼泪横流。 星辰, 不要我不要走, 对不起, 我只是害怕。 纪星辰一个字都不想听, 他认识许悠悠, 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他每每说一个字, 都是在提醒他, 他到底有多蠢, 又是怎样被一个女人, 耍得团团转的。 许悠悠不肯走, 纪星辰就把人强行拽到了办公室外面, 把人推在地上, 冷声对着秘书说, 以后, 我不想在这个公司看见他。 再有下一次, 你就引救辞职。 秘书吓出一身冷汗, 立刻就喊了保安, 把哭闹的许悠悠请出了公司。 外面开始下雨, 雨点从小到大, 短短几分钟, 硕大的雨珠砸在他的脸上, 也似乎砸落在他的心上。 许悠悠在济室门口站了许久, 他浑浑噩噩噩回了酒店, 上楼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人, 他看着面上, 那人却凑了上来, 徐老师, 您怎么了? 许悠悠满心痛苦, 只想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那人笑着问, 徐老师, 我前两天在酒店门口, 看见吴奇和宋离了, 他们好像提到过你啊。 宋离? 许悠悠猛地抬头, 吴奇和宋离能有什么事情提及他? 星辰那里的照片, 就是宋离给的。 是他, 是他, 昨夜有声, 剧组, 安介出了院, 下一场戏, 就是宋离和安介的对手戏。 安介是以演技著名的, 他站在一侧, 给宋离讲解演戏技巧, 顺便对戏。 他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哪怕是在魅色里, 他给了他那么大的伤害, 甚至让他深陷舆润, 在全网群朝他的节点, 安介没有落井下石。 包括颇硫酸的人, 不是他的粉丝, 他也没有对外发布, 对他说, 要等他名声好一点再公布。 事后更是把自己, 受过的伤害翻篇, 给予他很大的善意听懂了没有。 安介拍了他一下, 杨怒道, 我给你讲细节, 你给我跑神? 李茂, 你宋离吗? 听到安介玩梗, 宋离没忍住笑了出声。 杰哥, 不怪我, 全是因为你太帅气了, 我抵挡不了, 所以跑神呢? 你就平吧。 这玩笑, 安介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毕竟陆金川的颜值, 就算是放在娱乐圈里, 也是天花板。 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很快拉近,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一个人忽然冲进剧组, 宋离, 你去死吧。 宋离整个人呆在原地, 一道光反射到她的眼睛, 眼前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举着一把水果刀浑身湿透, 从外面冲了进来, 淋得湿漉漉的头发下, 是一双凶恶的眼睛, 她狠狠地盯着她, 恍然间是真的想要她的命。 电光火石之间, 宋离认出来了眼前的人, 许悠悠, 宋离, 安介的声音在耳边炸开, 宋离身体被一个怀抱紧紧地抱住, 扑倒在地上, 脑袋撞得直冒惊心, 心有余悸的时候, 手心里一片如湿, 安介趴在她身上, 宋离的胸腔炸开, 眼前耳边都是混乱, 她心脏在颤抖, 眼泪冒了出来, 与外面的雨水融为一体, 宋离声音轻得风一刮就散。 借歌 第115章 心脏并发 一时间, 整个剧组都乱了起来, 场务最先反应过来, 立即制住了许悠悠, 人已经快要疯了, 她剧烈地挣扎着, 宋离,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婊子, 你明明说了, 要去不会把照片给星辰的, 我告诉你, 我不好过, 谁都别想好过。 报警, 江岛一声令下, 耳边都是救护车的声音, 横便有请专门的医疗团队, 事情发生之后, 安介第一时间被人带上了救护车, 宋离打了一个车跟在后面, 一路到了医院, 安介被推进了急救室, 短短十分钟, 南怀云梦都到了, 宋宋, 怎么回事, 我听说许悠悠那个女人疯了, 你有没有受伤, 看见熟悉的人, 委屈和恐惧, 一瞬间占据了自己全部的情感, 眼泪扑速速地下坠, 他整个人扑到了云梦的怀里, 我没事, 可是借哥被他用刀子捅伤了, 梦梦, 如果借哥真的有什么事情,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他同人都是空的, 安介每次和他扯上什么关系, 都会受伤, 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 宋离觉得自己是不是个灾心, 如果没有他, 安介就不用受伤了, 南怀看见他的眼泪, 心脏刺痛, 宋离到底怎么回事, 许悠悠怎么会突然发疯, 宋离泪也模糊, 他想了好久, 想起混乱中许悠悠说的话, 把话叙述给南怀听, 什么照片, 南怀抓住了重点, 云梦心里也生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该不会是许悠悠说服高层的那些照片吧, 现在知道发疯了, 当初和人上床的时候, 怎么那么不知羞耻, 就他这种破烂货, 还真的想嫁入技家吗, 宋离茫然地抬头, 看着云梦, 梦梦, 是你, 你把照片给他记心沉, 对啊, 云梦毫不避讳, 我早就说了, 我要帮你给他一个教训, 宋离心脏火急火燎, 蔓延到了心口上, 痛得心口滴血, 他猛地推开云梦, 连连后退, 为什么, 什么, 云梦正愣住, 梦梦, 我不是说过的吗, 我们现在不能和许悠悠撕破脸皮,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举动会害多少人, 南淮投资这个剧本的钱会打水漂, 江岛的心血会付诸一空, 安届生死未明, 这部剧直接毁掉了, 如果是刚开始, 也还好说, 可是将近两个多月, 这部剧已经走到了尾声, 云梦僵住, 南淮拉住宋离, 你等等, 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 云梦整理了一下头绪, 低声说, 宋宋前段时间在剧组里被人关在道具间, 是许悠悠和吴奇做的, 准确点说是许悠悠指使吴奇去的, 我气不过就制造了一个意外, 让季星辰拿到了许悠悠烂焦的照片, 你气不过, 宋离觉得多可笑, 许悠悠在我的酒杯里下药, 把我送到顾初的床上这件事情, 我都忍下来了, 你跟我说你气不过, 眼泪湿透了心脏, 他一个新人拿到一个剧本女主, 但是这个剧组因为他连连出事, 以后还有谁敢用他, 云梦明明是一个经纪人, 这之中的厉害关系, 宋离不信他不知道, 而且, 宋离清楚云梦的行事风格, 他做事从来都留一线的, 他以前哪有过这么极端的言语, 这么极端的处理方式, 南怀拉住了宋离的手腕, 他口吻里都是怒意, 你被吓要, 为什么不说, 如果不是陆金川及时赶到, 那天他根本就逃不出来, 这么大的委屈, 宋离就这么硬生生地承受着, 可是, 他泪如雨下, 南怀从来没见过宋离这么难过过, 仿佛是天已经快塌了, 他看着云梦的眼神都是失望, 南怀拉住宋离, 低声说, 宋离, 你听我说, 安介在剧组出事, 我就不会不管, 至于许悠悠, 他品行不端, 试图钱归则一人, 不论赔多少钱, 我都不会用他的剧本, 你是女孩子, 不应该为了任何人, 任何事情, 让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委屈, 宋离听不进去, 哪怕是一个字, 他都听不进去, 手术室的门被人从里面拉开, 护士胶着地出来, 低声说, 伤到了要害, 医院人手不够, 你们做好准备, 宋离扑上去, 死死地拉住护士的手, 不, 中心医院是凌晨最大的医院了, 怎么会人手不够护士, 求您救救他, 多少钱都行, 手术室的人越堆越多, 护士急着救人, 直接把宋离从身上扒了下来, 又进了手术室, 过路人有知情地开口, 哎, 放弃吧, 听说有个明星过敏, 导致心脏病复发, 陆金川把所有有本事的医生, 就叫到了SVIP楼层抢救, 有钱人就不把人命当命, 一个心脏病, 整个人医院的医生过去, 说得好像其他科室的医生, 能帮得上忙一样, 就是就是, 宋离疯了一样, 拨开人群大步往SVIP楼层跑, 医院电梯慢, 宋离摁了两下, 没反应之后, 他舌身跑到了安全出口的位置, 连着爬了五层楼, 位置很明显, SVIP镜头的墙就是亮着灯, 门口聚集着人, 于晴宛如众星捧月, 站在一众黑衣服保镖的中间, 宛如俯瞰人间的神奇, 宋离大步往前跑, 医院的地面刚拖过, 他脚下一滑, 人摔在了地上, 脚踝钻心地疼, 这个动作惊动到了于晴, 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似笑非笑, 咋, 小嫂子, 现在还没到过年, 没必要行这么大的礼拔, 宋离顾不得狼狈, 伸手拽住了于晴的西裤裤筒, 于先生, 阿川呢? 阿川在里面, 珊珊心脏病犯了, 攥着阿川的手不放, 他就跟着医生进去了, 于晴眼底都是看不起, 他也从来没看起过他, 小嫂子, 性命攸关的时候, 没必要争宠了吧? 宋离从地上爬起来, 跟于晴说, 安介为了救我受了伤, 需要抢救, 于先生麻烦你告诉陆金川, 林珊心脏病复发, 不用全医院的医生复诊吧, 能不能分出来一两个医生, 求求你, 闻言, 于晴更是看不上他, 乡下来的女人就是花样多, 刚进入娱乐圈就眼上了, 第116章, 请我吃饭, 林珊是一线名模, 初老师早就上了热搜, 陆金川把他叫过来, 守在急救室门口, 估计就是为了防止像宋离这样的人, 他和林珊一起长大, 绝对不会为了宋离让珊珊的身体出现一点意外, 也不会让救援出现任何的阻力, 于晴, 每个科室都留有值班医生, 宋离, 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 他在上衣口袋里摸了两下, 抽出一把折叠刀, 言语威胁, 我可没有阿川好脾气, 你再往前, 我就刮花你的脸, 于晴笑着, 脸上却没有任何玩笑的成分, 他厌恶他和林珊长的像, 认为他用这张脸魅活陆金川, 并且恃宠生娇, 先说好, 就算是你死在这里, 阿川顶多生我的半个月的气, 你想好了, 宋离, 宋离胸腔质闷, 他没空和于晴对驰, 从口袋里摸出来, 陆金川的手机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 在于晴的手里, 男人举着手机在他面前晃了晃, 怎么, 还不死心, 大伙在宋离的心口上泛滥成灾, 心脏在痛, 肺部在痛, 火辣辣的, 宛如置身阿比地狱, 宋离卑微祈求, 安界情况不容乐观, 于晴, 我知道你不相信, 但是能不能请你, 安排一个保镖下去, 跟我了解一下情况, 再做决定, 那是一条人命, 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这次我真的求求你, 求求你了, 于晴不为所动, 娱乐圈的事情那么假, 谁知道, 你会不会让安界配合你演艺出好戏, 再说了, 安界是谁, 他是不是死, 和我有关系, 我只要保证, 杉杉身体没事就好了, 宋离只觉得, 心脏碎裂成脊半, 落了一地, 摔得粉碎, 于晴长得那么好, 穿得那么好, 站在走廊里, 整个走廊都晾堂了不少, 可是宋离怎么也想不到, 他能说出来这种话, 他以前只是觉得, 陆金川的朋友不好接触, 现在看来, 这哪里是不好接触, 分明是心脏是石头刻的, 人命在他们的眼里, 宛如浮沉, 那么轻贱, 求于晴无果, 宋离几乎没有犹豫, 转身就下了楼, 巧的是, 手术室的门从里面打开, 护士又出来, 伤员出血量多, 医院血站在采集血液, 暂时关闭, 备用血缘不足, 你们谁是O型血? 我是, 抽我的, 云梦猛地扑了上去, 血液抽了一半, 南怀和顾怀生走了过来, 身后跟着两个人, 穿着白大褂的人, 人进去没多久, 里面对出来消息, 安静的情况暂时稳住了, 宋离提着的气一散, 整个人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半嗓回不过神来, 云梦也出来了, 他看上去情况也不好, 脸色奇差无比, 一片苍白, 南怀把两个人扶到了塑料长凳上坐下, 两人相邻, 云梦低声道歉, 宋宋, 对不起, 这件事情, 是我有钱考虑, 我毁掉了你第一部剧, 也差点让安静有生命危险, 我不该这么冲动行事, 不计较任何的后果, 我真的知道, 错了, 也不请求, 你能原谅我, 身体一沉, 宋离抱了上来, 他的眼睛已经哭得红肿,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梦梦, 我刚刚太害怕了, 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 我怕借格挺不过去, 我怕我欠借格的还不浅,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宋离的心脏蒙上了一层阴霾, 这种痛苦, 近乎把他整个人吞噬掉, 安静的经纪人到了, 南怀安排人时刻照顾安静, 确定万无一失之后, 三个人才跟着顾怀生一起往外走, 医生是顾怀生找到的, 几乎是把安静从鬼门关里抢了回来的, 就凭这一件事, 宋离就能放下, 因为顾初而对顾怀生产生的所有偏见, 剩下的也能深埋心底, 站在顾怀生面前, 宋离双手合十, 认真道谢, 顾先生, 这次真的谢谢你, 顾怀生看向宋离, 更红酒绿的世界里, 唯独他站在他面前, 道谢的姿势都是虔诚的, 宛如佛前最认真的信女, 满是感恩顾怀生心里一动, 这么多人给他道过谢, 这么真心实意的, 可不多, 小事而已, 不值得宋小姐鞠躬, 顾怀生对着他笑了一下, 不是说, 救人一生胜造七级浮屠吗? 以前坏事做多了, 现在给自己积点得, 宋离, 顾怀生又说, 你如果真的想感谢我, 不如请我吃一顿饭, 好, 顾先生想吃什么? 我知道一家西餐厅, 顾怀生拉开车门, 示意宋离上车, 我带你去, 宋离迟疑了一下, 还是上了车, 昨夜有声, 出了这么大的事, 南怀走不开, 云梦抽雪抽得有些多, 头晕眼花也没办法陪着顾怀生, 所以去吃晚饭的, 竟然只有宋离和顾怀生, 一路上, 宋离都是心不在焉, 甚至是忐忑的, 他怕顾怀生不是带他去吃饭, 当车子稳稳地停靠在餐厅门口时, 他暗暗松了一口气, 点了餐, 两个人坐定, 顾怀生在对面, 他的五官硬挺, 动作有些粗犷, 穿着舒适的衣服在他面对, 顾怀生一笑, 就脾里脾气的, 宋小姐, 我跟我那个不成气的弟弟, 给你道个歉, 这次爷爷亲自约束他, 估计近段时间他没办法烦你, 万一, 我是说, 万一以后他又跑了出来, 再骚扰到宋小姐头上, 你大可直接和我联系, 眉梢里满是阴厉, 他笑得凶横, 到时候, 我弄残他, 宋离呼吸一紧, 他手里可是有雇出犯罪的证据, 这些证据说起来, 还是许悠悠帮他弄到的, 但是这些, 他根本就不敢让顾怀生知道, 那我提前谢谢顾先生了, 两个人举起酒杯碰了一下, 相视一笑, 餐点吃了一半, 顾怀生从口袋里摸出来一个信封, 在餐桌上推了过来, 宋离的动作顿住, 茫然地看向顾怀生, 顾先生, 有件事情, 我觉得宋小姐, 你应该有知情的权利, 宋离犹疑时, 顾怀生低声说, 打开看看, 他放下刀叉, 拆开了信封, 出人意料的是, 里面放着的, 竟然是一份亲子鉴定证明, 鉴定人, 甲方是灵业, 乙方是他, 第117章, 早点离婚, 最后一行, 几个黑色大字清楚明了, 双方妇女可能性为99.9%, 宋离咒当然用力, A4指被他弄破了一点, 他有些笑不出来, 一双漂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顾怀生, 顾先生, 你找人调查我, 顾怀生笑了一下, 我只是觉得, 你和林董长得很像, 换句话, 林山和宋离的长相都随奶奶, 林老夫人当年是林城第一美人, 出自书香门第, 气质傲然, 看见宋离, 宛如看见了当年的林老夫人, 只是天度红颜, 林老夫人嫁给林家家主后, 产下林叶, 香香玉允他家老爷子, 可是林老夫人的追求者, 现在书房里, 还藏着林家老夫人的照片, 宋离的反应让人意外, 顾怀生抿了一口红酒, 笑着说, 我还以为这个消息递给你, 你会高兴, 这是我的陪礼, 显然, 宋离并不觉得惊喜, 甚至还吓到了他, 顾怀胜费解, 宋小姐, 如果我没记错, 陆家一直诟病你的出身, 难道林家千金的身份, 不比乡下村姑的身份强? 宋离呼吸凝滞, 室友够丢人的, 豪门圈没有秘密, 陆家人看不起他的事情, 顾怀胜都已经知道了, 陆金川一开始, 就没把他当成陆太太, 任由陆家的庸人编排他, 他浅浅一笑, 把鉴定结果放回到了信封里, 顾总, 吃好了吗? 吃好了, 我们回去吧, 我还想再看看借哥, 否则不放心, 他岔开了话题, 顾怀胜应了一声, 喊了服务员要结账的时候, 顾怀胜先宋离一步, 把黑卡递过去, 顾先生, 说好的, 我请你, 宋离有些着急, 他不想再和他有瓜葛, 见的人多了, 有些人一个眼神, 他都能分析出来其中的含义, 可顾怀胜就是想抢求, 他不紧不慢, 宋小姐, 如果你早晚和陆金川离婚, 那我们之间就不该止步一顿饭, 宋离忽然笑了, 他笑得惨烈, 就是惨烈, 除去这个词, 顾怀胜再想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 顾怀胜, 你会娶一个自己兄弟惦记的女人吗? 或者说, 你和顾初打的主意一样, 玩玩就腻了, 宋离说着, 一把从服务员的手里抽回来黑卡, 掉出来手机支付马, 递了过去, 一顿饭, 五位数, 花光了宋离全部的积蓄, 凌晨天气不好, 风雨摇曳, 外面雨丝很小, 刮在他的脸上, 电话响了起来, 宋离身体都在颤抖, 扮上才从包里摸出来手机, 手机屏幕上, 球前两个字疯狂跳动, 宋离滑了接通, 喂, 一个字在夜蓝微雨中, 声音散去, 只剩下空洞, 中心医院, SVIP楼层抢救室, 陆金川身上穿着无军服, 五官被遮住, 只留出来一双眼睛, 睫毛在空中浮动, 有光从缝隙中跃入灵山的眼睫, 他看见了陆金川的胶着, 时光追溯, 那时候陆陵两家和谐, 同住军区大院, 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 所以童年比其他的小朋友潦倒很多, 喝熬的发苦的中药, 不能剧烈运动, 不能大喜大悲, 陆金川像是一道光, 强硬地闯入到他的生活里, 带他走出了世界上最漂亮的牢笼, 天地的广袤, 由他带他认识, 生死一现, 灵山眼底寒泪, 他不想失去陆金川, 手指用力紧紧地攥住陆金川, 阿川, 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有雌性, 给足了他安全感, 我在, 灵山知道的, 他需要的他时候, 他一直都在, 阿川, 你爱过我吗? 他心脏起伏跌宕, 这种情况, 即便陆金川一个不懂医学的人, 也看得出来情况不利, 俊美的面孔, 表情骤然沉了下去, 珊珊, 我结婚了, 病人心跳加急了, 护士的声音也胶着, 该用的药都用了, 如果再控制不住, 病人会有生命危险的, 几个人, 齐齐地看向陆金川, 灵山满眼都是泪, 他低垂着眼睫, 近乎起怜, 你当初娶送离, 是不是因为他长得和我像? 陆金川猴姐滚动, 表情隐忍到了极致, 灵山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 他忽然笑了, 然后硬了, 嗯, 阿川, 和他离婚, 等我出去, 我们就结婚, 空气凝制了起来, 陆金川片刻之后回复, 你先好起来, 有此一遭, 灵山配合医生, 把心跳稳住, 筋疲力尽的灵山闭上了眼睛, 昏睡了过去, 半个小时后, 医生长出了一口气, 低声说, 病情稳住了, 从急救市出来, 陆金川结果的手机, 屏幕上全是未接来电, 圣兰的, 苏兰的, 包括仇身的, 圣兰还发了一条短信, 陆总, 太太在剧组出了事, 差点被许悠悠捅伤, 短信没看完, 于晴的声音里含着轻面, 阿川, 你的陆太太刚才来过, 她掀了掀毛, 她说了什么, 说安界被人捅伤了, 求我给她调几个医生, 还说什么有救命之恩, 于晴表情上满是细血, 算起来, 还是你太太手段高明, 看到灵山出事, 立刻有对策来执走你, 你和珊珊二十多年的感情, 娶一个相似的, 真的能未解相思之苦吗? 要我说, 早点离婚吧, 她的轻视异于言表, 陆金川的动作顿住, 她的朋友, 都这么看不起宋黎吗? 换句话说, 她的陆太太, 在她的朋友这里, 就这么亲见, 陆金川点开了盛兰的最新消息, 确定安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之后, 才抬起了点信尾, 看着于晴低声说, 阿清, 你怎么回她的? 能怎么说? 告诉她, 我要保的就是珊珊一个人的命, 笑意爬上她的眼睛, 你把我叫过来, 不就是为了防宋黎?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你和珊珊, 有可能让于晴这样对宋黎, 阿清, 如果陆太太都叫不动我, 那么你告诉我, 还有谁配叫我? 于晴一愣, 这可不像是在夸奖她, 第118章, 你好恶心, 于晴正色, 看向陆金川, 他周身掀起巨大的低怒漩涡, 似乎随时会爆裂, 阿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宋黎那里是真的出了事, 不论他出不出事, 他用得到我, 我就会随叫随到, 我是他丈夫, 该对他负责, 陆金川说完这句话, 圣岸上了楼, 他低声说, 陆总定位到了太太的位置, 他现在在左沟桥附近, 陆金川不再理会于晴的反应, 迈开大长腿, 步伐稳健大步下楼, 找到宋黎的时候, 他已经走到桥结束的地方, 好像累了, 他捧着手机蹲坐在桥边在看, 陆金川率先下车, 往宋黎的方向走, 宋黎确实在看视频, 急救市里灯光大亮, 灵山问得痛苦, 你当初娶宋黎, 是不是因为他长得和我像? 嗯, 眼眶阻挡不住汹涌的眼泪, 宋黎泣不成声, 时间回溯到了半个小时之前, 从餐厅出来, 他接到了球浅的电话, 电话里都是他大口呼气的声音, 宋黎的心脏一瞬间掉了起来, 球浅, 你怎么了? 球浅说, 少夫人, 我抓到阿湛了, 宋黎来不及高兴, 球浅又说, 我带他回去的路上, 遭到了一对人阻击, 我受了伤, 人也丢了, 耳边是呼啸的风, 少夫人, 我查到还有另外一队人在追阿湛, 那些人比我还狠, 吓得都是死守, 而且那些人看上去像是少爷的人, 我是被他们救下来的, 这次打草惊蛇, 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帮你查到真相, 少夫人, 能不能再丢点时间? 安戒被捅伤, 戒医生戒不到, 顾怀生递过来的亲子鉴定书, 透露出来的意思, 球浅抓到阿湛又受伤, 案情进入瓶颈, 陆金川亲口承认, 举他是因为临山, 一切的一切, 如果跳下去, 说不定他连个浪花都记不起来, 宋黎抱住膝盖, 眼泪浸湿了腿上的衣服, 最后一丝光济灭, 宋黎抬头, 陆金川居高临下片刻, 半蹲下来, 回家, 啪, 宋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狠狠地甩了陆金川一巴掌, 男人的俊脸被这一巴掌抽得侧了过去, 短短几夕, 鲜红的巴掌印从他白皙的面容上爬了起来, 空气凝滞, 半场, 他终于动了, 男人舌尖抵了抵唇角, 这个动作万分性感, 他挪过来视线, 宋黎依旧坐在他面前, 安安静静, 表情都是饥讽, 换一个人, 动了他, 早就已经躺平在地上, 可是对上宋黎, 陆金川莫名有一种棋子遍布, 依旧满盘皆输的感觉, 陆太太, 男人的脸不能碰, 这点自觉都没有, 宋黎心思百转千回, 眼睛哭得红肿, 声音也一片嘶哑, 动了, 我可以不做陆太太, 他起身, 将手递到他面前, 不要说气话, 受了委屈, 我会给你撑这个药, 现在, 跟我回家, 宋黎猛地起身, 他愤恨地拍开陆金川的手, 我哪里有嫁, 隔那么远, 圣兰看见两人争执, 依旧觉得触目惊心, 陆金川, 我没有嫁, 嫁给陆金川的时候, 他做了每个女孩子都会做的梦, 觉得自己独一无二, 是最特殊的, 可是陆金川从头到尾, 拿他当灵珊的替身, 他把手机拍到陆金川的身上, 我要离婚你不肯, 灵珊张嘴, 要离婚, 你就让他快点好起来, 为什么, 宋黎觉得自己好不争气, 一边说一边落泪, 难道我不是一个女孩子, 难道我不是一个人, 离了婚, 我们和平分手, 你娶灵珊也好, 宋山也罢, 非要你心爱的人, 把我的尊严踏碎, 让我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你们才开心吗, 我好好悔, 宋黎生死历劫, 街头的灯那么亮, 可是他的眼里, 已经再也没有了光, 我宁肯遇见你那天, 病死在街头, 这样, 我就不会贪图你的荣华富贵, 以至于离婚我都还不起, 要被你的朋友亲见, 要奉上自己的尊严, 要被你们羞辱, 宋黎不断后退, 眼睛被泪水洗过, 澄澈的眼底, 有他的倒影, 心脏被刺痛, 陆金川往前走了一步, 宋黎抬手, 指出他前进的步伐, 他声音哽咽, 也断断续续, 是, 如果你想回灵家, 我帮你, 我为什么要回去, 宋黎反唇相机, 我为什么要回去一个不要我的家族, 我为什么要对一个不要我的人心存幻想, 宋黎间叫一声, 宋黎双手摊平, 灵家鼎盛百年, 可能养不起一个我吗, 他们不要我, 你想什么办法, 他们都不要我, 陆金川眼底染上了不耐, 他大不上前把人拉进怀里, 这也不要, 那也不要,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了你就会给吗, 宋黎痛哭, 他攥住陆金川的手腕, 我要你现在, 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灵珊, 告诉他你不会娶他, 你跟他不可能, 你爱的是我, 宋黎看到他所有的动作都顿住了, 你疯了吗, 珊珊刚出完车祸, 宋黎打断了他的话, 他的心脏附和不了, 我知道, 宋黎在他怀里捂住自己的耳朵, 整个人宛如蜂魔, 我也承受不了, 我也承受不了, 陆金川, 你好恶心, 你知不知道, 你明知道我和灵珊有可能是姐妹, 还把我娶回家, 你还惦记着她, 你让我怎么办, 反正我身份低下, 没有人撑腰, 所以, 我只是你寻求新鲜感后的选择, 宋黎从来没觉得真相那么可怕过, 她觉得浑身上下都脏, 恨不得立刻死去什么娶我, 是因为我长得像灵珊, 你娶我是因为我是灵珊的姐妹吧, 陆金川鹅脚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黎这个想象力, 几乎将她整个人刺穿, 她狠狠按压鹅脚因为恼怒而抱起的青筋, 宋黎, 你是灵夜的女儿, 珊珊的妹妹,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告诉你的, 第119章, 双赢而已, 连姐姐妹妹都清楚了, 陆金川知道的多清楚, 可是这件事情, 她从来就没想过告诉她, 男人声音冷沉, 身体被她抱着, 她的胸膛滚烫, 口吻博凉, 我是知道, 但是是半年前知道的, 脑子不用捐给有需要的人,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龌龊, 陆金川气的脸色都泛白了, 宋黎缩在她怀里, 闻言总算找回了一点理智, 她的眼睛很漂亮, 因为有泪, 春水染上秋波, 动人心弦, 陆金川伸手摘下了她脸上的眼泪, 前段时间刚刚送了顾怀生一个大礼, 她给你这份报告, 能安什么好心, 宋黎呼吸急促, 她所谓的大礼, 大概是让白夜宁端了龙溪, 灵台瞬间清明, 她瞪大了眼睛, 看向陆金川, 陆金川伸手捏住宋黎的后颈, 指尖或轻或重给她顺毛, 安介和许悠悠的事情我会处理, 灵家, 你想回去就回去, 不想回去, 陆金川已经这样哄她了, 或许她真的应该顺着她给的台阶救下来, 可是宋黎一步不想往前迈, 陆已经走到了死角, 流产横灌在她的心口上, 日日夜夜压得她喘不过来气, 左沟桥的车子渐渐慢了下来, 甚至还有人驻足观看, 陆金川俯身把宋黎打横抱起, 大步往车子的方向走, 盛兰及时把车门拉开, 陆金川抱着她坐了进去, 车子一路平稳, 开到了绿城香县, 宋黎上了楼就去了主卧, 把房间门反锁, 缩在被褥里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她一夜都在做梦, 梦见那天在酒店里, 陆金川没来, 她准备好的要湿了笑, 过敏致死, 顾怀生到了冷冷地腻了她一眼, 让人把她的尸体丢在外面, 没有了她, 陆金川如愿娶了灵山, 后者捧着心脏, 阿川, 你当初娶宋黎, 是不是就是为了等她死了, 好把心脏换给我, 陆金川表情一片阴暗, 她唇半条了条, 满目森然, 朝她看来, 宋黎猛然惊醒, 心跳急速, 国内明令禁止, 不允许买卖活人的器官, 宋黎安抚自己, 可是恐惧感犹在, 那种真实的感觉很夸张, 如影随形, 宛如复古之躯, 令她打心眼里毛骨悚然, 心里的阴谋论再度冒了出来, 半年前知道她和灵山的关系, 深思熟虑之后要离婚, 是想撇清关系, 可是为了现在, 她忽然反口了, 是不是真的如同梦境里那样, 陆金川想要她的心脏, 宋黎抹了一把脸, 告诉自己, 一切都是她瞎想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卧室的门被敲响, 管家的声音在外面响了起来, 太太, 我包了小馄饨, 您下去吃一点吧, 宋黎不想下去, 甚至不想面对, 就没有开口, 敲门声顿住, 又过了五分钟, 宋黎听到了要是开门的声音, 管家端着托盘进来, 太太, 为了您的身体着想, 多少吃一点, 陆金川呢, 管家迟疑, 宋黎的视线死死地盯着她, 压力太大, 她躲开眼神小声说, 先生去了医院, 听说珊珊小姐身体不舒服, 宋黎失笑, 她接过碗, 把碗里的馄饨一个个吃进了嘴里, 管家看着都烫, 陆金川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宋黎身上发生的事情都太巧了, 无奇被宋黎威胁过, 她还惦记和江海阔, 肯定不会主动跟许悠悠说, 宋黎发现了她已经暴露的事情, 那么许悠悠怎么知道的, 宋黎已经知道, 许悠悠指使无奇把她关到道具间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 许悠悠怎么知道宋黎怕猫, 这些是白夜宁反馈给她的消息, 哪怕是陆金川一向聪明, 这一刻也被迫进入了死角, 她边思索, 边进入到别墅里, 别墅里很安静, 陆金川敏锐, 第一时间发现了不对劲, 看向管家, 大厅里落真可闻,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陆金川又问, 阿黎呢? 太太很早就睡了, 陆金川往里面走, 管家追了两步, 低声说, 先生, 他回头, 逆着光, 那张脸惊为天人, 怎么? 管家的声音小了下来, 太太下午在后花园抱了楚楚, 他那么努力地, 在克服自己所有恐惧的东西, 努力到在试图退去自己的肋骨, 变成一个全新的送礼, 陆金川往楼上走的步伐, 再也迈不出去, 许悠悠意伤人, 昨夜有声, 因为安介事就送礼而受了伤, 陆金川不可能放任不管, 一时间, 因为一个小制作, 陆金川和南淮两个人都忙了起来, 算起来, 顾怀生才是真的春风得意, 坐在顾市行政大楼里, 顾怀生在办公室里摇晃着红酒杯, 楼下的公关部经理上来签文件, 难得得到了他一个好脸色, 顾二进来, 递过来手机, 先生, 杨小姐的电话, 顾怀生伸手接过, 杨小姐, 别来无恙, 杨婉星浅笑一声, 顾怀生心情不错, 杨小姐的主意出得好, 合棒相争, 鱼翁得利, 我怎么可能心情不好, 杨婉星也跟着笑, 还是顾先生的人办事效率高, 许悠悠到现在也不清楚, 那天在酒店跟他说, 送礼威胁无奇意识的人是谁, 顾先生足智多谋, 拿到了送礼和林董的亲子坚定证明, 更是帮了我们大忙, 这个杨婉星, 到陆氏子公司工作, 真是屈才, 这种鹰狠毒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才最适合顾氏, 顾先生, 我打电话来, 主要是为了谢您, 帮我办成另外一件事情, 顾怀生笑着说, 双赢而已, 杨小姐, 如果哪天陆氏待得舒心了, 顾氏随时欢迎你, 你这样的人才, 我非常感兴趣, 也希望以后, 还有合作的机会, 杨婉星心里冷吃, 他知道陆氏的机密那么多, 就算是想跳槽, 也得有命跳才行, 好说, 第120章, 自私一点, 陆金川把调查安界受伤的事情, 交给了盛兰, 盛兰工作效率高, 调取监控的时候, 发现许悠悠发疯之前, 酒店一楼大厅, 有个人和他说了话, 盛兰让助理喊了厂务过来, 厂务称, 没在剧组里见过这个人, 他立刻针对这个人开始调查, 半个小时, 这个人的身份, 和对许悠悠说的话, 已经呈在了陆金川的办公桌上, 果然是顾怀生, 陆金川心里一阵窝火, 脸上还顶着女孩, 抽了一下刘的巴掌印, 最近买下来的影视版权, 投资都在酒位数之上, 您看一下, 陆金川随手翻了一下, 抽出来其中一本, 拿去医院给安介的经纪人, 另外安排最好的医生, 半个月我要安介生龙活虎的, 出现在陆太太面前, 宋离最怕欠人情, 更何况是命, 盛兰应声, 接着说, 林小姐今天闹着要出院, 说要走一台秀, 陆金川掀了掀眼皮, 林珊任性的厉害, 算起来还是林家惯的, 林珊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陆金川眼底闪过一抹忧尘, 他刚想说话, 电话响了起来, 接通之后, 电话里是林妈妈的尖叫声, 阿川, 阿川你快过来一趟, 珊珊非要去走什么秀, 我根本就拉不住她, 如果她出个什么问题, 我该怎么活, 我这么多年, 就这么一个毒喵喵, 阿川, 珊珊就只听你的, 就当是阿姨求求你, 能不能快点来医院一趟, 你要阿姨做什么都行, 对着一个长辈, 陆金川自然很不下去心, 挂了电话, 她揉着眉心, 满心疲惫, 被车, 医院, 宋黎和云梦在医院门口买了花, 到安介病房之后, 安介的经纪人就没给过宋黎好脸, 在她的眼里, 宋黎就是一个扫把心, 但是经纪人素质高, 宋黎云梦和安介说话的时候, 她还是躲了出去, 安介人已经醒了, 她状态不错, 还和宋黎自我调侃, 哎, 你借个老了, 可是刚从医院出来, 就又回来了, 她在开玩笑, 可是一瞬间宋黎被愧疚淹没, 如果她没有去招惹许悠悠, 那么昨夜有声, 这个剧组就还在, 安介也不会受伤, 宋黎一瞬间沮丧, 哪怕是脸上还有笑容, 可是那张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暗沉了下去, 阿黎, 安介喊了她一声, 宋黎审笑, 杰哥, 我听说你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才接了这个剧, 你在这里受了两次伤, 现在剧也被我搞砸了, 对不起, 你说什么对不起, 安介忽然问, 宋黎耿住, 安介又说, 女孩子都是小公主, 不要因为任何人而委屈自己, 许悠悠做错了, 我肯定会控告她的, 而且, 本来也不是你的错, 安介对着她笑了一下, 换成任何一个人, 我都会救的, 宋黎, 你不该往自己身上套枷锁, 这个圈子本来就不是很干净, 再这样下去, 你很容易逼死你自己, 为什么不能自私一点呢, 你不欠任何人的, 不欠灵业, 不欠养父母, 更不欠陆金川, 宋黎宛如醍醐灌顶, 鼻尖色然, 脸上却扯出来一抹笑, 谢谢杰哥, 我知道了, 退出病房, 门口只剩下了安介的经纪人, 他刚想问云梦在哪, 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陆金川, 你这个渣男,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来这里看灵山, 你有没有关心过宋宋, 云梦很怕陆金川, 这种在公开场合公然辱骂他的情况, 更是少见, 宋黎下得出了一身虚汗, 陆金川的脾气可不好, 想要对付云梦, 不过是一句话的功夫, 他踩着高跟鞋, 一路小跑着过去, 地面拖过, 脚下一滑, 宋黎整个人扑进了陆金川的怀里, 他身上的味道他熟悉, 如今多了一缕消毒水的味道, 可见在灵山的病房里待了多久, 陆太太, 公众场合投怀送抱不好吧, 宋黎懒得和陆金川扯, 一把拉住了云梦, 梦梦, 我们先回去, 我不走, 云梦推开宋黎, 宋宋的剧本吹了, 你有空陪灵山, 没空帮宋宋想想, 陆氏收购了那么多影视版权, 给宋宋一个怎么了, 梦梦, 宋黎气得去捂云梦的嘴, 我是二要的艺人, 陆氏不想用我不是正常, 而且, 我不要他的资源, 我不是非要出圈的, 这一行做不下去, 不代表每一行都做不下去, 说来说去, 就是他所有的偏爱和例外, 都和你无关, 云梦尖叫, 你为什么这么傻呀, 为什么要在垃圾桶里找男人, 啪啪啪, 鼓掌的声音响了起来, 隔着大老远, 宋黎和云梦就看见了于晴, 一瞬间, 宋黎拧起了眉心, 于晴笑着说, 阿川, 我觉得, 你这个陆太太不适合去当演员啊, 听听, 这双簧多好听啊, 宋黎恶心, 手腕忽然被对面的人拽住, 拉进了怀里, 放手, 陆金川的声音很沉, 还想继续演戏, 宋黎动作僵住, 你什么意思啊, 陆金川从始至终只有一个意思, 他认为宋黎根本就不适合演戏, 办公室圣蓝星递上来一批剧本, 晚上带回去, 给你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于晴愣了, 随即笑着说, 阿川, 女人这么宠, 是会被宠坏的, 所以你没有女人, 你不乐意宠多的, 是人等着宠, 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忽然冒了出来, 补了于晴一刀, 只有云梦, 眼睛亮晶晶陆总, 挑剧本这件事情, 陆金川腻了他一眼, 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燕增, 随即看向宋黎, 骨节分明的指尖, 挑起他的下巴, 如果连挑剧本这样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 你还在娱乐圈里混什么混, 不如退圈回家, 当我的全职太太, 陆金川毫不客气, 离开云梦, 你就不能活了吗, 第121章, 不要抽烟, 耳边响起了打火机的声音, 于晴唇扮上禽了一根烟, 谁都没反应过来, 云梦忽然扑了过去, 一把抢过烟丢在地面上踩了几下, 宋黎顿了顿, 看见于晴微微眯了眯眼睫, 他明明笑着, 那张阴森感却扑面而来, 云梦神经大条, 说, 于先生, 这里是医院, 麻烦你不要抽烟, 而且, 宋宋身体不舒服, 嗅到烟味就会咳得厉害, 麻烦于先生为别人考虑一下, 于晴的笑彻底冷了下来, 看来云小姐很会换位思考吗, 云梦拧着眉心, 在他看来, 于晴和陆金川是一丘之和, 没有一个好东西, 于晴的口吻并不像是在夸他, 一时间, 云梦有些弄不清楚他的意思, 你想说什么? 于晴唇扮微挑, 弧度莫名冰冷, 我不喜欢云小姐, 三天之内, 希望云小姐离开凌晨, 凭什么? 云梦下意识问出声, 于晴的语调慢条思理, 甚至口吻都是平和的, 可是仍是被云梦听出来几分不容智慧, 他有足够的本事, 让他彻底离开凌晨, 甚至可以让这个城市永远和他无关, 宋梨也站不住了, 他正开陆金川的怀抱, 把云梦拉到身后, 直视着于晴, 于先生, 因为一句话, 针对一个女孩传出去, 有损你的身世风度吧, 云梦抓住了宋梨的手臂, 他满目愤然, 视线越过宋梨, 盯着陆金川, 当初如果你肯帮宋宋, 他不至于有后遗症, 资本家的朋友也同样是资本家, 不过说了一句话, 于先生就让我滚出凌晨, 如果是古代, 以陆总这种专制的情况, 怕是我云梦, 今天已经人头落地了吧, 咄咄逼人的是我, 仗势欺人的人也是我, 宋小姐这么用心地维护你的朋友, 可是你朋友可没考虑你的处境, 于晴满目不屑, 云梦不敢顶撞我, 可是一直针对阿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宋梨猛了猛, 于晴暗示他, 云梦明知道陆金川不会对他做什么, 所以肆意挑衅, 宋梨看不明白, 陆金川多次对他的事情视若无睹, 怎么可能真的帮助他, 而且就算是全天下的人都有可能背叛他, 云梦也不会, 宋梨牵住云梦的手, 于晴最看不惯这种姐妹情深, 笑着说, 三天内, 如果云小姐没离开凌晨, 那我认为云小姐需要我的帮助, 于晴说完就离开了宋梨唯一能想到的, 能帮助云梦的人, 竟然就只剩下了陆金川, 阿川, 陆金川摁住了宋梨的唇瓣, 他的指尖一片冰凉, 一如他的眸光, 宋梨, 你有你的朋友, 我有我的朋友, 不要让我们彼此互相为难, 陆金川说完, 身后的门打开, 林山做完了检查, 为了处理好安戒的事情, 陆金川让人把安戒也安排进了SVIP楼层, 方便医生照顾, 可是没想到宋梨来探视, 正好和陆金川对上, 身后, 林山躺在病床上, 护士和医生拥促在病床前, 陆金川站在的病床前不远处, 自成一个王国, 医生半垂着头给陆金川汇报林山的病情, 陆总, 林小姐的身体素质还可以, 过敏症状基本消失, 走秀的话, 布轮番上完全可以, 林山也似乎变成了一个讨要棒棒糖的小孩子, 软糯的声音里满是娇嗔, 阿川, 你答应我的, 如果医生说我可以走秀, 你就把我搞定我爸妈, 陆金川拧了眉, 盯着他的目光, 虽然有不认同, 可是满是宠溺, 宋梨和云梦, 在林山从检查室出来的一瞬间, 瞬间被分离成了两个世界, 他和林山的世界, 他永远也踏入不了, 宋梨紧紧握住云梦的手, 把人拉出了医院, 风一吹, 他整个人都清静了不少, 宋宋, 林山再小的事情, 他都愿意帮忙, 你再大的事情, 都与他无关, 夜色迷离门口, 迷宫向在身像里, 宋梨闭了闭眼截, 忽然笑了, 梦梦, 你不是说过, 多抱怨一天, 就少快了一天吗? 我们不要在陆金川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他眼睫低垂着, 眼睫在下茧上投下了不少暗影, 从云梦的角度看去, 宋梨看上去格外的茫然, 我们先去找南淮想想办法, 不行的话, 我们就先回同镇住一段时间, 我很想阿姨做的东坡肉, 云梦闻言同人猛的一缩, 随即才笑了一下, 好啊, 我妈妈早就想你了, 还有哥哥, 我还没有见过你哥哥呢, 他喜欢什么? 待会儿, 我们去给他选一个礼物, 云梦的声音沉了下来, 我哥哥他被拐这些年, 生活得不太好, 没什么能力, 在家没待多久, 已经出去打工了, 宋梨依旧很兴奋, 那总有照片吧, 你哥哥就是我哥哥呀, 我可不能在大街上, 遇见哥哥不认识, 云梦被他逗笑了, 这次回来忘记拍了, 等他下次回来, 我一定拍下来, 给他的二媒认识一下, 宋梨连连点头, 三天一晃而过, 南淮忙得脚步沾地, 宋梨和云梦一致决定不去麻烦他, 凌晨待不下去, 还可以去其他的地方, 这里城市里满是痛苦的回忆, 宋梨和云梦都毫无留恋, 下午两个人就收拾好行李, 坐上了返程的车, 宋梨回去,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他和求遣电话联系过, 他人现在就在同镇, 到了镇上, 云梦和宋梨下车去了医院, 医院医疗条件一般, 好在求遣身体素质不错, 恢复的也还可以, 求遣却很自责, 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宋梨也很失望, 可是显然, 是求遣的生命安全更重要一点, 少夫人, 我追踪阿湛的这段时间, 几次碰见了少爷的人, 他们应该追了很久了, 阿湛有人保, 不知道是不是背后有人, 求遣很疑惑, 虽然我把人追丢了, 但是我拍到他的照片, 少夫人, 您再确认一下, 是不是当初那个伤害过你的人, 求遣把手机照片调了出来, 男人眉间长了一颗黑质, 眼神凶恶, 第122章, 是姐妹吗? 这张脸, 算得上是刻骨铭心, 至少不把她送到监狱里去, 她绝对不会忘记, 宋黎唇半掀了掀, 掷地有声, 是她, 碰, 一声巨响, 求遣和宋黎几乎同时回头, 云梦手里的水杯掉在了地上, 四分五裂, 一地狼藉, 因为距离比较近, 宋黎脚腕上还溅了水, 好在是温的, 没那么的烫, 云梦脸上都是尴尬的笑意, 不好意思, 宋宋, 我手滑了, 求遣意味深长一笑, 云小姐, 您现在跟我们少夫人混在娱乐圈里, 可要注意了, 手滑使不得, 随随便便一手滑, 那不是要上热搜的吗, 云梦审笑出声, 把玻璃碎片剪了起来, 她全程心不在焉, 下一秒, 惨叫一声, 手指被划伤了, 宋黎心疼地握住了云梦的手,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云梦心里肯定还想回凌晨, 同镇算是偏僻的地方, 她一个女孩子走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宋黎眨了眨眼睛, 低声说, 梦梦, 不要着急好不好, 我们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 云梦的眼泪掉了下来, 她转身将宋黎抱住, 宋宋, 真的很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 你现在肯定还好好的待在凌晨, 你也是为了我好, 我没那么不知好歹, 快别哭了, 待会还要去看云妈妈, 你再这样, 她要以为我欺负你了, 宋黎和云梦是晚上到的云家, 因为提前打过电话, 所以到的时候, 云妈妈已经做好了晚餐, 八个菜, 其中有五个都是宋礼喜欢的, 云梦和云妈妈总有一种魔力, 给人一种被疼爱的感觉, 餐桌上云妈妈一直在夸赞云站, 她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 说来说去也就那么两句, 我们阿站啊, 浓眉大眼, 宋宋啊, 要不是你已经结婚了, 云妈妈就给你当婆婆了, 云梦不高兴, 妈, 你说这些干啥呀, 你再夸, 那陆金川也是国内男人研制天花板, 云站那个德行, 就你和我还看得过去, 云妈妈做事要打云梦, 她端着碗从餐桌上跳了起来送送, 待会儿和云妈妈去看看阿站的照片, 宋礼眉梢一条, 笑着说, 可是梦梦是战哥这次回来没有拍照, 梦梦, 你该不会是不想让我的看战哥长什么样子吧, 餐桌的另一边, 云梦不由自主地握紧了筷子, 洁白的手指骨节分明, 明显在紧张, 嗨, 这次回来没拍照, 阿站不喜欢拍照, 我要给你看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宋宋, 你还看过呢, 云妈妈热情地拉住宋礼的手, 指使云梦, 梦梦, 我带宋宋去看照片, 你去把我洗了, 云梦嘟嘟囔囔地念叨, 哼, 不知道的, 恐怕还以为宋礼是你的女儿, 云妈妈也没有理会云梦, 把宋礼拉到了卧室, 拿出来一本颇有年代感的相册, 第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小男孩的, 黑白照片, 但是眉目之间, 还是能看出来云梦和云站的相似之处, 五六岁的样子, 眼底都是纯洁成澈, 对着镜头笑得开朗, 云站比云梦长得有特色, 她眉心有个黑点, 如果丢了应该很容易找, 结果却失踪了二十多年, 云妈妈, 站哥长得像您, 云妈妈笑了, 她是镇上少见的美人, 说起云站, 她眼底还有眼泪, 宋宋, 找到了云妈这个心, 就放在肚子里了, 就算是让我少活十年, 我也愿意, 她真的精神好了不少, 在宋礼的印象里, 云妈妈正常的时候, 基本上维持不了两个小时, 有时候好端端的就把东西砸了, 好在云妈妈是天生的好脾气的人, 即便疯了那么多年, 从来没有伤到过孩子, 和云妈妈聊了很久, 久到外面只剩下了鸟虫夜鸣的声音, 宋礼才从卧室出来, 云梦不在房间里, 云家很小, 从小客听出来就能看见她在庭外, 她在打电话, 用力压制了分贝, 语调里都是痛恨, 你要什么钱? 我告诉你, 有多远走多远, 我不想再看见你, 听到了这一句, 在乡下的夜晚, 万籁俱寂, 宋礼只听到了自己心脏不断下沉的声音, 电话里不知道说了什么, 云梦愤怒地掐断了电话, 一回头看见宋礼吓得花容失色, 宋,宋宋, 宋礼开玩笑, 梦梦, 我不记得你胆子这么小啊, 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云梦难得接拜了两声, 沉静了好久才坦白, 云站骗了我妈, 她其实不是在外面打工, 而是是赌成性, 刚才在给我打电话要钱, 只有我妈了, 我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她,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宋礼只是觉得, 在凌晨的时候, 梦梦对云站还没有这么不假词色, 忽然就变了一样, 刚知道, 宋礼猜测, 云梦点点头, 她一直没说, 也是第一次给我要钱, 宋礼没有积蓄, 但是还是把自己唯一的一张银行卡拿出来, 递了过去, 梦梦, 这里面应该还有两三万, 你先拿起应急, 宋礼, 你现在最拮据, 我猜不要你的钱, 是不是看不起姐妹, 宋礼执意, 梦梦, 我们是不是好姐妹, 她顿住, 点了点头, 宋礼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像是告诉云梦, 像是告诉自己, 所以,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信, 都愿意帮你, 不要我的卡, 是不是嫌弃, 我给的钱少, 云梦伸手去接宋礼手里的卡片, 她的手一直在发抖, 有些人的感情其实很沉重, 压在人的心口上, 往前靠一步是深渊, 往后退一步, 还是深渊, 夜色里, 云梦的眼睛惊亮, 眼泪似乎随时能掉下来, 这也是最后一次, 两个人距离这么近, 伸手能碰触到对方, 张嘴能了解彼此心底最深处的柔软, 宋宋, 谢谢你, 等我赚钱了, 一定把这笔钱还给你, 云梦伸出手, 把人拥抱进了怀里, 第123章, 我想要的, 宋礼和云梦在云家玩了三天, 陆金川的车子到了, 圣兰苏兰先下的车, 随即是陆金川, 隔着大门, 他没有进来, 可能踏入一步就玷污他高贵的灵魂, 高大俊美的男人冷漠地盯着他, 和我回凌城, 宋礼没动, 陆金川满事不悦, 我不想说第二遍, 我回去可以, 梦梦也要一起, 陆金川笑出了声音, 眼底都是戾气, 显然, 陆金川查了出来, 他回来同镇之前, 把自己被迫离开同镇的消息, 递交给了余计, 这算是胁迫, 毕竟陆金川公开场合说过, 他们不会离婚, 可以, 陆金川答应得很快, 圣兰往前走了一步, 朝云梦开口, 云小姐, 车已经备好了, 我们可以走了, 陆金川的阵仗很大, 惊动了云妈妈, 他攥着宋礼的手, 眼睛里都是担忧, 宋宋, 当初你结婚的时候, 小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听说有钱人新鲜感散得快, 他如果没那么喜欢你了, 千万不要委屈自己, 早点离婚, 云妈妈说完这句话, 只觉得如芒在背, 头也不敢回, 陆金川给人的压迫太重, 云妈妈年纪也不小了, 宋礼拍了拍他的肩膀, 报喜不报忧地开口, 云妈妈, 他对我很好的, 而且我不漂亮嘛, 阿川很喜欢我的脸, 不会难为我, 你放心好了, 他当然很喜欢他的脸, 毕竟他和他的初恋白月光, 长得可谓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 他还是他初恋的白月光妹妹, 告别云妈妈, 宋礼上了车, 陆金川最讨厌有人威胁他, 哪怕是妻子也不行, 他周身气息很冷, 因为他身上的压迫感太强, 整个车厢都是逼着的车上的人, 大气都不敢喘, 宋礼抿了一下唇脚, 陆金川忽然开口, 宋礼见了球铅, 见了云梦的母亲, 这次回来, 你有什么想法, 宋礼呼吸平住, 他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就连心跳都开始慢了下来, 陆金川又说, 太相信一个人, 最后受伤的, 只有你, 宋礼点了点头, 固执地认同, 对, 太相信, 你就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陆金川瞳孔颜色深了深, 他连连冷笑, 冷淡地说, 嘴硬改变不了事实, 宋礼别开头, 陆老夫人曾经告诉过他, 人只有活得傻一点, 才会快乐, 可人生那么短, 他想清醒一点, 这是他的选择, 快乐没有了, 他从来不怪任何人, 因为做好最坏的打算, 就不会期待, 一切事情发生了, 他都能接受, 阿川, 让记者逼你把梦蒙带回来, 是我不对, 我道歉, 可是我需要确定一件事情, 说我自私也好, 只想自己也罢,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绝对不会, 再做这种让人讨厌的事情, 陆金川冷笑, 知道让人讨厌还做, 为了一个心里没你的人, 宋礼, 我合理怀疑你大脑构造, 毒舌完, 不论宋礼说什么, 陆金川都没有再开口, 一路到了临城, 盛兰把车子开到了陆氏楼下, 下车的时候, 记者一窝蜂地拥了上来, 陆金川先下了车, 是假的, 陆总, 请问你, 择偶在虎门当户对吗? 陆总, 可以回答吗? 记者咄咄逼人, 甚至有美光灯高高挂起, 直直对着高大俊逸的男人, 喧闹的时候, 车里忽然伸出一只素白的手, 现场猛的一镜, 女人憨甜柔软的声音响了起来, 阿川, 拉我一下, 柔仪被握住, 男人力道极大, 把人拉进了怀里, 宋礼和灵山九分相似, 可是一直没有人认错, 两个人实在是好分辨, 灵山不论出现在哪里, 都是妆容精致完美, 宋礼不一样, 他本来就长得好, 又喜欢是美行兄, 素面朝天, 本该清汤寡水的女人, 偏偏万分撩人, 天气极好, 阳光落下, 似乎给他的美丽, 镀上了一层金光, 握住他的手, 起身的时候, 腰肢动了动, 一截雪白的腰线裸露了出来, 在陆金川心上挠了一下, 他眸光深邃, 染上了几分玉色, 把人拉进怀里, 大掌扣着他的腰, 宋礼的出现, 宛如狠狠打了在场的人一巴掌, 陆金川盯着他, 眸光浩瀚如海, 深邃寒情, 他忽然笑了, 陆家娶妻当然有门第, 一要善良, 二要纯粹, 最重要的是, 我想要, 陆金川回答完, 求生清出来一条路, 两个人牵着手上的顶楼阿川, 你说那些不合适, 宋礼焦灼, 哪里不适合, 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还有什么必要在记者面前秀恩爱, 陆金川脚步一顿, 宋礼追得急, 脑袋撞在男人的脊背上, 鼻尖生疼, 他诞生问, 怎么, 陆太太对自己没有自信, 觉得你不是我想要的人, 这句话怎么听, 怎么意味深长, 别说他自不自信, 这句话, 陆金川自己信吗, 整个凌晨的人都知道他深爱凌珊, 微博上关于他和凌珊的同仁 CP文多的宛如过疆之际, 这段人尽皆知的婚姻, 是他用不光明的手段抢求的, 主角是陆金川, 他又能抢求多久, 况且, 他已经累了, 我配不上陆太太这个位置, 男人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 结婚的时候, 陆太太可没这个自觉, 结了婚想抽身, 你想得倒是美, 宋礼, 在我没有腻之前, 我不提离婚, 你就永远得不到自由, 老老实实在陆太太的位置上待着, 我不想听到陆太太说那些没用的话, 我很忙, 陆金川说完, 大步进了办公室, 门被他甩上, 砰的一声, 似乎也甩上了他心口上的门, 他心脏已经开始湿了, 站在偌大的陆氏, 他无所适从, 前面是圣怒的陆金川, 后面是记者围追堵截, 宋礼抱着寄来之则安之的想法, 进了小会议室, 里面有一个单人沙发, 宋礼坐下, 找个了舒服的姿势, 躺好闭上了眼睛, 刚睡着没两分钟, 苏兰推门进来, 将一打文件摔在了桌面上, 巨大的声响, 将宋礼惊醒, 他眼睛眨了眨, 对上了苏兰的眼睛, 苏兰脸上的轻视完全不加掩饰, 陆太太把陆氏当什么, 在小会议室也能睡着, 第124章, 我算什么, 苏兰对他的厌恶感很重, 至少以前, 他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尊重, 自从知道他对陆金川的利益毫不在乎之后, 苏兰就撕破了假面, 在陆氏这种场合, 也能不假磁色地呵斥他, 要说他对陆金川没想法, 他可不信, 宋礼换了个姿势, 笑着说, 我老公的地盘, 我就算是在一楼大厅里睡, 除了你也没人敢说我不对, 说完, 苏兰的眸光又沉了沉, 他冷笑一声, 讥讽地开口, 那要不要我下去给陆太太铺个床, 那也不用, 阿川办公室不是有休息室吗, 我去那里睡就行, 苏小姐要是也困, 可以在一楼铺一个, 我会跟阿川说的, 苏兰哽了哽, 生硬地插开话题, 这是陆氏选购来的剧本, 陆总让我拿过来给你挑选, 宋礼有些意外, 毕竟陆金川是不支持他进娱乐圈的, 没想到他竟然会给他挑剧本, 不过显然他也有自己的态度, 他选择让苏兰来送, 也是变相地告诉他, 他还是不支持他进娱乐圈送离翻了两下, 苏兰微微眯了眯眼睛, 说, 嫁个好男人还是有用的, 对吧陆太太换成其他的十八线小演员, 挤破头也拿不到这些资源, 宋礼动作顿了一下, 我怎么听着苏秘书这句话说得这么酸呢, 我酸什么, 我有今天的成就, 全是因为我自己努力, 宋礼笑了, 对, 名校毕业, 年入近千万还要给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艺人服务, 换成是我, 我也酸, 苏秘书羡慕不可耻, 极度却容易让人龌龊, 说着, 他站起身将剧本抱在怀里, 往会议室外面走, 苏兰在后面拽住了宋礼的手臂, 你要去干什么, 他穿着长袖, 带住了曾经在陆家老宅受到的边伤的疤痕, 苏兰力道极大, 大到他猛的一通, 下意识地把人甩开, 前者穿的是高跟鞋, 脚下一崴, 人摔倒在地上, 他痛呼一声, 宋礼还没反应过来, 小会议室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陆金川的秘书全都进来了, 他有一整个秘书团, 分管的项目还不同, 一部分扶苏兰, 一部分对他怒目相向, 陆太太, 不知道兰姐怎么宁了, 这个秘书的名字宋礼不太清楚, 但是他微微抬着头, 盯着他, 你在质问我, 这边动静太大, 惊动到了陆金川, 圣兰率先过来, 瞪了周围的人一眼, 没有工作室吧, 聚在这里, 是等着我给你们找事情做, 秘书们敢怒不敢言, 圣兰高于苏兰, 苏兰又是秘书长, 几个秘书纷纷看向苏兰, 扛不住圣兰的目光, 苏兰气得眼眶发红, 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是陆太太故意推我, 可以了吧, 圣兰叹了一口气, 苏兰过得顺风顺水, 因为是苏承武的堂妹, 几乎刚毕业就进入了陆氏, 从来没被人欺负过, 不论走到哪里, 都有人称赞一声好, 所以, 虽然平日里处事大方, 可是一旦发生争端, 那个傲信就都出来, 一点亏都不乐意吃, 圣兰有意给他教训, 单声说, 既然这样, 就给陆太太道歉, 苏兰不甘不愿地说了句对不起, 甩了脸子出了小会一事, 圣兰恭恭敬敬地对宋离开口, 太太, 陆总让您去总裁办休息, 这句话, 更是无疑在苏兰脸上抽了一耳光, 她还没走远, 步伐狠狠一顿, 宋离冷笑一声, 说, 圣客主, 你们秘书办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升, 我好歹是总裁夫人, 不会跟他们计较, 但是如果换成合作商的夫人过来, 能吃下的苏秘书的冷脸吗? 圣兰应声, 太太说的是, 过段时间我们就开展专业培训, 宋离没抓着不放, 往前走了一步, 拐进了总裁办, 原地只剩下苏兰和秘书, 她脸上火辣辣的, 心里满是委屈, 明明就是宋离不识好歹, 没有实力, 世界怎么就那么不公平, 她一屁股坐在了办公桌后面, 眼圈泛红, 娇好的秘书沉沉安慰她, 蓝姐, 你委屈一点, 谁让她是总裁夫人, 这种人以色是人的人, 能得益多久, 苏兰揪着桌面上的毛绒玩具, 我们打工的, 怎么能和她争一口气呢? 都怪我, 还害你们被圣兰骂了, 兰哥也是的, 都是同事, 怎么就那么狗腿? 苏兰摇了摇头, 这肯定是总裁的意思, 散了吧, 省得待会被某些爱上眼药水的人, 看见我们在聊天, 以为我们和她一样,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有钱, 秘书们应了一声,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宋黎对秘书办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就算是知道, 也不会放在心上, 他去总裁办的时候, 陆金川正在看文件, 工作中的男人最是俊美, 男人小臂挽起, 低垂着头盯着文件, 压青色的睫毛扇动, 一个侧颜就让人心神不定, 难怪外面的女人, 对她那么大的恶意, 宋黎怀疑, 林山没当上陆太太, 是不是就是因为承担不起别的女人的嫉恨, 察觉到她的视线, 好看, 陆金川嘴角抽了一下, 随即口吻淡漠, 一来公司就把秘书办搅和得鸡飞狗跳, 我小看了陆太太的本事, 我也没求你帮忙, 你喊圣兰过去干什么, 陆金川反唇相机, 我的秘书年入千万, 让你打坏了, 我不就要做赔本买卖了, 说来说去, 是心疼了自己的秘书, 宋黎冷笑一声, 走到办公桌前, 把一打剧本扔在了桌面上, 男人的脸黑了黑, 宋黎, 你什么意思, 我也想问问陆先生是什么意思, 宋黎捏着剧本盯着陆金川, 给我剧本, 又要我签什么协议, 他问的时候就看着陆金川的眼睛, 所以男人瞳孔紧缩的样子, 第一时间被他收入眼底, 这种异样一闪而逝, 快得像是宋黎的错觉, 他的表情越来越淡, 但到一点情绪都没有后, 才将剧本拿起扔在一边, 看不上就不眼, 我给的剧本, 各个投资过亿, 第125章, 你躲远点, 正巧, 我没有南怀大访, 即便是陆太太, 我也不想填两个亿, 还听不到一个响, 宋黎觉得自己真是脑抽了, 在苏兰那里吃了冷脸, 还要再来陆金川这里找罪受, 他瞪了陆金川一眼, 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越想越气, 越气越想睡觉, 他身体一歪, 在总裁办睡了起来, 陆金川文件处理了一半, 听不到他的声音, 侧头看过去时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睡着了, 单手只在脑袋下面, 肌肤雪白, 纯瓣烟红, 明明姿势娇憨憨, 但是陆金川就是觉得整个办公室都活了过来, 国色动人宋黎睡着的样子, 可比醒着的时候动人多了, 陆金川起身, 把人抱到休息室, 空调调整到室宜的温度, 给他盖好薄背, 才重新出来, 宋黎这衣觉睡到近黄昏, 人是恶省, 睁开眼睛, 周围的环境变了样, 他明明是在外面睡着的, 醒了人就在休息室了, 在床上待了五六分钟, 宋黎才从床上下来, 休息室的门被关延, 外面就是总裁办, 他听到了盛兰的声音, 陆总, 那对伏击筹遷的人查了大方向出来, 应该是大小姐的人, 大小姐, 这是陆带在陆家的称呼, 陆金川没开口, 盛兰又说, 阿詹是被人雇佣的, 对方应该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你先出去, 很久, 陆金川忽然开口, 盛兰愣了一下, 转身出了办公室, 陆金川的声音又薄又冷, 别藏了, 我看见你了, 宋黎呼吸凝滞, 慢吞吞地从休息室出来, 还来不及开口, 他肚子先叫了一声, 陆金川的表情闪过一抹亚异, 宋黎满脸烧红, 丢人, 陆金川看了一下万间的时间, 然后起身拿起外套, 走吧, 去吃东西, 显然是不打算和他讨论这个话题, 可能是就疤的原因, 宋黎只觉得麻木, 心口一点痛感都没有, 他跟着陆金川的身后, 没想问陆金川打算怎么处理陆带, 没问里面有没有楚越的手笔, 一直坐到车里, 陆金川问他, 想吃什么, 去迷宫巷, 吃私房菜吧, 这句话脱口而出之后, 宋黎发现他其实始终没能释怀, 结婚快两年, 苏晨吴曾经多次给他检查过身体, 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 加上江峰虐待, 他受寒严重, 本就要孩子困难, 孩子到了, 三天里, 他每日每夜感谢上天, 以为是缘分, 可惜孩子只赔了他那么几天, 所有的权利都被人无情地剥夺, 因为他的一句话, 车厢的气氛凝制在一起, 宋黎觉得难以呼吸, 陆金川也觉得难以呼吸, 他看向他, 不可以吗? 可以, 他发动汽车引擎, 时隔三个月, 宋黎又踏入到了这个地方, 后知后觉一样, 胸口一阵质闷顿痛, 明明那么深, 每条巷口都一样, 明明他方向感不好, 可是第一时间, 他就认出来阿湛动手的那条巷口, 宋黎却像是万箭穿心, 他嗓子干痒, 头纹里都是茫然, 陆金川, 其实我不该怪你, 我该怪我自己, 如果那个孩子哭的时候, 我没有多管闲事, 在这里等圣完就好了, 说不定, 他就不用离开我了, 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 宋黎也不指望陆金川回复, 一顿饭, 两个人吃得索然无味, 因为昨晚有声停拍, 宋黎暂时没有戏份, 他就在绿城乡屑, 做一些线上的兼职这种工作, 一般网上灵感更好一些, 他的生活习惯也在渐渐改变, 白天睡得多, 梦就会变得很长, 宋黎梦里全是云梦, 铜镇的山高, 水也长, 村子里穷, 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项目, 他经常挨饿, 就会去村子里的河里捞鱼, 云梦从小就聪明, 而且动手能力也强, 他能用树藤编成粗质烂造的鱼网, 而且还真的捞到过傻鱼, 云妈妈那个时候, 每天都在找云站, 云梦也是有一顿没一顿, 两个人相依为命, 抓到鱼, 宋黎从来不敢杀, 云梦敢, 或者说, 他是被迫的, 用锤头砸晕, 用菜刀剁掉脑袋, 他脸上黑乎乎的, 一双乌黑的眼睛盯着宋黎, 眼底里有泪意, 却直意笑着, 梦梦, 我这杀生等死了, 是不是要去地狱啊? 宋黎握住他的手, 没事, 我陪你, 那可不行, 那种地方, 一个去就行了, 两个人一起去才是真的陪本, 后来, 村里那条河里的鱼被云梦抓的, 变得聪明了起来, 两个人三天抓不到鱼, 饿得头云眼花, 云梦把门上的沙网门连卸了下来, 重新做了网, 第一天, 两个人抓了三条, 高高兴兴地回家之后, 碰见了回来的云妈妈, 便寻同真无果, 找不到云站的云妈妈, 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抓住云梦打了一顿, 耳边都是他的凄惨的尖叫声, 小云梦鼻青脸肿, 抱住云妈妈颤抖的身体, 母女两人哭成一团, 妈妈, 找不到哥哥, 你还有我, 我长大了, 不会让你吃苦的, 云妈妈抱住云梦痛哭的样子, 始终让宋梨刻骨铭心, 人生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每个人都身陷其中, 就不了别人, 也就不了自己, 呃, 行了, 枕头一片如湿, 宋梨擦了一把眼泪, 回忆过去, 她万分痛苦, 卧室的门忽然被推开, 路径穿开了灯, 她摇摇望向他, 轮廓被骤然亮起的灯模糊掉, 只有一个俊逸的影子, 管家给你做了晚餐, 下去吃点, 宋梨浑浑噩噩地进了卫生间, 洗了一把脸, 宛如油魂一样飘了下去, 管家做了鰻鱼饭, 她的手艺很好, 宋梨吃了三分之一的时候, 苏晨物到了, 不骂人的时候, 苏晨物很是温润斯文, 莫上人如玉这句话形容他, 从里面给苏晨物端出来一份心的, 苏晨物坐在宋梨身边, 他吃得快, 几下动作, 碗里剩的还没宋梨剩下得多, 第126章, 你哥在哪? 可能是医生的缘故, 苏晨物这里没有食不言那一套的讲究, 他一边吃一边问宋梨我听阿川说, 你晚上睡眠不好, 宋梨半晌没反应过来, 哦, 我这几天做了两个兼职, 一个配音, 一个写一些简单的导件, 晚上基本不睡, 都是白天睡, 这, 觉得算睡眠不好吗? 苏晨物很是无语, 他沉吟片刻, 说, 也算, 主要是穷的, 宋梨点点头, 没有否认, 苏晨物没有恶意, 他口吻里都是凄凉, 真可怜, 而我也这么可怜, 大半夜刚从手术台上下来, 还要被资本家剥削, 宋梨迟疑, 这家伙, 不会是陆金川请过来给他看失眠的吧, 不过转瞬, 宋梨就觉得自己可能是自作多情了, 苏晨物吃过饭, 上了楼去了书房, 管家又递给宋梨一个剧本, 太太, 这是先生让我给你的, 他说, 如果你对这个剧本感兴趣, 可以去横电世纪, 他还说, 管家欲言又止, 说什么? 管家怯懦, 他还说, 他已经跟导演打过招呼了, 绝对不会因为您是陆太太就训私, 管家说完, 就在心里骂陆金川, 倒霉孩子, 说的这是什么话? 娱乐圈里乱得要死, 陆金川投资的大制作, 说不定袁浩都是靠潜规则进去的, 偏偏他家先生不走寻常路, 欺负他们这么好的太太, 宋梨结果本子, 翻开看了看, 他挺喜欢看小说的, 巧的是, 这个剧是小说改编, 古装剧, 偏江湖峰, 还是大女主剧本, 宋梨喜欢这个作者, 但是又觉得自己可能演不好, 一犯难, 宋梨就想和云梦商量, 从绿城箱写出来, 宋梨才停下脚步, 迟一半上, 最后还是决定去见他, 他出发的时候, 没有告诉云梦到他居住的地方, 出电梯的时候听见了云梦的声音, 云站, 你怎么不去死, 为什么要活着回来, 他情绪过于激动, 激动到拿着钥匙插了半上, 都没能插进去, 云梦愤怒地摔了手机, 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宋梨从来没见过云梦那么脆弱, 似乎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下来, 他肩膀瘦弱, 完全无法承受, 足足站了五分钟, 宋梨才走过去, 把云梦从地上扶了起来, 云梦吓得眼泪都顿了顿, 宋, 宋宋,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刚来, 云梦明显长出了一口气,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过来了, 陆金川给了我一个本子, 如果我感兴趣, 就让我去试试, 云梦瞬间愤慨, 要试镜吗, 你好歹也是陆太太, 直接出演女主角都没有问题, 她竟然这么糟蹋你, 是不是灵山有求于她, 还要在前台预约, 才能见她, 宋梨从她手里摸出来钥匙, 把门打开, 进去说, 云梦起身, 擦干眼泪, 强打起精神, 和她进了公寓, 心似乎坠落了下去, 宋梨看到她哭了, 却一个字都没有问, 坐在客厅里, 宋梨催促她, 梦梦, 你快看看, 我该是什么角色, 云梦翻了几下, 剧本要比小说更加简单明了, 她看了半个多小时, 看了的大概, 宋宋, 我觉得你可以是女主, 英姿飒爽, 爱憎分明, 我觉得你可以挑战一下, 宋梨脸上没了笑意, 云梦的心脏又在翻飞, 跌跌荡荡, 似乎落不到实处, 梦梦,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这一行, 云梦脸上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住, 一点点均裂开, 宋梨看着她说, 上次也是, 你是经纪人, 你太清楚, 和许悠悠撕破脸的代价有多大了, 可是你做得毫不犹豫, 宋宋, 你不相信我了吗, 云梦问得茫然, 甚至这一瞬间, 宋梨根本不清楚, 她到底问的是她, 还是自己, 宋梨也没有回答, 接着说, 我并不适合女一号, 我刚进入这个圈子, 也并非刻板出身, 她咬了咬唇脚, 接着说, 我和女主的气质大进相停, 如果非要出演, 必须有强横的实力, 反而是女三号, 那脸沉静, 和我经历相似, 可你怎么能演女三, 这是陆金川给你的本子, 宋梨毫不犹豫, 打断了云梦的话,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嫁给陆金川, 我身上就有光环了, 梦梦, 她最后一句喊的私心, 云梦制住, 你最清楚的, 眼泪无法控制, 云梦瞬间破防, 一颗颗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砸了下来, 砸碎了宋梨的心脏, 宋梨咬着舌尖, 刺痛让她在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面前, 维持着镇静, 梦梦, 告诉我你哥哥的位置, 云梦后退了两步, 下意识地摇头, 她犯了错, 你要袒护她吗? 宋梨问她, 云梦一直哭, 哭着问宋梨,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早了, 宋梨笑着, 哀伤直达眼底, 球遣告诉我, 查出来阿湛在同镇, 第一次你告诉我, 你哥哥叫云站时, 云妈妈在电话里喊了一声阿湛, 梦梦, 我对这两个字太敏感了, 当然, 我不会因为两个字怀疑云站, 可为什么所有的巧合都撞在了一起? 宋梨眼前开始朦胧, 阿湛在同镇, 云站也找了回来, 阿湛被球遣抓住, 云站要回城干活, 你从同镇回来之后就变了, 脾气变了, 做事鲁莽, 我都当成你在心疼我,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没了孩子之后, 没日没夜睡不着, 我想抓到凶手想的都要疯掉了, 送礼与无伦次, 我不想怀疑你, 又忍不住, 我就想回同镇看一下, 确认一下, 在院里, 我刻意让球遣给你看见阿湛的照片, 我以为你不知道的, 可是你太慌乱了, 我陪云妈妈看了云站的照片, 那颗黑质的位置让我永生难忘, 云梦不断后退, 她捂住着嘴巴, 完全不敢哭出来声音, 送礼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说, 而是越过尘埃, 事先对上她的声音又轻又缓, 似乎怕惊扰到她, 梦梦,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在娱乐圈里走得那么不顺, 是因为你不想让我出头吗? 你知道陆金川不会帮我, 所以, 如果我出不了头, 就抓不到你哥哥, 对吗? 第127章, 为了我妈? 不是, 云梦想否认, 可是又否认不了, 她没有私心吗? 云梦问自己, 事实上, 她是有私心的, 如果宋宋找不到云站, 他们之间可以走向对立面, 她往前走了一步, 伸手去拉宋梨的手, 眼前满是模糊, 云梦完全看不清楚宋梨的表情, 宋宋, 云站回来, 我妈的病就好了, 就当是为了我妈, 你再给云站一点时间, 求求你, 宋梨一把甩开了云梦的手, 她整个人大脑都是模糊的, 宋梨没想到云梦竟然会说出来这种话, 她后退几步, 嗓子似乎坠着一块铁球, 除了痛, 再没有其他的知觉, 宋梨掀了掀唇半, 始终说不出来话, 云梦眼底阴晕着巨大失落, 她知道她在强人所难, 宋梨和她不一样, 她从小有妈妈的疼爱, 宋梨十岁的时候, 就想渴望自己的亲人, 好不容易有了孩子, 好不容易有了血脉互通的人, 刚知道又失去, 是多大的痛苦, 换位思考,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她也一定万箭穿心, 云梦哽咽, 我没有办法了宋宋, 知道是云站之后, 我试探过妈妈, 我只是问了一句, 到底知不知道我哥是个什么人, 他就又要疯了, 他满心茫然, 喉咙声痛, 眼泪速速下坠, 对不起对不起, 云妈妈根本不接受, 她说任何云站不好的话, 她做梦梦了二十年, 现在云妈妈终于彻底好起来, 宋宋, 你留点时间, 我一定亲自把云站送到你面前, 宋离没有回答, 她直接跑出了公寓, 人走在大街上, 宛如游魂, 她真的好后悔, 后悔和云梦把事情的真相说破, 也很想大声质问, 如果当时她有祈求云站, 告诉她, 她怀孕了, 能不能晚些时候再动手, 是不是云站也会放过她, 走了没多久, 一辆商务车忽然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两个黑西服的男人下来, 扣住她的手臂, 口吻强横, 宋小姐, 我们家夫人想邀请你做个客, 你们夫人是谁, 黑西服没打算回答她, 也不问她愿不愿意, 直接把人拽到了车厢里面, 这种方式不像是请她做客, 倒是想找她寻仇宋离手指微微动了动, 在上衣口袋里摸手机, 左边的黑西服似乎看穿了她想做什么, 拽开她的手, 就把手机拿了出去, 宋离忽然笑了, 其实拿不拿走都一样, 她根本就不知道该打电话给谁求助, 云梦, 她以为是最后的救赎, 也已经消散一空了, 车子一路平稳地到了一栋别墅, 占地很大, 保镖进入别墅之后, 根本就没有停下来, 而是开了五分钟, 载着她绕别墅走了一圈, 在后院停了下来, 然后把她从车子上推下去, 宋离手掌着地, 手腕骨生疼, 一抬头, 就看见了小花园里坐着的一个美妇人, 她很白, 是那种没见过光的苍白, 她身上没有留下什么岁月痕迹, 只是眼神带着历经岁月的沧桑, 此刻盯着她, 眼底都是燕增, 恨不得弯下来她一块肉, 宋离从地上站起来, 吞了吞口水, 紧张地问, 你是谁?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临山的母亲几白寒, 林业的妻子, 宋离攥住一百, 林夫人让人把我带到这里, 是要干什么? 我以为宋小姐是个聪明人, 我既然把你带到这里了, 你就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几白寒死死地盯着她, 宋离恍若不见, 我不明白, 宋离往前走了一步, 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你有没有教养, 我让你坐了吗? 宋离对着几白寒笑得腼腆, 请客上门, 不让坐算起来, 应该是林夫人没教养吧? 宋离的笑刺痛了对面的女人, 她一笑, 唇角有一个很小的梨窝, 几乎和林业如出一辙, 顾怀生给她和林业的亲子鉴定书的时候, 几白寒还不信, 可是现在看来, 这个小剑蹄子, 比她的姗姗还要想林业, 宋离坐在她面前, 自顾自地喝了一杯玫瑰红茶, 她的姿态是得体的, 她的出现似乎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她, 林业出轨的证据, 当初她妈抢了她的男人, 现在这个贱人又要抢姗姗的男人, 这种贱人就该死, 几白寒猛地站起身, 往前走了两步, 扬起大掌朝她抽了过来, 宋离反应很快, 她对几白寒始终有戒备, 第一时间挡住了她的手, 林夫人, 上来就打我, 不合适吧? 我替你爸教训你, 两个人忽然动作, 一牵一牢拽住了她的手臂, 几白寒的巴掌猛地抽了下来, 亲子鉴定报告, 顾怀生布置给了林夫人, 白净的手掌僵硬在她耳边, 带起呼啸的风, 几白寒面上争鸣了一瞬间, 你什么意思啊? 林先生和林夫人这些年 一直是圈子里的神仙眷侣, 临时在走下坡路, 如果没有陆金川的帮扶, 没有你们的夫妻抗力情深的营销, 早晚被一流家族除名。 宋黎声音冷静, 几白寒的手挪开, 宋黎以为她想通了, 结果下一秒, 一把脏狠狠地落在了她的脸上, 又连火辣辣的痛。 几白寒这一巴掌不遗余力, 宋黎被她抽的唇角似乎裂开了, 舌尖碰了碰, 火辣辣的痛。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地盘威胁我, 只要我愿意, 你就走不出林家。 你就算是死在这里, 有人替你撑腰吗?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说着, 几白寒仰起手, 就要朝宋黎的脸再打下来。 宋黎眼睛眯了眯, 侧了侧头, 几白寒用了力, 人也往她的方向倾斜。 没想到宋黎敢躲, 几白寒愣神的功夫, 小夫猛地一痛, 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躺在了地上。 空气寂静了一秒钟, 在场的人包括几白寒 都没想到宋黎会还手。 直到几白寒痛呼一声, 两个保镖才慌忙松开了宋黎, 去服几白寒。 第128章, 阿里有错, 此时不跑是傻子。 宋黎撒腿就跑, 几白寒气的眼睛赤红一片, 别让他跑了, 把那个贱人给我抓回来。 宋黎听到了, 用了力地往外跑, 他慌不择路, 撞到了一个往这边赶的人。 小姐, 小姐, 珊珊。 宋黎的脚步顿住, 下意识地回头, 他应该下到了灵山, 后者整个人脸色一片惨白, 双手紧紧地揪着心口, 瞳孔俱正, 呼吸都是艰难的。 他愣了一下, 蛇身回去, 也顾不上后面的人追赶, 把地上的灵山扶起, 抱在怀里。 深呼吸, 珊珊, 我的珊珊, 你这个箭重, 你要对我的珊珊做什么? 几白寒尖叫一声, 冲了过去。 宋黎似乎听不到, 在灵山身上摸了半声, 找到了救星丸, 到了十颗左右, 塞到了灵山嘴里。 灵山看上去格外的严重, 剧烈喘息, 完全咽不下去。 宋黎掰开她的嘴, 掐着她的喉咙, 水。 身后巨大的拖拽感, 宋黎被几白寒拉开, 身体擦在地上, 小腿蹭在鹅卵石地板上, 灯石蹭破了皮, 血肉模糊。 宋黎跑回花园, 端了半杯红茶, 挤开几白寒, 掰着灵山的嘴倒了进去, 抠着她的喉咙, 强硬地把救星给灌了进去。 一系列动作做完, 宋黎已经被保镖拽了起来。 几白寒疯了一样, 对着宋黎又踹又踢, 其中一脚踹在她的小腹上, 她痛得脸色惨白。 你这个小贱蹄子, 你到底对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你是不是嫉妒阿川爱的事, 我们珊珊, 故意为珊珊吃了毒药? 宋黎脸色苍白, 是啊, 林夫人我劝你对我客气点, 毕竟我喂的毒药, 只有我有解药, 或者, 你想打死我, 那正好让你的女儿给我陪葬。 几白寒吓得当时就不敢动, 她手指颤抖了一下, 反应过来, 搜, 扒了她的衣服给我搜, 要是珊珊今天有什么事情, 我就让她, 让你们全部陪葬。 宋黎将住她长得好看, 样子也是绝美, 几白寒这么一说, 真的有保镖往她胸前伸手。 宋黎尖叫一声, 连连后退, 林夫人, 你不要太过分, 我好歹也是阿川的妻子, 你这样, 别说阿川, 奶奶都不会同意的, 你少拿老夫人和阿川压我, 我不吃那一套。 几白寒哼笑一声, 被别的男人摸过, 她就不信陆金川还愿意要这种破鞋, 到时候正好离婚。 如意算盘打得很响, 可是下一秒, 一个声音摇摇传来, 林夫人真够嚣张的, 几白寒一顿, 猛地转身。 周围的人动作全部顿住, 陆金川站在一群人两米处的位置, 垂眸点着烟, 她满身漫不经心, 但身边的人没一个敢有动作的。 周围气氛像是拉弯弓的剑。 陆金川往前走了一步, 不是要巴陆太太的衣服吗? 巴呀, 我倒是要看看, 在凌晨,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碰我的女人。 宋离能感觉到, 陆金川这句话说完, 她周身的人不自觉地后退开两三步。 她身上好痛, 尤其是小腹, 试着站了一下, 宋离没能站起身。 陆金川大步上前, 轻轻松松把人从地面上提了起来, 几白寒反应过来, 阿川,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个剑种进来撞倒了我的珊珊, 还为珊珊吃不明不白的东西。 我只是想要解药, 就算是我真的把她扒干净了, 又怎么样? 我这算是正当防卫吧。 陆金川冷冷一笑, 她的大掌扣在宋离的腰间, 不知道是不是怕的, 宋离身体一直在小幅度的色缩, 看不出来, 可是陆金川能清楚地感觉到。 她拧了拧眉心, 宋离有一个知名的缺点, 就是胆小。 她垂着节, 视线温淡落在她的侧脸上, 口吻不清不重。 陆太太, 说说, 你给珊珊吃的是什么? 什么毒药, 能让珊珊的脸色越来越红润, 没一点饭病的倾向。 宋离唇半吸动, 救星丸从林小姐身上找到的。 空气凝滞, 林珊已经被保镖扶起来好久了, 闻眼眨了眨眼睛。 阿川, 是我不对, 我身体不争气, 被陆太太轻轻撞一下, 就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宋离, 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我妈也是担心我, 我替我妈道歉, 看在我妈是个长辈的份上, 能不能就这么算了。 陆金川的视线一直在宋离的脸上, 一个鲜红的巴掌印。 女孩皮肤娇嫩, 一点红, 看上去都触目惊心。 在场的, 敢动手的, 除了几白寒, 陆金川根本就不做他想。 还有林珊这话说的, 满是文学。 宋离害他差点没了命, 应该救他。 几白寒是长辈, 打宋离宋离就该瘦着。 陆金川低笑一声, 舔了一下唇角。 是, 陆太太不懂事, 招惹到林夫人了。 这是他的不对, 但是珊珊, 有个问题我想问。 什么? 我的陆太太, 怎么道德林家? 她笑着, 一张俊脸上连漫不经心这四个字, 都覆盖着让人无法承受的压力。 宋离怎么来的林家, 林家人心知肚明, 当然说不出口。 笑意里泄出来几分力气, 他捏着宋离的下巴, 抬高他的脸, 看了好一会, 仍旧是糟心。 手臂上也残留了亲子的纸痕, 其他隐藏的伤不知道有多少。 陆金川身上戾气横生, 下次再有人和你动手, 你就给我打回去。 宋离肩膀颤抖了一下, 陆金川继续给林家的人甩脸子, 在凌晨, 就没有你动不了的手。 几巴喊脸上挂不住, 冷声说, 阿川, 你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吧? 是不是要陆太太抽回来? 你才算甘心? 如果她没有胡说八道, 让我觉得她伤害了我的珊珊, 我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 是吗? 陆金川浅笑, 我怎么看不出来林伯母担心珊珊? 珊珊病了, 你连个医院都不送, 反而在这里叫嚣。 是不是因为林夫人知道阿黎未给珊珊的是救星丸, 只不过想发难, 找不到一个由头。 她居高临下, 目光死死地盯着几白寒。 我倒是好奇, 阿黎到底做了什么? 要林夫人强横地把她带过来, 然后亲自动手教训。 第129章, 我很忙的, 先不说她的父母, 如果她做错了事情, 还我奶奶教她, 林夫人用什么身份越过奶奶, 教训我陆金川的太太。 林山挡在几白寒的前面, 阿川, 这是我妈,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对, 宋黎浅浅地开口, 林小姐说得对, 我也想问问林夫人,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要这么大动干戈? 我刚到这里, 林夫人二话不说, 就在我脸上抽了一个耳光, 我教育你怎么了? 你这种小贱蹄子, 放在古代, 也得要我一生母亲。 我不想让你活, 你就活不下来。 宋黎攥住裙摆, 林山云里雾里, 总算是缓了过来。 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就是你爸和那个贱女人生下来的贱种, 害你得了先天性心脏病的那个贱种。 林山瞳孔缩了缩, 他往前走了一步, 话都没说出口, 身体一软就倒了下去。 珊珊, 陆金川大步往前一迈, 伸手接住了林山, 轻飘飘的, 几乎没有什么重量。 这下子, 全世界的人都顾不上宋黎, 一群人围着林山转, 这些人里面当然包括陆金川。 他开着车, 丢下他, 一路及时出了别墅。 宋黎眼眶热了热, 几巴还没追上车, 林家的司机去提车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伸手, 在宋黎的脸上抽了一巴掌。 如果我女儿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让你赔命。 宋黎捂着脸, 字字追心刺骨。 如果林山真的出了事, 一怪林夫人刻薄, 二怪林夫人狠毒。 如果你不强行把我绑过来, 如果你不说破我的身份, 林山不会出事。 宋黎舔了一下干涩的唇瓣, 说, 还有, 在古代叫你母亲这种话, 希望林夫人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毕竟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流行一夫一妻制, 就算是林夫人支持林先生多几个老婆, 法律也不允许。 几巴寒仰手又要抽宋黎, 他想躲, 可是小夫太痛了。 耳边一片嗡鸣, 脸颊火辣辣的痛, 他被抽得蹲坐在地上, 眼前开始冒金色的星星, 呼吸变得困难。 这几巴掌带给他的耻辱, 他一一记下了, 早晚有一天会还回来。 车子到了, 几巴寒的眼神宛如看垃圾一样, 腻了宋黎一眼。 管家, 把他给我丢出去, 我回来之后, 好好给庄园消消毒, 别留下不干不净的人的气息, 让小姐心烦。 好的, 夫人, 宋黎真的是被丢出去的, 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试着从地面上爬起来。 手机在耳边响了起来, 距离他两米远, 宋黎起身拿起手机滑了接通, 电话里的声音染着阳光般灿烂的气息。 哈喽小嫂子, 这么多天没见, 有没有想我? 宋黎咬着唇角, 眨了半晌眼睛, 声音轻得要命。 沈先生, 能不能麻烦你到林家门口接我一趟? 凌晨中心医院, 苏承武忙得焦头烂额, 凌杉是医院的常客, 她是凌晨的天之娇女, 半成权贵捧在手心, 大抵是嗜宠生娇, 所以凌杉很任性, 比如现在, 苏承武万万没想到, 已经进入到急救室里了, 凌杉会忽然拔掉氧气罩, 还俏皮地给她眨眼睛。 沈悟, 苏承武讹角得轻筋直跳, 杉杉, 你这是干什么? 没病装病, 你知不知道医院有多忙? 凌杉见苏承武真的要生气, 立刻给苏承武顺谋。 哎, 你不要生气, 难道我真的出事你就开心了呀? 我只是生气, 你不知道阿川刚才在我家和我妈争执了起来, 我必须要让阿川给我妈道歉。 苏承武无奈, 这是从小一起长大, 而且最受保护的小公主, 她就算是生气, 也拿凌杉没有办法。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空和你玩, 我很忙的。 你们之间的事情, 你们自己解决, 我要出去了。 苏承武拉下口罩, 就要往外走, 凌杉在后面拉住陆金川。 我不管, 待会儿你要告诉阿川我不能受气, 你不同意我就不放开你。 苏承武气得脸色发白, 好好好, 快放手, 你这样有病人的样子吗? 凌杉高高兴兴地爬到了病床上, 没多久, 急救室的门就开了。 苏承武从里面出来, 表情都是漫不经心的, 陆金川和几白寒是真的担心, 凑了上来误, 珊珊怎么样? 苏承武百味杂陈, 说谎有损医德, 临山本来有心脏病也不能受气, 他冷目两可, 提前吃了就心丸, 没有大碍, 尽量避免情绪波动太大, 注意休息就行, 在里面生闷气, 死活不肯吃药, 待会儿出来, 你们劝一劝。 说话的时候, 一个护士急匆匆地跑过来, 苏医生, 您快来看一下, 来了一位病人, 看上去挺严重的。 人在一栋病床上躺着, 看得出来是个女人, 拉动间, 陆金川看见了床上躺着的侧脸, 怎么看怎么像送礼。 他不自觉地往那边移动了一下, 手臂被几白寒拉住。 哎, 珊珊出来了。 阿川, 我们过去看一下。 陆金川又朝那边看了一眼, 人被推了进去, 似乎刚才看见的是他自己一想出来的。 陆金川跟着灵珊的病床往病房走, 后面, 沈青慈停下车, 大步跑了进来, 人被挡在急救室外面, 他愤怒地在急救室门上捶了一下, 狠狠地跺脚。 陆金川陪几白寒和灵珊去了SVIP病房, 几白寒拿着苏橙武开的药看怎么吃。 灵珊看见几白寒这么大年纪了, 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心里很不好受, 别过头, 我不吃。 珊珊, 不吃药怎么会好呢? 灵珊脸色苍白, 他甚是熟人。 说吧, 又要干什么? 灵珊很生气。 你说呢? 他怒目圆瞪, 恨声说。 陆金川,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在外人面前那么呵斥我妈。 珊珊, 宋离是我的妻子, 整个凌晨的人都知道。 陆金川口吻平平, 这种语气, 很难让人觉得重视。 第130章, 苦肉计吧。 可是灵珊依旧刺痛, 他急呼了两口气。 那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你让我死了好了。 当年如果不是知道有他的存在, 我妈妈不至于外出出了车祸, 我也不会有先天性心脏病。 你那么在乎他, 就为了他荡平临时, 让我和我妈离开凌晨。 这样行吗? 灵珊说着, 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 他哽咽着。 我们之间二十多年, 都抵不过一个出现在你生命里快两年的送离吗? 几白寒最怕灵珊哭, 也开口。 是我不对, 我不该请陆太太那个娇贵的人过来。 可是阿川, 你只看见我和他动手, 你怎么看不见他还踹了我一脚? 我的肚子现在还疼着, 就当是你可怜可怜我。 我打了他, 他打了我, 我们之间的一切一笔勾销, 这样行吗? 几白寒脸上都是泪, 一点贵妇的形象都没了。 你就帮帮我, 劝劝珊珊, 让他吃了药, 行吗? 道歉。 灵珊尖叫出声, 你, 宋离都该给我妈道歉。 灵珊心口追星刺骨, 宋离的妈妈欠了他妈妈的, 怎么敢和他妈妈动手? 他后悔了, 不仅陆金川要道歉, 送礼也不能例外。 灵珊手臂上连着电脑上的心电图, 机器响了两声, 护士进来, 说, 病人不要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家属怎么回事? 护士走过去, 说, 苏医生给病人准备的药呢? 为病人吃点。 灵珊躺在病床上, 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了下去, 你们的道歉缺一个, 我都不吃药。 他满脸都是委屈, 只要我活着, 谁都不能欺负我妈。 陆金川额脚轻轻直跳, 他冷笑一声, 珊珊, 现在病情已经成为你达成目的的手段了吗? 如果我想达成目的, 当初我根本就不会让你送月月出国。 灵珊艰难地说, 我只是想给我找一个公道。 陆金川沉默半赏, 拿出手机给盛兰打电话, 你去找太太, 把人带到中心医院SVIP楼层。 说完, 掐断电话, 她的脸色出奇地难看。 这样, 你满意了吗? 珊珊, 送礼耳边都是风声, 小腹疼地让她觉得视线模糊。 迷糊中, 她对上了一双熟悉的眼睛。 苏陈武的口罩在动, 她听到了声音, 但是也很模糊, 明明距离那么近。 苏医生, 是不是医疗机器声音太大了? 你在说什么? 苏陈武的动作顿了一下, 她侧过头, 对护士说, 给她侧一侧听力。 两分钟后, 护士说, 右耳听力正常, 左耳听力比正常下降50%, 检查一下。 送礼看到两个人在交流, 两个人站在她左边, 她听不太清楚, 揉了揉耳朵。 苏医生, 苏陈武绕到急救台的右边。 怎么了? 声音静在耳边, 送礼捂着小腹。 肚子疼, 能不能给我打个麻醉? 苏陈武握住了大掌, 在做检查, 如果需要麻醉的话, 我会给你打, 不需要的话, 这种药物用多了, 会对身体有伤害。 她检查得很快, 没多久, 送礼的手背上扎上了阵痛骨。 急救室的门被打开, 一铃猛地被拽住, 苏陈武看了一眼, 觉得世界真是奇妙。 陆金川守着灵珊的急救门, 沈青慈守着陆金川老婆的急救门。 宋礼怎么样? 他是真的紧张, 俊朗的脑门上甚至出了一层虚汗。 苏陈武一把推开沈青慈, 低声说, 阿慈, 你又不是家属? 你他妈放屁, 我早晚会是, 我让你说你就说。 看得出来, 沈青慈很胶着, 犹豫了两秒, 苏陈武低声说, 外伤你看到了, 擦药就好。 棘手的是, 宋礼的左耳外力重疮导致听力受损, 下降50%, 小腹被踹了一脚, 有些严重, 有些地方轻微出血, 要住院治疗。 苏陈武把检查单拍在沈青慈的怀里, 低声说, 你去办理入院手续。 沈青慈的心凉了半截, 他拽着苏陈武, 说, 不行, 你给宋礼治疗, 他才多大, 听力受损怎么行? 苏陈武, 你可是凌晨最好的医生,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你帮帮他。 苏陈武觉得沈青慈可能疯了, 他一把推开人。 你脑袋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帮他。 我是医生。 沈青慈你是不是疯了? 他是陆金川的老婆, 你兄弟的老婆。 阿川不要他你, 怎么和他玩都没关系。 你娶回家, 你和阿川以后怎么相处? 沈青慈冷笑一声。 我疯了, 你们才疯了吧? 正常人谁把女人当玩物? 你他妈和陆金川一样, 没妈妈? 傻逼。 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大步下楼去缴费。 沈青慈离开的这段时间, 盛兰查到了宋黎的位置, 跟着护士前后绞进了病房。 阵痛拱在, 他身上的痛都少了很多。 看见盛兰, 宋黎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太太, 陆总让我带你去SVIP病房。 盛兰看见宋黎, 总算明白了陆总话里的意思, 病房陆总肯定安排好了, 我扶您上去。 宋黎点点头, 盛兰问了护士, 她的水可以去SVIP病房载掉, 然后就给宋黎拔了。 盛兰扶助宋黎, 她身体上大半的重量都压在盛兰的身上, 乘坐电梯一路上了SVIP楼层, 陆金川就在医院的长廊里。 一下电梯, 宋黎就看见了她。 男人正在抽烟, 俊美的面孔上阴晕着低怒。 盛兰扶着人走过去, 刚要问陆金川病房在哪里, 陆金川冷不丁开了口, 来了就进去, 跟林夫人道个歉。 宋黎猛了猛, 一瞬间她几乎要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定定地看着陆金川, 问, 你说什么? 道歉。 两个字, 陆金川掷地有声。 她抬头扫了宋黎一眼, 她身上穿着蓝白纹的病服, 男人凝了凝眉心, 问她, 你怎么穿成这样? 一个女生从身后摇摇传了过来, 能为了什么? 如果不出意外, 这应该是陆太太的苦肉计吧? 三人看向来人, 人很出名。 凌晨结出女企业家, 孙茜, 林山最好的闺蜜。 陆金川, 小时候你就跟我承诺过, 这辈子就算是自己受委屈, 也绝对不会让珊珊受委屈。 该不会陆太太一个苦肉计, 你就让我们珊珊把苦水往心里咽吧。 第131章, 当沈太太。 盛兰明明看见宋黎氏被从病房推出来的, 她宁了你眉心, 说, 孙小姐, 我们太太是真的不舒服, 希望你注意言辞。 哦, 算我冤枉陆太太的孙茜美艳, 笑的时候眼尾上挑, 勾人得很。 这也导致, 她看不起人的时候, 分外的高傲。 但是陆太太能走过来, 就证明没有什么大问题, 道个歉就能让珊珊吃药, 不亏。 我不去。 宋黎说, 孙茜你没。 陆总, 你这太太可不是抬举了。 陆金川看向宋黎, 她脸色苍白。 陆金川, 我又没有做错事情, 凭什么要道歉? 就因为林山有心脏病, 所以我就要受害者有罪。 我活着是个错误, 就该被他们遭见对吗? 不用陆金川回答, 孙茜说, 你搞没搞清楚状况, 这么矫情干什么? 只是一句对不起, 很难吗? 现在珊珊不肯吃药, 如果出了个一二三, 你单待得起吗? 孙茜伸手去拉宋黎, 你进去给我道歉, 不管成心不成心, 今天这个歉, 你倒定了。 宋黎脚下不稳, 顺着她这个力道朝地上栽了下去。 沈青慈都走到楼下了, 才恍然间想起来, 宋黎住的病房实在有些简陋, 这么想着, 她又上了楼, 打算把宋黎转移到SVIP病房之后再缴费。 可是回到病房, 病床上没有人, 她把整个病房找了一遍, 包括卫生间都没有人。 无可避免的, 她吓了一跳, 飞快跑到苏城屋的办公室质问。 宋黎呢? 天才医生刚被骂, 气还没消, 闻言冷笑一声。 问我干什么? 沈青慈拉着她。 我没空跟你扯皮, 宋黎不在病房, 她现在手背上还扎着阵痛拱, 能走多远? 别出事了, 你快把我把人找回来。 苏城屋也顾不上生气, 两个人一起找, 在医院待久了, 苏城屋的章程比沈青慈的完善, 她禁止去了护士站。 十九床的病人呢? 护士一抬头, 看见沈青慈和苏城屋。 苏医生, 刚才陆先生的特助过来, 带陆太太去了SVIP楼层了。 药水都拔了, 你们不知道。 两个人面面相去, 陆金川。 沈青慈松了一口气, 说, 我上去看一眼。 林山人也在SVIP楼层, 陆金川怎么会忽然想起来送离? 毕竟他把人送过来的时候, 一点也没有提及他。 而且, 他记得送离的手机没带进急救室, 应该在沈青慈这里才对。 不放心, 苏城屋说, 我和你一起过去看看。 两个大男人上了楼, 沈青慈快移不出电梯, 刚下电梯, 就看见孙倩伸手拽了送离一把。 惯性使然, 加上重心损伤的较重, 沈青慈瞳孔地震, 眼睁睁看着他趴跪在地上。 哼的一声, 沈青慈都觉得自己的膝盖好痛。 宋离。 沈青慈飞奔上前, 绊抱着把人从地上扶了起来。 他应该是痛得, 眼底轻着泪化。 要不要紧。 宋离摇头, 我没事。 大概是阵痛拱的原因, 他其实并没有感觉到太痛, 眼底有泪, 不过是觉得屈辱, 可是膝盖软得宛如一滩泥, 离开圣兰, 自己站不太稳, 就着沈青慈的力道, 两次没能从地上起来。 沈青慈咬了一下唇, 把人打横抱起。 孙倩看不过去。 这是碰瓷呢? 先说好, 我拉路太太根本没用多少力道, 这么跪下来碰瓷我, 我可不背过。 宋离攥着沈青慈胸前的衣经, 周围气温不断下降, 显然是陆金川在生气。 宋离也不想争执, 反正和鳞山挂钩的事情, 他也根本争不赢。 沈先生, 带我走。 沈青慈听见了, 他没告诉宋离昨儿听里有问题的事情, 偏偏抱着他的姿势爆翻了, 女孩儿昨儿对着他。 沈青慈点点头, 转身就要走。 孙倩一个箭步过去, 拦下。 等等, 宋离, 你还没有道歉。 陆金川也两步上前, 把人放下。 阿慈, 宋离是我的妻子。 他强调了一句。 沈青慈笑了, 宋离缩在他怀里, 还能听到他胸腔震动的声音。 他慢慢蹲下, 宋离慌了。 如果沈青慈也不管他, 他去给林山道歉了, 仍旧会被扔下, 会沦为林城的笑柄。 宋离眼圈猛得红了, 他紧紧地攥住他胸前的衣巾。 沈先生, 他的音调变了枪, 些微哽咽, 眼底阴晕着水气, 面孔苍白。 沈青慈觉得自己心口宛如被刀扎过, 疼得他倒抽了口冷气。 你是他老公, 谁看得出来? 沈青慈抱着他的手紧了紧, 把人放在腿上, 盯着陆金川质问。 不用别人看得出来, 我们的关系, 国家也承认。 陆金川跨步上前, 俯身去拉他。 沈青慈腾出来手, 握住宋离的右手, 在空气中晃了晃。 陆金川, 看见这是什么了吗? 他的脚步顿在原地。 盛兰把人骗过来, 说是要给他转病房。 你知不知道, 他刚从急救市出来, 半条命都没了。 沈青慈眼底血红, 我不管你心里有谁, 就算宋离有错, 就算是他该道歉, 今天有我在。 他身体不舒服, 就不用道歉, 要道歉可以。 给我宋离做错事的证据, 排队等宋离身体好了, 否则天王老子来了, 这个歉我也说他不用道。 你也不行。 宋离耳边嗡嗡作响, 沈青慈说了很多, 他听到了, 可是这些话像是裹了一层膜, 不太清晰。 苏承武是这个时候上前的, 他拉住陆金川, 不明所以地问, 怎么又让宋离道歉? 珊珊不是要你道歉吗? 陆金川揉了揉眉心, 眼瞼一概, 不肯吃药, 阿里怎么了? 他俯身想把人从沈青慈怀里接过来, 他的妻子看见他的手色缩了一下, 人往沈青慈怀里躲了躲, 满脸戒备, 手指僵硬在半空中, 沈青慈想阻止苏承武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他神色浅淡, 把宋离的病情陈述了一遍, 外力智商, 左耳听力下降百分之五十, 小腹被重击, 有些轻微内伤, 轻度出血, 怕他太痛, 给他带了震痛恐。 阿川, 你这样折腾, 是打算把宋离剩下的半条命也折腾没吗? 苏承武就站在宋离的右边, 他全都听到了, 眼神一瞬间空白, 他茫然地看向沈青慈。 苏医生刚才说什么? 沈青慈沉默半上, 忽然声音很轻。 宋离, 别害怕, 当沈太太的话, 听力不用好, 谁和你说话, 你都不用搭理。 第132章, 沈先生吗? 宋离整个人埋首在沈青慈的怀里, 他身体小幅度颤抖着, 沈青慈不想和陆金川扯皮, 抱起人大声开口。 陈勿, SVIP病房, 先给宋离书药, 我待会儿去办理住院手续。 盛兰着急了, 他看着陆金川。 陆总, 这是陆太太, 让别的男人抱着, 还让人负义要费, 不太好吧? 去给太太办理入院手续。 盛兰小跑着去了电梯口, 摁了两下, 等不到电梯, 干脆走了楼梯, 以最快的速度, 帮宋离办理了住院手续。 长廊里剩下的陆金川和孙茜, 女人满目都是快意, 耳边都是女人的声音。 阿川, 陆太太的群下沉口不少, 你也长点心, 不是个长得和珊珊一样的女人, 就和珊珊一样, 对陆总死心塌地, 小心头上变成青青草原。 孙茜说完, 进了林山的病房。 苏晨悟安排完病房出来, 看见陆金川还在原地, 唯一的不同是男人只间加了一根烟。 上前一步, 苏晨悟从他手里夺过来, 碾灭丢在垃圾桶里。 男生说, 医院里不可以抽烟, 这是你定下来的规则。 陆金川柔了柔眉心, 他多久能出院。 他指的是谁? 林山, 还是宋梨? 陆金川测了侧眸, 视线冷立, 陆金川扯着唇半笑了一下。 现在, 才着急有些晚了。 阿川, 你和宋梨算是孽缘。 如果当初阿慈梅出国, 先碰见宋梨的人是他, 他一定不会让宋梨受委屈。 那家伙似乎从来就不吃亏, 而且极度互端。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 苏晨悟并不怕陆金川的冷脸, 从小一起长大, 他清楚陆金川外冷内热, 内伤恢复吧, 大概要陆太太在医院里住上一周了。 为什么珊珊本来说让你道歉, 又临时换成了让你和宋梨道歉, 珊珊进医院, 和宋梨有关系。 苏晨悟太好奇了, 问出了口, 陆金川忽然抬头, 长廊的灯光没那么明亮, 让男人俊逸的面孔看上去一半明朗, 一半灰暗。 什么是一开始让我道歉, 后来又变成了让宋梨和我道歉。 晨悟, 你和珊珊在即就是, 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对话? 苏晨悟心里一个咯噔。 那个, 我还有事要忙。 走了两步, 后衣领被男人拎住, 把话说清楚, 他口吻很轻, 但是里面的压迫力也格外的重, 压得苏晨物踹不过来气。 宋梨扎上针之后, 沈青慈一直在守着, 药物里有致棉成分, 加上已经是后半夜,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是, 受了太重的伤, 宋梨睡得不安稳, 还做了噩梦。 宋梨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室内关着灯, 窗帘也紧闭着, 一点光线也没有。 沈先生, 宋梨叫了一声, 手腕被握住, 男人的手掌温热, 他声音很低很沉。 怎么? 宋梨没感觉到异样, 他剧烈呼吸。 能不能把手机给我? 男人顿了一下, 把他的手机递过来。 他看不太清晰男人的脸, 宋梨就是觉得很饿, 胃里空洞洞的, 在绿城香蟹做兼职的这几天, 他到这个时间点, 差不多就该吃饭了。 宋梨点开外卖, 指尖顿了顿, 又折返回微信里。 他的存款不多, 手掌摸了摸身下, 柔软的床单, 病床也很大, 沈青慈把他带到了SVIP病房。 这里的医药费近乎是天价, 宋梨咬住唇瓣, 缓缓躺了下来。 他所有的动作都落入到了陆金川的视线里。 总结下来就是, 他饿了, 可是微信钱不多, 没舍得点外卖。 一瞬间, 陆金川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做他的陆太太, 已经做到了吃不饱的地步了吗? 陆金川起身, 从病房里出去。 宋梨把他当成了沈青慈, 在他起身时, 是想叫住他的, 可是张了张嘴, 没有喊出声。 走廊里有光, 陆金川给管家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做一些清淡的粥, 送到医院里来, 再做一些清淡的菜。 折回去的时候, 宋梨没有睡, 他抱着膝盖, 整个人看上去很没有安全感。 陆金川开了灯, 才勉强看清楚了宋梨的动作。 素白的指尖, 揉着左耳, 牙齿紧紧咬着唇瓣, 漂亮的脸上满是如湿, 他在哭。 陆金川真的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难过的宋梨了。 他睡得那么安稳, 陆金川真的以为他不在乎的。 他身体靠在墙壁上, 摇摇看向宋梨。 他抬起头, 看见是他, 擦了一把眼泪, 表情有些牵强。 你怎么在这里? 沈先生呢? 晚上了, 阿慈在陆太太的病房里并不合适。 宋梨很想不哭, 可是眼泪不受控制, 他想找个话题, 可是脱口而出一句。 林珊呢? 他情况怎么样? 男人一阵沉默。 宋梨没等到答案, 他也不感兴趣。 几班涵和陆金川都曾为了林珊大放厥词, 如果林珊有事, 他能好好地躺在这里。 多可笑, 他这个恶人竟然受了最重的伤。 你不用守着我。 宋梨低声说, 他的声音里满是死寂。 阿川, 我们结婚再有一个多月就两年了。 陆金川一顿, 纪念日想去哪里玩? 到时候, 我把时间腾出来陪你。 不争气地, 听到这句话, 宋梨的眼泪砸了下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想忍住不断下坠的眼泪。 可是这些都是无用功。 结婚两年,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 阿川, 现在就当我求你。 我们, 离婚, 行吗? 骨指捏成拳, 骨节分明。 感觉他要开口, 宋梨急着说, 你不要说话, 让我先说。 宋梨舔了一下干涩的唇瓣, 刚睡醒, 他的声音暗哑。 我知道离婚的条件, 不能用你的人继续调查迷宫像的事情, 我同意。 最后三个字出来, 宛如一根钢铁, 直直地钉在陆金川的心脏上。 他本以为自己会高兴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呼吸也开始痛了起来。 宋梨哽咽着, 我不想知道真相了, 我也知道, 就算是我知道真相也没有用。 如果你帮我, 我一个人没有能力和那些人对抗。 孩子没出生, 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临山回来了, 你要离婚, 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叫别人妈妈, 也知道我从你这里拿不到抚养权的。 我们离婚, 只要你答应, 我可以先不对外公布。 你需要的时候, 帮你应付陆老夫人和陆老爷子。 第133章, 继承权力。 男人静默, 宋梨摸不准他的态度。 阿川, 啪大, 打火机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 言误一片模糊。 宋梨, 当初是你对外公布的婚姻, 这个错事, 既然你做了, 就该承担后果。 陆金川淡声说, 在你没公布之前, 我只是你的丈夫, 在你公布之后, 我还是陆氏的总裁, 我的婚姻关系, 直接关乎着陆师的股份, 不是像玩游戏一样, 你摁了开始键之后, 随时可以摁结束键。 宋梨都懂的, 可是听他这么说出来, 还是万箭穿心一样的痛。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不是你的选择对吗? 宋梨眼睛里都是累, 你虽然把我娶回家, 告诉全世界你, 非我不娶, 抗下那么多压力, 可是你从来没想过, 对外公布我们的婚姻关系。 是因为林珊吗? 陆金川没回答, 宋梨又哭又笑。 我好像看到过, 林珊是在我们结婚不久之前离开的国内, 他去国际上追求梦想。 而你把我娶回家, 是对林珊的报复, 报复他在职业和你之间选择了职业。 你再逼他回头。 陆金川往前走了一步, 刚想抱住宋梨, 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 他默然回头, 林珊站在门口, 身形纤细, 眸光却直直地盯着陆金川。 阿川, 宋梨说的是真的吗? 站在床头, 左手边是初恋, 右手边是妻子。 陆金川回答得毫不犹豫, 他摇头, 不是。 我对宋梨, 是一见钟情。 从一开始, 我选择和他结婚, 就是因为我想要的是他。 林珊眼底所有的期许都瞬间济灭, 他身体亮腔了两下, 人栽倒在地上。 陆金川眼疾手快, 大步上前把人接住。 珊珊。 陆金川在女人的脸上拍了两下, 随即把人打横抱起, 大不出了病房。 宋梨眼睛眨了眨, 眼泪再也掉不出来。 陆金川不是他的丈夫就好了, 那么他还可以把剧情追下去。 外面天开始懵懵亮, 宋梨从床上爬了起来, 一路下了楼, 去找护士说要出院。 你这个情况怎么能出院? 护士不解。 我没钱。 宋梨说, SVIP病房一天住宿费是近万, 交了今天的费用, 只一住下去, 我明天会欠费的。 护士愣了愣, 住院单聚拿来。 办理完出院, 阵痛拱拔下来, 小夫那种尖锐的痛又蔓延了上来, 让他觉得还算可以的事, 不至于痛的说不出来话。 比昨天好多了。 宋梨找了一家早餐店, 医院门口的早餐没多贵, 含淀粉的粥一个包子还不到十块钱。 他边走边吃边看手机, 电量不足, 很快自动关了机。 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 宋梨深吸一口气, 在路边蹲了下来。 把灵山送到急救室, 陆金川给几把寒打电话, 让他过来。 等人的功夫, 管家打来了电话。 先生, 我带早餐过来了, 太太人不在这里啊? 不是SVIP楼层吗? 1328病房。 陆金川顾不上灵山, 大步返回病房。 病房里人去楼空, SVIP病房的服务比普通病房好得多, 护士会特别注意。 陆金川沉着脸, 去了护士站。 宋梨人呢? 出院了。 护士正在刷剧, 文言说了一句。 出院? 谁办理的? 他有伤在身, 谁让你们给他办理的出院? 他的怒意很重, 吓到了护士, 他结巴着说。 是, 是他本人办理的呀。 宋梨很有可能真的办得出来, 陆金川深吸一口气, 平息了情绪之后, 低声问。 他走的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 为什么办理出院? 哦, 他说, 他没钱。 护士这句话说完, 陆金川的脸猛地苍白了下来。 外面下了雨, 稀稀利利的, 不大, 但是温度骤然降了下来。 陆金川找到宋梨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人还在医院附近。 身上落满了雨丝, 他抱着自己坐在街头。 陆金川把人抱了起来, 宋梨意识都开始模糊了, 桃子。 宋梨, 醒醒, 盛兰很怕, 太太还有伤, 要不先送医院? 不去医院。 陆金川开口, 给管家打电话, 把病例给范总传过去, 绿城香榭有小型医疗室, 医院不适合阿里养病。 林山随时会出现, 孙茜也是, 影响了宋梨养病的心情, 他耐跑一次, 就能跑两次陆金川抱起人, 进了车子。 他穿得薄, 因为林宇人身上一片冰凉。 陆金川把隔层升起来, 把宋梨身上的湿衣服脱掉, 在车子的抽屉里找了一条裙子, 给他套上。 然后, 把自己的西服给他披上, 把人抱进怀里。 他动作不大, 但是宋梨又不是个死人, 男人身上的蛋香, 一袖就是陆金川。 宋梨声音很低, 林山怎么样? 林山林山林山, 宋梨你跟我之间, 是不是没有姗姗, 就没有话题了。 陆金川还记着他出院招呼都不打一声的事情, 眉梢都是冷意。 出院都不和我商量, 回头你死了, 我这个丈夫是不是还要等别人通知? 宋梨挣扎, 要从他怀里下去, 腰只被男人结实的手臂扣着, 干什么? 我不想住院了。 理由? 陆金川冷冰冰地开口。 宋梨沉默, 总不能和陆金川说没钱, 有钱人永远理解不了穷人, 甚至会觉得这句话矫情。 住院费我会负, 你没做错事情, 离开医院的姿势那么狼狈, 我想问问你甘不甘心。 宋梨笑了, 他脸色比临山犯病时还要苍白, 我还不够狼狈吗? 陆金川, 你昨天送临山去医院的时候, 但凡提我一句, 林夫人不会再动第二次手。 宋梨太累了, 他脑袋放在陆金川的肩膀上, 声音麻木, 两人距离那么近, 但是两颗心却宛如隔着天欠。 我等了那么久, 你不仅抱着别的女人走了, 头也没有回, 像是在迷宫巷那一次。 宋梨呼吸似乎被人掐着, 声音越来越小。 我在你背后喊救命, 痛处让我喊不出声音, 我祈求上天, 希望你能回回头, 可是你揽着临山的腰进了私房菜馆。 我很痛, 鼻子里除了酸涩, 就是血腥味, 我那时候就想, 你有洁癖, 如果看见了, 会抱我吗? 陆金川, 我真后悔, 你给我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我没有签下来, 我这辈子最大的错, 大概就是爱上你。 你问我, 为什么不和你商量就出院? 我说出院你会同意吗? 宋梨问, 不会, 他心里有公司, 怕股份动荡, 怎么可能让妻子因为没钱出院? 是对他的怜惜吗? 可能有, 可是陆金川的怜悯是施舍, 如果他接受, 这段婚姻怎么对等? 我不敢商量, 我用了你好多钱, 我以为嫁给你是永远从来没想过要分开, 我以为你的就是我的, 可是当初的毫无负担, 堆积成了我现在所有的负担, 我怕我不能全身而退, 我怕我欠你更多还不起, 我怕离开的时候没有底气, 抱着他的手臂越来越紧, 宋梨太累了, 靠在他身上昏昏欲睡。 真可耻, 靠在他怀里, 昨夜的噩梦和恐惧似乎都消散了恍惚中睡去, 唇瓣忽然落下一季温暖。 对不起, 一声低难, 宛如一场梦, 宋梨听不真切, 觉得大抵是他的错觉。 人回了绿城香蟹, 范总也说要静养七天, 不仅要打点滴, 还要好好吃药, 配合药膳。 陆金川本以为回到家里, 宋梨会适应一点, 可是他随时就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他是陆太太, 他不愿意看病, 没人敢强迫他。 陆金川也被他折腾怕了, 收拾了办公室的文件, 带回绿城香蟹办公。 他打点滴的时间到了, 陆金川就找人, 带过去, 盯着他打完。 一连两天, 宋梨都捏捏的。 第二天下去, 几白寒到了绿城香蟹, 是林烨带着他来的。 他来得凑巧, 陆金川有一个紧急会议要开, 吩咐其他人没事不要打扰他。 管家寻思来者是客, 就让庸人通知宋梨迎接。 庸人没说清楚, 宋梨下了楼, 表情当场裂开。 他步伐僵硬在楼梯口, 左耳听人讲话模糊, 完全是拜他所赐, 宋梨一点都不想见到他。 宋梨后退了一步, 林烨已经看见了他。 宋梨? 他看见, 林烨正起身, 妖畜被几白寒狠狠掐住, 又坐了回去。 几白寒阴阳怪气地开口, 怎么, 上赶着给人当爹呢? 你这是干什么? 林烨拧了拧眉, 他又看向宋梨。 我听说你阿姨打了你, 就带人来给你道个歉,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你看行吗? 宋梨低着头, 一个字都没说。 他确实羡慕过林山, 觉得林烨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果然他只是林山的父亲。 他不该奢求亲情, 这种奢侈的东西, 他确实不配拥有, 我根本就没动多大的手。 你说, 要怎么样才能和解吧? 你这种女人, 我见多了, 不就是想要钱? 要多少? 宋梨纯半西洞, 我有亲子鉴定报告, 作为女儿, 林总的财产, 我有继承的权力, 林夫人打算用我的东西打发我, 没成一把, 几把寒蹭的一下就火了。 臭不要脸的贱人,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惦记我们林家的东西? 我告诉你, 林家的所有都是姗姗的。 第134章, 要多少钱? 宋梨还没有开始生气, 管家眼睛已经开始红了, 林夫人, 请你注意一下措辞, 你这么辱骂我们太太, 是当陆氏的法务部吃素吗? 几把寒噶了一下, 管家也不是个傻子, 几把寒和林业口中的信息量很大, 但他会选择性得取自己有用的信息, 既然林夫人是来道歉的, 麻烦林夫人立刻道歉, 然后离开绿城相写。 几把寒什么时候被一个庸人这么对过, 整个人都不高兴,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就算是陆金川在这里, 也不会这么和我说话。 你又是哪根葱啊? 你有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几把寒的涵养, 整个人都知道不佳, 仗着又帝是济世总裁, 财力雄厚, 这些年更是嚣张跋扈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几把寒轻易不能得罪。 我道歉, 几把寒觉得可笑, 一个连给我提鞋都不配的管家, 让我给一个私生女道歉, 怎么, 绿城相谢没有人了吗? 让你们的主人出来说话? 上面显示着正在通话中, 手机备注正是奶奶。 几把寒心里一个咯噔,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 电话里传来一个不满的声音, 林夫人好大的架子, 这个声音是陆老夫人的声音, 送礼你个贱人, 你竟然敢给老夫人打电话? 林夫人, 陆老夫人喝了一声, 打断了几把寒的话, 绿城相谢住的都是小辈, 但家里不是没有大人, 更容不下林夫人在陆家的地盘上撒野。 管家? 陆老夫人掣地有声, 管家听到之后应了一声, 老夫人冷声说, 你是我派到绿城相谢照顾邵夫人的, 邵夫人就是女主人, 一切侮辱邵夫人人格, 对邵夫人不敬的, 全都给我打出去。 好的老夫人, 管家冷冷地盯着几白寒, 宋林面色苍白地看着她, 笑着说, 林夫人要有资格和你说话的人来商量事情, 奶奶够资格了吧。 陆家是打下来的江山, 陆老爷子也落魄过, 因为一起闯荡过一个时代, 所以她足够威严, 在凌城, 即便是几白寒的右底来了, 也要在老夫人面前低头。 几白寒愤怒地仰起手, 朝宋林的脸抽了过来, 手落到一半, 被人握住, 球身攥住她的手腕, 用了力, 几白寒痛得发愣, 几乎她刚有动作, 宋林就感觉自己身体一暖, 整个人都被往后拉, 抱紧了一个宽阔的怀抱里。 前面管家下意识地挡了一下, 她指尖酥酥地心脏又酸又骂, 陆金川揽着她声音依旧漫不经心, 到我的地盘打我的太太, 是不是下次我可以去林家打林先生? 林夫人, 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 我让您来是给阿里道歉的, 不是让你找事的。 即白寒, 林业一直没开口, 忽然说, 这都是小事, 阿里你快告诉阿川, 你已经原谅你阿姨了, 她也是无心的。 她父亲的角色带入得很快, 一开口就是发好失令。 既然不是大事, 阿姨也不愿意道歉, 那么我也不勉强了, 从我进林家, 林夫人抽了至少三个耳光, 踹了我一脚, 腹部内力出血, 左耳智商听力受损, 下降百分之五十。 宋黎不是想要卖惨, 可是这句话, 却让管家的瞳孔矩阵。 太太, 她叫住宋黎, 生怕她一松口, 这件事情就轻轻松松接过去。 因为宋黎的口中, 透出了可以不道歉的意思, 几白寒得意一笑, 你就说你想要多少钱吧? 你这种乡下人, 我最了解了, 到凌晨来, 不就是为了掉一个金龟婿吗? 就算是离婚也不亏, 毕竟可以分到奋斗一辈子都分不到的钱, 对吧? 几白寒说着, 从口袋里摸出来一张支票, 在上面写了一串数字, 一千万, 够不够? 一千万买一个耳朵, 没让陆太太吃亏吧? 陆敬川抱着宋黎的手不断收紧, 他是让几白寒来给宋黎道歉, 可是这个女人依旧嚣张跋扈, 男人的表情一瞬间讳莫如深, 宋黎伸手去接, 支票拿到手里, 他看了两眼, 林大人, 我不要钱, 几白寒吃笑一声, 我不差这一千万, 也就是说, 我现在可以走了是吧? 几白寒朝林夜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他走, 然后对陆金楚说, 阿川, 姗姗很想你, 如果你空了, 记得去看看他, 往外迈了一步, 宋黎和陆金川一口同声, 宋黎? 等一下, 陆金川? 我没说林夫人可以走了, 几白寒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怎么? 你要反悔? 他表情不善, 陆金川顿了一下, 看向宋黎, 他既然把人拦了下来, 就证明他肯定还有话要说, 他机遇再心的怒意, 全部都压着, 揉了揉女人的头, 把话说完, 林先生说, 我受得伤不算大事对吧? 林夜迟疑, 几白寒以为宋黎想回林家, 这件事情完全可以无期限往后推, 承认这不是大事怎么了? 林夜点了点头, 你阿姨无心的, 肯定没有下重手, 意思就是说, 是他不惊打, 江峰从小到大, 没少跟他动手, 他的厅里都没有受损, 他不知道几白寒到底有多么的恨他, 对他下这样的毒手, 你就原谅他吧, 既然不算大事, 那么阿姨肯定愿意让我打回来吧, 他口吻轻飘飘地问出口, 陆金川意外极了, 他是真的没想到宋黎能有这么大的勇气, 用这么礼貌的口吻四两拨千斤, 你做梦, 几白寒骂骂咧咧地开口, 你个小贱蹄子, 好没有素质,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这种低连的话, 陆金川一个字都听不下去, 仇身, 仇身动了, 两步上前, 制住了宋黎, 去打回来, 陆金川的声音淡淡的, 但是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宋黎都惊了, 他眨了眨眼睛, 唇半抿住, 下意识地侧头看陆金川, 几白寒可是灵珊的母亲, 第135章, 管家送客, 他真的能打吗? 宋黎是想打的, 可是他想的是, 强制要求求神帮忙, 打回来, 可是他没想到陆金川会先开口, 宋黎犹豫, 陆金川附身, 唇半贴在他耳边, 打中一点, 灵夜再也坐不住了, 没有一个男人, 能看着自己的老婆挨打而无动于衷拉穿, 珊珊可最在乎他的妈妈, 陆金川抱着宋黎, 神情充满蔑视, 这就开始慌了, 刚才灵先生让阿黎原谅阿黎, 我还以为你能接受阿黎动手呢? 这怎么能一样? 灵夜去拉仇身, 宋黎和韩寒怎么能一样? 哪里不一样? 陆金川诞声问, 陆金川低声说, 确实不一样, 几巴含一个老女人拿什么和我的路太太比, 门外一个女佣过来, 低声说, 先生, 林小姐来了, 宋黎听到眼神暗了暗, 这三巴掌, 恐怕今天逃不回来了, 可是下一秒, 陆金川握拳底唇, 低声说, 拦下来, 不见, 仇身, 求身身侧另外两个保镖, 一个拉住了林先生, 求身扭住几巴含的双手, 一个置住了几巴含的腿, 陆金川松了手, 推了宋黎一把, 去吧, 宋黎往前走了一步, 声音颤抖地开口, 阿川, 这是林山的母亲, 你真的同意我动手? 不敢了, 陆金川反问, 机会我可只给你这一次, 宋黎往前走了两步, 他眼底都是恨, 走近几巴含, 在他面前站定, 他还在大放厥词, 毫无悔意, 宋黎, 你这个箭筑, 你敢动手打我, 我要你不得好死, 啪, 宋黎一巴掌抽了过去, 空气凝制了一瞬间, 我告诉你, 你因为我是林业的女儿打我, 看不起我, 可是我从来就没稀罕过这个身份, 箭筑就是箭筑, 你当你配吗? 几巴含尖叫, 珊珊, 珊珊舅舅舅妈妈, 啪, 宋黎又抽了几巴含一巴掌, 他眼底一片赤红, 林家的人欺人太甚, 林业找小三, 是他没有担当, 是他对不起你, 对不起小三, 和我无关, 他们选择让我出生的时候, 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 和父亲的责任, 就算林业现在出门被车撞死, 我也不用奔丧, 宋黎眼前模糊, 他忍着泪意, 没让眼泪掉下来, 反手又给了几巴含一巴掌, 你们林家破产了, 林业要沿街乞讨了, 我也没有义务赡养他, 不会有人戳我的脊梁骨, 懂吗? 客厅里, 女人忽然闯了进来, 他看见了室内的架势, 眼泪目的掉下来, 陆金川, 你快让宋黎住手, 林山有先天性心脏病, 又是陆金川的心头肉, 他如果硬要进来, 他们怎么敢拦下来, 宋黎站在几巴含的面前, 垂下了脑袋, 几巴含很得意, 松手, 小剑提子, 你敢动手打我, 不用等别的时候, 我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 陆金川招了招手, 把范宗叫过来, 范宗就在一楼的房间里, 这些天为了方便照顾宋黎, 他人就在别墅里住着先生, 范宗到了, 陆金川点了一根烟, 单声说, 守着林小姐待会儿犯病及时治疗, 阿黎, 继续, 林山冲破层层屏隐障, 朝宋黎冲过去, 陆金川掩几手快, 把人拽到了怀里, 宋黎, 宋黎就当我求你, 别打我妈, 你如果有气的话, 就打我就好了, 林山哭得痛苦, 我妈是有不对, 我替她道歉还不行吗, 她脸都肿了, 你就不能原谅她一次吗, 宋黎没有收手, 仰起巴掌, 抽在了几巴含的脸上, 也似乎抽在了林山的身上, 林山穿了一件白色的针织外套, 下一秒, 她手动了洞, 缩在袖口里的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 女人直接把水果刀抵在柏梗上, 她用了力, 柏梗上立刻见了血, 陆金川下意识松手, 珊珊, 你干什么, 林山满脸都是累, 陆太太娇贵, 我妈妈动手伤了她, 我妈妈一把年纪了, 还要来这里受辱, 阿川, 我为人女, 看不得我妈妈受这个委屈, 我把命给宋梨, 可以了吗, 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林山, 她的威胁生了急, 明知道是她的手段, 可是这一刻她不由迟疑, 林山在她的游蚁里看出有用, 逼迫着开口, 她再抽一巴掌, 我就往里面推一寸, 陆金川握拳, 眸光死寂盯着林山, 不用陆金川开口, 宋梨收手后退, 你不用逼她, 宋梨低声说, 她回了头走到林山面前, 拿下了她手里的水果刀, 林山, 你应该知道, 你每一次这么大张旗鼓的威胁, 都是因为你知道, 陆金川心里有你, 不舍得你受伤, 可是我不一样, 你们之间感情深厚, 如果我再爱陆金川一点, 就再抽一巴掌, 你死而是委屈, 不死又下不来台, 女孩子, 何必让自己受这样的委屈, 林山眼泪猛地砸了下来, 她忽然伸手抱住了宋梨, 对不起, 我妈对那个女人的恨意太重, 她追爸爸的时候, 出了车祸, 致使我得了先天性心脏病, 这种恨意生了急, 宋梨, 你不要怪我妈妈, 你该怪我的, 她动手的时候, 是我没有说重话拦下来她, 所以才导致宋梨受了更重的伤, 都是我的错, 是我自私了, 宋梨人由林山抱着, 她忽然笑了一下, 推开了林山, 这次回去, 希望林小姐能好好说说林夫人, 宋梨往楼上走, 边走边说, 管家, 我累了, 送客吧, 管家才没空打理林家的人, 快不追了上去, 太太, 你说女孩子不能委屈自己, 为什么你要受这个委屈, 您那两巴掌不痛不痒的, 管家恨不得上去替宋梨动手, 宋梨看向自己的双手, 他眨了眨眼睛, 计较有什么用, 这笔账不该算到几白寒的身上, 也不该算到林业的身上, 更不能算到林山的身上, 他谁都不怪, 唯独把这一切算在陆金川的身上, 他欠他的, 他要陆金川慢慢还, 第136章, 我不要钱, 过去了至少一个多星期, 宋梨好的差不多了, 陆金川一直不太想让宋梨出门, 宋梨接到了球遣的电话, 他已经离开了铜镇, 用球遣的话说, 云站已经离开了铜镇, 少夫人, 云站往南方跑了, 我继续追下去吗? 云梦抱着他祈求的样子, 一瞬间跃入到了他的脑海里, 云站走失了二十多年, 再回来对这个家毫无感情, 追, 恰断电话, 宋梨回了房间, 自从耳朵出了问题之后, 他对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兴趣, 卧室的门被敲响, 宋梨看去, 陆金川半靠在门边, 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游乐园去不去, 宋梨摇头, 火锅, 宋梨有些意外, 陆金川可是从来都不去火锅店的, 不用了, 你动手打了林夫人, 又七天没出去, 林山可不是个好哄的人, 你现在该头痛的人是林山, 陆金川脸上的情绪淡了下来, 宋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明知道陆金川不喜欢听他提林山, 可是宋梨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他对陆金川的爱在这段时间里, 便只成了恨, 和他一个字都说不下去, 明知道离婚无望, 还要互相折磨, 和陆金川好好相处, 生活会变得很好, 宋梨深吸了一口气, 陆金川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去换衣服, 或者我帮你换, 这是他惯会用的威胁, 宋梨心里厌烦, 但是还是去衣帽间选了一条棉布裙子, 凌晨变冷了, 他出门的时候还拿了一个外套, 陆金川牵着他上了车, 一路到了市区, 陆金川带他去了凌晨格调最好的火锅店, 宋梨来吃过, 这里真的只是格调好, 味道只能算是一般,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 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弄到了裙子上, 宋梨起身去卫生间打理, 刚擦了一点, 卫生间的门被推开, 进来了一个熟人, 孙茜, 他身材很好, 胸前高挺, 腰脂纤细, 一条长腿笔直, 别说是男人, 就算是女人看见孙茜的身材, 也忍不住会动心, 宋梨扫了他一眼, 继续低头清理身上的脏污, 孙茜却没有对他视而不见, 而是瞇了瞇眼睛, 大步上前狠狠地拽了宋梨一把, 宋梨,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让陆金川帮你对付林夫人, 你又和他说了什么, 为什么陆金川都没找珊珊, 宋梨被他一拽, 扑了自己一身的水, 文言抬了抬头, 看着孙茜, 孙小姐你很奇怪, 阿川是我的丈夫, 帮我不帮外人, 很奇怪吗, 至于找林珊, 为什么要找林珊, 他结婚了, 就算是之前的关系再怎么的好, 也该保持距离这种道理, 三岁小孩都懂, 孙小姐不会连三岁小孩都不如吧, 孙茜拽住宋梨的衣领, 一双眉眸微微眯着, 胸光毕露, 我告诉你宋梨, 你虽然是陆太太, 但也只是一个小三上位, 成功的陆太太,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他红唇微微挑起来, 低声说, 我告诉你, 这次陆金川肯帮你, 是因为我提前告诉过陆金川, 既然没办法和你离婚, 就断了珊珊的念头, 让他开启新生活, 你一个该在垃圾桶里带着的烟杂东西, 也配合珊珊比, 别说是耳朵, 即便是一条命被林夫人拿走了, 你也只能在林夫人身上讨回来几巴掌的便宜, 宋梨唇半明了明, 是吗, 他扯着唇角浅浅地笑了一下, 孙茜不明所以, 你怎么笑得出来, 宋梨掰开孙强的手, 他的衣领在孙茜的手里已经变了形, 他眨了眨眼睛, 低声说,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 陆金川是什么香伯伯, 一个两个上赶着往他身上贴, 孙茜拧眉, 连林城最有名的女企业家也无法例外, 孙茜破口而出, 你少胡说八道, 宋梨的眼神直白, 似乎能透过他的眼睛, 看见他内心深处, 我胡说, 输给林山这个林城有名的名媛, 娱乐圈天花板的顶流, 和患有心脏病的小青梅, 比输给我这个从乡下爬出来的村姑 要容易甘心得多吧, 孙茜眸光闪烁, 显然是被宋梨说中了, 我笑得出来, 是因为他人属于我, 但是我已经不稀罕了, 而你拿着不放, 无非是想要又得不到把了, 宋梨唇半上条, 笑得春风拂面, 我是赢不了林山, 但是赢你还是轻而易举的, 孙茜冷下声音, 你什么意思啊, 宋梨一把推开孙茜, 他没有流余力, 孙茜毫无防备, 身体厚痒砸在洗手池上, 衣服上沾了不少的水, 面上更是花蓉失色, 恰好这个时候, 卫生间的门被人推开, 陆金川进来, 他面色不好, 卫生间有什么好东西, 让你能待那么久, 宋梨双臂抱胸, 下巴微微抬起来, 笑着说, 一个美女, 陆金川扫了孙茜一眼, 他对孙茜没有什么好感, 伸手拉住宋梨就往外走, 孙茜豁然站直, 陆金川, 我为什么会摔倒你, 不会不清楚吧, 这里, 只有我和陆太太两个人, 孙茜已然气急败坏, 诚如宋梨所说, 他对陆金川有好感, 当然受不了他这样的忽视, 推人了, 陆金川惊讶看了一眼宋梨, 他到底胆子有多小, 没人比他更清楚, 宋梨低着头, 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完全没必要否认啊, 他不说话, 不代表孙茜是个哑巴, 你就娶这样一个嚣张跋扈的人, 所以家里的门不能关好, 要把他放出来咬人, 孙茜恼羞成怒, 说话也带了些羞辱性, 陆金川眼睫咪了咪, 从口袋里摸出来钱家, 随手抽出来一张卡丢了过去, 精神损失费, 孙茜整个人都差点爆炸了, 我不要钱, 我要宋梨给我道歉, 陆金川的视线渐渐变冷, 孙茜, 阿黎为什么会推你, 你应该比我清楚, 你确定要我深究, 他眸光极冷, 宛如北极的雪, 将他整个颗心脏都冰封其中, 陆金川吃笑, 牵着宋梨往外走, 走到门口, 宋梨回头对着呆愣着的孙茜 扯出来一抹浅笑, 满是讽刺, 第137章, 不会帮你, 火锅店人爆满, 陆金川虽然不会吃, 但是他烫东西的手法还是咸熟的, 宋梨碗里多了好多牛,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陆金川烫的是清汤锅, 宋梨夹起来, 在红汤锅底又烫了一遍, 饭总不让你吃辣的, 陆金川略带提醒, 宋梨笑了, 那你带我来吃什么火锅, 辣就是火锅唯一的意义, 从火锅店出来, 已经是一点了, 陆金川解脾饭了, 带着宋梨去了中心商场订了酒店, 车子上没有宋梨的衣服, 陆金川拉着去顶楼的贵宾区选衣服, 女装店不多, 宋梨消费不起, 但是陆金川坚持, 宋梨咬着唇脚, 借口去上厕所躲了一会儿, 待了不到五分钟, 陆金川发来了一条短信, 再不出来, 我就亲自帮你挑, 宋梨收了手机, 从卫生间出去, 陆金川站在顶楼大厅, 商场有四层, 中间是镂空的, 一个巨大的圆形设计, 顶楼挂着巨大的水晶灯, 连接到一楼, 陆金川站在圆形府手边, 头顶是灯光璀璨, 一瞬间不似凡人, 他少见的俊逸, 站了几分钟, 要联系方式的女人, 一个又一个, 宋梨走去的时候, 看见陆金川跟身边的女人指了指他, 不知道说了什么, 那个女人很快离开, 陆总魅力不小啊, 在中心商场四楼, 还这么招风影点, 陆金川屈指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 吃醋了, 宋梨审笑一声, 放在三个月前, 他可能早就被陈年老醋淹死了, 可是现在, 他在乎的只有自己, 迎面走过来一个女人, 女人有些眼熟, 宋梨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他穿了一件奢侈品店的店服, 阔步朝陆金川走了过来, 宋梨一开始没有觉得什么, 陆金川这张脸在凌晨实在是有辨识度, 基本上没有几个人不认识的, 他以为店员是想让陆金川去店里面看一下, 但是走进了宋梨才发觉出来不对, 他手里分明拿着一把剪刀, 宋梨紧张地握住了陆金川的手, 一瞬间, 甚至看出来这个女人哪里眼熟, 陆氏集团的天台上, 把她从顶楼拽下去的女人, 两个人的眉眼至少五分相似陆金川, 宋梨一害怕, 身体都发抖, 他拽了陆金川两下, 男人的下盘很稳, 没能拽动, 女人已经扑了上来, 宋梨闭着眼睛抱住了他, 几乎一抱住陆金川, 宋梨就后悔了, 脊背上一阵刺痛, 他甚至能听见锐气碰撞到骨头的声音, 宋梨痛得身体直哆嗦, 身体也不断下滑, 陆金川本来站在原地找宋梨喜欢的那间奢侈品服装店, 感觉到了拉力, 但是宋梨抗拒他的消费, 他就没有动, 女人扑过来抱住他, 陆金川下意识地揽了一下, 他身上的蛋香早就已经被火锅店里的油烟味替换掉, 孩子没了那么久, 他是第一次抱他, 陆金川下意识地低头, 宋梨瞳孔放大, 唇半苍白, 似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揽着女人的手心一片温热, 阿里, 陆金川看见了眼前的女人, 他面目猙獰, 手里捏着一把剪刀, 剪刀的头扎在怀里的女人脊背上, 陆金川一脚把人踹了出去, 宋梨身体下滑, 他整个人在发颤, 阿里, 把人打横抱起, 陆金川大步往外跑, 宋梨疼得意识模糊, 他攥着陆金川的衣精, 阿川, 在, 陆金川应了一声, 听见他还能说话, 心里松了一口气, 孩子, 如果我出事了, 你帮我查查孩子被害的事情, 闭嘴, 陆金川额脚轻轻跳了两下, 怒意阴晕, 他没再开口, 也没有答应, 求生一直跟着两人, 第一时间把人控制了起来, 中心商场距离医院不远, 把人送到急救市门口的时候, 宋梨死死地攥住陆金川的手, 答应我, 宋梨其实很害怕, 怕自己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没人在乎孩子的事情真相, 他太执拗了, 执拗地想要一个答案, 一个公道, 陆金川连连点头, 我答应, 宋梨松了手, 人被推了进去, 陆金川身体脱力, 靠在了医院的墙壁上, 他垂眸看了一眼手, 手心里全是宋梨的血, 呼吸似乎被一双大掌攥住, 没人知道, 看见宋梨被电源伤到, 他的心跳几乎已经停止,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宋梨为了他, 差点死在别的女人手里, 没多久, 医院门口聚集了人, 陆老夫人, 沈青慈, 云梦和南怀也到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 竟然还有愚情, 云梦人已经快疯了, 他冲到陆金川面前, 阿川, 你跟一个女人治什么气? 于晴低笑一声, 他眼神宛如一把刀, 直直地扎在云梦的心口上, 陆金川厌恶他, 甚至打心眼里在恨他, 云梦后退了两步, 陆老夫人可不管陆金川凶不凶, 轮起拐杖在他身上狠狠地敲了一下, 医院是你开的, 你想住就别回家, 别糟她的阿里, 只能来这里陆老夫人怎么想, 怎么觉得生气? 你一个男人, 连个女人都护不住, 求生已经了解清楚了, 店员是服务员的妹妹, 陆金川把人送到了监狱里, 妹妹气不过, 早就找机会想对陆金川下手, 没想到在上班的地方碰见了, 他走得不快, 而且陆金川是凌晨女人追捧的对象, 根本没人把女人的靠近放在眼里, 如果没有送离, 那把剪刀会扎进陆金川的胸腔里, 送离抱住了人, 剪刀刺进了他的脊背里, 急救式的门开了, 主治医生先出来, 门口的人如丧考笔, 他拧了你没心, 病人家属, 我是, 陆金川往前一步, 主治医生说, 每次到要害, 剪刀比较短, 伤害不重, 伤口有些大, 失血比较多, 近期多吃点补血的东西, 住院观察一天, 不发烧, 明天可以出院养伤, 一颗心落到实处, 陆金川低声道谢, 谢谢医生, 送离被护士推出来, 他人也没睡, 因为肩膀被局部麻醉, 所以暂时动不了, 人被转移到了普通病房, 云梦一群人追着病床走了, 走廊里只剩下陆金川和陆老夫人, 他要去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 陆老夫人喊住陆金川, 阿川, 陆金川回头, 听见他说, 他为了你往危险的地方扑了那么多次, 你再无动于衷下去, 下次他要求离婚, 奶奶都不会帮你, 第138章, 改代无奇, 送离只是局部麻醉, 所以他意识非常清楚, 看见云梦的时候, 他瞳孔缩了缩, 只看见了云梦脸上挂着泪珠, 但是看他醒着, 没敢往前靠近一步, 陆老夫人没发现异样, 握住送离的手, 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送离也很委屈, 我一开始想让他跑的, 或者推开他, 他眨了眨眼睛, 怪我胆子太小了, 一紧张就只会喊名字, 陆老夫人气得要死, 臭小子是不是胖了, 待会儿他来了我就让他减肥, 怎么样, 伤疼不疼, 送离摇摇头是真的不疼, 麻醉了, 还能感觉到什么疼, 肩膀靠近头, 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受药物的影响, 昏昏欲睡的, 奶奶, 我没什么事, 哪里用您亲自来看我, 而且最近爷爷也在家, 你回去陪他吧, 陆老夫人满口嫌弃, 糟老头子有什么好看的, 哪里有你好看, 你最近总是住院, 我这心里很不安, 这几天我搬到绿城乡县去住几天, 好孩子, 有奶奶在,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 送离还晕头转向的时候, 陆老夫人已经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行, 让王妈扶着他回老宅收拾东西去了, 送离喊了两声无果, 人消失在病房门口, 偌大的病房, 只剩下了于晴云梦和沈青慈才出院多久, 你这又进来了, 沈青慈嘲笑他, 送离眨了眨眼睛, 还没回答, 于晴忽然开口, 还是陆太太手段高明, 这么快就拿下了陆老夫人, 知道陆太太你受伤, 我们阿慈吓得脸都白了, 我要是有陆太太这样的本事, 资产早就又翻了一倍, 不然陆太太教教我, 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是来探病的, 甚至当着送离的面点了一根烟, 钢点上一根手指伸过来, 拿走碾面丢进垃圾桶,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不想来看陆太太没人逼你, 来了就把他不爱听的话收一收, 陆金川神色冷漠, 就你这张嘴, 累死陆太太也教不会你招人喜欢, 于晴觉得真够牙疼的, 胡说八道, 凌晨喜欢的女人多得如同过疆之际, 那是那些女人没眼光, 沈青瓷补刀, 抛开你的身份, 愿意留在你身边的人能有多少, 不如阿晴先问问你身边的这位小姐, 嗯, 于晴侧头看了一眼云梦, 他紧张送离, 脸上还挂着眼泪, 鼻头哭得通红, 一张脸又娇又翘, 于晴钻了一下手心, 女人的柔软留在手心的触感还在, 他浅笑一声, 他的意见可不重要, 不用感就愿意离开的, 往往是最廉价的, 沈青瓷冷笑着扯了扯唇角, 人也看了, 你们可以走了, 陆金川说, 还有你, 都可以离开了, 沈青瓷没有强硬的要留下, 他很细节, 所有的距离都保持得恰到好处, 留下一句, 那我改天去绿城乡线看你, 云梦是最先退出病房的, 宋梨注意到, 他出去之后, 于晴紧跟着走了出去, 隔着窗户的玻璃, 宋梨看见于晴伸手揽住了云梦的腰, 宋梨猛地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拉扯到伤口, 他痛得呲牙咧嘴, 陆金川摁住他, 你干什么, 宋梨反手抓住陆金川, 孟梦怎么会和于晴在一起, 明明前不久于晴还让他离开凌城, 宋梨瞬间六神无主, 于晴怎么可能对孟梦好, 还有他会娶孟梦吗, 陆金川拍了拍宋梨的脑袋, 想什么呢, 阿晴有未婚妻, 宋梨整个人有些幻面, 陆金川接着说, 他们在一起差不多快十天了, 十天也就是说是他去公寓那天的时间, 怎么会这样, 云梦根本就不喜欢于晴, 他不喜欢云梦, 每当提起都是冷笑, 不是所有人在一起要源于喜欢, 你怎么知道云梦愿意和于晴在一起, 不是因为有利可图, 宋梨一顿, 陆金川点醒了他, 他让求谦追踪云战去了, 找到是早晚的事情, 可是云梦不想让他找到云战, 能阻止求谦找云战的人, 凌城有这个能力的屈指可数, 于晴算是其中一个, 宋梨甩了甩脑袋, 下意识地否认孟梦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他真的是好人, 你们为什么忽然决恋, 我们没有, 宋梨下意识地反驳, 陆金川诞声说, 没有, 那他向南淮寝赐不做你的经纪人, 改代无奇是因为什么, 无奇, 宋梨表情满是幻面, 不论是许悠悠的事, 还是挑剧本的事, 亦或者云战的事情, 宋梨心里知道云梦做错了, 可是从来没有打心眼里怪过他, 这个世界上, 如果连云梦都不疼他的话, 就真的没人疼他了, 我要去问清楚, 宋梨掀开被子就要下床, 他整个人失魂落魄的, 甚至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还扎着针, 陆金川长臂一身, 单手抱住宋梨的腰枝, 别去了, 宋梨, 感情是上位者最大的绊脚石, 云梦已经放弃你了, 换句话说, 只要能保住云妈妈, 云梦不惜和宋梨为敌, 心口火辣辣的疼, 他眼底阴晕出一层泪意, 一颗眼泪砸了下来, 被陆金川接住, 哭什么, 不是还有我吗, 宋梨整个人缩在陆金川的怀里, 过分的脆弱, 让他记不起现在依靠的人是谁, 耳边是陆金川带着诱惑的声音, 和RL解约, 来陆市,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 他一瞬间清醒过来, 一把推开陆金川, 女人的表情带着几分冷嘲, 你要我干什么, 如果不出意外, 我算是个废人, 合约满了就退出娱乐圈, 陆市的门槛那么低, 谁想进就进, 当然不是, 但是陆太太是例外, 他眼窝很深, 眸光宛如一弯深沉的海域, 静谧又深情, 宋梨险些被蛊惑, 他略有些狼狈地一开头, 低声说, 阿川, 你教过我的, 如果想要站得高, 就要立好规矩, 不为了任何人破例, 宋梨对着笑了一下, 摸着自己伤口的位置, 你也教过我, 学会自保, 不要让自己受委屈, 第139章, 喜欢的人, 为了救你受的伤, 医药费你出, 不过分吧, 他说话的时候偏着头, 灯光鞋打在他的脸上, 肌肤白的似乎透明一样, 唇瓣微微抿着, 透着健康的粉色, 像是沉浸的花瓣沾了露珠, 让人想要尝一尝他的味道, 陆金川喉结滚动, 点头, 不过分, 你为了救我受了伤, 只要一点医药费, 才是不会做生意, 陆金川曲起手指, 在他额头上敲了一下, 脸上都是冷嘲,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这条命, 到底有多么的值钱, 宋梨当然知道, 可是, 他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无障碍地花陆金川的钱了, 宋梨早就困了, 人一难过, 就更容易渴望通过睡觉来自我修复, 昏昏欲睡的时候, 盛蓝过来了, 他带了夜宵, 夜宴王宫的粥, 上流社会更注重养生一点, 夜宴王宫的粥就比较清淡, 哪怕是皮蛋瘦肉粥, 也只放一点点的盐起来, 吃夜宵, 陆金川把病床摇起来, 在宋梨面前支了一个小桌子, 然后把盛蓝带过来的饭菜一一摆放在桌面上, 拿着一个汤匙, 咬了一口粥, 递到了宋梨的唇边, 宋梨的心脏抖了两下, 睡意瞬间散了得干净, 盛蓝还带了很多文件, 文件上面放了一个文件袋, 盛蓝拿出来, 太太, 上次陆总选的剧本, 您是不是不喜欢? 这次我又挑选了几个, 待会儿您吃了饭, 可以看看感不感兴趣, 宋梨视线挪到陆金川的身上, 这算是陆总的谢礼吗? 陆金川递过来一勺粥, 如果我说是呢, 陆太太不敢接, 出演我投资的剧本没有实力, 即便是陆太太, 导演也不给面子, 宋梨斗志被点燃, 朝盛蓝点了一下头, 盛蓝递过来剧本, 他刚要接, 被陆金川拍了一下手, 吃了饭再看, 半碗粥吃进了肚子里, 他实在是吃不下, 就接过剧本看, 两本宋梨连看都没有看, 就放了下来, 科幻的女主和女配个个都抄A, 她的眼睛没有杀气, 可以放弃了, 宋梨又选了一会儿, 找到一个宅斗本, 里面有一个恶毒女配, 冒领了女主就过男主的功劳, 成为两个人里面的绊脚石, 女配是顶着一张清纯的脸蛋, 做尽了绿茶的事情, 下药, 爬床, 设计女主和男配等等, 一系列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做过, 最后潦岛收场, 宋梨抽出来, 递给陆金川, 我想试一试这个, 这个本子陆金川还真的看过, 他真的没想到宋梨会选这么一个本子, 女主被抢了功劳, 前妻被女配压着打, 属于慢热成长型, 和你还算匹配, 圣兰也点头, 宋梨语出惊人, 我要去试女儿的镜, 空气瞬间寂静, 半赏, 圣兰说, 太太, 这个本子可没有人接这个角色, 第一这个角色不招人喜欢, 演出来可能会被骂, 伤害羽翼, 第二是, 性格真的超级不好, 动不动就哭, 绿茶语入一堆, 最重要的是, 还毫无下限, 圣兰的表情一言难尽, 看宋梨无动于衷, 犹豫再三低声开口, 您, 真的要演这个剧, 宋梨点点头, 试得上就演, 你可真有眼光, 陆金川讥讽, 宋梨并不放在心上, 他看上陆金川, 忽然笑了起来, 可是快乐到最后啊, 直到死, 男主对他还有不舍, 阿川, 没有男人不喜欢绿茶吧, 哪怕是个很坏的绿茶, 陆金川愣了一下, 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当坏人的感觉, 宋梨住院观察了一天, 医生同意他出院, 叮嘱伤口不要碰水, 宋梨要吃的药有多了几种, 防止伤口感染的, 方便伤口愈合的, 治疗耳朵的, 治疗内伤的, 宋梨不厌其烦, 趁管家不注意都丢在了垃圾桶里, 一如当初那碗调理身体的药, 陆老夫人如言到了绿城香榭居住, 他带了王妈, 宋梨出院回去到大厅, 正好听见陆老夫人在和管家了解几百寒动手打她的事情, 管家说, 我问过仇深了, 因为太太是林先生的私生女, 太太在路上被人劫持走的, 重温了一遍噩梦, 宋梨本以为有她威胁陆老夫人要求遣之后, 陆老夫人不会再管她的死活, 可是她忽然开口, 给太太安排个保镖, 不用麻烦, 陆金川忽然开口, 几个人回头, 陆老夫人和管家瞬间惊声, 我会让仇深跟着她, 不需要保镖,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双拳难敌四手, 有心人防不住, 不用那么麻烦的, 宋梨仰起一抹笑脸, 但是笑容比哭还难看, 现代社会法律完善, 我不觉得他们会敢杀人, 陆老夫人抓住宋梨的手, 好孩子, 奶奶求一个心安, 你可不能拒绝, 宋梨看向陆金川, 她伸手接了一杯水, 递给宋梨, 求神每天跟着我, 没什么事情, 既然能让奶奶放心, 就让她跟着你, 再拒绝, 卫免不知好歹, 宋梨点点头, 吃了午餐, 陆老夫人让宋梨上楼休息, 走到一半的时候, 管家追了上来, 伸手扶住她, 声音很低, 太太, 老夫人住了客房, 我把先生的东西搬回到了主卧, 宋梨的步伐猛地顿住, 她和陆金川分房睡很久了, 两个人没有感情的人躺在一起, 也是同床一梦, 这种停顿也只停顿了半分钟, 宋梨低声说, 待会儿再帮我们拿一床被子, 管家焦灼, 陆金川已经快要三十岁了, 不论是管家还是陆老夫人都心急得要命, 陆家太需要一个小孩来增添喜气了, 太太, 您和先生还没有和好吗? 走到了主卧室的门口, 宋梨捏了捏指腹, 忽然嘀嘀一笑, 管家? 什么? 宋梨看着她, 低声说, 阿川喜欢的人不是我, 她喜欢的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林成顶级名媛, 不管是林业的私生女, 还是乡下姑娘阿黎的身份, 似乎都不适合做很久的陆太太呢。 第140章, 要个孩子, 太太, 老夫人并不看中门第, 管家焦灼地开口, 宋梨浅笑了一下, 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陆老夫人一个人, 如果, 她是说如果林山没有心脏病, 陆金川还用在一年多前闹一场非她不娶的戏码吗? 她再不济, 至少身体健康啊。 宋梨进了主卧, 洗了个澡, 出来的时候陆金川也在, 她双腿交叠靠着床头坐着, 手里拿着一本全英文版的书, 宋梨的英文是印商, 她连书名都看不懂, 经历那么多事情, 宋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两个人毫无共同话题的人, 已经相处了有两年之久了。 文化差异大能相处吗? 可以, 但是早晚会有差异, 一如她和陆金川, 结婚两年就已经要潦倒收场了。 愣着干什么? 陆金川扫了她一眼, 她换了睡衣, 身上还带着水汽, 刚洗过澡, 她小脸粉嘟嘟的脖梗上都镀了一层浅粉色, 明明睡衣保守, 但是她穿着又莫名有一种性感。 宋梨在柜子里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被子, 她下意识地要往外面走。 门刚被打开, 又被一只大手摁住, 陆金川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 去哪儿? 宋梨手指握紧, 低声说, 我去找管家再拿一床被子。 打算告诉奶奶, 我们分房睡。 陆金川的呼吸静在耳边, 温热的气息激起宋梨脖梗上一层鸡皮疙。 宋梨有些茫然, 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陆金川已经将她大横抱起, 抱回床上。 她居高临下看了她一会儿, 眸光深邃的男人总容易给人一种她极为深情的错觉。 宋梨别开目光, 抿住唇角。 下一秒, 陆金川伸手去解她领口的扭扣, 宋梨下的瞳孔地震, 一把捂住胸口, 满脸戒备。 你做什么? 陆金川忽然轻笑, 洗了澡, 我看看伤口有没有碰水。 宋梨一愣, 陆金川问, 陆太太刚才觉得我要干什么? 耳根一点一点热了起来, 她整个人被羞耻感包裹着, 咬了一下舌尖, 刺痛换回了她的理智。 我自己有小心, 不用你看。 说完, 宋梨整个人埋在被窝里, 她头发湿漉漉的沾湿了枕巾。 陆金川眉心跳了跳, 出来吹了头发在水。 男人不仅有洁癖, 还有强迫症, 牙刷潮一头摆放, 身上有水珠不准上床。 有的时候, 宋梨觉得陆金川的性别是不是生错了? 她没动静。 陆金川拽开被子, 避开她的伤, 把人从床上拖了起来, 强行把人摁在梳妆桌前。 她沉着脸, 正要把吹风机递给宋梨的时候, 主卧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是陆老夫人来了。 陆金川的脸黑沉, 手里捏着吹风机, 很凶。 你干什么? 脸怎么那么臭? 宋梨一顿, 笑着说, 奶奶, 我身上有伤, 让阿川帮我吹头发, 她不太高兴。 陆老夫人不满, 吹个头发就不愿意了, 就算是让你给阿黎洗澡洗衣服, 你都敢。 吹, 我看着你吹。 宋梨冲着陆金川得意一笑, 背着陆老夫人, 陆金川对着宋梨扯了扯唇角, 满脸阴森。 宋梨脸上的笑瞬间僵硬到了脸上。 她手掌很大, 只缝穿过她的头发, 最亲密的时候, 陆金川都没有给她吹过头发。 她经受不了, 伸手拔了吹风机, 透过镜子, 男人脸上的不耐烦几乎快要溢出来了。 你又要闹什么? 宋梨攥住插头, 僵硬一笑, 半干就行了, 吹干了伤头发。 从凳子上起来, 动作大了, 牵扯到了伤口, 宋梨脸色白了白, 走到陆老夫人的身边。 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来问问你们, 有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陆老夫人拍了拍宋梨的脑袋, 满脸和蔼, 打不打算要孩子? 孩子大概是宋梨心里最大的伤, 她的笑再也维持不下去, 心口顿顿的疼, 连带着耳朵也开始犯痛。 曾, 怎么突然想起这个? 陆老夫人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陆金川。 我昨天在医院, 可是问过陈武了, 她说给阿丽配料调理身体的药, 这怎么也三个多月了, 可以要孩子了。 阿丽, 奶奶可是告诉你, 女人越大生孩子身材不好恢复, 怕送礼产生恐惧, 陆老夫人补充道, 不过你也不要怕, 奶奶提前给你请了月嫂, 身材管理师, 只要你生下来, 不用你带。 奶奶带回老宅, 绝不打扰你和阿串的二人事件。 送礼想挣脱, 可是陆老夫人的手握得很紧。 奶奶, 阿丽现在在娱乐圈里, 还没有闯荡出来个名声。 你让她回家要孩子, 她怎么甘心? 提及此, 陆老夫人就生气。 她不成功, 还不是你不努力。 你多捧一下她, 那个什么电影节, 不是季家那小子投资的, 姗姗不演戏, 最佳女主角给丽丫头怎么了? 季家那小子, 儿子都五岁了, 你呢? 一点动静都没有。 送礼心脏默然一痛, 她豁然起身, 正脱开陆老夫人, 满身狼狈地说, 奶奶我去个卫生间。 她陶冶式地进了卫生间, 眼睛不可控制地红了起来。 送礼多不想哭, 可是她已经因为走到了绝境。 和鲁金川回不到从前, 云梦是凶手的妹妹, 抛下她选择了凶手。 送礼打开水管, 在脸上拍了好多水, 她的眼睛已经肿了。 她绝对不会再要孩子, 绝对不会。 送礼平复好心情的时候, 陆老夫人已经不在了, 单人沙发上只剩下了陆金川, 室内的茶几上放着一碗冒着烟的中药。 这个味道, 哪怕是隔了好久, 送礼依旧记得味道, 是苏晨误开的调理的药物。 你什么意思? 送礼控制不住自己, 身体小幅度颤抖, 她后退了好几步, 好不容易平复下去的泪意又冒了上来, 不明显。 陆金川微微眯着眼睛, 送礼, 你不会以为当陆太太就只用享受陆太太的待遇, 不用履行陆太太的职责吧? 送礼破防, 一瞬间声音哽咽。 所以, 你要听你奶奶的话, 和我要一个孩子。 陆金川本来只是单纯地想给送礼调理一下身体, 而且, 这个要是管家送上来的, 显然是陆老夫人提前安排好的。 第141章, 任何条件, 可是她已经陷入到自己的世界里, 平时的聪明一瞬间消失不见。 不行, 她的抵触让陆金川不悦, 本来要解释的话也收在口边, 反问出声。 她忽然笑了, 一边笑一边往前走。 不行, 这两个字你也问得出口。 陆金川, 几白寒把我打到听力下降50%, 灵珊还能让我去道歉代表了她并不好相处。 如果我生了孩子, 将来你娶灵珊的话, 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被灵珊抽得听力受损? 她的问题万分尖锐, 灵珊和几白寒不一样, 这个问题不成立, 送礼人已经走到茶几边上。 可是我说过,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叫别人妈妈。 想要孩子, 可以啊, 你找别人去。 宋黎猛地抬高声音, 端起药丸猛地砸在了地上。 滚烫的药, 溅在陆金川和宋黎的身上, 小腿被烫到, 似乎也烫到了宋黎的心脏。 陆金川似乎没有痛觉, 整个人站在不远处, 宛如一尊雕塑。 她那么冷, 孩子没了也不会痛苦, 说来说去是她不被爱拔了。 宋黎却无法无动于衷, 她恶狠狠地看了陆金川一眼, 转身跑出了主卧室。 在玄关的位置换了鞋, 宋黎一路跑到了地下车库, 随便开了一辆车, 一路及时出了绿城香鞋。 陆金川追出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她看了一眼, 第一次有些茫然的愁身。 愁身也觉得无辜, 本来陆太太也已经换了睡衣, 可是她给陆家当了保镖之后, 就没有一个主人是会穿着睡衣跑出去的。 还不去找, 傻站着干什么? 陆金川低咒一声, 上楼换了一身衣服, 又下了楼。 车子连接了手机, 陆金川很快就找到了车子, 在海边。 她到的时候, 车子没有熄火, 陆金川愤怒地拉开车门, 车子上没有人。 外面起了风, 隐隐有下雨的趋势。 分开找, 风卷起陆金川的衣角, 她揉了一下脸, 和保镖散开。 护城河连接海域, 周围沙滩一目了然, 能藏人的地方都找了, 可是根本就没有宋黎的影子。 陆金川根本不信宋黎会凭空消失, 而且, 孩子的真凶他还不知道是谁, 他也没有概率选择死亡。 查附近的监控, 仇身工作效率很高, 很快调出来了监控, 但是监控老化, 只看见宋黎从车子上下来之后没有多久, 一辆车子在他身边停下, 车窗滑下来之后, 宋黎不知道和车内的人说了什么, 自己上了车车牌模糊不清, 只能看见前几位。 陆金川额脚轻惊直跳, 宋黎踏进去的时候, 就被装饰谎花了眼睛。 他攥着睡衣裙摆, 站在客厅里, 一步不敢往前走。 跟着陆金川时间久了, 宋黎也变得识惑了, 客厅里摆放着一个瓷器, 颜色艳丽, 和一次陪陆金川去参加的古玩拍卖会, 拍出天价的瓷器相像。 宋黎不觉得, 集夜行会拍一个假的放在客厅里。 集夜行是林山的小舅舅, 林城里最出名的天才, 因为有他, 这些年林业在家更加弱势, 也因为有他, 林家临近迟暮, 却一直在林城一流世家吊车尾。 宋黎盯着瓷器的时间久了, 身后响起来一个声音, 这是清代的瓷器, 喜欢的话, 待会儿我让人给陆太太打包带走。 宋黎下的身体抖了一下, 默然回头, 集夜行穿了一件灰色的西服, 他和陆金川差不多大小, 这个年龄的男人, 没几个喜欢灰色, 灰色显老。 可是集夜行长得好, 穿着灰色不仅压住了这个颜色, 而且枝蓝玉树, 本来灰红的装饰更是蓬壁生辉, 璀璨夺目。 宋黎曾经在财经报告上见过集夜行, 当时他就觉得他俊美无仇, 现在看来还是记者拍照技术有限, 拍不出来他一半的风采。 季先生, 你的保镖说你有求于我。 半个小时之前, 停在他身边的车子亮出来季家的身份, 并称集夜行有求于人。 宋黎一开始并不信, 可是开劳斯莱斯幻影诈骗的人, 应该不多。 集夜行唇角翘了翘, 并未否认, 半夜冒昧请陆太太过来, 是我打扰了, 我确实有求于人。 麻烦陆太太先陪我见一下我的太太。 宋黎不知道集夜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如果这个忙他能帮上, 说不定又是一条人脉。 他没有拒绝, 跟着集夜行上了楼。 化缘的楼梯是旋转梯, 楼梯是透明的, 踩在上面还能看见楼下, 扶手白金打造, 雕刻漂亮的花。 上了二楼, 在主卧室门口停了下来。 集夜行推开了门, 室内没开灯, 窗帘是那种厚重的, 一点光也透不进来, 哪怕是走廊的灯渗进去不少, 仍旧感觉不到多少光明。 一个柔美的女生想了起来, 集夜行, 嗯, 集夜行应了一声, 床头灯打开, 宋黎站在门口, 看见躺在床上的人。 他身上插了管子, 这种管子宋黎只在医院看见过。 他的头发很长, 他已经坐起身了, 仍旧能感觉到身下压了不少头发。 女孩鲜薄, 是那种皮包骨头的瘦, 你怎么又忙到那么晚? 他轻柔地抱怨, 集夜行的声音越来越软, 靠在床边哄着他。 宋黎藏在墙壁后面, 等到里面没了声音, 有过去好久, 集夜行才出来。 凌晨有传言, 集夜行早就结婚生子, 可是几乎没几个人见过集夜行的太太。 宋黎也一直以为, 只是一个传言, 没想到是真的。 集先生, 你可以说,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了吧? 其实宋黎可以猜出来的, 果不其然, 下一秒集夜行低声说, 画画就是我的太太, 她患了血癌, 她是RH阴性血。 凌晨能找到的熊猫血型的人不多, 能配型成功, 迄今为止只找到了陆太太一个人。 集夜行眸光很沉, 似乎静在深海里, 看上一眼就难以呼吸。 我希望陆太太能给我的太太捐赠骨髓, 我可以答应陆太太任何条件。 第142章 再见云梦, 一瞬间血液几乎逆流, 捐赠骨髓。 以集夜行的能力, 想要找到合适的骨髓应该不是难事, 恐怕并不是捐赠骨髓那么简单吧。 宋黎下意识地退缩, 她胆子小, 习惯了把所有的事情想到最坏的局面去, 这样不会有什么期待, 更不会失望。 拒绝的话就在耳边, 可是一瞬间宋黎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脑海里许多事情的小细节被放大, 在她脑袋里放了一个微电影, 一针一幕都无比清晰。 尤其是云站和她动手, 一棍子下去, 砸得她孩子没了的画面。 没人会帮她了, 为了探寻真相, 她已经一无所有了。 陆老夫人让她要孩子, 陆金川也有意愿要孩子, 而且是只要孩子。 宋黎脑子无比清晰, 她口吻很轻。 季先生应该知道, 几白寒动手打我的事情吧。 集夜行遁住, 她唇半吸动。 知道。 所以, 季先生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集夜行波澜不惊, 只要画画能痊愈, 我可以答应陆太太全部的要求。 宋黎心口一跳, 问出声音。 什么意思? 集夜行说, 只要陆太太答应捐赠骨髓, 一直到画画痊愈, 期间不论陆太太有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做到, 我全都答应。 包括对付几白寒在内。 宋黎猛的侧头去看集夜行, 她面无表情, 眼洁低垂着, 脸上口吻都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 心脏一点点的跳动了起来, 怕的。 集夜行太狠了, 与她合作, 无异于鱼虎谋皮。 她甚至觉得, 集夜行不是在让她给己太太捐赠骨髓, 而是要挖空她的骨髓。 可是集夜行也把自己的软肋暴露在她面前。 等她回复的时候, 有庸人进来。 先生, 陆先生在画园门口, 集夜行看向宋黎。 我要考虑一下, 集夜行从西服口袋里摸出来一张名片, 递到了宋黎的手里。 陆太太想好了, 可以给我打电话。 宋黎往外走, 走到别墅门口, 回头问集夜行, 集太太叫画画, 俗画。 外面下了雨, 天气也越来越冷。 她睡裙下面的小腿发冷, 动一动都觉得在打哆嗦。 画园的管家给她撑了一把伞, 一直把她送到了大门口, 门口停了两辆车, 一辆兵力, 一辆马沙拉地。 马沙拉地是她开出来的。 宋黎不由心虚, 正要出去, 管家叫出宋黎, 递过来一个小盒子, 低声说, 陆太太, 林夫人做了失礼的事情, 这是我们先生的歉意。 盒子叼了花, 花纹繁复而优雅, 符合集夜行的气质。 他伸手去接, 盒子不大, 但是足够重。 宋黎不是不识货, 知道但这个盒子都足够值钱, 几白寒做的事情, 不该集夜行道歉。 那就结个善缘。 管家笑着堵住了宋黎拒绝的话, 给他打开了铁门。 看见宋黎, 陆金川就从车子上下来, 他伸手扶住宋黎的肩膀, 上下看了几眼, 确定他没有受伤, 才问, 集夜行把你带到这里干什么? 怎么, 陆先生是在担心我。 他口吻里有些讽刺, 陆金川凝了凝眉心, 没在深究。 拉开车门, 陆金川把人塞进去, 随即俯身进去。 陆金川拉住宋黎的时候, 留意到了他手里的盒子, 伸手拿了过来一把打开。 宋黎眸光闪了闪, 里面放着的, 正是他在客厅看的那个清朝的粉彩。 陆金川微微眯了眯眼睛, 集夜行给你的。 怎么? 这是觉得苏话没救了, 就准备找下家了。 宋黎看向陆金川, 他眼底都是不悦, 视线死死地盯着宋黎, 空气中还有骨酸味。 如果是的话, 那陆先生当初和我在一起, 确实有些扣门了。 宋黎不想和陆金川交流, 说完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陆金川捏着粉彩研究了一会儿, 一直到绿城香榭, 他也没有再看见粉彩。 宋黎没往心里去, 这种近乎九位数的瓷器, 就算是给他他也护理不好, 陆金川愿意保存着, 就让他存着吧。 从这天起, 陆金川就没再和宋黎提过孩子的事情, 反而是陆老夫人是不是催一催, 他提一次, 宋黎就内伤一次。 好在试镜的时间到了, 宋黎看了一眼地址, 在露室, 因为云梦临时去带别人, 所以宋黎暂时没有经纪人, 主要是他的名声太烂了, RL没愿意带他。 没关系, 这些问题不是不能克服。 宋黎自己过去, 碰见了云梦。 云梦没看见他, 他坐在等候区, 闭着眼睛浅眠,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修理过无奇, 一向嚣张跋扈的人坐在他身边,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云梦气色看上去不错, 只是眉眼里有些阴郁, 妆容更加精致, 衣服也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这种改变, 宋黎完全不知道该说于晴对云梦好, 还是不好, 宋黎在角落里坐了下来, 无奇的棱角并未被磨平, 他面色不好看, 很快就把云梦叫了起来。 为什么要让我去试鸾梦? 你不能因为他名字和你一样, 就非要让我演。 这种角色有人要吗? 演好了被骂本色出演, 演不好的话被骂没演技。 你是不是因为宋黎那个贱人故意欺负我? 我要换经纪人。 宋黎就坐在两个人的后面, 他们的对话他听得清清楚楚, 云梦说得也不例外。 他口吻冰寒, 一个胡咔也好意思挑角色。 你…… 无奇很不满他的羞辱, 我要换经纪人。 云梦嗤笑一声, 你搞清楚, 就因为你算计送离, 南华已经有把你血藏的心思了, 如果不是我提出来带你, 你也不能坐在这里挑天。 无奇身体顿了顿, 云梦一点也不温柔, 一把拽住无奇的头发, 迫使他看向周围的人。 你不想演多的, 是人愿意演。 这时陆金川投资的电影, 总共两个小时长, 为了拿到试镜资格, 很多艺人不惜爬床上位。 不想演鸾梦, 那就滚吧, 我也懒得在你身上浪费心思。 无奇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一方面是头皮痛得发麻, 一方面是怕云梦是认真地想让他滚。 梦姐, 我错了。 第143章, 我会敲打。 云梦最讨厌扶不上墙的烂泥, 当初他不过是对付了和宋黎有隔阂的许悠悠, 手段那么隐晦, 宋黎都能察觉到。 如今他带无奇来是录制出品的戏, 他竟然还好意思挑剔。 就算是他想演鸾梦, 咖位也不够, 演个丫鬟就不错了。 这部剧一定会火, 而且会大爆, 露个脸就是他赚到。 但是云梦没打算说, 待会进去好好演。 拿不到角色, 我就按照南怀的意思, 把你血藏了。 无奇没敢说话, 小幅度点了点头。 宋黎轻审, 云梦这威逼利诱的手段, 真够高明的。 陆氏的导演比较挑剔, 试镜也很快, 快到了很快叫到了宋黎的号。 57号, 宋黎, 来了没? 宋黎看见云梦身影僵住, 他起身, 往外走。 察觉到身后有人, 云梦一侧头和宋黎弹幕的谋光对上, 宋黎波澜不惊的视线挪开, 似乎两个人不过是陌生人。 宋黎进了包厢, 云梦的心脏不断下跌, 巧的是, 手机来了短信, 是愚情的。 云梦点了进去, 上面只有一句话, 三天内, 求且能找到云站。 云梦闭了闭眼睛, 时间一瞬间回到了那天晚上, 他和宋黎彻底因为云站决裂。 要说心里没有怨恨宋黎, 那是不可能的。 陆金川明显不爱宋黎, 而且递交了离婚协议, 在知道陆金川心有所属的时候, 宋黎没有选择及时止损, 反而因为这个孩子不顾他妈妈的安危。 一个多月的孩子已经化成了血水, 难道中得过他的妈妈吗? 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云梦想不开, 跑去了魅瑟喝酒, 在那里遇见了于晴。 魅瑟不是于晴这种大老会去的地方, 但是于晴是凌晨的风流浪子, 那段时间他看上了一个机车女孩, 时常留恋在魅瑟。 男人于尊降跪过去, 打算来一段邂逅。 云梦喝得烂醉如泥, 被一个顽固盯上, 下了点东西。 他厌恶他, 本来打算看好戏的, 结果云梦打伤富二代钻到了于晴的怀里。 云梦身材不错, 长得也算是上城, 送到嘴上的鸭子, 不尝尝味道不是于晴的风格。 这一场, 于晴上瘾, 可是云站差点被人抓到, 宋离从未放弃过抓云站。 而且, 那个时候, 云妈妈检查出脑袋里长了一颗脑瘤。 恶性的, 他经不起大风大浪了, 喜怒哀乐的。 于晴又递过来了情妇协议, 如果他签下来, 随叫随到的话, 他有本事让求遣一辈子抓不到云站。 云梦几乎没有考虑, 就签了字。 他像是古代的帝王, 三宫六院, 妃嫔三千, 偶尔才有空来灵性他。 不过于晴答应的事情, 倒是做得到位。 云梦思索的时候, 于晴第二条短信又到了。 今天晚上到温沙曼1407套房, 事情我会解决。 温沙曼是凌晨最大的酒店, 于晴的产业。 云梦收了手机, 盯着套房, 送离试镜结束出来了。 他穿着彩剪合体的小西服, 他也有一套。 如果他没有来凌晨, 没有遇见陆金川就好了。 如果他没有云站这个哥哥, 妈妈没有风没有脑流就好了。 可是有时候, 命运就是这么绝情, 将曾经最亲密的人拉到了队里面。 云梦和他的视线对上了一秒, 两个人几乎同时挪开。 云梦一瞬间内心色然, 不是宋离变了, 是他变了。 云梦陪无其事玩静, 能拿到试镜资格, 是因为渔情里面的人给了准化。 如果不出意外, 鸾梦的角色是会给宋离。 他挑了挑眉, 宋离的形象不适合这个角色, 可是他却选了。 为什么? 无非是因为宋离听到了他们的话, 这个巨师陆金川选的, 他就过陆金川, 为了打压他, 为了报复他, 选择了无奇, 所以宋离拿了鸾梦的角色。 这是宋离绝不可能和好的态度。 云梦浑浑噩噩去了温沙曼, 刚推开房间门, 人就被一具剑朔的躯体压在了门板上。 灼热的气息扑了上来, 他呼吸被攥住。 云梦被吻了个正正, 完全无法呼吸。 他躲了两下没能躲开, 人就被于晴抱上了床。 云收雨歇之后, 于晴点了一根烟, 云梦从床上爬起来, 套了件于晴的衬衣, 从包里摸出来, 避孕药塞在嘴里咽了下去。 男人嘴里吐出一口烟雾, 漂亮的眼睛看向云梦。 说吧, 这次想让我把云站送到哪儿? 越偏远越好, 有信号能和我妈联系就好。 于晴吃笑一声, 低声说, 有信号的地方总能被查到。 阿川的人不是吃素的。 于晴刚躺下, 云梦把人摇起来, 他眼睫很深。 你再帮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 让无奇禁足。 云梦的口气非常的坚定。 阿川头的那个宅斗剧, 有角色要求没有。 云梦摇头, 于晴硬了下来, 然后讥讽地说, 还是你这个经纪人合格, 肯赔税帮手下的艺人找出路? 就是我有些好奇, 之前你带送离的时候, 怎么不去陪人? 这句话, 似乎弯心。 云梦连了脸眼睫, 他抬了头笑的温蛋。 什么答案能逾越到于先生呢? 无趣。 于晴拿起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云梦就在旁边, 自然听得出来他是在给陆金川打, 甚至表明了要塞无奇禁足。 距离近, 陆金川的口吻不好。 阿晴, 无奇和陆太太有过节。 你在我的剧组塞这个人, 有什么剧情? 你就说同不同意就行了。 于晴冷嘲, 你那个陆太太, 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我塞的人过去, 他们两个人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怎么? 阿川你害怕了? 我怕什么? 陆金川反问, 只是事先说好, 你的人在招惹到他, 到时候, 我看你的情面, 奶奶可不一定看。 于晴明白, 陆老夫人人在绿城乡线, 在出现类似的事情, 只怕会直接惊动他。 行, 我会敲打。 挂了电话, 于晴看向云梦, 无奇在左腰, 下次见面我可不是拔衣服, 而是拔你的皮, 懂吗云小姐? 第144章, 旅行义务。 陆金川处理完公司的事情, 回到绿城乡线。 他知道送离去试镜的事情, 让送离演鸾梦。 他口吻里还有些许欣赏。 说实话, 陆太太的演技不怎么样, 但是可塑性高。 长相符合鸾梦的角色,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并没有经受过训练, 非课班出身。 陆总, 我听说你反对陆太太, 进入娱乐圈。 陆太太可是个好苗子。 陆总, 他能让人代入。 一个反派, 如果让人代入感强了, 那么代表还没坏到底。 剧情也能撑下去。 陆金川若有所思时, 管家已经把鞋子拿出来, 放在他脚下。 他脱下外套, 松了松领口, 问他, 阿黎呢? 管家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送离。 他问了门卫, 没看到送离出去。 太太早就回来了, 但不清楚在哪里。 陆金川想到了于晴的电话, 碰运气一样, 去了酒窖。 酒窖是恒温的, 比外面的空气要凉许多, 真皮沙发上躺在一个人。 他身形纤细, 不仔细看, 完全看不出来。 如果不是胸部有起伏, 就他躺着的这个样子, 陆金川要以为他已经死了, 男人走近, 看见女人手里拎着一个酒瓶。 垂眸看了一眼, 男人气笑了, 他收藏的78年的罗曼尼康蒂, 世家七位数, 他就这样拿着荡水喝。 陆金川拍了拍女人的肩膀, 声音薄冷, 起来, 送离喝的烂醉, 完全没什么反应。 女人肩膀已经凉透了, 就他这纸片般的身体, 再待下去, 又要进医院。 陆金川低咒一声, 从他手里取下酒瓶, 把人抱了起来。 人醉死过去的时候是最重的, 陆金川脸不红心不跳地抱着人回了别墅, 吓了陆老夫人和管家一跳。 怎么了? 这是又怎么了? 这太考验心理承受能力了, 明明是竖着出去的, 结果又横着回来。 管家给太太煮一碗醒酒汤, 一靠近, 陆老夫人也嗅到了他身上的酒味, 他年轻时没少陪陆老爷子喝酒, 哭笑不得。 喝了还不是普通的酒, 陆金川挑眉, 我爷爷寄予已酒的罗曼尼康帝, 一个人喝了半瓶。 陆老夫人, 祸祸你酒叫还好, 出去喝就是祸祸你人了, 赶紧把人抱上去, 别冻着。 上去赶快下来吃饭, 我让管家给你熬了汤。 陆金川应了一声, 把人放在主卧室的大床上。 送离也挨干净, 他下楼吃饭的时候, 让管家上去帮送离卸妆, 管家简单给他擦洗了手脚。 晚餐比较丰盛, 他吃了饭, 醒酒汤也熬好了, 在火上温着。 汤比较好喝, 陆金川喝了两小碗, 然后上了楼。 管家和陆老夫人看着陆金川对视一眼, 老夫人, 先生喝了那么多汤, 不会, 出什么问题吧? 能出什么问题? 他老婆还在他身边呢? 陆老夫人满脸不悦, 一个个不知道着急, 他们不及我着急。 管家沉默, 陆老夫人还在念叨, 我还有几年能活, 看不到曾孙, 我就算是死了也没法瞑目。 您又说胡话, 陆老夫人冷哼一声, 我知道, 孩子是离丫头的心病, 我这个讨人厌的老婆子不该提, 但是如果再有一个孩子, 他就不会每天那么忧郁了。 管家嘴巴动了动, 无话可说, 主卧。 陆金川拿了衣服洗了澡就上了床, 宋黎身上还有淡淡的酒味。 管家给他换了衣服, 裸粉色的针丝睡衣, 圆润白皙的肩头裸露在外, 还有蝴蝶骨, 被柔软的灯光打过来, 满是生香。 他腹部一紧, 视线下滑, 落在宋黎的另半个肩膀上。 翻了一下人, 他肩上的伤进入到视线, 伤口化了浓。 受了伤该祭酒, 不能碰水, 他并未听从医嘱。 活该。 陆金川放开他人, 把人丢在身侧。 今天晚上不知道怎么了, 陆金川只觉得身体燥热, 身边独属于女人的蛋香飘过来, 夹杂着几分浅淡的酒气。 他颇有几分心愿一马陆金川停了片刻, 翻身附在宋黎身上, 刚低头要吻他。 宋黎忽然哽咽一声, 他声音哽咽, 口纹里充满了醉意。 桃子。 陆金川所有的动作顿住。 桃子。 这两个字, 陆金川不止一次在宋黎嘴里听到。 显然不是水果。 如果是人, 这个名字能是个正常人吗? 陆金川的情欲退入潮水, 消散得干干净净。 他起了身, 转身出了主卧, 倒了一杯冰水, 冲了一个冷水澡。 夜半, 宋黎是热性的, 身上有一个巨大的热源。 呼吸被堵住, 堵属于陆金川的松香, 将他整个人包围在其中。 宋黎喘息一声, 把胸口抵在男人胸前。 陆金川。 听到他的名字, 他似乎更受刺激, 大掌顺着腰线衣服的缝隙伸了进来, 落在他的腰上。 男人熟悉他身上全部的敏感点, 一瞬间将醉酒的他, 带入到一个享受的状态。 睡衣被扯下来, 梁一席来, 宋黎瞬间清醒, 推了男人一把。 他很重, 宋黎没能推开, 宋黎眼圈舒然红了。 陆金川, 你无耻, 你趁人之危。 男人的动作一顿, 他额角有汗珠, 居高临下盯着他的样子, 无比性感。 喝了我的酒, 躺在我的床上, 醉得不省人事, 我不能收取点报酬。 他唇半上挑着, 眼底都是嘲弄。 陆金川单手撑着身体的重量, 这个角度不用灯光, 他都能感觉到 女人眼底的抗拒和恐惧。 陆金川不由回想, 以往亲密的时候, 他也这么抗拒吗? 没有, 和桃子有关。 我不想, 他抗拒他, 我不想, 哪怕是醉着, 他也很清醒。 这是陆太太该履行的义务, 可是我不想做陆太太。 宋黎间叫出声, 他怕得眼底蒙了一层水汽, 都是你逼我的, 是你不肯离婚。 陆金川, 不要, 他伸出纤细的手臂, 紧紧地抱住眼前的男人, 不想让他再有任何动作。 不要, 他声音里都是巨异, 陆金川一把拽开宋黎, 眼底似乎装了寒川。 宋黎, 我不需要强迫任何人。 第145章, 别来无恙, 男人起身, 夜色里, 他换了衣服下楼。 五分钟后, 宋黎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 他从床上跳了下来, 撩开窗帘, 正好看见车子驶出大院。 宋黎没了睡意, 开了主卧室的灯, 返回床上的时候, 在床头柜上看见了一份文件。 是份合同, 美人攻略的签约合同。 宋黎心口顿了顿, 他翻了两下, 以方是他的名字, 角色也是鸾梦。 他试镜过了, 为什么这份合同是陆金川拿回来的? 他说的报酬, 有没有这一项? 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鸾梦这个角色戏份有一个多小时, 包括和男女主的对手戏片酬也高得离谱, 五百万。 他的咖位那么低, 给五百万。 宋黎下意识地给陆金川打电话, 碰见云梦, 那些一难平和委屈全部都爆发了出来, 控制不住, 他喝得就有点多。 拨打电话的手都是抖的, 打过去一遍, 男人没有接, 两遍, 男人还是没有接。 宋黎就把电话打给了仇深, 他接得很快, 太太, 他的声音轻松, 似乎被他的电话吵醒了。 宋黎问他, 仇深, 你帮我查一下阿川的位置。 太太, 我没有郭文路总行程的权利。 仇深拒绝得很委婉, 他眼珠转了转, 笑着说, 他和我闹了矛盾出去了。 奶奶让我把他找回来, 只是查一下, 我不说你不说, 没人知道。 太太稍等, 宋黎把陆金川开的车子发给了仇深。 别墅里灯火通明, 哪怕在二楼, 他也看得清楚陆金川开的还是他常用的车子, 那款低调奢华的兵力。 五分钟后, 仇深发来一个链接, 进去之后, 只看见一个小红点在地图上移动。 宋黎一开始没看明白, 直到看见地图上标记的位置是绿城乡卸网市区的那条路后, 他才恍然间明白。 宋黎找了一套套裙穿上, 踩着高跟鞋快速下楼。 陆老夫人没睡, 还在大客厅里看电视, 看见宋黎下楼有些意外。 李丫头, 你醒了? 宋黎抿了一下唇角, 奶奶, 您怎么还没有睡? 老了, 睡眠少, 你穿这么漂亮, 要出去。 宋黎点了点头, 陆金川出去时, 脸色有点难看, 不用陆金川说他都知道, 小两口又闹了矛盾。 喝了酒可不能开车, 要去哪里? 让司机送你。 宋黎点点头。 他换衣服的功夫, 从别墅里出来, 陆金川的车子已经飙到了市区。 司机开车比较稳, 进入市区之后, 陆金川的车子在夜色迷离的停车场停下。 太太, 去哪里? 夜色迷离。 宋黎难纳着开口。 车子在夜色迷离门口停下时, 宋黎隔着一众豪车, 看见了陆金川的车子。 宋黎手里有陆金川的白金卡, 他抱着合同往里面走, 服务员看见了白金卡, 立刻放了人。 走到吧台的位置, 他问服务员, 陆金川在哪个包厢? 酒吧灯光灰暗, 照不清楚女人的脸。 酒保就以为, 又是那个上赶着头怀送抱的人, 陆总身边有人了, 美女不如考虑考虑我。 冷不丁被调戏, 宋黎哽了一下, 没听到回复, 酒保抬头。 这些天, 宋黎没少上热搜, 酒保不至于不认识。 他瞳孔震了震, 吓得不轻, 麻溜地开口。 陆太太, 宋黎点点头, 陆总在B3, 需要我带路吗? 宋黎扫了他一眼, 摇头, 自己往B3的方向走。 夜色迷离的包厢一样, 宋黎的方向感不好, 找了好一会儿, 还是没能找到B3比10, 夜色迷离又进来一个人。 他被一群人拥促着, 到了吧台的位置, 不出眼底都是深沉的阴历。 男人吊锒铛的, 气质和酒吧格外相配。 他身后还有一个男人在说着话, 顾总, 前段时间凌晨出了一件事, 您肯定感兴趣。 林山的母亲把陆太太带回林宅, 打得内伤家庭力下降。 听说, 林夫人动手的时候, 陆先生在场。 陆金川并不在场, 但是陆金川把林山抱走的时候, 宋黎并没有那么严重。 他一走, 林夫人在动手, 就像是陆金川默认了林夫人的行为是对的。 即便是现在时, 以后也绝对不是。 顾初抿了一下唇角, 听到小弟说。 顾总, 陆总喜欢林小姐无庸置疑, 大半夜的还来了夜色迷离, 听说包厢里有林小姐。 顾初心里一直惦记着宋黎。 为了这个女人, 她没少挨打。 中二并叛逆的心思上来, 顾初就觉得打也挨了, 尝不到味道, 未免亏得有些大。 他抬了抬眼睛, 看向酒保。 陆金川和林山在一起。 酒保眸光闪了闪, 这些人都得罪得起宋黎。 可是他得罪不起, 他刚才口头调戏了宋黎, 谁知道他记仇不。 顾少, 陆总和林小姐在一起, 不假。 但是刚刚陆太太也来了这里, 在找陆先生。 顾初的眼睛, 蹭一下就亮了起来。 是吗? 酒保点点头, 肯定地说。 陆先生和林小姐, 是一前一后到的。 陆太太和林小姐一模一样。 但是穿着不一样, 我认识。 找到人了。 酒保看了一眼监控, 宋黎还在一层转悠。 他气质和林山截然相反, 林山经常混迹这种场合, 如果他是寻找, 估计一分钟就找到了。 可是宋黎来的次数, 一只手都查得出来, 没人带路, 完全找不到。 酒保把监控画面推到了顾初的面前。 顾初勾唇一笑,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顾初对着酒保勾了勾手指, 男人靠近, 他唇脚动了动, 酒保跟着笑了起来。 宋黎找了五六分钟, 硬是没找到碧层在哪。 往上是二楼, 往下是负一。 宋黎便寻无果的时候, 拐角处站着一个服务员, 他穿着制服, 腰间别着对讲机。 宋黎走过去, 问了一句碧层在哪里, 服务员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笑着说, 碧比较绕, 我带路吧。 宋黎松了一口气, 服务员走得不快, 宋黎踩着高跟鞋, 完全跟得上, 很快到另外一层, 宋黎看见了闭字, 灯光原因, 他没看见后半部分, 也没放在心上。 进入包厢的时候, 里面没什么人, 刚要去问服务员, 在包厢门口, 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陆太太, 别来无恙啊。 第146章, 看你面子, 他的声音里, 又讽刺又嘲弄, 只是眉间的张扬和跋扈, 是半分没减少。 显然国外的生活, 没对他造成半点影响。 楚月, 宋黎纯扮张合, 低声问, 你怎么在这里? 他肆意一笑, 当然是我哥舍不得我在国外被欺负, 所以派人接我回来了。 宋黎, 当初在陆氏周年庆典上, 你抽我的那一巴掌, 我早就说过, 我会还回来, 现在我回来, 你给我等着。 宋黎抬了抬头, 看见了包厢的名字, B13。 服务员受楚月指使, 把他带到这里, 一开始并没有要带他去B3的意思。 楚月回来, 陆金川又来了夜色迷离, 该不会, 是来见楚月的吧。 宋黎瞬间没了, 去找陆金川的欲望, 问不问有什么意思呢? 楚月走后, 宋黎七绕八绕绕到了夜色迷离门口, 他整个人都梦了, 找了半天找不到的B层, 乱七八糟的胡走, 走了出来, 反而是九宝看见他, 整个人带住, 陆太太, 您怎么在这里? 用你管,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宋黎总觉得九宝的目光, 看得他浑身难受。 他大步往外走, 九宝把人拦下来, 陆太太, 我带您去找陆先生。 不用了, 我又不想见他了, 九宝还想说什么, 宋黎打了个电话, 司机就在门口, 甚至已经看见了宋黎, 发现有人纠缠宋黎大步走了过来, 九宝没办法, 只能放宋黎离开, 顾初追出来的时候, 脸上的戾气更重, 他拽着一个服务员, 就是一脚, 我让你把人带过去, 人现在走了, 你说怎么办? 顾少, 楚小姐回来了, 我去的时候, 宋黎已经被楚小姐的人带走了, 我, 废物, 顾初骂了一句, 伸出手朝后面勾了勾, 给我追, 宋黎打算回绿城香榭, 上了高架桥之后, 司机的车速越来越快, 车子上的人工智能在提醒他, 宁已超速, 宋黎抬头, 看见了后视镜, 车子后面跟了几辆车, 如果不是司机的车机高超, 后面那辆车子, 已经就要超过他了, 太太, 我现在联系先生, 宋黎看了一眼车子, 宝蓝色的布加迪, 宋黎见顾怀胜开口, 顾怀胜不是没有分寸的人, 车子里的人是谁, 显而易见, 顾初, 不用联系陆金川, 我会解决, 宋黎说完, 没看司机的脸色, 从包包的隔层里, 找到了那张名片, 他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对司机说, 往偏僻的地方递走, 我记得西郊有个工厂, 太太, 司机整个人都震惊了, 绿城香榭里有传闻说, 宋黎早就想离婚, 但是因为先生不同意, 所以这个计划暂时搁置, 他已经理解错了, 现在他怀疑, 为了离婚, 宋黎打算把自己献给顾初, 太太, 顾初对您怀恨在心, 如果现在过去, 你要面对的, 可不止是顾初, 顾家出了一个人渣, 无所不用其极, 得不到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得到, 我让你往西郊走, 要么去, 要么我跳车, 你选一个, 司机透过后视镜看宋黎, 他眉间都是冷意, 没有半点玩笑成分, 司机咬了咬牙, 开着车一路往西郊挤驰, 跳下来人飞快地往里面跑, 人很快消失在入口处, 顾初的人追到工厂门口, 顾二拽住他, 顾少, 宋黎如果正常, 肯定是往人多的地方跑, 来这里干什么? 小心有诈, 顾初人已经被欲望支配, 一把甩开顾二, 能有什么诈, 宋黎肯定是自己识相, 看本少人英俊, 主动现身, 我知道你小子挑剔, 待会我爽完, 就把宋黎赏给你, 这女人这么漂亮, 你不亏吧? 走到了这里, 在顾初的眼里, 已经宋黎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了, 她带了三四个人进去, 门口两个人守着大门, 进去不多久, 外面又停了一辆车, 顾初的人一开始没发现, 来人声音很小, 等他们反应过来, 手机已经被收了起来, 人也被绑了, 宋黎嗓子火辣辣的, 她跑得太快了, 肺部俨然承受不住这种运动量, 嗓子留下的后遗症并发, 她不断咳嗽, 边咳边跑, 随时都要吐血一样, 手机很胶着, 她跑到了天台用钢板置起来的架子上, 多年失修, 走过去就呲呲呀呀作响, 顾初的人追到这里停了下来, 前面没路了, 宋黎停下回头, 顾初的眼底心红, 她在眼前这个娘们身上吃了太大的亏, 不得到他人, 她都觉得自己非常得亏, 宋黎, 你自己过来, 我待会还能温柔一点, 宋黎的视线在顾初身后停住, 若有所感, 顾初跟着回头, 刚一回头, 还没看清来人, 对方一拳打了过来, 她力道极大, 惯性使然, 顾初整个人栽倒在钢板上, 钢板破了一个洞, 她整个人挂在上面, 摇摇欲坠, 吉夜行毫无畏惧, 一步一步走到宋黎面前, 我来了, 说着, 朝宋黎伸出手, 夜色迷离昏暗, 可是吉夜行的脸似乎发着光, 肩膀宽阔, 似乎能撑起全部的风雨, 宋黎心里一动, 顾初已经醒了, 妈的, 吉夜行, 你管什么闲事, 你敢耽误老子好事, 你真当凌晨, 没有能奈何你, 吉夜行牵着宋黎往回走, 赠亮的皮鞋踩在顾初的指头上, 地上的男人发出一声惨叫, 分外恐惧, 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你, 一定奈何不了我, 顾初身体哆嗦, 她身下烂了一个洞, 整个人完全不敢动, 生怕一个动作就会跌下去, 偏偏她的人全都被吉夜行制着, 每一个人来扶她, 你想怎么处理她, 吉夜行的口吻风轻云淡, 宋黎的声音很淡, 这句话吓坏了顾初, 她声线被风吹得颤抖, 吉夜行, 不, 吉先生, 你可要想好了, 宋黎不过是一个被人玩剩下的破鞋, 为了他得罪我爷爷, 我大哥不划算, 大不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以后不碰这婊子就行了, 第147章, 说得彻底, 吉夜行眸光深邃, 顾初嘴里虽然说着要不会再碰宋黎, 可是也骂着她是婊子, 不用她开口, 宋黎也知道, 如果不处理掉顾初, 她绝对不会放过宋黎, 宋黎站在吉夜行身边, 她眼睛很亮, 像天上的星星, 纯彻干净, 除了画画之外, 她是她见过的眼神最干净的女孩子, 可是她嘴里说着最无情的威胁的话, 吉先生, 我厌恶她, 不想再被她惦记, 你身边有几太太, 应该知道女人厌恶一种人, 一种事情久了, 会产生厌世情绪的吧, 吉夜行蛇身踢了顾初一脚, 如果不是顾初躲得快, 这一脚会让她从架子上摔下去, 你要杀我呀, 杀人是犯法的, 顾初真的怕了, 这种地方, 宋黎故意把她引过来, 就算是顾怀生真的找到了人, 恐怕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做的, 就算是知道有什么用, 她会死的, 宋黎, 陆太太, 顾初口吻都是恐惧, 我错了我错了, 我再也不招惹你了, 放过我一次, 宋黎一开始真的没想过要顾初死, 可是她六神无主, 她不想再见到顾初, 谁知道吉夜行是这样理解的, 可是顾初祈求她的时候, 那些委屈从胸腔伸出冒了出来, 宋黎不想听任何人的对不起, 任何人的认错, 因为受了委屈的人, 不该被轻飘飘的三个字一笔带过, 第一次你惦记我的时候, 在我的酒杯里下了药, 如果不是陆金川道的吉时, 我的所有会被你毁于一旦, 第二次在酒店, 你拿江峰威胁我, 为了甩开你, 我到现在肺部都有后遗症, 第三次, 如果季先生没来, 我跪在这里祈求你, 我想问问你, 你会放过我吗? 宋黎看着顾初笑, 你们谁放过我啊? 就因为我是乡下来的, 就因为陆金川不会维护我, 就因为我懦弱胆小, 你们可以肆意遭见我, 就因为你知道我可能会心软, 你祈求我, 如果换一下角色, 我求谁? 谁会帮我? 因为他没有背景, 本来关系还算不错的许悠悠, 转身把他送到了顾初的手里, 就因为他不肯原谅云战, 云梦毫不犹豫转身, 走到他的对立面, 亲自带和他有过节的无奇宋黎, 总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一条路那么黑, 他走得又累又慌, 沿途没有一个人, 只有妖魔鬼怪, 是他错了吗? 宋黎步步后退, 不论顾初怎么祈求, 他头也不回, 他的善良是被他们扼杀的, 他的柔弱是被他们泯灭的, 宋黎别过头, 看向几页行, 季先生, 我只是想让顾初以后不再骚扰我, 我明白, 几页行给了他短短三个字, 从楼梯上下来, 足足五分钟之久, 架子上雇出的惨叫声滑破云霄, 宋黎心脏颤抖,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等了没几分钟, 几页行下了楼, 他手里拿着一块手帕, 慢条思理地边下楼边擦手心的血迹, 宋黎胸腔里都是阴影, 眼圈忽然一热, 这块血迹似乎抹在了他的灵魂上, 他心脏哽咽, 可也知道自己没有哭的资格, 陆太太, 去画园吗? 宋黎点点头, 两个人并肩往外走, 风吹过来, 大得让人窒息, 宋黎情不自禁打了个哆嗦, 肩膀一沉, 极叶形将外套披在了他的身上, 他眼窝那么深, 不要感冒, 耽误捐赠了骨髓, 宋黎点点头, 两个人再也没有了话语, 走到大门口, 忽然一阵美光灯响了起来, 几个记者一窝蜂涌了上来, 陆太太, 季先生, 方不方便回答一下, 你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陆太太, 方不方便告诉我们一下, 你为什么穿着季先生的外套? 陆太太传闻你和陆总婚姻破裂, 请问季先生是你的发展对象吗? 人太多了, 这种荒郊野岭怎么会有记者? 不论怎么看, 都像是有人故意为之, 记者很快被几页型的人隔开, 哪怕是他们要封口也已经来不及了, 有的记者是现场直播, 宋黎左右看了一眼, 隔着茫茫人海, 看见了不远处的地方, 一辆车子停着, 后车窗放下一半, 楚岳的侧脸在迷离的夜色里, 染满了邪恶, 看到他看过来, 楚岳举了一下手心的红酒杯, 宋黎心脏一疼, 楚岳回国送她的礼物, 真的是让人心惊, 几页型和送离上了车, 这里怎么会有记者? 男人的表情不太好看, 陆太太, 你是不相信我, 所以提前叫了记者打算抓点我的把柄吗? 宋黎浑浑噩噩, 看上去是, 还是他的司机小心翼翼地向后排举手, 太太, 我给先生打了电话, 他说会派人支援的, 宋黎忽然笑了, 那么轻柔, 轻柔的眼睛红了起来, 这算什么? 表妹回国, 送给他一个报复他的机会吗? 几页型也回味过来, 他意味深长, 看了他一眼, 宋黎, 你知不知道, 敲不开的门一直敲是不礼貌的, 全世界的人都以为是他死缠烂打, 他卑贱如烂泥, 我的私事, 不用和纪先生戏说吧, 他扯了扯唇半, 没再开口, 花园很快就到了, 宋黎走了一半, 被花园的管家拦了下来, 陆太太, 我们要先去做一次配型, 而且, 先生和太太有些私密话要说, 您不方便听, 宋黎点点头, 抽骨髓的时候, 他讹脚出了一层冷汗, 抽了一点点, 宋黎觉得那么疼, 什么叫痛入骨髓, 宋黎总算明白了, 他在后花园里坐着, 宋黎疼得浑身冒了冷汗, 大概是要收取利息, 几页型并未让人给他准备麻药, 宋黎觉得自己快要疼死的时候, 孩子一脸担忧地看着他, 阿姨, 你怎么了? 他长得和结形如出一辙, 乌黑的头发和眼珠, 眼底有轻微紧张, 腮边有婴儿肥, 宋黎吃了那么多苦, 都没有掉眼泪, 可是看见小男孩, 眼泪不听使唤一样地往外掉, 阿姨, 眼泪宛如破了闸的洪水, 今年吓坏了, 从口袋里摸出来一颗糖, 拨开糖衣, 塞到了宋黎的嘴里, 阿姨, 给你吃糖, 你不要哭好不好? 宋黎连连啜泣, 疯狂点头, 眼前的孩子那么模糊, 对不起, 阿姨吓到你了, 她只是难过, 如果她的孩子还在, 说不定未来, 也有这么一个小天使, 是一心一意地心疼她的, 这种难过, 让宋黎伤筋动骨地疼, 这一场战役, 她一开始就输得彻底, 第148章, 你回来吧, 糖筷的味道在口腔里化开, 很甜, 孩子的身体柔软, 很大程度缓解了宋黎身上的痛意, 阿姨, 你都是个大人了, 怎么还不如我, 现在还哭鼻子, 宋黎松开她, 她眼睛宛如一半桃花, 漂亮的惊人, 你叫什么名字? 纪念, 这个名字和几叶行应该是有关系的, 几乎是心念一动, 已经有庸人追了过来, 她有些焦灼, 小少爷, 马上就要用早餐了,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纪念脸上的笑容浅了不少, 但是宋黎已经猜出来, 纪念就是几叶行的儿子, 我看到爸爸去了主卧室, 肯定是又要跟妈妈吵架, 我的房间在妈妈的隔壁, 爸爸总是欺负妈妈, 我还小, 要长大了才能打得过她, 宋黎又是一阵弯心, 孩子大概是人间的天使, 能治愈太多的悲哀, 纪念看着宋黎, 低声说, 阿姨, 我刚才听到了两句, 我妈妈说, 爸爸在外面找了个坏女人, 还闹得人尽皆知, 坏女人? 对, 纪念义愤填膺, 如果阿姨要找老公, 一定要擦亮眼睛, 千万不要找后爸爸一样的男人, 坏女人宋黎犹豫着点了点头, 和纪念短暂的交流结束之后, 宋黎让花园里的佣人帮她递了一个话, 五分钟后, 宋黎到了主卧室门口苏华看见宋黎的时候, 眼睫缩了缩, 她太没有安全感了, 尤其是看见宋黎貌美如花之后, 眼泪猛地砸了下来, 阿姓, 吉野行伸手攥住了苏华的手, 女孩手心已经没什么肉了, 病魔将她折磨得没了人形, 等我死了, 再带别的女人进来好不好, 吉野行不善言辞, 或者说, 她只会处理那些让心有不悦的人, 面对爱人, 所有的解释都很苍凉, 尤其是苏华一是半模糊, 要解释很多遍, 她可能还会不记得, 吉野行见不得她哭, 一遍一遍不厌其烦, 看见宋黎, 她生理上厌恶, 明明怪不到宋黎, 可是惹到苏华伤心, 就是她的原罪, 她知道自己不该迁怒, 可是爱就是如此, 心全都骗到了眼前的女孩身上, 所以把所有的过错, 归结在宋黎一个人身上, 别说傻话, 吉野行俯身, 在苏华的唇瓣上, 落了一下蜻蜓点水般的吻, 画画不会死的, 你要答应过我, 会永远陪着我, 吉先生, 我可以和季太太聊一下吗, 宋黎适时插嘴, 苏华的求生意志, 因为这件事情, 闹得几乎没有了多少, 她正是焦头烂额, 怎么会允许宋插嘴, 滚出去, 吉野行对着她, 没有对苏华的半点温柔, 字里行间都是冷酷, 宋黎受够了人的白眼, 并未放在心上, 骨头还疼着, 宋黎知道, 吉野行不会拿她怎么办, 抬高声音, 低声说, 季太太, 季先生保护我是希望我能给你捐赠骨髓, 苏华似乎没有听进去, 换句话说, 她能听进去的话不多, 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嘴巴里都是呢喃, 阿行, 你要照顾好念念, 我的念念, 念念, 宋黎灵光一闪, 刺激人的话脱口出, 纪念是吧, 我刚才看见了, 好可爱的孩子, 季太太, 如果你真的死了, 而我又当上了新的纪太太, 我就不给纪念饭吃, 还一天打两顿, 主卧里, 气温降到了零点, 几夜行眼底的杀意如有实质, 放在床头的仪器低了两声, 她盛怒之下, 听到医生的声音, 有效果, 陆太太, 您再说两句, 再说, 宋黎舔了一下唇脚, 绞尽脑汁说, 到时候纪念就要喊我妈妈, 你做梦, 苏华间叫出声, 她用了好大的力气, 眼泪都从眼眶里渗了出来, 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念念, 纪夜行, 那是我的孩子, 我才是念念的妈妈, 苏华眼泪哒哒下坠,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但是纪夜行魔光猛的一亮, 画画, 你是念念的妈妈, 你好好活着, 亲自照顾, 不要给别人机会好不好, 苏华连连点头, 纪夜行, 别去爱别人, 宋礼脊背上出了一层冷汗, 两个人在温存, 再看下去似乎没什么意思, 宋礼一开始是想要跟苏华解释清楚的, 万万没想到, 竟然变成刺激她, 她刚迈开步子, 就看见了隔壁房间的门开着, 小团子纪念站在门口, 看着她的眼神很凶, 你是来破坏爸爸妈妈感情的, 纪念眼底包着泪, 宋礼下意识地要解释, 我不, 碰, 她手里抱着儿童水杯, 猛地朝宋礼砸了过来, 砸到了宋礼的头, 她眼前一阵头云眼花, 热水洒了她一身, 杯子砸在地上, 碎片七零八落, 一如宋礼的心脏, 你滚, 宋礼咬住唇角, 眼底的光几乎一瞬间击灭了下去, 她走到楼梯口, 身后都是有人议论的声音, 就是她吧, 仗着自己的骨髓, 能和太太配型成功, 想要上位, 你不记得吗, 先生说过, 什么都答应她, 我要是她肯定也是要孩子, 分到先生百分之一的股份, 也能逍遥快活一辈子了, 宋礼下了楼, 在客厅碰见了那个抽骨髓的护士, 这里医疗设备都是醉得先进的, 大概要四个多小时, 不过太太今天状态不怎么样, 应该不用抽取骨髓, 怎么了, 大概是职业原因, 护士的表情并没有任何看不起, 但是都是弹幕, 我想离开, 护士沉默了片刻, 可以走, 需要派车送你吗, 宋礼摇头, 从客厅出来, 要走很长一段泳道, 陆金川的司机不知道去了哪里, 宋礼一个人下山, 天已经亮透了, 宋礼一个脚步深, 一个脚步浅地往外走, 花园在半山腰, 宋礼走了好久, 连别墅都没完全出来, 真正走到山路上的时候, 宋礼很麻木, 他慢吞吞地走着, 半途接到了球铅的电话, 他喘息着, 声音也断断续续的, 似乎在承受极大的痛苦, 太太, 对不起, 我又把云战根丢了, 西方太阳高高升起, 橘色的朝霞铺满了大地, 宋礼的声音里都是疲惫, 球铅, 别追了, 你回来吧, 第149章, 烧香拜佛, 宋礼挂断电话, 一辆兰博金尼从他身边飞驰而过, 两秒之后, 尖锐的刹车声滑破云霄, 没几分钟, 车子调转车头来在宋礼身边停下, 沈青子的脸明灭不定, 小嫂子, 他下了车, 一眼看见了宋礼头上的包, 这么了这是, 几页行那个狗东西和你动手了, 宋礼摇摇头, 低声说, 我自己不小心, 你怎么来了, 看见新闻, 过来跟几页行要人, 宋礼眨了眨眼睫, 沈青子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上车吧, 他没有矫情, 从这里走到市区, 他大概是会累死的, 宋礼基本上算是一夜没睡, 靠在车子上昏昏欲睡的时候, 沈青子忽然开口说话, 小嫂子, 我们去喝油茶怎么样, 他瞳孔发散, 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碰触到纪念砸出来的包一阵生疼, 顿了顿, 宋礼说我头上有伤, 如果被记者看到了, 肯定要栽赃在你头上, 多影响你的名声, 我又不在乎, 反正记者不敢乱说的, 我那么有钱, 谁乱写我的新闻我就说过那家公司, 让写我丑闻的记者, 一天出十个八个夸我的通稿, 累死他, 沈青子脸上没多少玩笑成分, 宋礼成功被逗笑, 这样就不怕记者出个你压榨他的通稿吗? 沈青子一笑, 他不是喜欢乱写, 我给他找事情做, 还有错了, 再说, 我赚那么多钱,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快活一点, 做什么都畏首畏尾的, 不是我的风格, 沈青子一脚油门踩到底, 车子在山路上飞驰而下, 他似乎总能找到奇奇怪怪的店铺, 油茶的味道很不错, 在临城市区的嘎啦角里, 平时路过根本不会注意, 分分钟收入过意的男人, 把西装扔在车子里, 跟卖油茶的阿姨讨价还价, 要送我一根油条才行, 你开兰博基尼还好意思跟我讲价, 你一个臭小子, 沈青子厚颜无耻地说, 我兰博基尼就是这样, 讲价省出来的, 阿姨气得差点晕厥, 加了一根油条扔到盘子里, 恐吓沈青子, 我这油条都是地沟油炸的, 你小心吃多了的绝症, 我就喜欢吃地沟油, 沈青子对着阿姨扒了一下眼睛, 幼稚地做了个鬼脸, 把盘子放在了宋黎面前, 趁热吃啊, 宋黎喝了一口, 他其实吃不习惯这个, 但是他的胃早在两个小时前, 就在唱空成绩, 有胜过无, 口感还是可以的, 沈先生真是颠覆了我对霸道总裁的认知, 沈青子一笑, 我算什么霸道总裁, 差得远呢,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知不知道小丫头, 宋黎点点头, 闽唇一笑, 两个人吃了早点, 沈青子已经付过钱了, 他自觉地把人送到了医院楼下, 宋黎去拍了片, 之前脑震荡过, 好在没什么事情, 医生让他在门口买一瓶红花油, 自己涂抹一下, 宋黎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沈青子还在, 他有些意外, 送你回绿城乡县, 宋黎不想回去, 但是似乎也想不到什么不回去的理由, 宋黎点点头, 宋黎点点速度很快, 他和陆老夫人熟识, 到地方就在沙发上一歪, 陆奶奶, 好久不见了, 陆老夫人可不想看见他, 尤其是不想看见他和宋黎在一起, 黎丫头, 你不是追着阿川出去了吗, 怎么和这臭小子一起回来了, 哎呦, 外婆你还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 我嫂子先去了一趟夜色迷离, 把顾家那个小安裤勾引得五迷三道的, 然后就你追我逃, 去了西郊工厂, 季夜行知道吧, 就山姐姐的小舅舅, 带着人在那等着, 不知道在工厂里做了什么, 我嫂子穿着季夜行的衣服出来的, 都上报纸头条了, 楚月趴在楼梯扶手的位置, 笑眯眯地看着陆老夫人说着一些石破天惊的话, 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楚月还没说完, 晚上鬼混完, 又和青瓷哥哥一起回来的, 还是我嫂子厉害, 这凌晨的男人, 他勾勾手指就都败倒在他石榴裙下了, 宋黎心脏缩了缩, 离丫头, 月月说的是真的, 陆老夫人问了一句, 她目光如炬, 浑身上下沉淀着不怒自威的气势, 奶奶, 你这么问是相信了月月的话, 在她问之前, 宋黎真的要以为老人家对她无微不至的疼爱是真的, 她亲自处理过顾初, 跟顾老爷子通过电话, 竟然还觉得她先勾引了顾初, 又去勾引几夜行, 你可以解释, 宋黎摇头, 我解释了, 你会信吗, 她浅浅一笑, 孩子没了, 和月月有没有关系, 我自己会去调查, 但是最初的事情不用我说吧, 至于几夜行, 我们是被记者拍到了, 但是季先生找我是想让我给几太太捐赠骨髓, 陆老夫人, 我上次去过一次技家, 她答应我帮我处理任何事情, 昨天晚上算是她的报酬之一, 宋黎波澜不惊, 还有其他问题吗, 陆老夫人难得沉默, 沈青慈扎舌, 陆奶奶, 这跟谁偷情脑袋上都偷不出来一个包, 这么大一个, 您老眼昏花了看不清楚, 楚小姐是怎么回事, 年纪轻轻, 人就瞎了吗, 沈青慈口吻里都是讽刺, 那个, 小嫂子是我奶奶的救命恩人, 我早上看见绯闻去画园接小嫂子, 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我想追求小嫂子, 但是她不答应, 你们是特别不待见小嫂子, 你这混小子, 你胡说什么, 陆老夫人有些生气, 我只是问问, 要是你不待见小嫂子, 就多帮帮我呗, 我喜欢小嫂子, 我奶奶也喜欢, 沈青慈一脸认真的往陆老夫人身边凑了凑, 小嫂子还是我奶奶的救命恩人, 您是不知道啊, 我奶奶天天烧相拜佛, 等着小嫂子和阿川离婚, 好让我这个混小子, 有个追求小嫂子的机会, 陆金川进来的时候, 就听到了这句, 眸光瞬间沉了下去, 沈青慈, 我看你是快嫌出病了, 怎么, 沈青慈嘲讽一笑, 宝贝你们不稀罕, 还不允许被人稀罕, 第150章, 顾家私事, 两个人交谈之间, 陆金川已经走到沙发边, 他距离他很近, 扑面而来的酒气, 送离下意识的拧眉楚月回来, 即便陆金川高兴, 也不用喝这么多酒吧, 他垂眸在他身侧坐下, 他面前放了一杯水, 是他回来不久, 管家给他和沈青慈一人一杯, 陆金川刚坐下, 就将他面前的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 送离不自觉地坐直身体, 他眼底毫无波澜, 就在他们以为他会说什么的时候, 管家过来, 低声说, 先生, 老夫人, 门卫来了电话, 说, 顾老爷子到访了, 管家? 先生, 顾老爷子带了人, 门卫那边顶不住压力, 他的意思是要带走太太, 话刚落英, 人就进了别墅, 诚如管家所言, 门卫确实顶不住压力, 顾老爷子带了保镖, 各个体型健硕, 进了别墅, 各自找位置站定, 看似漫不经心, 但是楼梯口, 别墅门口, 包括厨房门口, 就占了人, 训练有素, 来者不善, 陆金川气笑了, 为首的男人大步走了进来, 他和陆老爷子是战友, 功成名就之后, 各有涉猎, 顾老爷子在军中养出的专制决断烈性根, 让他厌恶别人的忤逆, 陆老夫人一样, 上位者多多少少都接受不了别人的威胁, 他脸色难看, 目光冷沉, 老郭, 你带这么多人来绿城香蟹, 是想吓唬你那个晚辈, 顾老爷子一笑, 口吻没有一点尊敬和笑意, 老嫂子也在, 别紧张, 我来这里, 只是想了解一个问题, 但是这件事情涉及顾家的私事, 希望金川的媳妇跟我走一趟, 脊椎处升起一抹寒意, 顾初出了事情, 顾家开始发难, 大抵是得罪不起几页刑, 所以他所有的怒火都直指宋离, 陆老夫人气坏了, 他扶着心口, 半上没能说出来话, 陆金川不悦, 他起身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男人高大的躯体将他遮得严严实实地, 缓解了宋离不少恐惧感, 陆金川阴色迷迷, 顾爷爷的意思, 要从绿城香蟹扣走我太太, 说扣子未免难听了点, 你媳妇和阿初, 怀生都熟识, 我是请他去顾家做客, 顾老爷子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这么多人, 根本不是请人做客的态度, 陆金川又不是傻子, 如果真的让他把人带走, 宋离能不能完好无损地回来, 还要另说, 我不同意, 陆老夫人开口, 他面色冷沉, 有我在,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敢动我的孙媳妇, 真让顾老爷子带走宋离, 只怕明天, 陆家就会沦为整个凌晨的笑柄, 顾老爷子也没打算讲道理, 他指尖挑了挑, 身后两个保镖已经上前, 两个人下盘很稳, 每走一步都像是丈量过, 显然不是当过兵, 就是经受过特殊训练, 宋离已经从沙发上起身, 往后退了一步, 陆金川脱了外套, 他里面穿了一件白色衬衣, 动作间, 男人进食的腰身线条勾勒了出来, 说不出的性感, 宋离捧住他的衣服, 还没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他推到了里面的沙发上, 坐着他镜子拦在了两个保镖面前, 顾老爷子看见陆金川的样子, 一颗心都在滴血, 他的孙子躺在床上不省人事, 全是被陆金川的女人折腾的, 不论用什么方式, 都要把陆太太给我带回去, 顾老爷子的声音冷利, 几乎他这个指令刚下达, 保镖就动了手, 陆老夫人吓坏了, 陆金川被两个保镖缠着打, 他很厉害, 可是顾老爷子带来的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又有太多顾忌, 两个人牵制住陆金川, 下一秒就有人要对宋黎动手, 顾老爷子带的人太多了, 手臂刚被扣住, 陆金川已经脱身, 一脚将碰到宋黎的男人踹那么远, 惯性使然, 宋黎被拽得往前栽了过去, 审清此眼疾手快, 接住他的身体, 别打了, 很多漂亮的瓷器都被打破, 宋黎只觉得自己心在低血, 陆金川脸上挂了彩, 绿城香蟹的保镖也到了, 两相对持, 陆金川和顾老爷子到底不是平辈, 即便人数上被压制, 他依旧弱势, 顾老爷子动了真格, 他愤怒地开口, 今天就算是带回去一个尸体, 也要带走陆太太, 陆金川抿了一下唇脚, 伸手把宋黎拽到了怀里, 有我在, 谁都不能碰他, 求生赶了过来, 陆金川眸光沉了下去, 不管用什么办法, 宋顾老先生离开, 楚越却觉得, 为了宋黎和顾家闹得太僵硬不好, 哥, 顾爷爷只是想让嫂子去做个课, 你怎么这么小气, 不如你问问嫂子的意见, 问让到底愿不愿意去, 昨天晚上, 两个人还在西郊的废弃工厂里叙旧呢, 说不定嫂子愿意去顾家呢, 当陆太太也有自己的发言权啊, 顾老爷子也看向宋黎, 陆金川并未妥协, 他站在宋黎身侧, 女人抬头就能看见他的侧脸, 线条冷硬, 五官精致, 挡在他身前, 万分迷人, 是吗? 陆金川浅笑, 态度似乎有所松动, 楚越连连点头, 对啊, 做客能有效地缓解我们之间的关系啊, 这是好事, 既然是好事, 那你替你嫂子去吧, 楚越愣住, 陆金川的眸光阴沉, 里面没有任何的疼爱, 满是憎恶, 你嫂子胆子小, 不喜欢和陌生人有过多的交往, 你觉得是好事, 就跟你的顾爷爷去, 怎么样跃跃? 我, 这是他做的事情, 凭什么让我去背锅? 楚越很委屈, 万一我去了回买怎么办? 我刚回国, 外婆你看到我哥, 果然有了媳妇, 心里就什么都没有了, 则, 沈青瓷插嘴, 你有够双标的啊, 月月, 明知道不是好事, 还让阿里跟他走, 你怕回不来, 就不能设身处地地, 为阿里想一想。 陆金川冷冷地腻了楚越野, 女人近身, 不再自讨苦吃陆金川淡淡一笑, 我倒是想看看, 顾老先生有多大的本事, 能在我的地盘上, 带走我的女人, 第151章, 不是赎罪, 气氛一触即发, 陆金川没再加入战局, 陆老夫人被绿城香蟹地保护着, 他始终站在他身边, 勾着他的腰线, 以保护神的姿态守护着他, 宋黎心里一动, 这份感动维持了不到半分钟, 管家匆匆走到陆金川身侧, 先生, 昨天晚上, 太太把顾初引到了西郊废弃工厂, 我们的人拿到了确切的消息, 戒刑把人废了, 陆金川挑眉, 废了, 管家看了一眼宋黎, 这一眼里含着几分成见, 这还是第一次, 宋黎在管家眼里看见热切之外的情绪, 管家点了点头, 回答陆金川, 物理阉割, 截刑没有丝毫的手软, 陆金川表情震了一瞬, 随即低头看了一眼宋黎, 他垂着眼眸, 看不出来害怕与否, 陆金川淡淡地开口, 雇出三次觊于陆太太, 陆太太这么做, 也算是为民除害, 下巴被陆金川挑起来, 逆着光线, 他唇半烟红, 眉角轻了一块的位置, 看上去又性感又撩人, 这是做好事,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嗯, 宋黎眼圈热了热, 即便陆金川这样说, 宋黎也知道, 这次他的祸闯大了, 可能捅破了凌晨半边天, 他精神是紧张的, 走到这个地步, 他一点都不后悔, 一个女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 难道就该被人惦记, 好看是罪吗? 宋黎看着他, 对不起, 陆金川揉了揉宋黎的唇角, 结婚近两年, 他确实有这样的习惯, 每当他快要哭的时候, 陆金川就会揉他梨窝的位置, 可是递过离婚协议书之后, 他再也没有和他这么亲密过了, 尤其是昨天晚上一言不合, 他气愤离场, 宋黎没想到他还会哄他, 女孩子大多矫情, 有人哄难免委屈, 陆金川掷地有声, 有我在, 不用怕, 对质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 顾家的人带不走宋黎, 对顾老先生带来的人吓死手, 顾老爷子的脸色格外的难看, 没几分钟, 他开口, 阿川, 宋黎让我带走, 今天闹出来的不愉快, 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 他算是服乱了, 阿初的情况, 你应该知道了, 这是他向季先生提出来的要求,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但是我来得隐秘, 没几个人知道, 顾家和陆家联合封锁消息, 陆家不会丢人, 只要让阿初出了这口恶气, 陆家可以向顾家提任何条件, 这个条件听起来很让人动容, 就连陆老夫人的眼睛里都是易懂, 我能走到今天, 不是靠卖女人取得的成就, 只要顾老先生带人离开, 愿意稀释宁人, 同样的, 顾家可以向我提出任何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算作我给孤儿的补偿, 顾老先生满目应益, 也就是说, 没得商量, 陆金川点头, 好, 顾老先生气得很了, 他连连到了三声后, 随即, 保镖扣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看见临山那一刻, 宋黎心口冷了半截, 就连争执这么久, 一只波澜不惊的沈青瓷, 也猛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珊珊, 宋黎觉得自己疯了, 他微微抬头去看陆金川, 脸上的平静早已军裂, 他对临山的紧张溢于言表, 顾老先生从保镖手里, 接过一把瑞士军刀, 拖了翘, 刀尖抵在临山的脖梗上, 我说了, 我只要宋黎, 但是, 如果阿川你不愿意给我人, 那么只能委屈一下, 和宋黎相向的灵山冒充一下, 让我的阿处出气了, 灵山一张脸憋得胀红, 他咬着下唇, 一个阴结也没有发出来, 脸色有发紫的倾向, 他可能心脏病犯了, 楚越人吓坏了, 他猛地撞开陆金川, 衣领骤然被楚越拽住, 这是你造的念, 你凭什么让山姐姐替你赎罪, 如果没有你就好了, 山姐姐根本就不会得心脏病, 宋黎, 要死该是你死, 你去承担你的罪念, 众黎相向了两下, 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陆金川, 他不自觉地往他的方向迈了一步, 手也伸出一半, 他想救他的, 宋黎整个人都开始发抖, 不过是自以为是, 异想天开罢了, 如果没有灵山, 他可能是他的选项, 宋黎低下头, 往顾老先生的方向走了两步, 在他面前站定, 手臂已经被人扣住, 他们没有半点怜香吸誉, 宋黎觉得, 胳膊似乎被人拧下来了, 我人到了, 可以放开灵小姐了吗? 宋黎呼吸似乎被人捏住了, 顾老爷子一个手势, 保镖把灵山推了出去, 陆金川接住他, 灵山喘不过气来, 他拍了拍灵山的脸, 纪月清风的脸上, 满是兵荒马乱, 珊珊, 要呢? 陆金川在他口袋里翻了好久, 找到素孝救星完的时候, 往灵山嘴里塞药丸的手, 都是抖的, 宋黎被这画面刺痛, 人被拽着往大门口走, 等等, 宋黎忽然开了口, 顾老爷子看向他, 怎么, 还想挣扎吗? 我只想说一句话, 顾老爷子音笑着点头, 宋黎蛇身, 陆金川抬眸看过去, 宋黎的视线没看向他, 他以为他会埋怨憎恨, 可是到这个时候, 他嘴角还挂着甜淡的笑容, 这一抹笑容遥远又陌生, 陆金川忽然心脏刺痛, 他看见他盯着楚月, 表情有一些小骄傲, 楚月, 你说错了, 我没有错, 即便是被迫被陆老先生带走, 也并不是去赎罪, 有罪的人是顾初, 啪, 宋黎说完这句话, 保镖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这一巴掌力道极大, 他嘴角破裂, 当场见了血, 陆金川猛地起身, 手腕被林山拽住, 阿川, 林山口中都是异语, 意识已经模糊, 音色都是巨异, 我害怕, 背车, 宋黎小姐去医院, 陆金川又看了一眼宋黎, 他被人强硬地拽着离开, 纤细的身影被身侧高大健瘦的男人衬托得行销鼓励, 陆金川心脏生疼, 这一刻他荒唐地想, 如果真的让顾老先生带走宋黎, 他可能会永远地失去, 第152章, 扔他下去, 顾老爷子身边的保镖亲自拽着宋黎, 把人塞到了最前面那款家常版林肯上, 几乎刚上去, 宋黎就被人抽了一耳光, 嘴角火辣辣的疼, 交织在一起, 只剩下了麻木, 顾老爷子坐在他对面, 目光阴沉, 看得出来他想要他的命, 宋黎早就听到林成的传闻, 说顾老爷子爱顾初如命, 所以才把他宠成一个顽固, 无法无天, 从未把律法放在眼里, 哪怕是顾初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顾老爷子不想着补偿, 却仍旧在为顾初收拾烂摊子, 顾初自食恶果, 顾老爷子才想起来, 他孙子年纪轻轻, 不该是这么个结局, 宋黎揉着脸, 眼底一片心红, 顾老爷子低声吩咐, 把兄弟们都叫过来, 我倒是要看看, 陆家少夫人这块硬骨头, 到底有多难看, 既然看不上阿初, 就让陆太太好好挑选一下, 省得让外人说, 我们顾家代科不周, 顾老爷子是打算把他丢给保镖, 彻底毁掉他, 宋黎脸上没有半点惊慌, 他咽了咽, 慢悠悠地盯着顾老爷子, 17年4月19日, 林大大四八班, 左乡, 顾老爷子的动作顿住, 顾初看上他, 本该早就销声匿迹的事情, 宋黎怎么会知道, 宋黎抚摸着唇角, 他低垂着眼瞼, 眼底满是波光, 再年轻个几十岁, 这样的姑娘, 他可能也会动动心, 何况阿初呢, 带刺的玫瑰固然好看, 但是到底扎嘴, 宋黎不知道顾老爷子在想什么, 默然地接着开口, 18年12月4日, 周云运, 世界广场十第38楼, 3812办公室, 不堪瘦如女人拉开窗户, 一跃而下, 这是顾初做过的惨烈收场的两件恶事, 17年顾老先生给了左乡父母300万, 18年顾老先生用500万买了周云云一条人命, 给的都是不连号的现金, 临城的人都说顾二先生风流, 但是如果我没记错, 风流不算是个贬义词吧, 指缝里的闻完核桃被顾老爷子捏得咯吱咯吱地响, 沉默半上, 他问宋黎, 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顾老先生不用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您只需要知道, 如果我不能安然无恙地离开顾家, 那么我一定让顾老先生的名声为我陪葬, 这些年对待这方面上面查得很严, 一旦有什么风声, 整个顾家可能都会被轻负, 他疼爱顾初是真的, 可是顾初已经没了什么希望, 顾老先生看向宋黎, 他小脸白嫩, 哪怕是两巴掌把人抽得脸颊浮肿, 仍旧能从秋水般的眼眸里窥见一两分的归色, 艳丽到动人心弦, 不怪阿初哲在宋黎这里, 这一刻哪怕是历尽千帆的顾老先生 也在掂量宋黎口中的分量, 人可以慢慢教训, 不急于一时, 顾老先生话锋一转,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但是能不能安然无恙, 要看陆太太的运气, 宋黎心脏猛地一跳, 但是他脸上根本不敢露出来多少异样, 因为恐惧会暴露他所有的底牌, 提速, 顾老爷子冷声开口, 车厢的门被拉开, 因为司机忽然提速, 湿冷地风惯了进来, 一瞬间似乎吞噬了他全部的呼吸, 宋黎听到顾老爷子的手机响了, 他没有接, 苍老的声音里满是凉薄, 把他扔下去, 宋黎血液逆流, 绿城香榭这边的路靠近山路, 保镖把他推出车门的时候, 他只看见了万丈悬崖, 心跳失去了速度, 不说悬崖, 即便是高速公路, 摔下去他也要死了, 顾老爷子的声音里满是阴历, 要是你能活下来, 我就不会再插手小辈之间的恩怨, 但是如果宋小姐命不好, 还要泄露出来不好的消息的话, 那你那位刚考上大学的妹妹, 替你承受你该承受的惩罚不为过吧, 几乎是顾老爷子说完, 宋黎就瞬间失去了重心, 人在地上滚了几圈, 腰腹上火辣辣一片, 脸是痛的, 胳膊是痛的, 浑身上下都是痛的, 身体往悬崖下面滚, 宋黎顾不上痛, 慌乱中拽住了路边的大树, 指甲外翻, 食指连心, 手臂被拽了一下, 嘎嘣一声, 是骨头脱臼的声音, 宋黎痛的意识全无, 下意识地松手, 手腕被一双大掌握住, 阿黎, 车上, 电话一直在响, 顾老爷子满目阴沉地接了起来, 是他带过来的保镖, 先生, 陆金川的人追了过来, 他抽出烟管, 放上烟草, 闻言瞇了瞇眼睛, 那个小兔崽子, 不是把他媳妇, 给我换了邻家那丫头吗? 怎么, 出而反而, 前面也有他的车, 话还没说完, 一声紧急刹车, 划破云霄, 顾老爷子不受控制的前倾, 山路上设置了路挡, 铁的, 格外的坚硬, 硬床只会车毁人亡, 五分钟, 求神拉开车门, 我们太太呢, 他抄了小路, 不然不可能拦下顾老爷子, 顾老爷子忽然笑了, 人我从车上扔下去了, 你们要找, 在我的车子里, 恐怕找不到, 仇神移至顾老爷子说, 怎么, 不信啊, 顾一, 带这位先生挨个去搜车, 但凡能藏人的地方, 都打开给人看清楚, 这态度姿势, 显然顾老爷子没有说假话, 求神眼皮猛的一跳, 手机是拨着电话的, 可是这一刻, 求神只能听到陆金川粗重的呼吸声, 先生, 找太太, 他的声音似乎被冰雪封成的冰块, 出气得干涩冰冷, 顾老爷子笑了, 刚才把人交给我的时候, 不是很干脆吗, 陆金川, 现在再来装申情, 是不是有些迟了, 我看他好像滚到山崖下面了, 即便他运气好没滚下去, 我的保镖, 开车可不长眼睛, 压死了也说不定, 陆金川只觉得血液逆流, 他站在原地, 整个人一动不动宛如一尊雕塑, 顾老爷子的声音满含讽刺, 送离嫁点你也够倒霉的, 虽然没能让阿叔出气, 至少老头子足够出气了, 他生不如死, 我就开心了, 第153章, 忍气吞声, 送离又做了梦, 梦到了桃子, 他不是乡下的孩子, 被家里人找到的时候, 一排排车子等着接他, 送离和他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 根本不舍得, 可是送离从小就自私, 他很不耻, 自己不想桃子离开, 不是因为不舍得, 小送离拽着桃子, 眼圈里都是眼泪, 桃子, 你不要走, 你走了, 下次我爸爸关我, 没人给我送馒头吃了, 桃子被人抱了起来, 塞到了车子上, 一个漂亮的女人, 抽出来一打钱给了江峰, 这是我们感谢费, 然后车子就走了, 送离在后面追, 死活追不上, 不宜小心摔倒在地上, 膝盖磕破了皮, 疼痛如同肤骨之躯, 送离痛得睁开了眼睛, 头顶都是白痴灯, 几乎灼伤他的眼睛, 送离微微动了一下, 彻骨的疼痛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感官, 他手臂疼得几乎不是自己的, 送离从床上爬起来, 伸手撩开衣服, 衬衫合着血粘在了身上, 他刚有动作, 就觉得血肉模糊, 痛彻心扉, 送离倒抽了一口冷气, 生理眼水冒了出来, 你干什么? 男人声音沉怒, 一把攥住了他的手, 送离很痛, 根本听不清楚他说了什么, 他仰着头去看拉住他的人, 他格外的俊美, 压青色的睫毛下面有一层细碎的暗影, 上面承载灯光, 下面万般深情, 送离看着陆金川的眼睛, 唇半张合, 声音破碎, 陆金川, 我好痛, 陆金川根本不敢碰他, 他腰腹上的擦伤最重, 就看见送离在自己撕衣服, 这个动作不亚于是在撕他的心脏, 如果他没有犹豫, 换另外一个办法, 送离何至于人不人鬼不鬼? 陆金川深吸一口气, 我让范总过来, 待会儿用温水沾一下, 这样撕会更痛的, 你不要冲动, 送离没有眼气吸鼓的样子, 仍旧有想拽衣服的趋势口中喃喃自语, 很痛啊, 一向波光玲玲的眼眸, 生动的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一刻只有一片死寂, 陆金川伸手想要抱住他, 他万分抗拒, 每一根汗毛都在抗拒, 别碰我, 他连连后退, 后腰碰到了床, 痛得他一声惨叫, 脸色煞白, 这是第一次, 陆金川为了送离, 觉得心都在滴血, 你去招惹顾初干什么? 送离, 你疯了, 你敢让几夜行对顾初下死守? 送离摇头, 他根本没这样想, 他只是不想让顾初再来骚扰他, 凌晨势力错综复杂, 他以为几夜行会麻烦一点, 利用人脉牵制顾怀生或者顾老爷子, 让顾初没空烦他, 可是几夜行理解错了意思, 送离不后悔, 这是顾初自食恶果, 他是受了苦, 可是很多女孩子可以不用再被这个人渣欺负了, 送离嘴硬, 声音颤抖着, 你懂什么? 就算是我死, 这次也算是死得其所, 陆金川被他气得鹅脚青筋乱跳, 那你跟我喊什么疼, 你活该, 送离眨了眨酸色的眼睛, 站在这个男人面前, 摇摇欲坠,陆金川扶住他, 整个身体唯独半张脸还算好的, 他脑袋抵住陆金川的胸口, 陆金川, 顾初毁了多少女孩子的医生你知道吗? 这些人里和我差不多都是普通的女孩子, 他们反抗不了的, 送离闭上眼睛, 他怕眼泪掉下来, 周云云的家人不肯要顾老爷子的钱, 非要上诉, 周家父亲被撞得血肉模糊, 顾家势力太大了, 我们这些普通人死一个两个太简单了, 到现在, 仍旧是周云云想不开自杀的, 我如果死了, 也是我不小心, 我甚至没有周云云左相的运气好, 我出药室, 没人会想到我, 吉夜行要他的骨髓, 陆金川要他的珊珊, 世界上只有他自己, 形影单只, 送离甚至有一种, 如果就那样死去就好了的想法, 陆金川心脏色缩, 他张了张嘴, 话没说出口, 范纵就从外面冲了进来, 太太, 您怎么下床了, 先生把人抱上去, 他的伤口必须要立刻处理, 感染了就不好了, 陆金川俯身, 也顾不上宋离会不会痛, 把人打横抱在大床上放下, 先生先出去, 陆金川往外走, 手心是湿润的, 宋离把衣服扯开一部分, 带出来的血让他的手掌烟红一片, 眼底布满了血丝, 他往外走了两步, 下意识回头, 宋离的头撇向他, 娇俏的小脸上挂了彩, 都是擦伤, 其实已经看不出来多惊艳了, 偏偏对上他的眸光, 宋离忽然笑了一下, 陆金川清楚地听到了, 胸腔里的波纹, 微微晃动, 房间门被合上, 长廊里那么多人, 陆老夫人手心里攥着佛珠, 嘴里念叨着作孽, 见他出来, 陆老夫人问, 他怎么样, 他能怎么样, 敢淹了雇出的人, 真的会怕死吗? 外婆, 现在我嫂子, 可是我们临城的英雄, 对吧, 哥, 陆金川五指握了握, 耳边似乎有风, 嗡嗡作响, 他视线锁住楚越, 谁让你把阿里推出去的, 不然让我珊姐姐受这个苦吗? 哥, 珊姐姐真经历这个, 我们直接给她收尸就好了, 这是宋黎做的窝囊事, 凭什么让珊姐姐去承担后果? 你做不出来选择, 我帮你, 宋黎算个什么东西, 她既然敢做, 就要勇于承担后果, 陆老夫人也不满, 这些年, 陆顾两家虽然称不上是热露, 但是到底不至于闹得那么难看, 阿川, 宋黎这件事情做得太大胆了, 顾初是老顾最疼爱的孙子, 她这是把陆家放在顾家的对立面上, 我在你小时候就跟你说过, 多一个朋友, 好过多一个敌人, 所以, 你是打算告诉我, 几十年安逸的生活, 磨平了你的锐气, 陆金川忽然开口, 你怕顾家, 你怎么这么说奶奶, 奶奶是为了你好, 陆老夫人你没到, 为我好, 就是让我看着别人这样, 践踏我明媚正娶回来的陆太太, 你依旧让我忍气吞声, 稀释宁人, 第154章, 就要这个, 陆老夫人觉得自己可真的太委屈了, 她考虑这些, 难道是为了她自己吗, 不惜事宁人, 你要干什么, 去顾家找一个公道, 陆老夫人觉得自己可笑, 你媳妇闯出来弥天大祸, 顾初一辈子都折在这里了, 你该想想, 怎么平息顾家的人怒火, 而不是揪着宋离这一点小伤不放, 陆金川, 你有没有大局意识, 弥天大祸, 陆金川咀嚼着这四个字, 上次是你说, 如果顾初再惦解阿里, 你不会放过他的, 这就是奶奶所谓的不会放过, 明明别墅里一是暖光, 可是这一刻, 陆金川从自己的亲人身上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 你什么意思啊, 陆老夫人声音沉了下去, 我现在说的话不管用了是吧, 你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了, 陆金川揉着鹅脚冷笑, 怪不得宋离被人追到西郊废弃工厂, 不肯求助我, 反而去求助鸡夜行, 奶奶, 我现在倒是想问问, 如果顾初真的得了手, 昨天晚上是阿里受了委屈, 你是不是也打算就这么算了, 啪, 狠狠地抽在了陆金川的脸上, 混账东西, 楼上, 范宗让带来的女医生给她的伤上了药, 给她换了衣服, 腰腹伤得最重, 范宗让她把上衣撩起来看一下, 确定没事的时候, 范宗带着医疗箱打算离开时, 被宋离拽住了衣角, 太太, 宋离伸出手, 她唇绊紧抿着, 看着范宗, 范医生, 你没看完, 宋离的手很漂亮, 五指轻通, 纤细修长, 骨节分明, 指甲各个饱满圆润, 眼下, 她的指甲没有一个是完好的, 尤其是中指和无名指, 指甲断裂在肉里面, 一半外翻着, 指头上面沾着血, 伸出来给她看的时候, 手指都在颤抖着, 可见是承受了多大的痛处, 她手指做了美甲, 是没有点缀的透明色, 范宗一时间分不出来, 到底是指甲断了, 还是指甲油断了, 总之她就只觉得疼, 疼得心口都在抽, 食指连心, 这种痛处她, 怎么能忍这么久的, 范宗放下一药箱, 示意宋梨坐下, 她取出工具, 打算先把指甲给她夹出来, 过程肯定会痛, 所以范宗边弄边, 跟她说话, 分散她的注意力, 太太, 您这次和先生闹别扭的时间太长了吧, 宋梨睫毛抖了抖, 她在修剪她的指甲, 宋梨咽了咽, 没有否认, 或者说, 宋梨不知道怎么否认, 她和陆金川之间的关系冰冷, 早晚要走到分开的尽头, 如果这三闹别扭的话, 那算是吧, 女孩子在感情里面相对比较弱势, 太太应该学会利用自己的优势, 宋梨出神, 优势, 撒撒娇, 不要一昧地和先生对着来, 宋梨沉默, 范宗接着说, 太太不妨试一试, 万一有用吗, 您和先生对着来, 对你显然没好处, 而且, 外人相比较起来, 更加危险, 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人活在世界上, 总要得到一些东西, 再失去一些东西的, 宋梨若有所思的时候, 指尖一阵剧痛, 她惨叫出声, 断了的指甲已经被人给拔了出来, 疼得她的身体都在小幅度地颤抖, 抱歉太太, 宋梨倒抽了一口冷气, 范医生, 你刚才说的话, 都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吗? 范宗, 太太, 我没有骗你的意思, 我说的话, 你可以好好考虑, 已经这样了, 生活已经不会更糟糕了, 宋梨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时至深夜, 宋梨在床上躺了一天, 指甲疼, 身上哪里都疼, 睡着的时候, 眉头都紧紧地猝着, 陆金川推门进来的时候, 宋梨正在床上躺着, 面无表情地盯着天花板, 琉璃灯很漂亮, 听到声响, 她漆黑的同人转了转, 落在陆金川的身上, 来人洗澡上床, 大掌掰过她的脸, 她的右脸上都是擦伤, 暗红成片, 如果半夜出来, 搞不好还会吓到小孩子, 真丑, 宋梨, 她拍开陆金川的手, 闭上眼睛睡了, 范纵的话, 她始终想不明白, 这些话对她来说, 实在是太深奥了, 真体会这件事情的好处的时候, 是在三天后, 宋梨身上的擦伤好了大半, 只剩下了家, 还没退, 宋梨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不是帮人翻译转外快, 就是刷微博, 晚上她打开微博, 就看见热搜第一室, 鸾梦, 鸾梦不是宋梨要饰演的角色吗? 她点了进去, 发现是营销后爆料, 这个角色会由心灰旗下的 当红小花旦宁霜出演, 能闹到热搜第一, 绝不会是空穴来风, 宋梨抱着平板从大床上弹了起来, 下意识地去书房找陆金川, 她着急地推门进去, 绕过办公桌把平板递给陆金川, 这是怎么回事? 质问的话还没能说出口, 宋梨的视线就被她面前 电脑上的内容给吸引住, 宋梨愣了愣, 她在开视频会议, 视频里面有好多人, 宋梨瞬间掩气息鼓, 陆金川连散会两个字都懒得说, 直接退了会议, 她揉了一下鹅脚, 看向宋梨递过来的平板, 平平无奇的热搜, 有什么好看的? 陆金川你没? 有事, 宁霜出演鸾梦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宋梨胶着, 陆金川了然, 甚至从宋梨的眼睛里看出来了些许的紧张, 如果不出意外, 会是她, 什么是意外? 宋梨登时就急了, 那你带回来放在床头上的合同, 只是给我看看吗? 梦堂传, 这几天就会开拍, 鸾梦的戏份很大, 你身上的伤多,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等你好了, 我再给你找好一点的剧本。 宋梨根本就不信, 可我就想演这个。 宋梨, 听我的, 她决定的事情, 甚少改变。 说来说去, 陆金川就是不想让她在娱乐圈里面混, 鸾梦这个角色大抵是她, 为了救她受伤之后, 她给她的补偿, 还是只让她看了一眼, 没有任何参与感的补偿。 宋梨真情实感觉得委屈, 被陆金川拒绝, 她转身就回了卧室, 把自己塞在被窝里, 独自委屈。 第155章, 我马上到, 多天真的她, 明明是RL的一人, 竟然真的相信陆金川会把那么重戏份的角色给她。 陆金川自由考量, 估计也怕她亏钱。 越想越委屈, 委屈的宋梨眼圈都红了, 甚至连晚饭都赌气没有吃。 陆金川知道后回了房间, 床上拢起一个包, 宋梨只留下了几根头发在外面, 看上去格外的可怜。 她扯了扯被子, 宋梨, 我们谈谈, 以后会有其他的好角色。 她口吻中了起来, 连戴着手上的力道也中了, 被子被扯下, 宋梨眼圈微红, 她哽咽着。 陆金川, 我肩膀疼, 她小脸苍白, 捂着曾经为了救她而受伤的地方。 这是苦肉计, 陆金川明知道, 却无奈叹息。 我让盛兰明天把合同送过来。 她眼睛亮了亮, 唇角上翘, 欣喜不加掩饰。 真的, 先下去吃饭吧。 宋梨察觉到了陆金川的妥协, 变本加厉地在床上打了一个滚, 滚进了陆金川的怀里。 我不想吃, 我想吃牛肉面。 下去, 让管家给你下。 宋梨拒绝, 我想吃外面卖的十几块一碗的。 陆金川微微眯了眯眼睛, 盯着宋梨, 都是香精调料, 对你恢复没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好吃的? 宋梨迟疑着, 想起饭粽的话, 很是犹豫地圈住了陆金川的手臂。 阿川, 求你了。 十分钟后, 宋梨坐在了陆金川车子的副驾驶上。 他脊背腰腹还是痛的, 但是在绿城乡血, 他快憋出病来了。 陆金川带他去牛肉面馆, 和他平时吃的牛肉面不一样。 陆金川带他去的格调偏高, 一碗牛肉面68, 他心疼得要命。 但是男人仍旧与这个餐馆格格格不入, 他西装革履, 俊逸非凡, 大马精刀地坐着, 气质斐然, 给人一种只可远观的错觉。 宋梨要了两碗, 面上来得很快, 上面小葱香菜和牛肉片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 汤汁也是浓稠的, 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分外有食欲。 可是陆金川的面色骤然沉了下去, 他不吃香菜。 宋梨拿着筷子, 小心翼翼把面前碗里的香菜和香葱全部挑了出来, 然后推到陆金川面前。 吃吧。 男人眉心一动, 先眸看向宋梨。 他唇角上翘, 脸颊上还有梨窝, 哪怕是半张脸上还有擦伤留下的痂。 可是这个室内, 宋梨在他眼里依旧足够的惊艳。 陆金川眸光闪了闪, 丑死了。 宋梨, 他的胃不大, 吃得有限。 看一顿饭那么贵, 宋梨勉强多吃了两口, 吃了差不多一半, 陆江川在别墅里就吃了饭, 也没多饿。 他吃饭没那么秀气, 比宋梨吃得还要快。 两个人从仓馆出来, 外面已经变了天, 有降温的趋势。 宋梨打了个哆嗦, 肩上一众, 陆金川把西服披在了宋梨的肩膀上。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 叼了一根性胆的薄唇张盒。 到时候无期会参眼, 你可能要面对云吗? 宋梨脸下睫毛, 孩子没了, 你伤心我能理解, 但是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你后不后悔? 宋梨一本正经点了点头, 说, 后悔啊, 没遇见你, 所有的人活着都好过死去的, 对吧阿川? 陆金川吃笑, 正说着话, 宋梨腹部尖锐的痛, 随即下面涌出来一片热流。 宋梨顿了顿, 他丢下一句, 去卫生间人就跑了路边的公共厕所里去。 陆金川, 公共厕所里面有灯, 宋梨看了一眼, 确定亲起来了。 好巧不巧, 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裤子, 宋梨不想射死, 蹲在马桶上给陆金川发信息。 阿川, 能不能帮我买包卫生巾? 自己不认识自了他, 拿起手机拨过去, 声音引怒。 宋梨, 你发的什么玩意? 宋梨, 就是电话里不好意思说, 而且觉得陆金川可能会生气, 所以他才发的短信, 虽然宋梨早就知道陆金川可能不太愿意,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陆金川还打了电话进来。 宋梨尴尬的耳根发热, 如果你不帮我买的话, 我可能会弄脏你的车, 那你自己滚回绿城相险。 宋梨觉得陆金川要挂断, 他慌忙威胁。 阿川, 可是如果弄到白色裤子上面, 还是丢你的脸。 阿川, 我肚子好痛, 你帮我买好不好? 宋梨故意用交点的声音跟陆金川说话, 男人身体哆嗦了一下, 一阵恶寒, 少恶心人。 说完, 电话里一阵盲音。 宋梨猛了猛, 陆金川这话到底是愿意帮他买, 还是不愿意帮他买? 旁边就有一个便利店。 陆金川走进去, 小超市正在装修, 日用区已经封了, 里面也没有多少东西, 最近的便利店也要开车五分钟才能到。 陆金川骂了一句麻烦惊, 拉开了车门, 刚发动引擎, 盛兰的电话进来, 这个时间点给他打电话, 显然是发生了他处理不了的事情。 陆金川几乎没有犹豫, 就接了电话, 盛兰的声音格外的焦灼。 陆总不好了, 楚总被顾家的人给控制住了。 怎么回事? 说清楚, 心仇旧恨一起涌了上来, 陆金川的声音又冷了几个调。 怎么又是顾家? 楚总刚回国, 带林小姐和杨助理在夜色迷离庆祝, 遇见了顾怀生。 盛兰深吸了一口气, 说, 他们之间发生了口角, 顾怀生带着保镖, 楚总林小姐都被带走了。 杨助理去卫生间躲过一劫, 刚给我打了电话。 盛兰更加紧张, 陆总, 太太对顾初做了无法挽回的措施, 楚总和林小姐真的落入到顾家人手里, 恐怕要吃亏。 可不是, 她的陆太太就吃了大亏。 如果顾怀生和顾老爷子一样, 是个疯子, 她直接给林山收尸就好了。 派人追, 我现在过去。 盛兰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把地址发给了陆金川。 男人一脚由门踩到底儿, 朝着盛兰发过来的地址开去。 第156章, 买个东西。 盛兰喊了其他的人, 陆金川到夜色迷离的时候, 顾家和陆家两相对峙。 林山人脸色都白了, 楚悦没有一点被制衡的自觉, 嚣张地开口。 顾怀生, 山姐姐有心脏病, 如果她出了个三长两短, 你可想好了后果。 你看看, 我把你剁碎了喂狗, 后果我承不承担得起。 顾怀生眯着眼睛, 看上去好脾气地笑着。 小丫头骗子, 被人惯得不知道天高地厚。 用刀嘛, 要不要我给顾总提供一个, 让我好好看看顾总打算怎么把月月剁碎。 陆金川往前走了一步, 他只肩捏着一根没点燃的烟来回旋转, 酒吧五彩斑斓的光, 把她的五官映衬得愈发性感。 阿川, 临山哽了一声, 每当她有什么危险的时候, 她总能第一时间出现,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她一颗心才不断沦陷。 陆金川, 这是陆金川, 年少多精, 重情重义, 很难有女人不喜欢。 陆金川往前走了一步, 说说, 发生了什么口角, 闹得这么大。 盛兰在旁边, 凑在陆金川耳边说, 是楚小姐骂过怀生闹钟, 弟弟被人切了, 命根子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是不痛不痒的, 把太太从车子上推了下来。 陆金川眉心狠狠一跳, 眸光朝楚岳腻了过去, 她似乎有些心虚, 眸光闪了闪, 圣兰接着说, 楚小姐说顾家的孬肿 大概是遗传的, 如果真的怕事, 顾先生就不该出门丢人现眼。 圣兰真的无语, 这件事情看上去是顾家吃亏, 可是也是罪有应得。 如果顾初不惦记他们太太, 太太不会求几页刑对付她, 关键是动手的也不是他们太太。 顾怀生不提这件事情就算了, 楚岳回国了就上赶着挑衅, 真够有意思的。 如果不是杨婉星报信及时, 他带人把顾怀生堵回了夜色迷离, 真让人带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陆金川看了一眼灵珊, 哪怕是灯光灰暗, 这一刻他也能看出来 他的脸色有多么的难看。 他不舒服, 陆金川唇脚扯了扯, 低声说, 顾总, 这是你和楚岳的私事, 你们自己解决, 但是杰叶行敢对顾初动手, 就代表着他一点也不怕你们顾家。 珊珊是杰叶行的外甥女, 你确定要牵连她? 顾怀生挑眉, 她以为宋离被顾老爷子从车子推下车, 陆金川会有怨言的, 并且会借这个机会闹大, 但现在她语气里的意思是, 不打算管了。 林小姐本来就是我请来做客的, 陆先生可以随时带走。 楚岳反应了过来, 哥, 你什么意思? 你不打算管我的死活? 我不过是说了两句不好听的话, 陆金川点了烟, 随即指头动了动, 低声说, 去扶林小姐出来, 圣兰把人扶出来, 不管楚岳怎么认错, 头也不回往夜色迷离的大门口走去。 阿川, 林珊喊住陆金川, 阿川, 你真的不管月月, 再怎么说, 她也是你妹妹。 珊珊, 你这是打算回去陪月月共患难吗? 陆金川口吻一如既往的温柔, 语调没有任何跌宕, 林珊认识陆金川二十多年, 哪里分不清楚陆金川的情绪? 她在生气, 林珊净声陆金川不管, 她可不能放任。 跟着陆金川上了车, 林珊立刻给于情, 苏陈雾和沈青慈发了短信, 陆金川低声问林珊,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林珊摇头, 低声说, 只是有些害怕, 你呢? 怎么来得这么快? 陆金川一顿, 忽然想起, 她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珊珊, 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个东西? 外面公共厕所的灯是声控灯, 味道也并不太好闻。 宋黎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15分钟。 等待总是漫长的, 小腹坠腾, 连带着姨妈妻所有的不是一窝蜂的翻涌而上, 呕吐, 喘息困难, 以及身上开始冒冷汗。 宋黎拿出手机给陆金川打电话, 男人的手机没人接通, 周围按了下来, 宋黎抬高声音喊明灯光, 那种痛楚席卷而来。 宋黎觉得意识都开始模糊了, 她小时候被江峰虐待, 天寒地冻穿着单衣去山上挖野菜, 身子本来就亏空的厉害, 加上后天没有好好调理, 每当亲戚到访都比正常人要严重。 痛得厉害了, 会昏睡过去。 宋黎又给陆金川打了两个电话, 对方一个都没有接, 宋黎又眼皮一阵乱跳。 陆金川不会把她忘了吧。 她下意识地求助, 手机电话不都翻遍了, 一个能帮上忙的都没有。 宋青慈, 男怀各个都是商业巨恶, 她怎么折腾陆金川都行, 总不能给人打电话, 问他们能不能到那个陆的公共卫生间 给她送个卫生巾吧。 尤其是她还是个有父之父, 这样说怕是要被当成神经病。 宋黎, 包里的纸也不多了, 宋黎手指都是颤抖的, 在列表里找到云梦的手机号, 刚拨过去电话就通了。 宋黎还没来即开口, 就听到了云梦气急败坏的声音。 于青, 你他妈能不要乱咬? 宋黎猛地就掐断了电话, 痛得要命, 气味也不好, 包里面的纸也没了。 那种要昏睡过去的感觉冒了上来, 宋黎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从厕所里起来, 然后脱了外套系在腰上, 打算出去的时候, 伸手拉了一下厕所门, 没能拉开。 宋黎着急, 用力拽了几下, 都没有拽开。 他拍了拍门, 声音几乎碎了。 有没有人? 外面有人吗? 开门放我出去啊。 一脸喊了五分钟, 宋黎始终听不到有人回应。 坠腾的小腹, 以及委屈恐惧一起袭上心口, 宋黎眼圈墨地红了。 宋黎很害怕, 手在小腹上摸了一下, 一片冰凉。 身下也是黏腻, 宋黎重新在马桶上坐下, 昏昏欲睡的时候, 电话响了。 宋黎看了一眼, 是陆金川。 宋黎刚接通, 声音就哽咽了起来。 陆金川, 听到他带着啜泣的声音, 陆金川一阵脑门疼。 你人在哪里? 公共厕所的门被人锁住了。 第157章, 我结婚了。 宋黎, 你乱跑什么? 宋黎的眼泪忽然掉了。 我没跑, 我被锁在里面了。 电话里一阵沉默, 不到30秒, 厕所门被人拍了一下, 手机挂断了。 宋黎。 嗯。 宋黎嗡声嗡气地应了一声, 嘻嘻嘻嘻的声音从门缝里传来。 你先用, 然后穿好衣服, 我带你出来。 宋黎结果收拾好, 陆金川说, 离门远一点, 还没反应过来, 砰的一声巨响, 陆金川已经把人踹开了。 宋黎还在马桶上坐着, 小脸上都是茫然, 陆金川大步跨进来。 看宋黎, 眼圈都是红的, 他心头一刺, 你是不是傻, 我不回来, 你就在这里等。 门锁了我出不去, 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见。 宋黎咬着唇脚, 难以启齿, 我也没什么朋友, 唯一朋友, 现在在于琴的床上。 陆金川不知道自己是有了什么毛病, 只觉得心口发闷。 先出去, 陆金川拉住他的手腕, 宋黎没动, 他下意识地回头, 对上一双湿漉漉的眼睛。 腿, 腿抹了, 陆金川, 车厢里。 林山一直没等到于琴的回复, 趁陆金川出去, 他给于琴打了一个电话, 刚说完事情, 就听到一声巨响。 他下意识地偏头, 就看见陆金川抱着宋黎, 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瞬间, 血液似乎逆流了起来。 他早该想到, 陆金川是用不了卫生巾这种东西的, 可是真的面对陆金川 对另外一个女人呵护被制的样子, 心脏就不适地开始疼痛, 痛得林山在衣服上四处摸就心丸。 车门是宋黎拉的, 陆金川俯身把人塞在后车厢里。 他在厕所待得久了, 有些味道, 陆金川嫌弃得要死。 我送你去医院。 宋黎想说不用了, 话开说出来, 目光触及车里的另外一个人, 猛地缩了锁。 林山, 陆金川为什么买的东西要这么慢? 似乎在这一刻都已经有了答案。 只要林山有事, 那么其余所有的事情都该靠后。 陆金川开车, 他和林山在后车厢里坐着, 气氛忽然尴尬。 林山是陆金川的白月光, 他同父异母的姐姐, 而他是陆金川的妻子。 这样看来, 关系未免有些过于复杂了起来。 这份尴尬没停留多久, 林山递过来一片东西。 这是暖宝宝贴, 你要不要用? 宋黎手指头颤抖了一下, 这种东西他还以为只有他们穷人会用。 宋黎接过, 谢谢。 撕开包装揉搓片刻, 贴到了小腹上。 医院很快就到了, 宋黎小腹依旧不是, 里面有一把刀, 搅得他哪里都是痛的。 连带着, 身上的伤似乎都没有那么痛了。 车门被拉开, 凌冽的风吹了进来。 明明刚到秋天, 可是宋黎硬是觉得冬天大概也就这么冷了。 宋黎强撑着要下车的时候, 陆金川不由分手把他抱了起来。 陆金川, 自己走到天亮吗? 赶紧检查完回去, 珊珊身体不好, 可不能陪陆太太熬眼。 宋黎静生。 他直接把人带到了急诊上, 交给苏承武的时候, 交代了一生给他检查一下身上的伤。 苏承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现在才知道紧张, 为时过晚了点吧, 怎么不等宋黎死了再紧张, 多一劳永逸。 这种讨闲的话, 苏承武难得忍住了, 把人带了进去。 长廊里只剩下陆金川和灵山, 后者万分痛苦。 坐在塑料长凳上, 小心地和陆金川搭话。 阿川,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刚点了一根烟, 陆金川有些疑惑。 什么? 如果不是我, 宋黎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自己, 让顾爷有可乘之机。 他眼圈已经红了, 显然是真的难过。 对不起。 陆金川嘀笑一声, 珊珊你想多了, 我总是给你添麻烦, 如果今天晚上没有碰见顾怀生, 宋黎也不用在厕所里等那么久。 林山眨了眨眼睛, 宋黎和林山唯一不像的就是眼睛。 林山病弱, 眼神很多时候无神, 但是他眼型很漂亮。 而宋黎, 眼型其实很一般, 但是他眼睛里总是波光灵灵, 看什么都极有光彩, 所以很给眼睛加分。 陆金川深吸一口气, 低声说, 是我把他忘了, 怪不了你。 珊珊, 不要往你自己身上揽不该揽的责任。 他声音那么温柔, 很容易让一个女人沦陷。 林山也是女人, 他也不例外。 林山往前走了两步, 拉住陆金川的衣角。 阿川, 你这么紧张我, 每当我发生什么事情都第一时间出现。 我问你, 你是不是还爱我? 医院的灯太亮了, 雪白的光落在陆金川的脸上, 让他所有的表情都无所遁形。 林山知道自己太冲动了, 可是他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他太想知道一个答案了, 这个想法持续了一年之久。 陆金川掰开了林山的手指, 林山的心脏也跟着一点一点的凉了下来。 珊珊, 我结婚了。 林山豁然抬头, 结婚了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不是不爱他。 我确实不该再过多关心你, 今天回绿城香蟹去后山掉个保镖跟着你。 陆金川顿了顿, 补充道, 你有心脏病, 以后尽量少去酒吧那种场合。 喝不了酒, 去了也和那里格格不入。 久而久之, 会和身边的人有距离感。 林山却理解错了, 他眼圈很红, 情绪也有些激动。 阿川, 你说的到底是和我酒吧格格不入, 还是和和你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格格不入。 他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他长了这么多年, 爱了他那么多年, 他短短四个字, 就想让他收干净自己所有的感情。 如果感情可以收回的话, 他也不用掉这么多的眼泪。 珊珊, 林山哽咽着, 他连连后退。 不要说了, 他声音一点点平静下来。 我不用你的保镖, 阿川, 我林家还没有落魄到, 让你试试我感情之后, 还要试试我保镖。 第158章, 我送你走。 林山哭着跑了出去, 陆金川鹅脚的青筋直跳, 大步追了出去。 林山有心脏病, 平时的时候苏晨物嘱咐过不能剧烈运动。 刚出医院, 陆金川就拉住了林山, 他手上力道很大, 林山挣扎得厉害。 他太任性了, 也太知道自己身上的弱势, 陆金川这些陪他一直长大的根本没辙。 挣扎了这么两分钟, 林山脸色已经跌得通红, 呼吸也开始艰难。 陆金川没有办法, 上前一步把人打横抱起。 珊珊, 你到底要干什么? 林山满脸都是累。 阿川, 你又不爱我, 又不打算爱我, 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陆金川觉得荒谬, 你想让我怎么爱你? 背着宋黎和你在一起, 这是糟蹋你, 你到底懂不懂? 楼上, 宋黎检查完, 小腹上的痛并未好到哪里去, 伤苏晨物检查过了, 包括肩上的, 因为没有好好保护, 有感染的痕迹。 苏晨物的脸色不太好, 宋黎觉得他这个样子, 随时可能会骂他。 苏医生, 宋黎怯怒地开口, 苏晨物脸色更黑, 拉开手术室的门, 低声说, 出去吧。 宋黎忍着疼, 赶忙从急诊室出来, 走廊很空荡, 陆金川和林珊已经不在了。 宋黎竟然一点惊讶都没有, 林珊是小公主, 她不过是痛经而已, 陆金川哪里会放得在心上? 她在窗边站定, 刚想给陆金川打个电话, 就听见了楼下的争执声音。 窗户没关, 一开始宋黎只觉得声音有些像陆金川和林珊, 视线下滑扫了过去。 巧的是, 林珊和陆金川说的还和她有关。 陆金川一贯会哄林珊, 她问她, 你想让我怎么爱你? 背着宋黎和你在一起, 这是糟蹋你, 你到底懂不懂? 宋黎正然, 楼下的林珊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微微抬头。 视线和宋黎对上, 林珊飞快地一开, 似乎什么都没看到, 盯着陆金川的眼睛, 口吻娇称又有祈求, 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拒绝的音调。 那你和宋黎离婚, 离了婚这一切都能解决。 宋黎没了听下去的欲望, 她转过身, 看见穿着白大褂的苏晨物, 苏医生不开口的时候,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汇似乎都和她有关。 侧脸清俊, 气质温润, 低眸脸目之间似乎身后有星光, 她拿着手机扫了她眼。 珊珊和阿川呢? 我打个电话, 你得好好休息才行。 不用。 宋黎拒绝, 她看着苏晨物扬唇笑了起来。 苏医生, 你给我开个病房行吗? 我走不了了, 我小父很痛想在这里睡一晚上。 你这个回家静养就好了, 站个床位干什么? 宋黎摊手, 包在阿川车上, 手机也在阿川那里, 她现在可能没空管我, 我走回去, 可能会痛死在路上。 说着, 宋黎指了指楼下, 苏晨物探头看了一眼, 陆金川抱着灵山往停车坪的方向走, 俨然忘记了急诊室还有一位妻子等着她。 苏晨物叹气, 最近换季, 医院的病人挺多的, 床位可能不够, 重症监护室也只剩下了两间, 要留着备用。 她想了想, 低声说, 你去我办公室休息吧, 里面有一张小床, 如果特别痛就喊我, 我给你掉水。 宋黎点点头, 她看上去一点事情都没有, 可是脸色是骗不了人的。 宋黎显然是被这种痛折磨得不轻, 脸色比平时要白两个度, 没有一点血色的苍白。 她走的时候, 自己可能都没发现, 身体在小幅度地颤抖着。 苏晨物是医生, 干什么都比较快, 看宋黎小幅度往前走, 脑子一抽两步, 上前把人抱了起来, 大步回了办公室。 宋黎整个人都猛了, 鼻翼间都是苏晨物身上轻烈的味道, 夹杂着消毒水的气味, 非但不刺鼻, 莫名有几分淡雅。 苏医生, 她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挣扎, 苏晨物扫了她眼, 眸光凛冽。 我很忙的, 你回去赶紧睡。 宋黎身体僵硬着, 这种僵硬一直在苏晨物 把她放在办公室的床上之后, 也没能缓解下来。 苏晨物走到办公桌后面, 戴上了金丝边眼镜, 专注地在写病历。 这还是第一次除陆金川之外, 和别的男人共处一事, 宋黎很痛, 甚至身体机能也在催她睡觉, 可是她自己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完全睡不着。 清醒的意识下, 所有的疼痛都被放大, 宋黎感觉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苏晨物出去了。 没两分钟, 她又回来。 身后跟着一个小护士, 宋黎眨了眨眼睛, 小护士递过来一个小型满水袋。 那, 暖一暖。 小护士说, 然后用保温杯给宋黎冲泡红糖水。 苏医生不是妇科专家, 但是他认识, 你这个情况肯定是要调理的, 不然只会越来越疼, 每次都会受罪。 宋黎心头生起一团暖意, 红糖水冲好了, 小护士递给宋黎, 趁热喝才好。 红糖水烫嘴, 宋黎趴在床边边喝边道谢, 苏陈吾不屑地开口。 红糖水治不了痛经, 也补不了血, 让他肚子舒服一点的是热水。 你懂什么? 女孩子不舒服, 都乐意喝点甜的。 护士不满地开口, 那苏陈吾可真的不懂。 宋黎喝了水, 小护士出去又回来带了一份粥。 这是青粥, 我点的外卖, 是热的。 你吃点然后睡一觉, 睡醒了不难受了, 如果陆总没回来, 就让苏医生送你回家。 办公室里多了个人, 宋黎吃了粥才睡着, 睡了一个小时, 凌晨两点。 宋黎从床上坐起来, 肚子好多了, 卵宝宝贴还散发着余温, 小护士不见了, 办公室里没关灯, 苏陈吾指着头合着眼坐着睡着了。 他本想悄悄地走, 苏陈吾忽然睁开了眼睛, 他同然很漂亮, 大概是职业使然, 漂亮的琉璃毛子里并没有多少情绪。 行了, 宋黎无措, 苏医生,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苏陈吾揉了揉脑袋, 摘下眼镜, 阿川刚来了电话, 他马上就到, 你再休息一下, 还是我送你走。 第159章, 仗势欺人, 宋黎慌忙摇头, 他算是明白了, 他睡的这个小床恐怕是苏陈吾的, 否则怎么也是个副院长级别的天才医生, 怎么可能支着脑袋在办公桌浅眠, 宋黎可不好意思在折腾他。 怎么说, 苏陈吾也是救死扶伤的人, 让他休息好才更重要。 宋黎穿上鞋子, 坐了几分钟,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陆金川一眼看见了宋黎, 他看上去好了很多, 面色也没刚到医院的时候, 面无人色了。 陆金川松了一口气, 回家。 宋黎文言站了起来, 往他的方向走了一步, 苏陈吾忽然开口。 阿川, 陆金川回头, 苏陈吾已经站了起来, 双手插在白大挂里, 他身体亏损得严重, 虽然听上去心脏病更加可怕, 但是你毕竟结婚了, 还是第一次。 就连宋黎也觉得意外。 林珊和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他以为苏陈吾肯定会觉得他是个麻烦。 没想到, 大抵有余情在前, 他对陆金川的朋友有偏见, 总觉得苏陈吾即便是个好医生, 未必有正常的三观。 他有些羞愧。 我知道, 陆金川回身, 握住了宋黎的手, 就要往外走。 苏陈吾的声音飘了过来。 这话我只说一次, 你如果不和宋黎, 永远治不好珊珊的心脏病。 陆金川下意识地回头, 看向宋黎, 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 对上他的毛子, 还有心情笑, 没心没肺的样子, 宛如一把钢针钉在陆金川的心肺上, 猛地刺痛。 不会离婚。 这四个字, 质地有生, 像是郑重的承诺, 可是给了最不需要的人。 出医院的时候, 陆金川把外套脱下来, 搭在宋黎的肩膀上, 还贴心地给宋黎扣上了扣子。 他实在是纤细, 穿着陆金川的西服, 像是套了一个巨大的麻袋, 松得厉害。 陆金川伸手揽住他的腰, 低声说, 呃吗? 宋黎摇头。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宋黎坐进去, 陆金川给他系好安全带, 载着他一路回了绿城香榭。 宋黎累得要命, 溜达了一圈, 那种痛楚又席卷而来, 他倒在大床睡得昏昏沉沉的时候, 脊背上贴上一具健瘦的胸膛。 一只大掌落在他的小腹上, 肚子一瞬间温暖了起来, 他不轻不重地揉着, 极大地缓解了他的痛楚宋黎, 瞬间睡意散了得干净。 两个人彼此没有任何交流, 两年前结婚的时候, 宋黎怎么也想不到, 他们之间会走到这个地步, 咫尺天涯, 爱意西沉。 宋黎在床上一脸躺了三天, 不疼了才出门。 盛兰拿了合同过来, 他确定是要出演鸾梦的。 签了合同, 导演让他去拍定妆照, 他的脸还没有完全恢复, 导演是业界大佬, 鬼才导演许颜, 年纪三十出头, 指导的作品一步火过一步, 年纪轻轻连夺三次最佳导演的桂冠, 成为业界神话。 许颜挑剔地看着宋黎, 能上妆吗? 许颜叫了化妆师带宋黎去上妆, 进门的时候, 正好碰见宁霜和他的助理。 因为宋黎要求继续演鸾梦, 所以宁霜拿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 档次下跌的厉害。 他本来是看不上鸾梦这个角色的, 但是四小花旦之一, 哪里能容得下被一个新人这么下面子? 尤其是还让他给宋黎配戏, 想想宁霜就觉得咽不下去这口气。 所以进门的时候, 宁霜快一步猛地撞了一下宋黎, 这一下撞在了宋黎的腰腹上, 那种刺痛一瞬间让宋黎呼吸凝滞了起来。 化妆师眼几手快扶住宋黎, 宁霜看过来, 他明念妩媚, 挑起眉梢的弧度都是似笑非笑的。 抱歉了陆太太, 我没看见, 您要紧吗? 要不要我让我助理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助理也阴阳怪气。 哎呀双姐, 陆太太哪有那么娇贵啊, 撞一下就要去医院。 宋黎捂着腰, 痛得鹅脚直冒冷汗, 宁霜讽刺一笑。 陆太太不娇贵, 你娇贵吗? 再不带着人去医院, 怕到时候陆先生来找我的麻烦。 这么娇弱来当什么演员, 这个行业可有的苦吃。 助理不满,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完全不给宋黎插嘴的时间。 宋黎缓过来静, 低声开口。 宁小姐当演员真是可惜了, 应该带着小助理唱双簧去。 我看你有这个天分, 用不用我在阿川那里, 帮你求求情。 你, 宁霜脸色大变。 她确实是想隔应一下宋黎, 但是没想到宋黎看上去好欺负, 一开口就这么压着她。 她好不容易爬到了四小花蛋的位置, 却转身去当谐星, 赚不赚钱令说丢人都不够。 陆太太, 我们双姐就是撞了你一下, 你不会这么小肚鸡肠恶意打击暴腹吧? 助理也犹豫, 周围的人多了起来, 宋黎没兴趣给人当猴看, 她上前一步一把推开凝霜往化妆肩走。 助理揪着不放, 陆太太, 您这是打定主意仗势欺人吗? 鸾梦一开始说好的要让我们双姐演, 您一来双姐就把角色让了出来, 您怎么还是看双姐不顺眼, 打算让陆总发配双姐转行。 陆太太双姐长得这么漂亮, 应该是出现在大银屏上给大家观看的, 而不是去搞笑。 宋黎笑了, 从她撞到到现在, 我没听到一句对不起, 反而是开了个玩笑, 你就在这里跟我大呼小叫, 我还觉得是不是宁小姐仗势欺人。 至于阮梦这个角色, 一开始就是我过了试镜, 导演开口要给我的, 不过是前段时间我受了伤, 所以阿川有换人的打算。 宋黎挑眉在化妆镜前坐下, 哪怕是矮人一头, 宋黎的似笑非笑比宁霜的杀伤力更大。 宁霜有机会上孟唐传的戏, 是我给的机会。 我回来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怎么就委屈了宁小姐了? 公共场合给我下马威, 助理嘴里声声喊我仗势欺人, 可是我看宁小姐没有半点怕的意思。 第160章, 就让她滚。 宁霜可不信这个结果, 她怎么说也在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了? 成功走到了心灰似小花旦的位置, 要长相有长相, 要演技有演技, 除非许颜眼瞎, 否则怎么可能看上一个飞科般出身, 毫无演技的宋黎? 但是宋黎再不济, 也是陆金川的老婆, 就算是宁霜再怎么生气, 也不能和宋黎较真, 否则吃亏的还是她。 宁霜拉住助理, 勉强一笑, 陆太太抱歉, 撞到你是我不对, 我助理不懂事, 没听出来你说的是玩笑话, 我替他道歉, 您不会真的和他计较吧? 真是好话坏话都让他们说了, 宋黎眼睫眨了眨, 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他笑了点头, 当然不会, 我可没宁小姐, 身边这位助理多多逼人, 宋黎说的意味深长, 让人听起来不像是在说助理, 而像是在说宁霜, 宁霜脸色难看, 宋黎不管她什么脸色, 她是来拍戏的, 不是来吃亏的, 宋黎把包里的化妆品倒出来, 看了一眼化妆师, 我脸受了伤, 可以用我自己带的化妆品吗? 化妆师拿起她的化妆品, 看了一下遮瑕力度, 试了是匹配度, 几乎没有犹豫就点了点头, 有的镜头需要对脸拍, 到时候还是要用我们的东西, 宋黎知道, 因为有伤, 宋黎的妆容化得很快, 化妆师把服装拿了过来, 古装一层接着一层, 宋黎担心穿上去不好脱, 穿衣服之前低声说, 我先去个卫生间, 化妆师点点头, 不然就说冤家路窄呢, 宋黎刚进去, 就听见一阵暴力推开卫生间大门的声音, 双姐, 是宁霜助理的声音, 随即就是宁霜骂骂咧咧的声音, 什么东西, 鸾梦是给她的角色, 没她我上不了梦堂传, 不过是靠插开双腿上位的婊子, 等陆总腻了, 早晚有她好看, 双姐说的是, 什么狗屁陆太太, 我们凌晨谁不知道陆总喜欢的林珊玲小姐, 这位也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宋黎摁了冲水, 外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谁, 是宁霜的声音, 宋黎推开厕所的门, 一脸闲适走到两个人面前, 边洗手边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妆, 两个人都开始木然, 这种在卫生间说人坏话, 被人当场抓住, 不免过于尴尬了点, 尤其是这个当事人, 看上去还不怎么在意, 宁霜和小助理都惊声, 陆, 陆太太, 宋黎逆了宁霜一眼, 对着她笑了一下, 这一笑, 令宁霜格外不舒服, 有些话也说了, 再想保持面部的平和似乎也不太可能, 宁霜脸色沉了下来, 宋黎往宁霜的方向走了一步, 她有些慌, 色力内忍地开口, 你想干什么? 助理生怕宋黎伤到宁霜, 一把把人拽开, 我们双姐又没有说错, 你怎么当上的陆太太, 怎么又签约了RL, 最后又来演新辉的作品, 你自己知道, 还好意思说, 一开始就是鸾梦这个角色, 就是为了你准备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你那些金主一样下, 觉得你只要有一张脸都行了, 我告诉你, 你也别太嚣张, 徐导是个公平的导演, 你别想仗势欺人, 小心被赶出去, 宋黎笑了, 宁霜和助理面面相去, 前者不悦, 你笑什么? 我笑宁小姐深谙娱乐圈这趟浑水的深浅, 知道可真不少, 宁霜眨了眨眼睛, 不明白宋黎的意思, 宋黎也不拐弯抹脚, 宁小姐, 李成的公司被阿川给端了你, 肯定很高兴吧? 宁霜瞳孔缩了缩, 宋黎低声说, 宁小姐当练习声的时候, 是李成捧着, 练习声结束之后, 签约心灰李成没有了用处, 你剃不开他, 但是又绑上了高枝, 前段时间, 李成纠缠你纠缠得更紧, 差点被新金主发现, 试镜的资格拿得棘手, 又扎得自己痛, 所以不想放手是吗? 宁霜瞳孔地震, 这些隐秘的事情,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 没有几个人知道, 可是宋黎知道, 宁霜, 你要是好好的演戏, 我们之间可以相安无事, 如果再让我知道, 你面前一套背后一套, 我可不会回回都这么好的脾气, 宋黎离开, 宁霜差点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双姐, 助理吓坏了, 宁霜做的什么事情都格外的隐秘, 助理自己也不知道, 他一直觉得宁霜能走到今天这个地位, 是因为自己的努力, 宋黎说的话他一个字都不信, 双姐, 你怎么了? 宁霜摇摇头, 低声说, 扶我起来, 以后都不要再招惹宋黎, 闭紧你的嘴, 拍定妆照的时候, 宋黎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他站了好长一段时间, 一直到拍完, 脸色都没怎么变, 上午没拍完, 中午的时候, 陆金川让圣兰定的夜宴王宫的午餐, 人手一份, 宋黎穿着戏服, 他要演的人设不好, 是绿茶, 眉目的妆化得又醇又郁, 让人看一眼, 命都愿意给他, 他提着裙子在陆金川的面前坐下, 你怎么来了? 怕你不适应, 来看看你, 无心的话, 往往会被人听成有心, 但凡是一年前, 他心口都会填出蜜来, 有人欺负你吗? 宋黎拿着筷子加了一口笋丝, 笋丝很脆, 他边咀嚼边说, 我是陆太太, 谁敢欺负我? 陆金川的动作顿了顿, 圣兰给他的消息可不是这样的, 他虽然不经常关注娱乐圈这个板块, 可是也知道, 这里面潜规则多不胜数, 陆金川本来也觉得, 自己过来, 肯定能看见宋黎委屈的样子, 他被他养的娇气, 平时磕着碰着都会红了眼睛, 如今被人羞辱了,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甚至还能笑得出来, 他脸上还有伤, 是从车子上摔下来蹭伤的, 无名的愧疚爬上心头, 你要是不喜欢宁霜, 就让他滚, 别啊, 宋黎赶紧开口, 这时候换什么人啊, 这么麻烦, 本来我没有仗势欺人, 也变成仗势欺人了, 两个人说着话, 几个人过来打招呼, 男女主没到, 宁霜咖位最大, 自然走在最前面, 他笑得很明艳, 陆总, 听徐道说, 午餐是宁定的, 我们过来到盛县, 陆金川见过的女人多不胜数, 有的人一个眼神就能看出来他想干什么, 第161章, 要么忍着, 他一向对这些人静泻不明, 眼睫半脸着, 冷淡地应了一声, 从座下到现在, 送离一直夹着素菜, 陆金川用手帕擦干净手指, 包了只虾给送离, 我都吃饱了, 吃饱也得吃, 陆金川冷淡地开口, 陆金川直直地盯着送离, 他把虾爬到嘴里, 宁霜一系列人已经站得有些尴尬了, 还是许妍要继续拍, 勉强给他们解了威, 轮到送离了, 许妍是个完美主义者, 并没有因为送离有伤就放过他, 女孩看上去脸都白了, 化妆品都不太折得住他的憔悴, 陆金川站在树下等他时, 宁霜凑了上来, 递过来一瓶水, 陆总, 喝点水吧, 陆金川没接, 他视线在宁霜脸上停了片刻, 宁霜有些羞涩的低头, 陆太太是新手, 不会那么快好的, 陆太太怎么也不体谅你一下, 拍个定妆照也要让您跟着, 您那么忙, 陆金川眸光晦涩, 如果不是圣兰科普,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人, 新辉只是陆氏旗下的娱乐公司, 捧的人多了去了, 很有可能今年是四小花蛋, 明年就会换人, 如果每一个他都要记着, 岂不是要累死, 宁霜在陆金川面前搔手弄姿的, 媚眼都抛给了空气, 让让, 宁霜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看向陆金川, 他眉梢似乎覆盖了冰, 挡着我看陆太太了, 宁霜猛了一瞬间, 他下意识地看过去, 陆金川这个角度, 刚好能看到颂离拍摄的全貌, 指导老师正在教他摆动作, 他的腰扭成了娇媚的弧度, 回眸一笑, 摆媚声的感觉一瞬间就出来, 许妍很满意, 难得没再折腾, 他静止走过来, 没在乎宁霜在场, 低声跟陆金川说, 我早就说了, 陆太太能演好鸾吗? 你还要藏着掖着, 怎么想通了? 这句话, 变相证实了宋霜刚开始说的不是假话, 宁霜眉心跳了条, 谁能信, 许妍竟然看好一个新人, 死活耀眼, 陆金川唇扮张合, 问许妍, 她可以走了吗? 可以, 盛兰让太太卸妆换衣服, 盛兰点点头, 去找宋霜化妆间盛兰不方便静, 传达到陆金川的意思之后, 就回到了前面, 宋霜用了自己带的卸妆产品, 脸上有些些微泛红, 但是总体还好, 她对着镜子摘掉耳坠, 换好衣服, 出了化妆间, 陆金川等了她有一会儿了, 跟许妍打了个招呼, 就带宋霜上了车, 梦唐传开拍在即, 宋霜坐在车子上开始背剧本, 人设是绿茶白脸表, 很多台词羞耻到了极致, 陆金川没带着她去公司, 而是去了怀明路, 中午吃东西打招呼的人不少, 陆金川没吃到嘴里几口, 怀明路有一家小馄饨, 是宋霜带她去吃过一次, 车子停下, 陆金川牵着宋霜去吃馄饨, 盛兰中途离开回了公司, 吃完宋霜在店门口等着, 陆金川去开车, 宋霜百无聊赖, 还在想剧情的时候, 微微抬了一下眼睛, 看见了一个孩子, 男孩, 四五岁左右, 手里拿着一个劣质的风车, 五彩斑斓地无忧无虑地在街道上来回跑, 宋霜的心脏一瞬间似乎被一根看不见的钢丝线勒住, 完全无法呼吸, 他几乎没有犹豫, 拔腿往孩子的方向跑去, 剧烈运动, 让宋霜身上的擦伤痛了起来, 肩膀腰腹跟着心肺一直疼了起来, 宋霜, 宋霜似乎听不到一样,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梭着, 陆金川觉得自己的心跳都要停止了, 眼看着几辆车要撞上他, 顾不上那么多, 陆金川穿过车流, 朝宋霜追了过去, 他已经在对过站定, 脸上都是茫然, 四下环顾, 似乎丢了魂一样, 陆金川气得脑门冲血, 拽着他的胳膊,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你是不是想死? 宋霜扶着心口, 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你看见了什么? 宋霜看见了迷宫巷里那个小孩, 如果当初他没有被小孩的哭声吸引, 说不定云战就没办法对他下手, 宋霜攥住陆金川的大掌, 低声说, 阿川, 云战回来了, 什么? 你帮我找到云战, 宋霜拉住他的手掌, 我看见那个孩子了, 他一定也在这附近, 陆金川觉得宋霜是看花眼了, 抱住他的腰, 这么多车, 哪里有孩子, 你是不是看错了? 宋霜摇头, 我不会看错的, 他眼底都是执拗, 陆金川迟疑了一下, 从口袋里摸出来手机, 给求生打电话, 带人来怀明路这边, 多带几个人, 帮太太找个人, 陆金川的指令下得快, 很快怀明路都封了起来, 求生来得也很快, 巧合的是苏兰也来了, 陆总, 要找谁? 宋霜从包里抽出来一张纸, 递给苏兰, 找他, 这是云战的自画像, 宋霜从来没离身过, 苏兰看了一眼, 他曾经就跟宋霜一起调查过孩子流产的事情, 自然知道云战, 陆总, 这样无故封锁道路影响交通肯定会被警方注意的, 大张旗鼓把人叫过来, 就为了一个小孩我, 倒是想问问陆太太到底知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个小孩子, 是不是眼花了, 我们都很忙, 没空跟你在这里任性, 能不能请陆太太懂点事? 送礼耿注, 他本想撕回去的, 不知道怎么一时脑抽, 忽然想起了鸾梦的一句台词, 转身投入到陆金川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陆金川的腰, 阿川, 苏密说好兄, 我好怕, 说完, 他本能地察觉到他和陆金川的身体双双僵硬住, 宋黎是被自己恶心到的, 他寻思陆金川应该也是, 尴尬到要射死的地步, 陆金川拦住他低声说, 当陆太太不需要懂事, 人是我叫过来的, 你凶他到底似乎对我有意见, 还是对宋黎有意见? 苏兰愣住, 从入职到现在, 陆金川几乎没有和他说过什么重话, 一是碍于苏晨屋的面子, 另一个是他出色的专业素养, 陆总, 我不是,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 既然来陆氏就要按照我的吩咐做事, 不想做或者看见让你不想做的人, 要么忍着, 要么辞职, 懂吗? 苏秘书, 第162章, 我在等你, 宋黎真的建设什么叫做, 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不过他没心情同情苏兰, 这个世界上最该被同情的人, 应该是他才对, 收拾了苏兰, 宋黎又来了静, 指着南边的一个小胡同, 阿川, 我看见孩子往那个方向跑了, 陆金川给求生递了一个眼色, 保镖开始找, 这边只有身巷子和几个门店, 基本上没有什么住户, 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什么人, 就连宋黎也觉得, 是他自己眼花的时候, 一个保镖走来, 陆总, 没有找到你让找的人, 但是却找到一个孩子, 和太太描述的很像, 人在哪? 宋黎问出口, 保镖带着宋黎过去, 小孩再哭, 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的撕心裂肺, 他在小声唾气, 可是宋黎总觉得他的哭声, 震碎了他的耳膜, 他一把挥开陆金川, 小跑着过去, 踉枪之中, 还差点扭到了脚, 掰着孩子看了半晌, 确定这就是那天在迷宫巷哭着, 引起他注意的孩子, 云站你认不认识, 他摇了摇孩子的肩膀, 孩子看上去怕极了, 他不断地后退, 想要甩开宋黎, 他的声音越哭越大, 一个字都不说, 宋黎眼睫跟着红了起来, 他攥着孩子的肩膀, 握得很紧, 你不记得我吗? 那天和你在一起的女人, 何大人在哪里? 在哪里? 这句话, 宋黎喊得声嘶力竭, 似乎把那天在迷宫巷的挣扎和迷惘都喊了出来, 孩子吓得不轻, 苏兰看不下去, 陆太太, 她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为难一个孩子做什么? 宋黎被苏兰问住了, 她忽然笑了那我该为难谁啊? 让我继续回绿城乡谢, 为难我自己吗? 棍子没打在自己的身上, 谁都不会觉得疼, 苏兰家庭美满, 没有被人抛弃过, 事业有成会有好好呵护她的男朋友, 她呢? 她到现在, 连是谁要她孩子的命都不知道, 她绝望的时候, 是自己夜半惊醒痛哭, 是周围的人都在说风凉话, 是众叛清离, 集体让她放弃, 宋黎眨了眨眼睛, 可能是她眼底的痛楚太痛人, 陆金川伸手抱住她, 低声说, 孩子可能智力有些问题, 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云战我会找的, 你这段时间就安心拍戏, 宋黎不信陆金川, 以她的手段, 要抓云战早就抓到了, 可是宋黎违心地点头, 求生站在一侧, 低声问, 先生太太, 孩子怎么办? 送警局去? 仇身挑眉, 要派人守着警局吗? 宋黎摇头, 其实没什么用的, 不用, 求生应了一声, 安排保镖把孩子送到警察局, 宋黎折腾了那么久, 人已经很累, 晚上回到绿城香榭, 晚饭都没吃, 就上了楼进了卧室, 因为故初的事情, 陆老夫人对她颇有偏见, 宋黎对陆家早就已经心灰意冷, 一开始只觉得对不起陆老夫人的喜欢, 如今也根本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她已经顾不上任何人了, 正如宋黎所想, 孩子送到警局之后没几天, 警局就把孩子送到了儿童救助中心, 白燕宁告诉宋黎, 孩子有智力障碍, 很多话都听不懂, 会叫爸爸妈妈, 还含糊不清, 宋黎花钱雇佣了一个私家侦探, 每天盯着救助中心, 看看会不会有人靠近孩子, 宋黎觉得自己等了很久, 酒到梦堂传已经开拍, 开拍仪式举行完之后, 才收到了私家侦探的消息, 私家侦探给了宋黎一个地址, 陆太太, 我听到过孩子叫这个人妈妈, 她每天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 会来看孩子, 又悄悄回去, 半个月看了四五次, 我拍到了照片, 跟着她到了暂时居住的地方, 宋黎握住了手机, 她最近拍照渐入佳境, 如果说唯一有影响的, 大概就是她自己带入太深, 性格发生了些微的改变, 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学会了以柔克纲, 下了戏, 宋黎接到了南淮的短信, 求生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宋黎, 按照她的吩咐, 把她送到了夜宴王宫, 南淮等了一会儿, 宋黎刚到, 服务员就开始上菜, 饭没吃一口, 南淮就问宋黎, 你和云梦怎么了? 宋黎握住了筷子, 南淮最近一直在国外, 企业走向世界, 她每天忙得团团转, 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兼顾旗下的艺人, 宋黎没打算让她烦心, 低声说, 我们没事啊, 我又没什么资源, 她也不能围着我团团转, 宋黎, 宋黎仰头, 南淮睫毛很长, 截下有一片细小的暗影, 你不会说谎, 你们没事的话, 她要带人, 也不会带和你有过节的人, 宋黎沉默, 南淮又问, 梦堂转又是怎么回事, 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没有人交接, 我能理解, 我没什么热度, 公司的人围着我, 转会亏钱吗? 南淮, 宋黎低声说, 我去设梦堂转的镜, 过了我就去了, 这根本就不符合南淮的想法, 宋黎, 鸾梦这个角色不好, 演好演坏都容易有黑粉, 对你形象不好, 我既然牵了你, 就会对你负责, 宋黎摇摇头, 对不起南淮, 我进入这一行是为了赚钱, 我要找我想知道的真相, 黑不黑的我都无所谓, 我都能承受, 说完, 宋黎起身, 我先回去了, 坐在车上, 宋黎和四家侦探确定了好几遍, 确定他给的地址, 暂时只住着那个女人一个人之后, 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车子一路平稳, 回了绿城乡县, 陆金川回来得比他早, 而且人就在客厅坐着, 面前放着一杯咖啡, 没有什么热气了, 陆金川看见他, 眼睫掀了掀, 宋黎笑着打招呼, 今天怎么这要瞧, 能在楼下看见你, 这个点, 陆金川该在书房忙了, 不瞧, 陆金川薄唇张合, 我在等你, 宋黎愣住, 等我, 陆金川朝他招招手, 宋黎走过去, 在他旁边坐下, 你和南淮吃了饭, 等我就是为了问这个, 宋黎眨了眨眼睛, 他眸光澄彻, 眼底还带着几分浅淡的言语, 阿川, 你该不会是吃错了吧, 第163章, 陆家欠的, 陆金川当然没有, 他甚至表情都没有变一下, 直接低声说, 你要演戏可以, 违约金我给你出, 迁到陆氏, 为什么? 宋黎没有直接拒绝, 先问了原因, RL喜欢你的人没有多少, 你和云梦有过节, 待着未必舒服, 宋黎低声说, 做什么都不会太舒服, 阿川, 你不会是我一辈子的后端, 陆金川端起咖啡抿了一口, 水珠浸射了他的唇瓣, 镀上一层光泽, 让男人的气质看上去邪魅不少, 换句话说, 娱乐圈潜规则很多, 我不想我的陆太太被有心人利用, 做出有爱陆氏形象的事情, 懂了, 怕他被别人得手, 宋黎没谈下去的欲望, 他失失然从凳子站起来, 你又不欠我什么,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可以换一个陆太太, 阿川, 我又不会怪你, 宋黎没看陆金川的脸色, 静止上楼, 宋黎又觉得恶心, 自己恶心到了自己, 他心里怎么可能一点埋怨都没有, 可是却试图不放在心上, 轻飘飘的结果, 宋黎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许颜开始安排他能对脸拍的戏份, 剧组的压力真的挺大的, 宋黎这些天腰上的伤不仅美好, 反而有严重的趋势, 他还有些轻微的发烧, 可能伤口感染, 拍完浑浑噩噩噩从剧组出来的时候, 求生去开车, 宋黎在横店门口等着, 路边的灯影那么长, 宋黎站在树下玩手机, 短信进来, 他扫了一眼, 一辆车子风驰电掣一般朝宋黎开了过来, 宋黎豁然抬头, 看见了是一辆武林, 应该是不知道那个剧组的道具车, 眼下对着宋黎直直地冲了过来, 宋黎觉得自己有够冷静的, 竟然停顿了两三秒, 才猛地闪开, 宋黎闪得太慢, 手臂被车子擦到, 整条右臂瞬间冲血杖子, 撕裂一般的痛楚, 让宋黎眼前开始模糊, 他剧烈呼吸, 一瞬间分不清开车撞过来的人, 是不是真的想撞死他, 腰腹上还有车子带过掀起的风, 宋黎蹲坐在地上好久, 才有人过来扶起来, 你要不要紧, 仇身也到了, 太太, 司机没走, 报了警, 警察很快到了, 检查了车子, 刹车失灵造成的交通事故, 司机满头大汗一直在道歉, 表示一定会承担责任, 算是意外, 加上宋黎只伤到了胳膊, 协调私了之后人就走了, 司机坚持要送宋黎去医院, 求生脸色差得厉害, 没理那个人把宋黎扶到车子上, 太太, 我送您去医院, 上了车, 那种几乎让人窒息的痛苦冒了上来, 宋黎缩在后车座上, 看着外面的光怪陆离, 低声说, 求生, 先不去医院, 你先带我去一个地方, 夜色迷离, 2316包厢, 楚越回国, 第一次和杨婉星聚在一起, 杨婉星长得好, 能力强, 如果不是楚越真的对他有恩, 杨婉星就算是做陆金川的首席秘书, 也可以的, 他摇晃着红酒杯, 液体被灯光打成色彩斑斓的颜色, 楚越的电话进来了, 他接完之后脸上带了点不悦, 杨婉星健壮, 忽然笑了, 怎么忽然不高兴, 还是因为宋黎, 别不高兴, 我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 楚越挑眉, 什么惊喜, 我给宋黎制了一张大网, 只要他想知道孩子真相, 一定在劫难逃, 楚越顿了顿, 敲了敲桌面, 你细说, 楚越心里对宋黎真的怀恨在心, 他从小到大就得陆金川的照顾, 没受过陆金川一句重话, 上次顾初的事情, 明明是宋黎做得不对, 他也不过是在顾怀生面前说了两句, 陆金川竟然真的让顾怀生带他走, 如果不是于情及时赶到, 楚越差点就遭殃, 这笔账, 他虽然恨陆金川, 可是更恨宋黎, 所以, 今天楚越就找了剧组的人, 开车撞宋黎, 他想得简单, 撞断一条腿一条胳膊都好, 人不死就行了, 司机是过失伤人, 不逃逸坐几年牢而已, 给一笔前锋口, 让自己出一口恶气而且, 就他外婆那个性格, 绝对不会允许他哥哥有一个残废的妻子, 宋黎残废了, 哥哥和他离婚, 说不定还能和山姐姐重修就好, 没有他割户着, 他想怎么拿捏宋黎不行, 简直一举多的, 杨婉星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告诉楚越他有办法给他出气, 这些天楚越憋着忍着, 一连大半个月过去了, 楚越都以为他忘记了, 自己动了手, 云战那个马子还记得吗, 杨婉星低声说楚越顿住, 怎么, 他来找你了, 是我找到了他, 宋黎不是要找云战吗, 那我就拿他来布个局, 这会儿如果不出意外, 宋黎应该再去那个女人住的地方的路上, 杨婉星没看见楚越骤然黑下去的脸色, 接着说, 我安排了不少人, 只有求生没问题的, 那种地方三较九流发生点什么都有可能, 我如果没记错陆总应该有洁癖吧, 到时候我就不信陆总能忍得住, 楚越的脸色更加难看, 有这个计划, 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 杨婉星愣住, 还没来得及回话, 蹲点的兄弟给他打了个电话, 新姐, 宋黎出了车祸上的热搜, 咱们兄弟还等吗, 杨婉星下意识地看向楚越, 楚越气得要死, 我找人撞到, 胳膊伤得很重, 人在去医院的路上, 杨婉星也无奈, 他揉了揉额头, 电话里的人追着不放, 新姐咱们也在这里蹲了大半个月了, 宋黎那丫头一点上当的意思都没有, 我们都快熬不住了, 她这种娇生惯养的傅太太, 不能出了车祸还过来, 兄弟们就回家休息一晚上, 行, 你告诉那个女人, 以防万一, 让她今天晚上也先撤, 好, 挂断电话, 杨婉星拧着眉心, 她也有些不悦, 楚总, 你怎么能找人撞宋黎, 这样容易出事的知道吗, 你就不怕警方真的查出来什么, 楚越根本不在乎, 怕什么, 陆金川不帮我收拾烂摊子, 我外婆肯定会帮我, 这是陆家欠我们的, 第164章, 不要冲动, 楚越不以为意, 再说了, 你做的就不危险, 杨婉星揉了揉脑袋, 确实有危险, 但是他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到底是为了谁, 而且, 那种地方是什么人没有, 就算是宋黎真的被得手了, 查来查去能查出来什么, 监控他早就让人破坏掉了, 安全系数怎么也比楚越的大, 杨婉星觉得楚越是真的蠢, 不管陆家到底欠了楚越什么, 依照他这个折腾法, 到时候什么情分折腾不完, 如果没有楚越添乱, 宋黎坚持不到明天, 他有预感, 今天他一定能收网杨婉星没了玩闹的兴趣, 他拎包起身, 算了, 过段时间他肯定还会过去, 这次怪我没事先跟你说, 我先去过去一趟, 安抚一下兄弟们, 回头再聚, 虽然没让宋黎吃大亏, 楚越很不开心, 但是他也愿意去医院看宋黎的笑话, 直接点头答应了下来, 求生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凉了一半, 用陆金川那句话说, 宋黎已经疯了, 站在一个称得上是破旧的小出租屋附近时, 宋黎还从包里拿出纸巾, 擦拭胳膊上渗出来的血迹, 太太,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抓一个人, 宋黎的声音很轻, 求生不太理解他口中的抓是什么意思, 只看见宋黎拿出手机在发什么短信, 太太, 你要抓谁, 不如我们现在过去, 然后马上去医院, 宋黎已经告诉陆金川他去医院了,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个时候陆金川人也到医院了, 再等两分钟, 求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可能会保不住了, 放陆金川的鸽子还是大鸽子, 有点刺激, 他忍不住想要来跟烟, 烟点上三分钟, 宋黎站在一侧开始咳嗽, 一张俏丽脸蛋都可红了, 求生后知后觉想起来, 这是宋黎淡青过敏的后遗症, 但是知道的有些晚, 烟已经抽完了, 求生刚要跟宋黎道歉, 对面出租屋旁边出来几个人, 他动作顿住, 每个男人都五大三粗, 其中一个隔着那么远, 还能看见脸上有一道很长的把, 求生是练过的, 听力高于普通人, 一下子就听到了最前面的那个人说, 告诉那个女人, 让她赶紧滚, 明天也几个还来这里蹲人, 她敢坏事, 我们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不是, 善哥, 我听你和老大电话里说的, 蹲的是大老板的妻子, 这, 不就因为个孩子, 没了, 她会来吗? 对啊对啊, 有这个时间不如再生一个, 求生瞳孔缩了缩, 这句话的每一个字, 就差指着宋黎的名字, 说是她了, 宋黎忽然伸手, 挽住求生的胳膊, 若无其事地和一群人擦着肩过去, 最前面的那个人还看了一眼宋黎, 夜色中, 这个地方灯光没那么亮, 他们看不清楚宋黎长什么样子, 就觉得宋黎受得几乎脱行了, 其中一个吹了个口哨, 操, 你喜欢这样的, 受成鬼了, 老子喜欢风雨一点的, 议论的声音渐渐远去, 宋黎和求生一步慢一步, 快走到了出租屋旁边, 里面的女人刚好拎着一个麻袋要出来, 路被挡住, 她下意识地抬头, 空中来回旋转的霓虹灯打在宋黎的脸上, 她眉目如画, 被渲染成各种颜色, 依旧让人背绝惊艳, 女人所有的动作戛然而止, 惊呼声差点破口而出的时候, 被求生捂住了嘴巴, 推开门, 强行塞进了出租屋里, 宋黎蛇身回去开车, 五分钟左右, 求生载着宋黎和女人离开宋黎出了一身冷汗, 额脚也开始冒虚汗, 求生认识这个女人, 她被陆金川派去查过这个女人, 得出她是云站的女人之后, 也一直在寻找, 但是这个女人, 一是黑虎, 二不用手机, 三几乎不怎么活动, 这个高科技社会, 有这样的人, 即便是陆金川这样手眼通天的人, 也不太好找, 求生倒是好奇宋黎怎么会知道她在哪, 太太, 我先送你去医院, 宋黎摇头, 往大路上开吧, 再不走快点, 想走就走不了了, 求生一开始没有体会到宋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等红绿灯时, 看见后面上来两辆车, 无声无息地在包围她的车子, 求生透过后视镜看宋黎, 她应该已经看到了, 那些人蹲的就是她, 也意识到刚才是她来了, 求生眉心一跳, 宋黎看着车窗外, 数了数, 四辆车, 陆太太, 如果你肯把我放下, 你和这位先生肯定走的, 从被弄上车, 就小心翼翼的女人忽然出声, 宋黎侧头看向她, 有些年纪了, 三十多岁的年纪, 看上去四十多, 头发打结, 衣服上有洗不掉的污渍, 她当时拽着云栈的样子, 还历历在目, 宋黎想起心, 依旧宛如弯心一样的痛, 宋黎只是看着她, 目光很有穿透力, 几乎透过她的灵魂, 被她盯得毛骨悚然, 女人又说, 你发现我的孩子是被安排好的, 蹲你的人很多, 你应该明哲保身, 宋黎的眸光越来越沉, 沉得让女人恍然,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压迫力这么重, 女人壮了壮胆子, 刚想继续开口, 腰腹一凉, 车子上有小抽屉, 宋黎抽出来一把水果刀, 抵在了她腰间, 她眼睛瞪大, 陆,陆太太, 求生感觉到了压力, 躲车的时候, 一个急刹车, 刀尖刺破了女人腰间的肌肤, 她很痛, 却不敢喊出声, 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宋黎曲起一根手指头, 抵在唇半肩, 嘘, 你最好还是少说话, 坐直, 不然下次急刹车刀子, 可能会把你的肚子捅穿, 她这才真的开始怕, 这和她预想的一点都不一样, 按照杨婉星的排练结果, 应该是宋黎被他们为所欲为的, 说不定她和云战也不用再东躲西藏, 有生命危险了, 陆太太, 您是个娇贵人, 换我烂命一条多不划算, 你千万不要冲动, 宋黎不觉得不划算, 你让我没了孩子, 我让你的孩子没有妈妈, 其实很公平, 女人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宋黎接着说, 没你这个妈, 说不定她过得更好, 救助中心至少能给她一口饱饭吃, 而不是像你一样, 每当想起她都是利用, 第165章, 一句忠告, 女人听出来了宋黎口中的憎恨, 冤有头债有主, 当初对你动手的是云战, 你为难我也没用啊, 反而因为葬送自己不合适, 你现在这样就是再想不开, 她能清楚地从宋黎的眼睛里看出来恨意, 这样的单子, 其实她和云战不是第一次接, 也有像宋黎这样揪着不放的, 正常地飞上枝头当凤凰的女人, 孩子没了都在博取同情, 从老公那里捞好处, 计划下一个谁知道宋黎会这么较真, 她心里也后悔, 宋黎玩着刀, 哪怕车子在路上飞驰, 她也依旧四平八稳地拿着, 想让我不要为难你, 可以, 宋黎眨了眨线长的睫毛, 两个选择, 女人眼睛一亮, 听到宋黎说, 告诉我云战的位置, 我找到人放了你, 这是其一, 她慌忙开口, 我选二, 我虽然和云战交往, 但是她好久没有和我联系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在哪里, 如果我知道, 我也不会和孩子连口饭都吃不上啊, 宋黎挑起唇角, 那么, 第二次告诉我, 当初是谁让云战那么做的, 把证据拿出来, 女人的眼睛瞬间黯淡了下去, 陆太太, 你再为难我, 我们这一行从来不问买主是谁, 都是先付定金, 做完之后拿尾款, 前世统一放在迷宫巷第三个巷口的垃圾桶里的, 当初雇主跟我们联系, 用的也是临时电话卡, 没有绑定身份证号, 宋黎往前推了一下刀子, 女人下意识地举起手, 继续编, 女人愣住, 宋黎只是笑, 她笑起来好看, 似乎秋水荡开波纹, 只余下诚彻和美丽, 只是这份美丽多少让女人胆战心惊, 你当我看电视剧呢? 宋黎低声说, 那天去迷宫巷是我临时决定的, 你们在那里蹲着, 了解我的习性, 知道我会去帮孩子, 知道这么多, 不可能不和背后的人联系, 孩子的事情是你们提前做的局, 我听到那些人说了, 杨婉星是吧, 让你们对我下手打掉孩子的, 是不是杨婉星? 女人沉默, 她知道供出来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车子越来越快, 刀尖在她衣服上划过, 隔着一层布料, 她依旧觉得很冷, 女人忽然放弃挣扎, 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再纠结这个问题, 值得吗? 你应该和陆金川再生一个, 而不是纠结失去的那个, 这是得不偿失, 你懂不懂, 都知道陆金川, 看来是知道的不少, 宋黎眨了眨眼睛, 一颗心脏跌到了谷底, 知道是陆金川的孩子, 还敢下手, 要么有恃无恐, 要么根本无迹可循, 你放我下去, 我们俩都能逃过一件, 女人还在劝她, 人追上来, 我就先杀了你, 你, 女人被宋黎的眼神害住, 她没见过脑回路这么不正常的人, 宋黎低声说, 别和我得不偿失, 我失去的是我的全部, 车子上了高架桥, 有车子在等, 球身冲不过去, 被迫停下, 前有狼后有虎, 仇深, 太太, 待会儿你见机行事, 能跑就跑, 这话说出来, 估计就是凶多吉少了, 宋黎抬头, 隔着前面的挡板, 看见了前面截停车辆的人, 穿着长款风衣, 指尖夹着新火, 风流俊逸, 顾怀生, 很快, 顾一过来敲了车窗, 陆太太, 我们先生想和你聊聊, 方便吗? 宋黎推开车门下车, 女人下意识地想要跑, 被顾一擒住了后衣领, 碍于顾怀生在, 后面的车子停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 不敢靠近, 站在桥上, 顾怀生背靠着扶手, 居高临下地看着宋黎, 看来, 陆金川没我想得那么爱你, 这个时候了, 人还没出现, 宋黎挑了一下煤烧, 顾先生这句话说的, 硬情硬紧的话, 我该哭对不对? 他从风衣口袋里摸出烟河, 举了一下问他, 可以吗? 宋黎点头, 顾怀生不会因为他有后衣症就犹豫, 正如当初他祈求云战, 依旧没有救赎一样, 挣扎不如体面接受结果, 从你出车祸到现在,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如果我猜得没错, 求生应该已经告诉陆金川, 你们被人追了, 临程能伴住陆金川的人可不多啊, 宋黎, 你就不好奇, 他现在和谁在一起, 宋黎又问了一遍, 所以顾先生说这些, 是想看我哭吗? 你确实该哭, 顾怀生声音都是肯定, 一个女人, 俨然走投无路, 哭泣是不丢人的, 可是, 宋黎还能笑出来, 眼泪是掉给有用的人看的, 太奢侈了, 而且, 我也哭不出来, 反而是顾先生, 现在和我在一起这么闲聊, 回来恐怕不好和顾老先生交代吧, 顾初毕竟还在病床上躺着, 甚至前段时间宋黎还听说, 当顾初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的时候, 有过轻生的想法, 如果是真的, 顾家的人应该这个时候, 是快要恨死他了才对, 顾怀生递过来一个手机, 里面录制着视频, 场景看上去像是在中心医院, 陆金川往外走的时候, 杨婉星正带着临山往医院里面去, 陆金川身边跟着楚越, 三个女人, 至少两个跟他有旧恨, 顾怀生朝宋黎脸上吐出来一口烟雾, 陆太太, 给你一句忠告, 不确定自己在一个男人心里, 有很深的地位的时候, 不要做太危险的事情, 这样太不理智了, 宋黎一本正经的应声, 谢谢顾先生, 他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孩子出现得太巧了, 他的生活每次都有意外, 尤其是两次遇见孩子, 都是意外中的意外, 一开始, 宋黎真的觉得是老天开眼, 可是找不到孩子父母, 又发现, 孩子是个低智儿童的时候, 他就回过味了云站是一个亡命天涯的人, 认识的没有几个好东西, 他的女人如果不想被发现, 回去救助中心看孩子吗? 还去了三次, 生怕他们发现不了, 宋黎早就猜到了他住的地方有人蹲点, 但是他不确定自己雇佣的侦探到底有没有问题, 出了车祸之后, 宋黎就联系了剧组认识的一个小姐姐, 帮他拍照片发给记者, 立刻上网并且报警, 他赌的就是这些人觉得他不会去, 第166章, 他怎么样? 他的力量有限, 胆子也小, 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自己在逼自己, 他失去的总要自己一点点拿回来, 自己不努力, 谁会看得起? 宋黎走到顾怀胜的身边, 他声音很淡, 顾老爷子把我推下车那天, 还没来及地感谢你, 不用谢,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顾怀胜扫了他一眼, 低声说, 你算是帮了我一个忙, 顾氏这一脉人少, 股东的心也不齐, 以后不用再给顾初处理烂摊子了, 这么直白, 宋黎轻笑一声, 那天松手要坠牙的时候, 他听到了有人喊他, 像顾怀胜的声音, 因为喊的是阿黎, 所以宋黎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想到, 最后一秒拽住他的人, 竟然真的是他, 高架下面的车子越来越多, 顾怀胜的声音被夜色浸染上几分凉意, 陆金川的人应该到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应该量力而行, 及时止损, 顾怀胜看着他的目光专注, 宋黎, 怨气太大人会迷失, 陆金川或许是不适合你的人, 不值得你再这样消耗自己, 宋黎半点感动都没有, 他撇嘴, 这话说出来, 真的不像是顾先生的风格, 顾怀胜的气质更符合火上浇油的风格, 被宋黎说了一下, 顾怀胜觉得自己也是闲得慌, 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大姐, 穿这么薄, 还是去车子上坐着吧, 顾怀胜催了他一下, 宋黎往仇深的方向走, 顾怀胜在他身后喊他, 欠我一个人情, 轻松的感觉瞬间没了, 他没回头, 说, 我会还的, 我能做到的, 不违反道德法律, 我都会帮你, 顾怀胜的车子撤开一段距离, 陆金川的人上来, 追着求生和宋黎的车子退入潮水, 故意第一时间把云站的女人交给了求生, 陆金川下车, 先看了一眼宋黎, 他的胳膊已经非常严重了, 一条小臂胀子肿了一圈, 手肘的地方还有血迹, 陆金川朝宋黎大步而来, 他身上裹挟着怒火, 每一步都似乎踏在了宋黎的心口上, 让他压力倍增, 宋黎先发致人, 一步之遥的时候, 他忽然扑到了陆金川的怀里, 眼泪像是穿了线的珠子, 哒哒哒下坠, 陆金川最怕女人哭, 尤其是宋黎这样带着绰其的他, 抽烟的厉害, 捂着小臂像个小可怜, 陆金川甚至明知道这是他装的, 可是心里的怒意像是怎么也织不起来的屏障,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泄出去, 只剩下憋门, 他脱了外套照住他的肩膀, 把人拢在怀里, 眸光抬起对上顾怀胜, 厚着一脸闲适, 好整以暇地看着他, 见他看过来, 还对着他挥了挥手, 瞧啊, 陆总, 你怎么在这里, 陆金川眯眯着眼睫, 陆顾两家的恩怨该一笔勾销, 顾家如果再纠缠陆太太, 到时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顾怀胜贪手, 笑得一脸无所谓, 陆总, 这高架桥是贴了你的名字吗? 我不能来, 我来看热闹不行, 顾怀胜很是嚣张, 陆总和陆太太的爱情真让人动容, 简直感天动地, 还好我来得走, 不然真看不到这一幕, 宋黎差点被自己的口水枪住, 冷嘲热讽果然还是顾怀胜专业, 他想笑, 又怕陆金川生气, 勉强忍住, 陆金川什么都没说, 抱起宋黎上了车, 盛兰问他, 陆总, 太太和仇先生抓到的人, 让求生带回帅城乡线, 现在开车去医院, 陆金川脸色不好看, 盛兰不敢反驳, 发动了汽车引擎, 15分钟后, 宋黎到的时候, 苏晨悟和护士在楼下等着, 陆金川把他放在了可疑洞的病床上, 如果不是只有胳膊痛, 宋黎真的要觉得自己已经病入膏肓, 不能自理了, 检查很快, 因为有外伤, 而且没有处理, 除了外敷, 还要输水, 苏晨悟建议宋黎住院观察一天, 护士站新来了一个小护士, 急诊室人手不够, 安排他去给宋黎扎针, 陆金川在病房里站着, 他从小就容易引人侧目, 先天条件好, 又是凌晨的公众人物, 外貌条件又绝佳, 刚出入社会的女孩子, 自然忍不住多看几眼, 只是为难宋黎, 平白多挨了几针, 第三针还没扎上去, 宋黎的手背已经一片通红了, 陆金川眯着眼睛看小护士, 他一开口, 语调里没有半点风花雪月, 反而是小姑娘似乎被他吓到, 从脸红变成了眼眶红, 宋黎太瘦了, 血管也很细, 加上因为陆金川在, 他又是真的紧张, 硬生生多扎了一针, 苏晨悟过来的时候, 小护士眼泪都掉了下来, 陆金川对护士没有对宋黎的耐心, 直接对苏晨悟说, 让他辞职, 针都扎不好, 做什么护士, 阿川, 人不是生下来就会扎针的, 你对一个小姑娘发什么脾气, 陆金川笑了,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怎么, 我开的医院, 连个护士都开不了, 宋黎拉住了他的手, 算了, 然后对着小护士挥了挥手, 低声说你先出去吧, 小护士逃也似的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宋黎的手背惨不忍睹, 苏晨悟看了一眼, 忽然笑了, 小杰这个手, 确实有点问题啊, 怎么, 阿川这事在心疼陆太太, 苏晨悟问出来, 宋黎不自觉地抬头看向陆金川, 陆金川动作致了致, 生硬地转移话题, 他怎么样, 没事, 输完谁想出院可以出, 不想出就住一晚上, 药用就行了, 都是外伤, 应该不会留吧, 苏晨悟给宋黎做了全面的检查, 低声说, 他身体素质很一般, 听力也没有转好的倾向, 要继续吃吧, 陆金川点点头, 送走了苏晨悟, 忙活到现在, 宋黎还没有吃饭, 所有的心理负担卸下来之后, 他觉得鸡肠碌碌, 肚子开始唱空成绩, 宋黎眼巴巴地看着陆金川, 我饿了, 圣兰立刻说, 太太想吃什么, 我去买, 第167章, 给个教训, 夜宴王宫的粥, 圣兰应声离开, 病房里只剩下了宋黎和陆金川两个人, 他在病床前坐下, 目光一措不措地看着他, 宋黎的针在扎左手上, 右手伤了, 想后撤都撤不了, 气氛逐渐变了位, 宋黎审笑一声, 阿川, 宋黎, 如果我没理解错, 顾怀生刚才应该是在帮你吧, 你们之间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了, 宋黎挑眉, 你这一次是, 刚才顾怀生不该帮我, 应该让我被人抓走, 就算是急着换个太太, 也不用盼着我出这种事情吧, 阿川, 陆金川神色冷漠, 你这胆子, 还用盼, 他冷冷一笑, 阴色迷你, 明知道有人蹲点, 还带着仇身过去, 我该说你运气好, 还是不要命呢, 宋黎认真思考了片刻, 运气好吧, 他语调理有一丝的迟疑, 陆金川被他气笑了, 唇角微微抿了抿, 薛薄的唇瓣, 抿成一条锋锐的直线, 气氛骤然压抑了起来, 陆太太觉得自己很幽默, 宋黎的笑容顿住, 他停了好久, 我抓到了重要证人, 没让你费心, 陆金川, 你不该夸我吗, 怎么夸你, 向警局帮你申请勇士奖章够不够, 陆金川觉得真够荒唐的,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保镖, 去闯几辆车人蹲点的地方, 抓另外一个人, 宋黎到底知不知道危险是什么概念, 世界似乎瞬间颠覆了一样, 明明之前宋黎胆子又小, 也不是那么爱笑, 深入减出, 性格温软, 忽然一下子全变了, 哪怕是这些年他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 但是这次还是跟着宋黎揪心, 发现了目标, 你不会跟我联系吗,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问你吗, 宋黎看着陆金川, 陆金川哑然, 既然是针对宋黎的局, 那么那些人发现陆金川的人之后, 肯定会第一时间撤离哪里, 真的会被抓到, 杨婉欣不是个傻子, 我会其他的方法, 陆金川低声说, 宋黎摇头, 你不会的, 你和他们的想法一样, 失去的可有可恶, 不懂那是我的全部, 其实, 从你们的想法出发, 宝宝确实没有让人再惦记的必要了, 一个名字都没有还不足两个月的小肉球而已, 能引起谁的动容, 他只是倒霉, 成为了我的孩子, 我没本事, 帮他找个凶手, 还要被他爸爸凶, 宋黎眼圈红了, 陆金川心口猛的一次, 针扎一般的痛苦, 如有实质, 这件事情陆金川如梗在喉, 那个女人有没有说是谁做的, 宋黎摇头, 只是在和那些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听到他们说, 蹲我是杨婉欣的意思, 这件事情陆金川已经知道了, 他也已经派人去找杨婉欣了, 人应该快到了, 阿川, 你能从那个女人嘴里问出来答案吗, 陆金川先谋看向宋黎, 反问, 你想要个什么答案, 换句话说, 我给的答案, 陆太太你信吗? 宋黎沉默, 他定定地看着她好久, 似乎在等答案, 宋黎明知道自己该给陆金川一个肯定的答复, 可是这一刻, 他被她盯着, 竟然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陆金川自嘲一笑, 宋黎和陆金川之间的冷淡, 一直维持到了盛兰带着粥过来, 他两只手都抬不起来, 陆金川不可能让盛兰去喂宋黎, 拆了粥拿着汤匙炊凉喂宋黎, 盛兰还买了白酌鸡尾虾, 宋黎以为吃不到嘴里的, 陆金川却克服洁脾, 帮他包了两个, 塞在了嘴里, 下次他掉水不要买海鲜和鲜之类的, 避免和液体相冲, 盛兰连连点头, 饭吃到一半, 求生带着杨婉星到了, 巧了, 还有楚月, 杨婉星看上去不太好, 风衣蹭上了污渍, 高跟鞋有一个根也断了, 他进了房间脱了鞋, 只穿着丝袜站在地上, 哥, 你这是干什么, 求生不由分说, 就去拿婉星, 你这样做, 可算是限制婉星的人身自由, 警察也不会同意的, 楚月对上陆金川, 从来只有外墙中干, 空空抬高了声音, 没有半点气势, 陆金川正在漫条丝里的给宋黎包烤鸭, 因为有伤, 他不肯吃酱, 怕伤口黑色素沉淀, 陆金川被宋黎包的要死, 闻言冷笑一声, 那你是准备报警解决了, 楚月, 杨婉星倒是不怕, 他踢了踢鞋子, 落落大方的开口, 陆总, 这么晚把我叫过来, 总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他的表情恰到好处, 带着几分薄怒, 剩下全是敢怒不敢言的憋们, 这演技, 上班浪费人才, 如果进入娱乐圈, 指定能拿个奥斯卡小惊人, 陆金川把包好的肉塞到宋黎嘴里, 为了他喝了一口粥, 说今天晚上的事情, 我需要一个解释, 尼宫像的事情和你有没有关系, 今天晚上, 晚星一直和我在一起, 楚月抢答, 一直在一起也没耽误你做事, 雇佣人开车撞自己的表手, 楚月你想坐牢跟爷爷说一声就行了, 不用费那么大劲, 宋黎眼皮一跳, 他这儿扒金没想到, 晚上的车祸还有其他的内幕, 宋黎下意识地看向陆金川, 意思就是他不打算包庇自己的表妹吗, 楚月脸色变了变, 哥, 你胡说什么, 这可是犯法的, 我可不敢做, 陆金川懒得理会楚月, 目光直直地盯着杨婉星, 杨婉星心里也后悔得半死, 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让自己的人立刻回去的时候, 已经晚了, 总共从夜色迷离出来走到地下车库, 五分钟不到, 宋黎已经抓到了人, 他把宋黎当成秋后的蚂蚱, 没想到他竟然还能极限逆转局面, 杨婉星眨了眨眼睛, 正想着怎么敷衍过去的时候, 陆金川忽然开口, 你想好是自己交代, 还是我找人让你开口, 陆金川的眸色很深, 宛如墨浴一样, 盯着一个人的时候, 总容易让人压力倍增, 是, 杨婉星低声开口, 忽然承认, 人确实是我布置的, 楚总刚从国外回来, 对宋小姐不满, 我确实布置了人准备给宋小姐的教训, 他一开口, 整个病房忽然寂静了下来, 第168章, 我胳膊疼, 谁都没想到, 杨婉星会这么直接地承认, 就连宋黎都觉得意外, 就这样任命, 似乎不是杨婉星的风格, 这是杨婉星, 楚岳在陆氏的时候, 他是个楚岳的助理, 陆金川把楚岳送出国,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楚岳无法翻身, 杨婉星身为楚岳的人, 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但是, 他被调到了凌晨的分公司, 升职加薪, 甚至还有竞争总经理的资格, 陆金川捏着筷子的手用了力, 骨节惨白, 俨然隐忍着很大的怒气, 灯光很亮, 杨婉星的表情一览无余, 但是陆总, 我没打算伤害过宋小姐, 杨婉星抿了一下烟红的唇绊, 她外形条件很好, 身材也火辣, 睫毛煽动, 满目无辜, 即便是宋黎, 这一刻也不由动摇, 是不是杨婉星是不是对她毫无恶意, 一个漂亮的女人, 懂得利用自己先天优越的条件, 真的太可怕了, 陆总, 正是我知道宋小姐是陆太太, 就算是我有再大的胆子, 我又敢对她做什么呢, 我是楚总的人, 一开始我想的就是带人吓唬吓唬小姐, 给楚总出气而已, 没有其他任何别的想法, 她说话的时候低眉顺目, 甚至看上去还有些委屈, 宋黎一动, 她没有落入到杨婉星的手里, 所以她可以随便说她打算怎么对付她, 她确实什么都没做, 可是宋黎今天已经打定主意, 一定要卸掉楚越的这条胳膊, 你打算怎么吓我, 宋黎声音很轻, 杨婉星看了宋黎一眼, 几个男人追, 还不够可怕吗, 宋黎点头, 够可怕, 我的胆子可小了, 那如果吓死了, 杨小姐打算怎么负责, 宋黎, 你不要太过分了, 婉星已经在道歉了, 你有没有什么损失, 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就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宋黎反唇相击, 退一步会海阔天空吗, 上流社会纵欲横流, 谁不是看蝶下菜, 这些人逛回条软柿子捏, 如果退一步, 只会被人给欺负的更惨, 宋黎看向杨婉星, 从出现在这里, 他表情变化多端, 从最初的气急败坏, 转变成后来的装傻, 可是他落在陆金川身上的目光, 是没有变过的, 压抑着几分委屈, 又带亮光, 眉弯流转之间都是倾目, 他喜欢陆金川, 对他的针对, 是因为楚越这种鬼话, 一开始, 就是骗骗楚越这种傻子, 杨婉星的爱过于隐晦, 他有心的话, 怕是能骗过很多人, 如果我说话, 陆太太能退一步吗, 不能, 陆金川忽然开口, 他画风里都是冷尘, 眸子似乎点过寒冰, 冷得出奇, 可是他忽然转头, 看向宋黎, 当陆太太, 不用委屈你自己, 他的视线, 似乎一直压在了他心里, 那么认真, 认真的让宋黎不由动摇, 他呼吸平住, 一时间忘记了自己想说什么, 陆金川却没有任何春花秋月的心思, 看向杨婉星, 冷笑, 你们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他退一步, 这句话, 宛如一根刺, 深深扎在了楚月和杨婉星的心口上, 痛得让人无法自抑制, 他声音冷得像是铁, 阿里流产的事情, 你有没有参与, 是不是楚月指使的, 陆金川单刀直入, 怎么联系上的阿湛, 我身边你联系了谁, 他不是个傻子, 炸出来杨婉星, 陆金川很难不怀疑他身边的人有问题, 临时起义, 去了迷宫巷吃私房菜, 让宋黎过去更是一时兴起, 依旧有人蹲点下了手, 如果他没有流产, 这会儿, 孩子该有胎心, 会有小幅度活动的才对, 杨婉星被陆金川一系列的问题, 问得眼前发黑, 陆总这话, 是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直接给我盯罪吗, 杨婉星眼圈红了, 气怒地看着陆金川, 距离力争, 找人蹲陆太太, 确实是我的错, 可我, 呃, 话没说出来, 呼吸一瞬间被掐断一般, 杨婉星的纤细的脖梗, 落入到了陆金川的大掌里, 两根手指掐着他, 陆金川的声音很沉, 我讨厌废话, 那个孩子我都没见过, 如果不是阿里, 提起我留意不到, 不如杨小姐给我解释一下, 你怎么就那么凑巧地用他布局, 陆金川吃笑一声你觉得阿里是傻子, 随随便便一个孩子都能把他引过去, 杨婉星心脏凉了一半, 他呼吸似乎凝制住了, 心脏再动, 却疼得无法自意,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承认这些事情是我做的, 还是承认这些事情是楚总之使的, 杨婉星声嘶力竭的大吼, 我永远也不会承认, 我没做过的事情, 送礼有些茫然, 明明被迫害的人是他, 怎么看上去, 反而是杨婉星更像是受害者, 陆金川笑了, 仇身带回去, 等太太输完水回去一起清算, 仇身应了一声, 杨婉星没想到陆金川会突然发难, 陆总, 他声音很沉, 在我这里, 不承认也没用, 他还想说什么, 但是仇身看见陆金川不耐烦了, 不敢犹豫, 直接把人拽了出去, 连同楚越消失得干干净净, 病房空了下来, 胳膊上的痛处非常明显, 宋离眼巴巴地看着苏晨物, 苏医生, 我胳膊疼, 你还知道疼啊, 苏晨物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讽刺, 从陆金川短短几句话中就能听出来, 能受这么重的伤, 大概是他自己凑上去的, 为了抓人, 苏晨物见惯了生离死别, 其实很难理解宋离, 孩子没了, 是和他没有母子缘分, 面对现实积极备孕对他才是最好的选择, 宋离被苏晨物吓了一跳, 完全不敢说话, 就着陆金川的手吃了一口周压的鸭筋, 吃了饭, 宋离靠在陆金川的肩膀上昏昏欲睡, 男人半懒着他, 一边给他擦肩膀上的伤, 一边看着水, 掉完的时候, 宋离已经睡着了, 护士把针也没醒, 陆金川没叫他, 抱起人下了楼, 到了地下车库, 把人拴在副驾驶上, 开着车回了绿城乡线, 车子几乎刚停下, 宋离就醒了, 第169章, 时光济燃, 他光着脚, 找了半掌没找到鞋子, 才侧头看陆金川, 我鞋子, 陆金川找到他的高跟鞋, 等了他两分钟一起下了车, 绿城乡线里一片漆黑, 只有主别墅灯火通明, 宋离的腿也有擦伤, 走路的时候不自觉的姿势有意, 陆金川跟在他后面, 眸光沉了下来, 短短的三四个月, 他的身体肉眼可见地破败了下来, 这其中, 如果说没有他的责任, 是不可能的, 思寸间到了别墅大门口, 求生已经在等了, 看见陆金川和宋离, 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 求生看了看宋离, 依旧没有回答, 被他看得宋离心里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若有所思, 宋离踩着高跟鞋小跑进了别墅, 陆金川跟着进去, 别墅里很空, 别说杨婉星, 就连宋离拼命带回来的女人都不见踪迹, 你把人关在哪里了? 宋离扭头看向求生, 求生沉默, 说话, 仇深, 老夫人把人放走了, 楚小姐给杨小姐作证, 杨小姐没有坏心思, 宋离这时候怎么还顾得上杨婉星, 她瞪大双眸那云战的女人, 也被老夫人放走了, 老夫人说, 如果让太太一直调查这件事情, 太太一辈子也走不出来, 陆家一辈子也不会有孩子, 如遭雷击, 大抵如释, 胳膊隐隐作痛, 脑袋也痛, 似乎在这一瞬间被一把刀劈成两半, 那么悲伤瞬间扭去了她所有的情绪, 扎根在心底, 痛苦无以复加, 毫无预兆地, 眼泪猛地掉了下来, 宋离抡起拳头, 砸在陆金川的胸口上, 她泪眼婆娑, 陆金川, 你明明说等我掉完水一起清算, 你就是这么清算的吗? 耍我很好玩是不是? 她知不知道, 她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她只是想知道真相, 给孩子一个交代, 为什么会这样? 宋离机械般地砸着陆金川的胸口, 你早就知道老夫人喜欢楚越, 还让求生把杨婉欣带回来, 两年了, 我在你心里算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为那么多人考虑, 为什么那么多人理? 你唯独把我排除在外, 柔软的腰肢被陆金川抱住, 脑袋靠在了男人的胸前, 宋离第一次那么绝望, 觉得世界是黑色的, 不论他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任何的救赎, 陆金川被宋离哭得心乱如麻, 别哭了, 不论他们跑到哪里, 我都会给你抓回来, 陆金川俯身, 把人打横抱起, 直接上楼, 宋离身体不变, 陆金川把他的外套脱了, 把人抱在床上帮他换了睡衣, 管家帮他卸了妆, 把人安置进被褥里, 陆金川躺在他身侧, 大掌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他纤细的脊背, 阿烈, 你睡觉, 我保证你醒来就能看见他们, 伤害过我们孩子的人, 一个都走不了, 他低声给了承诺, 似乎一把刀直直地扎在了宋离的心口上, 宋离疼得浑身颤抖, 闭上了眼睛, 他以为自己是睡不着的, 可是他累到了极致, 胸腔里也满是痛楚, 再醒来, 外面天已经亮了, 宋离电机着陆金川昨天晚上说的话, 穿着拖鞋从卧室里跑了出来, 刚出门就看见从楼梯上上来的楚月, 他穿着一套小香风套裙, 带着几分汗元素, 天已经那么冷了, 仍旧光着腿, 漂亮得不可思议, 哟, 起了, 宋离不想和楚月说话, 扶着扶手要下楼, 走了一半, 手臂被人拉拽住, 强行拖了回来, 他拽住了宋离被撞到地上, 痛得入骨, 宋离脸色惨白, 一把推开楚月, 你要干什么? 我还有事, 没空跟你玩, 你不是想知道孩子是怎么没的吗? 楚月一句话, 定住了宋离的步子, 他下意识地抬头, 宋离不相信楚月的话, 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 孩子变成了他心口的烂窗, 别人碰一下, 他都会痛午夜梦回, 他发了疯的响, 如果能让害死他孩子的人付出代价, 他愿意奉献自己的全部, 可是楚月哪里会好心告诉他这些, 可是脚步似乎被钉在了地面上, 他抓到的人被陆老夫人放走了, 宋离已经走投无路, 疾病乱投医一般问, 你什么意思? 楚月伸手给宋离拍了拍衣服, 自面意思, 你孩子怎么没的, 没人比我更清楚细节了, 一句话, 宋离血液逆流一般, 四肢百海里蔓延出来无限的痛楚和恐惧, 嗓子里似乎哽着一块铁球, 泪意从眼角冒了出来, 他咬着牙根, 是你? 楚月点点头, 对, 是我, 是我提议去迷宫巷吃饭, 是我暗示我哥让圣兰带你过去, 云站是我买通的, 包括主意都是我得出的, 楚月笑着,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是我哥的孩子, 哦, 对你们这种土包子都觉得自己和我们不一样, 骨头明明是剑的, 非要一副清高的样子, 觉得世界上没了你就不赚了, 你真当我哥不知道吗? 他早就知道云站是云梦的哥哥, 知道这些事情是我做的, 婉星说的对, 对付你只让你痛没用的, 这个主意是婉星策划的, 让你在云梦和孩子之间必须选一个的滋味怎么样? 宋离, 你也不过如此, 你觉得贫贱不能屈, 可是你依旧是重叛清离, 我哥不爱你, 闺蜜不爱你, 就算是孩子让你生下来了, 少不要病死哭死, 算来算去, 还是我这个做姑姑的心疼他, 让他早死早超生, 啪, 宋离仰手用尽了全身力气, 一巴掌抽在了楚岳的脸上, 楼梯那么长, 楚岳的身体宛如断了线的风筝, 猛地滚落了下去, 砸落在了陆金川一行人的面前, 时光寂然, 陆金川抬头, 背上宋离的目光, 他那么漂亮, 穿着他亲手换上的纯白色的睡衣, 站在欧式大气装潢的客厅里, 像是遗落人间的仙子,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们, 漂亮地让人不敢心生亵渎, 只是他后来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一刻宋离眼神里的空洞和茫然, 似乎能刺穿一个人的灵魂, 第170章, 咄咄逼人, 月月, 临山吓傻了, 他没见过楚岳这样, 身下都是血, 头朝下趴在地上, 一点气息似乎都没了, 他吓得本就脆弱的心脏, 更是隐隐作痛, 临山蹲在抱着楚岳的脑袋, 雪白的裙子上沾上了血, 眼泪刷刷下坠, 叫医生, 叫医生阿川, 临山和楚岳的感情很好, 从小一起长大, 甚至好过陆京川这个表哥, 于晴上前一步, 俯身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他回头扫了一眼宋离, 整个别墅因为这个眼神变得一片喧闹, 似乎摁了一个, 开关很快, 范纵到了, 陆老夫人也到了, 造念, 陆老夫人老泪纵横, 她休养极好, 第一次气得浑身颤抖, 宋离, 你说, 我们到底哪里对不住你, 你打就打, 为什么要赶尽杀绝, 把人从楼梯上推下来, 奶奶, 陆京川忽然开口, 阿丽不是那种任性的人, 好啊, 陆老夫人愤怒地说, 昨天晚上月月就告诉我, 这个女人针对她, 非要逼婉星承认她的孩子, 是月月找人打掉的, 是, 我和你姑姑没本事, 把她叫得无法无天了点, 可是犯法的事情, 她没做过一件, 陆京川, 现在他人已经把你妹妹从楼梯上推下来了, 脸上的巴掌印, 难道是月月自己打的, 到了这种地步, 你还在维护她, 我告诉你, 如果月月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到时候, 你正好找个荒郊野岭, 买了两个不招你们待见的人, 耳边嗡鸣, 宋离眼睛一片色然, 眼泪掉不下来, 楚月那句话一直在她耳边, 她说陆京川早就知道了, 知道了是楚月做的, 宋离心里也隐隐有过这个想法, 后花园的橄榄油, 迷宫像那天都有楚月的身影, 只是杨婉星针对她, 灵珊针对她, 包括苏兰针对她她都能理解, 唯独楚月, 她是陆京川的表妹, 就算是自己喜欢的姐姐, 不能当她的嫂子, 楚月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针对她, 宋离真的不理解, 也无法理解, 宋离下了楼, 宛如游魂一样走到了陆京川身边, 她眼眶很红, 精神也不太对劲, 阿黎, 陆京川握住宋离的肩膀, 人呐, 宋离抬头看着陆京川, 她有些执拗, 你不是说我睡醒了, 就能看到杨婉星和那个女人吗, 陆京川的心脏凉了半截, 你找婉星戴什么, 陆老夫人忽然开口, 还想往我外孙女身上泼脏水吗, 人就在她面前, 想到楚月的样子, 陆老夫人怎么可能不来气, 一怒之下, 抡起拐杖朝宋离砸了下来, 千钧一发时, 陆京川猛地伸手, 把女人拽到了怀里, 动作很大, 替宋离挡下来的时候发生偏差, 陆老夫人收力道已经来不及, 拐杖砸在了陆京川的眉骨上, 一瞬间陆京川的眉头就破了, 陆京川, 陆老夫人气得要死, 我能打死她, 还是怎么的, 你就这么护着她, 人就在她胸口的位置, 身体小幅度抖着, 室内开着空调, 隔着一层睡衣, 陆京川甚至能感觉到女人身上没有多少温度, 陆京川眼睛刺痛, 她抱着人, 奶奶, 她受伤了, 把人抱到陆老夫人的面前, 陆京川动作粗鲁, 拉开宋离种的发子的胳膊, 递到陆老夫人的面前, 如果不是宋离躲得及时, 她可能没办法完好无损地站在你面前, 你说楚越一件犯法的事情没做, 不过是因为迫于爷爷的压力, 没有人追究她的责任罢了, 阿川, 你什么意思啊, 月月已经在里面了,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 所以宋离说什么啊, 你都信对吗, 临山忽然开了口, 临山有些慌乱, 阿川,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你是说月月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你信任宋离, 眼睁睁眼看是因为她月月才摔下来不知吉凶, 那么我们就不能信任月月吗, 于晴也往前迈了一步, 这件事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宋离过分了, 阿川, 你这样袒护不好吧, 袒护, 陆京川轻笑一声, 从进入到这里, 宋离有没有辩解过一个字, 就算是宋离是故意推的楚越又怎么样, 他开车撞人在先, 凭什么陆太太不能反击, 陆京川眉目里都是阴沉, 你胡说什么, 陆老夫人呵斥, 他拧着眉心, 全是不解, 陆京川心脏生疼, 口诛笔伐, 这是宋离一贯承受的, 明明没做错, 还要受这样的委屈, 他一直让他习惯的, 原来是这样的生活, 我胡说, 要不要我让求生把证据拉出来, 楚越雇佣人得心应手, 消除犯罪证据也得心应手, 别说阿里怀疑孩子流产和他有关, 即便是我, 管家进去告诉范纵, 一定治好楚越, 既然大家这么相信他, 那等楚越醒了, 我们就去警局找警察好好唠唠, 到时候警察要逮捕阿里, 我绝不插手, 同样的, 奶奶和爷爷也插不进去手, 最后几个字, 陆京川咬中发音, 一个音节接着一个音节吐了出来, 你, 陆老夫人气得一张脸战红, 陆京川却还没说完, 奶奶最好祈祷, 我和阿里的孩子和楚越无关, 到时候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一把抱起送礼往楼上走, 于晴把人拦下来, 阿川, 月月已经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又何必这么咄咄逼人, 他不理解, 陆太太做错了事情, 对不起三个字都不会说, 闹得家里鸡犬不宁真的是你, 想要的吗, 陆京川不置可否, 他眼底含着凉意, 橘黄的灯光, 柔化不了男人冰冷的面部线条, 要闹的, 不是我, 咄咄逼人的, 也不是我, 陆京川绕过于晴, 抱着送礼上了楼, 他的拖鞋跑掉了, 把人放在床上, 陆京川握了一下他的脚掌, 一片冰凉, 他眉心错了促, 宋黎, 二十多岁不是两岁, 光着脚跑什么, 嗯, 第171章, 烫手山芋, 宋黎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他仰着头, 一张漂亮的脸蛋似乎发着光, 他看着陆京川, 小声问, 人, 人我已经让仇身追到了, 也在问了, 陆京川叹息, 现在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把楚越推下楼了吗, 宋黎瞳孔猛的一缩, 陆京川步步紧逼, 阿里, 楚越跟你说了什么, 宋黎的呼吸似乎被人掐住, 他眸光躲闪, 显然是不愿意说, 但是陆京川的视线始终看着他, 宋黎对陆京川的温柔如水没什么抵抗力, 不然就说, 男人都是会骗人的, 漂亮的男人更会骗人, 被陆京川的眼神引诱着, 宋黎抿了抿唇半, 重复了一遍楚越的话, 这一遍似乎让他的心脏坠入了无尽的深渊, 他犹疑地看着陆京川的脸, 宋黎不确定陆京川到底会不会信, 一瞬间宋黎觉得周围的气温都变低了, 他的表情很冷, 直接冷到了宋黎心里, 甚至宋黎后颈上都忍不住冒出来一层鸡皮疙瘩, 他打了个寒镜, 这个动作换回了陆京川的神志, 等楚越醒了, 仇身应该也能撬开那个女人的, 到时候就去警局, 陆京川说话的时候有所迟疑, 阿丽, 你会不会怕? 不会, 宋黎回答得斩钉截铁, 这一切都像是做梦, 陆京川愿意顶着家族的压力, 宋神楚越, 给不了宋黎任何真实的感觉, 他问, 阿川, 你为什么会帮我? 陆京川看过来, 看见了宋黎眼镜里的茫然, 这种疑惑或真价实, 也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抽在了陆京川的脸上, 他唇半烟红, 宛如带人采鞋的玫瑰, 陆京川心面一动, 忽然低头吻了上去, 蜻蜓点水一般, 不含任何情欲, 甚至宋黎还没有反应过来, 陆京川已经起了身, 因为孩子是我的, 他声音很低, 灯光照过来, 宋黎总觉得在他的脸上看上了悲伤, 宋黎眼眶很酸, 陆京川或许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是如果他们之间有了宝宝, 他应该会是一个好爸爸吧, 可是这种事情, 早就已经没有了结果, 楼下, 范纵从临时急救房间出来, 他摘下口罩, 陆老夫人和灵山余情凑上去, 月月呢, 我的月月怎么样了, 范纵不慌不忙地回答, 老夫人不用紧张, 楚小姐只是看着严重, 楼梯不高, 血是衣服上的锁链, 划破了皮肉带出来的, 有些小湿雪, 人是摔晕的, 已经醒了, 陆老夫人松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 楚月人没事, 几个人说话间, 陆带已经疯疯火火地到了, 楚月的父亲出了差, 人不在临城, 楚月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陆带进来时, 眼圈都红了, 妈, 月月呢, 灵山说, 陆仪, 范医生说月月没有大爱, 您不要着急, 他把范总说的说了一遍, 陆带听到楚月流了不少血之后, 心疼坏了他怒火中烧, 送离人呢, 陆带不由分说要上楼, 几个庸人都没能拦住, 于晴和灵山面面相去, 奶奶, 不拦下陆仪怕是阿川更加生气, 月月醒了, 阿川护着离丫头, 这件事情恐怕不能善了, 陆老夫人面容微沉, 阿晴, 珊珊, 奶奶有件事情, 要你们帮忙, 什么事, 陆老夫人压低声音, 我绝对不会让月月入狱地, 待会儿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帮奶奶拖住阿川, 不管用什么办法, 范总是陆经川选的家庭医生, 他不会听他的, 已经上了楼, 肯定是去汇报情况了, 陆老夫人交代完, 就出了别墅, 客厅里剩下了于晴和灵山, 楼上一片喧闹, 陆带应该也是拖住陆经川中的一员, 于晴和灵山心照不熏地对视一眼, 前者唇半微微抿着, 一个孩子, 难道阿川真的打算把月月送到监狱里才甘心, 灵山难得沉默了片刻, 阿晴, 这件事情是月月做错了, 这是阿川第一个孩子, 他们结婚快两年, 有的孩子, 月月太过分了, 于晴顿了顿, 但是月月是阿川看着长大的, 保护着长大的, 让月月道个歉, 送礼而已, 阿川的孩子, 就算不是你生的, 母亲也该是个名媛, 陆家出身的, 如果母亲不入流, 真的不会被同龄人排挤吗? 越是他们这样的身份, 越是容易被人看不起, 说出来没人信, 当初陆经川娶宋黎, 虽然闹得满城风雨, 可是没有他们几个人, 没人放在心上, 没人觉得陆经川是认真的, 尤其是那张脸, 笑似临山, 他们几人甚至打过赌, 赌陆经川和宋黎绝对不久长久, 他压住压的时间最短, 他堵入金川和宋黎最多两个月离婚, 不知不觉, 已经过去了快两年了, 看样子, 阿川的新鲜感还没有过去, 阿晴, 你要明白, 如果这个孩子宋黎能生下来, 阿川绝对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临山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一片暗淡, 那是他爱的男人, 甚至他有绝对的自信, 说出口这句话, 但是这样的话, 总让人追心刺骨的痛, 如果孩子的事情真的是月月做的, 我们将要做的事情会让我们变成从犯, 临山难过, 不用如果, 看陆老夫人的态度, 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楚岳做的不假, 阿晴, 别看不起宋黎, 是我们对不起他, 于晴不以为意, 他在女人的脑袋上揉了一把, 珊珊, 你太善良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宋黎在你离开的时候, 趁虚而入嫁给阿川, 如果没有他, 你也不会有心脏病, 就算是月月真的对不住他, 你也没有对不起他, 不要妄自菲薄好吗? 说着, 于晴从西服外套里摸出来一个纸包, 递给了灵珊, 灵珊身手接过, 有些迷茫, 阿晴, 这是什么? 是能让你拖住阿川的东西? 于晴口吻浅淡, 从他微微脸着的眼睫中, 甚至不用过多的解释, 灵珊已经完全弄清楚了手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一瞬间似乎烫手山芋在握, 灵珊坐立不安。 第172章, 你要出去, 阿晴, 灵珊怯懦, 眼眶里都是眼泪, 随时可能坠落下来, 这种东西。 珊珊, 你先不要急着拒绝, 于晴伸手摘掉她眼瞼下方的眼泪。 宋黎的那张脸, 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阿川从来没爱过宋黎, 她爱的是你。 宋黎我会牵制, 一旦你和阿川有了什么联系, 到时候, 她一定会离婚。 于晴的表情被阳光吞噬, 明灭不定, 你们在一起是众望所归, 月月不会和你有什么矛盾, 奶奶年纪大了, 这种程度的折腾她, 根本就承担不起。 珊珊, 拿回属于自己的位置, 对你来说就那么为难吗? 难道, 你真的想把阿川拱手让人? 还是说, 因为阿川和宋黎在一起, 你害怕了, 不敢再想她了。 宋黎浑浑噩噩, 她心里难过得要死。 她一直以为, 小半年快要过去了, 孩子流产的事情,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是因为陆金川根本就没有把孩子放在心上。 原来, 这种悲伤的情绪没停留多久, 范总就上了楼。 先生, 楚小姐已经醒了, 话说了一半, 卧室的房门猛地被人从外面踹开, 陆带风风火火从外面大步走了进来。 光线昏暗, 连带着她表情也一片阴沉。 她单手把范总推开, 气势汹汹扬起手朝宋黎的脸抽了下来。 宋黎想躲, 但是电光火石之间要躲似乎来不及, 下意识地, 她凭住呼吸闭上了眼睛。 疼痛并未如期而至, 宋黎睁开眼睛。 陆金川前置着陆带, 她脸色铁青, 毛子里似乎染了磨, 沉得似乎随时可以溢出来。 姑姑, 闯到别人卧室里, 拳脚相向似乎不太合适吧? 陆带眯了眯眼睛, 她长得漂亮, 气焰更加嚣张。 所以, 她把月月抽下楼梯就合适。 这到底让人气虚, 但是陆金川是陆金川, 她底气十足, 忽然冷冷一笑。 是, 绿城香榭的女主人是阿黎, 在这里, 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姑姑如果心疼月月, 就不该让她到绿城香榭里来。 如果她不来, 宋离可不敢跑到楚宅抽她。 陆带气笑了, 所以楚月过来, 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是她活该了。 陆金川,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姑姑, 就放手。 陆带趾高气扬。 宋离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的月月的动手。 说来说去, 还不是仗着你给她撑腰。 我的女儿在你这里受了委屈, 我这个当妈的, 当然要给她讨一个公道。 陆金川忽然松了手, 陆带愣了一下。 她本以为要挣扎很久, 和陆金川展开一个很长的拉锯战。 陆金川骤然松手, 陆带毫无防备, 身体还差点扑空, 她抖了两下, 勉强维持住身形。 气势瞬间荡然无存。 陆金川甚至往后退了一步, 但声说, 动手之前, 别怪我没告诉姑姑, 昨天楚月找人开车撞陆太太, 今天陆太太还楚月一个耳光。 这笔账在我这里一笔勾销。 今天如果陆太太再被人打了, 别怪我我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她眯着眼睫摸出来手机, 低声问, 如果我没记错, 姑父似乎在S时出差吧? 你威胁我。 陆带不可思议地开口。 陆金川的意思是, 如果他敢抽送李耳光, 他就打算找人开车撞他的丈夫。 可以这么理解, 陆金川从未这么憋屈过, 去年一年送离嫁给他, 安心地坐着父太太, 走到哪里都是重心捧月。 一连几个月, 不知道怎么了, 谁想动手谁动手。 好好一个女人, 被折磨得听力受损, 人生的人说他是半个神明,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可陆金川第一次觉得无力, 只是一个女人, 他都护不住。 陆带气得浑身颤抖, 他狠狠地弯了一眼宋离。 好好, 我们走着瞧。 他转身出了卧室, 陆金川才不管陆带想什么, 他朝床边走了两步, 看见宋离的身体小幅度地颤抖着。 宋离脸色苍白, 显然是被陆带吓到了。 心脏开始不受控制, 绵绵蜜蜜的系统占据了他的心脏。 陆金川气急败坏, 你傻吗? 坐着让他打。 宋离眼巴巴地看着他, 他唇扮张合, 小声说, 阿川, 我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那些气怒的话, 瞬间因为他这一句如梗在喉。 宋离这句话说得过于违心了些, 如果他对他足够在意, 他不至于走到这样的境地。 陆金川不想承认自己心疼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揉下声音。 换衣服, 我们带楚越去警局, 陆金川揉了一下他的脑袋, 你收拾好下楼, 让管家给你准备点早餐吃, 我去准备车子, 以及带楚越过去要用的人和东西。 楚越受了伤, 为了防止他不过去, 陆金川肯定要带医生和保镖。 宋离连连点头, 他从床上跳下来, 拉开衣柜选衣服。 陆金川眸光动了动, 细微的动作可以窥见一个人的内心。 宋离已经好久没碰过他买给他的衣服了, 包括有一部私订高奢品牌送来的定制款。 可是, 今天他拉开了柜门, 里面一排小裙子, 如果他愿意穿, 一定是最美的。 陆金川侯杰动了动, 五指握拳, 抵在唇边掩住了几分淡笑。 从楼上下来, 客厅里只有林珊。 他抱着一杯水, 从侧面看和送离确实如出一辙。 阳光落在他的睫毛上, 林珊应该刚中过睫毛, 太长了, 来回煽动,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到底有多么的紧张。 听到脚步声, 林珊忽然回头。 阿川,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 小跑到陆金川的面前。 你要出去。 陆金川直视着林珊。 嗯, 你知道的。 阿川, 对不起。 林珊忽然道歉, 陆金川莫名。 怎么了? 之前是我不对, 我和月月情同姐妹忽略了送离的感受, 说了很多不好的话, 我跟你和送离道歉。 陆金川散漫一笑。 珊珊, 这些话送离听了很多, 我们都不会往心里去的。 第173章, 她不需要。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有事。 林珊胶着地打断了陆金川。 阿川, 求你了, 原谅月月一次行吗? 我知道孩子没了, 送离很伤心, 事情也已经发生了, 我没办法给月月辩解。 可是月月才二十几岁, 如果真的被送到监狱里, 她的一辈子都毁了。 阿川, 月月是你看着长大的, 难道你真的舍得吗? 林珊目光楚楚, 漂亮灵动的谋底, 都是祈求。 陆金川从小到大就不会拒绝林珊, 每当她用这个眼神求她的时候, 她都无力招架。 舍得。 就在林珊以为陆金川会答应的时候, 男人忽然开了口。 林珊愕然。 陆金川又说, 珊珊, 年龄小不是行凶的借口, 楚月做了就要考虑后果。 她说完, 与林珊擦肩而过, 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她没回头, 只是声音很低。 珊珊。 嗯, 月月比你小一个远。 林珊不知道陆金川说这个干什么? 什么? 陆金川把没说完的话说完, 送离比你小六个远。 送离比楚月还要小。 而且, 不管承不承认, 阿离才是你的妹妹。 在我这里给伤害她的人求情, 还是以年纪小为由。 陆金川觉得可笑, 人也确实笑了。 人心都是偏的, 以前是她太傻了, 觉得一碗水能够端平, 不想委屈送离, 也不想委屈她身边的其他人。 最后反而害了送离。 阿川, 林珊心脏脚痛。 你在责怪我吗? 她眼睛酸得要命, 水气迷惑了她的视线, 陆金川的影子一瞬间变得迷离。 这大概是最痛苦的事情, 她爱的男人明明爱她, 可是却因为一个女人和她渐行渐远, 产生分歧。 林珊看不起自己, 因为这一刻, 她竟然发现她是极度送离的。 陆金川第一次对林珊很下心, 我只是希望你不用为难自己, 我知道你不喜欢送离。 身份使然, 你也不会喜欢送离别再强迫自己为她说话了, 这种毫无营养的关心和怜悯, 她不需要。 陆金川走了, 带空了林珊的心脏。 心脏越来越疼, 林珊早就被这种痛苦折磨习惯了, 可是今天她出气都无法忍受, 整个人双臂抱肩蹲在地上啜泣。 她知道, 她和陆金川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他们之间横贯了太多, 不只有送离。 陆金川出了门, 求生在等她, 看见她之后, 直接把人带到了地下室。 边走边说, 先生, 苏晴已经承认了, 苏晴就是云站的女人。 迷宫巷里联合云站孩子, 骗送离过去的那个女人。 陆金川的脚步猛的一顿, 求生也停了下来, 在她耳边说。 当初是楚小姐联系她, 埋伏在迷宫巷附近, 伺机对太太动手。 她先把低阵弄哭, 太太过去之后, 云站用了棒球棍往太太肚子上打的。 血丝从眼底爬了上来, 血液似乎冰封住一样, 陆金川手指在颤抖, 意识也开始模糊。 在后花园里滑倒一次, 陆金川记不清楚当时宋离哭没哭, 她吵着说楚岳想害她。 当时她怎么说的她已经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不耐烦, 甚至还觉得宋离有被害妄想症。 楚岳是她看着长大的, 她不觉得楚岳会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现实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抽在了她的脸上。 如果当初她肯多信她一点,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这件事情她怪谁都没用。 陆金川一言不发, 谋底宛如一片死海。 她开始往前走, 待会儿你先送杨婉星和苏晴去警局做笔录, 给盛兰打个电话, 让她在警局门口等着。 让人准备好医生和医疗设备, 就算是楚岳今天要死了, 也得给我带过去。 是, 仇声应声。 走到地下室, 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于晴手里晃着红酒杯, 一张脸堪比一个女人美。 陆金川微微眯了眯眼睛, 你来这里干什么? 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对陆太太下手。 于晴浅笑着, 另取了一个杯子, 倒了一口红酒递给陆金川。 哼, 她的好酒, 送离祸祸一瓶, 现在又来了余晴。 陆金川不接, 陆太太不许我空腹喝酒, 82年的拉菲, 瓶一口也不会死。 你不和我待会儿就打包带走。 陆金川几乎没有迟疑, 接过酒杯倒进了口中, 口感富裕唇香, 带着几分酒精独有辣气。 行了, 人我也看了, 不耽误你办事。 有需要兄弟帮忙的, 不要客气, 直接说一声。 陆金川点点头, 谢了。 一切事宜安排好, 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 大概是心里压抑着怒意。 陆金川只觉得心口身上都是燥热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 呼吸都是热的。 心脏似乎被蚂蚁爬过, 一阵细微的痒。 陆金川往前走了几步, 本能地觉得不对劲, 后花园传来了几分声响他下意识地看过去。 灵珊坐在那里, 人像是湿了痣, 歪着脑袋, 脸上还有霉干的泪痕。 那种野火焚烧的感觉又冒了出来, 尤其是在看完灵珊之后, 他觉得自己快疯了, 竟然会觉得灵珊那么美, 包括他的唇瓣看上去都一片粉嫩, 带着无形的诱惑。 陆金川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小腹紧绷, 他眸光深了深, 想起了于情递过来的那杯酒。 念头很快, 他甚至都没抓住, 灵珊就站了起来。 阿川, 这声音落入到耳朵里, 宛如天籁之音。 陆金川后退一步, 灵珊却发现了陆金川的不对劲。 阿川, 你脸怎么那么红,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灵珊靠了过来, 伸手朝他的额头探了过来。 女人身上带着独有的少女心香, 几乎瞬间瓦解陆金川的理智。 他忽然伸手, 攥住了少女的腰肢, 把人抵在花园的树干上。 灵珊吓了一跳。 啊, 阿川, 脑袋埋在他的肩胛骨上, 呼吸湿热, 激得他脖梗上冒出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 陆金川的情欲直白而炙热, 一瞬间让灵珊觉得腿软。 理智瞬间崩盘, 灵珊明明知道他该推开陆金川的, 可是这是陆金川。 他深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 第174章, 天造地设。 宋黎收拾完下了楼, 一楼客厅非常安静, 餐桌上倒是坐着一个人, 还是让宋黎喜欢不起来的人。 于晴, 他面前放着一杯咖啡, 手里拿着一份经济报纸。 宋黎下意识地要出门, 被管家喊住, 太太, 您还没吃早餐? 宋黎看向于晴, 后者对宋黎扯出来一抹笑, 带着两分敷衍。 请吧陆太太。 于晴对他, 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 宋黎觉得太阳真的是打西边出来了。 不好意思, 看见于先生, 我没什么胃口, 管家给我一杯热牛奶就好。 那可不行。 于晴忽然笑了。 阿传吩咐过我, 要好好监督你吃早餐。 少吃一口, 你都出不了门。 宋黎看向别墅门口, 站着一个保镖, 他看着有些眼熟, 似乎是别墅里的人。 不想浪费时间, 宋黎在于晴对面坐下。 太太, 马上就好了, 还有几个菜。 宋黎挑眉, 有些狐疑。 陆家早餐向来简单, 别墅里佣人多, 早餐是提前做好的, 中西餐都有。 怎么于晴来了, 还有几个菜没做好? 于先生, 你家里没厨子吗? 来绿城香蟹为难阿川聘请的人。 于晴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怎么, 我想吃点别的, 还用不起绿城香蟹的人。 陆家给我一份小米粥, 早餐按照往常给我上。 我随便对付一口。 陆太太, 我让管家给你准备了一份药膳, 吃了再走。 宋黎顿住, 他怎么觉得于晴在拖延时间药膳要准备好久, 甚至要提前泡发药材。 再说了, 于晴对他能好到哪里去? 他本能地觉得事情出了变故。 宋黎对陆金川的信任本就薄弱, 下意识地觉得是陆金川诱出而反而, 改变了主意, 不愿意陪他去警局了。 这么想着, 宋黎就觉得心口疼。 他下意识地摸出来手机, 想要打给陆金川, 号码都已经顿了出来, 却始终没有拨出去。 于晴就在他对面。 女人又臂受了伤, 手机放在餐桌上, 于晴视线很好。 那一串数字落入到他的眼瞼里, 烂熟于心, 是阿川的。 于晴眼底闪过一抹杏味。 这个土包子还挺警觉的, 这么看来他似乎是漏线了。 他唇脚挑了挑, 除月早前就求过他, 帮帮灵珊。 要他早两个月就准备好了, 一直放在身上, 但是没有机会给灵珊。 这些年, 灵珊和陆金川 一直是他们心里默认的一对, 金童玉女, 天造地设。 于晴有成人之美, 早就准备喝一口喜酒, 结果没想到, 半路杀出来一个成咬精。 他跟灵珊提出来的办法, 被小姑娘拒绝了。 灵珊很是执拗, 告诉他, 阿晴, 我是深爱阿川, 可是我有道德底线, 也有自己的骄傲。 如果阿川和宋黎离婚了, 还爱着我, 我们在未来可能会有联系。 可只要阿川是宋黎的丈夫, 我就不会觊觎。 他气得脸色发白, 阿晴, 你到底明不明白, 现在阿川名义上是我的妹夫。 没关系, 他下不来的决心, 他来帮他, 毕竟是月月第一次求他, 而他也从来没让月月失望过。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他让人带灵珊 去陆金川必经的小路上散心, 这会儿应该该发生的, 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电话能有什么用? 宋黎忽然站了起来, 既然药膳还要准备一会儿, 我待会儿再来。 他迈着小步子朝大门口走去。 同一时间, 后花园, 陆金川建兽的身躯 覆盖在灵珊身上。 他表情迷离, 在灵珊以为他会稳下来的时候, 男人忽然站直了身体。 珊珊, 灵珊一顿, 阿川, 陆金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觉得有够荒唐的。 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给他下了药, 强硬地要把青霉塞给他。 药性魔拙陆金川的意志, 换成以前的他肯定享受其中来者不拒。 可是, 脑海里一瞬间闪过宋黎的脸, 那么娇气, 他已经好久没有碰到他了。 如果他知道他动了别的女人, 肯定会哭的, 还是怎么都哄不好的那种。 阿川, 你看上去很不舒服, 我扶你回去。 眼前的脸似乎和脑海里的脸重合在了一起, 陆金川里致还在, 本能地后退了半步。 你别靠近我, 灵珊心脏刺痛。 陆金川额脚上青筋爆了出来, 偏偏表情没有几分隐忍, 如果不是他眼底染着几分玉色, 他真的要以为是不是药性, 对他没有几分折磨了珊珊。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一个情欲能支配的禽兽, 下个药, 配个人就行。 陆金川满心愤怒, 耍我好玩嘛。 这么多年, 我小心翼翼呵护你, 包括你妈妈对阿丽动手, 打到他天力下降, 因为你一死相逼, 我不不退让, 这次你又打算让我怎么妥协? 我就那么好, 好到让你和阿晴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灵珊眼泪绝滴, 他疯狂摇头。 阿川, 不要这样说行吗? 汗水浸湿了陆金川的衬衫, 陆金川的理智濒临崩盘, 珊珊, 你是个好女孩, 我们之间不该再有什么纠缠。 他大步离开, 原地只剩下灵珊, 心里下了场大雪, 冷得骨头似乎被封住, 血液在逆流。 身体晃了晃, 灵珊忽然摔在地上, 心脏的痛楚让他麻木。 如果他死了就好了, 就不用再让阿川为难了。 陆金川静止回了别墅, 进门的时候, 宋黎正打算出门, 他手里还拿着一片吐丝, 咬了一口。 他离奇地穿了一件膏定, 裙子很长, 布料也偏厚一点, 下面配了一双小短靴, 隐隐约约露出来一节小腿, 在空气中白得发光。 陆金川眼疾手快, 攥住了女人的手, 她的手格外地柔软。 男人的唇舌闯了进来, 他呼吸滚烫, 几乎烫到宋黎。 男人在他的领地里攻略城池, 大肆踏法。 宋黎瞪大了眼睛, 单手握拳抵在陆金川的胸前, 推了几下没能推开。 第175章 冷静一点。 宋黎只觉得肺部的空气 都被陆金川给抽空了, 他抡起拳头在男人胸口上 狠狠捶了几下。 陆金川松了口, 宋黎剧烈喘气, 你干嘛? 他声音变了调, 完全无法承受。 陆金川根本承受不住一点蛊惑, 他一个字没回, 唇半又叹了下来, 宋黎受了惊, 下意识地捂住红唇。 陆金川眼底都是不满, 宋黎也不满。 他觉得陆金川的发情发得莫名其妙, 捂着唇不高兴地提醒。 不是说去警局吗? 于晴要在看见陆金川那一瞬间, 就站了起来。 他在道上混了那么多年, 自然知道陆金川定力惊人, 选的药也是最可怕的, 能无声无息地侵入人的意识。 于晴用之前做过实验, 有信心能成事, 可, 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甚至抱着宋黎, 看上去丝毫不受影响的样子。 你怎么回来了? 珊珊哪? 珊珊不归我管。 陆金川声音沙哑, 似乎嗓子里含着一口水, 充满了雌性和诱惑。 说完, 陆金川在宋黎唇扮上着吻片刻。 乖, 去叫范纵。 宋黎伸手摸了摸陆金川的额头, 他脑袋滚烫, 宋黎一下子就慌了, 你怎么了? 听话, 宋黎连连点头, 退出陆金川的怀抱, 小跑着去找范纵。 陆金川眸子闪烁, 不把他支开, 他真的会忍不住。 于晴气笑了, 阿川, 你是不是不行? 我下的药, 天王老子来了, 也解不了。 为了逼他就范, 他选的药是溶鱼血液里的, 药性极快, 云雨中就会挥发, 就算去医院检测, 也检测不到。 陆金川想也不想, 轮泉在于晴的脸上砸了下去, 你他妈疯了吗? 你给我下药, 你知不知道你, 这是在做剑杉杉? 两人缠斗在一起, 别墅里瞬间乱成一团, 保镖不敢拉, 更不敢跟着动手。 陆金川中了招, 即便伸手比于晴好, 这一刻也是落于下城, 他被于晴揍了一拳, 你才是在做剑杉杉? 林杉深爱陆金川, 林成人无人不知, 陆金川不娶他, 娶了那里都比不过林杉的宋梨。 这样算了, 他中了药, 杉杉都送上门了, 可是他仍旧不肯碰他。 是, 他给杉杉做了一个很烂的选择, 可是这么烂的选项, 这么第三下四的方式, 依旧没有打动陆金川。 陆金川先停了手, 远远地看见了宋梨回来, 骤然停手吃了亏, 于晴又给了陆金川一记闷拳。 陆金川连退了几步, 忍不住咳了一声。 宋梨气坏了, 扶住陆金川一双美目怒视于晴。 于先生好修养, 在绿城相谢和主人动手。 这不是和陆太太学的吗? 于晴反唇相机, 宋梨没空和他扯皮, 愤怒地说, 管家, 送客, 告诉门卫, 于先生以后能不能进来, 要我说了算。 于晴吃笑, 陆金川的女人真让人觉得讨厌。 赶走于晴, 宋梨和范纵把人扶到卧室, 宋梨去卫生间洗毛巾, 范纵看了一眼陆金川的症状, 人的意识已经无法保持了。 他把人丢进浴室, 放了冷水。 宋梨吓坏了, 范医生, 阿川发烧, 怎么冲冷水? 范纵意味深长地看了宋梨一眼, 在某些方面, 宋梨真是有够迟钝的。 没事, 有特殊的高热病人疗法, 就是冲冷水。 宋梨狐疑, 显然不幸, 太太先去帮陆总准备一下换洗的衣服, 这里有我。 宋梨点头, 反正确定范纵不会玩死陆金川就好。 刀性解不了, 你可能需要太太。 冷水把男人俊美的面孔泡得清白, 他睫毛鲜了鲜, 药已经融在血液里了, 您和太太是夫妻。 陆金川诞声说, 你带阿里走。 可。 话被陆金川冰冷的视线封肩在口中, 范纵点头。 是。 范纵从浴室出来, 看见抱着衣服的宋梨, 范医生, 衣服我找好了, 让陆总一个人待着就行, 我们先出去吧。 宋梨眉心一跳, 他本能地觉得那里不对, 自己更是没往别的方向向, 让他一个人待着。 那衣服呢? 范纵看向宋梨, 他是绿城香榭的医生, 自然知道宋梨在没了孩子之后, 两个人之间就出了问题。 他现在仰头盯着他, 一张小脸素白, 尤其是毛子, 波光玲玲, 胜似秋水。 宋梨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那种骨子里透出来的温柔, 即便当了陆太太, 也没有任何架子给足尊重。 如果可以, 他们都希望他继续做陆太太。 范纵心念一动, 笛声说, 太太把衣服送进去吧。 宋梨也不放心, 他主要想知道陆金川的身体 还能不能去警局。 他应了一声进了浴室, 陆金川的脸色清白, 宋梨把衣服放在置物架上, 在陆金川的身边停了下来。 阿川, 陆金川豁然掀开眼睫, 宋梨眼底的担心还没完全收回去, 恰好被他捕捉到。 陆金川被药性折磨得痛苦不堪, 宋梨的出现无异于沙漠绿洲。 身体一沉, 宋梨被陆金川抱进了浴缸里。 下身渗了水, 宋梨惊呼一声, 陆金川骤然吻了上来。 他呼吸湿热, 将情欲气带起来。 陆金川力道极大, 扣着宋梨的腰肢, 几乎把人揉碎在怀里。 靠得近了, 陆金川的欲望直白, 宋梨猛了猛, 本能地觉得危险。 但他此刻宛如深陷沼泽, 越挣扎, 陆金川缠得越紧。 事情似乎变得明了, 陆金川在楼下一止不住亲吻他, 于情的拖延, 高热饭纵让泡冷水。 宗上, 陆金川怕是中了招。 宋梨又惊又惧。 阿川, 他眼底里带着泪意, 但凡陆金川还有点意识, 都不会只想将人蹂躏地哭得更狠一点。 他从浴缸里站起, 水声很大, 抱着宋梨往大床上走。 宋梨抱着陆金川的驳梗, 声音吓得变了形。 阿川, 是我, 我是宋梨啊, 你冷静一点, 我让范纵过来, 好吗? 宋梨的声音都在抖, 说他矫情也好, 坐坐也罢, 他真的不想再和陆金川发生什么关系了。 第176章, 有恃无恐。 陆金川一言不发, 裙子被他扯破了, 身上骤然一凉, 宋梨下意识地推剧, 一双手忽然被陆金川扣住, 反压在头上。 他惊呼一声, 呼吸被陆金川擒住, 品尝到了宋梨眼泪里的苦涩。 他神志恢复些许, 眯着眼睫望向他。 阿黎, 宋梨哭得满脸是泪。 陆, 陆金川, 我害怕。 怕什么, 我又不会伤害你。 他阴瑟雅的不像话, 踏伐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 宋梨觉得很疼, 胳膊是痛的, 身体也是痛的。 陆金川的动作只剩下急切, 耳边是男神低喘的音调, 性感的要命。 宋梨昏昏沉沉, 体力跟不上, 昏睡了过去。 陆金川睁开眼睛, 就看见了缩在他怀里, 睡得正香的女孩。 他肩上红痕满布, 脸上还有胃干涸的泪珠。 陆金川身体僵了僵, 太久没有碰过他, 忽然碰到食髓之味。 陆金川后来确实有些无法自控。 他垂在宋梨唇半上吻了一下, 拿过睡袍换上。 时间被拖到这个时候, 恐怕陆老夫人已经打点过警局, 就连他收集好的证据估计也会作废。 不过, 陆金川一开始就没打算走司法程序。 陆金川看了眼手机, 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换了衣服, 出了房间不久, 宋梨悠悠转醒。 身体宛如被打车碾过, 哪里都是痛的。 宋梨缩在被褥里, 心脏不断下沉。 男人总是这样, 欲望和爱情是分离的。 可是, 他做不到。 女人是感性动物, 宋梨也不能免俗。 陆金川和他食指相扣的时候, 他总觉得他是爱他的。 宋梨没让自己伤心多久, 好久,没能找到陆金川。 人从别墅里出来, 陷在后花园, 漂亮的花树落下几片花瓣。 宋梨站在哪里, 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 他满目茫然, 身体给陆金川当了解药, 可是陆金川答应他要办的事情, 似乎没做到。 人现在消失不见了, 得不偿失的人是他, 被当成傻子的也是他。 宋梨说不清楚心里的感觉, 甚至还来不及品味情绪里的色然, 就听到楚岳的声音。 妈! 楚岳的声音里不见虚弱, 他像是在打电话, 停顿了一会儿, 说, 怎么能怪我不小心? 我就算是真的把我哥的孩子弄掉了, 又能怎么样? 外婆还不是要给我收拾烂摊子。 宋梨心脏一缩, 大抵是知道在后花园里, 楚岳压着音调, 模模糊糊的宋梨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直觉会听到今天的秘密, 下意识地去摸口袋, 想找手机录下来。 可是他刚从床上起来, 身上套了一件睡袍, 别说手机连个口袋都没有。 绿城香蟹占地面积极大, 他回去拿手机, 来回需要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楚岳该说的, 不该说的, 都说完了。 宋梨没走, 现在不起眼的地方, 凭住呼吸听着。 楚岳也确实没发现宋梨。 临山心脏长饭了, 陆京川带人去了医院, 楚岳现在挂着身体雷弱的标签, 没人兼顾他。 躲在后花园小气的时候, 陆带来了电话。 他根本没想到这里会有其他人, 说话也无所顾忌。 陆带对楚岳其实是恨铁不成钢的, 他就这么一个女儿, 心急手段都有限, 做事后续工作也不到位, 偏偏还有恃无恐。 陆带低声说, 月月你再这样嚣张下去, 惹怒陆京川, 到时候有命想陆氏, 也没命继承。 这些年陆京川语义丰满, 你外公已经有拿捏不住他的趋势。 我们的目标只是孩子, 只要你更没有继承人, 想拿到陆氏就有希望, 你的性子必须好好收敛一下, 你懂吗? 楚岳不服。 妈,陆老爷子欠我外公一条命, 陆京川敢动我。 到时候, 他的那些老战友一人一口口水, 都能淹死陆京川。 那个老不死的东西, 明明承诺会对你示弱几出, 可是公司董事会上, 仍旧没有分给你多少股权。 陆家不仁在先, 那就不要坏我们心狠手了。 只要有我在一天, 我哥就绝不会有孩子。 楚岳沈孝, 当初如果我哥娶了山姐姐, 我们何必这么大费周章? 就山姐姐那个身子, 估计这辈子也给我哥生不出来。 陆带无语。 行了, 还是宋离好拿念。 陵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背后还有技嘉撑腰。 万一临山怀孕了, 我们反而不好下手。 孩子没了你就少去招惹宋离前不久 宋离刚替陆京川挡了一刀。 这个时候, 他正宠的宋离, 你就争气点, 少惹他不行吗? 楚岳鼻孔出气, 格外不服。 一个土包子, 我就算是弄死他, 也是他的福气。 楚岳和陆带的对话宛如一个晴天霹雳, 披得宋离神魂分离。 陆带并非陆老爷子和陆老夫人的亲生女儿。 这个内幕, 宋离尾时不知道。 这些年, 凌晨里完全没有泄露出来什么风声。 而且, 陆老夫人那女儿奴的样子, 实在是让难以想象, 陆带和她毫无血缘关系。 宋离一直想不通, 楚岳为什么那么恨她。 如今楚岳已经告诉了答案。 豪门继承大戏不是剧本, 真实地发生在她身上的时候, 可是孩子还只有芝麻大的时候已经被人看在了眼里, 让人觉得她挡了路, 不惜痛下杀手。 宋离疼得无法忍受, 她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身体碰到了树上, 右臂刺痛, 她倒抽了一口冷气。 谁? 楚岳的冷喝声响了起来。 宋离扭头就跑, 这件事情她一定要告诉陆金川。 楚岳追上来的时候只看见一个纤细的背影。 这么受, 绿城香蟹只有一个人符合条件。 那就是, 宋离。 楚岳微微眯了眯眼睛, 这个宋离还真的是和她八字不合。 陆带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 月月, 是谁? 绿城香蟹的庸人你就用钱封了口, 找个机会把人打发了就行。 楚岳眸光闪烁不定。 不好打发呀妈妈, 你亲自动手吧, 是我的好表嫂呢。 我听阿晴说, 我哥今天晚上和宋离又滚到了一起, 万一再有个孩子, 到时候我们还是麻烦, 不是吗? 第177章, 我很害怕。 宋离一路跑回别墅, 她拿到手机就开始给陆金川打电话, 第一遍男人没有接, 宋离又打了第二遍。 马上就要自动挂断的时候, 陆金川滑了接通, 阿黎, 听到陆金川的声音, 宋离眼圈红了红。 阿川, 你在哪? 陆金川现在中心医院的门口, 急救室的灯很亮, 刺目的厉害, 因为他拒绝了灵山, 他心脏病复发, 人还在抢救, 陆金川心底满是疲累, 他喉解滚动。 我在医院, 宋离的声音里在颤抖, 你回来好不好, 我有话要和你说, 陆金川攥紧手机, 他下意识地觉得宋离要说他重要的事情, 之前他有过这方面的意思, 他抵触得厉害, 这次碰到他, 他大抵又要退缩, 拒绝的话涌到唇边, 耳边溢出女人的低气, 陆金川心口一震, 那种莫名的愤怒一点点将他的心脏蚕食掉, 他就那么不想让他碰, 他是陆太太, 不给他碰, 还能给谁碰? 察觉到电话里的沉默, 宋离心里满是巨疑, 阿川, 顾不上生气, 陆金川下意识地站起身往外走, 于晴第一时间发现他, 阿川, 你去哪儿? 宋离找我, 于晴把人拦下来, 怎么, 你们睡过了醒了, 还儿女情长一番吗? 你到底分不分地轻轻重? 珊珊在里面生死未卜, 这都是因为你, 你还好意思去找宋离? 于晴毫不犹豫地往陆金川身上施加加锁, 这些年, 他被这些话捆着, 寸步难行, 从小就有人告诉他, 珊珊心脏不好, 要让着他, 珊珊喜欢他, 要多照顾他, 陆金川看向周围, 门外于晴沈青瓷, 林业继白寒孙茜, 门内苏晨雾, 大家都很胶着, 很担心灵珊, 我好意思啊, 陆金川脸着睫毛, 我又不是医生, 守着有用吗? 如果因为我的拒绝, 会导致珊珊出事, 那么不是这一次, 也会是下一次, 我有送礼, 我有太太, 陆金川说完, 大步往外走, 等等, 孙茜喊住陆金川, 后肯定想第一个见到你, 我听说陆太太为人大方, 你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他肯定不会介意的, 陆金川头也没回, 步伐稳健出了医院, 宋黎怎么可能不介意, 不过是道德绑架罢了, 他一个人承受就行, 电话已经挂断了, 陆金川又拨了过去, 他不是个傻子, 宋黎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害怕, 电话盲线, 陆金川拧着眉心往回赶, 红绿灯路口, 陆金川有些走神, 绿灯往前走的时候, 一个身影猛地扑了上来, 陆金川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影子被陆金川撞飞出去, 刚下车, 腿就被一双手抱住, 撞人, 撞人了, 你可不能走, 哼, 中气十足的, 可不像是被撞的样子, 陆金川给盛岚拨了电话, 陆氏距离这里大概十分钟, 他来得很快, 被撞的男人始终不肯松手撞我的人是你, 我就认你, 什么老板, 谁知道他是不是你的秘书, 你走了, 我去哪里哭, 陆金川气的发酵, 他从前家里抽出来一张卡, 甩到了男人的脸上, 这张卡给我撞死你一百次, 你死了, 你家人给你少的名币都没里面数字多, 要么二百万我上车撞死你, 要么和秘书解决, 你自己选, 陆金川的声音很冷, 如果不是担心送离, 他一定会腾出时间好好修理这个碰瓷的男人, 他眼里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 男人毫不怀疑, 他再纠缠下去, 陆金川会毫不犹豫地撞死他, 有钱没命花也不行, 陆金川给的可比那个人给的多, 想到这里, 男人麻溜的后退几步, 你走吧, 绿城相线, 宋黎听到愚琴的话就挂断了电话, 他知道的, 在陆金川这里, 不管什么事情对上灵山都要靠后, 宋黎想了想, 在手机里找到了白燕宁的手机号, 他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楚越的事情似乎报警更为稳妥, 陆太太, 宋黎应了一声, 把听到的楚越和陆带的电话内容告诉了白燕宁, 白燕宁一改之前的漫步惊心, 严肃地问陆金川, 你有录音吗? 宋黎没有, 我没带手机, 那其他证据呢? 也没有, 白燕宁低声说, 陆太太, 就算是警察拿人, 也从来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你的证实你说出来的话的真实性, 否则, 到时候楚越陆带都可以告你诽谤, 白燕宁其实是相信宋黎的话的, 他话锋一转, 陆太太, 这件事情我会重视的, 也会派人调查, 如果楚越真的做了犯法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依法逮捕, 对了,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楚越肯定会对你下手的, 你要自己小心, 宋黎色然, 白燕宁不放心, 这样, 我派人先去绿城香榭保护您, 卧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宋黎瞪大眼睛, 管家笑了一声, 太太, 给您准备了午餐, 你在这里吃, 还是下去吃, 宋黎心跳失去了频率, 还是白燕宁喊了他一声, 陆太太, 宋黎回神, 告诉白燕宁他方便之后, 就挂了电话, 管家的手机响了, 宋黎看见屏幕上跳跃的两个字, 先生, 陆金川, 他接了, 也立刻就挂了, 太太, 先生打电话过来, 让我把您送到球先生在那里, 要带您去见他, 宋黎争忠, 他这是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了, 我换件衣服, 他穿的还是睡袍, 不管怎么说, 都有些不雅观, 那我在楼下等您, 宋黎点点头, 他从柜子里翻出一条裙子, 在柜子里挑了一双板鞋, 换好以后下了楼, 管家已经备好车, 扶着宋黎上去, 车子一路蜿蜒向上, 宋黎直觉不对劲, 仇身在山上吗? 管家笑了一下, 是的太太, 宋黎心惊肉跳, 管家的笑容滴水不漏, 可是他本能地觉得危险, 他没有怀疑过管家, 对他的信任都高过陆金川, 所以宋黎从未想过, 如果管家不是陆金川的人, 他该怎么办? 第178章, 阿黎在哪? 宋黎不着痕迹地开了一下车门, 中控锁锁住了, 宋黎只觉得刺激, 后颈上面已经开始冒鸡皮疙瘩了, 管家从宋黎进门后就照顾他, 他其实真的很欣赏宋黎, 也很喜欢宋黎, 可是他欠陆带一个人情, 到了必须要还的时候, 电话响了, 屏幕上依旧是先生二字, 他接了, 里面传出来的是陆带的声音, 靠得近了, 宋黎才听了出来, 人呐? 所以, 一开始先生这两个字, 就是一个让他上当的影子, 他想过别墅里的人可能有问题, 唯独没想到管家, 在我身边, 管家低声说, 楚小姐人从别墅出来了, 在半山腰上, 行, 待会儿就按月月说的办就行, 陆带很放心, 他直接掐断了电话, 宋黎听得心口乱跳, 楚越从来都不别好屁, 他还没陆带善良呢, 落在他手里, 宋黎觉得有够他瘦的, 宋黎刚想拿出手机, 管家捏着手机晃了晃, 找这个, 从头到尾, 而且宋黎觉得管家都没有碰到过他, 可是他的手机又确实在管家的手里, 宋黎真觉得自己可能是见了鬼了, 看出来宋黎的疑惑, 管家温柔地笑了下, 在进入路架之前, 我曾经是个爬手, 不好意思太太, 你现在不方便用手机, 宋黎舔了一下唇绊, 眨了眨大眼睛故作镇定道, 你先保存也行, 多谢太太理解, 正如管家所说, 楚越在半路上了车, 他讨厌宋黎, 直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上去, 楚越记恨宋黎, 把他从楼梯上抽下来的事情, 一上车就沉沉望了一眼宋黎, 然后看见管家, 我妈怎么安排的, 他们想让宋黎再也开不了口, 别墅里已经在安排宋黎自杀的证据了, 包括遗书都开始写了, 管家想了想, 低声说, 楚夫人的意思是, 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楚越文言低声说, 安排几个兄弟, 给他, 管家文言眸光缩了缩, 他是真没想到, 楚越竟然会这么没有的分寸, 这个时候, 他要的是宋黎的命, 不干脆利落, 恐怕会有很多事端, 楚小姐, 这样会不会不妥, 出门时, 太太给先生打了电话, 这会儿, 万一先生回来, 万一陆金川发现异样, 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山姐姐心脏病发, 人现在在医院, 我哥哪有时间管宋黎的死活, 楚越看着管家, 眼睛里都是不怨, 还是说你, 就是嘴里听我的, 实际上, 心里还有其他的想法, 不敢, 管家低垂下头颅, 不露半分真实情绪, 楚小姐, 如果您还给太太准备了别的戏份, 那我就要先回去了, 别墅那边的细节还离不开我, 换句话说, 管家没打算换个工作, 行, 两个人的交流, 全程没有避讳宋黎, 仿佛他是个货物, 两句就定了他的结局, 但是宋黎毫无反应, 表情上不见惊惧, 甚至是提及陆金川在灵山那里, 他也没有任何伤心, 似乎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已经和他无关了一样, 楚岳没有任何成就感, 怎么, 认命了, 他微微抬头, 眼神屁腻, 这样吧, 不你求求我, 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一个痛快, 怎么求, 宋黎问他, 跪下求啊, 楚岳笑得下流, 你现在求我, 待会儿就不用求他们了, 宋黎冷笑, 他求也没用, 楚岳不会放过他的, 他还不如省省力气, 想想怎么逃跑, 左右不过一死, 这是最糟糕的结局, 他只是难过, 发现楚岳和陆黛的事情之后, 他唯一能找到的救赎, 还是陆金川, 多悲哀, 他竟然只有他一个人, 陆金川一路急迟, 提前半小时到了绿城乡县, 管家刚把遗书放好, 从主卧出来, 就看到了风风火火进来的陆金川, 男人的领地意识很强, 除非必要的打扫, 陆金川不许别人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管家知道他的生活习惯, 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 你怎么在这里, 阿里呢? 陆金川惦记送礼, 不打算揪着不放, 太太说想吃柳叶角, 我包好了, 来喊太太, 管家眸光闪了闪, 低声说, 看太太不在房间里, 我就出来了, 不在, 陆金川推开房门大步进去, 管家趁这个功夫, 立刻给楚岳发了一条短信, 先生人已经回来了, 快点处理掉人, 然后离场, 遗书是楚岳的人准备的, 借口是受不了他心里有临山的位置, 所以想不开跳崖, 绿城乡屑上面是断崖, 山路也不好走, 平时没什么人, 是个自杀的好场合, 如果陆金川看见了遗书, 肯定会上去找宋黎, 管家删了消息记录, 紧张地盯着陆金川, 床头的信封格外的刺目, 选用的浅灰色, 管家知道宋黎不是很喜欢粉色, 他更喜欢稳重些的颜色, 犹豫再三, 管家选了灰白色, 陆金川走进拿了起来, 打开看了一眼, 确实是宋黎的字, 他写字很漂亮, 刚结婚的时候, 他还给他批过文件, 陆金川将纸揉碎, 管家进来, 先生, 这是太太留的吗? 写了什么? 陆金川没回答, 他眸光深沉, 口吻暗牙, 今天阿里都见了谁? 谁会让宋黎害怕, 写下一书? 这种东西, 绝对不是宋黎能写出来的, 楚越还没付出代价, 他怎么会因为争风吃醋, 去自杀陆金川心脏刺痛, 但有一点他能确定, 宋黎可能要危险了, 他语调里的害怕和颤抖这一刻刺穿了他, 他急忙赶回来, 仍旧是来晚一步, 见了楚小姐, 楚小姐, 陆金川冷笑, 他派人送他去了警局, 人怎么还在绿城乡线? 他人呢? 出去了, 挺自由, 陆金川往外走, 管家下意识地跟上, 男人脚步忽然停了下来, 他回了头, 目光盯着管家, 他眯着眼睫, 眼底都是模糊的危险, 管家心口一个灯, 陆金川的声音飘了过来, 说吧, 你们带阿里去了哪里? 再说说, 我陆金川的管家, 什么时候和陆带勾搭在一起的? 第179章, 我给双倍, 一瞬间, 管家汗毛倒数, 先生, 您在说什么? 他自认为行动小心, 陆金川肯定发现不了才对, 手心开始饭粮, 阿里有给我写信的习惯, 这种夫妻情趣, 你不知道, 他写什么东西都不会装信封, 而且, 他讨厌灰白色, 他说不吉利, 陆金川冷笑, 家里只有你权限最高, 除约被我限制行动, 让求生送去警局, 还能自由活动, 只可能是你行了方便, 管家是他搬入绿城香榭之后, 亲自挑选的人, 他背景还算干净, 可现实残忍, 他最先背叛了他, 宋离可能会吃醋, 但是不会吃我的醋, 陆金川转身下楼, 他心里已经没有他了, 这一场安排漏洞百出, 可笑至极, 边下楼, 陆金川边打电话给盛兰, 查太太的位置, 卫星定位一号, 管家可能不知道, 宋离连番遇见危险, 已经下到了陆金川, 他在宋离不离身的手链里, 植入了定位芯片, 圣兰反应很快, 直接把实时定位信息发给了陆金川, 宋离距离他不远, 再往断崖的路上, 陆金川顾不上处理管家, 一阵风一般刮了出去, 刚出别墅大门, 就看到了一个警察, 他带了证件, 你好陆先生, 白局认为陆太太可能存在人身安全隐患, 我写保护令过来, 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见见陆太太, 阿迪在山上, 我正要去找他, 陆金川心里火燎一样, 他有危险, 我们回头细说, 拉开车门, 陆金川发动汽车引擎, 一脚油门踩到底, 几乎他刚出发, 后院又驶出来几辆车, 跟着陆金川往山上挤驰, 后面的路不好走, 楚越还穿着高跟鞋, 他带的人多, 打定主意, 和宋离好好清算, 陆金川为了宋离, 把他丢给顾怀生, 如果不是于晴及时赶到, 他肯定就惨遭毒手了, 他受过的委屈, 当然要从他身上一一讨回来, 楚越爬不上去, 干脆席地坐下来, 对保镖说, 宋离白嫩漂亮, 白白便宜你们, 玩得尽兴点。 几个保镖面面相去, 每一个人感动, 其中不乏后悔的说好的一切, 都已经处理好了, 把人推下山崖就行, 这座山下面, 有野兽活动的痕迹, 而且提前制作好了人自杀的证据, 做完就走, 到时候, 就算是陆金川有所怀疑, 没有证据, 警方也没有办法, 本以为会很简单, 可是, 已经有人开始后悔了, 宋离到底是陆太太, 这种杀人还要羞辱她的事情, 如果真的让陆金川知道了, 他们谁都活不了, 没人动作, 楚越的脸色沉了下来, 怎么, 我用不动你们, 还是你们觉得, 宋离的长相委屈你们了, 倒是有不怕死的, 一个体型标状, 他上前一步, 提小技一样, 把宋离从地上提了起来, 他伸手, 把宋离的裙子撕裂一半, 缓好过的痕迹, 还残留在女人白皙的身体上, 他太白了, 陆金川动作重, 肌肤上都是青紫色的痕迹, 暴露在空气中, 他甚至能感觉到, 眼前的男人, 瞬间粗重起来的呼吸, 春光乍蟹, 保镖正打算继续动作, 膝盖忽然刺痛, 他痛呼一声, 送了手, 宋离趁着这个间隙, 卯足了近开始跑, 谁都没反应过来, 保镖痛得发猛, 他呲牙咧嘴地看向楚越, 楚总, 他的鞋子上有刀片, 楚越气得要死, 废物, 追啊, 愣着干啥, 保镖起身开始追, 他手机响了, 是绿城香榭的管家, 楚越接了, 先生带人上山了, 楚越一愣, 怎么不早说, 五分钟前我就发了短信, 他知道宋离不是自杀, 该撤就撤吧, 我只能帮到你这里, 管家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以后, 他深吸一口气, 微微闭上了眼睫, 宋离情绪内敛, 他自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他了, 显然这些都是他以为, 所有人都说陆金川不爱宋离, 心里只有林山小姐的位置, 管家认为不尽然, 至少他在乎宋离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甚至他看宋离的时候, 眼底有光, 楚越挂了电话, 他对保镖说, 抓凡人把人推下去, 我表哥已经上山了, 几个保镖心生退役, 这种情况楚越还能控场, 现在下去和我哥, 也会被我哥抓个阵阵, 富贵险中求, 把宋离推下去的人用金反备, 到时候我们还能在山里躲一躲, 不是吗? 保镖闻言, 士气大振, 自己死和宋离陪他们一起死, 还是有差别的, 他们已经上了贼船了, 根本就没有回头路, 几个人朝宋离跑的方向追了过去, 前面不远就没路了, 宋离跑不了多远, 宋离身体不好, 跑了几步, 肺部似乎灌了滚烫的热水, 宛如针扎一样的疼痛, 他剧烈呼吸, 脸色一片惨白, 身后有人追过来的声音, 宋离的步子猛地停下, 前面已经没路了, 因为要住在绿城乡屑, 宋离专门了解过这个牙, 海拔有两百多米, 不高, 但是够摔死一个人了, 身后有脚步声, 宋离下意识地回头, 那个被他踢上的保镖一蹶一拐地上来, 宋离咬着牙, 不入任何惬意, 鞋子是顾怀生帮他准备的, 他定制的, 脚尖用力踩下去, 鞋头回出折叠刀片, 宋离受了太多委屈, 鞋子也是为了自保, 也是巧了, 他怕半路遇见楚越管家拦不住, 打算以防万一, 没想到, 管家早就被策反了, 臭婊子, 他骂了一声就往前走, 宋离忽然说, 等等, 楚越给你们多少钱, 我给你们双倍, 一群人不乏顿主, 他让你们做的是违法的事情, 万一失败了, 你们只会身败名裂, 可是, 如果你们愿意回头, 我给你们双倍的价钱, 迷途之反, 你们也没有牢狱之灾, 这件事情我就当作没发生过, 大家皆大欢喜, 怎么样, 保镖们一动, 楚越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他唇脚低垂着, 你给双倍, 笑死人了, 宋离你卡里有五千块钱吗, 楚越低声说, 反正吹牛不要钱是吧, 第180章, 不想丧偶, 你们也能被他忽悠到, 他是不是好脾气我不清楚, 但是我哥可没那么好说话, 楚越漫不经心, 再聊下去, 就是他活你们死, 我做事从来不会抢过任何人, 你们有时间想清楚, 不管别人, 被宋离踢了一脚的保镖, 率先上前一步, 他满目争鸣, 你们考虑的时间, 给我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了, 宋离后退, 他鞋子上有刀片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想再趁其不备, 根本不可能, 退到无路可退, 宋离下意识地回头, 二百多米有多高, 宋离不知道, 但是, 与其被羞辱致死, 还不如纵身一跃, 他动了一下, 脚下的石头速速下落, 再无踪迹, 保镖嘴里喊得夸张, 因为宋离站得的靠边, 一直没赶上前, 宋离也是心惊肉跳, 其他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小步小步地往宋离的方向靠拢, 他又退了一步, 隔着青葱的树枝, 他忽然看见了人影传动, 陆金川走在最前面, 他带的人训练有素, 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察觉到宋离的目光, 男人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鲜长的手指抵在唇盼, 示意他不要声张, 他纯扮张合, 无声地安抚他, 一瞬间宋离热泪盈眶, 心脏隐痛, 陆金川竟然真的因为他的一句话, 丢下在抢救的灵山, 回了别墅, 还发现他不见了, 宋离不敢一直盯着他, 怕这些保镖发现端倪, 反而把视线挪开, 看着楚越, 我是没有钱, 可是我是陆金川的太太, 花钱买我的命, 他肯定愿意, 楚越却不想再废话, 推他下去, 匕首忽然抵在他颈边, 楚越所有的话封间在口中, 他瞳孔放大, 耳边陆金川的声音裹着疯, 月月说话考虑清楚, 杀人是犯法的, 后面还有警察呢, 白夜宁派来的警察立刻拿出警官证, 都退回来, 陆太太没有任何人身危险, 你们都宽大处理, 事已至此, 再挣扎也没什么用了, 保镖纷纷就范, 陆金川看宋离站那么高, 眉心突突直跳, 阿力, 下来, 他朝他伸出手, 宋离刚有动作, 脚下石头滑落, 宋离动作僵住, 他不恐高的, 可是他怕死, 宋离看着陆金川, 眼底都是无助, 别动, 你站在那里等我, 陆金川阔步往前, 他下意识地看去, 灯光很亮, 有东西晃到了眼睛, 他抬头看去, 对上了那个保镖的目光, 他手里拿了一把枪, 朝他举了起来, 宋离下意识地想躲, 后退一步, 他一脚踏空, 眼神也跟着空了起来, 阿力, 宋离觉得自己可能是吓傻了, 竟然在陆金川的视线里, 看到了金句,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人猛地朝他扑了过来, 身体被男人牢牢抱住, 两个人直线下坠, 宋离只记得他抱得很紧, 把他的头扣在他的怀里, 不知道砸在什么地方, 宋离听到了陆金川闷哼一声, 风似乎利润, 耳边都是尖锐的声音, 就地滚了下去, 最后砸在了山下的湖水里, 陆金川把他保护得很好, 宋离除了手臂上的擦伤,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伤, 宋离从湖里爬起来, 左右环顾一圈, 看到了陆金川, 他面朝下, 整个人静在河里, 宋离顾不上那么多, 跑了过去, 抱着他的脑袋抬出水面, 他脸上有血, 狭长的眼眸紧紧闭着, 脸色惨白, 宋离如遭雷击, 抱着陆金川的身体颤抖, 阿川, 一开口, 宋离的声音就是哽咽, 他从来没那么怕过, 喉咙里似乎含着铁球,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宋离搬不动陆金川, 他力气有限, 只能整个人坐在小溪里, 让陆金川躺在他怀里, 眼泪一颗一颗掉了下来, 阿川, 你快醒醒好不好, 不要吓我, 他的脑袋不知道碰到了那里, 血还在外肾, 宋离的裙子已经破了, 他找了个还算干净的地方, 丝成布条, 缠在陆金川的脑袋上, 勉强给他指了血, 休息了两分钟, 宋离抱着陆金川的手臂, 把人往岸边拖, 他身上都是伤, 宋离哭着在陆金川身上找手机, 找了一圈都没有, 他的西裤口袋被划破了, 大腿上一片血红, 山下除了湖边都是草, 那么长, 不远处还有一条蛇, 蜘蛛都比上年的大了两倍, 宋离委屈地在陆金川耳边念叨, 那边有蛇, 我好害怕, 他最讨厌他话多了, 宋离总觉得他多说几句, 他就会睁开眼睛呵斥他,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提及此, 他声音哽咽得厉害, 你很过分啊, 当初明明是你要离婚的, 如今反悔的也是你, 你说陆家没有离婚先例, 只有丧偶, 所以这是你周围的人不遗余力, 想要弄死我的原因之一吗, 除岳陆带没有一个好人,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们打掉我孩子的原因是, 如果你有子嗣, 他们可能就没有了陆氏的继承权, 其实你也挺可怜的, 喜欢的人先天性心脏病, 不娶他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娶他吧, 是因为顶不住家族压力, 我是你生活里的唯一的叛逆, 我当时怎么会觉得你喜欢我的呢, 我那么普通, 没有高学历, 没有和你匹配的家世, 可是我一厢情愿觉得, 你对我是一见钟情, 爱会让人盲目, 你娶我从来不是因为喜欢, 是因为你娶不到称心如意的老婆, 既然你不能高兴, 所以你就不让所有的人不高兴, 你只是想让我闹得全世界鸡犬不宁, 手心忽然被捏住, 那只大掌一片冰凉, 宋礼悚然一惊, 他一回头就对上了陆金川幽沉迷离的眼睛, 阿脸, 你好吵, 宋礼一喜, 他摸了摸他的俊脸阿川, 你要不要紧, 你为什么要跟我跳下来, 你最近太忙, 脑袋坏掉了, 他眼圈哭得通红, 显然吓得不轻, 陆金川认真地想了想, 半场突然回答, 可能是不想丧偶, 这一刻, 宋礼心里所有的浪漫情怀都消散一空, 可是我觉得我要丧偶了, 第181章, 你说的蛇, 陆金川, 宋礼的恐惧很明显, 陆金川觉得宋礼可能真的觉得他会死, 他动了一下, 牵动了四肢百海里的系统, 陆金川倒抽了一口冷气, 就看见了宋礼紧张的表情, 他忽然抵唇笑了, 宋礼伸手探过来, 你笑什么, 除了头上还有那里有伤, 陆金川趁他不背, 一把把他拥进怀里, 他很瘦, 身上没有脊梁肉, 阿脸, 我死了你该高兴, 我们没有孩子, 你就是财产继承人之一, 陆金川诞生开口, 似乎讨论的不是他的死活, 虽然你分道的股份可能不多, 但是足够你奢侈几辈子, 知不知道, 宋礼当然知道, 可是他有命拿没命花, 有什么用,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宋礼下巴抵在陆金川的肩上, 眼底是寒川, 言语却温暖, 阿川, 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只有你, 陆金川把人从怀里拉出来, 他动作太快, 宋礼眼底的寒意还没散去, 陆金川看个正着, 看着他瞳孔渐渐错愕了起来, 他指尖向上, 宋礼猛地后撤, 他自己都没发现, 虽然和他相处时, 他满身戒备, 陆金川眸光灰暗, 执意触摸他的眼睫, 他声音那么低, 似乎如水情深, 回去我们就要一个孩子, 阿丽, 你的世界不会一直只有我, 宋礼一瞬间血液逆流, 他脸上的假笑几乎维持不住, 孩子是他心底最大的疤, 第一次宛如揭开一次, 痛得让人心慌, 不, 宋礼脱口出, 他看见陆金川骤然沉下去的面色, 他慌乱低眸, 柔软的身体挤到陆金川的怀里, 阿串, 我听到楚岳和你姑姑的电话, 我不想再失去孩子了, 肩膀有轻微的热意, 几乎烫穿陆金川的心脏, 进入娱乐圈演了《鸾梦》, 宋礼以前的单纯和直白被替换, 他学会了虚移尾移, 脚柔造作, 陆金川真觉得自己快疯了, 他竟然原来虚伪也可以这么可爱, 抱着宋礼宛如自虐, 但是显然, 他带给他的痛处, 比他带给他的要多得多, 他已经对他没有了信任,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会有用, 宋礼缩在陆金川的怀里, 等了半天没听到陆金川的声音, 一时间把握不住他的真实情绪, 他立刻转移话题, 阿串, 我们怎么上去? 这边还有虫子和蛇, 我好害怕, 最后四个字勾起了陆金川在医院里的记忆, 你打电话说怕是因为听到了楚岳的电话内容, 宋礼点头, 楚岳丧心病狂, 他低声说, 我听他们的意思, 姑姑好像不是轻生的, 楚岳穷凶恶极, 从小在陆家长大, 备受陆老夫人和陆金川的疼爱, 千娇万宠之下, 仍旧不知感恩, 为了继承权, 放出陆金川不可能有孩子这种狂言, 陆家宛如一个深潭, 意识一片沼泽, 他必须想办法脱身, 他们还说不会让你有孩子, 陆金川? 是, 这次这么周密的计划, 全靠月月毁了, 这之中肯定有姑姑的手笔, 恩情还完了, 陆家对他们母女仁至义敬, 这次是我识人不清, 让你遇见了危险, 回去之后, 我会让圣兰和仇身好好清查绿城相险, 不会再给任何人以可乘之际, 光线迷离, 宋李表情被虚化, 陆金川朝他伸出手, 先离开这里, 宋李把陆金川扶了起来, 晚上这里可能会有野兽, 凶险性不低, 他身上很多伤, 还能维持意识已经不错了, 两人往山下的方向走, 陆金川脚下有一条蛇, 浑身泛着青涩, 属于无毒系列, 他眉心一条, 用手指大概比了比, 侧头问宋李, 这就是你说的, 蛇, 宋李顿了顿, 差不多二十厘米长, 有小拇指那么粗, 就算是很小, 而且受天气影响捏捏的, 也是蛇, 他一本正经的点头, 不知道有没有毒, 我们走吧, 陆金川, 陆金川未救妻子, 夫妻二人双双坠牙的消息, 第一时间空降热搜榜第一, 一时间, 陆氏股票急速下跌, 绿城箱线里面聚满了人, 陆老夫人人已经快疯了, 陆家三代单传, 人丁稀薄, 陆金川没有任何兄弟姐妹, 他中年丧子, 媳妇改嫁, 之所以疼爱陆戴, 全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孩子, 真心实意打陆戴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现在, 警察说什么, 他一度怀疑自己听错了, 楚越联合管家绑架送离, 陆金川在营救过程中坠牙, 陆老夫人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一瞬间脸色苍白, 整个人都倒在地上, 白夜宁带人来抓楚越, 被楚家的人拦了下来, 我女儿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没有足够的证据, 你们别想抓人, 信不信我去法院告你们, 陆戴脸色难看, 白夜宁冷笑, 不好意思, 我们有警员在场, 执法记录仪拍摄到楚小姐要求保镖推人, 以及楚家的保镖非法持枪等违法行为, 白夜宁从口袋里取出逮捕令向在场的人展示, 这是逮捕令, 希望陆小姐配合, 楚越行径恶劣, 白夜宁向上级申请了武器以及防弹衣, 陆戴眼睁睁地看着楚越被警察抓住, 陆戴这才慌了, 她这才想起了陆老夫人, 老人躺在地板上半天, 没人管她的死活, 反而在楚越要被抓走时, 陆戴才把人从地上扶了起来妈, 妈您快想想办法呀, 月月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这些年阿川对月月有多么疼爱, 她不会这样做的, 是宋离那丫头对我们月月怀恨在心, 这些警察没有一个好东西, 肯定是宋离用咱们陆家的钱收买了这些人, 妈, 您要为月月做主, 妈, 您可就这么一个外孙女啊, 陆姑姑, 你干什么, 沈青慈进门之后, 一把把路带掀开, 陆老夫人眼看着心脏不舒服, 脸色惨白, 可是周围已经没有人在乎她得死活了, 沈青慈一瞬间怒火中烧, 第182章, 稳定面瘫, 阿川还没有确认死亡, 现在已经没人把陆老夫人放在眼里了, 苏承武也吓了一跳, 他刚下手术台, 口袋里刚好还有救星丸, 立刻摸出来几颗塞在陆老夫人的口中, 用水给他灌了下去, 陆带心里恨得要死, 可是陆金川的朋友们都到了, 他在想忽悠陆老夫人显然不行, 只能作罢, 只要陆金川死了, 陆家到时候就是他说了算, 那时再想办法就楚越也不晚, 陆带放平心态, 给楚越使了一个眼色, 让他放宽心, 陆老夫人已经缓过境来了, 他过于难过, 情绪崩溃, 老泪纵横, 陆带说楚越不可能对陆金川下手, 这话他信, 可是对送礼可不一定, 他未曾谋面的曾孙被楚越害了, 他心疼他, 觉得孩子没了还可以再咬, 楚越如果真的坐牢了, 一辈子就毁了, 他的心偏到了陆带一家那里, 可是这一家人仍不满足, 以怨报得, 害得他唯一的孙子生死未卜, 心在滴血, 陆老夫人悲痛至极, 无暇质问陆带他到底那里窥待楚越, 只是抱着第一时间赶到的余情和审清词, 阿慈, 阿晴, 你们要帮奶奶找回了阿川, 如果他有什么事情, 奶奶也活不下去了, 她是我和你陆爷唯一的念想了, 说着, 陆老夫人眼泪又掉了下来, 甚至这一刻, 他心底里衍生出来无限的恨意, 如果没有送礼, 阿川会掉下去吗? 当初阿川喜欢珊珊时, 他不该在意, 珊珊那个身体能不能要孩子, 他的顾虑让阿川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得门第不高, 又没什么出彩的送礼, 可这个送礼像是给他的孙子灌了迷魂汤, 迷得他孙子命都不要了, 奶奶, 我已经让人下山搜救了, 于晴低声说, 这片牙虽然海拔高, 但是大部分是斜坡, 阿川未必会出事, 奶奶您放宽心, 保重身体, 陆老夫人眼眶又红了, 如果他的阿川真有个三长两短, 他的身体再好又能怎样? 他双手核实, 前程的祈求, 如果阿川平安, 他愿意付出所有, 因为网上持续关注这件事情, 楚岳被带上警车的照片被放到了网上, 微博瞬间爆炸, 坠牙死了不是什么大戏, 豪门坠牙可能有点看点, 凌晨半个神坠牙可能会被热搜持续关注, 可是陆金川被亲表妹害到坠牙, 绝对是现实版年度豪门大戏, 网上的人关注度极好, 微博一度崩掉服务器, 姐妹们, 不知道你们谁还记得陆氏周年庆上宋黎抽楚岳巴掌的事情, 后来不了了之, 大家没人关注任何后续, 警方公告说, 楚岳是绑架宋黎导致两人坠牙, 估计那个时候, 两个人的梁子就已经结下来了, 楼上话说了一半, 我是凌成人, 有个朋友是陆氏技术部的员工, 周年庆的记者只拍了宋黎抽楚岳的照片, 没有拍到前边的, 我朋友说, 他们在一起站了很久, 楚岳一直在和他们总裁夫人说话, 后来, 楚岳就抽了他一巴掌, 那么问题来了, 楚岳到底说了什么, 才让宋黎那么生气, 再有, 我朋友说过, 楚岳是陆氏高层, 他脾气不好, 高层脾气不好可以理解, 但是我朋友还说了, 宋黎在某名模回国之前, 经常去陆氏陪陆金川, 据传, 宋黎脾气很好, 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如果我朋友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这样一个温柔的听到了什么, 才会在公共场合抽自己丈夫表妹巴掌, 综上, 要么是宋黎虚伪, 和善温柔都是装出来的, 要么就是楚岳惦记陆氏, 想要继承权有干不过陆金川, 所以才从宋黎下手, 楚岳又不姓陆, 怎么继承陆氏, 不会是宋黎的粉丝吧楼上, 真恶心, 对啊, 我还说是宋黎一直欺负楚岳, 楚岳忍不下去, 才绑架宋黎呢, 毕竟我看到过宋黎抽楚岳, 没见过楚岳抽宋黎, 楼上说的真好, 毕竟我看到警方抓了楚岳, 没见过警方抓宋黎, 等公告, 给你们这群臭傻逼的脸打肿, 各个脑瘫, 楚岳出事了, 他被警方带走的照片就出现了两分钟, 就得压了下去, 这么大的资本, 有胆子搞宋黎不正常吗, 还崇拜着楚岳的都他妈陪偶像去死去坐牢啊, 在微博搞什么心态, 法盲呗, 觉得咱们国家的警察都是吃白饭的, 抓的都是好人, 网上的舆论愈言愈裂, 分割成两个阵营, 对比陆氏对外没有任何回应, 盛兰也没空去搞这个, 他只想着怎么控盘, 短短两个小时, 陆氏股票市值蒸发78亿,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浮, 陆金川再不出现, 陆氏可能会被凌晨其他蠢蠢欲动的资本蚕食, 盛兰不得已, 只能求助沈青慈, 要说经商奇才, 凌晨包括陆金川在内都比不过沈青慈, 他是天生的商人, 沈青慈沉阴片刻, 再等等, 盛兰人都快疯了, 陈总, 再这样下去, 陆氏就要被吞了, 我这边收到消息, 顾家的人在收购陆氏的散股, 这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楚夫人在给董事会施压, 要召开董事会推选新的CEO在掌控大局, 这样下去, 陆氏必然伤筋动骨, 一个大企业, 或者说一个商业龙头从顶端坠落, 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沈青慈眸光沉冷, 你只管让陆带折腾, 一个秋后蚂蚱, 死之前不做不符合人设, 至于陆氏保不保得住, 关你一个秘书什么事, 阿川如果有生命危险, 陆氏早晚灭亡, 阿川要是没事的话, 陆氏破成什么样子都会起死回生, 沈青慈嘲讽圣兰, 圣圣, 你跟阿川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这么不稳重, 呃, 不对, 你那个表情还是稳定的面谈, 圣兰, 沈总这个侧重点, 真的对陆氏有害无益, 他还是换个人求吧, 真不知道, 沈氏是怎么被他带到这么大的, 圣兰叹气, 挂断电话, 他又给陆金川拨了一遍电话, 电话里都是机械的客服女生,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第183章, 我要死了, 陆江川和宋黎并不知道自己被惦念, 在山下, 只有彼此两人, 陆金川不用考虑公司的事情, 宋黎也不用担心, 在绿城香蟹微不危险, 他鞋子在坠下来的时候掉了一只, 走了几步陆金川才发现, 脚下被山石划破了, 白皙圆润的脚趾上还有烟红的血, 陆金川走了一半, 又蹲了下来, 我背你, 他自己走路都摇摇欲坠的, 宋黎怎么可能让他背, 不用, 我没事, 别废话, 陆金川眸光深邃, 日光照过来, 满是迷离, 宋黎抿了一下唇角, 声音小得可怜, 底气不足地开口, 可是, 我怕你把我摔了, 气氛难得静默, 这种时候, 尤其是陆金川身上带着伤, 风花雪月, 让人动容的时刻, 结果宋黎心里没有任何潜泉, 陆金川觉得自己一腔好意, 喂给了狗, 天渐渐黑了下来, 山下没有住户, 陆金川把宋黎一个人留在原地, 去找暂时落脚的地方, 有一个天然的山洞, 陆金川进去看了一眼, 没有野生动物, 有人来过的痕迹, 确定没有潜在的危险后, 陆金川舌身回去找宋黎, 山路不好走, 而且他伤得也重, 找到宋黎的时候, 大老远就听到了女人哽咽的声音, 陆金川吓了一跳, 小跑着过去, 宋黎抱着自己的双腿, 头埋在里面哭得万分委屈, 他声音很低, 怎么哭了, 陆金川伸手揽住他的肩, 宋黎抬起头, 双臂圈住他的脖梗, 眼眶已经哭红了, 陆金川, 我要死了, 陆金川眼皮一跳, 别胡说, 宋黎眼底都是惶恐, 我没胡说, 我被竹叶轻咬了, 就算是我们现在能爬到山上, 把我送到医院, 我也活不了了, 宋黎悲从中来, 他还没看到楚越的下场, 人就先挂了, 全世界都不及他悲惨吧, 他上辈子肯定是毁了全宇宙, 不然这辈子不会过得这么坎坷, 陆金川的心脏也在下沉, 半嗓回味过来, 捏着宋黎的下巴, 我要是没记错, 凌晨所属的地狱是没有毒蛇的, 嗯, 宋黎眼圈都是红的, 我在动物世界里看过啊, 竹叶轻有剧毒, 浑身都是翠绿色, 眼圈微红, 看上去甚是可怜, 陆金川没心情理会他, 他说的他心里也没底, 在附近找蛇, 最后在草丛里找到一条一米长的青蛇, 男人眼急手快, 捏住蛇的七寸, 把蛇从草里提了出来, 宋黎并没有看见, 嘴巴还念念有词, 我死了你能不能不要娶灵珊啊, 我们俩有血缘关系, 你要是真的娶了灵珊, 我怕死不瞑目, 他一步一驱地跟着陆金川, 男人忽然转身, 宋黎猛地噤声, 和青蛇大眼对小眼, 宋黎咬住唇角, 同镇那边出入的青蛇都是竹叶青, 他小时候被咬过, 差点要了命, 现在看见陆金川若无其事地提着一条, 完全就是汗毛倒树, 怕得要死, 你, 陆金川是若网闻宋黎的害怕, 胆生问, 是这条蛇咬的你, 宋黎连连点头, 说, 你快扔掉, 有毒啊, 阿黎, 你有没有常识, 宋黎莫名抬头, 陆金川无奈叹息, 这是翠青, 无毒的, 坠牙摔不死我, 你是打算吓死我, 翠, 翠青, 他不是临城本地人, 不认识这里的蛇不正常吗, 陆金川这么凶干什么, 后者冷笑一声, 嘲讽地开口, 说说吧, 怎么招惹到人家了, 翠青性情温和, 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简直就是蛇类里面最好脾气的宝贝, 踩, 踩到尾巴了, 宋黎也委屈, 眼泪样样地挂在下茧上, 擦觉得尴尬, 不擦更觉得尴尬, 陆金川把蛇放回到草里, 嘲弄地道, 小东西是国家保护动物, 比你还金贵, 你这是踩到尾巴被咬了, 你要是踩到七寸才死了, 上去我就把你送给白眼宁处理, 宋黎, 陆江川大步走到宋黎身边, 把人打横抱起, 走到河边, 天色很黑, 陆金川隐隐约约能看到水在哪里, 把人放在河边, 陆金川低声说, 一抽, 阿黎, 我们平时喝的就是这条小溪的水, 这是山泉水, 细菌少, 连鱼都没有, 宋黎仍旧不动陆金川没办法, 强行摁着人拖了剩下的一只靴子, 把他的脚塞到了小溪里, 溪水很冷, 脚落下去的一瞬间, 宋黎觉得这种冷意一直凉到了骨头里, 他挣扎了一下, 被陆金川握住了脚腕, 他很用力, 指负粗力, 认真地给他清洗脚上的伤, 宋黎心脏抖了抖, 陆金川可是有洁癖的, 他什么时候摸过别人的脚, 尤其是鞋子没了, 他踩的脚上又有叶子, 还有泥巴, 味道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他下意识地看向男人, 月色渗了过来, 只能隐约看见男人轮廓, 以及又长又卷翘的睫毛, 他身上都是温尘, 没有半分的嫌弃, 把水撩到他的脚上, 指负温柔的上下揉搓, 脚洗好了, 他又转身把他抱了起来, 他下河线条分明, 眸光深沉四海, 在夜色里, 宛如时光留下的惊艳痕迹, 宋黎心脏猛跳了两下, 前面有个山洞, 我们先去躲一躲, 阿茨和阿晴肯定会派人找我们, 不会待太久的, 宋黎咬住唇半点了点头, 他不敢开口, 他一天都没吃东西, 于情逼他就餐, 他不该是小性子, 觉得他人讨厌就要出去, 导致被陆金川抓到, 反复睡了一遍之后, 一直饿到现在, 饿得胃部禁卵, 痛不可疑, 这些都还好说, 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把宋黎放在一个略微干净的地上, 陆金川把身上的外套扑在地上, 又把宋黎抱过去, 第184章, 不可思议, 生怕山里有野兽, 陆金川在口袋里摸到一个火机, 捡了柴点了火在洞口, 他回头就看见宋黎躺在他的衣服上睡了过去, 他睡着了很可爱, 睫毛又长, 小脸红扑扑的, 呼吸绵延, 陆金川在他身侧刚坐下, 就发现宋黎的体温不对劲, 一片滚烫, 阿黎, 他闷闷地应了一声, 陆金川把人扶起来, 大掌触碰到宋黎的额头, 一片滚烫, 放个生鸡蛋上去, 还可以烫个溏心的, 哪里不舒服, 宋黎嘴硬, 我没不舒服, 就是困, 陆金川揉了揉他的脸, 身体不舒服, 不会说, 我他妈是个人, 不是个神, 陆金川觉得累, 他和宋黎之所以渐行渐远, 最大因素大抵就是他不会说自己的委屈, 而他在感情这方面又直白, 如果没有灵珊, 大抵是空白, 即便是曾经和灵珊在一起过, 仍旧不会红女人, 单单去看, 他根本不知道宋黎是不是痛苦难受, 阿黎, 陆金川去看他的眼睛, 正对上他看着他的视线, 他不知道看了他多久, 眸光细碎, 带着几分清浅的情愫, 陆金川所有的动作都因为他的这个眼神顿了顿, 好久才低声说, 你发烧了, 我带你离开这里, 去哪儿, 想办法去山上, 宋黎第一次觉得陆金川不知天高地后, 他们从断崖上摔了下来, 往上爬基本不可能, 地势险峻, 但凡摔下来都可能粉身碎骨, 一次没摔死, 只能说他们运气好, 不爬山要往山下的方向一直走, 差不多上百公里, 先不说有没有野兽, 就这路程, 他只怕是走到死也走不出去, 宋黎觉得胸腔都是热的, 说话肺部和漏风一样, 灌进去的都是冷风, 格外的不舒服, 胃部也在静卵, 疼得他说话都吃力, 我不走, 宋黎盯着他, 我要等人救援, 我对阿晴和阿慈都没信心, 你就有了, 宋黎才不信任他的朋友, 自嘲一笑, 我相信我的国家, 而且, 我走不了了, 我好痛啊, 宋黎不想说痛, 对陆金川说痛似乎太矫情了, 陆金川额脚有伤, 身上也是各种擦伤, 如果宋黎感觉不错的话, 陆金川的肋骨应该也有轻微的伤, 他每每抱他, 身体都会小幅度的抖, 他那么的瘦, 和边他抱他时, 第一次甚至没抱起来, 可是他也很痛, 脑袋像是裂开了, 两个陆金川在他眼前不断晃动, 他分不清楚, 哪一个是自己眼花看出来的, 盯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然而, 仍旧没有什么结果, 哪里痛, 陆金川靠过来, 他周身温热, 宋黎却脊椎都是凉的, 他不管不顾, 朝陆金川的方向倾斜过去, 男人揽住他, 宋黎觉得自己似乎温暖了起来, 胃痛, 宋黎小声说, 陆金川, 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 你上辈子肯定不是个好人, 我们都被人这样欺负了, 还不能上去报仇, 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纯瓣宛如凋零的花瓣, 一点色彩都没有, 身上也在发烫, 几乎烫穿陆金川的心脏, 别胡说, 我们不会死, 不报仇死了也憋屈啊, 陆金川我不想死, 宋黎眼前开始模糊, 他低声说, 我刚知道害死宝宝的是楚岳啊, 如果不报仇就死了, 宝宝问我欺负他的阿姨在哪, 我怎么告诉他, 楚岳可能在继承陆室, 这句话, 一度刺穿陆金川的心脏, 从牙上坠下来, 陆金川都没那么痛过, 这一刻, 他只觉得血液逆流, 四股汹涌的悲伤几乎将他整个淹没, 可他除却把怀里的女人抱紧一点, 竟然说不出来任何保证的话, 人在自然面前过于渺茫, 他甚至确定不了他的安全, 我不会让你死的, 陆金川诞生说, 等我上去了, 你把身体调理好, 孩子还会回来找你的, 他当初选择你做妈妈, 就代表他喜欢你, 能找到你第一次, 也能找到第二次, 你别骗我, 宋黎失效, 陆金川描述的太美好了, 似乎能弥补他生命里所有的遗憾, 我不骗你, 陆金川承诺, 宋黎摇摇头, 他意识已经开始模糊,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就在骗我, 我才不要给你伤孩子, 我只要陆太太的位置, 一瞬间, 陆金川眼底静满寒凉, 于晴亲自带人下山, 找陆金川, 他提了即将军用越野, 性能非常的好, 车子一路开到了山洞口, 于晴率先下来, 转身回头朝车子里面伸出手, 一只素白的小手握住他的手, 临山穿了一件连帽衫, 下了车, 他把帽子戴上, 只留下了精致的下汗, 阿晴, 这里就是阿川坠下来的地方, 吴命说最可能是陆金川和宋黎坠落下来的地方, 保镖已经四散开去找人, 于晴垂着眼睫, 珊珊, 你不该过来, 你这个身体应该在医院休养, 如果阿川出了什么事, 我在医院也休养不好, 临山很难过, 他眼瞼下方都是阴影, 带着几分虚幻的美感, 吴命低声说, 不用悲观地这么走, 这牙看着高, 但是斜坡不守, 摔下来未必会死, 再运气好一点, 说不定只有擦伤, 但愿如此吧, 于晴点了一根烟, 只见星火星红, 他低声说,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阿川对宋黎的感觉不一样, 珊珊, 之前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你想嫁点阿川, 只能用那种方式, 你倾刀不肯, 正好, 我一直以为阿川对宋黎的感觉, 就是心爱的玩具, 爱不释手, 现在我觉得, 可能是我错了, 没人会为了玩具付出生命, 他是我的好兄弟, 你是我从小户到大的妹妹, 你想开一点, 世界上的单身男人那么多, 吊死在一棵树上, 最后只会委屈你自己, 灵珊眼泪落了下来, 漆黑的夜色里, 他仰着头看着于晴, 阿晴, 你是说阿川爱上宋黎了, 很不可思议, 至少在大家的眼中, 陆金川只是把宋黎当成是灵珊的代替品, 可是如今, 灵珊已经从国外回来了, 可是陆金川却又不肯离开宋黎, 提的离婚更是昙花一现, 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第185章, 肋骨断了, 两个人的对话被匆匆赶来的保镖打断, 靴子已经跟绿城相泄的保镖合对过, 确定是陆太太早上出的门, 那人呢, 灵珊急忙问了一句, 他很胶着, 谁都看得出来, 保镖摇头, 低声说, 还没有找到人, 于晴顿了顿, 在此之前, 他一直认为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家, 不过是圈子里卷钱的高手, 他还真是没想到, 真让五命给蒙对了, 五命不知道于晴想的什么, 低声说, 没找到人是好事, 这个地方找不到人, 但是可以证明陆总和陆太太还有自主意识, 人没有危险, 可以活动, 于晴冷笑, 那万一, 阿川和宋黎是被野兽吃了呢,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野兽吃了阿川可以, 可别吃了阿里, 沈青慈路过时翻了个白眼, 他并未过于在乎灵珊的感受, 看向五命, 地下已经翻遍了, 还是没找到人, 这座上再待一会儿, 恐怕我们都会有危险, 你到底有没有找人的大致方向, 还是你觉得沈于两家的钱好拿, 五命低声说, 附近没有, 就找找山洞吧, 五命不再休息, 亲自带人找人, 没几分钟找到了陆金川和宋黎休息过的山洞, 他们来得晚了, 人去楼空, 只剩下了一只和救援队找到的一样的靴子, 五命看了一会儿, 于晴环视一圈, 火刚灭了这么多久, 还有余温,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 于晴的意思是马上去追, 五命却说, 苏医生呢, 人在那边找, 五命说, 喊苏医生过来, 陆太太的情况可能不太好, 于晴和沈青慈对视一眼, 五命说, 进来的时候有两个脚印, 也有一个脚印的, 可是出去的只有一个脚印, 这个脚印应该是陆总的, 陆太太的鞋码对不上, 于晴不再犹豫, 立刻给苏承武打了电话, 山洞有两个出口, 于晴的意思是和沈青慈分开, 一个去另一个出口找, 沈青慈觉得没问题, 于晴和临山市沿着小溪往前追, 运气不错, 他们是在河边找到了昏迷中的宋梨, 他发了高烧, 于晴看都没看他一眼, 到处找陆金川, 他们只有几个人, 临山于晴和三个保镖, 五命和沈青慈一对, 于晴扫了一眼宋梨, 临山已经在他身边蹲了下来, 他常年生病, 包里有推热贴, 撕开一个给宋梨贴在了脑门上, 阿晴, 宋梨烧得太厉害了, 他身上脚下都有伤, 要快点送去医院, 于晴不肯走, 发烧而已, 又不会死, 反而是阿川下落不明, 我们继续去找阿川, 找到阿川之后, 再回来接送礼, 可是, 临山下意识地反驳, 珊珊, 于晴第一次对他冷了脸, 你知不知道, 一个阿川能抵多少个送礼, 阿川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大, 收一收你可怜的善意行吗, 阿川还在等着我们呢, 他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难道我们把他丢在这里不管吗, 我们只有五个人, 送送离去医院要用车子, 至少两个人, 如果阿川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临山唇半颤抖, 于晴的问话, 直击灵魂, 珊珊, 孰轻孰众, 你自己考虑, 临山低头看了一眼送离, 他脸色很不好看, 一片惨白, 唇半宛如干涸的花瓣, 他心脏抖了抖, 把自己身上的泥子大衣脱下来, 盖住送离的身体送离, 我知道你能听到, 你不要怪阿晴, 我们找到, 阿川就回来接你, 临山又在包里摸了摸, 摸出来一般部落分, 塞到了宋离的嘴里, 他从地上站起来, 低声说, 阿晴, 留一个人守着宋离, 我们待会儿回来接他, 珊珊, 你怎么知道, 阿川不是想把人丢在这里的, 阿川不要的人, 你又何必伤心, 临山美眸横了于晴一眼, 她是我妹妹, 于晴笑了一声, 眉目里都是嘲讽, 害你出生就得了心脏病的妹妹, 如果你没有心脏病, 轮不到宋离来做陆太太, 这句话宛如一根钢针, 直直地刺穿了灵山的心脏, 宋离烧得厉害, 陆金川不敢坐以待毙, 等下去, 以他柔弱的身体, 真的有可能会烧死, 陆金川把人从山洞里背起来, 沿着小溪一路往山下走, 天黑了, 方向感脆弱, 走了好久, 似乎是在原地打转, 反而是身上的人身体原来越热, 耳边还有他不是的声音声, 这一刻, 他所有的自信分崩离析, 阿烈, 你跟我说说话, 睡, 他昏昏沉沉吐出来一个字, 陆金川的肋骨痛得仿佛不是自己的, 背着宋离每一步都走得宛如千斤重, 陆金川找了一块干净的地面, 把宋离放下, 他摸了摸女人的脸, 一片滚烫, 你等我两分钟, 我打水给你, 心肺处火辣辣一片, 陆金川走了两步, 高大的身体晃了晃, 人差点栽倒在地上, 他走出一段距离, 终于找到一片大小差不多的叶子, 在溪边冲洗干净, 沉了水, 刚站直身体, 眼前一黑, 整个人栽倒在地上, 意识全无, 于晴四人走了两步, 遇见了匆匆赶过来的苏陈武, 他们共享的位置, 担心好友的危险, 苏陈武独自一个人开车过来的, 五个人, 几乎是同时找到了陆金川, 阿川, 林山吓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他脑袋上的伤很重, 哪怕是结了家, 还是再往外面渗血, 触目惊心大抵如此, 林山哭得不能自己, 陈武你快帮阿川看看啊, 苏陈武伸手在他身上摸了两下, 然后用简单的道具检查了一下, 他面色越来越凝重, 肋骨怕是快断了, 像是压迫的, 但是我不确定, 体温在升高, 必须立刻去医院, 林山哽咽, 去拉于晴, 阿晴, 送阿川去医院, 于晴把人从地上扛了起来, 苏陈武眼皮一跳, 大哥, 你小心点他的伤, 于晴冷笑, 宋离那个样子, 陈金川仍旧是把人带出来了, 证明了什么, 他肋骨快断了, 还能背人, 一时半会死不了吧, 第186章, 要坐牢的, 他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林山, 他只顾着伤心, 完全忘记了不远处的地面上, 还躺着一个人, 于晴也懒得开口, 更懒得浪费时间, 山川里还有那么的救援人员, 总有一个能找到宋离的, 当务之急, 还是送陈金川去医院, 云梦知道宋离坠牙之后, 人疯了一半, 他不断地给于晴拨打电话, 但是这个平时开房开得很快的男人, 在这一刻, 不是电话打不通, 就是挂断, 云梦心口冷了冷, 虽然他和宋离早就已经撕破了脸, 可是知道人生死未卜的时候, 云梦的心脏还是在不断地下跌, 他知道, 凌晨有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 云梦用了于晴的资源, 第一时间加了进去, 跟着去了山下, 山下路不好走, 哪怕是云梦提前换了运动鞋, 仍旧是走得脚疼, 他双手合十, 一边找一边掉眼泪, 一边祈求上天, 如果宋离这次没事的话, 让他少活十年也行,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听到了他的祈求, 云梦在山下遇见了南怀, 云梦拉住他, 他已经把眼睛哭肿了, 他以为在宋离不肯放下追究云战责任之后, 他是恨宋离的, 可是到了这一刻, 他才明白, 他们之间只有彼此, 是他对不起他在先, 他明明知道宋离那么渴望那个孩子, 却还是提出了最让人痛心的条件, 南怀, 你一定要救救宋宋, 他眼前一片模糊, 宋宋身体太弱了, 我听说山里还有野兽, 南怀, 你说我到的绑架也好, 当初你走的时候, 宋宋追着车子跑了好久, 我曾经问过宋离为什么要嫁给陆金川, 他说他觉得陆金川很像你, 在陆金川的身上看见过你的影子, 宋宋什么都没有, 他来凌晨找你, 一颗心没了, 孩子也没了, 厅里没有了, 不能连命都没了, 云梦哽咽着, 他从来没有那么难过过, 造化弄人不是一个词汇, 有缘分的人不知道珍惜, 没缘分的人一直在错过, 我求你, 南怀面上毫无波澜, 他几乎头也不回, 大步离开之前丢下一句, 分头找, 南总, 我听到救援队说, 于晴他们找到了陆金川, 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那宋宋呢, 云梦拽住保镖的衣领, 保镖吓了一跳, 没听到宋小姐的消息, 不会人以惊, 你闭嘴, 找宋宋, 他胆子小, 一个人呆久了会哭的, 那边, 保镖指了一个反方向, 云梦往他指的方向走了两步, 差点没摔倒, 他眼前花了花, 被南怀扶住, 小心点, 先找宋宋, 宋离被人吵醒的, 耳边有个陌生男人一直在说话, 声音不大, 嗡嗡地听着难受, 我都在这里等了两个小时了,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们把陆总带走了, 那他老婆怎么办, 林小姐在啊, 意思就是, 林小姐在, 有没有老婆都无所谓了呗, 保镖吃笑一声, 因为这女人, 楚小姐都进监狱了, 是该给个教训, 但是如果陆总知道了, 不好交代吧, 怎么说也是老婆, 她能愿意戴着帽子, 宋离本来是听不到任何电话里面的话, 忽然似乎开了扩音, 电话里的声音清楚明了了起来, 这就是陆总交代的, 保镖宁笑着挂了电话, 猛地朝宋离扑了过来, 宋离吓坏了, 人往旁边滚了一下, 身下有石头, 几乎刺穿了腰, 痛得让他差点掉下来眼泪, 这个举动, 直接让他丧失了所有的行动能力, 保镖骂了一声, 醒了, 醒了更带劲, 人被他摁在地面上, 头上的退热贴掉了下来, 泥子大衣也被他丢开, 他动作暴力, 一下将宋离的裙子撕开了一道口子, 宋离瞪大眼睛, 一动不动, 男人以为宋离妥协了, 急不可耐地开始脱衣服, 趁他没有防备, 宋离一脚揣在男人的腿间, 一声惨叫, 宋离头也不敢回, 站起来就跑, 脚下踩着大小参刺的石头, 搁得他脚心生疼, 连带着割伤了他的心脏, 宋离跑不快, 人还是被保镖追了上来, 宋离以为自己真的逃不过了, 一颗心不断地下坠, 然而, 男人忽然倒在了他身上, 宋离睁开眼睛, 看见云梦丢了手里的石头, 手忙脚乱地把保镖从他身上扒开, 云梦的眼睛肿了, 他把人从地上扶起来, 脱下来外套给宋离套上, 宋宋, 梦梦, 宋离浑浑噩噩噩, 他觉得自己可能做梦了, 为了云战, 云梦早就不管他的死活了, 可能是快要死了, 已经到了炼狱一半, 阎王也愿意给他一场美梦, 云梦回头看了一眼保镖, 这个人他认识, 是于晴的人, 他身体颤抖得厉害, 满心都是后怕, 宋离是一个骄傲的人, 如果真的被保镖糟蹋了, 他可能就真的见不到宋离了, 云梦一低头, 就看见了他的脚已经没有了好地方, 脚趾都被割伤了, 眼泪不听使唤, 宋宋, 你怎么自己在这里, 陆金川呢, 他伸手拽住了宋离的小腿, 你怎么还被蛇咬了, 云梦根本不等他的回答, 往宋离的方向靠了靠, 你上来, 我被你去找南淮, 他一字一句似乎都在提醒宋离, 他没有在做梦, 梦梦, 你把人砸晕了, 宋离看过去, 保镖头上有血, 他爬过去, 摸了摸保镖的鼻息, 还有呼吸, 我们得把人送到医院去, 这样下去, 人死了对云梦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他当刚想对你做什么你忘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管他, 云梦气的眼眶再度泛红, 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掉, 宋离, 你能不能狠狠心,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凌晨随便一个人都能气在你头上, 谁都可以惦记你, 如果嫁给陆金川连你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护不了, 当初你跑什么, 你来什么临城, 你不如嫁给我们村子里那个赖汉, 云梦痛不自意, 捂着脸哭了起来, 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 你不是还要让云战付出代价吗, 你这样, 最后苦的只有你你知不知道, 他那么伤心, 宋离的眼睛也跟着红了, 可是如果不管他, 被人知道了, 他死了, 你要坐牢的, 你一辈子都毁了, 第187章, 一身疮痍, 这件事情你们不用管, 后来, 宋离下意识地转身, 他踏着夜色, 眼瞼下方的泪质似乎泛着光, 焦惊肃目, 鬼使神拆的, 宋离又想起了桃子, 年少时, 如果说爱过于浮夸了点, 当初他选择陆金川, 确实是因为情窦初开, 觉得他和桃子有些类似, 外冷内热, 可能是这些年过得不怎么愉快, 他总是想回到从前, 虽然江峰会打他, 可是只是皮肉上的痛楚, 可是云梦在, 桃子在, 总好过一身疮疑, 心脏千疮百孔, 车子马上就到了, 我送你们去医院, 宋离往前走, 危机感解除了, 脚下的痛, 一股脑地冒了上来, 他亮呛了一下, 南淮伸手接住了他身体, 他手臂上力道极大, 宋离刚准备站直, 就被男人打横抱起, 俯身放在车厢里, 宋离瞳孔微微缩了一下, 南淮却只字不提, 绕过车头, 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他如果说, 似乎又有些不合适, 云梦在他身边坐稳, 隔着车窗, 宋离看见南淮的几个保镖, 把云梦砸晕的那个保镖, 拖到了另一辆车子上, 宋离心里一阵后怕, 他捂了我胸口, 陆金川呢? 你还问陆金川? 云梦恨铁不成钢, 听力受损, 又不是聋了? 你没听到那个男人说是陆金川, 让他这么做的吗? 我不信, 宋离不信的, 陆金川能扑过来和我一起滚落山崖, 怎么可能让人糟蹋我? 梦梦, 没人愿意主动戴绿帽子, 云梦吃笑, 豪门里长大的人感情都是缺失的, 前一秒深情四海, 后一秒铁血无情都很正常, 你不认识那个男人我认识, 他是于晴的贴身保镖, 宋离除了陆金川和于晴, 你以为谁叫他动一个保镖? 然后, 你告诉我, 你和于晴有什么仇? 他要让一个保镖这么糟蹋你, 宋离如梗在喉, 气氛凝滞了起来, 云梦低声说, 楚夜对你下了手, 孩子已经没有了, 你还要待在陆家, 赔上自己才行吗? 你问陆金川, 好啊, 我告诉你答案, 陆金川早就和于晴上了山, 他不要你不管你, 和你一起坠崖, 是做给媒体看的, 立一个深情人设罢了, 等你死了, 他娶了灵山, 全世界都觉得他还放不下你, 会原谅他, 到时候, 他们双宿双飞, 你就是狗屁一个, 宋离还是不信, 他虽然昏迷, 可是明明听到了陆金川说去给他找水喝, 他身体不舒服, 还背着他走了那么远, 宋离说了出口, 南淮忽然低声道, 可是他还是丢下你了, 宋离, 承认他不爱你, 怎么那么难? 南淮把手机递过去, 屏幕上是于晴的车子, 陆金川被搬到可疑洞病床上, 于晴和灵山一左一右, 守着往医院里面跑, 镜头闪过陆金川那张俊美无仇的脸, 男人醒着, 眉心带着几分不耐烦, 他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选择去医院, 而你差点就被别人糟蹋了, 这些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宋离大脑一片空白, 他唇角颤抖, 别开头, 停顿了一分钟才侧头对上南淮的视线, 南淮我不想去中心医院可以吗? 陆金川醒的时候是在车子上, 车子已经到了医院门口, 他醒来就表情名重, 阿黎, 刚要坐起来被苏晨雾摁住, 先不要动, 你肋骨可能断了, 躺好, 宋离呢? 你们不在一起, 我只在车上看见了你, 苏晨雾直白地开口, 于晴反而道, 我先找到的宋离已经派车去接了, 你先去医院急救室, 等你好了就能看见宋离, 不, 陆金川拒绝, 不看到他我不放心, 如果你非要折腾, 等到他可能也不会再担心了, 说不定你心都不用跳了, 苏晨雾不管陆金川的拒绝, 直接在他嘴里塞了一片抑制药, 强行把人推到了急救室里, 身长的走廊一眼望不到头, 灵山站在那里都开始颤抖, 他把衣服脱给了宋离, 又冷又怕, 因为陆金川他把宋离望得干干净净, 如果不是陆金川提及, 他想起宋离不知道要多久, 他侧过头看向于晴, 阿晴,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假的, 保镖联系不上了, 我不知道宋离是什么情况, 你怎么能骗阿川? 灵山瞪大眉眸, 于晴觉得灵山很可笑, 他侧过头, 那我怎么说, 告诉阿川宋离失去了联系, 一个村姑非要阿川折腾的半条命, 没有了不可, 我已经派人去核查情况了, 你着急什么? 珊珊, 别告诉我, 你真的缺一个妹妹来和你分灵家的财产, 灵山抖了抖, 气得, 可是他发了高烧, 珊珊, 你也忘了, 算起来对你而言宋离也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你揪着不放, 不过是怕宋离出事了之后, 心里过不去吧, 你该记住, 他的死活和你无关, 灵山沉默, 五分钟后, 急救室的门被推开, 苏晨悟走了出来, 阿川肋骨骨裂, 没有骨折, 需要住院, 阿琴你帮他办一下住院手续, 宋离呢? 阿川要见他, 灵山和于晴面面相去, 这个时候宋离显然不太好找, 于晴摇头, 你先拖一下, 我已经让人去找宋离了, 苏晨悟眯了眯眼睛, 也就是说, 你们把一个小姑娘丢在了牙底, 是, 于晴毫无愧疚, 我去找的就是阿川, 找宋离只是顺带, 他是死是活我都没有任何责任, 我可不是胜负, 苏晨悟差点被于晴气笑, 再怎么说, 他也是阿川的妻子, 表面功夫不愿意做可以, 人命关天了, 你这么理直气壮, 这些年如果没有阿川帮你, 你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阿晴, 宋离嫁给陆金川两年, 这两年里你从来没看得起过他, 这么针对一个女孩子, 你也不嫌掉价吗? 于晴手机响了, 他垂头看了一眼, 淡淡一笑, 你高尚, 但是宋离也不用你操心, 他在南淮那里, 在南淮名下的私人医院里, 放心了吧, 第188章, 检查一下, 阿川为了他半死不活, 也不见他回来, 我早就说过, 宋离就是胃不熟的白眼狼, 小心他不紧不计吃, 还反咬阿川一口, 就在这时, 医生把病床推了出来, 陆金川躺在上面, 神色莫名, 他们都在, 陆金川直白地问, 宋离呢? 和南淮在一起, 陆金川愣了很久,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如果没记错, 前不久你告诉我, 宋离在你另外的一辆车子上, 我又搞不过南淮, 人被抢走不正常吗? 于晴吊儿郎当一笑, 陆金川直直地盯着他, 眸光深沉四海, 我要听实话, 我只有一辆车, 把你带了上来, 不过宋离有人守着, 后来我也排车去见, 陆金川打断了于晴的话, 你把宋离一个人丢在了山上, 于晴沉默, 这样说也没错, 陆金川点点头, 大掌捂住狭长的眸, 情绪骤然沉了下来, 那扑面来的冷意, 一度令人窒息, 这是第一次, 林山见陆金川和自己身边的人发脾气, 这种无声的抵抗最为致命, 不到十五分钟, 盛婉赶到了医院, 带着保镖把于晴和林山都请出了陆金川的病房, 于晴气得冷笑, 阿川, 我怎么说也救了你, 你就这么暴打我, 所以你知道我会过河拆桥, 当初怎么不让我死在牙下, 他眸子里沉着太多的情绪, 这一刻, 于晴只觉得自己看不懂, 他懒得和病号计较, 扯住林山出了病房, 去接太太回来, 陆金川揉着鹅脚, 诞声吩咐, 盛兰已经查到了宋黎的位置, 因为陆金川没事, 陆氏的股票一小时回温, 夫妻二人抗力情深, 反而让陆氏股票大幅上涨, 蒸发的市值瞬间回贯, 盛兰松了一口气, 连连点头, 我马上去, 为了安然无恙接回宋黎, 盛兰特意让人开了一辆家常版林肯, 内置一张单人床, 甚至带了几个医生, 只是, 盛兰吃了闭门羹, 他被云梦拦了下来, 宋宋身体不舒服, 不想见和兴露的有关的人, 中心医疗水平高于私人医院, 云梦听不得这种话, 总觉得高高在上, 含着几分施舍的语调, 宋黎和陆金川这段不对等的婚姻里, 全是因为陆金川高高在上, 才压得宋黎喘不过气来, 不仅宋黎什么都没有得到, 反而一无所有, 医疗水平再低, 也值得好伤口感染引起的发烧, 也能处理伤口, 中心医院的水平有多高啊, 能不能修复宋宋的听力, 能不能让他肩上不留伤疤, 能不能让你们这些讨厌至极的人不要出现, 影响人活着的心态啊, 盛兰哑口无言, 他知道宋黎的经纪人厉害, 但是他不知道他嘴皮子也这么厉害, 云梦小姐, 我只是听先生和太太的, 如果您不让我们见太太, 那么我们要采用其他的手段了, 孟孟, 让人进来吧, 云梦气得要死, 我才懒得管你, 他侧开身体, 给圣兰让出来一个位置, 前一句话是宋黎说的, 圣兰以为宋黎是愿意跟他们回去的, 进门的时候轻蔑地溺了云梦眼, 刚进去就看见宋黎掉着水, 空着的手拿着一把水果刀, 在自己掉水的手腕上来回比划, 圣兰眼皮一跳, 一股不好的预感直击灵魂, 他声音都开始颤抖了, 太太太, 陆总让我带您回去, 他呢, 人死了吗, 宋黎口吻轻飘飘地在圣兰耳边散开, 以往的软糯消散一空, 反而给人几分阴森的感觉, 陆总在中兴医院, 肋骨鼓裂了, 要住院一段时间, 陆总的意思是把你也转移过去, 一起休养, 如果我不愿意去呢, 宋黎问, 圣兰低声说, 太太, 我只是拿钱办事, 带一具尸体回去, 你们自己选一个, 圣兰不认为宋黎真的会割自己, 他试图再劝, 一个字都没说出口, 就看见宋黎面不改色, 滑破了手腕, 烟红的邪猛地冒了出来, 圣兰眼皮突突直跳, 太, 太太, 我这就是滚, 这就滚, 您别冲动, 宋黎的脸色有一种病态的苍白, 他用桌上的纱布捂住手腕, 一双水灵的大眼睛盯着圣兰, 转告陆金川, 别再来烦我, 近段时间, 我不想看见他, 好好好, 这个时候, 宋黎当然说什么他都答应, 几乎是落荒而逃, 离开了宋黎的病房, 云梦喊了医生给宋黎包扎, 坐在床边, 云梦忽然开口, 要不要给你喊个心理医生, 这个医院里面好像是有神经科的, 怎么, 你觉得我疯了, 云梦一本正经的点头, 有点不太正常, 因为云妈妈, 她太知道, 一个人走路疯狂, 可能只需要一个很小的诱因, 宋黎越变越陌生, 她真的很怕, 年纪轻轻就疯掉, 根本对美好生活没有体验感, 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宋宋,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行吗? 宋黎侧着头, 看着窗外, 冬天越来越近, 枯树叶落在窗台上, 外面种了几棵长青树, 绿的突兀, 可确实这个医院唯一的亮色, 她多看了两眼, 行啊, 你告诉我, 云站在哪里? 云梦骤然沉默, 宋黎眼圈又酸又涩, 难过这种情绪在她身体里来回翻涌, 却完全无法倾泻出来, 梦梦,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云梦又有了泪意, 她不想在宋黎面前哭, 一个字没说, 起身出了病房, 路过路市站, 她驻足停顿, 这个月, 她的大姨妈推迟了大半个月, 舆情那方面需求极大, 说句夜夜贪婚也不为过, 她每次都有吃避孕药, 一直没往这边想过, 可是最近, 她情绪起伏大, 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 开始是酸, 种种迹象让她不得不怀疑, 她是不是怀孕了, 云梦走到护士台, 低声说, 你好, 我想做个B超, 嗯, 我想知道, 我是不是怀孕了, 护士恍然大悟, 医生在值班室, 开个单子就可以做, 多久没来姨妈了, 大概两个月, 护士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 低声说, 大概率是怀孕了, 检查一下吧, 第189章, 要做爸爸, 云梦坐在走廊的绿色长凳上等结果, 眸光越来越空, 指尖更是一片冰凉, 检查报告出来了, 怀孕四周, 胎像不稳, 护士的声音被胸腔里骤然声腾, 而起得风虚化, 你最近有些劳累了, 要早点休息, 前三个月危险, 不能再有房事了, 这是叶酸, 你拿好, 吃的方法, 我给你写在了盒子上, 恭喜了, 云梦真笑不出来, 一个来者不惧的男人的孩子, 这个世界上估计没有女人想要, 他捏着蕴简单, 心脏在颤抖, 从医院出来, 左右都有霓虹, 车水马龙, 岁月静好, 只有云梦, 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于晴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声音冷沉, 在哪儿, 我在南淮名下的私人医院, 于晴挑眉, 懂了, 就是又和陆金川的老婆, 搅合在了一起, 你们不是撕破脸了吗? 云梦, 你就这么喜欢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他惯会羞辱他, 云梦早就已经习惯了, 他唇扮上翘并不放在心上, 反而低声说, 我把你派给宋宋的保镖砸晕了, 生死不知, 于晴了然, 怪不得联系不上, 不过云梦和宋梨也是不知好歹, 他好心安排人给宋梨, 然而对方显然并不成情, 一个保镖,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我现在去接你, 云梦应了一声, 挂了电话, 于晴来得快, 但是凌晨变天也快, 他的外套给了宋梨, 加上几乎是落荒而逃, 根本没带衣服, 穿着一件单衣, 冷得风似乎吹进了心里, 鸡皮疙瘩爬满了胳膊, 他大步走来, 把西服外套压在云梦的身上, 脸色黑沉, 你几岁了, 变天了, 衣服都不穿, 来人总是多情的, 云梦并未把他的温柔放在心上, 他舔着唇瓣往前走, 于晴拉开车门让云梦坐进去, 绕过车头上了驾驶座, 车子刚发动, 云梦低声说, 你怎么不问问, 我为什么砸云保镖, 一个保镖, 你看不顺眼砸就砸了, 回头我换一片, 云梦咬了一下舌尖, 痛楚让他瞪大眼睫, 这是凌晨权力的象征, 哪怕是跟在他身边的人, 也轻拿轻放, 完全不会打放在心上, 于晴, 你针对宋宋干什么, 于晴敏媒, 你话多了, 我找到宋宋的时候, 那个保镖正准备遭他送送, 如果没有你的允许, 他敢这么做, 宋宋在凌晨无权无视, 根本影响不到你们的利益, 你这么针对他, 有什么意思, 如果那个保镖得手了, 宋宋会死的, 于晴气笑了, 是吗, 我针对他, 他也配, 男人猛地踩了刹车, 一把拽住云梦, 你到底是我的人, 还是他的人, 他动作太大, 掀翻了云梦放在副驾驶 和驾驶座之间的包, 药瓶滚落在于晴的大腿上, 男人捏起来, 眯了眯眼睛, 叶酸, 于晴若有所思, 从包里面找到了云梦的化验单, 妊娠四周, 你怀孕了, 云梦盯着于晴, 不错过男人脸上所有的细节, 是,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留下来的, 不会用他要挟你, 如果于先生不放心, 可以安排我去中心医院堕胎, 有苏医生看着, 你也能放心, 于晴承认, 知道云梦怀孕之后, 他心里生气几分不悦, 女人尚未的手段, 往往就那么浅显, 母凭子贵, 云梦也没有免俗, 但是, 这种技巧没停留多久, 云梦就开了口, 他那么认真, 虽然演示得很好, 但是眸光下掩盖着几分嫌恶, 哼, 他知不知道, 凌晨到底有多少女人, 想给他生孩子, 他还敢嫌弃, 不想生事吧, 这个孩子, 他还就要定了, 谁说我要做掉, 云梦悚然, 猛得侧头, 你什么意思啊, 字面意思, 好好安排, 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我, 正好我也不年轻了, 事实后, 该有人喊我爸爸了, 于晴说完愣住, 奶娃娃追在身后喊爸爸, 感觉好像真的还不错, 鬼使神差的, 于晴发动汽车引擎, 回一趟中心医院, 让陈勿好好帮你做个检查, 然后去商场买小孩用的衣服和玩具, 回去之后, 让管家在井上拦泻, 单独开辟出来两个儿童房, 一个女孩子住的, 一个男孩子住的, 云梦没有反驳, 实际上, 他反驳也没有什么用, 于晴只顾自己高兴, 和在床上一样, 他痛得要死, 他肆意踏发, 怀孕是累的, 他变得试睡不少, 车子到中心医院的时候, 于晴解开安全带, 就看到了侧着头睡的安稳的女孩, 他唇扮微张, 吐气如蓝, 于晴动作顿住, 他真的不喜欢云梦, 唯利是图, 左右逢圆, 可是他碰过她, 就宛如磕了药, 怎么也停不下来, 他天生自信, 觉得自己不会降服不了一个女人, 云梦给了他太多不一样的体验, 他和他曾经碰见过的女人都不一样, 见好就收, 听话得像是没有骨头一样, 于晴叹气, 从车子上下来, 他俯身抱起云梦, 几乎刚碰到他的腿弯, 人就吓醒了, 于晴将住, 云梦也将硬住, 你要抱我,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要抱的是我的孩子, 云梦, 操, 脑子有病吧, 这傻逼, 他心里骂骂咧咧, 唇绊扯了扯, 勾起一抹假笑, 于先生, 现在你的孩子感觉不到你的抱抱, 让一下, 我可以自己走的, 云梦下了车, 踩着裸粉色的高跟鞋, 大步往前, 看着他纤细的影子, 于晴从烟盒里抽了一根烟, 想下来的, 果然没有一点浪漫情怀, 刚拿出火机, 于晴想到云梦怀了孕, 又把火机和烟放了回去, 刺, 真麻烦, 苏晨物刚给陆金川换了药, 就看见了云梦, 以及云梦背后的于晴, 阿晴, 这么晚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表情有点不怎么容易被发现的炫耀, 哦, 我要当爸爸了, 过来带云梦做个产检, 苏晨物, 真离谱, 不好意思, 产科下班了, 明天挂了号上三楼去做产检的, 大半夜的, 医生也是, 要睡觉的, 于晴眯眯着眼睛腻塌, 晨物, 你该不会是嫉妒我吧, 第190章, 你不要凶, 苏晨物道, 我们医院妇产科的产检, 都是不上晚班的, 我又不擅长复课, 于晴不动, 苏晨物沉默半上, 低声说, 走吧, 去我办公室, 于晴牵住云梦的手, 把人拉了过去, 苏晨物让云梦坐下, 手放上来, 他帮他品了品卖, 有点宫寒, 记冷记辣, 最近有些累了, 多休息就行, 那吃点药, 于晴问, 孕妇能不吃药, 就不要吃, 苏晨物说, 是要三分毒, 从医院出来, 于晴带着云梦去商场, 直奔女鞋区, 选了一双平底地板鞋, 然后单膝跪地, 握住了云梦的脚, 云梦瞳孔缩了缩, 你干什么, 我表现得不明显, 给你换鞋子, 云梦是爱美的, 为了下山找宋黎穿的运动鞋, 在宋黎进了急救市后, 就换了下来, 他穿的梦幻又漂亮, 但是板鞋会毁掉他所有的穿搭, 我不, 板鞋和我的衣服不搭, 于晴眯着眼睫, 你都要当妈了, 好不好看重要吗, 我的女人, 你以为谁敢盯着看, 好好养胎, 我的孩子有了什么问题, 我玩死你, 宋黎睡得昏昏沉沉, 分不清时间, 窗帘紧闭, 没有开灯, 床边有一道影子, 宋黎下的浑身冒出一层冷汗, 霍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阿黎, 陆金川的声音, 那种惊悚感残留在心口, 不自觉地攥紧了床单, 陆金川开了灯, 他轻笑一声, 怎么胆子那么小, 宋黎一度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陆金川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伤得不轻吗, 你怎么来了, 你不愿意去中心医院, 我就过来了, 陆金川给宋黎倒了一杯水, 他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屏幕闪烁着, 有来电但是没有声音, 显然是陆金川调了静音, 悟一个字反复跳动, 不厌其烦, 宋黎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苏晨物, 这么晚了, 他打电话, 大抵是担心陆金川的死活, 私心的感觉又生了起来, 陆金川大半夜跑来, 又要给他画什么深情的饼, 不吃乳梗在喉, 吃的话消化不良, 他往床的旁边挪了挪, 给陆金川空出来一个位置, 男人从善如流, 在他身侧躺下, 宋黎在等他的解释, 但是他只字不提, 丢下他独自和陆金川离开的事情, 心一寸一寸凉了下去, 身后一双大手伸了过来, 腰肢被拦住, 宋黎浑身僵硬, 陆金川似乎没发现, 低声问, 怎么醒得这么早, 是不是做噩梦了, 宋黎背对着他, 笑得冷漠, 口气却万分温软, 是啊, 梦见你死了, 吓坏了, 他声音里都是低落, 悲伤似乎溢出来了, 不出意外, 我死不了, 说着, 陆金川把人摁在床上, 现在可以睡觉了吗, 宋黎靠在他怀里, 肩膀小幅度地颤抖, 阿川, 我还是忘不了迷宫像的事情, 你到底打算怎么对楚悦, 她是你表妹, 虽然我不清楚陆家和楚悦的恩怨, 可是奶奶对楚悦的维护那么深, 陆金川抱住人, 这些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两个人都伤得很重, 在私人医院里待了三天, 这三天陆金川在病房里办公, 宋黎好了大半, 只是脚上伤得严重, 走路还是不太方便, 陆金川办了出院, 俯身去抱宋黎的时候, 被女人抵住了胸膛, 阿川, 你肋骨骨裂, 不能抱我, 我的身体, 你比我还清楚, 她靠得近, 为了拉开距离, 宋黎不得用手臂支着身体, 阳光自她身后, 争先恐后涌来, 逆光望去, 除却陆金川俊美的面部轮廓, 宋黎再望不见其他, 她眼底一闪而过一抹惊艳, 人还没反应过来, 天旋地转, 整个人被陆金川拥进了怀里, 陆太太, 梦堂转是大制作, 你好好养伤认真演完, 不要让我一大笔钱砸得血本乌龟, 她都不怕死, 那么她再拦着, 似乎没什么意义, 宋黎赴在她肩头, 举着雪白的手和护士告别, 之前是她为她考虑的太多, 所以, 陆越走越窄, 陆金川不要指望她继续傻下去, 到绿城香榭时, 已经快要中午了, 管家不在, 暂代管家一直的人, 换成了一个叫明哥的年轻女孩, 她很耐看, 睫毛纤长, 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 不会让人觉得厌烦, 我打听过您的喜好, 听说你喜欢鲜甜的馄饨, 这是我自己包, 您尝尝和不合胃口, 宋黎嘴巴有些干, 拉过馄饨抿了一口汤, 直接猛的一顿, 下意识地抬头看明哥, 这汤很鲜, 不知道是用什么原材料掉的, 馄饨皮也鲜薄如馋翼, 入口即化, 肉馅富裕, 却不会有油腻的感觉, 直接蹬顶她吃过的小馄饨排名, 好吃, 太太喜欢就好, 明哥笑了一下, 一碗馄饨打开了话匣子, 宋黎问了明哥做法, 两个人聊着的时候, 陆金川屈指敲了敲桌面, 两个人的注意力被吸引, 太吵, 明哥立刻道歉, 对不起先生, 我这就离开, 他几乎一路小跑离开了餐厅, 宋黎不满地横了他一眼, 干什么这么凶, 陆金川眼底都是嘲弄, 怎么, 管家的事情还让你长不了记性, 怎么被人卖了, 你都不知道, 阿黎,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永远可信的, 你要做的就是交友聊天时, 留一线, 不要什么都分享, 他揉了揉他的脑袋, 眼底情绪莫名温沉, 那些不必要分享的人, 完全可以无视, 你们不在一个高度, 也不会在一个高度, 可是我觉得, 我和明哥没什么不同, 阿川, 没有人是高贵的, 人人平等, 宋黎盯着他, 半赏说, 你不要羞, 我真的怕, 离婚风波时, 他的冷尘吓到了他, 让他心存犹疑, 对待他提出来的条件, 陆金川只有答应的份, 他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 圣兰准备好了诉讼材料, 三天后开庭, 判决楚越, 我已经跟徐岛提过了, 到时候, 你可以去旁听习, 第191章, 这是危险, 开庭这三天, 宋黎等得万分煎熬, 但不论多么煎熬, 依旧如期而至, 这三天宋黎充耳不闻, 外面的风起云涌, 但是不代表他感觉不到, 陆老夫人搬出了绿城香蟹, 绿城香蟹的保镖增设了两倍, 这儿巴金清静了几天, 开庭那天分外的热闹, 宋黎和陆金川下车, 就被记者围住了, 陆太太, 能不能分享一下, 楚越谋杀你的全过程, 请问一下, 你做了什么涉及楚越利益的事情, 陆太太, 请问楚越谋杀你的事情, 是否和继承权有关, 记者几乎堵住了往里面走的路, 宋黎的脚伤虽然痒得差不多了, 但是站久了依旧会痛, 他往身侧的人身上靠了靠, 记者问话像是一场持久战, 拦住了宋黎的腰线, 累了, 他的声线低迷而性感, 宋黎摇头, 脚疼, 陆金川手臂用力, 宋黎瞬间觉得放在脚上的重量不多了, 他没有回答记者的意思, 反而给了求生一个眼神, 随即, 保镖强横地在一众记者中开辟出一条路, 宋黎猛了猛, 他是真的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处理方法, 云梦说过, 公众人物面对镜头的时候, 是记者重点关注对象, 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都可能被分解成无数个版本, 你这样就不怕记者乱写, 陆金川挑眉, 看向宋黎, 眼光细碎, 尽数落在陆金川的眼睛里, 怎么, 陆太太担心我, 宋黎别开眼, 陆金川没抢求一个答案, 低声给他解惑, 在强横的实力面前, 可以不用计较任何留言, 不管记者怎么乱写, 但只要是乱写, 就不会对陆氏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宋黎若有所思, 陆金川曲起手指, 瞧了瞧他的脑袋, 陆太太要很努力才行, 宋黎仰起头, 他一双眼睛湿漉漉的, 忽然挑起一抹笑容, 烟红的唇瓣, 仿佛带人采鞋的花瓣, 阿川, 我不是还有你吗?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你真的会不管我吗? 他眼睛那么亮, 陆金川没忍住, 伸手触了一下他的眼睫, 哪要看你乖不乖? 宋黎在心里冷笑, 他心里没有他, 不论他乖不乖, 他恐怕都不会管他吧, 两个人往前走的时候, 被灵珊拦了下来, 阿川, 他眼睛里都是胶着, 第一次没有了精致的妆容, 甚至眼瞧下面的清黑还能看见, 阿川, 你再给月月一次机会行吗? 这些天, 灵珊到处找陆金川, 当初他坠崖他心里一片恐慌, 可是看见他安然无恙之后, 他又开始心疼处于23岁, 时光还那么长, 这之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月月不会那么狠心, 他太年轻了, 肯定是被人蛊惑了, 阿川, 只要你答应给月月一次机会, 我立刻就跟他出国, 绝对不会再让他伤害到宋黎, 行吗? 宋黎的心脏冷了下来, 对上灵珊, 他其实没有任何的自信, 陆金川对灵珊有求必应, 这几乎是他的本能, 大脑一瞬间放空, 宋黎想, 如果陆金川真的答应了灵珊, 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会越来越低, 谁想要他的命, 在行凶完之后去求灵珊就可以了, 宋黎百感焦急, 耳边是男人的声音, 珊珊, 如果买凶杀人都不算狠心, 那么不告诉我什么算, 他站在他左前方, 宋黎看不见他的表情, 甚至听不出来什么情绪, 可这句话他说出来, 他心脏却猛的一跳, 灵珊被问的沉默半赏, 陆金川没有见好就收, 反而步步紧逼, 我和宋黎的孩子没了, 确定是他做的, 你为他求情, 宋黎被他卖凶谋杀, 你还敢站在我面前求情?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答应你放过他, 重的似乎包含着 雷霆万钧的重量, 直直地砸在了灵珊的心口上, 阿川, 陆金川抬了手, 指住灵珊的话, 这些天我不见你, 难道还不能表明我态度吗? 是不是真的要阿里死了, 我才有资格采决处愿, 陆金川握着送礼手的力道紧了紧, 你们或许不把他看在眼里, 但是我看得进去, 明明没有下雨, 可是这一刻, 灵珊似乎被大雨浇湿了心脏, 胸脯里都是水, 淹没了他全部的情绪, 他几乎是瞬间, 确实了所有的感情, 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 以前心心念念都是保护他, 如果他到底, 站在了另一个女人的身边, 与他渐行渐远, 陆金川带着送礼越过灵山, 前路被人堵住, 一排保镖, 训练有素, 目光也充满着坚毅, 带着几分军风, 送礼心脏沉了沉, 跟着陆金川停下了脚步, 送礼回眸, 不知道什么时候, 现场的记者已经被清理一空, 弱大的法院门口停下一辆家常版林肯, 车门被拉开, 陆老夫人率先下车, 随即有人把陆老爷子扶了出来, 后者目光绝朔, 拄着一根檀木拐杖, 步步缓慢, 似乎踩在送礼的心肩上, 陆老爷子周身上位者气息很重, 他一出现, 现场气氛宛如拉满的弓, 紧张到一触即发, 只有陆金川, 慵懒又散漫的先眸看了他一眼, 一个小官司, 怎么爷爷来了, 不用您出面, 我自己处理得好, 陆老爷子失笑, 阿川,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 今天这个庭开不了, 法官那边出了点小意外, 宋黎不怀疑陆老爷子话里的真实性, 他一紧张, 下意识地攥紧了陆金川的大掌, 不知不觉, 指甲抠进了陆金川的皮肉里, 男人侧眸扫了他一眼, 宋黎下意识地松手, 是回家解决, 还是这里解决, 选择权在你, 陆老爷子低笑一声, 似乎很好说话, 爷爷老了, 不怕丢人, 这是危险, 第192章, 也是假的, 求生上前一步凑在陆金川的耳边开口, 先生, 审判员出了点车祸, 人已经在医院了, 法庭的人在交涉, 想要延后开庭时间, 审判员不在, 就算是开庭也没有什么意思, 楚越依旧要收押后审, 宋黎的眼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了下来, 他下意识地松开了攥着陆金川的手, 陆金川眉心一跳, 拉住他, 阿黎, 这件事情我会给一个交代, 法院不会永远不开庭, 可是陆老爷子在凌晨的地位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他要保楚越, 凌晨谁不卖他一个面子, 宋黎的心似乎坠落在深海里, 浮浮沉沉, 他一辈子都得到救赎了, 陆金川不知道他已经倦了, 先回去吧, 宋黎看着他, 虽然他脸上还有笑意, 可是陆金川透过他的眸光, 看见了隐藏在这牵抢笑容之后的泪意, 他们直接去的陆家老宅, 陆老爷子坐在大厅主座上, 陆老夫人在他身侧, 陆黛和楚越的父亲坐在他们右侧的沙发上, 三堂会审的局面让宋黎一度觉得犯错的人是不是他, 这种变态又扭曲的家庭,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待了那么久的, 宋黎的感受没人在乎, 但他毕竟是受害人, 陆老爷子还是看了他一眼, 离丫头受委屈了, 你想要什么补偿, 爷爷都答应, 但是月月不能坐楼, 宋黎觉得可笑, 甚至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陆家的人只会牺牲别人, 宋黎过于难过, 这一刻, 俨然失声, 陆老爷子生怕给他的羞辱不够, 递过来一张支票, 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 金额随你填, 爷爷是打算用这笔钱买我的命吗? 宋黎问出口, 陆老夫人拧眉, 老姨被忌讳这个, 怎么开口闭口就是这个, 会不会气? 我也觉得挺会气的, 从山崖上摔下去没死, 差点被爷爷奶奶气死, 宋黎反唇相机, 身边有人没忍住, 忽然笑出了声音, 宋黎别过头, 正看见陆金川底唇忍笑的样子, 神经病, 宋黎和陆金川的反应, 显然刺激到了对面的人, 爸妈, 我早就说过, 阿川被这丫头灌了迷魂汤, 现在阿川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我们, 如果这丫头是个好相处也好, 关键是他可见不得我们好, 陆带满是不满, 您好生好气的说, 怕是人家不吃这一套, 李丫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有什么想法, 不如跟我说一下, 陆老爷子脸上的笑容浅淡, 陆家人一贯如此, 容不得别人冒犯, 算起来, 陆金川竟然还算是他们家脾气好的人, 宋黎正想开口, 陆金川接了话, 难道还不明显吗, 楚岳想杀我的陆太太, 你不让他坐牢, 不就是认可他的做法, 陆金川俯身, 粘起桌面上的支票, 低声说, 爷爷, 不如你说说, 你打算用多少钱买宋黎的命, 混账东西, 我可不敢当, 楚岳大逆不到, 买胸杀人爷爷都敢给他兜着, 我不过说了两句话, 这个四个字我边都够不着, 陆老爷子被陆金川气得胸腔剧烈起伏, 这么说, 你们是不肯让步了, 给我一个让步的理由, 陆金川低声说, 宋黎往前一步站在陆金川的身侧, 楚岳对我痛下杀手的原因我还没说吧, 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 我在绿城香榭的后花园里, 听到了楚岳和姑姑的电话内容, 楚岳买胸打掉我的孩子, 是想争夺陆氏的继承权, 我死了, 林山上位, 她身体虚弱, 不能生孩子, 对姑姑和楚岳而言, 才是一劳永逸, 宋黎说完, 明显感觉到如刀一般的视线扎在她的身上, 陆带更夸张, 直接起身仰手朝宋黎的脸抽了过来, 你胡说什么, 手被陆金川截住, 怎么, 姑姑当着我的面, 就打算抽我的太太, 这些年在陆家生活, 怎么依旧一点教养没有, 阿川, 陆老夫人呵斥了一声, 陆金川不管不顾, 一把将陆带掀开, 姑姑, 我不打女人, 但是如果姑姑非要比我魄力的话, 我认为对待没有教养的人, 所谓的教养也可以暂时丢一丢, 姑姑觉得呢, 你威胁我, 陆带凝着眉, 她眼睛转了转, 看向陆老夫人渲然欲气, 妈, 我大哥没了之后, 我自认对阿川视如己出, 陆老夫人眉心越来越沉, 陆金川淡薄地说, 我听阿慈和阿晴说, 为了控制陆家的人, 姑姑看着奶奶倒在地上并发都没管, 奶奶这算是什么立场, 人只要不死, 所有罪孽都可以原谅的立场, 陆老夫人不是个傻子, 这次陆金川和宋黎坠崖, 足够她看清楚陆带和楚岳的狼子野心, 可是陆老爷子欠陆带父亲一条命, 楚岳又是陆带唯一的孩子, 知道陆金川坠崖的时候, 她是恨不得立刻掐死陆带和楚岳, 可是陆金川没事, 她又想起疼爱陆带和楚岳这么多年, 加上她耳根太软, 她们被诱惑很正常, 知错能改才是善莫大焉, 陆老夫人犹豫, 阿川, 你姑姑和月月已经知道错了, 你姑姑也说了, 只要你愿意放过楚岳, 愿意彻底退出陆氏, 是吗?陆金川掀了掀眼眸, 俊美的面上一丝表情都没有, 姑姑真的愿意, 陆带满口答应, 当然, 阿川, 陆氏本来就是大哥留给你的, 我不是说送礼耳朵有问题, 但是后院毕竟风大, 她听错也正常, 我们是一家人, 我对你怎么样你清楚,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 孩子的事情更是一个意外, 好在你们年轻, 还能再要一个, 下次送礼怀孕, 我亲自去绿城香蟹盯着, 谁想碰一下送礼, 都得从我身上踏过去, 陆带脸上都是认真, 如果不是陆金川事先拿到了证据, 他真的都要信了, 陆带是一个没有任何私心的好姑姑, 陆金川举手给陆带鼓掌, 他笑得嘲讽而又凉薄, 仇身, 仇身进门, 手里拿着文档带, 递给了陆金川, 男人随手翻了两下, 漫不经心地说, 那仇身收集到的, 姑姑趁我坠牙, 大肆收购陆氏股份的证据, 肯定也是假的, 对吧姑姑, 第193章, 想吃什么, 陆带的表情凝滞在了脸上, 就连送礼都没想到, 陆金川还有后手, 阿川, 你可不要被有心人利用了, 也不要炸姑姑, 你从小身边没有父母, 全靠姑姑和奶奶把你拉扯大, 你非要在姑姑身上摁罪名, 可是会伤姑姑的心的, 陆金川充耳不闻, 把文件从档案袋里抽了出来, 陆老爷子不同于陆老夫人, 他上过战场, 在政界浮沉过, 他明显发现陆金川掏出来文件时, 陆带的身体僵硬了起来, 也就是说, 陆带真的有鬼, 厚厚的一答, 陆金川捏在古节分明的手心里, 他扬了扬, 拈起第一张, 姑姑, 第一张是你收购了周董10%的股份, 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陆金川死了, 人心惶惶, 股市大跌, 20亿买下10%的股份, 平时大家估计连想都不敢想, 周董是公司的老人, 这些年在商界已经是心有余力不足, 早就生出了退役, 陆带钻了的大空子, 这是姑姑收购的散股证明, 期间杨婉欣的父亲, 以及林业林总都有帮你, 我拉到了姑姑个人账上, 和姑父公司账上的流动资金, 大额之初, 甚至造成储市资金周转不灵的局面, 陆金川扎舌, 照姑姑这个侵入的架势, 我如果一夜不回, 只怕第二天回来, 陆氏就已经一主了, 陆带沉默, 陆金川轻笑, 这都不算什么, 陆金川拿起最后一份文件, 这是姑姑买凶杀人的证据, 你说得对, 楚岳还小, 思虑不过周全, 所以姑姑忍不住, 还是亲自出马了, 楚岳和楚父都不知道, 陆带还有一个情人, 早在陆金川的父亲还在的时候, 陆带曾经亲自去英国帮陆父开拓过市场, 实际上是因为陆带怀了情人的孩子, 去英国是无奈之举, 不过是为了暗度陈仓他, 生下一个比楚岳小两岁的男孩, 这个男孩格外的聪明, 年仅21岁, 已经拿下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 陆带很小心, 把股份都转移到了男孩的名下, 买凶的事情是陆带的情人一手做的, 甚至将证据都消除得干干净净, 如果不是陆金川事先知道自己有一个表弟, 而这次调查中, 恰好看见了这个表弟的名字, 他真的是要被糊弄过去了, 陆金川把证据DNA检测证明递给了楚父, 姑父, 月月是姑姑的弃子, 楚氏是姑姑给儿子安排的踏脚石, 同样是男人, 别当了绿帽乌龟还不清楚, 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陆带下意识地要过来抢, 你胡说, 一答证据, 尽数落入到了陆带的手里, 他几乎是发了疯一样, 将文件撕了个粉碎, 求生很快递过去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 陆金川接过, 杨首将一答A4纸砸在了陆带的脸上, 纸张纷纷扬扬, 散落在一地上, 他面无表情, 心脏冷得宛如玄铁, 死够了吗? 这里还有, 陆带和私生子一起吃饭带笑的画面, 一瞬间刺痛了楚父的眼睛, 他用整个处事给别人的儿子做了嫁衣, 甚至亲手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到了监狱里, 楚父一瞬间宛如疯了一样, 猛地朝陆带扑了过去, 现场乱成一团, 陆老爷子就算是在恼恨陆带, 这一刻也得先把人拉开, 楚父掐着陆带的脖梗, 这一瞬间几乎把人掐死, 他眼底都是疯魔, 陆带, 你怎么算计别人都行, 为什么要用月月, 为什么要让月月走最近的一步? 其实答案显然, 楚月死了, 第一继承人除却丈夫就是私生子, 可是陆带会让他活着吗? 楚父心如死灰, 这是枕边人, 近三十年的枕边人, 他硬是没看出来是人是鬼, 陆金川趁乱把宋黎从老宅里拉了出来, 走出别墅的时候, 正好碰见白夜宁带人进来, 白警官, 陆太太, 能再见你很高兴, 白夜宁低笑, 宋黎也笑一下, 你来试, 陆先生提供了陆带的犯罪证明, 我们依法逮捕他, 白夜宁说着, 看向陆金川, 陆总证据齐全, 为我们公安工作, 节省了人力物力, 我代表陆安警局向陆总致谢, 客气, 白警官进去吧, 陆金川面容始终冷淡, 牵着宋黎的手离开, 上了车, 陆金川扣好安全带, 低声问宋黎, 呃不饿, 想吃点什么, 才十一点多, 宋黎并不是特别饿, 他想了半晌, 低声说, 我想吃点海鲜, 嗯, 他应得散漫, 似乎没进入到心里, 宋黎不是重口腹之欲的人, 也没有放在心上, 靠在椅背上, 因为今天开庭, 昨天一晚上, 他激动得都没有睡着, 结果白, 高兴一场, 坐在车上, 困一袭来, 他昏昏欲睡, 车子挺稳, 宋黎掀开眼睫, 就看见夜宴王公, 是个流金大字, 陆金川先下了车, 随即帮他拉开车门, 冷风惯了进来, 他不由自主打了哆嗦, 男人的大掌伸过来, 宋黎解开安全带放上去, 他的手心干燥又温满, 下一秒, 肩上一众, 陆金川的西服外套, 落在了宋黎的肩上, 他只剩下了一件洁白的衬衫, 风袭来, 隐隐还能透过薄薄的布料, 看见他结实的肌力, 他眉间凝着一抹饥不可见的温淡, 为他整个人, 蕴染上几分虚妄的惊艳, 宋黎不由自主晃了一下神, 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要把衣服退下来, 手被陆金川握住, 怎么, 不想穿我的衣服, 天已经很冷了, 你只穿一件衬衫会感冒, 宋黎声音柔软, 听到陆金川的心也软了不少, 陆金川揽住他的腰, 把人拉进怀里, 你也知道天冷, 还穿这么一点, 进去, 里面暖和, 宋黎没和他争来争去, 跟着人进了夜宴王宫, 里面温度高, 陆金川把西服外套拿下来, 搭在手臂上, 菜是陆金川点的, 他虽然站在柴犬顶端, 但鲜少铺张浪费, 两个人点了四菜一汤, 如宋黎所愿, 有虾有蟹, 菜刚上来, 陆金川就拿着工具, 把蟹钱撬开, 取了蟹肉和蟹黄给宋黎, 皇帝蟹肉质鲜美, 但是黄吃多了会腻, 他胃口不大, 用勺子咬了剩下的, 塞在了正在包虾的陆金川的嘴里, 第194章, 不是提身, 他不嫌弃宋黎, 只是不满他吃的手, 四个菜, 基本上进了陆金川的肚子, 陆金川没载着宋黎回绿城乡县, 而是开车回了陆市, 圣兰已经等了好久了, 进总裁办的时候, 三人一签一后进门, 宋黎以为圣兰要汇报工作, 低声说, 我去休息室, 等一会, 陆金川喊住他, 然后朝圣兰伸手, 圣兰将文件带递过去, 陆金川的音色低迷, 阿黎, 签一个文件, 宋黎指尖一寸一寸冷了下去, 千万个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如果跳崖是作秀的话, 那么楚越和陆戴被逮捕, 证明了什么? 他这个宛如摆设的妻子,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利用价值, 陆金川要离婚, 要他把位置腾出来, 给灵珊做, 是, 他承认他想离婚, 可是这一刻真的来的时候, 宋黎的心还是忍不住脚痛, 倒不是深爱陆金川无法自拔, 只是难过, 林离开之前还和陆金川牵扯上了关系, 只是痛恨陆金川承诺, 他不会娶姐妹, 两人做老婆, 还是心里惦记灵珊, 他难过自己失去的孩子, 难过失去了五成的听力, 难过失去的友谊, 这些层层累积的难过, 会聚成一条汹涌的河, 几乎贯穿他的心脏, 拿得起, 放不下, 宋黎看不起自己, 可是文件已经递到了他面前, 甚至, 陆金川还拿出来一支笔, 宋黎结果, 意外的是, 文件上清楚明白, 写着五个字, 财产转让书, 宋黎眉心狠狠一跳, 他翻开文件, 上面是陆金川的财产评估, 陆氏的股份, 陆金川名下其他的公司股份, 以及不动产, 看得宋黎演运, 这辈子, 他没见过这么多灵, 只一个陆氏就资产过千亿, 宋黎握着文件的手都是抖的, 这是一个烫手山芋, 阿川, 你干什么? 他将文件塞回去, 陆带的事情历历在目, 处妇和他三十多年的感情, 依旧惨遭背叛, 陆金川怎么可能真的安心, 把名下的财产转移给他, 甚至这一刻, 宋黎根本就不知道, 陆金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怎么, 不敢拿, 陆金川眸光晦色, 阿黎, 别人谋财害命, 你倒好, 送到你手上也不要, 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根本就不会管理公司, 宋黎低声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妈的情况, 我如果真的接受了, 到时候, 可能比陆家的情况还要精彩, 你放过我吧, 宋黎的声音里染上了祈求, 这个圈子, 他心里只有害怕, 这五个字, 不仅是给陆金川, 也是给很多人, 可是, 这是陆带和楚岳想要的, 爷爷这次就算明白自己吃了大亏, 就算是恼怒陆带, 肯定也会把他保下来, 这是爷爷欠下来的债, 他要用你的损失来偿还, 宋黎眼睫骤然湿了, 他身体都是抖的, 陆金川伸手摘下他的眼泪, 爷爷老了, 越是年迈的人, 越是怕欠下人情, 陆带的父亲, 用命救了爷爷, 爷爷还不起这个人情, 你明白吗? 宋黎不明白, 他捂着脸, 不想让陆金川, 看他眼睛里的憎恨和痛楚,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所有的一切是, 楚岳和陆带废尽心机谋夺的, 这些东西和爷爷无关, 是我父亲白手起家奋斗得来的, 这些他们机关算尽得不到的东西, 我亲手奉上给你,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报复, 陆金川捧着他的脸, 你不用考虑陆氏的运营, 只要签下字, 陆氏由我打理, 阿黎, 你是个聪明的人, 你不该拒绝, 陆金川揽着他, 扣上张, 文件即刻生效, 宋离像是做了一场很久的梦, 盛兰已经拿着文件离开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陆金川和宋离两个人, 宋离维持着一个姿势, 坐得半边身子都骂了, 他动了动, 声音颤抖, 阿川, 我真的不理解你的做法, 我们之间早晚会结束, 你把这些东西给我, 是真的不怕我卷款丝头吗? 陆金川给他倒了一杯牛奶, 看着他的眼睛, 谁告诉你, 我们一定会结束, 你给我的离婚协议书, 临山的回来, 你不要再糊弄我了, 我已经知道, 我只是临山的替身,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他和他心知肚明, 到了这个时候, 他根本就不想再装下去了, 谁告诉你, 你是姗姗的替身, 陆金川问出口, 这句话, 宛如一道惊雷, 披在了宋离的心口上, 他豁然瞪大眼睛, 不是吗, 你们根本就不像, 陆金川凝眉低笑, 你胆子很小, 临山肆无忌惮, 你的眼睛很干净, 临山眼底更多的是忧愁, 刚到凌晨的时候, 你虽然小心翼翼, 但是一举一动, 都是先活快乐的, 珊珊她没那么先活过, 因为有心脏病, 她很虚弱, 只是长得像, 不叫像, 更不叫替身, 他们电视剧看多了, 你怎么也跟着犯傻, 陆金川无奈地浅笑, 我娶你时, 分得很清楚, 知道自己娶的人叫宋离, 不叫临山, 也从来没把你当成过临山, 你们之间, 不论是否清醒, 我一眼都分辨得清楚, 宋离呆愣在原地, 他不确定陆金川这些话, 说得是真是假, 他的世界被分割过, 他辨认不出来善恶, 宋离指尖颤抖着, 问他, 那离婚协议书呢? 陆金川顿住, 巧合, 什么? 陆金川闭口不提, 他说不出口, 谁都年轻过, 他被有心人利用, 信了别人的那句话, 宋离来到他身边, 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于晴提议用离婚协议书试探, 他犹豫很久, 带着离婚协议回去, 宋离挣扎乞求的样子, 已经是扎在心口的刀子, 如果这些都不疼的话, 那么他签下字的那一瞬间, 都成了捅伤他的利人, 陆金川觉得自己真的疯了, 怕他不签, 不签是有所图, 可是他签字后, 他把一切都放在心脏里, 他在他那里一文不值, 随时可以抛弃, 周年庆上, 楚越被他当众抽耳光, 坐实了他不爱他的推测, 陆金川全部的怒意倾泻在他的身上, 这些愤怒以及对失去孩子的自责, 在他为了他挡下刀子那一瞬间彻底粉碎, 如果宋离要钱, 那么给他他有的又何妨, 除了这些, 他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第195章, 别有所图, 宋离不理解, 什么巧合能让陆金川说出离婚这样的话, 但是眼前的男人明显不想说, 宋离也没打算再问下去, 陆金川将西服外套里的钱家拿出来, 塞到宋离的手里, 里面有一打现金, 还有几张银行卡, 陆金川的卡不是一堆零, 就是不限额黑卡, 宋离拿着就觉得沉甸甸的, 阿川, 宋总, 你现在已经是陆氏的总裁了, 人在签在RL是不是不适合, 陆金川打断了宋离原本打算拒绝的话, 宋离恶然, 显然是不太适应宋总这个称呼, 对对对, 太, 宋总, 陆氏和RL之间的竞争不是良性的, 如果媒体知道您是陆氏的老总, 又签约RL的话, 舆论对陆氏不利胜拦截话, 宋离狐疑的看着陆金川, 你不是说有能力的人不惧留言吗? 不惧乱说的留言, 陆金川一本正经的开口, 阿川, 你好像很介意我签约RL, 宋离不明白, 如果陆金川爱她, 她还可以怀疑陆金川是因为怕陆氏和RL的竞争关系, 导致她在RL被欺负, 而且这么久了, 南怀对她那么多的关照, 只因为她是陆太太, 就不能签约RL这个理由, 显然有些站不住, 陆金川眸光暗了暗, 她避开了这个话题, 揉了揉她的脑袋, 阿黎, 你不是累了吗? 先去休息一会儿, 我有些工作要处理, 宋离又看了她两眼, 没再揪着不放, 起身去了休息室, 陆金川的休息室空间很大, 床也很大, 为了给她开辟出来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 室内做过隔音装置, 宋离和上门世界一片清静, 她在床上躺下, 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门外, 圣兰看着关着的门, 掐了掐眉心, 低声说, 陆总, 您, 为什么不和太太说清楚? 说什么? 陆金川起身, 她眼洁半脸, 站在逆光处, 宛如从天而降的神明, 圣兰胶着, 陆总, 您想清楚, 明明之前我们调查过, 南淮是太太小时候的玩伴, 太太来您身边, 就是为了要帮南淮拿到陆室, 您贸贸然把所有财产转移给太太不合适, 如果太太真的离开, 您才是一无所有, 陆金川点了一根烟, 她抽了一口, 烟雾从性感的薄唇中渗出来, 圣兰, 我在你心里, 就这么无能, 没有陆室, 还能创建其他的公司, 阿丽不想要陆室, 你看不见, 可她还是半推半就签了字, 哪怕是拿到了陆室, 仍旧不愿意离开RL, 甚至, 她还有脸问陆金川是不是很介意她签约RL, 当初苏兰, 她还有陆总说了很多遍, 不要签约RL, 都抵不过她的一意孤行, 陆金川胆了胆烟灰, 她指尖把玩着摆放在桌面上的绿植, 离婚协议书像是一根刺扎在她的心间, 于晴提出来用离婚试探的事情时, 陆金川第一反应是拒绝, 她永远记得自己说的那句话, 阿晴, 阿丽离不开我, 我是她的全部, 于晴问她, 你心疼什么, 她长得像灵山, 又机缘巧合被你救下来, 你提出结婚她毫不犹豫地答应, 这些都一一证明, 她别有所图, 陆金川, 你问问凌晨有谁的老婆是大街上捡来的, 别把你自己太当成一回事, 试探一下而已, 怎么, 你不敢, 陆金川杀住思绪, 侧头看向那道门, 离婚协议书的代价太大了, 没试探出来送离, 反而失去了孩子, 试探出来了身边的人到底是人, 是鬼陆金川让盛兰出去, 在办公桌前坐下, 抽屉里有一份调查报告, 她出现的巧合, 陆金川不是没有怀疑过, 陆金川拨了内线, 让盛兰把文件拿出去碎掉, 陆总我去接沈总, 刚出公司, 等你回来碎掉, 这种东西, 让谁去碎都不合适, 而她出去, 公司都是人心动荡, 好的, 陆金川把东西压在了文件下面, 看了一下时间, 送离该醒了, 她喜欢怀明路的小馄饨, 陆金川拿起外套, 起身给她买, 几乎她出去没多久, 送离就醒了, 她从休息室出来, 办公室里已经没了人, 因为离婚协议书和财产转让书, 送离现在对档案带万分敏感, 隔着大老远, 她就看见了压在文件下面的档案带, 送离眉心一跳, 她把文件拿开, 档案带上一片空白, 这是公司机密, 送离刚要放下, 转而想起来自己新得到的身份, 录是什么机密, 是她不能知道的, 送离葱白的指尖动了动, 把文件拆开, 档案带里装着一份调查资料, 她从小到大的生平, 除却漏掉了她是林涅的女儿之外, 清清楚楚, 送离手指都是颤抖的, 她缓缓把文件塞到了档案带里, 手忙脚乱地把文件重新压了回去, 坐在办公桌边, 她拿出手机找到了南淮的电话拨了出去, 南淮接地很快, 送离发现她打给南淮的电话, 除却有事拨不通之外, 南淮基本上没等响两声就接了, 阿黎, 送离沉默, 她其实总觉得南淮和桃子很像, 可是她从来没觉得世界那么小过, 送离眼睫眨了片刻, 试探着开口, 南淮, 你是桃子, 这下轮到南淮沉默了, 你早就知道我, 一开始帮我也是因为你是桃子, 送离脑袋像是针扎一样, 一抽一抽的疼, 疼得她脸色苍白, 你为什么不说, 南淮抿着唇角, 说了只会让你徒增烦恼, 小说的玩伴罢了, 我们能在凌晨遇见, 其实我还挺意外的, 南淮浅笑一声, 她的声音很好听, 轻悦至极, 你看, 但就算是我不说, 我们还不是朋友, 送离茫然, 对, 南淮说的是对的, 她视线越过办公室, 透过半透明的半叶窗, 看见了陆金川的影子, 送离猛地从办公椅上站起来, 慌乱间撞到了桌角, 腰部火辣辣的痛, 她捂着腰走出办公桌的范围, 半蹲在地上, 缓解着痛楚, 陆金川吓了一跳, 怎么了, 送离哽咽, 你的桌子, 戳到了我的腰, 她上面穿了一件针织毛衣, 陆金川伸手拉开一截, 雪白的腰之上, 一块青子格外突兀, 第196章, 你太累了, 陆金川把人抱到沙发上, 他脸黑沉沉的你走路, 都不看路吗, 办公室里有爹打药, 陆金川倒进手心里不守, 揉搓开, 目光沉沉盯着他, 撩开衣服, 送离撩开, 男人半跪在他面前, 大掌忽然贴上来, 送离打了个颤, 细小的鸡皮疙瘩冒了起来, 还来不及有什么隐匿的念头, 陆金川用了力, 痛意传了出来, 他痛呼一声, 陆金川沉着声音, 忍忍, 陆金川一直揉到淤青散开, 送离眼角一片蕴红, 腰处火辣辣的, 已经分辨不出来什么痛意了, 陆金川把小馄饨端过来, 低声说, 吃点东西, 送离看了一眼天色, 他睡得够久的, 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暗了, 他吃了几个, 把小馄饨又推了回去, 刚醒来没多久, 他没什么胃口, 吃不了多少, 陆金川把剩下的吃完, 把人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送离接到了徐岛的电话, 他晚上有一场夜戏, 陆金川让他提前吃了点东西, 把人送到了横店, 等他的时候接到了剩完的电话, 他已经把档案袋里的东西拿去碎了, 陆金川眸光迷离, 应了一声, 嗯, 有些东西其实没那么重要, 他太过相信纸张上的东西了, 是他一夜障目了, 这场夜戏是软梦最后的戏份, 绿茶表和白脸表的面具被揭开, 剧里的男主一巴掌将鸾梦掀翻在地, 他整个人摔在地上, 额头砸在凡夫的宫殿内墙上, 满头鲜血, 鸾梦看着高高在上的男人, 一席宫装威夷, 他眼底有痛恨有解脱, 声嘶力竭的质问, 你爱过我吗? 陆江川站在镜头后面, 半边身体跟着心脏一起麻木了起来, 梦唐传这部剧是他亲自牵下来, 他最看好的就是鸾梦这个角色, 爱恨分明, 有心机有手段, 活到了最好, 逗得梦唐心力交瘁, 下场也最凄惨, 可是当这角色是被宋离演的, 很容易被结合在一起, 林宅里的那一巴掌, 胸腹内伤, 听力下降五成, 陆氏高楼上十层坠落的幻境, 在这一刻都会剧成了宋离的这一句话, 你爱过我吗? 女人似乎都爱问这句话, 可是男人似乎从来没有答案, 如果爱, 怎么舍得伤害? 徐岛对宋离非常满意, 陆太太已经会处理演员的细节, 会给眼神了, 很多演员进入这一行修炼多年, 依旧表演生命, 徐岛笑了一声, 低声说, 我早就知道, 我不会看错人的, 徐岛遗憾地说, 不过陆总, 你这是赔本的买卖啊, 自己投资的电影, 自己的太太出演, 结果却让男总赚了一笔, 陆金川底唇倾笑, 谁吃亏还不一定呢, 只要陆太太开心就好, 这倒是, 宋离被人扶了起来, 剧中的男主追着他, 对不起陆太太, 您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赔礼, 陆金川记得, 这个男主是陆氏旗下的艺人, 是个少数民族, 叫阿德海, 在陆氏也算得上是独当一面, 假设阿德海很会来世, 左右逢源, 又是少数民族的标志长相, 五官深邃, 浓眉大眼, 非常的受人欢迎, 陆金川眉心一跳, 大步上前, 揽住了宋离的腰肢, 宋离被泼了水, 哪怕是戴了假发套, 自己的头发还是湿了不手, 陆金川拿出手帕帮他擦脸, 宋离躲了两下, 看向阿德海, 正常拍戏我没那么小气, 前辈不用自责, 已经很晚了, 我累了, 就先回去了, 阿德海还想说什么, 对上陆金川阴粉般的视线, 只能点点头, 浅笑着送客, 宋离的戏份拍完了, 陆金川回程中问他, 打算休息一段时间, 还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看公司安排, 宋离疲倦地开口, 陆金川看了他一眼, 半生说, 你先睡, 宋离醒过来的时候, 人在床上, 陆金川一直在挠他, 阿里, 卸妆, 带妆睡觉, 很伤害皮肤, 宋离文言爬起来洗漱, 从卫生间出来, 头发湿漉漉的, 陆金川拿起吹风机, 帮他把头发吹干, 陆金川把人抱到床上, 男人建树的身躯附了上来, 阿里, 我喵个孩子, 宋离还来不及拒绝, 呼吸被男人封肩在口中, 他吓了一跳, 双手抵在他胸前, 满身抗拒, 陆金川的动作停下, 阿里, 陆金川, 我不, 男人顿住, 牙底他发烧的时候, 说的话还在耳边, 我只要陆太太的位置, 眸光一瞬间暗沉, 陆金川支着身体, 居高临下看着他, 陆太太, 我们是夫妻, 你打算抗拒我一辈子吗? 宋离瞳孔震了震, 陆金川又说, 你打算如楚越得愿, 让我一辈子没有个孩子吗? 给我一点时间, 宋离捂着脸, 我害怕阿川, 他渲染欲气, 陆太和楚越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我就不敢要孩子, 再失去一个孩子, 我会疯的, 宋离眼底的恐惧如有实质, 陆金川豁然起身, 他的厉害带给宋离几分良意, 他手忙脚乱地拉起被褥, 将自己遮盖得严严实实, 阿里, 你是不敢要孩子, 还是不敢要我的孩子? 他音调很轻, 可却像一道巨雷劈在了宋离的心口上, 宋离沉默片刻, 他承认他有自己的小心思, 他用这个告诉陆金川, 想要他就要给陆太和楚越应有的教训, 他虚伪是快, 可这一切都是陆金川逼出来的, 宋离懒得骗陆金川, 别开了眼睛, 阿川, 你是不是太累了? 旁边的位置陷下去, 男人躺了下来, 就算是法院判了刑, 陆太上诉肯定能延长制裁时间, 这样申诉下来最少也要两年, 宋离再逼他, 他该给他一个教训, 身侧的女人呼吸清浅, 甚至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他叹了口气, 伸手把人拉进了怀里, 宋离挣扎了起来, 男人骤然掀开狭长的眼睫, 他眼底一片浩瀚, 床头灯散发出来微弱的光线, 争先恐后地落入到陆金川的谋底, 虚化了他所有的情绪, 要么给我报, 要么让我做刚才没做完的事情, 陆金川口吻凶狠, 不给报也不给做, 叫什么陆太太? 嗯, 第197章, 欲知穷江, 宋离梗了梗, 把头埋在陆金川的坚硬的胸膛里, 再无一点声音, 陆金川唇半条了条, 把人往怀里带了带, 闭上了眼睛, 凌晨中心医院, 凌山心脏病犯了, SVIP楼层, 孙倩握着凌山的手, 他躺在病床上, 宛如一朵干涸的玫瑰, 再没有了往日的色彩, 倩倩, 我想渐渐跃跃, 孙倩叹了一口气, 她是凌晨最成功的女企业家, 人人艳羡她, 可是这一刻, 面对闺蜜的心愿, 她只有无能为力, 珊珊, 陆金川的人打过招呼, 任何人不能探视楚越陆带, 我听说, 就连陆老爷子, 想见陆带一面都不太行, 我们, 凌山眼圈红了一瞬, 我只想见她一面, 我不信月月会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倩倩, 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凌山捂着脸, 哭得心脏检测仪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 她是真的难过, 我不信月月这么糊涂, 阿川是她的哥哥, 她小时候多喜欢阿川啊, 怎么可能买凶杀害阿川的孩子? 凌山这里的动静, 惊动了护士, 怎么让她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 是不是不想让她活了? 你知不知道, 她的心脏到底有多么脆弱? 护士给凌山扎了一针, 没多久, 凌山渐渐平复了下来, 这是抑制剂, 凌山知道, 这些年她靠这种药活了很多年, 软如衣的异类, 小时候如果没有楚月, 她融入不了陆金川这个圈子, 凌山总是做梦梦见楚月, 一切似乎回到了小时候, 眼泪冲破眼眶, 没入到发病里, 孙芊被她无声的悲伤包围着, 也跟着难过了起来, 珊珊, 我去求一下阿晴, 她一定有办法让你见到月月的, 但是, 你得答应我, 楚月做了糊涂事, 你去见她不能糊涂, 不能情绪激动, 她涉及的事情不是我们能插手的, 如果你答应, 我和阿晴会想办法, 你看可以吗? 凌山连连点头, 孙芊揉了揉凌山的鹅脚, 转身出了病房, 孙芊的电话打给于晴的时候, 于晴其实心情并不好, 云梦怀孕之后, 于晴不能碰她, 苏承武说, 怀孕前三个月娇贵, 很容易流产, 其他女人似乎在她碰过云梦之后, 变得没滋没味, 她每次兴起时, 都被别的女人身上的香水味, 熏得头云眼花。 欲求不满, 于晴坐在井上蓝泻一楼, 喝清心茶云梦怀孕之后试睡, 而且不老实, 总是往她怀里钻, 撩拨她一声火气, 却毫无办法。 电话响了, 于晴不耐地接起来, 孙小姐, 大半夜地打电话过来, 有什么指教? 孙芊愣了一下, 听出来于晴的不悦, 犹豫了片刻, 还是把临山的事情告诉了于晴, 于晴顿住, 陆金川明显放心那个小替身, 这证明了什么? 小替身说不定真没惦记录室的意思, 那这么大一趟浑水, 她躺什么? 而且, 云梦最近小脾气多的是, 家里的庸人个个压不住她, 万一她走了, 小家伙醒了又闹起来, 把井上蓝泻的屋顶掀翻怎么办? 于晴顿了顿, 孙小姐, 阿川不希望我再过多干涉这样的事情。 言外之意, 她没空, 孙芊察觉到她有挂电话的想法, 立刻开口。 阿晴, 珊珊心脏病犯了, 人在医院, 刚从重症时出来, 大家都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我和珊珊事先也说过, 绝对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只是单纯的见月月一面。 她的心脏检测仪, 想了很多次, 再折磨下去, 只怕让她的心脏病更加严重。 孙芊的语调很胶着, 阿晴, 我知道, 我说这个有道德绑架的嫌疑, 可是现在, 我能想到的, 能帮珊珊的, 只有你了。 林珊也很倔, 死活不肯去求陆金川, 也不允许他们告诉陆金川, 他有病倒的事情。 苏晨悟为了他在医院发了多少脾气, 让他这么折腾下去, 身体早晚会垮掉。 孙芊咬着下唇, 口吻嘀嘀的。 阿川, 就当是我求你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再也不帮对不住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行, 我让人安排, 你带着珊珊半个小时去拘留所。 楚越还没上过法庭, 罪名尚且不成立, 暂时收押在拘留所里。 于晴上楼换衣服, 刚把风衣披上转身就对上了云梦乌溜溜的眼睛, 他动作顿住。 云梦已从床上爬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眼底都是少见的热忱。 你去哪儿? 我也要去。 于晴。 云梦跟小提神的关系好得要命, 又是打心眼里对灵山粉转黑, 跟他去恐怕很难开心。 肚子有一张王牌, 发了脾气, 还要让他哄。 犹豫再三, 于晴说, 我有点工作要做, 回来给你带好吃的行吗? 有工作不能带我。 上次是谁舔着脸要带他去公司的。 云梦狐疑, 于晴面不改色, 去接待一个国外的合作商, 有点好色。 云梦瞬间没了兴趣, 重新躺到了床上。 我要吃夜宴王公的玉枝穷浆。 一道甜品, 于晴点点头, 大步迈出卧室。 云梦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掀开被子从床上下来。 于晴一般只有心虚的时候才会有球避硬。 云梦没换衣服, 从衣柜里取出来一个大外套, 跟上于晴。 他车子在前, 云梦在车库里开了一辆车, 远远跟着看见于晴去中兴医院接到灵山, 又跟着他的车子去了拘留所。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看守楚越和陆带的人是陆金川在安排。 如果没有陆金川的默许, 于晴能带着灵山过来探视楚越。 上流社会里的这群人, 一个个不憋好屁, 个个粘坏。 云梦心里恨于晴恨得要死, 上次保镖的事情还卡在他心口上。 如果不是于晴做的, 那么那辆车子上还有两个人, 一个苏晨雾, 一个灵山。 能用动渔情的人, 除了灵山, 他不做他想。 云梦拿出手机, 找到宋梨的号码, 拨了出去。 宋梨睡得迷糊, 变天了, 他半夜很容易醒。 他小时候在山里长大, 适应不了城市里的恒温空调。 去年冬天是陆金川报了他一个冬天过来的。 第198章, 男人的事, 天稍微冷一点, 宋梨就会冻醒。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宋梨伸手就摸到了, 刚滑了接通, 他就睁开了眼睛。 室内黑沉沉的, 陆金川也不在。 他摸了一下身侧, 已经没有了余温。 宋梨看了一眼手机, 云梦已经很久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迟疑了片刻, 接了电话。 梦梦, 云梦一开始没开口, 停了大概一分钟之久, 才说, 于晴带灵山去探视楚越了。 宋宋, 楚越做了这么多穷凶恶极的事情, 到头来, 坐牢也比别人舒服。 宋梨一顿, 那陆金川不在, 是不是和这件事情也有关系。 宋梨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 他找遍了绿城香榭, 都没找到陆金川的影子, 反而在一楼碰见了楚楚。 小家伙看见他就开始喵喵叫, 吓得民歌慌忙把楚楚抱了起来。 太太, 太太, 对不起, 我看他关得久了有些可怜, 我不该趁您睡着把楚楚放出来。 这时候, 看见灵山送来的东西, 仿佛在宋梨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 他心脏一目。 宋梨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明明已经告诫过自己, 不能再相信陆金川了, 可在他把陆氏已经名下的不动禅转移到他名下之后, 他又心软了。 陆金川把所有都给了他, 之前所有的不在乎, 在他这里变成了鞭长莫及。 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抛弃, 说来说去, 不还是他下见。 宋梨冷笑, 两步走到明歌面前, 单手拎起了楚楚的后颈, 没事, 我已经不怕猫了。 明歌看向宋梨, 他面上没有任何牵强和隐晦的距移。 他狐疑, 明明圣特助说过, 太太怕猫, 不能让楚楚出现在他面前的那种怕, 难道圣特助还能记错? 宋梨揉着楚楚的脑袋, 甚至敢单手拿着猫粮喂他。 边卫边和云梦讲电话, 让明歌先去睡。 我看见你老公了。 云梦车子停在一边, 忽然开口。 宋梨心倒是没痛, 胃却开始痛了起来, 占据了全部的感官。 他重重呼吸, 每一口气都似乎吸进去了刀片云梦, 以为宋梨知道陆金川来找林山之后, 过于悲伤在哭, 气得又骂他。 你看你的出现, 梦梦, 宋梨捂着胃, 小声说, 我胃痛。 他说完, 把手机丢在原地, 在客厅里翻箱倒柜找止痛药。 东西的位置有了变化, 绿城香蟹换了一个管家, 他怎么也找到不到医药箱。 那种痛楚绵延, 他身体用不上镜, 走路时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摔得他眼冒惊心。 宁哥一直关注着客厅, 看见宋梨摔倒, 急匆匆跑过来把人扶了起来。 太太, 您怎么样? 胃痛。 宋梨脸色苍白, 宁哥力气大, 把人从地上背了起来。 我送您去医院。 凌晨灯火璀璨。 于晴带林山进去的时候, 就说。 长话短说, 我安排人肯定是会惊动到阿川的。 他知道陆金川回来, 但是没想到陆金川来得那么快。 林山进去不到五分钟, 人就被请了出来。 陆金川的脸色不太好看, 在幽闭的室内无比的阴森。 孙倩有些处这样的陆金川, 毕竟是他求到了于晴的头上, 带着林山从医院里出来的。 林山明显哭过, 眼睛红肿一片。 他有些憔悴, 脸上没有妆容, 惨白的脸色几乎让他的俏脸似乎透明一样。 珊珊, 我说过, 没我允许, 不许见月月。 是不能见, 还是我不能见。 林山情绪激动, 你是不是觉得, 买凶杀人这件事情我也有插手? 你和宋离孩子流产也是因为我。 楚月早就希望他和陆金川在一起, 在宋离孩子流产之前, 他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 陆金川知道了, 但是这件事情他也埋在心底, 按捺不发。 可是怀疑的种子会长成苍天大树, 我没有怀疑过你。 林山鹅脚开始冒汗, 只见一点力气都没有, 心脏更是痛得一片麻木, 他眼神空洞地看着陆金川。 我只是想和月说说话, 我人为言轻, 只是说句话, 能把人放出来还是怎么样? 陆金川死刑犯执行前, 法官还同意家人探视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专制? 她是你妹妹。 陆金川眯了眯眼睫, 她一如既往高大俊美, 站在她对立面没有一丝动容。 珊珊, 月月是我妹妹不假, 可是她可没把我当成哥哥。 亲情牌就不要在我这里打了, 我就不送了。 说着, 陆金川的视线挪到了孙茜的身上, 她非常识实物。 我现在就带珊珊离开。 陆金川转身, 走了两步, 身后传来扑通众物落地的声音。 珊珊, 珊珊。 于晴和孙茜一口同声, 陆金川猛地回头, 灵珊双眸紧闭躺在地上, 面色苍白的样子, 似乎随时会死掉。 陆金川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一路把车子开到医院, 苏晨雾已经在等着了。 接到灵珊, 陆金川本来要走, 被苏晨雾喊住。 阿川, 你留意下, 珊珊最近情绪不对,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开导她一下。 毕竟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 没必要狠心到老死不相往来吧。 于晴也开了口, 陆金川没走, 站在原地给明哥打电话。 电话没通, 他跟着于晴孙茜上了楼, 急救是设在一楼, 鱼龙混杂, 走廊里形形色色的人。 于晴刚打算去西安区点根烟, 一回头就看见本该在井上, 拦鞋的大床上睡觉的小家伙, 踩着高跟鞋小跑着, 追着可疑洞病床。 他眼皮猛地一跳, 大步走过去, 一把拦住云孟的腰, 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云孟拍了他两下, 你放开我。 他们动作太大, 陆金川和孙茜也看了过来, 宋黎扎了吊针, 明哥一直跟着。 陆金川一瞬间将在原地, 恰在这个时候, 身后急救室的门被拉开, 灵山被护士推了出来。 看见灵山心愁就恨挤到心口上, 云孟猛地回头, 跟云孟道歉。 男人的事, 女人管那么多干什么? 好。 云孟挣扎得厉害, 于情怕伤到他的肚子, 把人放在了地上, 他刚站稳就咄咄逼人。 看来这个合作商是好男色啊, 是吧,陆总。 第199章, 急性未言。 陆金川哪有心情去回答云孟这个问题, 他大步走到明哥身侧, 看了一眼床上躺着的人。 宋黎昏昏欲睡, 掀着眼睫看着他, 对上他的目光, 甚至还有心情笑。 怎么回事? 明哥哽了一下, 医生说是急性未言。 明明好好吃了饭, 怎么会忽然犯未言? 太太吃的东西少, 而且前段时间饮食不规律, 加上受寒, 医生说这些都是有因。 明哥舔着唇角, 医生还说急性未言可大可小, 要小心照顾。 没事, 你忙你的。 宋黎漫不经心地开口, 我输了水拿药就可以走了, 这里有明哥。 云孟想说什么, 被宋黎一个眼神制住, 他气恼的一把甩开鱼情, 阴阳怪气地说, 你也去忙, 林小姐那么娇贵, 一个男人安前马后, 哪里够用? 我开车来的, 待会儿会自己走。 灵山目光直视着头顶的灯光, 白赤灯刺的他眼前, 开出五颜六色的花, 甚至酸软一片, 有了几分泪意。 耳边是陆金川对宋黎嘘寒问暖的话, 是云孟冷嘲热讽的声音, 站在他身边一直维护他的男人, 到底为了一个和他相似的女人, 渐行渐远。 他心底那么多的难过, 孙倩若有所感, 道。 云小姐不用这样, 是我求阿晴帮忙的, 她拒绝过我。 孙倩的视线挪到宋黎身上, 解释的话梗在喉咙里, 陆金川试过来, 制止灵山和楚越交流的话说出口, 未免示弱他不开口, 灵山自己说, 是我求阿晴带我去见月月, 阿川过来, 把我从拘留所里带了出来, 她不想让我见月月, 这个答案宋小姐满意了吗? 宋黎看着灵山, 她眼底都是哀伤, 其实她并不同情灵山, 她明知道是这个结果, 非要去探一个底线, 到头来又能怪谁。 宋黎眨了一下睫毛, 如果灵小姐手续齐全, 经过法律允许, 可以探视楚越, 阿川阻止也没用。 灵小姐任性, 大半夜让这么多人陪你折腾, 不得安宁, 现在何必求一个, 我是不是满意? 孙倩受不了宋黎对灵山免礼藏针。 宋小姐严重了吧, 珊珊什么都没有做。 行了, 宋黎打断了孙倩的话, 我活该被人杀, 是我不懂事。 楚越的人把我推下山崖了, 我还不死。 我这么过分, 还不跟灵小姐楚小姐道歉, 真是不知好歹。 这样行了吗? 宋黎说的时候, 陆金川就眼皮秃秃直跳, 一脸黑线。 急性未言又不是高烧, 怎么还犯傻了, 说什么胡话。 她转头看向明哥, 宋太太去病房, 我马上就到。 走到一半, 宋黎忽然转过头, 盯着孙倩, 身后的灵山。 还有, 我比较喜欢别人叫我陆太太, 其他人无所谓, 她不是很稀罕, 就是想知道, 在灵山多次做小动作, 渴望引起陆金川注意, 又喊她陆太太的样子, 到底有多好看。 孙倩和灵山齐齐顿住, 孙倩先反应过来。 抱歉, 陆太太, 我没喊习惯。 是不习惯, 还是不想喊, 宋黎心知肚明。 明哥没在停留, 让护士推着宋黎离开, 在这里说话, 实在是耽误太太掉水, 影响太太的心情。 明哥一走, 云梦下意识地跟了上去。 走廊里, 余情将在原地。 阿川, 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我去跟她道个歉。 不用。 陆金川知道, 宋黎不喜欢跟人争执, 更不愿意看见不想看见的人。 她没有那么小气。 说着, 陆金川看向苏晨物, 她说实话没考虑到, 宋黎也回到医院来。 不管怎么说, 陆金川是结婚了, 是她考虑不周。 这里没你的事, 陪宋黎要解。 苏晨物让人把灵珊推回病房里, 陆金川开口。 以后珊珊的事情少喊我, 不管宋黎皆不介意, 我都是介意的。 宋黎和云梦到了病房, 护士开给宋黎的是一个普通病房, 房间里还有其他的病人, 是个卧床老人。 这个楼层大半都是未病区, 三人进去的时候, 隔壁床老人正在吐云梦妊身反应严重, 看见之后一阵恶心, 扶着墙跟着吐了出来。 她脸色苍白, 满目潮红, 看上去难受的厉害。 宋黎有些紧张, 明明有胃病的是她, 怎么云梦看上去比她还严重? 梦梦, 你要不要做个检查? 云梦低下头, 她怀孕了, 是于晴的孩子。 这句话, 其实她根本就不敢告诉宋黎。 孩子两个字, 本身就是宋黎心里的一根刺, 何况于晴刚刚带着灵珊去看了, 导致她孩子没有的罪魁祸首。 我没事, 云梦其实很容易吃苦的, 她不像是那种, 看见别人吐就能吐出来的人。 护士小姐, 我说了要一个SVIP病房。 SVIP病房紧张, 现在只有普通病房, 你们如果不满意, 去输水区。 护士不耐烦? 一个胃病, 输了水就要离开的, 开什么? SVIP病房, 打肿脸充胖子, 有钱吗你们? 明哥听得一阵火大。 肠胃科, 苏苏, 行, 我要投诉你。 切, 真当我怕你啊, 随你便。 苏苏说完, 双手插腰笑着说, 我哥哥是这里的副院长, 你以为你投诉的响吗? 云梦和宋黎对了一个眼神, 能在中心医院上班, 还这么嚣张的, 大概率是临成本地人。 本地人不认识陆金川于情, 根本不可能。 姓苏, 哥哥又是副院长。 陆金川推门进来的时候, 苏苏掐着腰堵着病房门口, 满脸嚣张。 病房里有异味, 宋黎坐在脏兮兮的病床上, 低垂着头, 只露出来精致的吓喊。 陆金川敲了一下苏苏的脑袋, 干什么呢? 你这个护士当的, 在这里偷懒呢? 陆金川的口吻里都是熟人, 显然是认识。 云梦好征一侠, 双手环肩, 一副看戏的姿态。 苏苏看见陆金川, 眼睛亮了亮。 川哥哥, 去给你川嫂嫂安排一个SVIP病房, 我还没破产呢? 传出去, 媒体要以为我虐待你嫂嫂。 第二百章, 南宋思慧。 苏苏眼睛很大, 他眼珠子转了转, 笑着说, 川哥哥是嫂嫂说的, 不能铺张浪费, 就愿意住这种病房。 云梦, 这他妈哪里来的盛世白莲花? 陆金川抬眸, 看向宋梨, 受他的影响, 这两年宋梨多多少少有些洁癖, 他真的愿意住这种病房。 是不是? 川嫂嫂, 苏苏笑得俏皮, 换个人很容易被他的可爱俘获。 可是宋梨知道,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面具。 是啊, 护士小姐当时还说, 输水区更省钱, 提议让我去那里掉水。 苏苏气得跺了跺脚, 飞快地跑了出去。 陆金川受不了味道, 把人抱了出去, 医院走廊伸长, 陆金川在绿色塑料长凳上坐下, 把宋梨摁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来来往往的人, 侧头看着他们两个人。 宋梨脸皮薄, 几次想站起来都被陆金川摁着动不了。 他一个字没说, 可是本能的, 宋梨在他身上感觉到了几分危险。 陆金川, 你干什么? 这里人这么多, 你快放我下来。 陆金川不放, 看他窘迫, 眼底染上了几分散漫和浅笑。 怎么? 我抱自己的太太又不犯法。 他摸上宋梨的后脖梗, 低声说, 胃痛怎么不让明哥丢打电话? 宋梨顿住, 他不放开, 他又觉得丢人破冠破摔, 整个人埋首在陆金川健硕的胸膛里。 听到他的问话, 心底一阵痴笑。 他犯病的时候, 刚好从云梦那里得知, 他去找了灵山。 可是宋梨根本不想承认, 善解人意地说, 我以为你在忙, 别墅里人那么多, 我又不会死, 你担心什么? 宋梨? 陆金川口吻加重。 你是觉得你在我这里, 重不过工作, 还是觉得自己重不过别人? 都有。 这些认知都是陆金川的行动上带给他。 他不想相信了。 在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苏苏开好了病房, 陆金川只得放一放答案, 抱着人去SVIP楼层。 他输水, 输着输着就睡着了, 连云梦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 陆金川没折腾, 喊护士给他拔了针, 就在医院里和他睡了一晚上。 他第二天直接出院, 梦堂传快杀青了, 剧组开始安排宣传。 徐导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让他配合阿德海上一个访谈节目, 他没有助理, 只能让明哥暂代送他去上京的地方。 节目是温莎曼酒店投资的, 资方要求在他们酒店一个总统套房里面拍摄。 宋梨去到之后, 被化妆师拉去化妆。 他昨天折腾得有些晚了, 化妆师的手法又有些轻柔, 说,宋老师,您看上去很累, 拍摄还在筹备中, 您可以暂时在酒店里休息一下。 待会儿拍摄中, 可能要提一句酒店, 前台专门给您安排了房间, 这是你们的房卡, 你可以体验一下。 宋梨点点头,笑着说, 谢了。 他去自己房间时, 找不到明哥, 看了一眼微信, 明哥惦记他出门没吃早餐, 去了酒店的厨房。 宋梨把房间号发给明哥, 自己先一步过去, 打算小气一会儿。 他看了一眼房号, 1433。 如果宋梨没记错, 这好像还是个总统套房。 温莎曼不愧是凌晨最大的酒店, 这么大的手笔。 宋梨找到房间, 刷卡进门。 总统套房有两个卧室, 宋梨刚推开主卧室的门, 就听见了浴室里哗啦啦的水声。 他本能一将, 下意识地后退。 刚拉开房间的门, 就被一群记者对着拍。 陆太太, 有人说这个套房里面有大料, 请问您是不是准备了什么惊喜丢门? 宋梨眼皮一跳, 这个时候如果还反应不过来自己被阴了, 那就怪了。 他还没来得及关门, 身后出来了一个男人。 他睡袍穿得松松垮垮, 拿着毛巾擦着头走了出来。 卧槽。 记者群里发出来一声惊呼, 随即是更大的拍照声。 陆太太, 方不方便透露一下您和南总之前做过什么? 陆太太, 听问您拿到鸾梦这个角色是靠身体上位? 我请问一下你和陆总的关系是不是名存实亡? 陆太太, 出演陆氏剧本还要出卖自己的身体, 请问你们是不是快要离婚了? 南淮眯了眯眼睛, 他疑惑地看向宋黎。 你怎么在这里? 对对对, 陆太太, 众所周知, 1433是温沙曼准备套房。 你怎么会在这里? 记者心知肚明, 只当南淮是想甩干净关系, 他们得罪不起宋黎, 但是下通告的时候, 可是隐晦地提一句南淮。 这是个大瓜, 预定微博系统瘫痪的大瓜。 宋黎钻井房卡, 脑海里乱七八糟一片, 呼吸凝滞得厉害。 南总, 我来这里参加一个访谈节目, 刚才化妆师说, 要在访谈中说一下酒店居住感受, 给了我一张房卡。 娱乐圈的水很深, 南淮不是不明白。 他发了个短信, 在记者咄咄逼人的时候, 14层已经被保镖层层围住, 短短两分钟, 拿到了20多个摄像机。 宋黎手脚都是冷的, 南淮在确定底片和内存都删除之后后, 才让保镖把摄影机还给记者, 为了以防万一, 南淮第一时间让白鹤去温沙曼酒店交涉, 调取视频监控。 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宋黎从南淮房间里出来的视频, 还是流传到了网上。 以访谈为名, 南宋在酒店私会, 业界大佬头顶青青草原, 两个瓷条以做火箭的速度洗涤热搜, 刚挂上就爆了。 陆氏和RL之间的竞争并非良性, 宋黎和只穿着睡袍刚洗了澡的南淮, 在酒店里一同出镜, 简直跳进黄河里也洗不白。 第201章, 撤不下来。 微博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修好服务器之后, 网上热闹非凡。 南宋, 这他喵是新曲的CP名吗? 看上去很好看的样子。 楼上小姐姐有那个既是感了, 那个为了登上顶峰, 把心爱的人送给对手的腹黑心机男主, 以及历经千难万险仍旧奔赴爱情的傻白甜女主。 上面两层楼是三关跟着五关跑了吗? 这难道不是出轨? 出轨科CP? 你们是什么品种的玩意? 谁也不服, 就服送离。 南淮一阵头大, 因为白鹤也在, 明哥也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1433的大门没有在关上, 南淮换了衣服和宋离面对面坐在总统套房的客厅里。 总裁, 我们联系了微博工作人员要车热搜, 被拒绝了。 他们回应的隐晦, 这件事情可能有人暗中操作。 南淮在凌晨地位虽然不是天花板, 但是不至于连个热搜都撤不下去, 意思就是说幕后的人权力地位都大过他。 而且, 宋离从近来到处去, 前后不到一分钟。 那个给宋离房卡的化妆师等等, 这些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南淮拧着眉心, 语速很快下达指令, 继续交涉。 阿力, 你现在打电话给陆金川, 把事情原委告诉他, 等他自己看见热搜, 一切都晚了, 到时候你们之间的误会可能会剧增。 宋离点点头, 他电话刚拨出去, 陆金川就接了。 宋离没有拐弯抹角, 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他平铺直输了一分钟之久, 一点拨拦和愧疚也没有, 陆金川竟然没有打断过。 阿力, 你是在跟我解释吗? 宋离顿了顿, 这片刻的犹豫几乎瞬间洞穿了他的心脏。 不是解释, 是他相信南淮, 相信桃子, 南淮让他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伤害到他自己。 可是这种话, 宋离说不出口, 隐晦地在自己的内心燃烧殆尽, 如同飞灰, 顷刻散尽。 那你相信吗? 陆金川的声音透过手机耳脉传了过来。 你说什么我都信, 你不要着急, 和明哥在1433等我, 我马上到。 宋离挂断了电话, 内心复杂, 他扬起俏丽的小脸, 纤长的睫毛浮动空气里的尘埃, 视线和南淮对上阿川说, 马上就到。 南淮眸光幽暗, 他点了点头, 一时间整个套房都安静了下来。 没几分钟, 有人敲了敲门, 酒店服务员送来了一份早餐。 明哥一一端到了宋离面前。 宋离抬手, 为了出席这次访谈, 他带了一块相对比较昂贵的腕表, 百达斐力的。 时针停在数字时上, 这个不上不下的数字, 吃早餐似乎有些晚, 吃午餐又似乎有些早。 明哥催错了两声, 宋离接过一碗粥, 小口小口地抿着。 明哥蹲在茶几前, 用了公块不动声色地给他夹着小菜。 一碗粥吃下去, 之前的无力似乎都散开了, 服务员来收拾的时候, 入京穿人到了。 外面那么冷, 温度只有两摄氏度, 他却似乎感觉不到一样, 只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 深色的西服外套搭在手臂上, 整个人枝栏欲树, 俊美无仇。 陆京穿走过来, 朝南淮伸手。 南总, 上流社会, 表面功夫一直做得到位, 南淮也和陆京穿握了握手。 陆京穿, 很抱歉南总, 这件事情是阿里给你添麻烦了。 听上去, 陆京穿是在道歉, 可是两人交握在一起的手, 始终没有分开, 暗自较劲。 南淮很清楚, 陆京穿名为道歉, 实为宣誓主权。 我是宋黎的老板,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麻烦, 只是热搜撤不下来, 这件事情可能要麻烦陆总。 陆京穿点头, 朝宋黎伸出手, 他的视线越过陆京穿落在南淮的身上。 后者没抬头, 始终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 宋黎把手放在陆京穿的手心里, 跟着他离开了套房。 温沙曼有陆京穿的套房, 距离南淮的1433其实并不是很远。 陆京穿把人带进去, 眸光骤然沉了下去。 宋黎本能地顿了一下, 心脏跟着一起下沉。 阿川, 他心里满是怒意无处发泄, 尤其是看见他要带他走, 他下意识地看向南淮之后。 这些轻微的肢体动作, 无疑不再告诉陆京穿, 宋黎更信任南淮。 甚至, 他曾经信誓旦旦告诉于秦的那句, 他离不开我也在他这里幻化为泡影, 似乎从来都没有存在过。 可是看他害怕, 陆京穿本能地柔和了面色。 累不累? 宋黎舔了一下唇角, 小声道歉。 对不起, 是我放松了警惕, 给了人可乘之机。 不算。 陆京穿来之前了解过所有的细节, 阿黎, 酒店确实会有给房卡让体验居住感受的做法。 你是艺人, 又是陆太太, 给开总统套房很合适。 你不该道歉, 因为你没错。 结婚之后, 我告诉过你,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小心翼翼的道歉。 宋黎脱口而出。 对不, 最后一个字梗在喉咙里, 他面色有些不自然, 停顿了半晌, 才仰起头看向陆京穿阿川。 南淮撤不下来热搜, 你是不是也没有头绪? 南淮当然撤不下来。 陆京穿低声说, 因为我怀疑这件事情是爷爷的手笔。 宋黎悚然, 陆老爷子这些天一直没放弃就陆带出来这件事情。 陆老爷子手眼通天, 但这些年, 孙子羽翼见风, 凌晨的势力陆京穿入侵很快, 陆老爷子想把人捞出来竟然觉得很吃力。 在自己孙子手底下, 竟然勉强能让开庭时间往后延期。 他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从宋黎下手, 两个人离了婚, 宋黎的死活自然和陆京穿无关, 就陆带的希望也就更大一点。 当然, 这些只是宋黎的猜测, 我们不撤热搜, 压下热搜只会激起网友更大的怀疑。 你有解决的方案。 宋黎眼睛望着他, 眸光格外的专注, 似乎就只能看见他一个人一样。 陆京穿揉了揉他的脑袋, 你先睡一下, 等你醒了, 事情就会解决了。 早在他被黑上热搜之后, 徐岛就已经通知过宋黎, 这个访谈节目暂且压了压, 不用再上了。 宋黎脸上都是黑眼圈, 昨天晚上刚好没睡好, 陆京穿让他睡, 他就在床上躺了下来。 第202章, 宣布恋情, 再醒来, 外面一片漆黑, 明哥陆京穿都不在。 他下意识地打开微博, 热搜第一次是温沙曼监控。 宋黎点进去, 确实是他刷卡进了1433, 转而一群记者堵门, 不到一分钟他退出来的画面。 有监控在, 那些他和南怀之间不清不楚的谣言, 自然是不攻自破。 前后不过一分钟, 衣服都脱不下来, 凭什么说宋黎给老公戴绿帽子? 有些人的粉丝不干不净, 粉丝就用同样不干不净的眼光看别人。 大家格局都好高, 全在为宋黎明不平。 只有我觉得, 这次事情不同寻常, 这也太巧了, 像是事先安排好的, 不会是剧本吧。 陆京穿, 也不差那点流量费, 正是因为不缺, 所以才更可怕。 细思极恐, 网友第一时间晋升, 但得罪陆京穿和宋黎的, 凌晨估计就那么几个, 还是个个不是他们这些网民能得罪起来的。 网上的舆论, 陆京穿基本上是控制住了。 听说南淮还是宋黎的老板, 自己家有公司不签, 签对手公司, 这难道不是爱情? 几乎问题一形成, 就有网友科普。 陆是周年庆, 大家还记得吗? 宋黎抽了楚越一耳光, 陆京穿带着楚越去了医院, 人人指责宋黎的时候, 是南淮把人带出的会场。 补充贴, 夜色迷离门口, 宋黎太太身份没爆出来的时候, 有人看到过男总英雄救美, 因为宋黎长得像灵山, 所以她一直记得。 意思就是说, 两次英雄救美了。 知情人士爆料, 不止两次。 这是什么绝美虐恋故事, 宋黎为什么嫁给了陆京穿? 一人血书送路离婚, 高举南宋大旗, 楼上的二人血书, 百人血书, 这一层楼瞬间盖了起来, 网上让两人离婚的呼声越来越高。 宋黎看得糟心, 算起来南淮当然不止就过他这一次, 孩子流产, 还是南淮把他抱进了医院。 为了帮他查出来元凶, 南淮没少付出人力财力, 只不过早就已经折挤沉沙。 他掀开被褥, 从酒店的大床上下来, 拉开房门往外走。 总统套房人不多, 宋黎刚打开门就听到了高跟鞋的声音。 他一抬头, 就看见头发烫染成橄榄色大波浪, 身穿香纳小套裙的女人。 他身材比例很好, 先腰不营一握, 和他视线对上挑眉笑了一下。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江小姐。 江扰敲了敲1433的门, 收回了视线。 南淮门开得快, 看见是江扰, 基本上没犹豫, 测开身体让他进去。 江扰很久没见过南淮, 进了套房, 踢掉脚上的高跟鞋, 锁进了单人沙发里。 南淮哥哥, 你喊我过来, 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忙? 帮我给宋黎澄清一下。 南淮的声音很淡, 江扰饶有兴致, 网上的舆论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 你想让我怎么帮他澄清? 你喜欢宋黎, 你们之间有关系, 被媒体知道, 你应该高兴。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想着怎么跟他澄清。 南淮瞥了他一眼, 小丫头知道什么是喜欢, 僵扰委屈, 他如果不知道, 怎么痴恋他五年。 你少看不起人。 南淮道歉很敷衍。 抱歉呢, 不说这个, 说正事。 你发个公告, 直接告诉媒体, 说是你让宋黎到我房间里等你的。 南淮哥哥, 如果网友问起来我们的关系, 我该怎么回答? 林家妹妹显然是架不住, 但是勉强也能说得过去, 只不过, 他已经这么大了, 还把南淮的地盘当成是自己的, 未免有些目中无人。 不过他是江家小公主, 即便任性也容易被接受, 在他身上叫做有个性才对。 这个问题, 显然难未到了南淮。 江饶挺难过的, 因为南淮的心里, 眼里都是宋黎。 他从来没这么羡慕过宋黎。 羡慕到极度, 他捏着发丝, 缠绕在指尖, 媚眼如丝盯着南淮笑着道。 南淮哥哥, 如果你真的想成全阿里和陆金川, 不如就送佛送道西, 对外公布我们之间的恋情, 然后我再发公告, 说是我邀请送礼, 让他在你房间等我。 到时候, 阿里有丈夫, 你有女朋友, 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再给你们牵扯上什么联系。 这样做唯一的弊端是, 江家和南家在凌晨的地位举足轻重, 基本上恋情公布就相当于告诉全世界南淮会和江饶结婚。 南淮摇头, 饶饶, 我让你帮忙, 没让你把自己一生都搭进来。 南淮哥哥,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我只是趁人之危, 希望你能把自己的一生搭给我。 南淮想也不想, 直接拒绝。 不行, 他那么温柔, 即便拒绝也死活不肯伤他的心。 饶饶, 你明知道我心里有人, 和你在一起, 是对你的不负责。 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我不能这么做。 江饶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如果不吸这口气, 真怕眼泪随时会落下来。 他有自己的傲骨, 当下拎起包, 低声说, 你放心南淮哥哥, 我会帮忙, 刚才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你别那么认真。 我还那么年轻, 就算是你, 我暂时也不想为了一棵树, 放弃一片森林。 江饶故作洒脱, 拎着包出了套房, 刚踏出来, 眼泪就掉了下来。 五年, 对他的爱恋宛如隔着层层山巒, 到现在, 足够江饶死心了。 他颤抖着拿出手机, 登上了微博。 江饶很有名气, 微博粉丝近百万。 他发布微博的时候, 第一时间被挂到了热搜上。 针对最新的微博热搜, 我来说两句。 宋丽姐姐, 是我约到南淮哥哥的房间的, 我想找南淮哥哥表白, 知道宋丽姐姐去温沙曼参加访谈节目之后, 想让他给我壮壮胆, 只是时间上出现了偏差, 因为一点小意外, 我迟到了。 南淮哥哥已经拒绝了我, 他说, 是我感觉错了, 错把对哥哥的依赖, 当成了爱意。 我被拒绝了, 丢不起这个人, 事情发生之后, 我一直不敢发声, 宋丽姐姐为了帮我挽回岂岂可畏的面子, 更是不敢解释清楚, 只能说什么化妆师给的房卡, 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 希望大家减少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侧重宋丽姐姐的作品多一点, 对此, 我再次向大家道歉。 第203章, 怎么舍得? 几乎是微博发出去的一瞬间, 僵扰的电话就被爆了, 僵扰全部都不接, 僵实的电话进来的时候, 他本能的耸了, 滑了接通, 他口吻很轻。 哥, 声调里带着几分哽咽, 还有几分残存的委屈, 僵实所有的愤怒瞬间被摁灭在萌芽中。 楠楠, 你喜欢南淮, 为什么不告诉哥哥? 僵实想到, 僵扰口吻里的委屈就不满, 他的妹妹喜欢上了南淮, 那么是该南淮感恩戴德。 就算是凌晨青年, 才俊多不胜数, 但是就算是陆金川, 配他们家小公主, 也是高盘。 告诉你有什么用? 僵实声音冷沉, 告诉我当然有用。 南淮哭着喊着想让南淮娶你。 哥, 我不是要南太太的位置, 我要南淮哥哥的心。 僵扰终于还是没忍住, 哭得委屈。 临城追我的人那么多, 有几个不是冲着江家的地位来的, 只有南淮哥哥在拒绝我。 哥哥, 你知道吗? 我喜欢他那么多年, 我隐忍着不告诉任何人, 不是为了逼他就范, 不得不娶我。 僵扰捂着脸, 我怎么舍得? 僵实其实根本不理解小姑娘的炙热爱意。 南淮喜欢别的人, 僵扰愿意爱乌及乌, 同样付诸自己的名声, 为他心爱的人澄清绯闻。 在他看来, 喜欢就要得到, 得不到就消磨爱意。 人家取舍, 本该如此。 饶饶, 刘延可以杀死一个人。 我任性了。 僵扰低声说, 我知道哥哥不会让我被欺负的, 我也知道, 有哥哥在, 没人敢说我什么。 南南, 你没那么大方, 会去帮自己的情敌? 是, 我没那么大方, 可是我的情敌还是我的徒弟? 僵扰嘴里尼南, 哥哥, 他挺可怜的, 他什么都不如我, 所以老天爷把南淮的爱分给了他。 电话里一阵沉默, 僵扰告诉自己, 其实他一点也不用委屈, 毕竟他得到了太多送离没有的东西。 送离一路到了酒店大厅, 酒店的经理告诉他, 陆金川人在酒店的厨房, 他不知道陆金川在干什么, 自己走了过去。 到的时候, 他刚把蒸好的鲁鱼从锅里拿出来, 他喜欢吃清蒸鲁鱼, 明哥已经发现了他, 戳了戳陆金川, 示意他看过去, 醒了, 宋离点了点头, 说, 看见了澄清公告, 阿川, 监控你是怎么拿到的? 如果这一切都是陆老爷子安排的, 那么温沙曼应该没那么容易把监控交出来才对。 陆金川低声说, 让仇身打进去取的, 简单粗暴, 以前是他的做法过于迂回, 太过在乎别人的心理感受, 所以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的预期。 陆金川把清蒸鲁鱼放在了推车上, 低声说, 给你做了两道菜, 醒了就吃。 明哥推着车, 陆金川走过来, 牵住了他的手。 宋离刚醒, 手并不热, 陆金川捏了捏, 诞声说, 怎么不多穿点, 觉得你们走不远。 两人相邪, 一路回到了酒店套房, 路上遇见了南淮。 陆金川下意识地去看宋离的脸, 他眼睫低垂着, 连个眸光都没和南淮对上。 可是他莫名其妙, 就是看南淮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南总, 我给阿黎加了一顿餐, 你要不要一起吃一点? 南淮摇头, 工作上有些事不打扰二位的兴致了。 他越过宋离, 头也未回。 明哥把饭菜摆放在桌面上, 宋离没什么胃口, 只是很久没吃过陆金川做的菜, 拿着筷子尝了两口。 吃着时, 明哥突然开口太太, 有人帮您再次澄清了, 是僵饶。 宋离一愣, 这件事情和僵饶有什么关系? 他打开微博看了一眼, 时间地点背景原因, 他交代得清楚, 基本上把它摘得干干净净净。 他本能地觉得, 这件事情和南淮有拖不开的关系。 宋离拿出手机, 把电话打给僵饶。 电话快要自动挂断的时候, 僵饶接了起来, 他声音有些沙哑, 听上去像是刚哭过。 打电话有事, 微博, 我答应南淮哥哥帮你的。 僵饶并未鞠躬, 诞声说, 宋离, 如果不是南淮哥哥开口, 我绝对不会插手这件事情。 你不用感谢我, 我不是在帮你。 感谢的话卡在嗓子里, 还没吐出来, 僵饶又说, 南淮哥哥这些年一直在找人, 如果我没猜错他找的人, 应该是你吧? 听说你们很早就认识, 你嫁给陆金川绝大部分原因是, 两人有些许细节相似。 如果这些不只是听说, 那么我建议你和陆金川离婚, 改嫁南淮哥哥。 酒店里很安静, 陆金川和明哥坐得都不远。 僵饶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哪怕是声音不大, 也足够两个人听到。 宋离心脏猛地一停, 下意识地看向陆金川。 男人无动于衷, 捏着筷子夹了一块鱼肉, 似乎并未受到僵饶的话的影响。 宋离沉默了片刻。 江小姐, 谁告诉你我认为阿川和南淮有相似的? 是不是相似不重要? 各种原因该问宋小姐自己。 僵饶说完, 掐断了电话。 忙音声响了两下, 明哥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时, 陆金川低声说, 回绿城乡线, 明哥开来试开的车, 太太和我一辆车。 好的先生, 那我先回去了。 他和的一下站了起来, 生怕陆金川反悔一样, 转身跑了出去。 热大的房间一瞬间剩下了两个人。 宋离有些紧张, 他想解释的, 可是陆金川又没问。 解释似乎会坐实僵扰说的话。 还吃吗? 宋离摇摇头, 陆金川放松自己, 整个人身陷在身后的椅背里。 我休息两分钟, 就带你回去。 阿川, 我和南淮是小时候的玩伴, 你就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他看向宋离, 一双眸子, 讳莫如深。 宋离看着他漂亮的眼睛, 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来 他办公桌上的那份文件。 不知道是谁查到的, 他来到他身边, 是为了拿走陆士。 有理有据, 宋离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失了意, 怕我带着陆士改嫁难怀。 第204章, 没有如果。 男人的身影逼近, 下汗被人捏住, 被迫抬起, 和他的视线对上。 阿里, 你还想改嫁? 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的呼吸很静, 湿热地洒在他的唇半, 他甚至动都不敢动一下, 怕稍有动作, 就能吻上男人的唇半那是什么意思。 陆金川唇脚上挑, 上流社会对你示好过的男人, 不止男怀一个。 审清词, 顾怀生, 打比方非要选男怀。 陆金川以为刻意不提, 就不会介意。 显然, 他是高估了自己的让度量。 男人在自己的女人, 是否爱自己这件事情上, 总是过分小气。 他也是个男人, 并不是个例外。 我? 嗯。 宋离的呼吸, 猛地被陆金川擒注, 攻略城池, 宋离身体不受控制地 软在了陆金川的怀里。 快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陆金川把人松开。 他眼角带了泪珠, 眼巴巴地看着陆金川。 他眉心一跳, 面对宋离, 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 总有随时崩塌的危险。 阿烈, 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问题。 宋离连连点头, 他也不想再被他摁着轻地 到嘴巴发麻。 似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多么的亲密无间一样。 陆金川很喜欢乖巧的宋离, 他伸手揉了揉他乌黑亮丽的长发, 心里一阵柔软。 两人收拾了一下, 打算回绿城香榭。 盛兰在套房门口等着, 见两个人出来, 低声说, 陆总, 林先生刚来了的电话。 不见。 陆金川根本不等盛兰说完, 只是盛兰把视线挪到了宋离身上。 林先生想见见太太, 宋离一颤。 上次见林叶还是在绿城香榭, 几白寒把他打到听力受损, 林叶在绿城香榭以小事为由, 让宋离原谅他。 显然, 陆金川也想到了这一茬, 他表情难看, 冷声说, 帮太太退掉, 警告一下林叶, 没参与过太太的生活, 就少在太太这里拿父亲的桥。 是。 宋离本以为林叶的事情不了了之, 可是宋离还是接到了他的电话。 阿里, 我是爸爸, 出来见一面吧。 宋离无动于衷, 江峰从来不会这样和他说话, 这么有休养的语气, 当然是林叶。 我没有爸爸, 林总有什么事情, 电话里说也是一样的。 宋离的口吻声冷, 语调里满是抵触, 林叶难得的愣了几秒。 宋离却不耐烦, 如果没事的话, 希望林总不要再打扰。 你妈妈想见你一面。 他猛地顿住, 林叶说的妈妈应该不是林巧。 不, 宋离, 他找了你二十多年。 林叶声音里的和蔼收了收, 低声说, 是我把你丢给的江峰夫妻, 这些年一直没告诉他。 宋离心脏颤抖了一下, 见不见随你, 这些天为了拿到你的消息, 他没少被几孩折腾。 宋离知道, 这是林叶的计谋, 可是他还是可耻地上了当, 留下了夜宴王宫的地址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他和林叶约到了下午五点。 宋离对着镜子换了一套又一套衣服, 收拾好的时候已经四点了, 他开着车去了夜宴王宫。 林叶提前到了, 宋离踏进包厢的时候, 看见他身边有一个美妇, 穿着红色丝绒长裙, 端庄秀哑, 看见他时, 眸光骤然亮了亮。 宋离见过他, 当时他和陆金川刚吵过家, 蹲在路边难过时, 他曾经给过他一件衬衫, 还说过他和他的女儿很像。 时间那么小, 小到他们面对面, 都不知道彼此有血缘关系。 你是, 宝宝。 美妇抓住宋离的手, 满眼都是激动。 宋离抽回手, 他对父母的观感不好, 出生就被抛弃, 养父母动辄打骂, 让他一度对亲情并没有什么信心。 那一瞬间, 宋离在美妇人身上看见失落。 是我太心急了, 宋离没心思把自己的就伤疤, 疤给别人看, 只是司机自己以往的经历, 难免痛苦。 我听林总说, 您在找我, 是打算让我赴您年迈后的赡养费吗? 美妇顿住, 一双漂亮的眼睛里, 瞬间蓄满了眼泪。 林叶骂了一句,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你有没有教养? 宋离觉得好笑, 这就心疼了。 如果林叶说的是真的, 眼前的人找了他二十多年, 他都没有泄露出来一点他的踪迹, 其实变相说明, 林叶根本没有多在乎他, 只不过寻个由头, 一成威风罢了。 他眨了眨眼睛, 忽然笑了。 可是林总, 从小到大, 我的玩伴都告诉我, 没妈呢。 我养父母可怎么心疼我, 也没怎么教过我东西, 教养这东西我没有, 难道很难理解吗? 算起来, 这一切还都拜林总所赐, 林叶气得拍桌子。 你, 如果把我叫过来, 就是看你耍威风的话, 还挺倒胃口的。 宋离低声说, 他拿起手机, 对着林叶和美妇拍了一张照片, 对面的人本能地僵硬, 黑着脸问他, 你干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林总出来和别的女人见私生女, 林夫人知不知道? 宋离半点不忌讳, 私生女三个字冒了出来, 无端端的刺耳, 美妇的心脏几乎被扎穿了, 他豁然站了起来, 失陪一下。 话说得久了, 宋离觉得有些渴, 抿了一口面前的白水, 冷笑一声, 林叶大概是在他身上多花一毛钱都觉得心疼吧, 从他坐下到现在这么久, 没有服务员来打扰, 他们也没有任何点餐的意思, 点了一杯白水来夜宴王宫, 无端地讽刺, 宋离领起包打算离开, 林叶喊住他, 宋离, 你说没人叫你, 现在我就告诉你, 离开应该等同桌的客人回来之后再走, 否则就是没礼貌。 是吗? 宋离浅笑, 林先生想到老师, 不如先回去教教林小姐, 有妇之夫不要动这个道理, 不要每次一点小事都心事动众, 觉得世界上没了他就不转了, 很让人讨厌, 也很没有礼貌。 这些话显然是扎到了林叶的肺管, 林山体弱, 有先天性心脏病, 他们各个小心养活着。 在林叶的心里, 宋离连给林山提鞋都不配, 如果没有你, 珊珊才是陆太太, 她满目阴郁, 宋离心里没有多少快意。 世界上没有如果, 不是吗? 林总, 第205章, 把我报警。 林叶完全是在放屁, 就算是没有她, 陆老夫人也不会让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不能生育的女人进陆家的门。 宋离两年前过于崇拜陆金川, 以为真是她顶着家族的压力, 力排众议把她娶回了家。 或许她以为的是真的, 但是其中还有15%的成分是来自陆老爷子的妥协。 能生孩子, 谁都可以。 陆家家大业大, 是陆老爷子唯一的儿子, 一手创办下来的。 如果陆家没有一个继承人, 这些早晚会落入到外人的手里。 楚月、陆带等等都有可能。 宋离没有任何交谈下去的欲望, 转身从包厢里走了出来。 夜宴王宫是凌晨高档的消费地方, 宋离其实没有多少防备, 可是走了两步就猛地被人拽到了隔壁包厢。 口鼻被人捂住, 宋离一阵心慌, 但还是下意识地屏息。 她挣扎了两下, 软倒在身后人的怀里。 宋离无比感谢梦堂传, 剧中软梦因为受宠被人掳走过。 那场戏她吃了很多次NG, 徐岛觉得她肢体动作不行。 鸾梦有志有谋, 那场卢走不仅没有伤害她半分, 还让她成功嫁祸给了梦堂, 对女主虐身虐心。 宋离有了肌肉记忆, 被人拽住捂住口鼻的时候, 下意识地屏息。 但是要性强烈, 她因为吸入的手, 勉强还有些意识, 真是和珊珊长得一模一样。 宋离闭着眼睛, 听觉就会变得格外的灵敏。 是个男人, 声音听上去沙哑, 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 男人的声音里是压制不住的激动。 稀稀素素地脱衣服声音响了起来, 宋离忽然睁开了眼睛, 趁人不备, 一脚狠狠地踢在了男人的双腿间。 一声惨叫, 宋离根本不敢回头去查看她的情况, 从地上爬起来跑了出去。 刚出门宋离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小副理爬上了热议, 几乎把她整个人聊话了。 她穿着高跟鞋跑得急, 差点没摔抖, 一双大手扶住了她。 宋离抬头对上了凌叶的眼睛。 林总, 宋离低声说, 能不能帮我报个警? 有人在夜宴王公行凶。 宋离抽叶了一声, 她肺部有后遗症, 跑两步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凌叶攥住她的手臂, 强横地把人往后拉, 然后把她推到了身后人的怀里。 你怎么办事的? 这样也能让人跑了? 对不起,凌总。 宋离瞳孔缩了缩, 她怎么说也是凌叶的女儿? 这才见了几次面, 凌叶就这么仇恨她, 甚至不惜雇佣人毁掉她。 宋离不能理解, 察觉到了她眼底的不可思议, 凌叶脸上闪过一抹阴历。 江峰夫妻没有告诉你吗? 我把你送到乡下, 就代表着不想让你再回来。 你来就来, 但是你的存在伤害到了珊珊。 宋离眼底蓄满了眼泪, 我伤害到了凌珊。 那我受到的伤都不算伤了吗? 凌叶, 你这种人也配有孩子。 凌叶懒得和她交谈, 配不配我都有了, 让你失望了, 你的亲生父亲是我。 把她带进去。 宋离忽然拔刀声音, 救命啊! 失火了? 嗯。 身后的人第一时间捂住了宋离的嘴, 把人往包厢里面拖去。 陆金川坐在于晴对面, 几乎是刚坐下来, 陆金川把菜单扔过去。 想吃什么? 随便点。 于晴有些嫌弃。 大哥, 亲兄弟明算账, 就算是兄弟, 我们谈生意不去酒吧, 也不该来这种地方吧。 你不如让我去你办公室签约。 陆金川掀了鲜鸦青的睫毛, 低声说, 阿里的鼻子很敏锐, 他不喜欢酒吧的味道, 想喝什么就在这里点。 于晴没兴致, 随便点了两个菜, 点完愣了愣, 云梦仗着自己怀孕, 把他折腾得不轻, 这两道菜都是他喜欢的。 于晴觉得这样的情况显然不对劲, 捏着笔把点好的菜化掉, 扔掉菜单。 算了, 我不饿。 阿川, 你要谈什么? 合约我们之前不是订好了, 怎么? 想压我的价? 零。 五个百分点而已, 你不至于那么小气。 陆金川把准备好的文件扔过去, 签字吧。 于晴气笑了, 零。 五个百分点, 差不多半年损失三千万。 虽然他不在乎, 但是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不对, 陆氏已经被你转移给宋黎了, 你怎么还这么斤斤计较? 陆金川纯判上扬, 阿晴, 赚他的比赚我的更难。 于晴顿了顿, 狐疑地问, 阿川, 你不会真的爱上? 陆金川忽然打了一个手势, 他凝神听外面的声音, 豁然站了起来, 大步往外走。 怎么了? 于晴追了出来, 陆金川诞声说, 我听到了阿黎的声音。 于晴看了一眼走廊, 空空如也。 你该不会是神经衰弱了吧? 夜宴王宫的消音系统, 做得还不错, 缓听。 我没把门关门。 陆金川也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往前走了几步, 可是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重。 他下意识地打电话给宋黎, 微弱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陆金川推开响着的包厢门, 里面没有人, 只有宋黎的包。 散落一地, 陆金川目光缩了缩阿晴, 调监控。 于晴也察觉到了几分不对劲, 他低声说, 你去找宋黎, 我去调监控。 于晴很快消失在走廊门口, 陆金川挨个包厢找, 他带了人, 盛兰很快上楼, 和他一起找人。 于晴的电话打了进来, 阿川, 0045包厢。 陆金川掐断了电话, 0045, 他刚检查过, 但是他相信于晴, 蛇身回去踢开门。 夜宴王公的包厢, 其实一眼就能看清楚, 什么都没有。 陆金川关上门, 能听见女人细碎的啜泣声。 这个声音, 陆金川很熟悉, 他心口一阵剧痛, 对着墙壁踹了过去。 碰, 声音空洞, 也就是说墙壁后面是空的。 阿黎, 陆金川喊了一声, 这下女人的声音也没了。 于晴很快回来, 陆金川说, 墙后面是空的。 第206章, 我讨厌你。 于晴在凌晨完的话, 夜宴王公有暗门的事情他知道, 文言走到中央空调的开关后面, 摁了一下侧边开关, 半面墙豁然自动打开。 送离的衣服凌乱, 被一个长得猥琐的男人捂着嘴。 最重要的是, 这个男人衣服几乎已经脱光了。 陆金川讹脚突突直跳, 于晴飞快转身。 阿川, 我出去等你们。 陆金川大步进去, 一脚把人踢开, 脱下来身上的外套盖在宋梨的身上。 他意识已经模糊了, 松开了手, 只会小声唾气。 林业找来的男人根本不是陆金川的对手, 他把人绑起来, 扔在一边才有空看宋梨。 宋梨脖梗上有斑驳的吻痕, 衣服也满是凌乱。 陆金川眸光颤动, 把人从地上抱起来, 他很凶狠, 张嘴咬住了他的脖梗。 脖梗上除了剧痛, 还让陆金川察觉到了他的颤抖。 阿黎, 宋梨没松口, 模糊中只感觉到了口腔里几分心田。 陆金川从暗门里走出来, 就被于晴拦了下来。 阿川, 现在不能出去, 外面都是记者。 怀里的女人眼神一阵空芒, 人明明醒着, 可是一个人都不认识。 陆金川声音都是抖的, 管不要那么多了, 阿晴, 他不对劲, 我要送他去医院。 我已经打电话给陈悟, 出去会毁掉他的。 于晴眼皮跳得厉害, 急怒中, 于晴忽然想到知道云梦怀孕的那天晚上。 他说的话, 心念一动, 阿川梦梦之前说过, 你和他坠牙那天, 我的保镖曾想向宋梨行凶。 陆金川侧过头, 他眼底漫上一层血色。 阿晴, 你知道我坠牙距离现在有多久了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现在才告诉我。 于晴哭笑不得, 显然宋梨也没告诉过你。 于晴当时被自己要当爸爸的喜悦冲昏了头脑, 而且他又讨厌宋梨, 哪里会在意他的死活。 一个带着墓地来到阿川身边的女人, 结果不好。 难道不是他的报应吗? 可是如果陆金川都不在意, 反而离不开他。 那么他的愤痕就不是同仇抵开, 他以为帮助只会害了阿川。 阿川, 我身边的保镖能帮动的人不多。 于晴也犹豫了片刻, 一个人名伏在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陆金川想说什么, 宋梨动了一下, 又开始哭, 他嘴里念念叨叨, 含糊不清。 陆金川俯身在他唇边听了一会儿, 只在他耳边听到了两个字。 陆金川的全部心神被宋梨牵制着, 于晴清楚地看到 男人一瞬间暗沉下去的神色, 莫名的哀伤。 不明所以的时候, 于晴在宋梨几乎支离破碎的声音里 听到了四个字。 桃子, 救我! 那一瞬间, 于晴似乎看到陆金川在颤抖, 但是凝神之后, 似乎这些又只是他的一场错觉。 表情也没有。 于晴的小人之心又在作祟, 低声说, 阿川, 要不送他去医院吧? 趁着这个机会离婚也好, 如果你对他有了感情, 就不该越陷越深。 陆金川对他唯一的回应是, 伸手把女人带进怀里。 于晴劝不动, 大概十多分钟, 陆金川等到没有耐心的时候, 苏晨物踏了进来。 他拎着医药箱在宋梨身边蹲下, 检查了一下。 苏晨物从医药箱里抽出来一支药剂, 倒进了宋梨的嘴里。 陆金川眼皮一跳, 陈悟, 他什么情况, 为什么连人都不认识? 算是那种药的一种, 应该会给人一个很好的情爱体验才对, 像是大梦一场, 有短暂的空白期。 就是, 他怎么那么痛苦? 陆金川顿住, 因为孩子的事情, 宋梨其实很排斥方式。 这种隐晦的事情, 没必要拿到朋友面前说。 苏晨物低声说, 这个对身体的影响不大, 有解药。 两人说着, 云梦走了进来, 他带了衣服, 给宋宋换个衣服, 等宋宋好点, 我们从后门走就行了。 陆金川点点头, 于晴把男人从暗门里提了出来。 陆金川刚把宋梨抱进去, 衣服还没换上, 宋梨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阿川, 换个衣服, 他攥着陆金川的袖子, 纯扮张合。 我, 阿丽, 我保证从听到你喊救命道, 找到你不超过五分钟, 什么都没有发生。 陆金川撒了慌, 差不多七八分钟, 他才找到他。 陈武说过, 解药身体会有应激反应,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宋梨大脑里都是空白的, 他突如其来的难过, 脑海里全是失去意识之前灵液说的话。 甚至, 他不敢想, 这件事情里到底有没有亲生母亲的配合。 他顾不上考虑自己身体上的异样, 胸腔里涌出来的都是难过。 如果他们真的那么讨厌他, 当初为什么把他生下来? 我又没做错什么。 宋梨眼泪速速下坠, 他不想在陆金川面前哭。 可就是难过, 怎么也止不住。 陆金川伸手擦了一下他的眼泪。 阿黎, 你怎么会来夜宴王宫? 宋梨沉默, 他盯着脚尖, 眼泪也跟着停了下来。 陆金川又问, 有什么事不能和我说的吗? 你没问吗? 宋梨看着陆金川, 你找到了我, 应该也找到了另外一个人。 阿川, 你为什么不问, 反而非要等我给你一个答案。 他抬头对上陆金川的视线, 因为哭过, 他眼睛透亮, 只不过眼珠上布满了血丝, 一遍给你看, 才能让你觉得心满意足吗? 陆金川宁了宁眉。 宋梨, 宋梨在崩溃的临界点。 孟梦说得对, 当初我被江峰卖给村里的老男人时, 我不该跑。 你知不知道, 我又多后悔遇见你。 陆金川, 我所有所有的不幸都与你有关, 没有一件事你能幸免的。 我讨厌你, 讨厌绿城相限, 讨厌凌城。 宋梨知道自己是原罪, 是他太软弱了, 是他一无所有。 所以, 给了那些坏人可乘之机, 肆意蹂躏他承受能力不强的心脏。 你想知道, 我为什么来这里? 我告诉你, 林烨说我亲生母亲, 找了我二十多年, 因为找不到我被几百寒肆意羞辱。 你看, 我明知道有陷阱, 明知道我那么让人讨厌, 仍旧觉得, 世界上有人爱我。 他眼底空芒, 他所经历的都是他活该, 没有魄力改变现状, 只能把这些痛苦归咎于陆金川的身上。 第207章, 找回云站。 陆金川胸腔里的愤怒几乎奔腾成海, 他沉默寡言良久, 勉强平复住情绪, 看向宋黎。 昨天晚上我才告诉你, 出门记得带抽身。 他的话猛地顿住, 跟他计较这个似乎没有什么意思。 陆金川俯身把人从地上抱了起来, 动作粗暴地帮他擦掉眼泪。 别哭了, 带你找回场子。 宋黎下意识还住陆金川的脖梗, 口吻酸溜溜地问, 帮我找什么场子? 那是灵珊的爸爸。 你舍得骂。 陆金川没说话, 跟女人论长短, 他说什么都是错的。 把衣服换好, 两个人一起出门。 陆金川每每想起, 就觉得万分后悔。 他出门时喊了宋黎, 他不乐意动, 躺在床上睡觉。 如果不是他们的地点一样, 后果恐怕更可怕。 后门求生已经在等了, 开了一辆家常版林肯, 宋黎的药性没完全过去, 走路缓慢, 陆金川大步跨过去, 单臂搂住他的腰, 把人抱了进去。 云梦于秦苏陈雾俯身一一坐好, 求生站在车外, 诞声说, 陆总, 我去抓林总。 陆金川点头, 表情漠然。 关上车门, 于秦和苏陈雾两人面面相去阿川, 这件事情会不会还有什么误? 啪。 云梦猛地摔了手里, 用来补装的粉饼。 于秦身体抖了一下, 话都没说完, 一双漂亮的眼睛去着云梦的脸色。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送送冤枉那个伪君子了? 云梦脸色黑得能滴出水来。 他一个受害者, 还能维护凶手, 去冤枉亲生父亲吗? 于秦, 苏陈雾侧过头, 简直没眼看。 他万万没想到, 于秦也有败给女人的一天, 还败得那么彻底。 云梦很生气, 这件事情踩到了他的底线。 任陆总还不为自己前女友的父亲抱不平, 你逞什么呢? 于秦眼皮突突直跳。 云梦, 注意你的口气。 云梦俯身去捡粉饼, 于秦眼急手快, 先踩一步俯身捡了起来递给云梦。 粉饼碎完了, 他心买的。 云梦心疼坏了。 车厢里那么闹腾, 宋梨始终无声无息, 捏着手机低头看着。 手机来了几条彩信, 被男人摁在地上肆意亲吻的照片, 一瞬间似乎穿透了他的心脏, 甚至有几张半裸的图片。 宋梨不用看, 也知道是谁。 灵夜。 他的好父亲。 下一秒, 又有一条短信进来。 管好陆金川的人, 再追下去, 明天这些照片就会霸占娱乐报纸头条, 就算是陆金川再怎么喜欢你, 陆老爷子也不会要一个身体脏了的女人。 宋梨是有感觉的, 他嫁给陆金川快两年, 亲密的时候, 陆金川几乎夜夜缠着他。 有没有被侵犯, 宋梨不是不清楚, 可是事情不是他说没有就没有的, 不会有人信他。 宋梨浑身颤抖, 一瞬间他甚至觉得, 就这样吧, 顺其自然, 哪怕是走投无路, 他还跳得起楼, 吃得起安眠药, 实在不行, 还买得起一把水果刀, 他已经没命看陆带楚越的结局了, 凌晨, 他再待下去, 真的会死的。 陆金川的手臂就搭在他身上, 他颤抖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阿丽, 怎么了? 宋梨压低眼睫, 柔软的身体缩在陆金川的怀里, 有点冷, 盛兰把温度调高一点, 陆金川把人抱紧, 伸手把挡住他视线的碎发, 掖在耳后, 别怕, 宋梨小声说, 阿川, 或许是我听错了, 那个人不是林先生, 你让仇身抓人, 万一毁掉两家之间的情谊多不好, 你让求生回来好吗? 陆金川双手握住宋梨的肩膀, 宋梨, 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 他生怕他选择灵山,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宋梨眸光闪烁, 视线始终不肯和他对上, 求你了, 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 行吗? 宋梨, 云梦喊了一声, 他气得眼眶发红, 你怎么那么没出现? 我不用你管。 宋梨几乎崩溃地喊出了生陆金川没见过这样的宋梨, 似乎一句话就能触碰到他敏锐的神经, 情绪被压抑着, 累积在心口上,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一旦开闸, 只怕会天崩地裂, 陆金川不敢反对, 只低声说, 好, 我答应你, 我给求生发的短信, 打电话, 就在这儿打, 陆金川无奈摸出手机, 给求生打电话, 回来, 信别追了, 说完, 就挂了, 宋梨重新把身体靠在了陆金川的怀里, 绿城相泄到了, 陆金川抱着宋梨下了车, 云梦和于晴是最后一个下来的, 他没进去别墅, 就站在不远处, 于晴敲了敲他的肩膀, 俯身侧头看他, 只看见了俏丽脸淡上的眼泪, 于晴瞬间手忙脚乱, 哭什么, 他满心不渝, 大不了下次我不帮林伯, 林烨说话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们回锦上蓝线, 阿晴, 云梦忽然开口, 嗯, 这还是云梦第一次这样喊他, 该说不说还挺好听的, 压着上翘唇脚的欲望, 于晴看向云梦, 后者说, 帮我个忙, 什么, 帮我抓到云站, 把他交给送送, 于晴瞳孔震了震, 你疯了, 他第一次觉得恐慌, 当初云梦是为了云站才留在他身边的, 如果云站受到法律的制裁, 云梦还会留下吗, 他下意识地拒绝, 不行, 想想你妈妈, 是, 我妈可能受不了这个打击, 可是他恨死了当年那个拐走云站的人贩子, 云梦咬牙切齿, 云站比当年那个人贩子更过分, 他剥夺了一个生命, 你知不知道把云站给送离是什么意思, 于晴反问, 阿川会让他死, 陆金川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云站, 甚至几次都下了令, 让人下死手, 生死不论定, 云梦忽然沉默了起来, 可是, 楚越当初就是看重这一点, 没有云站这个关键的证人, 陆老爷子还能压着, 因为他虽然买凶杀人, 但是没出人命, 只要开庭把云站带到, 就算是陆老爷子也拦不住楚越判刑, 支离破碎的家庭, 就算是被重新联合在一起, 就不会有缝隙了吗, 即便是这样, 我也要你帮我找回云站, 第208章, 事先没说, 陆金川一路把送离抱到了床上, 他缩在被窝里, 对陆金川低声说,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怎么, 我已经让你讨厌到, 不想和我待在一个空间了吗, 宋黎沉默, 他没有回答, 陆金川又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犹豫再三, 转身出了卧室, 宋黎手机响了, 他摸出来看了两眼, 是几页行, 他接通, 男人低沉的嗓音透过无线电波传了过来, 陆太太, 我需要你给我太太捐赠骨髓, 这个电话, 来得真是凑巧, 宋黎哼笑一声, 他犹豫的时候, 老天爷已经给了他选择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几页行很好说话, 林叶手里有我不堪的照片, 我希望季先生能两天, 只能帮我彻底清除, 涌出后患, 季夜行硬下, 他在凌晨一支独秀, 靠实力崛起, 手下能人一是自然不守, 销毁的照片而已, 对他来说, 非常简单, 陆太太什么时候有空, 我派人去接你, 宋黎透过窗户看向窗外, 绿城箱线的保镖层层叠叠, 要出去, 肯定会有人跟着的, 今天晚上, 你派车到市中心商场大门口, 陆金川在车上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求神打了很多个电话, 眼影犯了, 陆金川点了一根, 给求神拨了过去, 陆总, 林叶抓到了, 车上那个电话, 陆金川是拨给另外一个, 和仇神声音比较像的人, 把宋黎暂时糊弄了过去, 陆金川眼睫咪了咪, 诞声说, 警告一下林总, 敢耍任何小把戏, 我就踏碎林家, 为我的太太讨回公道, 好的先生, 我把林总带到哪里, 绿城香蟹的酒窖里, 好好招, 带, 求神回来得快, 他前脚把人带到酒窖, 陆金川后脚就到了, 林叶被仇神困得结结实实, 嘴里还塞了东西, 陆金川伸手, 把他嘴巴里的东西拽了下来, 慢条丝里在他身边蹲下, 阿川, 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叶的口吻里都是不悦, 林伯伯,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林叶装傻, 什么为什么, 陆金川百思不得其解, 阿里也算是你的女儿, 即便是不爱她, 为什么你要毁掉她, 几八寒对阿里动手的事情,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说, 这本来就是你刺激他对阿里动手的, 还有, 你手里有阿里什么把柄, 能让他求我, 让这样的委屈不了了之, 林叶闭上了嘴, 这大概就是林家没落的原因, 陆金川太敏锐了, 这么快就猜到了他手里有宋黎的把柄, 他能做的, 除却什么都不说, 再无其他, 他的不配合, 让陆金川忽然笑了起来, 你可以不说, 但是把把柄藏好了, 一旦他威胁到阿里, 你们林家说就没了, 阿川, 你和珊珊从小一起长大, 你真的舍得, 那要看林伯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舍不舍得, 陆金川压青色的眼睫下方不满音域, 如果林伯父都舍得, 那我有什么不舍得的, 不是吗, 陆金川帮林叶整理了一下领子, 你考虑清楚, 陆金川说完, 起身离开了地窖, 出来的时候, 不忘吩咐仇身, 关他三天, 别给他吃的, 把他雇佣的那个人弄过来, 买了自己的衣服, 正准备出门, 去哪儿, 他勾住女人的腰线, 他身形纤细, 几乎摸不到一点肉, 陆金川狠狠皱眉, 精心养了一年多, 刚有起色, 又受到了刚到凌晨的样子, 我想出去走走, 我陪你, 陆金川低声说, 不用, 我要去买点女性用品, 让明哥陪我去, 宋黎顿了顿又说, 我们再带一个保镖, 陆金川直觉哪里不对, 不肯让步, 你买东西, 我可以在外面等你, 阿川, 我现在, 看见男人就恶心, 你能不能让我和女人待一会儿, 这个理由, 陆金川根本拒绝不了, 他停顿了好久, 低声说, 我让球遣过来, 给你和明哥开车, 宋黎可有可恶点了点头, 球遣和明哥很快就到了, 明哥坐在前面, 球遣开车, 宋黎一个人在宽阔的后座上待着, 去中心商场, 球遣去停车, 明哥紧跟着宋黎, 低声说, 太太, 我们等等前见, 宋黎似乎没听到, 镜子往商场内走, 明哥没办法只能跟上, 宋黎拐到了一家那一店, 边挑剑边说, 去给我买一杯冰美式, 太太, 您不是很少喝咖啡的吗, 宋黎低垂着眼睫, 让你买就买, 别那么多废话, 明哥小跑着出去, 宋黎紧跟着也走了出去, 走大门可能会和球遣撞上, 宋黎从侧门绕了一下, 刚到大门口, 就看见了几页行发给他的车牌号, 他走到车边, 有人下车给他打开了车门, 为了接他, 吉夜行还派了一辆豪车, 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花园, 他到的时候, 吉夜行站在旋转楼梯上, 白皙的手指尖捏着一杯红酒, 苍镜的手背上隐约可见清白的血管, 像极了暗夜里的优雅伯爵, 陆太太, 别来无恙, 我要的东西呢? 宋黎低声问, 正在查, 吉夜行诞生开口, 我不会违约, 希望陆太太可以先为画画捐赠骨髓, 主要是宋黎还不知道, 陆金川已经开始找他了, 很有可能找到他, 宋黎点头, 吉夜行松了一口气, 同时说, 提前告诉一下陆太太, 画画身体虚弱, 不能被药物刺激, 抽取骨髓, 可能不能给陆太太打麻药, 还有, 医生说怕他承受不住别人的骨髓, 建议分次捐赠, 一次少捐一点, 宋黎整个人猛住, 他几乎下意识地想转身离开, 可是脚却像是被钉在地上, 抽骨髓很痛, 可吉夜行说连麻药都不给, 你事先没说, 如果陆太太的骨髓画画融合得很好, 促进血液循环再生, 可能一次就够了, 吉夜行在凌晨怎么也算得上是顶天立地的人物, 可说到这里到底是低下了头, 预调里还有人不难察觉的祈求, 他人已经在这里了, 如果他非要他给苏化捐赠骨髓, 完全可以扣着他上去, 可是吉夜行没有, 他在征求他的意见, 而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第209章, 他太痛了, 吉先生, 可庆幸你不是让我给吉太太捐赠心脏, 他唇角上扬, 低声说, 在哪里抽? 四卧, 这次抽骨髓比伤害还要痛, 抽完出来, 宋黎整个人脸色惨白, 身上出了一层冷汗, 整个人宛如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宋黎闭合着眼睛听到几夜行的声音, 陆太太, 很抱歉, 我没能拿到照片, 宋黎豁然睁开眼睛, 他太疼了, 漂亮的眼睛里蓄满了生理眼水, 你说什么? 几夜行诞声说, 我去晚了一步, 陆金川的人已经把所有的照片全部取走了, 陆金川, 宋黎迷南, 他身体小幅度地颤抖, 画园的别墅大门响了响, 宋黎下意识地看过去, 陆金川自己走了进来, 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阔步走到了宋黎面前, 阿脸, 你怎么在季先生家里? 宋黎哑然, 他脸色白得像鬼, 陆金川伸出手, 想摸一下都不敢, 生怕他下一秒化成泡沫彻底消失, 阿川, 几夜行诞声说, 我请陆太太帮了个忙, 陆金川觉得好笑, 什么忙要大费周章从绿城香蟹跑出来, 甩开明哥和球遣一个到这里, 什么忙要让他脸色惨白, 看着他时眼神都无法聚焦, 陆金川一点都不想知道, 他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暴虐因子, 他一再沉默, 压下怒意, 把手放在宋黎面前, 我可以休息一下再走吗? 宋黎抬头, 湿漉漉的眼睛盯着陆金川, 骨子里的乌珠冒了出来, 如果照片已经被陆金川找到了, 那么, 他肯定也看到了吧,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过不在意, 可是怎么可能不在意, 如果陆金川被一个女人又轻又摸, 还拍下了淫灰的照片, 然后陆金川再来告诉他, 他和这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 那他是不会信的, 宋黎也知道陆金川生气, 他该马上站起来和陆金川离开, 可是陆金川不知道他有多痛, 痛得眼睛快要睁不开, 人快要睡死过去了, 一阵天旋地转, 宋黎整个人落入到陆金川的怀抱里, 他抱着他大步离开, 走到别墅大门口, 回头看向几夜行, 季先生, 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陆太太, 更不希望季先生的人带陆太太来还原, 陆金川甚至没等几夜行回答, 大步迈了出去, 他走得很急, 把他往车厢里面放的时候, 带了几分怒意, 宋黎砸得头晕眼花, 眼底冒出了泪花, 车子没有, 陆金川也没上来, 隔着一扇敞开的车门, 他居高临下看着宋黎, 目光深长里, 划过一抹哀伤, 宋黎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阿脸, 你告诉我, 你来这里干什么? 宋黎怕他生气, 尤其是有照片在他手里, 那种恐惧感被放大, 他问了他就低声回答给几太太捐赠骨髓, 俗话, 宋黎小幅度点头, 那个冰秧子, 一年前就该死了, 全靠几夜行调着命, 陆金川审笑一声, 他能承受住什么? 身体像是纸糊的, 一点伤害就会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不知道想到什么, 陆金川胸口一阵质闷, 他猛地看向宋黎, 抽取骨髓时, 几夜行没给你用麻药, 不是问话, 而是平淡的叙述, 带着几分肯定, 陆金川一瞬间只觉得心脏麻木了一样, 他舌身回去, 每走一步都含着雷霆万钧的力气, 阿川, 宋黎颤抖着声音喊了一声, 他似乎没听到, 回到化园主别墅的时候, 几夜行刚踏上旋转楼梯, 正亮的皮鞋踩在透明的梯子上, 他回眸看来的样子宛如中世纪的国王, 陆金川一把把人拽下来, 不由分说, 一拳砸在几夜行的右脸上, 死,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没有还手, 陆金川满目都是愤怒, 几夜行, 你怎么敢这么糟蹋他, 几夜行笑了, 阿川, 你在我这里装什么情商, 几夜行忽然开口, 我给过他离开的机会, 可是他求我帮他拿到照片, 所以有求必应, 明明是在你那里受的委屈, 你来我这里教区, 可不可笑, 几夜行每个字都受的残忍, 像一把刀子, 把陆金川的心脏捅得血淋淋的, 一年多之前, 你力排众一曲他, 就是为了给他委屈受吗, 你是不是觉得他从小被抛弃, 被养父母虐待还不够惨, 几八寒曾经求到过他头上, 他不想见到林涅的私生女, 对付一个女人太简单了, 他调查了一下, 第一次下不去手, 宋离第一次踏入林城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过他, 当初如果陆金川没有捡走他, 那么救下他的人是他, 同样是太太, 我的画画躺在床上, 意识不清, 你非要等到宋离和画画一样, 无法自理的时候, 再去心疼, 多晚, 他每天只差烧香拜佛, 祈求上天垂帘俗话没事了, 陆金川眼睫垂了下来, 腰上一沉, 独属于宋离的浅淡香气覆盖了过来, 他抱得很紧, 我困了, 宋离的声音染上了几分哽咽, 陆金川扫了几页行一眼, 转身抱上宋离, 上车离开, 回到家里, 明哥准备了部落分缓式胶囊, 给宋离喂了一颗, 这个要见肖曼痛感没了的时候, 宋离甚至不知道是要见肖了, 还是他已经不痛了, 他缩在卧室里, 根本就不想出去, 陆金川却推门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宋离身体抖了抖, 陆金川递过来, 这种东西, 本来不想给你的, 让你困扰的, 林业他威胁你了是吗? 宋离直觉陆金川在生气, 没有接话, 他伸手接过来, 连翻开的勇气都没有, 阿川, 你可以准备离婚协议书, 和财产转让书, 我不要陆氏, 不要你的不动产, 我们离婚, 我会离开凌晨, 那种近乎无助的疲惫, 瞬间涌了上来, 陆金川气到极致, 忽然冷笑, 你要去哪? 宋离, 我就问你一句, 你口口声声让我给你准备时间, 是不是你从来就没打算准备好过? 第210章, 不好意思, 你想离开, 早就开始想了, 也从来没信任过我, 宋离别过头, 陆金川捏住他的下巴, 你就算是不想求我, 也不用去求纪业行, 沈青慈, 南怀, 甚至是顾怀生都比纪业行仁慈, 你非要这么糟蹋自己, 折磨自己来达到目的吗? 宋离眼圈瞬间红了, 我没办法, 他忽然喊出了声音, 陆金川, 他们又不欠我什么, 我凭什么求他们, 说好陪我一辈子的人, 都能把我丢在会场里, 亲生父亲, 都能把我推给别的男人, 幼年时的玩伴, 一个头也不回地离开, 一个为了刚找到的哥哥, 和我反目, 我什么都没有, 别人凭什么帮我, 你让我相信你, 阿川, 宋离红着眼眶看着他, 忽然笑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他举着文件夹, 你真的不介意吗? 很难不介意吧, 陆金川猛地沉默, 宋离别开头, 他何必问出来一件, 早就已经知道答案的事情, 他猛地站了起来, 一把推开陆金川, 大步往外跑, 跑了半步没能跑出去, 手腕被男人拽住, 狠狠地拖到了怀里, 阿丽, 现在不是我介不介意, 是你太介意了, 把这些东西都销毁掉, 我们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林业的嘴我会管好, 因为去捐赠骨髓, 外面天空已经开始蒙蒙亮, 主卧室的门被敲响, 明哥的声音在外面响了起来, 先生太太, 林小姐来了, 想见见先生, 林小姐, 凌晨有几个能自由出入绿城香榭的林小姐, 宋离冷吃一声, 陆金川的声音落入到了宋离的耳朵里, 让珊珊在楼下等着, 我待会儿会下去, 是, 陆金川推开一点宋离, 看着他说, 换件衣服, 陪我去见珊珊, 我不去, 你现在是绿城香榭的主人, 有客人来了, 不见于理不合, 宋离满身抗拒, 陆金川却步步紧逼, 要么自己换衣服, 要么我给你换, 陆太太, 你自己选, 宋离气恼地抡起拳头, 狠狠地砸了他一下, 只不过, 他没有多大力气, 陆金川不痛不痒, 行, 我换, 陆金川文言, 转身在主卧室外等着, 大概两分钟, 宋离拉开房间门走了出来, 他瞳孔震了震, 看向宋离, 他换了一件真丝睡衣, 还是改良版, 一条修身的裙子, 侧边开插到大腿根部, 每走一步雪白的大腿, 就会暴露出来, 白花花的格外的谎眼, 这就是你换的衣服, 宋离横了他一眼, 掀他一步下了楼, 灵珊不是一个人来的, 有孙茜陪着他, 后者妆容精致, 稍微有些浓, 显然是蹦迪蹦一般, 被灵珊喊了过来, 两人听到脚步声都看了过来, 对上宋离, 呼吸同时一致, 谁都没有想到, 宋离会穿着睡衣下楼, 尤其是孙茜, 他可是收到了消息, 说宋离刚刚从几夜行那里回来, 陆金川就跟在他身后, 灵珊豁然站起, 阿川, 我爸爸不见了, 他看了一眼宋离, 虽然隐晦, 但是还是能让人看出来, 我妈和我都很担心, 我们找了他一夜,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灵珊渲然欲气, 珊珊哭得眼睛都肿了, 而且林伯父也没有接电话, 林伯母说了,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陆金川抽回了手, 在沙发上坐下, 明哥端了茶水过来, 先放在了林山面前, 恰好挡住了他再度伸过来的手, 陆金川纯扮张合, 珊珊, 陆家现在掌权的人是阿里, 陆氏名下所有的企业, 我全部都转移到了阿里名下, 空气瞬间寂静了起来, 阿川, 你说, 什么, 林山无法消化这个消息, 即便是他再怎么爱他时, 也没有想过分他一点陆氏的股份, 宋离才来凌晨多久, 陆金川就把整个凌晨拱手让人, 陆总, 你别开玩笑了, 孙倩低声说, 没开玩笑, 你如果要见人的话, 要跟阿里见, 当然, 如果你要找林业, 那就不用麻烦了, 人在我手里, 陆金川口吻冷沉, 他和宋离挨着坐在一起, 女人像是没骨头一样, 靠在他的身上, 他并不享受, 换句话说, 他现在对在宋离心里的位置, 很不确定, 他平素格外排斥他, 但是在林山面前, 他又总是表现得格外亲密, 阿川, 我爸爸做了什么, 你这样把人扣过来, 怕不是一个晚辈该做的事情, 陆金川眸光浅淡, 他语调漫不经心, 又拥了, 这不是林先生并未把我当成晚辈吗, 这样的长辈, 有必要尊重, 林山不想扯那么多, 我要见我爸爸, 不行, 陆金川想也不想的就拒绝, 林山眼圈瞬间就红了, 孙倩赶忙开口, 陆总, 苏医生说了不要让珊珊动气, 他的心脏负荷不了太大的打击, 就算是您不同意珊珊见林伯父, 至少该给珊珊一个原因吧, 孙倩舔了一下唇角, 这些年, 林伯父在凌晨口碑一向很好, 是知名的慈善家, 怎么陆太太当拿到陆家的掌家权, 林伯父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陆太太, 陆家门庭很高, 即便林伯父这些年是有些对不住你, 但是太小气可配不上陆家的格局, 宋黎唇角翘了, 似乎听到了很好笑的话, 没办法, 阿川就喜欢小家子气的, 林小姐和孙小姐格局高, 可是阿川就只要我, 不好意思, 孙倩瞬间耿住, 陆金川是林伯心肩至爱, 他下意识地去看林伯, 正好看见女孩骤然苍白下来的脸色, 孙倩瞬间沉默了起来, 宋黎却像是看不见同父异母的姐姐的痛苦, 低声说, 林小姐心脏不舒服, 苏医生的叮嘱不让她受气, 这些话我都听腻了, 孙小姐能不能说点其他能说服我的借口, 这些年我没吃过林家一厘米, 没花过林家一分钱, 阿川怎么心疼林小姐我不管, 但是我却是不会心疼的, 心脏病犯了, 道德绑架没用, 我把她送到医院是勤奋, 不送死了也和我无关, 明白吗, 孙小姐, 第二11章, 我和阿晴, 你, 孙倩气的脸色发白, 宋黎冷笑, 你什么脸,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孙小姐的意思是我故意找茬把林业关起来的吧, 实在不行, 你们可以报警啊, 宋黎没什么谈下去的欲望, 林山已经找上了门, 代表着就算是她不知道林业到底做了什么, 肯定也知道林业对不起她, 凭什么她要受这个委屈, 宋黎上了楼, 陆金川盯着她的背影, 心脏沉了沉, 珊珊, 该说的我都说了, 如果没事, 我和宋黎要睡一会儿了, 陆金川走了两步, 林山就追了两步, 她攥住陆金川的手臂, 酷似宋黎的眼睛里, 禽着两分眼泪, 阿川, 我只是想见见我爸爸, 林山哽咽着,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口吻里满满的都是祈求, 陆金川底唇忽然笑了, 你是不是觉得林业没有错? 什么? 林山一瞬间茫然, 珊珊, 我又不是傻子, 陆金川掰开她的手, 林山根本不敢松, 她有种预感, 如果真的被陆金川掰开, 那么他们之间就是彻底完蛋了, 林伯父日常应酬, 晚上不回去的次数挺多吧, 以前没见你哭着过来, 让我帮你找人过, 陆金川脑海里忽然都是送离的哭声, 林丞林家的房产至少有实处, 究竟睡一下也不是不可能, 这么着急的直奔绿城相谢, 除非是林业提前跟你说了什么, 林山眼圈泛红, 是, 陆金川说的不假, 林业提前打了电话, 说他惹宋离生气, 甚至惹怒了陆金川, 如果他快到天亮还不回来, 需要他的帮助阿川, 我爸爸能对宋离做什么, 宋离怎么说也是他的女儿, 你能不能不要小题大做, 林山哭得那么委屈, 我们一起长大, 二十多年的勤奋, 就算是你不肯放人, 让我见见, 我爸爸也不行吗, 陆金川忽如其来的烦躁, 小题大做是什么意思, 林山骤然被问住, 陆金川曾经拿下过 哥伦比亚大学双博士学位, 怎么可能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 长了二十多年, 你能不能弄清楚事情经过, 再来指责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要我把林业送到监狱里, 让警察告诉你, 不能探视, 才不算是小题大做, 才算是有情有义, 嗯, 宋离在床上辗转反侧, 始终睡不着, 拿着一个高脚杯, 坐在卧室小阳台的单人沙发上发呆, 鲜红的液体, 透明的杯子, 和他白皙的指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宋离似乎没看到他来了, 陆金川大步走过来, 撵过他的杯子, 把液体倒进了自己的口中, 有胃病就不要喝酒, 陆金川口吻浅淡, 怎么还不睡, 等我, 宋离忽然开口, 阿川, 你打算怎么处理林业, 你想让我怎么处理, 陆金川把皮球踢了回来, 宋离低了低眼瞼, 片刻鲜眸看向他, 唇角扯出一抹浅笑, 我都听你的, 我相信你, 他站了起来, 赤脚踩在地毯上, 伸手握住了陆金川的手臂, 睡觉吧, 我困了, 宋离一直觉得, 陆金川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可是软多了, 男人会觉得一个女人没有脾性, 软弱得多了, 就是犯贱, 活该没人在乎, 宋离再次上访谈节目的时候, 在直播酒店的包厢里, 看见了林业, 男人完好无损地坐在酒桌上, 和对面西装革履的商人谈笑风声, 他脚步顿住, 明哥有些诧异, 太太, 再不过去, 我们就晚了, 宋离穿着高跟鞋, 近十公分的细跟往前踏了一步, 他唇盼勾了勾, 走吧, 节目拍完,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递过来一个名片, 低声说, 宋小姐, 我关注您好久了, 可不可以代言我们家的洗发水, 宋离看了一眼名片, 对方叫张叶, 是一个洗发水公司陆安区的公关经理, 宋离沉吟一声, 说, 张经理可以给我一个试用品吗? 我考虑一下, 当然可以, 张叶给宋离拿了一瓶洗发水, 一瓶发膜, 站在一边跟宋离讲功效, 他吹得神乎奇迹, 既能去泻, 又能防脱, 还能生发, 宋离眼皮一跳, 陆金川是个精致的男人, 洗发水是定制, 一瓶差不多近五位数, 也不见人家说自己的洗发水这么厉害, 可手里这瓶, 差不多一百多块, 可能功效这么多吗? 宋离本能的觉得不靠谱, 可是他记得云梦说过, 就算是合作不了, 在这个圈子里, 也不要轻易得罪一个人, 娱乐圈从来卧虎藏龙, 你得罪的, 从来不清楚, 他是神是鬼, 而且, 阎望好见, 小鬼难缠, 那我回去试试, 过两天再给张经理回复, 张叶连连点头说好, 出了酒店, 明哥就把洗发水拿了下来, 太太, 这种测评我来做就行, 你的头发又黑又亮, 可全靠先生定制的洗发水养护的, 带回去给阿川, 让他找人, 先帮我鉴定一下成分, 明哥听了, 带回去给了陆金川, 男人正在签文件, 桌面上落了一堆, 先放下, 我待会儿让圣兰过来拿, 文件签到一半, 沈青瓷的电话打了进来, 夜色迷离, 来不来, 都谁, 你不想见的一个没有, 我和阿晴, 陆金川刚想拒绝, 沈青瓷看了一眼万间精致的手表, 低声说, 阿川, 这个点老婆该睡了吧, 哄睡觉都不用你, 只是喝两杯都不敢, 一个小时到, 他淡淡说完, 掐灭了电话, 快速把手里的文件签完, 陆金川拎着外套出了别墅, 车子引擎发动的声音, 吵到了宋黎, 自从陆金川递交过离婚协议之后, 他的睡眠质量越来越不好了, 他每天都过得风声鹤唳, 宋黎走到窗边, 看着男人开着车子绝尘而去, 拿出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对方接得快, 阿里, 桃子, 帮我个忙, 第212章, 你自己选, 凌晨下了雨, 这种天气下雨, 冷得要命, 比冬天化雪还要冷上几分, 陆金川到了包厢, 推开门就看见了里面的几个人, 沈青慈, 于晴, 还有林山和孙茜, 一时间, 陆金川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还是于晴先发现了他, 阿川, 愣着干什么, 进来啊, 陆金川在沈青慈身侧坐下, 于晴身边还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室内包厢温度高, 她穿得也少, 胸前倒是没露多少, 但是要露不露才最撩人, 陈雾呢, 陆金川接过沈青慈递过来的酒, 后者低声说, 有一台手术要做, 嗯, 沈青慈也觉得尴尬, 毕竟陆金川和林山是有过一段的, 他们之间的感情曾经受到全林成人关注, 青梅竹马, 豪门世家, 怎么看都是一段佳话, 偏偏走得不远, 而且陆金川娶的陆太太和林山极为相似, 刚到的, 服务灵检修用不了, 阿晴去喊适应声叫酒时碰见的, 都是朋友, 别说于晴拒绝不了, 怕是沈青慈也不好说, 不让他们来这种话, 陆金川没接话, 看着于晴口吻戏谑, 怎么, 有些人鼻子不灵了, 背着他也赶出来沾花惹草, 于晴眼底泄露出来几分风情, 他长得比一个女人还要漂亮, 也不顾忌女人还在场, 语气桀骜, 洗澡都不会吗, 阿川, 陆金川吃笑, 于晴摸出来一副牌, 低声说, 玩两把, 陆金川可有可无, 包厢里有林山, 他没心思久呆, 只考虑怎么脱身又闹得不会很难看时, 林山忽然起身, 说要去卫生间, 室内检修, 卫生间也暂时封闭了, 林山去了外面, 牌打了三四局, 林山还没回来, 孙倩坐立不安, 去卫生间寻人, 找了一圈都没人, 边回包厢边给林山打电话, 刚推开包厢门, 对方就接通了, 于晴见他一个人回来, 低声问, 珊珊呢, 电话也响了, 是个男人的声音, 像是在回答于晴的问话, 单声说, 林山在我手里, 让陆金川一个人, 到夜色迷离的天台上来, 不然, 明天的头条, 可能就是一线名模, 不堪受辱跳楼自杀的消息, 说完, 男人就挂了电话, 里面一阵盲音, 孙倩下意识地看向陆金川, 陆总, 陆金川慢条思理喝了一口酒, 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陆金川点开, 是一张照片, 林山被捆着, 掉在了夜色迷离的顶楼, 外面下着雨, 雨水顺着他的眼睫下坠, 隔着雨幕都能看出来林山的无措, 陆金川放下酒杯, 阔步往外, 沈青慈和于晴追了追, 被孙倩拦了下来, 你们想干嘛, 那人说了, 让陆总自己上去, 你们过去, 万一他真把珊珊丢下去怎么办, 于晴眯眯着眼睫, 倩倩, 那万一他们人多势众, 把阿川和珊珊一网打尽怎么办, 你就那么相信, 阿川能救下来珊珊, 于晴带来的女人也拉住了孙倩, 倩姐姐, 男人的事情让男人办就好了, 我们也帮不上忙, 孙倩一把把人甩开, 他最讨厌这种为了钱可以放下全部的女人了, 别碰我, 于晴多看了孙倩一眼, 沈青慈已经出了包厢, 我让保镖过来了, 珊珊如果不下来, 今天谁都出不去, 上天台要走一层楼梯, 陆金川上楼的时候, 一个男人连滚带爬地从上面下来, 陆金川和他擦肩而过时, 被他拽住, 兄弟, 你干什么, 妈的, 上面那男的手里面有刀, 你别想不开, 陆金川没什么表情, 阴色迷迷, 去叫人, 好, 好的, 他搭不上去, 外面雨已经下得很大了, 放眼望去, 天台上一个人都没有, 陆金川下意识地要去追刚才错身过去的那个男人, 忽然看见了一片鹅黄色的布料, 被风撩了起来, 珊珊, 灵珊哭泣的声音响了起来, 阿川救我, 陆金川大步上前, 他被绑在了天台的柱子上, 尼龙绳很长, 把灵珊吊在上面, 风一刮摇摇欲坠陆金川把他拉上来, 刚准备去追人时, 灵珊忽然捧住了陆金川的脸, 仰头稳了上来, 他下意识地偏头, 灵珊的稳落在了他的下汗上, 灵珊整个人都在抖, 阿川, 你还爱我对吗? 一阵白光闪过, 陆金川朝光源看过去, 什么人都没有, 灵珊吓坏了, 死死地抱住陆金川的驳梗, 没办法, 陆金川只能把人抱下去, 于晴和沈青慈刚好上来, 陆金川就竟把灵珊丢给了于晴, 我去追人, 什么人? 于晴刚问出口, 就没心一跳, 刚下去那个耸祸是绑架杉杉杉的人, 陆金川点了一下头, 刚走两步, 被沈青慈叫住, 阿川, 人这会儿已经走远了, 你追也追不上, 楼下正门后门都有保镖, 他跑不掉, 还是先换身衣服吧, 夜色迷离里面的有余情的包厢, 衣柜里有没拆标签的西服, 陆金川随手拿了一套, 刚换上就接到了盛兰的电话, 陆总, 您和林小姐上热搜了, 陆金川走后, 送礼也一直没睡着, 他找了个平板, 趴在床上刷具, 因为连着网, 微博自然也在挂着, 推送最新新闻的时候, 他刚好看到剧的高潮, 泪意横生时, 看见了陆金川的名字, 手指一动, 就进了那个页面, 雨下那么大, 依旧没有影响到男人一半的俊美, 他站在夜色迷离的天台上, 把林山拉了上来, 女人猛地抱住陆金川, 随即捧着他的脸吻了上去, 视频到此为止, 差不多二十多秒, 封面就是两个人亲吻在一起画面, 宋黎的眼泪砸了下来, 面无表情地把页面切换到剧里, 古装剧总是那么的好哭, 编剧和导演赚的都是追剧人的眼泪, 把这一集看完, 宋黎才从床上爬起来, 拉开衣柜, 选了一件纯羊绒的小毛衫, 一件烟筒裤套上, 穿上外套就出了大门, 他的动静不大, 但是在上次遇到危险之后, 白天明哥守着他, 晚上求生守着他, 还没走到车库, 求生就拦下宋黎, 太太, 您去哪儿? 绿城箱卸助腻了, 去外面住几天, 求生拿出手机, 去哪里? 我要跟先生说一下, 宋黎素质微动, 抢过求生的手机, 他微微抬着头, 精致地下汗线条完美, 求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 现在发你工资的人是我吧, 要么好好开你的车, 不该说的一个字不说, 要么结算三个月工资, 滚得远远的, 你自己选一个, 第213章, 歌颂爱情, 思索片刻, 求生实相地拉开了车门, 宋黎上了车, 先去中心商场买了生活用品, 然后让求生送他去锦上蓝线, 云梦一个人在, 听说是陆太太来了, 家里的佣人百般照顾, 又是鲜榨成枝, 又是准备小甜品, 甜品造型很漂亮, 像是一只漂亮的白天鹅, 卧在上面, 云梦开始显怀了, 他穿了一件丝绒睡衣, 小腹微微凸起, 他刚下楼, 看见宋黎像是做梦, 云梦下意识地转身, 手臂不自觉地遮住了肚子, 宋黎眼圈微热, 但是时隔那么久, 他早就已经没他想象的那么难过了, 怎么, 不欢迎我, 云梦看见了热搜, 气得心肝肺宛如火了一样, 正睡不着, 他也不藏了, 下楼在他身侧坐了下来, 陆金川怎么又和林山那个贱人, 搅和在了一起, 几个月了, 宋黎低声问, 快三个月了, 云梦敷衍地开口, 当初你说的是对的, 靠近男人真他妈会变得不幸, 三个月了, 你能不能不要抱粗口, 回头孩子有样学样, 你到哪里哭, 云梦要是还察觉不到宋黎在转移话题的话, 就枉费自己在娱乐圈里混了那么久, 他揉了揉肚子, 眼睫下方一片阴郁, 不骂人就是好货吗, 于晴从来不骂人, 可是他也从来不办人事, 你怎么打算的, 宋黎真的没想到, 自己和云梦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坐在这里说话, 如果没有失去的那个孩子, 他们依旧是最好的朋友, 云梦沉默了下来, 宋黎低声说, 你看见热搜了吧, 云梦有很强的职业病, 几乎是时刻关注着热搜, 那个视频断断续续的, 路径穿到楼下, 还有人偷拍, 他把灵山塞给于晴时, 他身侧赫然有一个美女贴着, 姿势暧昧, 显然关系不一般, 于晴身边不是你一个人, 再待下去, 没有好结果, 云梦侧头看向宋黎, 他没化妆, 薄涂了一个温柔的口红, 慈白漂亮的脸上, 唯一的不完美就是眼瞼下方的清黑, 宋黎显然是没有休息好, 不会的, 等于晴找到云站, 他就没有留在他身边的必要了, 宋宋, 我还以为我过得不好, 你才会开心, 云梦眼睛有些酸, 他浅笑一下, 抬着头看向他, 怎么,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给我这些忠告吗? 我不会感谢你的, 云梦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宋黎点到极致, 起身要走, 你去哪儿? 云梦追出门, 我回绿城乡县, 别出来了, 掀起了他的衣脚, 宋黎, 云梦忽然的喊了一声,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该清醒的人是你, 至少他从来不会沉迷在于晴的温柔里, 也从不觉得自己不一样, 会让于晴浪腐回头, 而且, 前提还是, 于晴心底没有一个挚爱的人, 云梦知道临山的存在后, 就每每后怕, 宋黎和陆金川总共才认识两年, 两年, 什么时候能战胜二十年? 宋黎没回头, 俯身上了车, 俯身把车门合上, 驱车离开宋黎坐在后车厢的小吧台上面, 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咖啡, 在井上蓝鞋的客厅里, 他的手机就一直在响, 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陌生的号码发过来的, 看见了吗? 每当珊珊出世, 他总是第一个出现, 你说他喜欢不入流的, 你确实挺不入流的, 挺有自知之明, 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感情, 真要追溯, 小三也是你, 但凡有些道德, 你当初知道, 珊珊和陆总的关系, 就该离婚, 凌晨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宋黎一直没回消息, 孙倩却早就按捺不住, 拨了一个电话过来, 宋黎接了, 为什么不回短信, 宋黎, 你怕了, 宋黎挑唇, 低声说, 我怕什么, 你怕陆总心里的人是珊珊, 你早晚下堂, 孙倩极为笃定, 宋黎忽然笑了, 他笑出了声音, 半嗓都停不下来, 孙倩一度以为宋黎要疯了, 他满心不悦, 你笑什么, 我笑孙小姐天真的, 宋黎言简半合, 陆总现在在我的手里, 就算是我和陆金川有一个人下堂, 那也不是我, 这场戏对我而言, 挺好看的, 不过这些东西都不够猛, 有没有更劲爆的, 宋黎一一细数, 床照, 或者一起住酒店一夜实锤正举, 孙小姐, 你这点料, 我们离婚都不够陆金川近身出户的, 就这, 你还想刺激我, 孙倩眼皮突突直跳, 他一瞬间清醒了过来, 甚至是汗毛倒树, 对, 他忽略了最可怕的一个点, 入室虽然还是入室, 但是最后有决策权的人, 现在是宋黎, 想比较起来, 这些小打小闹, 他精心策划的决炼, 在宋黎的眼里, 根本没得看, 孙倩刚想挂电话, 宋黎一句话定住了他, 你策划的这件事情, 林珊也知道吧, 你什么意思, 一个先天性心脏病, 被吊在那么高的地方, 没吓到心脏病发, 救下来之后就现吻, 宋黎大开眼见, 这就是林承的名媛吗? 宋黎, 孙倩呵斥一声, 如果没有你, 珊珊才是陆太太, 你不如说, 如果没有我, 你才是陆太太, 孙倩脑海里, 那个名为理智的嫌, 险些崩坏掉, 林珊有病, 但凡是一流家族, 都不会让林珊进门, 生孩子, 宛如进鬼门关, 这种情况, 谁都停不住, 相比较起来, 孙倩又漂亮还有实力, 家可以顾好, 值一点, 陆金川不爱她, 孙倩眼圈红得厉害, 所有怒斥的话 梗在喉咙里几乎破扎而出, 孙小姐只是想输给第一名媛, 不愿意输给我一个 乡下来的村姑罢了, 承认一下, 根本就不丢人, 孙倩机遇崩溃, 宋黎, 你有什么被害妄想症, 你是不是觉得 全世界的人都觊觎你的老公? 不觊觎最好, 那就当我刚才的话没说, 不过, 阿川现在基本上 是在给我打白宫, 帮我问清楚林小姐, 糟糠之妻的陆金川这个人, 我等着歌颂林小姐和阿川的爱情。 第214章 大事化小 宋黎挂了孙倩的电话, 随便找了一处房产, 关了手机一觉, 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外面有饭菜的清香, 宋黎没想那么多, 愁身在, 他肯定不会让她饿着。 宋黎看了一下热搜, 上面挂着两个明星的花边新闻, 还有一个顶流自暴恋情, 林山和陆金川的热搜 已经下滑出了热搜榜, 这是陆金川的解决方案。 宋黎看得明白, 只有真的有什么, 否则永远不用预盖弥彰。 宋黎收了手机, 出了卧室门, 针对上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的男人。 他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 袖口挽起, 露出来一截结实的小臂。 陆金川刚洗过手, 水珠从骨节分明的手指上滑落下来, 无端的性感。 宋黎侧头, 看向求生, 男人低着头, 始终没敢对上他的脸。 行了, 做了几个你喜欢的菜, 坐下吃饭。 宋黎没动, 双手环间靠在墙壁上, 漫不经心地看向陆金川。 我出来的意思, 陆总难道不明白? 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需要冷静一下。 冷静什么? 陆金川在家常的餐桌上坐下, 他看着他, 尘埃揉碎阳光, 尽数汇集在陆金川的毛子里, 似乎承载多少深情。 陆太太, 我们应该没有吵架吧? 当然没有, 反正不管有没有, 陆先生总是擅长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宋黎受够了, 林爷让人糟蹋我, 陆总可以当作无事发生, 甚至还能在这个节点上, 和他的女儿闹上头条,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们之间情深四海。 挂了一天吧, 陆先生撤掉热搜, 这件事轻飘飘的结果, 要不要陆先生和林小姐生下来一个孩子, 让孩子喊我妈妈, 是不是也可以当成是我生的? 陆金川放下筷子, 走到他面前去拉他。 阿黎, 那些东西只是记者的捕风捉影, 我和珊珊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在娱乐圈里, 连借位都不明白吗? 我撤掉, 是不想激化我们之间的矛盾, 早在我娶了你之后, 我和珊珊之间就只会是朋友。 宋黎在夜宴王宫发生的事情, 陆金川一直挺着压力, 这些事情陆老爷子到底听到了不少风声, 他是很强大, 可真的要和陆老爷子抗衡还差很多。 陆金川满身疲惫, 真的不想和宋黎在这些小事上再产生什么分歧。 你查了吗? 宋黎忽然问出口, 陆金川骤然沉默, 宋黎接着说, 都把灵珊吊在楼顶上。 你这么照顾灵珊, 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是灵珊自导自演的好戏, 所以你选择撤热搜。 阿黎, 他的手伸过来, 试图抱他, 被宋黎无情地拍开。 上次是求到家门里, 让你放了他父亲, 这次是吊在楼顶, 然后现问。 下次是什么? 陆金川从始至终对灵珊的心脏病耿耿于怀的, 只有你。 宋黎低谋冷笑, 他都不肯心疼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有你心疼。 宋黎猛地转身, 走了两步, 腰部猛地被男人从后面抱住。 你放开我。 宋黎疯狂挣扎, 男女力道天生悬殊, 正拖不开, 宋黎低头咬在陆金川的大掌上。 他没有半分留情, 用了很大的力道。 很快, 口腔里染上了甜心味。 宋黎下意识地松口, 血腥味让他有些犯恶心, 太久没有进食, 加重了这个反胃的感觉。 他差点吐了出来, 宋黎气得眼圈泛红, 他没再挣扎, 忽然开口。 陆金川, 我累了, 我想离婚。 陆金川把人搬回来, 目光对上他的。 每次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离婚。 宋黎, 你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 不能。 宋黎回答的斩钉截铁, 这是他第一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你这也叫风吹草动? 那我问你, 能不能下次上热搜换一个人? 林山我看腻了。 不知道是不是过于激动的原因, 宋黎为礼一阵绵密的系统传了过来。 他一把掀开陆金川, 大步走到餐桌边, 拽起桌布骤然用力。 桌面上的饭菜被宋黎全部掀翻在地。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恨死了前一秒, 看见你对林山细心呵护完, 回到家里, 给我一点不痛不痒的补偿的样子。 像是在养楚楚, 因为我怕猫, 所以他被迫关在后院里, 不能到前院来。 你知道他受了委屈, 每次给他买好吃的, 抽时间陪他玩动猫棒。 我和你养的宠物有什么区别? 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 刺激着宋黎的嗅觉, 胃里的痛楚和呕吐感, 差点让宋黎晕死过去。 你想养什么宠物都和我无关, 可是我不想再被关在笼子里了。 宋黎走到卧室, 摸出来那份股份转让书, 重重地拍到陆金川的胸膛上。 我从来都不稀罕陆氏, 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蹦出来, 似乎砸在了陆金川的心口上。 宋黎眼底都是红色的血丝, 他当初嫁给陆金川, 并不知道陆金川的身份, 知道之后也受宠落金过, 甚至也格外欣喜。 情窦初开, 爱情的萌芽刚刚破土, 谁不希望自己的丈夫英俊多金。 可喜悦过后, 宋黎最爱的还是在这些光环下的陆金川的。 他喜欢的, 是当初把他从绝境里带出来的青年。 他深爱的是把他娶回家细心呵护, 再忙也不会厌倦的男人, 可是爱情变了质。 从始至终, 陆金川放不开灵山, 又不愿意离婚。 这些远远超过了宋黎的心脏能复合的。 文件带飘飘荡荡, 落在地面上。 陆金川伸手去拉他, 宋黎再次后退, 他眼睛里都是戒备。 只是他躲得慢, 还是被陆金川给抓住了。 不稀罕陆氏, 你稀罕的是什么? 陆金川问他, 我吗? 不是。 陆金川自我反驳, 孩子没了之后不给碰, 不能凶, 有什么矛盾, 陆太太从来不说解决方案。 是我让你失望了, 还是我永远都不是那个能让你满意的人。 陆金川谋光阴逸, 谁不会让你失望? 谁不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难怀吗? 宋黎沉默, 下巴被他挑了起来, 女人惨白到没什么血色的脸蛋, 落入到了陆金川的视线里。 他没有来的心慌。 阿黎, 胃痛。 两个字还没能完全说完, 宋黎一头栽进了陆金川的怀里。 第215章, 床半罢了。 陆金川开着车, 一路飞驰到了医院。 他去得及时, 正好赶上苏陈武准备下班。 陆金川抱着人匆匆进来。 陈武给阿黎看一看。 他眼皮跳得厉害。 这是宋黎第二次因为未进医院了。 苏陈武倒是能应付这样的场合, 大白挂拖了一半, 重新穿上, 推到急救室。 护士拉来可一栋病床, 带宋黎做了一个检查。 从急救室出来, 苏陈武低声说, 上次被下药解药有些刺激味, 如果宋黎正经吃饭, 胃不会那么虚弱。 求神听到之后, 低声说, 太太差不多二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 徐岛吹毛求疵大半夜地让宋黎补镜头, 昨天他一直在补觉, 求神见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看见了热搜, 准备离家出走。 去了井上蓝蟹, 又在井色住了一晚上。 宋黎醒来, 陆金川做的饭菜一口没吃, 全部被他给掀翻了。 陆金川睫毛颤了颤, 声音暗哑, 去买些粥给太太吃。 求神离开, 陆金川和苏陈武往办公室的方向走, 后者说, 宋黎身体不太好, 亏损有些严重, 不容易受孕, 如果不好好养着, 也就不是不容易受孕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怀上的问题。 陆金川眼皮一跳, 身体亏损怎么补? 苏陈武又说, 我待会儿开个中药, 好好吃药, 最快三个月可以要孩子。 男人压青色的睫毛动了动, 他逆了苏陈武一眼, 漆黑的毛子几乎能把人吸进去。 陈武, 我问的是身体亏损怎么补? 我是想要一个孩子, 但是阿里从来不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 苏陈武直击要害, 这只是你以为在陆奶奶和陆爷爷的心里, 可未必是这样。 医院走廊里, 两个男人互相对齿, 站在惨白的白痴灯下, 未能留下一点影子, 颈上蓝线。 热搜是陆金川彻的, 但是却是于晴提出来的, 看见女人贴着她上了头条, 关注度也不低, 于晴第一反应就是心虚。 甚至后知后觉, 云梦怀着孩子, 她在外面沾花惹草, 是不是有些过于渣了? 本来酒店都开好了, 于晴却临时反悔, 给了女人一笔钱, 回了家。 站在别墅门口, 于晴怎么想怎么不对,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从云梦怀孕到现在, 她诉了两个多月, 多委屈。 关键云梦不过是一个床半把了。 回都回了, 于晴抬不进去, 云梦半趴在沙发上, 保持着不压到肚子的姿势, 用平板在逛淘宝。 她看的都是小孩子的日用品, 尿不湿, 奶瓶, 还有小玩具。 云梦节俭惯了, 她看的品牌, 基本上数字不超过三百。 于晴脸黑了黑, 一把抢过平板, 说, 怎么, 你就打算给我的孩子, 用这种残次品。 云梦吓了一跳, 瞪大眼睛看过来。 于晴鲜少注意云梦的表情, 但是她眸底一闪而过的厌感, 还是被敏锐的男人捕捉到。 不过她收敛得很快, 转眼就换上了一张银银笑脸。 你怎么回来了? 她靠过来, 伸手挽住了于晴的手臂, 笑着说, 虽然价格不贵, 但是我看过很多博主测评, 确定是安全的, 能省一点是一点吗? 于晴半上没能回过神。 云梦是带她身边醉酒的一个女人, 于晴不得不承认, 和她在一起真的很舒服。 她第一时间能察觉到自己的情绪变化, 虽然涉及到自己利益 无伤大牙。 一个女人愿意给你生孩子, 能为了什么? 当然, 是因为她爱你。 于晴一直觉得云梦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爱上了她, 但是她在云梦的眼底看到了什么? 她气得心脏发抖, 冷意从心脏深处爬到了脸上, 甚至是口纹里。 我的孩子, 用得着吗? 孩子生下来, 你离他远点, 省得把我的孩子交的小家子, 丢我的人, 知道吗? 云梦脸上的笑差点维持不住, 她恨不得跳起来给于晴两巴掌, 嫌他小家子气, 可以不让他生, 于家又没有皇位继承, 装什么装。 心里骂骂咧咧, 云梦含笑答应, 顺道转移话题。 阿晴, 我哥有没有消息了? 他始终笑着, 哪怕是他骂他, 也没有发脾气。 换成平时早就生了气了, 这过于反常了。 于晴按捺着自己的不愉快, 低声说, 人找到了, 我的人正在带他回来。 云梦听了, 格外的高兴, 连带着看着于晴也顺眼了不少。 他凑上前, 伸出双臂抱住于晴, 温柔至极。 吃饭了没有? 我做给你吃。 腹一靠近, 于晴就感觉到了, 他的肚子抵在他身上。 于晴身上冰冷融化了稍许, 揽住他的腰你想吃什么, 让庸人做。 怀了孕就好好休息, 累着你不要紧, 累着孩子怎么办? 云梦点头, 理解。 毕竟他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帮他生下来孩子, 没什么别的作用了。 他报了一堆菜鸣, 于晴筛掉几个重油重辣的, 让管家安排。 于晴没骗云梦, 云站第二天就被保镖带到了锦上蓝蟹。 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脸上有疤, 像急了那个早死的父亲。 在锦上蓝蟹里, 他左顾右盼, 搓着手。 梦梦, 妹夫有钱啊, 能不能接个一点花花? 你把我喊过来干什么? 这多危险, 万一被陆金川抓到, 楚越都进去了, 我还能出来吗? 云梦面色冰冷, 他言语里都是抱怨, 就为了这么个玩意, 他和宋宋彻底分割开。 云站, 云梦唇半张合, 忽然开口。 云站抬头, 怎么? 你知不知道, 我十岁那年发了一次烧, 差点烧死。 云站笑了, 说这个干什么,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 你看看这么大的别墅, 现在不是你在住着。 云梦环视一圈, 跟着笑了。 是啊, 如果没有宋宋, 我住不上这么大的别墅。 云站脸上的笑意, 瞬间散了个干净。 云梦看着他, 始终在笑。 妈妈为了找你, 早就疯了, 我发了高烧, 意识模糊, 是宋离把我背到了村医家里, 救了我一条烂命。 第216章, 不适合我。 云站过的, 就是刀剑上舔血的日子。 云梦这话一出, 他就笑不出来了。 你想把我交给宋离? 赔钱货就是赔钱货, 胳膊肘往外拐呀。 云站豁然站了起来, 还没碰到云梦, 就被保镖摁在沙发上。 梦梦, 你该不会忘了, 你那个疯了的妈了吧。 云梦迟疑, 云站以为有用, 他现在可离不开我, 受了刺激, 再疯掉怎么办? 如果再知道, 你的罪行之后, 仍旧接受不了你的结局, 那我妈妈已经疯了20年, 我现在已经有能力照顾她了, 还怕她疯吗? 云站, 你罪不可恕。 云梦不管云站怎么求饶, 云梦没再说一个字, 让保镖把人捆死, 暂时关在地下室里。 安排好一切, 云梦打电话给宋梨, 几乎刚响, 就接通了。 电话那边, 男人的声音低沉。 什么事? 陆金川。 男人应了一声, 是我。 宋宋呢? 在医院, 刚睡着。 云梦一听, 心就揪了起来, 他低声问, 宋宋怎么又在医院? 算了, 我去找他。 他切断电话, 套上衣服刚要出门, 和于晴走了个对头。 去哪? 于晴很不愉快地问道, 宋宋住院了, 我过去看一眼。 你一个孕妇, 去了能帮上什么? 忙去了, 也是得阿传添乱。 于晴厌恶云梦, 把自己的重心都放在宋梨的身上, 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宋梨, 地球就不转了一样。 云梦推开于晴, 我让保镖送我过去, 你累了就好好休息。 他坚持要去, 于晴再来, 就是阻拦牛郎之女的王母。 他黑着脸, 看着云梦下了楼。 于晴大步回了卧室, 在小羊台上倒了半杯红酒。 回来的时候, 在云梦睡的那边坐了下来。 两个人同床共枕, 但是一直算是精卫分明。 于晴从来没看过他抽屉里放的是什么。 但是云梦走得太着急了, 抽屉没有合上。 里面有一个小本子, 第一页支着, 像极了日记本。 云梦的日记, 能写什么? 暗恋他。 想生下孩子, 母瓶子贵。 算他有自知之明, 知道谁才能给他最好的生活。 于晴唇脚上挑, 伸手把本子拿出来。 于晴倒是猜错了, 不是日记本, 而是一个账本。 或者说, 严格意义上不算是账本。 一条定制项链, 50W。 发了工资也买不起, 不用带了。 一个提拉米苏蛋糕, 998, 有点贵, 但奢侈一下吃得起。 一个手表, 百达斐利, 68W, 是我梦寐以求的牌子。 手下一人签了个合同, 加上提称应该带得起。 越看越多, 于晴的眉紧紧地拧着。 这些东西都没有带牌子, 但是于晴越看越觉得熟悉。 他伸手拉开柜门, 衣柜里挂着的衣服, 没有一件是他买给他的。 似乎要确定一般, 于晴推开衣帽间的大门, 他找到了百达斐利的包装盒。 这块表, 其实于晴看不上, 当时是去外地玩了一天, 回来时顺手带给云梦的。 那条定制的项链并不是奢侈款, 是他和一个女设计师 打得火热的时候买下来的。 他都已经忘记了价格, 不知道云梦怎么确定的。 香奈儿的套裙, 他没穿过, 标签还在。 一件碗礼服是他的尺码, 标签也在。 让他的御用设计师 用粉钻设计的手链 沉眠在首饰盒里。 他保存得很好。 如果不是意外看见了这个日记本, 于晴永远也不知道 云梦没用过任何他买的东西。 也不对, 他用了的, 哪怕是一个998块钱的提拉米苏蛋糕 都准备一分不差地给他钱。 云梦真是他睡过的, 最廉价的女人。 这么着急撇干净, 于晴应该为了他的好打发而干净。 可是胸腔里一阵质闷, 呼吸也宛如瞬间被掐断。 他的所有反应都变得不对劲了起来。 下一秒, 手里的红酒被他猛然砸碎, 烟红的液体 溅得衣帽间里到处都是。 于晴踩着玻璃查出了衣帽间。 在一起快要半年, 云梦这个本子他从来没见过, 忽然这么大喇喇地放下来。 不过是云站回来了, 即将被绳之以法, 他不打算继续留下了。 刚出衣帽间, 针对上着急回来的云梦, 他跑得气喘吁吁, 撑着有些笨重的身体, 呼吸云梦听到响动, 微微侧头, 瞳孔骤然紧缩。 他看到了他捏着的笔记本。 云梦就是出了大门想起来, 他平时会把记账本锁起来, 今天刚写完, 忘记了。 可是, 他还是回来都晚了。 外面阳光大盛, 一瞬间虚化了于晴脸上所有的表情, 落入到云梦的眼睛里时, 全是冷沉。 怎么回来了? 他语调里擒着冰,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 云梦忽然有些怕, 于晴举了举手里的本子, 唇角上翘。 为了这个, 阿晴, 你听我说。 不用说, 于晴神情莫测。 像你这么廉价的女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没你想得那么小气。 于晴蛇身回了衣帽间, 拿起一个手势盒。 于晴早就买好的, 准备等云梦生下来, 孩子送给他。 他请了米兰时尚最顶尖设计师设计的, 于晴撕开精美的包装递给云梦, 口吻命令。 戴上。 云梦不敢接, 他在娱乐圈的时间不短, 这个设计风格的设计师他指导, 动辄百万。 市面上没有这样的, 也就是说这是于晴定制的。 就算是真把他卖了, 也买不起。 云梦笑得难看。 阿晴, 我怀孕了, 这个手势上面都有尖刺, 不太适合我。 所谓的尖刺, 是因为蝴蝶的翅膀尖锐了点。 被云梦说得这么俗气, 也够可笑的。 我的孩子, 我说适合就适合。 于晴拽过他, 强横地把项链戴在他的脖梗上。 景象上一梁, 云梦低头, 心脏冷了半截。 于晴忽然靠近, 扶在云梦的耳边, 口吻博凉。 下去等我, 我换个衣服, 送你去医院。 云梦不敢反抗, 带着昂贵的项链下楼, 走得同手同脚, 这种距异 一直到离开于晴的视线范围 才缓过来。 于晴回到卧室, 把账本丢在床上, 拨来的电话。 于先生, 云站呢? 于晴问, 对方回答, 云小姐让我把他关在地下室里, 地下室的门可没他想的那么严实。 第217章, 舅舅梦梦。 于晴下来得很快, 云梦刚在沙发上坐下, 见到他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上下打量于晴一眼, 满眸狐疑, 他不是说自己换衣服了吗? 这, 换了。 他刚说话, 压抑着怒火, 云梦敢怒不敢言, 一步一驱跟着他上了车。 宋梦病好的差不多了, 云梦到的时候, 他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出院。 盛兰去办出院手续, 宋梦看见云梦有些意外。 你怎么来了? 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因为云站, 陆金川对云梦有很强烈的厌感, 但是他又知道, 云梦是宋梦无法割舍的感情。 如果不是因为云梦爱手爱脚, 他们之间也不会因为孩子分裂的那么厉害, 陆金川起身率先走出了病房。 于晴停顿了一下, 跟着离开。 云梦伸手抓住宋梦, 低声问, 你怎么又住院了? 老毛病? 胃痛? 云梦觉得自己很邪恶, 他总觉得宋梦的胃痛和上次被几白寒动手有脱不开的关系。 凌晨是个是非之地, 他们都带不下去。 他攥住宋梦的手, 宋宋, 我让于晴抓到了云站, 和陆金川离婚吧, 我们一起离开凌晨。 宋梦手里的动作猛地僵住, 他豁然回头。 你说什么? 云站上交法院之后, 楚越和陆带才能定罪。 云梦脸着眼睫开口, 可是云站最大恶极, 把他交上去, 基本上相当于没这个人了。 宋梦忽然笑了, 你一直抵触这件事情, 怕云妈妈气死, 怎么会突然想开了? 云梦心里一片色然, 说来说去, 宋梦是对他有了戒备, 不敢轻易相信他罢了。 想不开, 云梦每每想起来, 胸腔里都是憎恨, 对楚越的憎恨。 他从小和宋梨相依为命, 情同姐妹。 楚越和陆带想要陆家的继承权, 谋杀宋宋的孩子, 还从他这里当切口。 云站是死是活他半点都不在乎, 他从有记忆来, 哥哥这两个字带给他的只有痛苦, 可就是这么个人渣, 让他这段时间生活得水深火热。 但是我不愿意给你云站, 你也不会放过他不是吗? 我就问你一句, 这个人你要还是不要。 宋梨不敢回答, 他盯着云梦, 他现在说的话像是他做出来的一场美梦, 他总觉得硬下之后, 沉默就会像泡沫, 瞬间就会破灭。 他沉默时, 病房外面突然传来圣兰的声音。 于先生, 怎么不进去? 宋梨和云梦对视一眼, 下一秒圣兰推门进来, 门口已经没有了于晴的声音。 太太, 出院手续办理好了, 陆总让我接您回家。 宋梨从病床上下来, 走了一步, 手腕一沉, 云梦攥住了他。 宋宋, 你得帮我一个忙。 宋梨和他的视线对上, 他眼睛里面都是祈求, 他迟疑再三, 还是点了头。 一行人到了医院门口, 圣兰是另外开车来的, 陆金川不打算回公司, 三个男人分别去踢车。 云梦和宋梨在街边等着, 宋梨问他, 你打算离开渔情, 孩子怎么办? 难道没有爸爸的生活, 你还没过够吗? 非要把孩子生下来, 再吃一遍这样的苦。 云梦有些意外。 宋梨是给了你离婚协议书的吧? 你的问题我还给你, 为什么要选择生下来孩子? 云梦始终盯着他, 口吻里都是认真, 孩子是上天唯一舍得给的最好的馈赠。 这是宋梨说的, 他始终记得在被亲生父母抛弃之后, 他仍旧能说出来这样的话, 旁人自然不懂其中的可贵。 宋梨没再说话, 云梦低声说, 于心再不接, 也不会对孩子怎么样, 生下来没有能力抚养的话, 我会把孩子交给他。 宋梨点点头, 没想到偌大的凌晨也有。 宋梨刚好没吃多少东西, 追了两步过去买。 电话是这个时候进来的, 锦上蓝蟹的管家。 云梦接了, 管家声音有些底气不足。 云小姐, 云站先生跑了。 云梦根本没听清, 宋梨往路上走的时候, 潜伏在一侧的车子忽然动了, 一辆破旧的武林红光。 玻璃里面云站的脸, 就算是化成灰云梦也看得清楚。 车子速度极快, 朝宋梨的方向开了过去。 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可是云梦就是觉得云站没安好心。 云梦丢了手机, 没命地往宋梨的方向跑。 宋宋! 云梦喊得那么大声, 宋梨刚想回头, 一阵巨大的冲力从背后传来, 惯性原因, 宋梨整个人和贪贩一起摔在了地上。 手心被路上的石子刺得生疼, 耳边是尖锐的刹车声。 裤子膝盖的位置蹭破了, 膝盖上面有血丝。 宋梨顾不上疼, 猛地回头。 云梦躺在地上, 身下的血几乎汇聚成了一条河流。 梦梦! 宋梨越过车子爬了过去, 甚至顾不上后面车子再次发动倒退的声音。 他紧紧地抱住云梦鲜瘦的身体, 眼泪冲破眼眶滑了下来, 宋梨心脏痛得要命, 他捧着云梦的脸。 梦梦, 我送你去医院。 他想把人抱起来, 可是摔得太重了, 脚踝崴了一下, 半晌没能把人背起来。 反而是他身上沾满了云梦的血。 宋梨情绪崩溃, 哭出了声音。 靠在宋梨身上, 云梦的声音空前虚弱。 宋宋, 对不起。 宋梨不敢应声, 云梦断断续续地说。 我没看好云站, 又让他害了你一次。 原来孩子没了时, 这么痛的吗? 宋梨痛得指尖麻木, 他背着人往前跑, 耳边混杂着女人的声音和风声。 宋宋, 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 当初我让于晴阻止你寻找云站, 老天都看不过眼, 让我的孩子下去陪你的孩子。 宋梨眼前一阵模糊, 陆金川是最先到的, 看到宋梨满身是血, 心脏都凉了半截。 阿黎, 宋梨哽咽着, 身体摔在地上, 一只膝盖半跪着, 祈求他。 陆金川, 舅舅梦梦和他的孩子。 求你。 陆金川一把接过云梦, 女孩趴在陆金川的身上, 眼底都是空洞, 却挑起眉梢, 冲宋梨微笑。 别哭了, 我骗你的, 我一点都不痛。 第218章, 都别好过。 陆金川抱着人往医院里面走, 于晴看见云梦的样子, 脚步像是被钉在了地上, 寸步一步动。 心肺似乎被一双大手扯了出来, 反复摔的, 火辣辣的,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宋梨一蹶一拐地追了进去, 医院的走廊又深又长, 抢救式的灯亮着, 一度刺穿了宋梨的心脏。 陆金川扣住他的腰, 检查他身上的伤, 宋梨忽然伸手抱住他, 脑袋埋在他怀里, 湿声哭了出来。 都怪我, 如果我不去买牛奶就好了。 他身上都是细小的伤痕, 膝盖的擦伤一片, 严重的地方更是皮肉外翻, 看得陆金川触目惊心。 他把人从地上抱起来, 放在绿色的塑料长凳上。 云梦不会有事的, 陈雾已经进去, 别哭。 陆金川给宋梨摘眼泪, 宋梨脑海里嗡嗡作响, 他满脑子都是云梦倒下去的样子。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真正觉得后悔, 不该执着一个失去了的孩子, 让云梦也耿耿于怀。 他心脏似乎缺了一块, 低头看自己的手, 手上和一摆上被血尽红, 只看一眼, 宋梨就控制不住自己的铺天盖地的恐惧。 那么多血, 他当初孩子没了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的血。 云战是发动第二次车子的时候, 被求生从车子上拽下来的。 云梦和宋梨有话要说, 他站得有些远, 而且他并没有发现那个人是云站, 甚至车子靠近时, 他也没觉得异常。 直到云梦扑上去, 把人推开。 云站那个速度, 显然是想撞死宋梨。 把人提到走廊里, 求生把云站推到了陆金川的面前。 陆总, 开车的人是他, 要交给警局吗? 宋梨看见云站, 整个人都猛了一瞬间。 他还没反应过来, 云站的后衣领被于晴拎住, 那是云梦。 你知不知道他为了你付出了什么? 你怎么敢开车撞他? 于晴瞳孔发散, 云站却笑了。 于先生说什么呢? 那个女人想把我交给法院, 把人撞死了一了百了, 况且一开始我想撞死的人可不是他。 再说, 你有什么好指责的? 如果没有于先生的授意, 我能跑出锦上蓝线。 宋梨大脑一片空白, 憎恨这种情绪忽然间全部远离了他。 他缩在长凳上, 只求云梦不要出事。 抢救式的灯灭了, 苏晴雾率先出来, 于晴丢下云站大步跑过去, 背影满是兵荒马乱。 晴雾, 云梦呢? 苏晴雾表情有些凝重, 看着于晴带着几分恐惧的眼神, 他狠了狠心。 云梦可能不行了。 你胡说什么? 于晴的呼吸像是被人掐断一样, 就是车蹭了一下。 苏晴雾深吸一口气, 看向宋梨。 宋小姐, 云小姐想见见你。 宋梨眼睛里蓄满了眼泪, 他完全不想进去。 他从凳子上爬起来, 亮枪两下进了墙就是灯光那么亮, 刺的人睁不开眼睛, 云梦躺在手术台上, 听见响动, 他掀了掀眼睫, 脸上血色褪静, 睁眼睛都那么疲惫。 宋宋, 我妈。 宋梨失魂落魄地盯着云梦, 你为什么那么傻? 为什么? 云梦看着他, 低声说, 我早就后悔了, 可是又低不下头, 我后悔阻止你找云站。 宋宋, 陆金川早就知道孩子是云站动的手, 他不让你查, 是怕你接受不了。 后来, 我后悔带无期, 后悔来凌晨, 我其实很怀念我们在同镇的日子。 宋宋, 我们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回去一次? 烤鱼其实也挺好吃的。 宋梨咽了咽, 眼泪几乎干涸了一般, 他硬生。 梦梦, 等你出院, 我们就一起回去好吗? 我烤给你吃。 云梦吃力地笑, 我知道, 我回不去了。 宋宋, 别让于晴碰我, 把我交给男怀。 宋梨机遇失声, 他看着云梦眼睫越来越重, 随后, 女孩眼睛闭合上, 像是睡着了一样。 宋梨悲从中来, 在抢救台前的踏板上坐下, 还着肩膀在哭, 愧疚环绕着他。 云梦说他后悔了, 可是他不知道, 他也后悔了。 他不该一想天开, 觉得陆金川会爱上他, 不该再知道, 害死宝宝的人, 是他抗衡不了的人, 还要讨一个公道, 都是他的错。 这一刻, 他才体会到, 什么叫做肝肠寸断。 陆金川把人从抢救室抱了出来, 于晴试图往里面走。 南怀是这个时候来的, 他带了很多人, 将抢救室的门紧紧围住, 也拦下了于晴。 南怀, 你想死是不是, 在陆家的地盘上, 也敢这么嚣张。 南怀寸步不让, 我来带云梦的尸体, 他打了电话给我, 把遗体交由我处理。 于晴同人漆黑, 云梦没死, 我不会让任何人带他走, 我带他看别的医生。 南怀似乎看不到男人撕心裂肺的痛。 于晴看向宋黎, 宋黎, 云梦一定说了什么。 是, 他说别让于晴碰他的尸体。 宋黎咬着唇绊, 死气沉沉地盯着于晴, 声音哭得破了音, 云梦要让南怀处理他的后事。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宋黎骤然抬高声音, 如果不是你, 梦梦怎么会死? 这个字, 只要想想都是痛的, 宋黎根本不敢说出来。 宋黎指尖颤抖, 他捂着脸, 他才26岁, 他是我的。 于晴忽然说, 他沉沉地笑, 唇盼地笑, 带着几分难言的音语。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他。 抱歉于先生, 云梦是自由的个体, 要说云梦和你的关系, 大概只有孩子, 南怀万分残忍。 刚才白鹤了解过情况, 孩子没保住, 和你有关的, 我们都不会带走我只要云梦的遗体。 于晴骤然发难, 他忽然抬手, 单手扣着眼前保镖的手腕, 稍稍用了力, 把人砸在地上。 他大步往里面走, 直奔手术台。 宋黎像是疯了一样, 挣脱陆金川的怀抱, 不要命地往里面跑。 挡在手术台前, 宋黎抓起一把手术刀, 抵在于晴的胸口前。 梦梦不让你碰他。 于晴, 宋黎唇半都是抖的。 你想让死都不得安宁吗? 于晴抬头, 高大健硕的男人, 第一次眼眶泛了红。 宋黎的视线越过他, 落在陆金川的身上, 手术刀一开, 抵在自己的脖梗上。 陆金川, 让南淮带云梦走。 阿黎, 陆金川几乎刚出生, 宋黎声嘶力竭吼出声。 我说让南淮带云梦走。 不然, 大家都别好过。 第219章, 一场噩梦。 他过于激动, 手术刀尖刺破了皮肉, 烟红的血冒了出来, 陆金川心脏停了停, 音调骤然太高。 于晴, 你给我回来。 于晴似乎听不见, 步步往前走。 陆金川上前一步, 一手拽住剑兽的男人。 于晴眼底一片血红, 他仍处于半疯癫的状态, 陆金川刚碰到他, 于晴就立刻进入了攻击状态。 整个抢救是瞬间乱成一团。 算起来, 陆金川的身手是好过于晴的, 但是这一刻,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要害, 打法像是不要命, 陆金川又怕真的伤害到于晴, 难免落于下城。 陆金川这时看向了男怀, 他眉心猝了一下, 低声说, 带云梦走。 男怀给保镖使了一个眼色, 两人上前, 把盖着白布的女人推了出来。 于晴听到了, 立刻蛇身, 陆金川毫无防备, 拳头已经挥了出去, 砸在了他的后心上。 于晴被砸得半跪在地上, 这是陆金川第一次见于晴这么狼狈。 他固执起身, 朝前面追去。 阿晴, 你疯了吗? 陆金川拽住人, 阿川, 我就看一眼。 于晴唇半惨白, 我看到白不动了, 或许是陈屋误诊, 他是呼吸微弱, 不是没有了呼吸。 这话, 在场的人都不信。 抢救室里, 不是只有苏陈屋一个医生, 因为消毒水的味道很大, 走廊里的窗户都没关, 或许是风浮动的, 现在于晴只是接受不了云梦的死亡而已。 于晴追了两步, 陆金川利手为刃, 将于晴砍晕了过去, 把于晴交给苏陈屋, 他看向宋黎, 目光深邃。 阿黎, 把刀放下。 苏陈屋早就已经不快了, 宋小姐, 手术刀不消毒, 不能用第二次这种, 常识你也不知道。 手术刀从手心脱落, 陆金川一个剑步上前, 揽住他的腰。 宋黎挣扎得厉害, 心里空洞洞的, 整个人都提不起来任何性质, 心底里满是厌恶, 对这个世界, 对眼前的人, 耳边都是云梦的声音。 宋黎捂住脸, 眼泪从指缝里冒出来, 他急于崩溃, 鼻翼间都是让人作呕的血腥味。 陆金川强行把人抱到车子上, 问盛兰, 南怀带云梦去哪里了? 病医馆。 宋黎豁然睁大眼睛, 陆金川不等他反应, 说, 过去, 速度快点。 陆金川车子性能极好, 但是赶过去仍旧晚了一步。 到的时候, 南怀刚把云梦送进火化炉。 宋黎往炉子方向跑了几步, 脚下崴了一下, 他整个摔在地上。 膝带的伤在受到重创, 宋黎伸手去碰火化炉的门。 千钧一发时, 陆金川一把把人抱了起来。 宋黎, 你是不是疯了? 呼吸似乎被掐灭, 火化炉的玻璃是透明的, 他看着火焰一点点把人吞噬, 化成灰烬。 所有的言语卡在喉咙里, 宋黎甚至忘记了哭, 心脏在这一刻像是死了。 南怀忽然开口, 不要太难过了, 云梦救了你, 也不希望你这么难过。 谁要他救? 宋黎疯了一样的嘶吼, 他们两个人, 难道不比我一个人值钱吗? 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生命, 为什么就不能为了自己考虑一下? 他怎么值得? 宋黎看着火化炉, 一边后退, 一边摇头。 是我的错。 陆金川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他试图去攥住宋黎的手。 阿黎, 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是我没在电话里说清楚, 我不该让你们在路口等着。 阿黎,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云梦的死对宋黎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哪怕当初没了孩子, 宋黎也不至于这么难过, 完全丧失了所有的斗志。 宋黎的唇瓣像是干涸的花瓣, 再也没有任何光泽。 南怀, 为什么不让我再见梦梦一面? 这句话问完, 南怀看向了殡仪馆大门口。 于琴还是那身衣服, 衬衫凌乱, 从来把发型当成最重要的事的男人, 第一次没发现, 发型乱了。 云梦的尸体已经被焚化为灰烬, 南怀依旧挡在他面前。 梦梦在电话里说过, 要葬在同阵。 于琴眼底一片血红, 不行, 人已经死了, 你还想怎么样? 南怀很难理解, 云梦临死前, 只有一句不要让于琴碰他。 活的时候不知道珍惜, 非要死了才明白重要性, 这叫重要吗? 我没允许他死。 于琴的嗓音俨然哑了一片, 南怀的人被于琴带来的人制住。 在凌晨, 势力范围最大的, 毫不夸张当然是于琴, 包括陆金川在内, 是因为他把找云站这个任务托付给了于琴。 虽然后来他和云梦在一起, 但是他理智地认为, 于琴不会为了云梦不顾兄弟的重托。 此时此刻, 陆金川的愤怒抵达了一个临界点。 可看到兄弟意志消沉, 也不得不摁下南怀不是于琴的对手, 收敛好骨灰, 于琴伸手去接。 宋黎见不得这个, 往前走了一步, 腰身被男人的铁臂困住。 阿黎, 给阿琴留个念想。 云梦不让阿琴碰他的身体, 没说不准他碰骨灰。 给我点时间, 我会说服阿琴让云梦入土为安。 宋黎不愿意, 他憎恨于琴, 不管是因为什么, 都是他放了云站在前, 所以导致的云梦死亡。 陆金川却一句话掐住了云梦的软肋。 阿黎, 如果真要闹起来, 南怀只会和于琴两败俱伤。 你没有了云梦的痛苦我能理解。 难道你还想让南怀为了你的悲伤增大损失吗? 宋黎眼眶很红, 他迟疑着看他。 你保证, 三天能让梦梦入土为安。 陆金川盯着他, 眼神空前坚定。 我保证。 宋黎又回头看了一眼, 于晴抱着云梦的骨灰盒先移步上了车。 保镖都穿着黑色衣服, 乌鸦鸦站满了殡仪馆, 看得宋黎眼韵。 站在偌大的空地上, 脚踩在石地上, 宋黎依旧接受不了。 明明早上云梦还在对他笑, 为什么晚上人就没了? 他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怎么也醒不过来。 第220章, 大鹅区款。 陆金川把宋黎哄睡了才离开。 于晴的助理打了七八个电话, 人喝酒喝得已经未穿孔, 人现在在医院。 苏晨雾根本压不住他。 当初是他说不爱云梦, 只是喜欢人家的身体, 弯弯而已。 可是没想到, 这个所谓的弯弯竟然后劲那么大, 大到人没了, 他跟着半条命都没了。 陆金川把车子开了出去, 他一路急迟, 开得飞快。 到病房的时候, 苏晨雾正把一个容器给他, 一向温润的男人也不由得脸飞暴躁。 你不是说你在乎的, 只是云梦肚子里的孩子吗? 人家南怀根本就没把孩子带走, 现在完整地给你了, 你再闹下去, 我给你一包, 送你去找云梦怎么样? 于晴眼底布满了红血丝, 他握着容器, 死死地扣在心口上。 这是他和云梦的孩子, 没人知道他期待了多久。 锦上蓝蟹开辟出来两个儿童房, 一个男孩的, 一个女孩的。 云梦说装出来浪费, 于晴只是冷笑, 心想怎要可能浪费, 第一个要是儿子, 第二个就会是女儿, 反之亦然。 要是都是儿子, 或者都是女儿, 房间那么大, 还怕住不下。 可是那么突然, 孩子死了, 他也死了。 于晴觉得自己差不多也死了, 甚至他觉得离谱, 心肺火辣辣地烧着。 云梦需要入土为安, 陆金川忽然开口, 阿晴, 你到底难过什么? 你不是从来看不上他。 你自己说的, 玩归玩, 不可能有私生子。 于晴没坑一声, 苏晨勿接话, 他只说了这个吗? 他还说过, 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最讨厌一个女人没见识。 丢人, 这些以往的话说出来, 都像是一把尖刀, 刀刀毙命。 宋梨是半夜惊醒的, 外面又下雨了, 套近海的城市, 还事儿不够好, 每天天气都湿漉漉的。 宋梨从房间里出来, 往后花园里面走。 凌晨三点的夜里, 本该没有什么人的, 但是花房有微弱的灯光, 在夜色里格外的渗人。 宋梨像是眼着了, 想着会不会是云梦射步的, 回来看他了。 这是第一次, 他奢求世界上有鬼, 并且主动靠近。 宋梨刚走过去, 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是绿城香榭里的一个女佣。 林小姐, 云站已经被先生的人送去了法院。 我跟我哥哥说过, 好好警告他, 不让他乱说。 云梦的死就是一个意外, 您当时心脏病复发在医院, 这件事情谁也怀疑不到您的身上不是吗? 宋梨孩子的事情更是和你无关, 雇佣云站的人是楚小姐。 对, 我等您嫁到绿城香榭来。 一场对话, 很快结束。 每一分钟, 花房的帘子被掀开, 女佣笑着走了出来。 看到他, 笑容僵硬在脸上。 宋梨觉得自己这一刻挺厉害的, 淋着雨, 还能这么理智地打亮眼前的女佣。 陆京川说好也好, 说不好也不好好在, 他知道究极贫穷的人, 绿城香榭里一大半的女佣大多贫困, 眼前这位也是贫穷里的一个, 并没有比他好在哪里去。 家里一个毒鬼父亲, 在家产散尽之后, 萌生了把他卖到黑市去的想法, 被陆京川救下来。 他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李英。 李英的变化挺大的, 手腕带着一款手链, 他在时尚杂志上看见过, 大约要十万块, 抵得上他半年的工资了。 他以前那么朴素, 怎么忽然那么舍得? 太太太, 宋黎盯着李英不错过他脸上的任何细节, 林山策划的, 他怎么知道于晴会放走云栈? 李英上下打量他, 忽然笑了, 不用于先生放, 锦上蓝蟹有林小姐的人。 太太, 您在林小姐手上吃了那么多次暗亏, 怎么就不长记性? 宋黎你没? 李英说, 这么快就好了, 伤疤忘了疼吗? 坠牙之后的那个保镖, 真不记得了, 那个在牙底对他上下起手的保镖, 宋黎怎么可能忘记? 那是林小姐送你的礼物。 宋黎身体微微颤, 云梦说过怀疑是林山的意思。 这几个月, 他不是对林山没意见, 可是在牙底, 那件衣服以及他求情的声音都让宋黎记在心底, 并且诚心诚意地感激。 现在, 他竟然告诉他, 一切都是假的。 风掀起宋黎的发丝, 他把手机翻过来, 面向李英。 手机显示正在通话中, 而通话人正是陆金川。 宋黎知道陆金川会赶回来, 可是他没想到他回来得那么快。 很久了, 求生站在他身侧和明哥一样守着他。 李英被人盯着站在客厅的一角。 陆金川, 于晴都看向李英, 说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林小姐, 林山, 李英笑了笑, 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太太都听到了, 再问一遍有什么意思? 你说牙底让人对宋黎行凶的人也是姗姗? 于晴声音嘶哑地问出口, 当时云梦就怀疑林山被他压了下来。 林山从小到大, 蚂蚁都不敢才死一只, 这种话说出来无异于是天方夜谭。 你有什么证据? 陆金川很理智, 李英低声说, 我有转账记录, 林小姐的账户转的。 我哥是您的保镖之一, 敲打过云站, 什么都不准说。 李英老老实实交代。 云站那个儿子得了急性脑膜炎, 他的马子没钱治不了, 那个低男儿又是个黑户, 没办法享受国家的报销政策。 你们这种高高在上的人, 怎么知道烂泥里的虫子是怎么生活的? 脑膜炎是没什么治死率, 但是一治不治也会死的。 为了治这么个病, 云站只能再次卖命。 可是总觉得哪里还是对不上, 陆金川不是个蠢蛋, 云站丧心病狂, 儿子是低男儿, 他只会嫌弃儿子累赘, 而不是卖命救他。 其他的我不知道。 李英说, 陆金川看向求生, 求生把李英之前的通话内容重复了一遍, 他晚上守着宋黎走一步跟一步, 李英的电话内容, 宋黎听到了, 他也听到了。 每两分钟, 盛南又来了一个电话, 他的声音温淡。 陆总, 银行流水掉出来了, 林小姐确实给李英转过两次钱, 一次在半年前, 一次在前不久。 林先生的账户也有资金流动, 大额取款。 这个大额取款, 大概是取出来给没办法办银行卡的云站用的吧。 宋黎想, 第221章, 会化妆吗? 有的时候, 过于清楚也让人内心难过。 林山被陆金川的人接过来了, 孙茜也在。 他穿得很厚, 进了室内就把连帽外套脱了下来, 那张苍白却漂亮的脸露了出来。 孙茜是陪同, 他接过他的衣服, 看着送离低声说, 陆太太, 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天亮再说, 非要把珊珊闹起来。 林山握住了孙茜的手臂, 倩倩, 我也睡不着。 陆金川把李英推到林山面前, 珊珊, 这个人认识吗? 林山点点头, 他笑得含蓄。 阿川, 他在你这里工作这么多年,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 李英吗? 怎么了? 气氛凝滞。 林山也有些笑不出来, 没人开口, 求生认命地把事情原委说了一遍。 他睫毛煽动, 银润的毛子里蓄满了眼泪。 接什么电话? 今天晚上是我在医院陪着珊珊, 他接到的唯一的电话, 就是你们把他叫过来, 肆意羞辱。 孙茜气的喘气, 陆太太就算是针对珊珊, 也不用这么明显。 找到证人都是绿城相谢的。 你怎么不让陆总直接把珊珊送到监狱里面去? 宋礼始终没说话。 这样的沉默更让人觉得宋礼委屈痛苦。 林山眨了眨眼睛, 目光转到陆金川的身上。 阿川, 你也觉得是我? 他擦干脸上的泪, 眸光近乎偏直。 我在你的心里是一个嗜血成性, 买凶杀人的人吗? 林山的状态有些不对, 虽然他口吻很平静, 但是一张翘脸变了色, 他压抑着, 那些亲子还是从脖梗上蔓延到了脸上。 珊珊, 我相信的从来都是证据。 事关于梦, 于秦的人和陆金川的人都在调查。 珊珊, 林山眼泪砸了下来, 他心如死灰。 他喜欢他十多年, 陪伴他二十多年, 到头来, 陆金川相信他是买凶杀他的妻子的人。 林山想说, 那么证据在眼前, 就算是他可能也做不到无动于衷。 他那么难过, 小心翼翼地拉住陆金川的手臂。 阿川, 我昨天晚上真的和千千在一起, 我没有接电话。 我没有雇佣李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转账消息。 宋礼忽然听不下去, 他豁然站了起来, 几乎他一有动作, 陆金川就猛地转身揽住他陆金川的动作太快, 牵扯到拉着他的林山, 摔在地上, 膝盖很痛。 林山不敢呼痛, 抬头的时候, 只看见陆金川簇着的眉头。 胸腔里似乎刮起了穿堂风, 凉得彻底。 明明宠了他那么多年的男人, 怎么在这一刻, 这么博量伤人。 宋礼推开陆金川, 在林山面前蹲下。 两个人长得很像, 甚至脸色都是如出一折的苍白, 可是没人能把两个人认错。 宋礼的眼睛比林山的大一些, 银润漂亮, 宛如一汪秋水。 林山眼底却都是苍白, 无力解释的苍白。 宋礼忽然捏住林山的下巴。 林小姐, 你没有雇佣李英, 没有给李英转账, 这些事情我都可以相信是真的, 但是不知道转账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过于牵强了点。 林小姐是什么散财童女, 连把自己的支付密码告诉了谁都不知道。 宋礼手腕用了力, 林山只觉得下汗生疼, 她的声音薄凉。 孙倩说, 我找绿城香榭的人做证人, 她觉得过分, 我怎么觉得还是林小姐过分一点, 证人就是自己的闺蜜。 林小姐仗的是什么? 陆金川的信任, 所以你可以肆无忌惮, 死不承认。 你是不是忘了, 现在陆氏的主人是我。 林山的脸是正对着宋礼的, 别人看不到, 但是宋礼清楚地看见林山骤然紧缩的瞳孔, 甚至还看到了她眼底一闪而过得憎恨。 下一秒, 林山眼睛一闭, 直接晕了过去, 并顿林山一贯会的戏码。 但是, 林山晕倒足够整个绿城香榭, 兵荒马乱。 眼下, 诗一人还有一个于晴, 她没动, 坐在她对面像是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半嗓, 宋礼听到她说, 我还是觉得, 珊珊不可能做出来这件事情, 那就拿出来不是她的证据。 宋礼豁然起身, 她居高临下看了一眼于晴, 心里泪流成河, 面上却忽然一笑。 孟孟死之前, 祈求我不让你碰她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坐在这里, 你还会为别的女人, 还是可能会害死她的元凶说话。 说完, 她一步一步上楼, 宋礼的状态过分地吓人, 明哥跟着她。 宋礼先纯, 问她, 你怎么不去看看林山? 太太, 我是先生雇佣来照顾您的人。 宋礼笑了一下, 拉开衣柜选裙子, 随手拽了一件高定换上, 她问说明哥, 会化妆吗? 明哥点点头, 她是全能的。 宋礼在梳妆台上坐下, 示意明哥给她化个妆。 明哥不仅会化妆, 甚至手法堪比专业的化妆师, 眼线一点一点被勾了出来, 一瞬间, 镜子里的那双眼睛魅惑众生。 宋礼忽然想起, 没因为云战割裂开始, 云梦抱着她给她化妆, 眼线化得歪歪曲曲她给自己化就那么美, 给她化就成了鬼, 她一度怀疑她是故意的。 云梦笑着道歉, 耳边都是她的声音。 我好好练练, 我一定好好练, 下次再给你化一定比陆金川给你安排的化妆师化得还要好。 这个下一次, 俨然已经成了永恒。 宋礼麻木地坐在凳子上, 明哥给她涂好了口红, 低声说, 好了太太, 去备车, 我要去医院。 明哥点点头, 她打了个电话, 伸手去扶宋礼, 外面的风很大, 掀起了宋礼的裙脚, 明哥一度替宋礼冷, 包在卧室里, 宋礼站在别墅门口, 裙子随风飘摇, 慈白的小腿裸露着, 明哥总觉得自己家太太那里有些不一样, 但是他却说不出来, 太太, 包拿到了。 宋礼这才俯身上车, 明哥在副驾驶上坐好, 求生开着车一路去了医院, 天光大亮, 医院里满是纷乱, 几白寒和林叶都在, 林叶用左手扶着哭天枪地的几白寒, 要是珊珊有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没完, 我要宋礼那个小杂种, 为我们姗姗赔命。 第222章, 你一人还, 林叶的右手看上去有些不对劲, 可是宋礼没空关心他, 陆金川已经看见了他, 脸黑地把西服外套脱下来, 低声说, 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抵抗利弱为什么过来, 还穿得那么单薄, 宋礼扫了一眼几白寒, 后者猛地扑了过来, 他的表情看上去像是要吃了宋礼, 那叶耳光还没抽到宋礼的脸上, 甚至是陆金川还没来得及出手, 一记响亮的啪声在走廊里炸开, 整个走廊一片寄燃, 包括陆金川在内, 所有的人都待着, 几白寒捂着脸最先反应过来, 整个人更加疯癫, 你这个箭冢, 你敢打我? 求神反应最快, 用蛮力将几白寒扣住, 几白寒嘴里不干不净, 宋礼摘下头上戴着的小帽子, 揉成一团塞进了几白寒的嘴巴里, 宋礼拍了拍几白寒的脸, 低声说, 林夫人, 我说过, 你给我的一巴掌, 我早晚会还回来, 他这么嚣张, 林烨当然不满, 他往前一步, 阿川, 你就任由他胡闹, 他说, 珊珊是杀人凶手, 珊珊大半夜就进了医院, 调查事情真相已经出来了, 完全跟我们珊珊没有关系, 难道就因为他说, 我们珊珊还要把命给他吗? 林烨气得不轻, 快让他把你伯母放开, 宋礼扫了他一眼, 林烨的出现刺穿了他的心脏, 在他要毁掉他之后, 陆金川仍旧压下所有的事情, 让他自由行动, 云梦没了, 就算是林烨做得又怎么样, 他只要哭一哭, 陆金川就会动容, 为他扑出来一个康庄大道送礼浅笑, 陆金川低声解释, 我和阿晴已经差过来, 这件事情不是珊珊做的, 不是他做的, 还是你不想是他做的, 宋礼声线温柔, 仰着头看着陆金川, 低声问, 陆金川促眉, 阿黎, 我不是那种是人命于不顾的人, 而且, 就算是我想隐瞒, 也要看看阿晴愿不愿意让云梦白死, 那你说是谁, 我还在查, 宋礼差点要笑了, 凌晨还有你查不出来的事情, 给我一个真相真的那么难吗, 宋礼举起手机, 我要报警, 不行, 这两个字是沈青瓷说的, 宋礼看着他, 后者说, 阿黎, 你会后悔, 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他, 宋礼说,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更让人后悔, 陆金川靠近, 独属于男人的雄性和耳猛气息将宋礼整个人笼罩, 他双手捧着他的脸, 低声说, 阿黎, 我保证这件事情不是珊珊, 不能告诉你是谁, 是因为这件事情还要何时, 给我一点时间, 需要何时, 陆金川不如直接告诉他, 他要包庇幕后的人, 是临山也好, 不是临山也罢, 都不太重要了, 我会给你一个娇, 扑, 腰腹传来一阵刺破皮肉的痛, 陆金川全部的话都封肩在口中, 宋礼脸色雪白, 他眼底里一点光都没有, 陆金川视线下移, 腹部扎着一把水果刀, 握着刀子的小手, 葱白纤细, 他知道这双手的触感那么柔软, 阿黎, 陆金川小声叫他, 到此, 周围的人还没发生什么异样, 陆金川直觉宋礼有些不对劲, 可是过分的痛楚, 让他精力无法集中, 宋礼看着他, 低声说, 陆金川,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知不知道, 世界上最后一个爱我的人, 也死了, 我不想要那些答案了, 我早就知道我不在你的选项里, 既然这样, 那些人欠我, 你的欠我, 都有你一个人来还, 宋礼毫不手软, 他手腕用力, 一把把水果刀从他的腰腹里抽了出来, 血液飞溅, 沈青瓷和仇身惊了一瞬, 都没反应过来, 陆金川高大的身躯骤然砸在地上, 阿川, 先生, 明哥吓得捂住了嘴巴, 他一直盯着宋礼, 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了一把水果刀, 宋礼要来医院, 明哥以为他要一个公道,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到医院来, 是为了找到陆金川, 给他一包, 宋礼捅了刀子, 转身就走, 陆金川捂着伤处, 拽住沈青瓷的手臂, 阿慈, 包把阿里追回来, 我给你叫医生, 先追阿里, 陆金川死拽着沈青瓷不放, 阿里不对劲, 先把他追回来, 沈青瓷没见过那么固执的人, 他转身朝宋礼离开的方向追去, 但是他到底慢了一步, 到楼下, 就看见宋礼开着车子绝尘而去, 沈青瓷提了车, 一路追着宋礼, 他是女孩子, 车子开得没那么厉害, 但是这一路, 沈青瓷追得触目惊心, 宋礼已经完全不要命, 车子一路急迟, 最后逆行上了单行高架, 沈青瓷心脏抽疼, 他拿起手机给宋礼打电话, 他本以为他不会接, 可是宋礼接了, 女孩的声音空前的清甜, 沈先生, 没必要再追了吧, 宋礼,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沈青瓷几乎嘶吼, 那些人都在盼着你死, 你这么做, 只会让轻者痛愁者快, 宋礼在电话里哽咽了一声, 我哪里还有轻人, 那场车祸, 该死的人是我, 沈青瓷胶着地开口, 可是云梦救你, 就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这是云梦最后的心愿, 你快把车子停下来, 你要让云梦最后的愿望, 都无法实现吗, 宋礼摇头, 他目视前方, 车子开得越来越快, 我杀了陆金川, 凌晨哪里, 还有我的活路, 电话被掐断, 里面一片盲音, 沈青瓷骂了一声, 给于晴打了一个电话, 阿晴, 你想办法把江川路这边封掉, 宋礼逆行上了单行高架, 这样下去, 早晚出事, 于晴连话都没回, 直接掐断了电话, 封一个高架, 对他而言还是简单的, 可是他打电话的时候, 被包扎伤口的陆金川听到了, 陆金川豁然坐了起来, 坐视下床, 刚有动作就被苏晨雾摁住, 你干什么, 想死出去死, 别死在医院里影响口碑, 苏晨雾怒不可遏, 我要去找宋礼, 苏晨雾死死地摁着他, 陆金川, 他刚才那一刀, 再偏一点, 你连命都没有了, 第二百十三章, 不会有事, 单行高架很危险, 苏晨雾几乎摁不住陆金川, 他的力道一向很重, 行, 只了血送你去, 苏晨雾妥协, 那一刀, 苏晨雾没有留任何情面, 甚至还把刀抽了出来, 伤口很大, 是需要缝合的, 陆金川担心麻药睡死过去, 除了局部麻醉, 死活不让打, 缝合的时候,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 躺在手术台上, 盯着头顶的白赤灯, 陆金川向护士要了手机, 削了毒的手机, 递到了陆金川的手里, 他拨了一个, 他以为永远都不会拨打的电话, 对面接得很快, 陆金川纯扮张合, 低声说, 江川陆单行高架, 宋黎有危险, 他现在想看见的人, 大概只有你, 宋黎那一刀, 是在急救市门口捅过去的, 在场的人, 不仅是于晴和沈青瓷, 还有陆家一对夫妻, 陆叶的手, 因为宋黎被陆金川给废了, 早就对这个私生女怀恨在心, 有的儿女是上天的馈赠, 有些儿女是上辈子的讨债人, 几般涵和陆叶心照不宣, 一个打电话报警, 一个拨通了陆家老宅的电话, 陆老爷子正因为陆带的事情愁眉不展, 陆带的父亲用命救过他, 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陆家能保住他唯一的血脉, 现在陆带, 楚越, 统统被锁进了牢狱里, 陆老爷子只觉得压力倍增,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的孙子已经羽翼见风, 能在凌晨这种地方与他分庭抗礼, 陆家出了情种, 他的儿子是孙子也是, 不过, 既然孙子不能割舍一些不必要的人和事, 那么他这个长辈就帮帮他, 他离不开宋黎, 又不是宋黎离不开他, 可是他听到了什么, 阿川现在怎么样, 他就只剩下这么一个孙子, 陆总在抢救事, 但是宋黎已经开车跑了, 我刚才听到陆总让沈先生把人追回来, 林业眼睛转了转, 陆总还口口声声说宋黎不对劲, 有危险, 陆老爷子气得脸色铁青, 他猛地砸了手机, 敢对他的孙子下手, 他倒是要看看宋黎能逃到哪里去, 陆老爷子的动静太大, 根本瞒不住陆老夫人, 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阿川怎么那么糊涂, 宋黎到底给他灌了多少迷魂汤啊, 陆老爷子带了人直奔江川路, 彼时警察也到了, 沈青慈找到了宋黎开的车子, 爬到了高架上面, 下面是奔流的沪城河水, 下游就是国内的一片海域, 从沪城河掉下去, 基本上无人生还, 陆金川拖着伤感到的时候, 只看见了宋黎坐在上面, 裙子漂亮的随风飘扬, 他心脏生疼, 甩开求身朝宋黎的方向走了两步, 最后在宋黎的眼神里停了下来, 他在抗拒他, 阿丽, 下来, 今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们回去, 宋黎没动, 第一次, 他在陆金川的眼睛里看见了哀求, 天之骄子, 骄精不已的男人在他面前低头, 这样的低三下四, 换成一年前, 宋黎如何也不舍得让这种表情出现在陆金川的脸上, 可是现在, 宋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你可以当成没发生过, 你身后的人也可以吗? 陆金川回头, 陆老爷子带着保镖, 身旁站着警局局长, 乌鸦鸦的人, 每一个都是压死宋黎心理防线的稻草, 一根又一根,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你在等我, 对吗? 那么久, 如果宋黎真的想死, 或许一开始就会纵身一跃, 陆金川甚至来不及感谢上仓, 就看见宋黎忽然摇头, 又点了点头, 宋黎拿起膝盖上放着的文件袋, 陆金川痛恨自己, 这一刻能看清楚文件袋子上面的字, 财产转让书, 宋黎把文件拿出来, 当着他的面, 慢慢撕了个粉碎, 我不要你的东西, 说着, 宋黎从文件袋里拿出来另外一份文件, 扔向陆金川, 阿川, 你签的字, 陆金川伤在腰腹上, 文件是求身捡起来的, 递到他手里的, 离婚协议书, 上次看见这五个字, 还是半年前, 他丢给他的, 你先下来, 陆金川心口这一刻, 似乎扎着一把匕首, 鲜血直流, 宋黎无动于衷, 低声说, 我让你签字, 风卷起来他的声音, 散在空气里, 他站了起来, 纤细的身体摇摇欲坠, 宋黎指着他身后, 除了等你签字之外, 我还想看看, 今天到这里来的人都有谁, 谁最想让我死, 谁可能是凶手, 胸腔里萌生出一层细密的恐慌, 几乎将陆金川整个人席卷其中, 阿黎, 陆金川摇头, 然后隔着细密的雨丝, 宋黎一瞬间分不清楚, 他眼睛里到底是雨水, 还是泪光, 他不要命地朝宋黎飞奔而去,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他抓住的只有宋黎一片衣角, 阿黎, 陆金川嘶吼, 沈青慈和求神两个人笨住他, 才没让人坠落下去, 阿川, 陆金川盯着护城河, 宋黎坠落下去, 似乎并未激起什么水花, 宽大到看不见的镜头的河面上, 有几只灵星的船只, 阿慈, 陆金川眼前阵阵发黑, 沈青慈不忍, 你说, 水很冷, 阿弟最怕冷了, 我得去救救他, 下面几艘船, 是我安排的搜救队, 沈青慈安排了船只, 就是担心宋黎会想要自杀, 本来是以防万一, 可是没想到,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阿川, 宋黎不会有事的, 你现在该回医院去养伤, 他搬过陆金川的身体, 男人的视线始终无法聚焦, 云梦死亡时, 他甚至嘲讽过余情, 可是还没开始找宋黎, 陆金川已经开始害怕了, 这种恐惧近乎深入骨髓, 他吸一口气, 都是冷的, 陆金川一把推开审清辞, 大步往车边走, 伤得重, 陆金川身体摇晃, 被陆老爷子拦下来, 你这是干什么, 我送你去医院, 让开, 陆金川口吻很淡, 你什么意思, 陆老爷子气得唇角发青, 阿川, 你怎么跟你爷爷说话的, 今天你爷爷到场, 还不是为了给你撑腰, 你这么做, 是在伤你爷爷的心, 第224章, 凶多吉少, 陆金川闭了闭眼睛, 将隐远在眸底的失望收敛干净, 才对上两人的眸光, 是我混账, 是我不笑, 那我问问奶奶, 要怎样才算不上爷爷的心, 是不是也要我死了, 你们才能拍手称快, 你, 陆老夫人哪里承受得了这么重的话, 大手扬起, 对上孙子满含悲痛的眼睛, 半晌没能下去手, 一瞬间, 老夫人泪流满面, 明明一点声音没有发出来, 却让人觉得她痛不欲生, 阿川, 送离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药, 你怎么能这么和奶奶说话, 我们都是你最亲的人, 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你好, 陆金川忽然笑了, 逼死我的妻子, 也算是为了我好吗, 我亲爱的爷爷, 他就站在陆老爷子的对面, 明明唇角上翘, 却半点笑意没有, 隐隐, 陆老爷子似乎还看到了几分憎恨, 他的孙子恨他, 这几乎是年度笑话, 你去干什么, 陆金川没回答, 但是他走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告诉他, 他不打算回医院, 他要送离的下落, 陆金川已经和他擦肩而过, 陆老爷子唇绊颤抖着, 攥紧了手里的拐杖, 他冷声道, 把少爷带回去, 保镖几乎立刻行动, 老爷子带过来的人, 和沈青瓷带来的人不一样, 各个纪律言明, 带着几分军风, 几乎两分钟, 就到了陆金川的身边, 男人没动, 甚至头也没回, 是不是如果我反抗爷爷, 爷爷也打算打死我, 一句话, 彻底把陆老爷子带回到了二十年前, 精彩绝艳的儿子看上了一个普通女人, 不经过他的同意, 带着他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论他怎么说教, 死活都不同意离婚, 他到底触碰到了父亲的逆龄, 一向习惯了发号失令的老爷子, 经历了个人生涯里最接受不了的反抗, 因为这个反抗来自他的儿子, 陆老爷子请了加法, 把儿子抽得半死不活, 勒令陆家老宅里的庸人保镖不要管他的死活, 而媳妇担心他出事, 开车送他去医院的途中发生了车祸, 车辆侧翻彻底夺走了儿子的性命, 陆老爷子血液逆流, 他一生是成功的, 可是在亲情上又是那么的失败, 陆老夫人哭得厉害, 阿川, 你这话是在弯你爷爷的心, 陆家有家庭医生, 当年如果那个女人没带走他的儿子, 儿子怎么会死, 丈夫在气头上一时说了气话而已, 只有他一个人当了针, 陆金川看着陆老爷子, 似乎听不进去陆老夫人说的话, 要么打死我, 要么让我去找阿脸, 护城河下展开了一场最大的搜救, 搜救的人已经开展了半小时搜救, 陆金川到的时候, 正碰见搜救队队长找沈青瓷, 他看着他摇了摇头, 没找到陆太太, 半个小时, 如果还在河底, 恐怕要凶多吉少, 陆金川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屏幕上细碎地落下一层水雾, 屏幕亮了右暗, 陆金川没看见一条短信, 心脏又开始颤抖, 如果他没有记错, 宋黎仅有的游泳经历, 就是同志那条一人高的河, 和绿城香榭三楼的游泳池, 阿慈, 给我一套救援装备, 沈青瓷第一反应是拒绝, 你他们有病是不是, 你能有多厉害, 这里有专业的救援团队, 如果人家都找不到, 你就能找到,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陆金川, 他难得沉默了片刻, 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大海捞一个宋黎就行了, 你待会儿进去找不到了, 凌晨会出乱子的, 沈青瓷简直受不了, 你能不能理智点, 陆金川也想让自己理智一点, 可是只要一想到, 宋黎生死未卜, 心脏就像是破了一个洞, 呼吸都是漏风的, 我说, 给我一套装备, 陆金川把人掀开, 男人脱了外套, 白色的衬衫被赤色蕴开, 在衣摆上开出绚丽的花, 沈青瓷这一刻, 真的萌生了想杀人的冲动, 要不是陆金川是他兄弟, 他就把人摁死在这河里, 沈青瓷深吸一口气, 让人拿来一套装备, 陆金川套上, 背着氧气潜了下去, 陆金川上来下去, 一纸长的鱼都找到了, 就是找不到宋黎的痕迹, 那么大一个人, 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 他第一次发现, 原来护城河那么大, 大到这一刻, 让他心生绝望, 力气渐渐消散, 陆金川意识也开始模糊, 眼前发黑, 似乎能看见宋黎的影子, 陆金川筋疲力尽, 放弃挣扎, 身体不断下沉, 隔着水雾, 他眼底都是宋黎捏着财产 转让疏丝的粉碎的样子, 他怎么也留不住它, 像是这半年来, 他疯狂想要逃离, 却怎么也逃离不开的样子, 只是他的禁锢, 到底出了叉子, 他们走到了这一步, 以死向逼, 不愿生还, 陆金川胸腔里似乎灌了水, 那么痛苦, 几乎把他整个人都淹没其中, 暗上, 沈青磁听到南区搜救人员的汇报之后, 迎来了于晴, 宋黎的事情发生得突然, 他一时间顾不上难过, 阿川呢, 他低声问, 沈青磁侧头看了一眼, 他和陆金川说好了, 15分钟上来一次, 沈青磁看了一眼手表, 距离他上次上来, 已经过去了, 19分钟, 沈青磁直觉不对劲, 阿川非要下去找宋黎, 距离上次上来, 已经逾期4分钟了, 于晴觉得陆金川在胡闹, 河水那么脏, 他腰上有伤口, 感染了是会要命的, 你就任由他胡闹, 草, 沈青磁骂了一声, 我拦得住吗, 宋黎跳下来把他的魂都带走了, 沈青磁懒得解释, 我先下去找人, 他身上穿着装备, 从陆金川跳下去的地方下水, 身影打了一个转, 瞬间消失不见, 于是越下越大, 泛滥成灾, 于晴站了一会儿,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人都是这样, 只有在经历过失去之后, 才明白重要性, 可是他和陆金川不一样, 他想要留住云梦, 所以害死了云梦和宝宝, 陆金川是不知道, 在宋黎和家人这两项之中, 该怎么取舍, 宋黎走投无路, 没办法走到了绝路上, 这一刻, 除却祈求宋黎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外, 陆金川没有任何办法, 第225章, 原地暴毙, RL旗下的私人医院, 白鹤和南淮站在SVIP病房外, 前者小声汇报, 医生说救得及时, 宋小姐没有生命危险, 阿里什么时候能醒来? 南淮抹撒着指尖, 低声问, 这要看宋小姐的意愿, 白鹤回答完顿了顿说, 南总, 媒体那边报道, 陆总加入了宋小姐搜救的行列, 要不要告诉他, 向南淮求救的人, 算起来还是陆金川, 宋黎捅了他一刀, 这件事情, 指陆家的压力都够强, 陆老爷子想要报复宋黎, 真的是有一万种办法, 陆金川的意思是, 希望他能暂时把宋黎送出国, 南淮赶到江川路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 事情走歪了, 宋黎有轻生的趋势, 他提前让白鹤准备了船, 混迹在沈青池准备的救援队里面, 他的运气很好, 最先找到了宋黎, 把人捞起来, 直接送到了自己旗下的私人医院里, 神不知鬼不觉, 不用, 南淮看着白鹤的眼睛, 陆金川都求到我头上了, 证明阿黎在他那里, 也没有什么重要性, 可是, 南淮一个眼神, 把白鹤没说出口的话封肩在喉咙里, 他默默付匪, 可是陆总明明说过, 接到人跟他说一声, 南淮冷笑一声, 低声说, 陆金川欠阿黎的, 一刀还不清, 他把财产转让给阿黎, 零离开他都没有泄露陆氏的机密, 没有趁机毁掉陆氏, 这一切都太便宜陆金川了, 白鹤不懂, 明明陆金川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在为了送礼考虑, 南总, 虽然云梦的事情, 是陆老爷子策划的, 但是和陆总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带走了人家的老婆, 还让他重伤在河水里抛着, 会不会不合适, 而且云梦也, 南淮腻了他一眼, 白鹤瞬间惊声, 陆金川死了, 阿黎也能死心, 他面无表情地警告白鹤, 你的嘴巴给我闭紧, 阿黎醒了, 如果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你就自己递交辞声, 白鹤连连点头, 可是南淮和白鹤没等到送礼醒来, 反而等到了临城中心医院下的病危通知书, 陆金川伤得太重, 又呛了水, 第二次下病危通知书的时候, 被记者拍到了, 视频里, 陆老爷子和陆老夫人似乎瞬间苍老, 尤其是后者被保镖扶着, 趴在抢救室的大门上痛哭, 阿川, 我的阿川, 南淮拿出手机, 给陆金川拨了一个电话, 他本以为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是没有人接的, 可电话竟然通了, 苏晨物的声音, 南总, 他一如既往的毒舌, 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不会是要落井下石看笑话的吧, 怎么, RL的南总就这点休养, 苏晨物的口吻里夹带着怒火, 显然, 媒体播报出来的消息, 是真的, 南淮恶烈的一笑, 这一刻只觉得大快人心没事, 陆总让我找到宋黎后, 告诉他一声, 你找到了宋黎, 苏晨物的分贝提高了几个分贝, 那你让他过来, 只要他过来, 苏医生,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陆金川, 南淮的话, 让苏晨物所有的话语都哽在喉咙里, 南淮冷冷一笑, 而且, 我是找到了宋黎, 但是我话还没说完, 帮我告诉陆金川, 我找到了宋黎的尸体, 把人捞上来的时候, 已经泡白了, 你当我是傻子, 一个小时能泡白, 苏晨物炸他, 南淮并不生气, 我知道你们不信, 那不如就派一个人过来确认情况吧, 苏晨物的心脏下沉, 南淮, 我跟院长说好了, 太平间随时有人等, 你们过来核实, 不过宋黎的尸体我只能保存三个小时, 三小时之后, 我就会把人送去殡仪馆, 哦对了, 麻烦于先生归还于梦的骨灰, 我希望他们两个一起入土为安, 白鹤, 南总, 如果对方真的派医生过来核实, 我们去哪里给人找一个死了的宋小姐, 白鹤这一刻, 恨不得这个世界上有假死药, 能让他喂给宋黎一颗, 这件事情, 你自己想办法, 南淮把手机塞在口袋里, 唇角上翘, 如果连一个快死的人都骗不过去, 那你还留在RL干什么, 要不要我帮帮你, 让你去好好学学, 怎么和死人打好关系, 这就是老板, 资本家的剥削本质, 在这一刻被南淮演绎的淋漓尽致, 哪怕白鹤发现, 南淮的心情还挺好的, 白鹤含着泪, 联系了一个入恋师, 凌晨中心医院来人,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 白鹤刚和入恋师, 把找到的尸体, 化成送离的样子, 只要不是送离亲近的人, 基本上分辨不出, 躺在手术台上的人, 到底是不是送离, 医生果然没觉得不对劲, 确定人是淹死的之后, 长得也像是送离之后, 就拔了一根头发, 准备回去验DNA, 出门的时候, 医生要脱鞋套, 俯身时, 白鹤结果透明采集袋, 我帮你拿一下, 医生很高兴, 你们年轻人有礼貌, 他的视线没离开过, 脱完鞋套, 从白鹤手里接过来采集袋, 医生高高兴兴离开, 白鹤看着医生离开的背影叹了一口气, 他入职RL之前, 做过扒手这件事情要是泄露出去, 男总可能要有丢不完的人了, 希望老天开眼, 这辈子不要让陆金川再遇见宋小姐了, 陆老爷子给的压力太大, 苏晨悟和几个医生在手术台上持续抢救之下, 陆金川的病情仍旧没有半点起色, 他伤口感染的有些严重, 各种抗体都打了进去, 陆金川却连烧都没退, 加上湿血, 减脂血上加霜, 医生回来了, 低声告诉苏晨悟, 苏医生, 我看过了, 是陆太太本人, 带回来了一根头发, 已经送到检验科鉴定DNA了, 苏晨悟一颗心跌入谷底, 陆总情况怎么样? 苏晨悟摇头, 医生提议, 要不要刺激他一下, 怎么刺激, 告诉他宋离死了, 我还怕他给我表演一个原地暴毙呢? 苏晨悟想到了这里, 眸光一亮凑在陆金川耳边说, 阿川, 刚刚男总给你打了个电话, 他已经找到宋离了, 找到尸体, 也算是找到吧? 苏晨悟想着, 下一秒就看见了陆金川的心脏检测仪上波动了一下, 第226章, 你们配吗? 苏晨悟惊呆了, 嘴巴张合, 信口胡说, 人在第二医院抢救, 呛得有些严重, 我听说南淮准备把人送到国外, 你再不醒来, 宋离都要是别人的老婆了, 阿川, 话还没说完, 苏晨悟就对上了陆金川掀开的黑眸, 这他妈, 简直是医学奇迹, 刺激疗法, 果然不是传说, 陆金川的病情稳住了, 探视的人络绎不绝, 苏晨悟挡不住, 来一个交代一个, 不能透露出任何关于送离的消息, 陆金川不见陆家的人, 老爷子老夫人全被苏晨悟以刺激过度, 可能会影响为由拒之门外, 第一个进入到陆金川病房的人, 是苏苏, 凌晨中心医院的护士, 苏晨悟的亲妹妹, 没人被他更方便, 他带了鸡汤, 倒在小碗里, 想要喂给陆金川, 男人没什么食欲, 垂谋拿着手机给盛兰下指令, 让他关注南怀的动向, 不要放送离出国, 盛兰一一应下, 正在给陆金川报告, 近日购买航道的人员名单, 名单发过来, 盛兰的电话也打了进来, 陆总, 男总最近没有出国的打算, 我收到消息, 他要竞标一个古镇景区开发项目, 昨天在夜色迷离, 还遇见了他人, 陆金川拧了拧眉心, 总觉得不对劲, 但是又抓不到重点, 心里焦脆时, 苏苏把汤匙递过来, 捧着碗让他喝汤, 陆金川把碗推开, 又问, 爷爷那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 陆金川掐了电话, 看向眼前的女孩, 她还小, 比僵扰还要小, 甚至是脸庞还有些许的稚嫩, 眼底更是一派天真, 川哥哥, 这是我肺老大劲熬制的, 我哥哥都没得喝, 你可不能辜负我一片好意啊, 陆金川接过, 一饮而尽, 鸡汤算不上好喝, 但到底是好友妹妹亲手熬制的, 陆金川当然不好嫌弃, 他脑子一片凌乱, 手指飞快地在手机页面上点着, 除缺一个通话记录, 热搜什么都一片祥和, 似乎宋黎从高架上一跃而下, 不过是他自己做的一场噩梦, 陆金川已经给南淮拨过电话了, 但是对方一个也没有接, 他只能从眼前这个姑娘身上找突破口, 苏苏, 我受伤了, 爷爷有没有生气? 当然生气啊, 怎么可能不生气苏苏天真的开口, 哥哥怕他们气着, 让我去陪陪他们, 我去老宅, 还见爷爷摔东西了呢, 陆金川揉了一下眉心, 是吗? 苏苏点点头, 陆金川又问,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做饭? 家里用人指导着, 你放心川哥哥, 咱没找厨房, 苏苏得意的仰头, 忽然听到陆金川问, 你穿嫂嫂呢? 低声说, 我没见他, 他都拿刀同名了, 川哥哥, 我们可以换一个老婆了, 对上陆金川的视线, 苏苏的话没有那么硬气, 渐渐弱了下来, 是吗? 如果阿里有消息的话, 爷爷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陆金川眸光闪烁, 苏苏, 连你也骗川哥哥, 苏苏第一次见这么可怜的陆金川, 上次在医院里, 苏苏还听了孙茜姐姐的, 给过宋梨下马威, 可是转眼, 吃过他下马威的人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苏苏忍不住唏嘘, 也第一次觉得川哥哥这么可怜, 明明嫂嫂人已经没了, 可是没人告知, 犹豫了一下, 他唇半张合, 川哥哥, 川嫂嫂已经死, 苏苏, 林山的声音在耳边炸开, 陆金川和苏苏同时看过去, 苏苏骤然回神, 抿住唇角, 说完, 陆金川带着命令, 林山低声说, 南淮找到了送礼, 陆金川始终盯着苏苏, 目光并未分给林山一丝一嚎, 是, 找到了嫂嫂的尸体, 中心医院的医生过去验证过了, 甚至还检验了DNA, 苏苏突然抬高声音, 就连警方都已经确定死亡的人, 你们这样, 瞒着, 能瞒多久, 他从高架上跳下去死掉了, 你们不想让川哥哥知道真相, 难道这样就能让你们内心的愧疚少一些吗? 真可笑, 陆金川颤抖着手去掀开搭在腰腹上的被褥, 林山扑过去, 笨住他, 阿川, 松手, 阿川, 你不要这样, 就当我求你了好吗? 世界上爱你的人又不是只有宋离一个, 林山忽然哭了出来, 他心心念念看着眼前的人这么多年, 即便是不能做他的陆太太, 可是看他为了别的女人折腾自己的样子, 还是觉得痛不欲生, 下巴忽然被捏住, 林山的脸被人抬起来, 透过模糊的水光, 林山对上他漆黑的眼眸, 还有谁? 什么? 还有谁爱我? 陆金川问他, 你吗? 这是最佳的剖白心机的机会, 林山不想犹豫, 可是看清楚他眼底的讽刺, 所有情话梗在喉咙里, 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 所以, 这是你帮爷爷的原因, 林山, 爷爷是为了救路代, 才会放走云站, 想要阿里死, 是为了什么? 林山心脏抽疼, 他哭得肝肠寸断, 因为心脏病, 一张脸因为剧烈的情绪波动, 憋得铁青, 阿川, 我真的不知道, 是爷爷让我转账的, 给了我一个账号, 他是你的爷爷, 我真的没想送李死, 林山哭得委屈, 他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死了, 那么疼, 似乎下一秒就不会再跳动了, 苏苏见情况不妙, 扑上前抱住陆金川的手臂, 川哥哥, 你要掐死山姐姐了, 你快松手, 陆金川一把把人甩开, 苏苏扶住林山, 他眼睛里都是泪, 眼底都是眼泪, 阿川, 林山眼里含着泪, 满是楚楚可怜, 为了送离, 不论我说什么, 你都不信是不是, 如果他肯退一步, 姑姑不用坐牢, 他还是你的妻子, 云梦也不会死, 闹到现在家破人亡的地步, 真的值得吗, 陆金川冷笑一声, 让他退步, 你们配吗, 林山, 别再往我面前靠, 不要消磨掉我, 对你最后的容忍度, 第227章, 守口如瓶, 送离醒来的时候, 室内很黑, 没开窗帘, 鼻尖还有一丝沉香, 他甚至觉得自己上了天堂, 可是手心里的被褥柔软, 他缓缓坐直身体, 伸手在床头抹萨半上, 终于找到了开关, 灯光大亮, 室内装潢偏灰掉, 入目就是那种低调的奢华, 怎么看, 怎么像是一个男人住的地方, 他垂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 早就换过了, 一件丝绒睡衣, 马术不对, 穿在他的身上, 还觉得有些大, 门忽然被推开, 男人的脸掉锒铛, 侧着头看向他时, 带着几分邪色, 行了, 宋离看着顾怀生, 半赏反应不过来, 顾总, 我怎么在这里, 男怀托偶帮他照顾几天, 顾家和宋离算是有大仇, 估计全世界的人都想不到人会在他这里, 宋离捂着胸口, 低声说, 我的衣服谁换的, 你那是什么眼神, 我不至于喜欢上陆金川的女人啊, 衣服是王仪给你换的, 赶紧下楼吃饭, 宋离没什么食欲, 顾怀生说, 你昏迷了一天一夜, 再不吃怕不是要饿死, 再不下来, 你这辈子都下不去了, 待会儿顾初要过来, 宋离愣了愣, 这个房间, 顾怀生对着他笑了一下, 阴森森地, 让宋离不由自主地, 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恭喜你猜对了, 你睡的是爷的床, 我家除了我的房间, 没有顾初不敢进去的, 宋离瞬间如坐针毡, 猛地从床上跳了下来, 顾怀生笑了, 再不下去, 我只不定会对陆金川的老婆, 有那么点意思, 宋离率先一步拉开房间门, 直接下了楼南怀叮嘱过, 宋离蛋清过敏, 严重会致死的那种, 桌子上大部分都是西餐, 但是一个鸡蛋也没有出现, 宋离还没有完全从跳河的阴影里面走出来, 他捏着叉子的手, 隐隐用不上什么力道, 半嗓才抬着头问顾怀生, 顾总, 你藏着我, 就不怕陆家的人找你的麻烦, 顾怀生加了一块牛排, 塞在嘴里, 咽下去才说, 怕什么? 全世界都知道, 你已经死了, 尸体都被南怀给火化了, 陆家就算是再小气, 也不会跟一个死人计较吧, 顾怀生笑容里带着满满的恶意, 话锋一转, 低声说, 再说了, 就算是陆老爷子追过来, 看见你也会以为是诈尸了, 吓得半死不活, 安心吃饭, 我要出去一趟, 顾怀生吃得不多, 忽然起身捡起搭在凳子上的西服外套, 边走边说, 你在家, 就听王仪的, 宋离慢了半拍, 点头的时候, 顾怀生已经出去了, 宋离吃了饭, 又被王仪带到了顾怀生的房间里, 王仪年龄大了, 平时不会看微博, 顾怀生倒是喜欢她, 给她装的还是那种找台的电视, 她不知道她的身份, 一心觉得她是顾怀生的女朋友, 将来会做顾太太, 拉着她盘问了好一番户口, 宋离解释了无数遍, 但是王仪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宋离筋疲力尽, 又不想上床睡, 矫情地抱着小毯子, 缩在沙发上, 睡了半个下午, 宋离是被王仪咬醒的, 不知道顾怀生是怎么跟她说的, 她的表情像是见了鬼, 宋小姐, 二少过来了, 她刚才在楼下说先生带回家一个女人, 要渐渐打扫, 你快点从后面出去, 我说你要换衣服, 拖住了人, 宋离被王仪推到了阳台后面, 阳台上有一层台阶, 下面还有人, 她刚下到一楼, 就被下面等着的人拦腰扛起来, 小跑着塞到了车子上, 胃背顶着, 痛得她脸色发白, 吃进去的东西都差点吐出来, 开车的保镖看上去像是有点问题, 宋离摆着脸问她, 我们现在去哪? 去找先生, 去顾氏, 宋离, 如果她没有记错, 顾氏和陆氏RL的距离还是很近的, 这个时候出去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从天桥跳下去那一刻, 宋离忽然就后悔了, 沈青慈说得对, 她的做法太蠢了, 她一跳, 如果死了是一了百了, 但是也让恨她的人觉得大快人心, 人该惜命, 尤其是, 她这条烂命是梦梦就回来的, 梦梦, 病遗管, 火葬, 宋离脑海里有什么一闪而过, 快得还没抓住, 车子已经停了下来, 保镖不由分说, 把人从车里面扯了出来, 直奔顾氏大楼, 宋离来不及多想, 只能捂住脸, 这个保镖, 脑子里似乎只有一根筋, 只知道的听命行事, 手腕被捏得生疼, 宋离被迫跟着人跑, 保镖仍高大腿长, 宋离几次差点摔倒, 磕磕绊绊到了顾氏大楼下, 保安不认识保镖, 让他拨电话核实身份, 他站在一边给王医打电话, 宋离等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熟人, 顾怀生, 以及他身边站着的, 于晴, 宋离猛地转身, 这边连个遮挡物都没有, 唯一能遮住宋离身形的, 大概就是高耸辉红的柱子, 于晴觉得, 自己眼花了, 竟然看见一个像宋离的影子, 他大步追了过去, 走到柱子边, 一个人都没有, 顾怀生拧了一下眉心, 问他, 于先生, 于晴摇头, 走吧, 上去看看河道, 两个人一前一后往顾氏走, 顾怀生回头看了一眼柱子的方向, 没稍微微挑了起来, 手机适时响了一下, 王医发来的短信, 二少来了, 非要见嫂子, 我让顾三送送小姐去见您, 人被挡在了顾氏大门外, 先生派人接一下, 顾怀生收了手机, 真糟糕, 男怀让他藏个人, 这一天都没藏到, 眼下就要丢了, 宋黎这个身份, 线下似乎不太适合在外面跑吧, 顾怀生阔步往前, 给秘书发了一个短信, 让他悄无声息地出来找人, 这边, 宋黎缩在沈青慈的怀里, 瑟瑟发抖, 心脏似乎坐着过山车, 他是真的没想到, 他会带她躲起来, 小丫头, 没死不知道回家吗, 沈青慈表情有些不好看, 在他看来, 他们都被男怀给耍了, 他现在合理怀疑, 云梦的死到底是不是真的, 宋黎低垂着眼睫, 忽然冷静地开口, 沈先生, 我就过沈老夫人一次, 向你讨一个要求不过分吧, 嗯, 我希望沈先生守口如瓶, 不把见到我的消息泄露出去, 可以吗, 第228章, 各自安好, 这要是不答应, 宋黎会不会觉得他不孝顺啊, 这次置之死地, 让宋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他说不出来这种话, 而作为被要求的人, 可以, 但是我的答应, 你相信吗, 宋黎点头, 我相信沈先生不是说话不算话的人, 他口不对心, 沈青慈叹息, 我暂时不会告诉身边的人, 但是我不确定我能瞒多久, 宋黎看上沈青慈, 小声问, 沈先生, 能不能向你借一下手机, 沈青慈把手机递过去, 他看着他拨号, 一个一个数字输进去, 最后跳出来一个备注, 男怀, 他这烂熟于心的样子, 显然没少拨, 一直到快要挂断了, 直怀才接了起来, 他声音淡漠, 沈总有事, 宋黎大脑空忙了一瞬间, 要问的问题卡在喉咙里, 半响都蹦不出来一个字, 沈青慈见他一个字不说, 自发走远了一点, 确定他听不到, 宋黎才咬住唇绊, 桃子, 梦梦, 阿里, 男怀拧了您眉心, 反唇问他怎么用沈青慈的手机打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 宋黎唇绊张合, 低声说, 我在故事大楼楼下, 那些为什么用了沈青慈的电话, 实在一言难尽, 男怀若有所觉, 掐断了电话, 宋黎眸光闪了闪, 他其实是想问问云梦的消息的, 把手机还给沈青慈, 男人不知道从哪里拿到的口罩递给他, 你的五官太有辨识度了, 戴上口罩, 宋黎接过戴上, 道了谢, 沈青慈其实真的喜欢宋黎, 他跟他见过的女孩子都不一样, 阿川醒来知道, 你没了之后挺伤心的, 宋黎恍若未闻, 离婚协议书上, 宋黎已经签了字, 在他看来, 他们之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云战被交给了法院, 楚越和陆带基本上逃不过去了, 三天后开庭, 你要不要去观审, 宋黎摇头, 这个孩子被害的真相让他遍体鳞伤, 不管结果怎么样, 他都已经筋疲力尽, 无能无力了, 谈话间白鹤到了, 他几乎是小跑着过来, 宋小姐, 男总在RL总裁办等您, 宋黎跟沈青慈挥手再见, 沈青慈叫住他, 是不是不论发生什么, 你都会坚定不移地留在阿川的身边, 宋黎回过头, 低声说, 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沈先生没必要让我拖累南淮的名声, 我和陆金川道不同不相为谋, 该一别两宽, 个子安好, 说完, 他头也不会低上了车, 宋黎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云梦, 在第二医院的SVIP病房里, 云梦浑身插满了管子, 眼睛紧紧闭着, 宋黎刚看见他瞬间就捂住了嘴巴, 南淮低声说, 他情况不太好, 从中心医院带回来, 几次都没了气息, 怀孕三个多月又是暴力流产, 云梦小时候身体亏损严重, 失血过多后差点没了, 他多久能醒, 南淮摇头, 低声说, 不确定, 不过算是脱离了危险期, 这一场车祸经历是触目惊心的, 南淮在中心医院里有人, 恰好是负责云梦手术的人, 确认死亡的人是他, 苏承物连轴转了几个手术台, 苦不堪言之下, 自然发现不了, 这也是现时代医疗水平那么发达, 但是却仍然偶尔出现医疗事故的原因, 阿黎,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南淮忽然问, 宋黎顿住, 凌晨权贵几乎让他得罪了一个遍, 因为他断了顾家最得宠的顾出的男人根本, 捅了陆金川一刀, 害得楚家一家几乎负面, 梦梦又是为了救他才死的, 基本上凌晨没有他的活路, 我想离开凌晨, 宋黎看着南淮, 他手里没什么手机, 眼睛里那么认真, 南淮, 我想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 没人认识你的地方条件都很艰苦, 宋黎摇头, 我不怕, 凌晨条件虽然不苦, 但是再待下去, 怕生命都没有了, 南淮明白, 他忽然伸手, 靠近摸了摸宋黎的脑袋, 似乎小时候, 他哭闹的时候, 南淮也是这样, 从不说什么安慰的话, 只会摸摸脑袋, 以示安抚, 现在不可以, 陆金川盯我盯着紧, 给我三天时间, 我送你离开凌晨, 宋黎别过头, 他不敢面对南淮的温柔, 南淮把宋黎送到了名下的一个单身公寓里, 宋黎不肯让任何人照顾他, 这样目标更小一些, 南淮也同意了下来, 他让白鹤买了很多生活用品给他, 把冰箱也塞满了, 宋黎坐在客厅里, 一笔一画把南淮花了多少钱写在笔记本上, 撕碎股份转让书是挺爽的, 但是他现在是个死人, 基本上一毛钱都没有, 这些钱是要还的, 化缘, 苏华的身体扛不住, 抢救时, 医生从急救室出来给几页行下了最后通牒, 我们还能再拖两个小时, 如果两个小时之内拿不到合适的骨髓, 谁也留不住太太, 宋黎死了, 几页行去哪里找合适的骨髓, 熊猫鞋也不一定能捐赠, 苏华身体特殊, 几页行站在原地, 整个人宛如魔症一般, 纪念眼泪速速下坠, 死死地拽住几页行的手, 爸爸, 你找找那个坏女人, 我不要妈妈死, 我不要做没有妈妈的孩子, 他哭得那么委屈, 几页行唇半仙了仙, 谋底都是严厉, 我说过很多次, 男子汉不要哭哭啼啼的, 做完作业就去上钢琴课, 你的家庭教师应该快到了, 纪念哽咽, 我要等妈妈, 妈妈什么都教不了你, 几页行口吻很重, 沉甸甸地压在了纪念的心口上, 你就是喜欢坏女人, 你是不是早就等着妈妈死了, 几页行忽然抬腿, 一脚把纪念踹翻在地, 所有的画风断在了喉咙里, 纪念痛的眼睛里再度冒出来了泪花, 他朝几页行看了过去, 男人刀削斧凿的脸上都是阴郁, 没有一点父爱的感觉, 几页行胆了胆身上的褶皱, 无情转身, 跟身边的助理说话, 约一下男总, 是, 第229章, 真敢想啊, 宋黎接到几页行的电话时, 是有些意外的, 高高在上的男人, 在电话里低声祈求, 宋小姐, 我希望你能再给画画捐赠一次骨髓, 几乎几页行刚开口, 宋黎就感觉到了抽骨髓那种, 几乎能穿透灵魂的痛楚, 他下意识地拒绝, 不, 不管是谁要对他下手, 灵珊的角色都是一个中间人, 几页行是灵珊的小舅舅, 他不至于那么圣母, 还要去救自己亲人的仇人, 画画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几页行忽然开口, 宋黎顿住, 苏化缠绵病态, 不是一年两年了, 几页行一直守在苏化身边, 他的雷若和灵珊不一样, 灵珊的病总在问及他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恰巧发作, 而苏化, 他去画园的时候, 他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 宋黎见过他, 不比灵珊长得差, 如果不是病态严重, 苏化应该是一个妩媚缠绵入骨的女人,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肯给画画捐赠骨髓,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宋黎其实很羡慕苏化, 几页行的爱是渗透他整个灵魂的, 不论苏化多么狼狈, 他从始至中都不离不弃, 哪怕是苏化意识模糊, 我不用纪先生再帮我做任何事情了, 记页行笃定, 你需要, 宋黎你没, 几页行又说, 陆太太, 如果您不愿意捐赠骨髓, 那么我会把你还活着的消息, 透露给陆老爷子和顾老爷子, 连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力量都抗不过, 何况是两个, 吉页行, 你太卑鄙了, 不论宋黎怎么怒骂, 他一口硬承下来, 是, 我太卑鄙了, 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吉页行低声说, 男总给了我位置, 我正在派人过去接你, 只要你同意捐赠, 我可以送你离开凌城, 这是鱼虎谋皮, 陆金川说的一点都不假, 吉页行其人, 比顾怀生, 于晋二人更加危险, 他是穷途陌路的雄狮, 一张口就能咬断一个人的脖梗, 宋黎刚挂断电话, 男怀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阿脸, 你不要去, 我不知道吉页行会威胁你, 对不起,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 宋黎忽然笑了一下, 没有多疼的, 而且吉页行说了, 他会把我送出凌城, 男怀短暂地疼一下, 获得吉页行的帮助, 还是死扛到底, 被路过两家重要人物满世界追杀, 哪个结果比较好, 男怀在电话里耿住, 他全都知道, 宋黎打开房门往外走, 风越来越大, 掀起他大衣的衣服, 凌晨我早就待你了, 车子越来越近, 男怀的声音也浅淡了下来, 可是吉页行没那么容易放过你, 除非苏话好了, 而他收到的消息是, 苏话可能好不了了, 绿城相线, 陆金川从出院起, 就在卧室待着没出来, 别墅里到处都是宋黎的影子, 他的清浅淡香的味道, 若隐若现的影子, 都在这一刻变成了水月进化, 陆金川只觉得脑子似乎裂成两半, 坐在卧室仰胎的摇椅上, 陆金川一蹶不振, 苏苏和苏兰到的时候, 在门口踢到了一个酒瓶, 苏兰把瓶子捡起来, 和苏苏对视一眼, 七十八年的拉菲, 这种顶级红酒, 被陆金川喝出来了三块钱街边啤酒的错觉, 陆总, 有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下子, 陆金川没有任何回应苏苏凑了过去, 他醒着, 眼神都没有聚焦, 显然在跑神, 如果不是他凑到了他脸前, 陆金川都不能发现他们来了, 这种状态有些夸张, 但是又真实存在着, 陆金川已经签了字, 完全都没有看文件内容, 苏苏觉得挺忧愁的, 川哥哥, 你这样可不行, 苏苏低声说, 死了老婆的又不是只有你自己, 这说在家里也不太合适吧, 你看秦哥哥今天都去顾氏和顾怀生谈合约了, 还有还有, 山姐姐估计要死小就骂了, 提及苏话, 陆金川有了点反应, 毕竟当初因为苏话, 送离没少吃苦, 苏苏见状, 当然想多说两句, 宽慰陆金川, 我问过哥哥的, 苏话的病挺严重的, 能匹配上的骨髓, 只有川扫扫, 苏话是苏家的私生女, 上流社会把私生子女当成忌讳, 苏家也一样, 苏兰的父亲年轻时风流, 根本不知道谁给他生了女儿, 比苏兰还要大, 苏话的身体不好, 苏家是医药世家, 当年苏话就被丢在了苏家家门口, 还留下了DNA检测证明, 他在苏家没什么存在感, 地位何用人差不了多少,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从小就撒娇卖吃, 凭借这个把几叶行骗到了手, 还没好过多久, 人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人间皆苦难, 谁也无法幸免, 我听说南怀给山姐姐的小舅舅, 推荐了一个人, 也能给他小舅妈匹配上骨髓, 但是我觉得吧, 肯定悬得要命, 要我说, 你们这些青年才俊结什么婚, 这不, 英年早婚的全都同一年恢复单身了, 陆金川猛地坐了起来, 问苏苏, 你说有人给苏话配上了骨髓, 苏苏猛了猛, 下意识地看向苏兰, 片刻后点头, 是, 但是我哥说了, 他研究过苏话的病不好恢复的, 倒不是说骨髓不好匹配, 而是他还有其他的状况, 血型是一方面, 还弱不经风, 连点药都用不了, 痛不用说, 万一还没治好的话, 恐怕还要给捐赠骨髓的人留下心理阴影, 南怀推荐的, 苏苏没觉出来不对劲, 虽然几页行是灵山的小舅舅, 但是几页行和南怀的关系, 比和陆金川的和谐多了, 他刚点了头, 眼前的男人已经一阵风一样地刮了出去, 哎川哥哥, 苏苏和苏兰追下楼的时候, 陆金川已经开车绝尘而去, 苏苏看着苏兰, 姐姐, 川哥哥这是抽什么缝, 苏兰逆了苏苏一眼, 满目不耐烦, 陆总觉得南怀推荐的人是宋黎, 川哥哥可真单想啊, 那已经检验过DNA确认死亡的人, 怎么可能再复活, 第230章, 我的诚意, 苏兰可不觉得陆金川多想, 这太巧了, 就连他都不由多想, 苏兰想了想给灵山打了个电话, 话缘是灵山的小舅舅家, 他过去, 管家自然不会拦人灵山畅通无阻地进去, 就看见了互相对持的人, 陆金川站在客厅里, 对面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 甚至年龄也有些大, 一看就是历经沧桑, 满目疮痍, 南怀不在, 几夜行正在和女人谈报仇, 一次一百万, 下次我会派车去接你,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我尽量满足, 女人唯唯诺诺, 已经被一百万冲昏了头脑, 把人送走之后, 几夜行才看向陆金川, 甚至看见了灵山, 你们怎么来了, 这次陆总是以我外甥女婿的身份来的, 他眼皮微挑, 带着几分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嘲弄, 陆金川纯扮张合, 阿黎呢? 不好意思陆总, 我这里不提供找人的业务, 几夜行诞生说, 找活人联系派出所, 找死人要地下有人, 找我没用, 陆金川忽然上前, 一把揪住几夜行的领子, 你知道我说的什么, 少在这里插可打混, 几夜行也来了脾气, 他虽然年龄比陆金川大不了多少, 但是他一直把陆金川审亲词等人当成晚辈, 一次两次被冒犯, 早已耗空了几夜行的耐心, 他一把把人掀开, 陆金川刚出院, 他刚出院, 腰腹上还有伤, 当即被几夜行掀翻在地, 阿川, 灵珊紧张地去扶他, 陆金川躲开, 手在半空中僵硬住, 灵珊唇半颤了颤, 他飞快地收回手, 看着几夜行, 小舅舅, 你明知道阿川受了伤, 怎么能和他动手? 珊珊, 你看不到是他先动的手吗? 几夜行抬眸, 眼底都是漠然, 他冷笑一声对陆金川说, 你来我这里找人, 能出现在我这里, 还用得着我的人, 你知道他们都是来干什么的吗? 他是来卖命的, 陆金川胸腔一阵质闷, 那种系痛让他瞳孔紧缩, 你来闹一场就当自己深情了, 你们之间的事迹整个凌晨都知道了, 几夜行笑的川心, 任由别人遭见又不肯放手的爱, 最为低廉, 陆金川整个人顿住, 画画身体不好, 为避免出现其他危险, 抽骨髓不能打麻药, 陆金川, 你不知道, 你一句轻飘飘的人呢, 就想把人带回去, 你做什么吗? 人死了, 你想找人, 就该陪他去死, 舅舅, 凌山尖叫出声, 几夜行冷哼一声, 忽然闽唇一笑, 我是挺想让宋黎再给画画捐献一次骨髓的, 可惜的是我去晚了, 你的陆太太早就化成了飞灰, 下次希望陆先生注意, 不要来我这里找死人, 寂寞觉得晦气, 几夜行始终高高在上, 冷笑着说, 管家, 送客, 凌山气得不行, 踏出去的一瞬间, 几夜行的话又响了起来, 珊珊, 他能让送礼走路绝境, 就能让你也走路绝境, 喜欢是勇气, 迷失的爱是自取灭亡, 凌山肩膀颤抖, 他回头看了一眼几夜行, 男人就在客厅里站着, 漂亮精致的脸上满是严肃, 凌山眼底一片潮湿, 他回不了头, 尤其是在爱陆金川这件事情上, 他一句话没有回应, 伸手去扶陆金川, 男人后撤, 先他一步退了出来, 凌山追了出去, 抵住陆金川拉开的车门, 强行把车门再度拍上, 阿川, 你到底要干什么, 凌山眼底都是累, 他伸手去触摸陆金川的手臂, 陆金川促眉后退躲开, 凌山固执地伸手攥住他,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宋礼已经没有了, 这是陈雾让人核实过的, 陆金川不幸, 他伤重, 在外面走得久了, 脸色一片惨白, 没见过尸体, 我默认为他活着, 你就不能理智一点吗, 难道宋礼真的冲过你身边的所有人, 爷爷奶奶已经老了, 你知不知道, 凌山的眼泪彻底砸了下来, 你要我们说多少遍, 宋礼已经死了, 死了, 死了, 凌山几乎是尖叫出声的, 他情绪激动, 心跳一度加速, 心脏从来没有那么痛过, 恨宋礼触手可及他的渴望而不可及, 恨他苦手那么久, 依旧什么都得不到, 陆金川一个字都不听, 他说, 行了, 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 安安心心治病, 珊珊, 你应该知道, 从我娶了阿丽开始, 我们之间早就不可能了, 陆金川拉开车门, 坐了进去, 车子一路绝尘, 凌山追了两步, 他穿着高跟鞋, 崴了一下, 脚踝钻心的痛, 最终跌坐在地上, 捂着脸, 任由自己的眼泪, 浇湿了心脏, 陆金川对凌山再也没有了联系, 他明知道看见凌山跌坐在地上, 绅士的男人该下去把人扶起来, 尤其是凌山还是一个病人, 可是这一刻, 陆金川只觉得累, 空前的累, 后视镜里的影子越缩越小, 陆金川踩了一脚油门, 影子彻底消失, 夜色迷离, 陆金川到了一杯酒, 一只手端走了红酒杯, 于情的面容被彩灯打成了五光十色, 他半靠在椅背上, 口吻滴滴的, 这个时候, 你该借酒养伤, 而不是来这里买醉, 陆金川没什么瘾, 可是听了几夜行的话, 他只萌生出了强烈的喝酒的欲望, 被酒精麻痹的神经, 或许不会那么紧绷, 我听说你去找几夜行了, 怎么, 觉得宋离还活着, 于情血不见任, 你不信沉默, 陆金川始终寡言, 于情看不惯这样的他, 当初他一记手刀劈晕他, 让他连云梦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这件事情, 始终让他怀恨在心, 难以忘怀, 我怎么听说, 几夜行找到的, 新给苏华捐赠骨髓的女人, 是个四十岁的已婚妇女, 陆金川先眸看了他一眼, 被他的眼神激怒, 于情气恼地道, 接受一个人的离开就那么难, 这不是你当初逼我放下的样子, 阿情, 他忽然开口, 于情沉默地看向他, 男人纯扮张合, 我们不一样, 我和阿里是夫妻, 于情的脸色骤然难看了下去, 他明白陆金川的意思, 云梦死了, 他临死之前, 把自己的尸体托付给了南淮, 火化也好, 埋葬也罢, 南淮有这个权利和义务,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阿里死了, 我还是阿里的丈夫, 陆金川眼底心红, 他忽然低笑, 他死了也是我的, 南淮应该把人还给我, 而不是在不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 把人火化, 于情呼吸平住, 刚得知送礼死亡的时候, 陆金川一度心如死灰, 可是在绿城香蟹整整二十多个小时, 空闲着他想不通只剩下这么一个问题, 他的妻子凭什么尸体不交由他处理, 骨灰也不给他处理, 陆金川出院之后, 根本就不想找南淮要回, 他的手段怎么看都是让他死心的小把戏, 于情沉阴片刻, 低声问, 你打算怎么办, 陆金川盯着于情沉默了半上, 忽然伸手把他手里的酒拿到手里, 一饮而尽, 他低笑一声, 说, 不是我打算怎么样, 而是阿里打算怎么样, 吉夜行有一句话说得对, 什么话, 于情好奇, 吉夜行能说出来什么好话, 陆金川低声道, 我让阿里走到绝境, 话缘, 送礼从主卧室里出来, 抽取骨髓带来的痛楚, 让他产生了一些幸运感, 吉夜行扶了他一下, 低声问, 还好吗, 季先生如果真的关心我好不好的话, 不如捐赠骨髓的事情不要再有下策, 吉夜行闭了嘴, 他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才低声说, 医生说, 话话的病情不太稳定, 要观察一下, 可能一个月之内还要再抽一次, 季先生, 你承诺过捐赠骨髓之后送我离开凌晨, 宋黎直直地盯着吉夜行, 男人取出来一份文件递到宋黎的手里, 他狐疑地打开, 瞬间呆愣住, 吉夜行给他准备的是一个全新的身份, 一个偏远的山村之教教师, 改头换面大概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诚意, 吉夜行低声说, 我确实承诺过过两天送你离开凌晨, 但是宋小姐, 这个两是个量词, 我要根据话话的病情推断, 并不是能让你随随便便离开, 宋黎看着吉夜行, 忽然问, 你要怎么保证, 我不会被别人发现, 吉夜行看着宋黎, 他长得很漂亮, 眸光那么干净, 前不久还在爱情里委屈求全, 可这才多久, 他就已经眼睛里有了锋锐的光, 他不知道, 刚才陆金川不是真的被他骗了过去, 而是自己愿意离开的, 既然他愿意后退一步, 代表的是什么, 或许他愿意帮忙隐藏他的存在, 也有可能, 他一个人可能骗不了多久, 但是陆金川, 南怀再加上他, 就算是陆顾两个老爷子的眼睛, 也不是骗不过去, 吉夜行阴色沉沉, 我有我的办法, 陆金川的退一步, 换句话说, 陆金川在这段感情里, 展示出的唯一的怯懦, 成为了他治好画画最大的助力, 第231章, 你送他走, 好画坏画都已经被他给说完了, 宋礼也明白他的意思, 他不过是想让他待上一个月, 随时随地给苏画捐赠骨髓, 一个月后能不能离开, 还要另说, 宋礼策谋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画园外面站了一排保镖, 他唇脚翘了翘, 忽然开口, 吉先生, 既然给我安排的身份是支教, 那我过去生活总要适应的, 对吧? 画园里没有你能教的人, 宋礼知道他看不起他, 忽然笑了, 怎么没有啊? 我要是没记错, 吉先生有儿子吧? 吉夜行忽然眯着眼睛笑了一下, 那宋小姐知不知道, 给纪念上一节课我付多少钱? 他的每个家庭教师, 要么是硕士毕业, 要么专业能力强硬, 宋小姐打算凭什么交纪念? 凭我的骨髓, 这是个吉夜行拒绝不了借口, 他走了两步, 被宋礼喊住, 女人笑页如花, 记得给我结算课时费, 吉夜行无语地扫了他一眼, 说, 你也是陆太太, 怎么那么斤斤计较, 季先生不是告诉陆金川答案了吗? 如果我真的有钱, 也不会求到你的头上, 自接伤疤这件事情, 宋礼做得得心应手, 甚至是落落大方, 吉夜行只能答应, 宋礼要去支教, 那边的小朋友还干净地宛如一张白纸, 什么都没有接触过,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宋礼讲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 你除了会这个, 还会什么? 宋礼扯着唇角假笑, 我就会这个, 就算你不愿意听, 也必须听, 不信你去告状啊, 纪念气得翻了个白眼, 指着宋礼的鼻子说, 你给我等着, 纪念怒气冲冲地出去, 回来的时候带着吉夜行, 男人站在房间门口, 拧着眉心看着宋礼, 这些东西念念一碎就会, 可是我要教的孩子不会, 怎么, 让小少爷配后觉得委屈, 宋礼冷笑, 再委屈还能委屈过他, 吉夜行如梗在喉, 把纪念推了进去, 他的声音宛如寒冰, 让你学就学, 学过就再温习一遍, 纪念不可置信地盯着吉夜行, 可是你说, 不要为了无畏的是浪费时间, 学些不是无畏的事, 吉夜行声音缓慢也冷沉, 一个字一个字地扎在了纪念的心口上, 他看了一眼万间的手表, 胆声说, 我还有事要处理, 没事不要再烦我, 纪念敢怒不敢言, 试图把这件事情发泄到了宋礼身上, 我不要学这些脑残的东西, 你滚, 宋礼一把揪住纪念的衣领, 小家伙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送过他一份大礼, 说他小气也好, 斤斤计较也罢, 这份礼现在还卡在他心口上, 他压低声音, 对着纪念说, 抱歉呢, 吉小少爷, 你爸爸听我的, 宋礼说这句话的时候, 心脏还有些酸, 为了能让他给苏化捐赠骨髓, 吉夜行真的是委屈求全, 连带着儿子也要受这个委屈, 母亲常年卧病在床, 父亲的关怀不够心思, 全在妻子的身上, 导致纪念一点大舅心思敏感, 他看着宋礼的眼睛, 忽然凝聚起了无数的泪意, 你和我爸爸是什么关系, 纪念长得好, 粉雕玉气, 小脸白皙, 五官精致, 他眼底含泪的样子, 很容易让人动容, 宋礼冲他邪恶地笑, 你说呢, 纪念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当年晚上, 化缘就一片热闹, 宋礼的房间很靠近卧室, 几叶行这样安排, 当然是为了方便宋礼给苏华捐赠骨髓, 因为苏华的吵闹, 卧室的门被进来出去的人留了一条缝, 宋礼房间的门也没怎么关, 他们的争执一字不落, 全部落入到了宋礼的耳朵里, 苏华的身体是强弩之末了, 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 躺在病床上, 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战战兢兢, 苏华把室内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满头无法扑在肩膀上, 他掀开被子要下床, 地面都是玻璃茶, 几叶行怎么敢让他下去, 眼疾手快把人捞进怀里, 华华, 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 苏华眼底都是眼泪, 好啊, 把你带回来的女人送走, 我就不闹了, 他万种风情尽数散在雷若里, 阿行, 送他走, 苏华这句话满是祈求, 我不要觊予你位置的女人的骨髓, 华华, 我哪有你想的那么好, 不是全世界的女人都会喜欢我的, 几叶行第一次哀伤, 你相信我, 行吗, 等你病情稳定, 我一定把他送走, 苏华不肯让几叶行报, 他力气弱, 推举着他人哭得委屈, 我的病情什么时候能稳定下来, 你是不是怕把人赶走了, 找不回来, 你就任由别人遭他我给你生的宝宝, 念念都告诉我了, 你为了那个坏女人, 还踹过她, 几叶行, 是我看错了人, 就算是急着换人, 你也该等我死了, 过完七七吧, 好歹爱过, 我不会再接受骨髓移植, 你不送他走, 也不用麻烦地, 再给我看病了, 离婚协议书拿出来, 趁我活着, 可能还能喝上季先生下一春的喜酒, 这句话过于追星了点, 几叶行一颗心脏被他轻飘飘的, 一句话词的千疮百孔, 一双眼睛瞬间染了血色, 他握住苏华的肩膀, 苏华, 你再说一遍, 苏华忽然仰手在几叶行的脸上, 狠狠抽了一巴掌, 他太虚弱, 倾尽全身力气, 也没能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 他浑身颤抖着, 像是竖起尖刺的刺吻, 你早就觉得我病成这样恶心了吧, 早就想要甩掉我这个包袱, 那我走, 我给你的心头好疼地方, 苏华从床上起来, 站得猛了点, 整个人头晕目眩, 栽倒在床上, 这一摔, 让几叶行痛苦万分, 可是女人还在挣扎着起身, 几叶行一把把人抱住, 画画, 这动作渐渐地小了下来, 他趴在几叶行的肩膀上, 啜泣着, 小声问, 真的, 第232章, 真要错过, 宋黎穿着睡衣躺在大床, 没几分钟, 几叶行就满含带着寒义踹门进来, 他脸色难看, 盯着他的眼神里, 满是不善, 起来, 送你离开, 宋黎眯着眼睫笑, 季先生不是说一个月之后, 再送我离开的吗, 所有的怒火, 不能在俗华身上发泄, 但是发泄在宋黎身上, 吉叶行并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你得意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你信不信, 就算是我把你的骨髓抽空了, 也没人能把我怎么样, 吉叶行逆着他, 宋小姐确定, 还要在这里跟我玩幸灾乐祸那一套吗, 宋黎, 吉叶行上下扫视他眼, 冷声说, 换好衣服下楼, 他离开之后, 宋黎换了衣服, 路过主卧的时候, 宋黎往里面看了一眼, 苏化起来了, 她是真的漂亮, 鲜浓和度, 带着几分常人没有的柔妹, 隔着尘埃和她的视线对上, 宋黎以为发生了吵架事宜, 她会对她怒目相对, 毕竟是她引导纪念怀疑, 她是几夜行的情人, 吓一任的几太太, 为了脱身, 宋黎承认自己很卑鄙, 可是苏化忽然对她扯出来一抹笑, 这个笑, 将宋黎的步伐钉死在走廊里, 苏化唇扮张合, 没有任何声音, 但是宋黎奇怪地看懂了, 三个字, 对不起, 苏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没有麻药抽骨髓, 带给宋黎的伤害很大, 她一条烂命, 身陷淋雨, 早就已经没救了, 如果没有她, 几夜行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她依旧是凌晨高高在上的钻石级男神, 希望宋黎能恨她, 不要恨阿行, 宋黎猛地别过头, 她几乎落荒而逃, 别墅外, 几夜行站在空地上抽烟, 满身哀愁, 几乎蕴染到她整个人的身上, 听到脚步声, 她拉开后座车门, 把提前准备好的文件带递给宋黎, 然后递过去一张卡片, 卡里面有120万, 捐赠骨髓和客室费, 文件带里是你的身份信息和个人资料, 支架满一年, 如果你受不了那边的苦可以离开, 宋黎捏紧文件带, 几夜行又说, 我让助理送你去机场, 买了航道, 明天天亮到地方, 宋黎点点头, 干巴巴地吐出来两个字, 车子已经被发动, 几夜行的脸变成了急速后退的风景, 宋黎收回目光, 只希望这一切快些结束, 陆金川喝了酒后, 伤口发了言, 范纵其实挺讨厌这种, 不知道珍惜自己身体的病人的, 哪怕这个病人是雇主, 他开了药, 叮嘱陆金川要静养, 话还没落音, 于晴的电话打了进来, 陆金川接通, 就听到男人的声音, 你不是怀疑宋黎没死吗? 说这个干什么? 你想告诉我, 云梦也没死? 提及云梦, 于晴骤然沉默, 云梦和宋黎不一样, 那一滩血, 足够致死了, 于晴也不想云梦死, 那种熟人的痛楚, 绵绵密密地占据了整个人胸腔, 他猛地撂了电话, 喊了锦上蓝泻的家庭医生上来, 止痛药, 家庭医生微微懦懦地开口, 于先生, 止痛药也止不了心痛, 云梦怀孕, 锦上蓝泻所有的人都觉得, 生活有了盼头, 于晴不再专制, 会听云梦的意见, 有了人气, 而且, 有的时候还会畏惧云梦, 虽然大多数时间, 他还是高高在上的样子, 但是到底有其他的样子, 本以为是迎来光明了, 不仅孩子没生下来, 云梦也没了, 锦上蓝泻变成了一个修罗场, 云梦的骨灰盒, 现在还在于晴卧室的床头柜上放着, 想着, 家庭医生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团, 彻底降低存在感, 于晴却没有生气, 又拿出手机给陆金川拨了出去, 陆金川接得快, 到底什么事情, 接夜行买了航道, 还坐在床上的男人, 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于晴不知道, 陆金川让人调查了那个女人, 熊猫血, 骨髓也能匹配上, 他刚把详细情况送到苏晨雾那里去, 想让他分析一下, 苏华这个情况能不能接受除了送离之外的人的骨髓, 可是接夜行这个时候买航道, 说明了什么, 要么是他要出差, 要么就是要送送离, 陆金川问, 什么时候的, 凌晨两点, 男人看了一下万间的手表, 马上就要零点了, 绿城相谢距离机场很遥远, 赶过去要近两个小时, 陆金川掐灭电话, 起身大步往外走, 范纵把人拦了下来, 先生, 您该静养, 我出去一趟, 回来就静养, 你, 范纵还想再拦, 到底没能拦住, 车子在路上飞驰, 路走到一半, 让盛兰查的信息到了, 接夜行还在化缘, 一辆车子再往机场的方向过去, 盛兰也打听到了信息, 是管家买了航道, 用私人飞机去偏远乡村, 接一个可能是苏化妈妈的人, 苏化快不行了, 临终前只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想要见见自己的母亲, 甚至包括这个所谓的苏化可能的母亲详细信息, 盛兰都掉了出来, 之前做过苏兰父亲的情人, 在凌晨销声匿迹的时间, 差不多就是苏化出生的时间, 合情合理的事情, 可是陆金川不敢赌, 他承认, 他怕车子上的人是宋黎, 他不想再留在他的身边, 可是从始至中割舍不下的人, 不是他是他, 陆金川总是想起他, 尤其是到了晚上, 那种想起, 几乎能将他折磨疯掉, 车速越来越快, 绿城相泄地处偏僻, 马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 陆金川一路急迟, 拐弯的时候, 路口突然冲出来一辆货车, 他急踩了刹车, 但是仍旧来不及, 车子撞上去, 安全气囊第一时间蹦出来, 将他包裹住, 但是震荡感, 让陆金川的意识彻底模糊掉, 视线一片血红, 阿黎, 陆金川难的一生, 意识彻底归于黑暗, 这次, 好像又没能追上去, 也不能解释清楚了, 甚至, 真的要错过, 第233章, 翻脸无情, 机场, 送离刚到, 场内的大银屏上播放着凌晨新闻, 男主人的声音低沉又深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凌晨湘江路交叉口, 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现已进行交通管制, 可能需要一小时之久, 请过路人及时绕行, 宋黎抬头看了一眼, 这种新闻是, 关联着车载电台的, 屏幕上只有男主持人英俊的脸, 扫了一眼, 他走, VIP通道, 进了后机室, 飞机半小时后起飞, 保镖拿了一个全新的手机给他, 手机里自带的微博, 推送凌晨热点, 宋黎下意识地清除, 指尖在摁到新闻上, 猛地僵住, 陆氏集团执行总裁车祸, 鬼使神差, 宋黎点了进去, 指尖滑了一下, 点开了图片, 陆金川脸上都是血, 漂亮的眼睛闭合着, 宋黎退出图片查看, 看见了文字, 凌晨0点15分, 湘江路三岔口发生了重大车祸, 顶级豪车与货车相撞, 豪车车主是陆氏集团执行总裁陆金川, 新闻正在进一步跟进, 宋黎深吸了一口气, 眼睫低垂, 保镖看见了他手机上的内容, 点了一个烟, 低声说, 宋小姐, 飞机还有半个小时起飞, 半个小时可能到不了中心医院, 宋黎收了手机, 反唇问, 我去医院干什么? 保镖被问住, 出车祸的人是他的丈夫吧, 不论两个人离婚没有, 一夜夫妻百日恩吗不是说, 宋他离开是先生交给他的任务, 他这不是担心他一时恋爱脑, 非要回去看陆金川的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但是他没有这个意思, 保镖自然是八部的, 绝口不提为什么去医院这件事情, 宋黎拿着手机给南淮发了一个短信, 几乎刚发过去, 南淮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他接了, 几点的飞机, 宋黎看了一眼时间, 半小时之后起飞, 十分钟后登机, 这么晚才说, 是怕我去送你, 他轻笑一声, 算是默认, 宋黎不是瞎子, 不至于看不出来南淮的感情, 一段失败的婚姻, 爱过一个错的人都让他胆怯接受一段新的感情, 丧失爱人的能力, 哪怕南淮是幼时的伙伴, 哪怕他对他有所依赖, 南淮梦梦, 医生说他恢复得不错, 最近几天应该就会醒过来, 南淮顿了顿, 低声说, 我会好好照顾他, 你放心吧, 宋黎心脏色了色, 谢谢你, 南淮, 南淮低声说, 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 没有保护好你, 今天送你去机场的人该是我, 宋黎并未放在心上, 几页行能让南淮把手机号给他, 肯定是因为几页行说过什么, 例如他给苏华捐赠过骨髓, 他愿意帮的人, 他不会帮他拒绝, 可是当初选择帮助苏华, 是因为他有囚鱼记夜行, 是因为他走投无路, 这些细节他因为自己的卑微和可笑的自尊心, 并未跟南淮细说, 也不觉得有和南淮细说的必要, 所以他怪不到南淮的头上, 南淮, 你就过我那么多次, 一定要说这种话让我自责吗? 宋黎的声音有些许的哽咽, 我们之间如果真的要算的话, 也是我欠你, 而不是你欠我, 电话里骤然沉默了下来, 气氛有些尴尬, 宋黎也要提前登机为由挂断了电话, 南淮收了手机, 白鹤顿了顿, 低声说, 南总, 机场会播放新闻的陆金川出了车祸, 宋小姐应该看得到, 陆金川出了车祸是大事, 凌晨的媒体闻风而动, 第一时间就播报了, 而节行买航道又不是秘密, 陆金川去机场是为了什么, 有心人只要想一想就明白, 嗯, 南淮眉稍微微挑了一下, 您应该告诉宋小姐, 你的意思是, 我该劝阿黎回来和陆金川重归于好, 白鹤, 整个人僵硬住什么叫重归于好, 人家本来也没有离婚, 反而是他们家总裁, 人活得好好的, 把人的身份信息整成了死的, 如果这是对他好, 那么他实在无法理解, 换成是他, 他不愿意去适应另外一段人生, 做好你该做的, 懂吗? 南淮眼睫里弥漫着雾霾, 阴郁的让人无法呼吸, 这边, 宋黎的电话挂断没多久, 吉夜行的电话打了进来, 手机里存了他的号码, 宋黎意外又觉得, 这才正常响了两声, 宋黎还是接了, 吉夜行的声音有些微喘, 宋黎, 陆金川出了车祸, 宋黎有些意外, 他是真的没想到, 吉夜行会说这话给他听, 吉夜行应该是凌晨里, 最不想让和权贵名流之间, 有什么关系的人, 一旦有关系, 他给苏化捐赠骨髓, 就容易出现阻力, 死了要我回去哭丧吗, 宋黎的声音柔软, 问得认真, 吉夜行那句是为了追他出的车祸, 瞬间如梗在喉,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他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宋黎好脾气地叫了他一声, 吉先生, 吉夜行清了清嗓子, 强忍着笑意, 但声道, 哭丧道不用, 还有一口气, 宋黎临时改口, 道, 就算是死了, 我一个死人去哭丧也不合适, 从我死那一刻开始, 我们之间就不该再有什么关系了, 吉先生觉得呢, 既夜行停顿半嗓, 从善如流, 你说得对, 宋黎眼底都是麻木, 注意安全, 我先挂了, 他浅浅地应了一句, 好, 电话里都是冰冷的盲音, 太多人说了, 宋黎胸腔里满是浮躁, 他不至于自恋地觉得, 陆金川是为了他出的车祸, 耳边还有几个人在议论这件事情, 全世界的人似乎都认识陆金川, 他戴着口罩坐在后机室, 恨不得立刻逃离, 他的名字一直在想起, 宋黎不合时宜地想起他的样子, 在绿城香榭的厨房里, 做他喜欢吃的饭菜, 临山没回来时, 他淤尊降贵半跪在他面前, 给他系鞋带的样子, 他坚定不移地嫁给他, 是以为他是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 可是陆金川真的让他明白了, 什么叫做翻脸无情, 得不到温柔不可怕, 得到过温柔在接受他的冷酷无情,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事情, 第234章, 无法接受, 他的意志被他磨损, 甚至, 在他递交过来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宋黎还在卑微地祈求上天, 如果一切都是一场噩梦, 早点结束, 还他无微不至的丈夫, 就这么相守一生, 可是世间的美好, 都是黄粱一梦, 登基时间到了, 宋黎摒弃心理所有的杂念, 抬脚上了飞机, 临城中心医院, 临山就在医院接受治疗, 所以, 他是最先赶到的, 甚至赶上了把陆金川推往急救时, 他的情况实在是有些惨烈, 每一处伤都是刺穿临山的源头, 阿川, 他眼里聚满了泪, 几乎他刚一开口, 陆金川就握住了他的手, 临山来不及激动, 就看见男人纯扮张合, 吐出来两个字, 阿黎, 他心脏停了一拍, 别走, 那种纠痛, 席卷了他的全部的呼吸, 医生一路把他推了进去, 只有他被留在了外面, 像是命运, 把他排在了陆金川的世界外, 临山跟了两步, 被情急的护士推了出来, 差点磕到孙茜吓了一跳, 扶住临山, 低声问, 你怎么样? 临山摇摇头, 他睁大眼睛, 看向孙茜, 倩倩, 我只是离开了几年, 为什么我回来之后, 一切都变了? 孙茜反应了过来, 他说的是陆金川, 当初, 全世界的人都以为陆金川是会和临山在一起的, 甚至就连陆老夫人也这样以为, 可是陆金川在临山离开之后, 选择了送离, 还是闪婚, 他结婚, 打碎了凌晨多少女人的梦, 孙茜握住临山的肩膀, 低声说, 珊珊, 宋礼已经死了, 你还有机会的, 临山忽然看过来, 他那么漂亮, 眼底里都是眼泪, 可是, 如果他没有死呢? 孙茜愣住, 你说什么傻话, 没死的人对外宣布死亡, 这么晦气的事情, 谁愿意做? 孙茜觉得不可思议, 再说, 阿川身价过千亿, 别说在凌晨, 就算是在国内, 他想找一个和阿川不相上下的男人, 根本就找不到, 宋礼如果没死, 怎么可能到现在都不出现, 他又不傻, 临山摇头, 他还是觉得哪里没对上, 明明已经眼气息鼓的人, 愿意在绿城乡泄安心养伤, 为什么会突然开车出门? 为什么会开那么快? 能有什么急事? 他看着眼前紧紧闭合的门, 忽然拿出手机给几页行打电话, 几页行接得很快, 这么晚打电话做什么? 宋礼呢? 临山单刀直入, 几页行真的觉得晦气, 我早就说过, 找一个死人, 去找阎王别找我, 你和陆金川是不是听不懂? 眼泪到底冲破了眼眶, 临山声音颤抖, 上次送礼给小舅妈捐赠骨髓, 应该还没多久吧? 前两天听说他不行了, 可是妈妈今天下午还说他状态不错, 电话里一片沉默, 别跟我说是你找到新的适合骨髓员, 小舅舅, 你能骗骗阿川, 但你骗不过我的, 几页行只觉得棘手, 怎么, 你小舅妈好了, 你听上去并没有多开心, 不是不开心, 临山擦了一把眼泪, 说, 小舅舅, 是我赌定, 你根本舍不得小舅妈冒险在时隔两月之后, 再去适应另外一个人的骨髓, 你知道送礼的骨髓没有排异现象, 你知道送礼的骨髓能给小舅妈生还的希望, 怎么可能再用别人的, 而且, 检测骨髓是否匹配也需要时间, 小舅妈也好得太快了, 临山颤抖着, 送礼没死, 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吉夜行早就知道临山聪明, 可惜天度英才, 一开始就没有给临山安排好的过程, 甚至是好的结局, 吉夜行曾经无数次想, 如果临山是个男人, 成就一定不在他之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察觉到吉夜行要挂电话, 临山捧住手机哭得委屈小舅舅, 不要挂, 他哽咽着卑微的祈求, 求你了, 能不能让送礼来医院一趟, 阿川车祸很严重, 他一直在喊送礼的名字, 只是见一面, 这么小的请求, 你不要拒绝我好吗, 吉夜行觉得离谱, 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大方, 临山, 我说过, 得不到回应的爱, 仍旧纠缠不清的结果, 只会是坠入深渊, 你怎么就不明白, 临山情绪一瞬间彻底崩盘,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有小舅妈的回应, 可她的病情会回应你吗, 我只要宋黎见见她, 吉夜行冷下心肠, 我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宋黎在哪里, 我只知道, 宋黎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买下来的女孩, 我去叫医生, 吉夜行若有所感, 对着电话里的女人说, 临山, 别试图用自己的病逼我就范, 就算是你死了, 我还是那句话, 宋黎死了, 这个世界上, 能用自己的死亡胁迫到我的, 只有画画, 吉夜行说完, 也不管临山的反应, 猛地掐断了电话, 临山整个人坠落在地上, 孙倩刚要走, 被她抓住了手腕, 倩倩, 我没事, 你陪我, 陪我等阿川, 临山擦干眼泪, 我装的, 我只是想让小舅舅妥协, 心脏病是她无往不利的兵器, 可是到底在吉夜行这里折几尘沙, 孙倩坐在她身侧, 低声问, 珊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宋黎没有事, 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吗? 临山捂着心口, 她又不肯要阿川, 孙倩沉默, 忽然想起了什么, 你小舅舅让人买了航道, 飞机凌晨两点起飞, 你说会不会和宋黎有什么关系? 阿川开车出去, 不会是要追宋黎吧? 孙倩呢喃, 百思不得其解, 身边突然没有了声音, 她在恍惚中记起来, 自己似乎说了不该说的话, 临山眼神始终盯着急救式的大门, 她的眼眶又红了, 孙倩抱住她的肩膀, 真让人无法接受啊, 她唾手可得的, 是我挣扎了二十年没得到了, 她有什么理由, 又有什么资格弃之毕虑, 倩倩, 我真的好难过, 第235章, 重回凌晨, 时间如白居过细, 一晃两年而去, 两年前, 她乘坐计业型的私人飞机停留在了苏城, 身份信息也是苏城里近年来的支教老师倪元, 待了两年, 宋黎还是无法适应苏城严峻的气候, 很冷, 春夏还好, 一到冬天, 她就手脚心冰凉, 无论穿那么厚重, 都似乎不欲寒一样, 苏城还没有什么暖气, 早起时, 宋黎双手交握, 对着手心吹了一口气, 倪老师, 张爷爷让您过去一趟, 苏城是一个除了孩子, 就是孤寡老人的地方, 有的时候几乎不怎么通电, 更没有暖气, 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学校, 是被一个姓张的老头管着的, 他们一起喊他张爷爷, 宋黎应为一声, 放下手里的作业, 往张爷爷的办公室, 去, 工作环境简陋, 张爷爷的房间里, 放着一张床, 一张桌子, 四面漏风, 张伯伯, 听小爷说你找我, 张老头正在看画, 是小爷画的, 宋黎其实并不太会画画, 只是考上大学之后, 在大学里学过几个月的水墨画, 只教课的话, 很无聊, 学生闲了, 宋黎就到镇上买了毛笔和色盘, 教着他们画着玩, 宁元, 我想让你陪小爷去凌晨, 参加儿童水墨画大赛, 宋黎猛地捏住了手心, 他早就发现了小爷的天赋, 一年而已, 宋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了, 而且, 他给小爷上传过一个儿童水墨画大赛, 小家伙争气, 凭借自己的实力, 入围总决赛, 宋黎真的替小爷高兴, 这个大赛冠军有近五十万的奖金, 亚军是三十万, 小爷一路披荆斩棘, 这一刻真的是足以改变命运的时刻, 可, 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张老头又说, 宁元, 你不要拒绝, 我们都没有走出过苏城, 我一个老头带着小爷过去, 怕麋鹿回不来, 我不怕出事, 就怕孩子们没我不行, 小爷的父母觉得画画烧钱, 根本不肯让小爷继续, 可是孩子的眼睛里面有渴望, 张老头带着孩子们长大, 根本不舍得看见他们失望, 宁元, 不管成功与否, 回来的车票我都不会让你出的, 就当老头子求你, 行吗? 宋黎呼吸平住, 他丢下一句考虑一下, 浑浑噩噩地出了张老头的办公室, 小爷就在外面等着, 听见动静, 霍地一下站了起来, 宁老师, 他满怀稀奇地盯着宋黎, 孩子的眼睛完美地诠释, 什么叫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偏强地笑了一下, 往前走了两步, 小爷一直跟在后面, 他晒得有些飞, 更衬得一双眼睛漆飞明亮, 你老师, 我能去参加画画大赛吗? 宋黎咽了咽, 然后听到了他的声音, 能, 正式去凌晨, 是三天后, 张老头和宋黎分别骑了一辆自行车, 载着小爷去了镇上, 从镇上坐大巴去市里, 再倒车去另外一个市, 坐火车去凌晨, 小爷很瘦, 宋黎牵着他上了车, 到凌晨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 宋黎联系了南淮, 出了火车站, 就看见了站在马沙拉地车边的男人, 两年不见, 他并未有什么变化, 只是看上去更加成熟, 更加俊美非凡, 阿黎, 靠近南淮, 宋黎才发现他肩膀上有双花, 不知道等了多久, 你怎么不在车上等? 南淮接过宋黎的行李箱, 小声说担心接不到你, 先上车, 说着, 南淮把车门拉开, 宋黎看见了车里的人, 步伐猛地僵硬住, 这一刻, 他似乎才体会到, 什么叫做静香琴切, 热泪盈眶, 宋宋, 听到这一声, 宋黎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他俯身要抱小叶, 小家伙后退了一步, 眼睛里都是怯懦, 你老师, 我, 衣服脏, 这个叔叔的车子好漂亮, 好干净, 我怕弄脏, 他咧开唇角, 笑得憨厚, 你老师, 这里距离住的地方远不远, 你们把车子开得慢一点, 我待会儿自己跑着回去, 宋黎心里色然, 小家伙还跃跃欲试, 我跑得可快了, 没关系, 你老师会给这位叔叔洗车的, 小叶乖, 这里和速成不一样, 这里太大了, 会跑丢的, 过来, 老师抱抱, 小叶侧头去看南淮, 后者脸上没有任何的嫌弃, 宋黎把小叶抱起来, 顾念着小叶的情绪, 他一直让小叶坐在他的腿上, 火车站距离市中心有些远, 宋黎坐了一会儿, 就觉得腿有些酸, 云梦忽然伸手, 我抱抱, 小叶反身窝进了宋黎的怀里, 云梦穿了一件高定套裙, 设计师风格不同, 这条裙子上是奶白色, 裙摆上用银色的线勾勒出来了漂亮的花纹, 在夜色里, 在车厢里, 还有细细光在闪耀, 他穿得像个仙女, 小叶怎么敢让他抱, 宋黎把小叶抱紧, 低声说, 请您吃饭, 宋黎其实还是有些不好意思麻烦南淮, 幼时的情分终究在岁月长河里消磨干净, 退了吧, 我在赛场附近有套房子, 你和小叶一起住, 宋黎刚要拒绝, 云梦拉住他撒娇, 宋宋, 我们好久没见过了, 能不能住在一起聊聊天啊, 陶子又不是外人, 咱们就借住, 不行, 咱们回头给陶子房租, 住酒店也太亏了, 宋黎嫁不住云梦撒娇, 加上上次云站的事情, 让他心里满是愧疚, 就同意了下来, 南淮把人送过去, 那一场车祸让云梦变得格外的虚弱, 手腕用不上什么力道, 能保下来一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坐车久了, 宋黎就带小叶去浴室洗了个澡, 他很好奇, 左看看右看看, 摸着浴室里的瓷砖, 满目艳羡问宋黎, 你老师, 这里真好啊, 宋黎笑了, 哪里好啊, 楼很高, 还有好多漂亮的灯, 最好的地方是这里不冷, 还有打开开关就有的热水, 那你还想不想回去, 小叶思索了一下, 斩钉截铁, 回, 但是我要努力, 让张爷爷和兄弟姐妹们都过上这样的生活, 第236章, 碰见前夫, 宋黎心里很是柔软, 他揉了揉小叶的脑袋, 把在商场买的衣服给小叶换上, 然后把人推出去, 自己洗了个澡, 出来的时候, 南淮买了吃的回来, 他买的种类很多, 肉类, 蔬菜, 海鲜等等, 显然是要涮火锅, 宋黎不太能吃辣, 但是云梦可以吃辣, 南淮动手能力强, 就做了一个鸳鸯锅, 东西下进去, 男人在不远处调蘸料, 一顿饭吃的冰煮尽欢, 尤其是小叶, 捧着碗筷, 吃了不少, 宋黎送南淮出门, 提出把钱支付给他, 南淮眸光明灭不定, 低声说, 阿脸, 这顿饭我也有吃的, 他顿住, 不好让你破费, 南淮把他的手机推回去, 低声说, 这个钱, 我会从你的房租里面算出来, 不用送了, 早些回去, 说完, 男人迈着长腿进了电梯, 折返回去, 云梦坐在沙发上, 笑得野鱼, 干什么呢, 这是不舍的, 梦梦, 你静瞎说, 宋黎低声问, 小叶呢, 房间里画画呢, 云梦支着脑袋, 缩在单人沙发里, 笑眯眯地说, 对了, 你知不知道, 这次儿童绘画大赛, 是陆金川赞助的, 时隔两年, 再听到这个名字, 宋黎忽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一家事情, 宋黎还真的不清楚, 小叶要参加决赛的事情我知道, 但是到时候, 陆金川肯定会去现场观赛, 你要是真的想, 和他划清界限, 我找个靠谱的人, 代替你陪小叶去参赛, 云梦办事, 一向稳妥, 宋黎只是回来陪小叶参加一个比赛, 根本不想再生出来别的事端, 他几乎想也不想, 就答应了下来, 你呢, 还好吗, 云梦点点头, 我挺好的, 唯一不好的, 就是见不到我妈, 宋黎疑惑地看着她, 云梦脸上的笑意淡了不少, 于晴以为我死了, 现在把我妈接到了井上蓝蟹照顾, 就, 离谱, 所以, 于晴现在是把你当成了真爱, 怎么可能, 云梦用看脑残的眼神, 扫了一眼宋黎, 笑着说, 可能是愧疚吧, 如果不是她放出来云站, 我也不会死, 大老妈, 总会生出一些补偿的心思, 生怕宋黎不幸, 云梦拉出来几份娱乐报纸给宋黎看, 前段时间还连着换了好几个女伴, 有真爱会沾花惹草, 宋黎看着云梦, 虽然觉得意外, 但是宋黎这一刻犹豫着问云梦, 你在关注于晴的消息, 嗯, 云梦承认得很快, 我想我妈了, 她躺了一年多, 当初说快醒来了, 可是变故横生, 最近才彻底离开病房, 那你有什么打算, 南淮用同一种手法, 把他们两个人都变成了死人, 他还好,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倪园, 是苏城的支教老师, 可是云梦刚醒来, 算是个黑户, 能做什么云梦摇头, 低声说, 我现在可是在啃南淮, 提到南淮, 云梦又笑, 你呢, 你不可能在苏城待一辈子吧, 宋宋如果要考虑第二段婚姻, 你觉得南淮怎么样, 你别, 我别胡说, 云梦截住他的话, 我这算是什么胡说, 如果不是因为, 你以为南淮会管我的死活, 我现在归南淮养着, 我可得为我们男总多说两句好话, 这一个男未婚, 一个女未嫁, 就算是在一起了, 又怎么样, 宋梨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而且, 我现在根本就没心思往这方面想, 你不要动不动就把我和南淮放在一起, 对人家名声不好, 宋宋, 你知不知道南淮多抢手, 碰, 小叶的房间里忽然响起一声巨响, 宋梨吓了一跳, 猛地站了起来, 两步跑了进去, 小姑娘躺在地上, 小手捂着胃, 鹅脚上都是冷汗, 宋梨真是吓坏了, 她把人从地上抱起来, 小叶, 怎么了这是, 你老师, 我肚子疼, 她眼睛里冒着泪花, 楚楚可怜, 一张脸白的相纸, 宋梨一把把人抱起来, 我送你去医院, 云梦想把人拦下来的, 可是宋梨从小就有责任感, 小叶是她带过来的, 她拦也拦不下, 宋宋, 我叫了车, 宋梨眼睫低了低, 她怀疑小叶是吃得有些多了, 可是看她实在是难受, 宋梨又害怕不适, 等救护车的时候, 每一秒都觉得难熬, 因为失去过孩子, 所以生怕她照顾的孩子有什么问题, 好在救护车来得快, 宋梨跟着小叶上了救护车, 把身体不太好的云梦留在了家里, 一直到停下来, 宋梨才发现, 这里是凌晨中心医院, 陆金川旗下的苏晨物主刀的医院, 宋梨瞬间觉得脚有千斤重, 宋梨猛地回神, 跟着护士追了两步床, 护士拦下她, 你先去开个单子, 孩子胃不舒服, 要拍个DAR, 费用交一下, 直接去一楼放射科就行了, 宋梨连连英试, 缴费的地方在一楼大厅, 交完钱, 宋梨小跑着往放射科去, 拐弯时发现有人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她冒冒失失扎进了那人的怀里, 陌生又熟悉的蛋香一瞬间沾满了宋梨的呼吸, 她整个人都僵硬住, 男人反应得很快, 略带着些粗鲁地把人从怀里扯了出去, 甚至他是想要推开她的, 可是动作做了一半, 猛地制住, 宋梨头恨不得压进肚子里, 垂着眼睫一直小声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边说边试图往外跑, 可是男人忽然反应了过来, 大掌扣住她的手腕, 把步子迈出去的人拽了回来, 阿黎, 她的声音清淡, 带着独有的沙哑, 宋梨身体失重, 整个人重新跌进她的怀抱里, 周围景象变幻, 惊鸿一瞥间, 宋梨发现两年未见, 岁月并未在男人的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反而经过锤炼和洗礼, 将她身上的一些棱角磨瓶, 让她看好上去更加成熟优雅, 俊美无仇, 宋梨没想到, 回到凌晨第一天, 就会碰上前夫, 陆金川, 第237章, 别说傻话, 宋梨一把把人推开, 她紧紧领着眉心, 说, 先生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什么什么阿脸, 麻烦让让, 她蛇身要走的时候, 面前堵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保镖, 宋梨抬了一下头, 熟悉面孔不多了, 你什么意思啊, 陆金川挥了一下手, 她早就看见了宋梨手里的住院单, 一时间百感交集, 离开的时候, 她跳进了护城河里, 她曾以为她一辈子都不会回凌晨了, 这次回来, 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保镖后退了两步, 减少了给宋梨的压迫感, 男人忽然上前一步, 扯走了宋梨手里捏着的入院单, 手心一松, 她下意识地去抢, 你要干什么, 把住院单还给我, 陆金川手指一动, 握住了宋梨的手腕, 这个动作, 直接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太近的, 近得宋梨能够直接感受到, 男人身上的压迫感和危险, 木叶是谁, 宋梨放弃了挣扎, 她叮嘱陆金川, 忽然冷笑, 这位先生, 请问能不能把住院单还给我, 陆金川闻言, 把住院单递给他, 宋梨连忙接过, 塞在口袋里, 放手, 陆金川从善如流, 松了握着宋梨的手, 宋梨愣了一下, 这种争忠只停留了一秒, 她大步往小叶所在的病房走, 心思有些凌乱, 宋梨为自己觉得, 陆金川会纠缠的想法, 感到可耻, 陆金川是谁, 是凌晨半边天, 一个死了的前妻, 她怎么可能会惦记, 尤其是, 她身边还有一个近乎完美的青梅, 男人大多喜欢新鲜感, 谁会对糟糠之妻耿耿于怀, 宋梨担心小叶的情况, 跑到急救室的大门口, 看见被丢在外面的小叶, 她坐在床上, 眼底擒着眼泪, 周围没有什么人, 宋梨跑去抱住她的肩膀, 小叶, 医生呢, 怎么你自己在这里, 你老师, 小叶抱住她的腰, 哭得委屈, 你老师我们走吧, 我肚子不疼了, 这里看上去那么贵, 村里一个去城里打工的叔叔说过, 在医院看病很贵的, 别说傻话, 宋梨揉了揉她的脑袋, 她安抚着小叶, 直起腰环室四周准备找医生时, 眼角的余光, 看见了站在走廊边的男人, 她双臂环间, 好整以暇地看着她, 宋梨心口猛地一跳, 一把把小叶, 从可疑洞病床上抱起来, 她直接往医生办公室走, 走了一半, 怀里猛地一清, 陆金川把人揪了过去, 小叶吓得脸色大变, 宋梨拧着眉, 你, 陆金川低声说, 孩子不舒服, 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和我吵, 我带你去找医生, 宋梨要说的话, 成功被陆金川卡在嗓子里, 男人在前面走, 小叶趴在她肩膀上, 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你老师, 你要把我卖了吗, 宋梨还没来得及开口, 陆金川已经揉了揉小叶的脑袋, 低声说, 放心小鬼, 我不喜欢瘦弱的小孩, 他单臂抱着小叶, 侧脸被医院的灯光柔化, 如果不是他金尊玉贵, 小叶晒得皮肤去黑, 宋梨都要感叹一句, 陆金川是一个好爸爸了, 陆金川的步伐很快, 小叶在他的手里, 宋梨只能追在男人后面, 追的时候, 宋梨总算发现了不对, 他给小叶换了新衣服,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家伙又换回了自己又破又脏的衣服, 陆金川可是有洁癖的, 他不仅抱着小叶, 没有嫌弃小叶身上有味道, 还眯着眼睛笑着跟小叶开玩笑, 宋梨想不通, 如果把他当成宋梨, 两年前的宋梨捅了陆金川一刀, 如果不是把他当成宋梨, 他可不觉得陆金川有那么好的心, 他怎么做到的若无其事, 似乎那些往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医生办公室到了, 陆金川推开, 宋梨又见到一个熟悉的人, 苏晨雾, 他有了女朋友, 他们去得不合适, 推开门时, 苏晨雾的女朋友正在为他吃饭, 轻易的宋梨下意识地想要去捂住小叶的眼睛, 看见有人进来, 女人一把把苏晨雾推开, 眯着眼睛瞪陆金川, 阿川, 哪来的孩子? 苏晨雾不紧不慢, 整理好身上的白大褂, 直起身, 你怎么来? 苏晨雾的视线挪到了宋梨的身上, 宋梨? 宋梨往前走了一步, 从陆金川怀里接过孩子, 落落大方地盯着苏晨雾的公牌, 棱木两可看了几眼, 道, 苏医生, 我叫倪元, 刚才急诊科的护士让我去给小叶办理住院手续, 回来孩子就一个人在走廊里, 不知道是不是吃坏的东西, 孩子胃痛, 这是住院单, 麻烦您帮他看看行吗? 苏晨雾愣了一下, 刚要动手, 女朋友一下把人推开, 一脸嫌弃, 吃饭去, 他站在宋梨面前, 我是肠胃科主任秦曼, 我来看, 宋梨立刻给秦曼让开位置, 秦曼在小叶的胃上愣了几下, 又问了今天晚上吃了什么, 这是急性胃炎, 掉水就行, 身份证带了吗? 小叶还没有办理身份证, 宋梨把自己的递过去, 就用苏晨物的电脑, 开了单子递过去, 去大厅药房拿药, 然后去肠胃科的病房找人, SVIP病房, 宋梨一惊, 集业型给他的一百万其中一部分, 被他用来补给苏晨的小孩子们, 虽然还有余钱, 但是绝对不够住SVIP病房的秦曼, 似乎看出来了宋梨的金句, 甩了甩单子, 阿川, 这开的是普通病房的单子, 改去SVIP病房不合适, 而且, 急性未言, 我开掉绝对今天要到病厨, 根本就不用住院, 陆金川眼睫半脸着, 要我说第二遍, 两年, 这小子别的没什么改变, 只是每说一句话, 都能给人巨大的压迫力, 秦曼妥协, 行, 待会儿去SVIP病房, 我们不住SVIP病房, 秦医生, 实不相瞒, 我是一名支教教师, 并没有多少积蓄, 付不起医院SVIP的高额住院费, 秦曼左右为难, 是陆金川这个臭小子, 要人住SVIP病房的, 要秦曼说, 这个钱当然是陆金川出, 支教教师是让人敬佩的职位, 可以减免医院全部费用, 你有教师证吗? 苏晨武忽然开口, 宋梨攥住一一九, 他怎么不知道, 凌晨中心医院还有这种政策? 还不等他询问, 苏晨武又说, 先去拿药, 把水给小姑娘吊上, 减免费用的事情待会儿再说, 第238章, 是长得像, 宋梨没办法, 只能先去拿药, 他刚离开, 苏晨武边吃饭边问, 身份证是真的, 可以开药的知道吗? 合法, 陆金川明白苏晨武的意思, 他眼洁浅淡, 然后呢, 人家是尼远, 不是宋梨, 你能不能理智点? 秦曼早就听说过陆金川的前任, 刚看到宋梨他也很震惊, 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位尼老师素面朝天, 而凌山妆容精致罢了, 我很理智, 苏晨武没看出来, 两年前是我找人鉴定的宋梨死亡, 你是不信我, 如果我说是呢? 陆金川唇叛挑起一抹笑, 苏晨武的眉梢拧住, 陆金川已经走到病床边, 我先带孩子去病房, 嫂子快点上来给孩子掉水, 秦曼笑着点头, 目送人离开之后, 他拍了一下男朋友, 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陆金川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的, 就算是找个替身也不为过吧, 如果他真的想要的是替身, 凌山陪在他身边二十多年, 就是最完美的替身, 秦曼对凌山真的喜欢不起来, 其实凌山并没有多过分的举动, 可是女人的天性, 让他对凌山根本就爱不起来, 直觉告诉他, 凌山不是个善茶, 可是像凌山这一类女人, 才是最让男人喜欢的, 那他是觉得, 送礼死后, 重生到了泥园的身上了, 苏晨武无语著了, 看了女朋友一眼轻笑, 宝贝, 你不去写小说, 真屈才了, 都什么年代了, 他女朋友竟然会觉得, 人死后会重生, 这他骂来医院上班, 何时不跟你扯了, 我先上楼了, 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老板, 秦曼在苏晨武唇半上落下一个吻, 转身跑了出去, 苏晨武挑着眉, 摸了一下被秦曼亲过的地方, 半上忽然笑了一声, 秦曼出了苏晨武的办公室, 去了SVIP楼层, 他是主治医生, 但是临床经验丰富, 扎针稳的一批, 宋离拿着要上来之后, 护士配好, 秦曼半蹲着给小叶扎上, 因为是小孩, 秦曼多了一丝耐心, 掉完水就不疼了, 谢谢阿姨, 小叶还小, 这个年龄的人来掉水, 大半哭得要死要活, 可是他不仅没哭, 扎针的时候也没有躲开, 搞得秦曼也觉得, 要个小孩也没有那么糟糕了, 宋离也一直鞠躬感谢, 秦曼拍了拍宋离的肩膀, 待会儿水掉完喊护士换, 我下去看看, 急诊室的人怎么回事, 谢谢秦医生, 秦曼忽然凑劲, 他身上没有多余香水味, 只有洗发水的淡香, 掺着消毒水的味道, 竟然诡异得很大, 待会儿把教师证拿给阿妩, 他说, 可以减免住院费, 就可以减免, 医院的羊毛不薅, 不是有尊严, 是傻子, 知道吗妹妹, 宋离眼睛瞪大, 秦曼对着他眨了眨眼睛, 没忍住, 他抿着唇角笑了一下, 只是这份笑意, 在他发现陆金川盯着他时, 猛地收脸都干净, 你小姐不用这么区别对待吧, 我刚刚是把小家伙抱上来的, 嗯, 陆金川支着脑袋, 坐在病房的单人沙发里, 盯着宋离, 宋离不想和陆金川再有什么纠葛, 低声说, 是先生非要帮忙, 而这份帮忙我并不需要, 你很针对我, 如果我们之前并没有见过, 你针对我的理由是什么, 经陆金川提醒, 宋离心里一顿, 和他在一起经历过那么多, 宋离很难没有偏见, 先生谢谢你帮我, 但是时间已经很晚了, 您和我们师生在一起不太合适, 陆金川挑眉, 忽然靠近, 宋离后仰, 几被瞬间靠在了大床上, 他靠得近, 线长的睫毛根根分明, 漆黑的瞳孔了, 似乎有漩涡, 我懂, 过河拆桥是吧, 你老师, 陆金川紧紧咬着后四个字, 宋离眯着眼睛冷笑, 他一把把人推开, 豁然站了起来, 怎么, 这位先生是觉得, 我是会所里那种明码标价的女人, 或者说, 我在先生眼里, 还不如会所里的女人之前, 可以任由先生随便欺辱, 甚至在医院这种地方调情, 宋离的眼底都是厌恶, 一瞬间似乎让陆金川回到了两年前, 也是在凌晨中心医院, 他拿着刀捅过来的时候, 也是这个眼神, 陆金川脸上的戏血收起, 他定定地看着宋离, 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 病房门被敲响, 盛蓝推门进来, 哪怕是看见宋离, 他依旧保持着陆氏集团总裁特助的镇定, 一脸平静陆总, 老夫人检查完了, 问您什么时候回去? 就来, 陆金川应了一声,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宋离, 大补出了病房, 宋离站在原地好久, 确定人不会回来, 身体才脱离一般滑了下去, 坐在凳子上, 过往种种像是一场微电影, 在他脑海里播放着, 凌晨, 果然还是一场噩梦, 木叶扯了扯宋离的衣服, 你老师, 你还会回村子里吗? 为什么这么问? 宋离揉了揉木叶的脑袋, 他腼腆一笑, 我问了那个叔叔, 是不是认识你? 叔叔说, 您是他的妻子, 我知道妻子的意思, 就是老婆, 是要永远生活在一起的, 说到最后, 他的情绪明显低落了下来, 如果他不回去, 那个小村子还是那个样子, 平级到不会有人愿意过去, 我不认识他, 可是, 宋离摁住木叶的肩膀, 低声说, 没有可是, 你相信老师, 还是相信只认识了一天的叔叔, 我相信你老师, 宋离忽然笑了, 病房外, 圣兰看着脸色难看的陆金川, 拼住气息, 试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老板却忽然开口, 有烟吗? 圣兰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停了三拍, 才慌忙把自己的烟, 从西服外套里摸出来, 递给陆金川, 并为他点上, 清白的烟雾冒了出来, 一瞬间吞噬了陆金川脸上全部的失落, 圣兰试图安慰他, 陆总或许只是长得像, 陆金川吃笑, 别人认不出来, 可是他不至于连自己的老婆都认不出来, 结婚两年, 同床共诊近六百天, 他就算是化成灰, 他都能认得出来, 去查一查他来凌晨要做什么, 第239章, 明显差别, 虽然苏承武说可以刷教施证, 可是送离根本就做不到, 中心医院没有这个特例, 上出租车的时候, 他担心小叶的病情, 没有和司机说清楚, 被送到了这里, 可是苏承武这样说, 显然是因为陆金川给他行方便, 可是送离并不想和陆金川之间再有任何纠葛, 小叶掉了水, 在确定孩子肚子不疼了之后, 他抱着小叶去找秦曼, 得到可以出院的答案之后, 送离就去办了住院手续, 没有刷证件, 交了足够钱, SVIP病房不是人呆的地方, 短短两个小时, 近三千块就没了, 还不算医药费, 小叶很懂事, 自己提着自己的药, 靠在他的肩上挣扎, 你老师, 我已经不疼了, 我很重了, 我可以自己走, 送离把人放下来, 他表情忐忑, 你老师,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没有, 送离打得很快, 拍了拍他的脑袋, 小叶, 是老师带你吃火锅惹的错, 老师该给你道歉,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生病, 对不起, 小叶连连摆手, 我不怪老师的, 是我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吃多了, 下次我一定能克制住, 送离鼻尖色然, 见了不想见的人, 所以会有不好的回忆, 尤其是看着小叶这么小的年龄, 就这么懂事, 送离心里又酸又软, 如果当初那个孩子保住, 送离总会想, 他的性格会像谁多一点, 会不会也这么懂事, 陆金川让他体会到了遇见男人的不幸, 可能是伤害太深, 送离再想起他, 只能想到那些痛苦, 再也溢不起来, 他们刚在一起时, 到底有多么的甜蜜了, 型号, 苏承武从医院出来时, 就看见了送离和小叶在等车, 他把车子开了过去, 摇下来车窗玻璃, 男生说, 去哪里, 我送你们, 不用, 送离想也不想地拒绝, 他对苏承武没有任何恶感, 当初一次次被伤, 算起来苏承武也跟着受苦, 为了他不知道加了多少班, 苏医生辛苦了, 早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明天可以休息, 回去晚点也可以的, 他的拒绝很坚决, 苏承武只能去车离开, 边走边给陆金川打电话, 男人刚把陆老夫人送到老宅里, 正要出门, 怎么? 阿川, 你不用折腾着回来了, 宁愿已经带着牧业出院了, 陆金川的脚步猛地顿在了原地, 苏承武似乎感觉不到他的至门, 勤慢说了, 他把住院费交上了, 你知道他的意思吗? 意思就是, 要么他不是送离, 询问过医院没有这个政策, 要么就是他是送离, 费尽心机恨不得远离你, 心口像是被捅了一刀, 哪怕知道苏承武说的是实话, 可是这一刻, 陆金川就是恨不得冲过去, 把他掐死, 苏承武不怕好友, 我刚才见到他, 他和送离有明显的差别, 陆太太眼底不是阴郁, 就是眼泪和痛苦, 可是倪元会笑, 还很温柔, 他有责任感, 有担当, 认真的在照顾他的学生, 如果他是送离, 你要考虑清楚, 除了身份地位和金钱, 你能给他什么快乐?